末地的都知道 只要埋进一粒种子 想要什么就会种出什么 而我饱读诗书 所以种出无尽火域的青莲地心 海贼王里的恶魔果树 就连末日丧尸病毒都在我农田里发芽 只因我觉醒了种地精通的天赋 可以种出认知以内一切超凡物品 而在老师眼里我的天赋就是垃圾 全班同学都在幸灾乐祸 老师也失望地摇头 甚至给我办理退学手续 老城区 回到家的梦星爬看了下脑海中的绿色光点 农民天赋 S街 精通农丧 消耗灵性有概率种植出已知的一种超凡植物 梦星自嘲地笑了笑 种植出自己知晓的超凡植物 可这个世界哪里来的超凡植物 或许是穿越者的原物 它灵性很强 算是人类中的佼佼者了 可如今这七段灵性还有什么意义呢 梦星心里想着还不忘把种子放进土壤里 突然体内灵力瞬间被抽空 晴空万里 一道粗壮如钢的雷电从天而降 笔直地轰在小院里 天雷千动地火 小小的菜谱瞬间燃烧起来 整个小院的温度骤然上升 宛如处于火山之中 与此同时那粒种子破土 发芽 开花 一朵青色的莲花正温婉而立 青莲地星火 它眼中骇然不可思议地尖叫出声 作为地球人 青莲地星火它怎会不知道 那是三千大世界无尽火于炎地的一火 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它这个农民天赋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哪怕出是3S街农民 无论怎样也不可能知道青莲地星火这种东西 更别提众出来 它一脸痴迷地走向青莲 星面一动 青莲地星火雀跃地飘向梦星意识之海中 与此同时梦星脑海中出现一道新的信息 青莲地星火 S街天赋 百年成灵 千年成形 万年成年 拥有引发火山喷发毁灭自然的力量 消耗灵性可操纵青莲地星火 梦星满眼都是惊喜 浑身激动地颤抖 从地狱到天堂不过如此了吧 原本以为S街的农民天赋只是满配香钻拖拉机 没想到竟然搞出来的金边香钻法拉利 梦星等不及立刻去了农业商店买种子 看了半天各类种子标价 兜里的钱只购买20包的花竹 梦星 你不是在城里怎么会在这 收银女生声音很好听 没有刻意去假 听着也酥酥麻麻的 只可惜长得差强人意 满脸青春痘 皮肤幽黑粗糙200多斤的体重 梦星记得这个姑娘叫苏曼曼 比她大一届也是个可怜人 灵性惊人 可惜觉醒了S街生活黑客天赋 就在此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哟 真巧啊 这不是农民伯伯梦星吗 梦星皱眉扭头看去 那个黄毛颠着欠揍的步伐走来 手里还拎着个树苗 竟是自己的同学黄杰 黄杰把树苗拍在柜台上 用鼻孔打量梦星满脸不屑 觉醒成农民还真打算种地啊 不像我 觉醒了力量天赋 要去蚂蚁公司护卫队上班了 苏曼曼这时才明白 你俩我记得都是咱们学校灵性最强的 结果被我这个你们看不起的插声落下 感觉如何 梦星不回答 赴完钱拿着种子准备离开 梦星的不理睬 在黄杰看来就是装逼装刀了 无名之火心中起 都垃圾天赋了 你还敢看不起我 他伸手去拉梦星的衣服 喂 老子跟你讲话吗 梦星扭头眼底泛着寒光 令人不寒而栗 觉醒者的直觉让黄毛汗毛直树 下意识松开手后退两步 直到梦星离开时 他才回过神 苏曼曼见状哭斥一声笑了出来 黄杰更加恼怒狠狠瞪了苏曼一眼 肥猪 你笑个屁啊 说完把手里一百块钱甩在苏曼脸上 朝着梦星离开的方向紧跟而去 回到小月的梦星 把手里的种子一袋袋打开 撒进田埔里 田埔此刻冒着青莲地心火留下的火焰 那些种子埋进土里 没多大一会就烧成了灰 直到所有种子都种下去 也没能生出芽 梦星失望地坐在地头上 小概率种出已知的真奇植物 这概率也太小了点 就在此时墙头上传来熟悉的声音 卧槽 梦星你家地能冒火 梦星猛地回头死死盯着墙头上趴着的身影 黄杰却不以为然拿着果树种子从墙上跳下 蹲在田埔边好奇地看着 这玩意咋就能冒火 炙热的温度让他不敢手欠去摸 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这田埔绝对是超凡宝物 能卖个好价钱 梦星看着他面无表情 你看了多久了 黄杰还沉迷在田埔能冒火的神奇中 你先说说你家地怎么能冒火 梦星拿过黄杰放在地上的果树树苗插进田埔 黄杰立刻急了 那是我的树苗 你扔火堆里干嘛 梦星瞥了黄杰一眼心想 死人的东西干嘛不能用 看见了自己的秘密以为你能火 那颗果树树苗没有化成灰烬 梦星按道一声吻了 果树树苗稳稳扎在田埔里 疯狂吸收青莲地心火剩下的火焰 梅多大一块成了三米多高的大树 恶魔果实树 S阶超凡物品 从人类愿望和欲望中所诞生的神奇果树 接触的所有果实都代表着人类的某些愿望 那四颗古怪的果子像菠萝和火龙果的结合体 梦星满眼震撼 竟是恶魔果实树 他摘下一颗恶魔果实 鸟鸟果实 笋形态 C阶超凡物品 他皱起眉头 怎么才C阶 想了想也就释然了 毕竟损形态的鸟鸟果实在海贼世界里 也不是什么很强的恶魔果实 这东西他是不会吃的 因为每个人最多觉醒四种天赋 梦星已经有了农民天赋和清莲地心火 剩下两个肯定会留给更好的天赋 喂 傻叉 这玩意不会就是你的天赋吧 如果没猜错这是超凡物品吧 以后跟我混吧 我能让你赚大钱 梦星抬头对上了黄杰带有威胁意思的眼神 他忍不住笑出声 我不打算跟你合作怎么办 黄杰大笑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路你不懂吗 说罢魔拳擦掌 不怀好意地朝梦星走去 可下一秒 黄杰惊恶地张大嘴巴愣在了原地 梦星此刻手心托起一株青色的火 整个小院气温骤然上升 空气都要燃烧起来 你真觉得觉醒的垃圾战斗天赋 就能骑在老子脑袋上吗 黄杰咽下一口唾沫 满脸不可置信 你竟然是双天赋 黄杰眼中的恐惧要溢出双眼 他何时见过这等场面 呼呼一声跪在地上 星哥你原谅我 我错了 以后我做你的狗行吗 梦星居高临下眉毛轻调 当我的狗 他摘下一颗恶魔果实 蹲下身地给黄杰 我要你这条狗真没什么用 不过你运气很好 吃下这颗果子 会变得怎样就看你的造化了 黄杰知道自己成了某种实验品 可为了活下去 一把接过恶魔果实大口咀嚼 味道很差 很难吃 很恶心 跟娇皮战臭迷似的 吃完嘴也不擦皱眉闭眼 静静等待着变化 不多时黄杰睁开眼睛 双目露出难以抑制的狂喜 他又觉醒了一个天赋 鸟鸟果实 损人状态 C接激发天赋后变成损人形态 获得飞翔能力速度和力量均有提升 正在他要迫不及待展示自己天赋时 梦星手指一动 黄杰双目骇然瞪大脸色扭曲 细密的汗珠遍布额头 令人绝望的灼烧感 似是从灵魂开始燃烧 意识之海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他惊恐地看向梦星 痛苦地浑身抽搐 嘴巴张了张发不出任何声音 梦星嘴巴裂开 手指再次滑动 给黄杰带来死亡威胁的灼烧感消失 梦星双目炯炯 蓝眼心中兴奋 我既然有赋予别人天赋的能力 完全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猎人工会 渴望力量的人 为自己的超凡植物抛头颅撒热血也不无可能 梦星眸光威名 要是能有个顶级黑客就好了 可以创建网站广照猎人 这时他突然想到 卖货的学姐就是S级黑客天赋 一日清晨 梦星早早来到农业商店 隐秘观察苏漫漫的生活轨迹 发现他并不只有一份工作 上午在农业商店收营 下午去一家饭店洗碗 然而他的工作还没结束 除了饭店已经换上了一个大熊玩偶服 他努力扮演可爱的动作 在大马路上发传单 直到傍晚他的工作才结束 商场经理模样的人走出来 给了苏漫漫50块钱 他欣喜地拿着不停冲精里鞠躬致血 然而回家途中三流氓拦住了他 肥猪可真巧 哥几个上网没钱了 懂点事 盯着你一天了 给哥几个艺人拿20包宿就行 苏漫漫很慌 紧张地握着兜里80块钱零钱 我 我没那么多 声音依然苏漫入骨极其耐听 只是样貌得不到他们的恋爱 一个非主流怒 咬着烟一巴掌扇在苏漫们脸上 你们老城区的就不要点脸吗 如果没有我们新城区给你们口饭吃 你们都得睡臭水沟 我要的不是你的钱 而是你从我们新城区拿的钱 苏漫漫被这一巴掌打梦了 委屈地抹着眼泪 那个非主流不管苏漫漫愿不愿意 伸手在苏漫漫兜里搜硬士 把80块钱掏了出来 那非主流一下子就乐了 你瞧 早点给我多好 你还能剩20块 说完招呼着狐朋狗友 朝新城区往八方向走去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把钱还给他 苏漫漫注意到后擦了擦眼泪 梦兴 你怎么在这 非主流们笑了起来 还以为是什么人吗 原来也是老城区的老鼠啊 怎么 英雄救美 口味珍重啊兄弟 我没事的梦兴 别管我 钱我不要了 梦兴动也没动 依旧挡住非主流们的去路 非主流们脑了 要揍梦兴一顿 就在第一个非主流冲到梦兴面前时 他周身冒起青色火焰 然后手指轻轻在非主流脑袋上一点 青色的火光瞬间笼罩黑衣青年全身 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瞬间成了灰烬 剩下两名非主流下的肝胆巨烈 可梦兴怎会留火口 见到他的异能的除了自己人都要死 他俩还没反应过来 两个青色火星触碰到他们后骤然起火 不到几秒钟 三个非主流就从人间消失 苏漫漫看着梦兴深邃如湖泊的眼神 甚至忘记了眼前的青年刚刚夺走三条鲜活生命 他黯然开口 世界不公平 世上确实没有绝对的公平 但我们或许可以拨动那感天平 让自己得到起码的公正 梦兴伸出手 跟我走吧 你以后不再会经历这种不幸 他的声音很有雌性如恶魔般低语 苏漫漫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哪怕他有直觉 一眼望到头的平静生活即将离自己而去 俩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小院 映入苏漫们眼帘的 就是那棵诡诀的大树 梦兴从树上摘下一棵恶魔果实 递到苏漫们眼前 吃下他你将觉醒新的天赋 代价是失去自由 苏漫漫丝毫不迟疑 横起恶魔果实就咬上去 第一口差点就吐了 这东西真心难吃 几分钟过去 苏漫漫终于将恶魔果实吃下 他的意识之海中 多了一个恶魔果实光点 甜甜果实 C间 消耗灵性 将对自己动心的人进行实化 哪怕是一丁点的动心也会被实化 苏漫漫露出不可置信的的眼神 他真的觉醒了新的天赋 只是这个天赋对他而言弱的可怜 自己这副尊容怕是只有真爱 才会对自己动心吧 还不待他多想 梦兴又地上一颗恶魔果实 苏漫漫已经知道恶魔果实是什么东西 捧起恶魔果实大口吞噬 难以下咽的味道 因为紧张和兴奋消失无影无踪 两三分钟后 新的恶魔果实天赋 滑滑果实 C间 吃了之后变成滑嫩人 皮肤表面光滑零摩擦 所有接触到皮肤的物品都会划开 尖字声的苏漫漫立刻明白了零摩擦的含义 摩擦力是指阻碍物体相对运动的力 如果自己可以零摩擦 岂不是子弹都只能从身上划过 这不就是绝对物理防御 可这不是最重要的 苏漫漫突然发现 自己的衣服好像变大了 等会 是自己变瘦了 滑滑果实天赋 可以把丑女变成美女 那自己现在 此刻的苏漫漫在梦星和黄杰眼里 简直就是大变活人 一摸黑发披在绝美的翘脸上 勾魂夺破的美眸带着些许茫然 胸前出奇的波涛汹涌 又胖又丑的苏漫漫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黑长直 身材违规的高挑美女 肥大的裤子已经脱落 宽大的衣服也滑落相间 幸好眼疾手快抓住 而此时的黄杰咽了咽口水 根本不敢看此时的苏漫漫 这就是新歌的手段吗 梦星面无表情 示意苏漫漫去屋里 找一套衣服换上 表面古井无波 其实心头微荡 滑滑果实的能力太恐怖了 这个世界怕已找不出 比苏漫漫还美的女人 见前突破翘的苏漫漫 换完衣服走不出来 黄杰嘖称奇 新歌你太牛逼了 跟别人说这是漫漫解释会信 梦星眼睛一亮 此时只有自己和黄杰 见过苏漫漫的模样 就算是治安局系统也查不出来 对于一个隐藏在暗处的黑客来说 是绝佳的身份 而苏漫漫的S级黑客天赋 将是创建赏金猎人工会的重要成员 见苏漫漫从喜悦中恢复 梦星直接进入主题 我需要你做一个工会网站 核心系统是交易 而交易内容便是 刚刚你们吃的恶魔果实 而我们工会建立之初 要虚张声势 多加入机器人 让他们认为我们是顶级势力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 苏漫漫听后 他眼里全是对梦星的敬畏和感激 北海山城的一栋别墅 电脑房的青年正在打王者联盟 耳机里传来队友的怒骂 亚索你傻逼吧 不接大原地上坟呢 电脑老有弹窗 没事我开广告免打扰模式 坑就坑你麻痹找什么借口 就算是我的问题 也没必要骂这么难听吧 耳机队友骂声继续传来 那你你就听着 老子战斗天赋觉醒者懂吗 平常你能跟战斗天赋觉醒者对上话吗 青年沉默一会 直接F10举报队友开挂退出游戏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觉醒失败咋的了 电脑都要欺负我是吗 这时电脑突然又蹦出戏品弹窗 青年崩溃 操 老子倒是要看看什么傻逼广告 欢迎10086号游客进入赏金猎人工会 您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您渴望力量吗 背景一朵青色火莲 画面极其有质感 卧槽 这宣传画面得花不少银子吧 啥游戏啊 青年微微有些兴趣 阅读起上面内容 购买这个什么恶魔果实 可以获得C界天赋 骗鬼了吧 现在这些大数据监听是真恶气 刚被骂不是觉醒者 就给我推这种降值广告 好奇心驱使下 他查看了那所谓天赋的售卖价 卧槽 5000万 这老板脑子让驴踢了吧 能骗到哪个大傻子啊 王阳正准备关闭电脑时 看到那颗果实竟是获到付款 王阳不守见就难受 反正也不用花钱 直接点击下班 第二天王阳被电话声音吵死 那头是个阴沉的声音 我是赏金猎人工会的快递员 王阳先生你的快递道 真送来了 这让他对赏金猎人工会兴趣大增 我这就给保安打电话让你进小区 不必 您在家就好 我马上到 那边挂断了电话后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愣住了 他买恶魔博食的时候 根本没填收获地址 那个快递员是怎么找到他家的 这时铃声响起 王阳有些慌 壮着胆子摸下楼大喊 你放在门口吧 从监控看是一个 戴着鬼怪面具的黑衣人 黑衣人听后将包裹放下 转身离去 王阳忐忑从门外拿起包裹回到屋里 拆开后发现是一个奇怪的果实 他闻了闻咬唳 当时脸就绿了 什么破坏你 啥味啊 想做的吗 说吧就把果实扔掉上了 还不等王阳反应门被粗暴地揣开 霍到了为什么不厌收 王阳被下尾了 你怎么进来的 黑衣人也不说话 拿着恶魔果实就往他嘴抖在 王阳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这东西绝必有毒 就在他吃下全部果肉 闭眼睛等死时 突然感觉自身暖洋洋 公斤果实 C阶可以改变身体的重量 范围从一公斤到一万公斤皆可 王阳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他觉醒了 黑衣人有些不耐 厌收过了吧 霍到付款 王阳沉吟一会儿 哥能分期吗 一百多期内容 他明显听到黑衣人发出一声吃笑 隔着面具他都能感觉到黑衣人的幸灾乐 今晚你要重新打开那个网站 充值50积分进去 否则后果自负 50积分就是5000万 说罢黑衣人转身离开 王阳尝试挥拳 将拳头重量变为1000公斤 人下去墙体出了个巨大裂缝 王阳激动的同时 恐惧也随之而来 赏金猎人工会绝对是个极其恐怖的组织 他该去哪弄这5000万了 只好拨通电话 爸 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好消息是我觉醒了C界天赋 坏消息是我欠了5000万 卧室里 父亲王正豪眉头紧锁 咽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大夫模样的人对王正豪道 恭喜王总 王少是真的觉醒了 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王正豪这才松了一口气 谢谢大夫 辛苦了 过了一会儿 一名西装男人走到王正豪面前 王总监控没被人动过手脚 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王正豪眉头又皱起 儿子你再好好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遗忘 王阳一脸苦瓜相 爸 那人说了 如果今晚12点前 不把钱交其后果自负 我都觉醒C界天赋了 这5000万花的太值了 你又不是没钱趁早点得多了 王正豪有些为难 他确实身价过了3亿 可没上一现金啊 要把股票房产出手 才能凑齐5000万 王正豪给客服飞速 打出一行字 你好 李人金广建筑公司 祖金李人正豪 你们究竟是谁 我们是隐藏在世界阴影中的 赏金猎人工会 我们的赏金不只是金钱 还有超凡物品以及积分 你们很幸福 第一次接触工会 就能获得限定物品 恶魔果实 王正豪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这果然是一个超凡组织 他又快速打字 能不能把欠款拖卸实 或者分析 客服却并没有回答 他并开始倒数 十九八 王阳急了 爸你就把钱给他们吧 现在就把你那些股票 积金什么卖了 客服小猎姐姐倒数 到一后没了动静 就在此时 王阳突然惨叫了起来 抱着脑袋瘫倒在地 没多久就痛得说不出话来 王正豪猛啊 灵性绝顶的觉醒者 只能操控千米之内的异能 这位隔空商人的觉醒者 连楼下保镖都没惊动 说明不在附近 可能十里甚至百里之外 这是何等恐怖的灵性 这等手段 他纵横商场多年听都没听过 快把我的股票 基金乱七八糟全抛了 很快王正豪 凑够了五千万 购买了五十几分 前冲进去后 王杰恢复正常无力的摊在地上 王正豪又惊又举 这么多年第一次产生无力感 他点开网站出现新的提示 恭喜您王阳先生 您成功成为一名下等猎人 王正豪开始阅读起来 一边看眼睛一边发亮 只有少数幸运的人 才有机会遇到这个网站成为猎人 而成为猎人可以获得诸多好处 那些极其稀有的超传物品 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到 王源给自己在网站起了昵称叫全尸 这时看到一个聊天频道 好奇之下王阳点了进去 恶魔果实限定已经被人买到 老子宰了那么多魔物 就为了拿积分抢限定 今天就没了 草 运气真好 谁能告诉老朽 下次什么时候出限定 卧槽鬼老头不是接任务去杀古龙吗 还活着 哪位好弟弟买了限定呢 给姐姐好吗 姐姐会好好补偿你的 王阳心中亥然 聊天频道一共894人在线 也就是说这个猎人公会起码有上千觉醒者 父子俩头皮发麻呼吸急促 他们不禁开始挠补 一个神秘又恐怖的组织 猎人们头戴鬼怪面具实力深不可测 此时一个消息弹窗弹了出来 猎人全是新人专属任务发布是否接取 王阳不假思索直接点击接取 三周内贡献实践含有灵性的物理 任务奖励时积分 父子俩长输一口气 这个任务不难 花钱托关系就能弄吧 王阳赶紧打字 前辈请问如何贡献 会有工作人员上门回收 王阳脑子里立刻出现 戴着鬼怪面具的黑衣人 他心里寻思着猎人们为隐藏真实相貌 都会佩戴面具 那我也得整一个面具才行 王阳在聊天界面回复消息 全是定全力以赴 争取更早完成任务 孟兴望着聊天界面满意的点头 自己前期超凡植物的肥料有人给准备了 再用手机查询银行卡余额到账4500万 为了这笔钱不被查到 这些钱在全球各处的银行卡流转了一圈 才回到孟兴账户 苏曼曼觉得不真实 这可是4000万就这么拿到了 当你对这个世界资牙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出奇的温顺 转账30万给苏曼曼 这段时间你的生活费 弄一套好点的计算机 又给黄杰转账600万 帮我把附近区域的老房子全买下来 剩下的就归你 苏曼曼见孟兴要出门连忙问他去哪 我去找家公司给这里装修下 装完了你们就在这中 孟兴刚一跨进大门 便见到黑丝长腿职业装少傅服服在整理文件 听到有人来了 职业性的说道 欢迎光临新时代家居 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吗 可刚抬头便感到惊诧 孟兴 你怎么在这 孟兴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豆浴波 因为孟兴靠奖学金养活时候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她的适合 豆浴波想到了什么变得脸色冷淡 她不愿意跟孟兴发生什么故事 因为自己的目标是有钱富二代 没想到孟兴追到了这里 这种行为简直幼稚并且下头 孟兴不在乎豆浴波的冷淡 我想改造下房子 听到这句话 豆浴波脸色好转挂上热情 D 你到底要改造多大面积的房子 老城区一百平你内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孟兴粗略算了一下回到 差不多五千平吧 豆浴波愣了一下脸色难看起来 踩着高跟鞋气冲通的下楼 高耸胸脯剧烈起伏 五千平 吹牛逼不打草宝的吗 他压抑着怒气对实习生说道 小张你去接待下楼上的客户 见豆浴波的脸色 马上意识到楼上那位有问题 可豆浴波是老员工吗 小张哪里敢不听他的 好的波姐 上了楼给孟兴露出一个热情的微笑 哥 波姐有点事 我来给你介绍 孟兴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我看上这种风格了 大概五千平面积 算一下报价 小张愣了一下 本着来者是客的原则 皱着没认真给孟兴补算 您这算是中式园林了 价格大概是两千一百万 具体还要设计师实地测量 孟兴点点头 就这个了 说完拿出银行卡 两千一百万刷卡不够在天 离开样板间 豆浴波看着小张 惊喜不已的样子就想笑 孟兴几斤几两 他不知道 这可能刷出来钱就出国了 正在此时 他看见小张满脸兴奋 抱着一份合同往楼上跑 豆浴波拦下了他 询问他这是干嘛去 小张赶紧把合同死死卧底 签约啊 说完急切地上楼 留下豆浴波傻在原地 他冲向前台死死盯着财物 刚才那个叫孟兴的 可没说完就听到 前台妹子满脸冲紧 2100万说刷就刷 跟买大白菜似的妥妥赌好 这才叫年少多金啊 长得还帅 要是能一起谈恋爱就好了 别做梦了 人家这种能花几千万万元灵 是要玩明星的 豆浴波迷茫了 难道他是个隐形富二代 一种可能在大脑中形成 他一定是大家族年少出来历练的 我就是个瞎子 跟太子爷合租三年 还特么天天到外面找富二代 我特么这不就是骑马爪驴吗 当孟兴离开时 给了豆浴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豆浴波心肩一荡 难道他并没生气 他翘脸一红黑丝大腿紧张地夹紧 打开某宝搜寻起 适合勾搭公子哥的衣裙来 梦兴回到小院 把种子拨进土里 一整个半天过去了 到了深夜足足十二个小时 几十个超凡植物从地里冒了出来 月光草 夜晚可以放出光亮 在光芒下修炼可增进灵性恢复素 土豆雷 崴在土里有东西路过会造成爆炸 野草莓 使用后可立刻恢复一些伤势 这些东西都是前世各种游戏里的场 果然新手过后欧皇光环消失 没种出什么很强的超凡植物 小院们被推开 是带着鬼怪面具黑衣的黄姐 一进门就吐槽 我跟你说新歌 那王阳根有病似的 带了个蓝精灵面具 整得跟阿凡打似的 吓我一跳 还问我这面具合不合规矩 他这装扮行不行 这时手机一则新闻引起梦兴的注意 城市英雄铁铃于昨日和歹徒搏斗重伤住院 梦兴来的兴趣 因为铁铃这些年在警局功劳不断 却因SG天赋得不到重要 如果将他收服 将是打入官方的第一枚钉子 于是便起身寻找铁铃的动向 而此时在医院 铁铃却遭受生死危机 一个阴侧侧的医生走到床前 今天身体还好吗 可铁铃天赋是SG感官强化 立刻察觉此人有问题 你不是医生 但声音很耳熟 你到底是谁 白大褂摘下面罩露出一道猙獰的疤痕 当然耳熟 你抓我蹲了三年苦疗 听说你调离了治安所 所以来看看你 这时白大褂掏出匕首扑物向前刺去 多年的战斗经验让铁铃瞬间翻身下头 可腹部的伤口让他重重摔在地上 铁铃靠在床头柜上自嘲地笑 自己也才刚知道的吊人 而外面的人早就知道了 市局有人想让他死 为了东区立下汉马功劳 却因为天赋步行像被弃子一样丢掉 恰在此时传来一阵咳嗽声 铁铃惊喜刚想呼救 可见到来人时 求救的话语瞬间卡在嗓子眼里 战人手中拎着一个麻袋 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 挺拔的身姿在走廊的灯光下 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戴着白色哭泣脸的双脚鬼王面具 半边脸刻着青色莲花 争鸣 鬼诀 白大褂杀手扭身阴狠地盯着来人 你是谁 哪条道上的 来人面具下露出的嘴巴扯出一抹糊度 我来自猎人工会 一名行走在世界阴影处的猎人 你不需要记住 因为死人也记不得 这人正是孟昕 白大褂杀手怒急而笑 什么狗屁猎人工会听都没听说过 老子今天本来只想杀一个人 是你自己找死 说吧白大褂杀手发动天赋能力 手中匕首覆盖上一道蓝色气流 一个剑步朝孟昕喉咙刺去 可下一瞬 孟昕覆盖青莲地心火的双手 稳稳抓住刀刃 刀刃上的蓝气流 碰到青色火焰时直接消散 另外一只手抓住了他的烟火 转瞬间大好头颅化作灰烬 那笔匕首落在寂静的病房 清脆的声音格外刺耳 铁灵咽下一口唾沫 仅仅一个照面一接觉醒者就被杀了 他大脑正在飞速运转 搞不清这个神秘人到底有多强 孟昕夺不来到铁灵面前 蹲下身子 面具后深邃的毛子默然指示铁灵 你渴望力量吗 我可以给你 多年来的办案经验 让铁灵快速整理好情绪 如果我想得到你说的力量 需要我做什么 加入猎人工会吗 见孟昕点头 铁灵彻底平静了下来 那是一个什么组织 犯罪组织还是黑帮 他确实渴求拥有靠山 猎人工会看着也是个强大的组织 但他清楚自己是谁 如果要用治安官的力量 帮助邪恶违法犯罪 他办不到 孟昕明显不屑摇摇头 黑帮吗 或许某个黑帮头目 是猎人工会的一名猎人 但这种小人物 还没资格决策猎人工会的行动 铁灵心中骇然 黑帮只是工会的小头目 难道猎人工会中 还有各个行业的精英 所以 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请 成为一名猎人 孟昕的语气开始冰冷起来 铁灵清楚自己拒绝的下场 咬牙果决的同意加入组织 孟昕语气缓和下来 明确的选择 说吧从麻袋中 拿出一颗恶魔果实 递给铁灵 吃下这颗果子 铁灵捧着那颗怪异的果子 迟疑了一秒 难道是控制猎人的手段 黑帮里这种手段很常见 但他并没抵触 大口啃食器 可那种又苦又酸的味道 让他差点吐了出来 忍着恶心吃完后 下意识感受起自身变化 然后他就傻住了 牛牛果实 野牛形态C接 消耗灵性变身野牛人 增强速度力量爆发力 可消耗三倍灵性激发狂化状态 铁灵震撼的瞪大双眼 嘴巴张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孟昕目的达到 扭头把白大褂塞进麻袋里 行至门口轻声说道 欢迎加入猎人公会 不要想着背叛 你付不起这个代价 接着消失在走廊洁白的白赤灯光中 铁灵的嘴巴依然张得大大的 捧着脸谱面具的手不断颤抖 一双虎目没有惊也没有洗 泪水漫过脸颊 洗刷着这些年的心酸 觉醒了CG 就够资格进市局了 再也没人能轻易夺走他的东西了 他对猎人公会的抵触越来越轻 因为这个组织给了他捡起尊严的机会 这时他的手机亮了起来 铁灵拿起发现多出一道弹窗 猎人公会下载完成 请注册猎人账号 铁灵惊讶 这就是猎人公会的手段吗 说罢给自己起了昵称叫做牛魔 孟昕回家后 黄杰屁颠地跑过来 哥你挖啥呢 这种粗活让我来吧 孟昕瞥了他一眼 放下锁头打开麻袋 一具无头尸体被孟昕拎了出来 然后丢进了挖好的坑中 黄杰顿时毛骨索然 差点吓得叫出声 惊恐的目光看着淡然埋尸体的孟昕 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孟昕将白大褂尸体埋完后 恶魔果树开始有了反应 发出森然绿光 土壤埋下的尸体正在迅速干磨 而恶魔果树的枝干上亮起一团幽暗光芒 光芒消失 一颗恶魔果实赫然出现 黄杰看到这一幕骇然的后退了 以人当作养亮 这棵树竟如此邪恶恐怖 孟昕神色平常开口询问 那个女人今天来了吗 黄杰马上想起今天遇到的风鱼少傅 她连忙道 来了 我说你不在还挺失望 不过我告诉她三天后你会回来 孟昕点点头算了算时间 如果那天我不在 就带她来这个小院让她等我 黄杰看了一眼用血肉供养出来的恶魔果实 大概明白了孟昕要做什么 内心有点反胃 我明白了哥 肯定办妥 一日清晨孟昕敲开苏曼曼的房门 苏曼曼坐在椅子上 纤细白嫩的手指不断敲着代码 孟昕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旁边 你这是在做什么 苏曼曼这才发现孟昕来了 玩耳一笑地说在做防火墙 这一笑让孟昕心头狠狠颤了一下 滑滑果实和甜甜果实都带些魅惑效果 两个恶魔果实结合 惊恐不如斯 孟昕强行控住冲动严肃地说起正事 帮我做一个入侵网络安全局的病毒U盘 并且给铁灵下达任务 让他将优盘插在安全局的资料铺 您不是开玩笑吧 那可是犯罪啊 孟昕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苏曼曼赶紧住嘴开始下打任务 孟昕站起身离开突然在门口顿足扭头 眼底有些凉 慢慢紧 以后不要质疑我的决定 苏曼曼愣了一下 勾魂夺破的美眸明显多了几分慌乱 对不起 我知道 知道了 如今他的容貌身材加上天赋异能 在任何地方都是女神级存在 孟昕在赋予他这些的时候曾说过 代价是自由 他懊悔自己嘴欠 自己命都是他的 多嘴什么 而这时的铁灵吃下恶魔果时候 只是一天伤势就完全复原 刚进入大厅就看到一个少女惊喜的叫嘴 师父 你伤好了 铁灵难得露出微笑 好多了小全 跟新所长相处的好了 林小全眼睛里闪过一丝厌恶 不怎么样 他老盯着我屁股看 师父要不你把我带到档案馆吧 这是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这里是治安重点 你一个管档案的怎么敢乱闯 师父就算调去档案馆 也属于治安系统 回来拿点东西怎么了 南治安官吃笑一声 你还师父师父的叫呢 他都不是所长了 你还当什么舔狗啊 铁灵脸一沉 我找许处长申请调令 南治安官嘴角笑意更盛 现在组织处的处长是我 你应该叫我一声灭处 铁灵皱眉 灭处 南治安官满脸得意 没错 以后我就是灭处了 老许昨天早晨来了就犯错 已经被停止反省 铁灵眼底闪过一丝悲哀 可怜老许一辈子 兢兢业业业 竟是这种结果 我向组织申请调任总局 南治安官顿时不耐烦起来 铁灵 别在这儿胡脚蛮缠 调任总局必须递接以上天赋 铁灵平静地说 自己觉醒了第二天赋 南治安官脸色阴读起来 胡脚蛮缠是没有用的 你以为你是什么天才 快三十岁的人了 怎么那么幼稚 如果是真的 敢不敢去阎武场 我来测测你 林小泉偷偷抓住铁灵的衣袖 别冲动师傅 这个孽处没安好心 昨天拿了新所长的好处 战力比以前强了不少 铁灵拍了拍徒儿的小手 让他放心 等我掉令下来带你去总局 说完走向治安所背后的 盐武场脱掉上衣 露出满是伤疤的见状上身 挑衅的勾勾手 孽三眼角猛烈抽搐咬牙 切齿 你都这B样了还装什么呀 说吧 他拳上冒出紫色雾气猛的冲向铁灵 一阶段天赋猛毒 聂三速度很快 拳头已经在铁灵面前扬起 就要落下 铁灵的右手猛的变粗变大 黑色的牛毛在手臂上瞬间伸出 轻松接住聂三的攻击 明显的毒素被牛毛禁术阻挡 铁灵望着聂三惊骇的脸咧嘴笑 继续测试啊聂畜 下一拳直击聂三胸口 让他瞬间倒飞 喷出的鲜血在半空划过一抹星红 铁灵看都不看他一眼走向觉醒台 S接天赋感官强化 C接天赋扭扭扭果实也扭形态 铁灵玩味的看着聂三 聂畜 这觉醒台不是好用的吗 聂三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真的觉醒了双天赋 铁灵这些年的功绩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只是因为天赋问题卡在这迟迟升不上去 现在好了 双天赋还是C接 进市局妥妥的 甚至将会是市局中的大麻 聂三露出一个难看的笑 铁哥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铁灵瞥了他一眼 劳烦聂畜帮我申请了 小权我也要带走 夜晚 铁灵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 脚下凌乱地摆放一堆空啤酒 眼神里满是半喜半忧 就在此时铁灵眉头一皱 明眉看向路灯 路灯的阴影下 出现一个被黑衣包裹头戴面具的男人 黑衣人朝他走来 地上手中的优盘 任务接到了吧 铁灵出现挣扎神色 损害治安局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不想干 黑衣人摇摇头 工会没必要跟治安局对着干 不管你信不信 会长没这个打算 那你们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我去总局把这个插进机房机器 又为什么让我准备死刑犯尸体 黑衣人听到死刑犯尸体几个字时 身子轻微颤抖一下 拥有感官强化的铁灵目光一挤 他感觉到黑衣人在爬 黑衣人咽了口唾沫 会长的是你少打听 对你没好处 他比你想象的要恐怖的多 就算你当上局长那天 会长也能让你生不如死 说吧转身一对巨大翅膀在背后浮现 正是在夜空中消失 铁灵望着黄洁的背影陷入沉思 与此同时 站在大街的斗鱼波打扮得很性感 大波浪后妈包屯裙 小高跟身上还泡了香水 配上精致的妆容 跟网红似的 穿得很烧 所以很冷 尤其是刚下过雨 早知道穿后点的丝袜了 就在这时一辆路虎停在他面前 斗鱼波心中的烦闷一扫而空 这辆车哪怕是二手 落地少说也得几十万 连小弟都开这么好的车 说明孟昕是出手阔绰的富二代 他太享受这种感觉了 黄洁下车为斗鱼波开门 一股相风差点把他像迷糊了 他咬咬牙色迷心窍地说道 姐 如果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斗鱼波白了开一眼 就孟昕内除的模样 能有多大战斗力啊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 在孟昕的邀请下 坐在了椅子上 仰头看向了恶魔果实树 好奇怪的树 果子也是从未见过的 不知是什么品种的植物 应该很贵吧 孟昕为他倒上一杯酒 我记得你以前总喝这个 斗鱼波心中窃喜 何止是他喜欢的红酒呀 这些菜都是他爱吃的 看来这三年 孟昕没少注意他呀 一定对他有好感的 斗鱼波娇羞一笑 弟弟这么关心姐姐啊 他煮着胳膊 沉甸甸的一对大灯 放在桌子上昧眼如丝 以后姐姐会好好了解弟弟的 好不好呀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勾引了 孟昕不着痕迹的撤回腿 站起身 你对我不了解 可我对你很了解的 你高中时候 那个男朋友叫李彭女 因为你还闹进过治安局 后来是一位老板 帮你摆平了这件事 当了那位老板两年 情妇后被正宫捉奸在床 收回了你的房子车子 以至于你会跟我合租 斗鱼波脸色煞白 支支吾吾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斗鱼波都绝望了 本打算傍上孟昕这棵大树壁火 结果偷鸡不成18米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成熟的身材水蛇般贴上孟昕的后背 在他耳边吐气如蓝 弟弟既然知道姐姐的情况 还约姐姐来 姐姐明白的 只做弟弟的情妇 不会干涉弟弟的生活 可以给姐姐些钱帮帮姐姐吗 孟昕轻轻推开斗鱼波摇摇头 我可以帮你 但不是这种方式 斗鱼波茫然地看着孟昕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孟昕伸手从树上摘下一颗恶魔果实 送到斗鱼波面前 门口那个傻子不是提醒过你 无尽这个门现在离开还来得及吗 但你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就由不得你了 施下这个东西 你的一切问题我替你摆平 我可以送你富贵 但你要忠诚于我 斗鱼波不自然地笑了笑 姐姐会很听话的 不吃这个好不好 孟昕露出一个侧脸样子 颇为阴狠 你说呢 斗鱼波脸上出现短暂的挣扎之色 变醋没吃了起来 吃完恶魔果实 斗鱼波等的精神类药物 初次痛感袭来 但想没有特别的感觉 这时他猛然正主 变装果实C阶 消耗灵性可变换身上装扮 变装的衣物设计 颜色 时尚感 时寸 以及大小能够 异能力者的意思进行改变 衣服遇到大面积损坏时会消失 超脱认知的感觉让他恐惧 可这觉醒的能力也太积累了吧 难不成用天赋天天玩卡夫普类吗 梦昕重新坐回椅子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猎人工会的一员 按照传统吃下恶魔果实的新猎人 需要完成一件新手任务 这件任务对你来说不难 你可以走了 黄杰会告诉你一切 豆浴波也没心思勾引梦星了 现在还感觉是在梦里 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路上豆浴波好久才缓过来 运用了下能力 身上黑色的后妈裙 在一阵淡粉色荧光后 变换成酒红色晚礼服 黄杰见状开口 你已经加入工会了吧 千万不要想着背叛 对你没有好处 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豆浴波 这里的一百万是新歌给你的 豆浴波傻愣愣地接过银行卡 他很清楚自己除了身材和相貌外 没有任何资本 不知道梦星为什么会选中他 这时手机响了起来 豆浴波连忙查看 发现一个清联图标的app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想来应该是猎人工会的联络平台 他打开注册了昵称叫狸猫 新手任务 前往指定地点将货物运送至老城区 被他人发现货物信息视为任务失败 任务完成奖励 时积分 任务失败惩罚 死亡 豆浴波打了个冷战 死亡 如果是火焰焚烧意识之海那种痛苦的死法 那还不如自杀 一日清晨豆浴波早早地起床 打开微信联系人 对着一个中年大叔头像甜蜜蜜地说道 卢哥呀 你起床没呀 人家要用你的车车呢 那头几乎是秒回 妹 我早到你家楼下了 太早了不敢打扰你 一会干完活能请你吃个早餐吗 豆浴波不屑地撇撇嘴蛋 还是嗲嗲的 当然可以啊 来到指定地点的坐标 中年男人抽着烟砸舌 这地方可够偏的 妹子你没弄错吧 豆浴波摇摇头 也好奇到底是什么人送货物过来 这是一辆治安箱是货车远远的驶来 豆浴波立刻紧张起来 治安箱是货车下来一名治安官 将一堆尺寸行李箱扔在地上后驾车远去 中年男人舔了舔嘴唇 我滴个乖乖 什么东西啊 竟然要治安官老爷亲自送来 豆浴波心中也震撼不已 这个年轻的超凡势力掌门人 所拥有的能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运回的行李箱摆满了小院 黄杰知道这些行李箱里装的是什么 冷汗从他的病脚留下 陶也式地离开小院 梦星扭了扭脖子 该干活了 让我看看上百句觉醒者 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梦星将尸体一个个丢进菜谱里 将土培上静静等着变化 菜谱冒出淡淡荧光 如果在黑夜一定是极美的景象 恶魔果实树和其余种子疯狂吸取着能量 一株株模样不俗的植物 带着灵性从土壤中争先恐后的破土而出 恶魔果实树也发出悠悠绿芒 一团团光芒在枝头浮现 光芒退去是一颗颗诡诀的恶魔果实 梦星擦了擦额头的汗消耗了大量灵性 随机从甜土上摘下一颗野蓝莓吃下 恢复一部分的灵性 梦星继续干活 重新跑土挖坑 那些觉醒者尸体只剩下森森白骨 一碰就碎成渣 一次次翻土一次次吃下野蓝莓 垫子里的行李箱都是空荡荡的 甜土的泥土染出几分冰冷的白 地头上已经堆积不少采摘后的超凡植物 水手的菠菜地阶 使用后力量翻倍 再加上之前种植出的东西 足够用在交易商城上了 随后梦星走到恶魔果实树下 欣慰地望着十二颗新生的恶魔果实 像是丰收的老农 未来的恶魔果实能力者 才是猎人公会真正的重头戏 慢慢解出来下 梦星朝着屋里的苏漫漫喊道 苏漫漫闻声走出屋门 看到满院子的超凡植物狠狠地呆着 前几天把FJ超凡植物放到交易商城后 王阳就不断地问客服什么时候能再发布任务 那些超凡植物效果让他眼馋的发疯 这些超凡植物都可以放进商城 把一颗恶魔果实也放进去标价五千积分 苏漫漫点点头 其余恶魔果实也要推送出去吗 梦星摇摇头 这几颗恶魔果实先别动 给铁灵发布两个任务 任务一 禁止东区治安所的聂三骚扰斗鱼波 任务二 把地豪夜总会的老总朱大军约出来 我要和他谈谈 梦星想了想又说道 再发布一个公共任务 收集魔物尸体 B接五积分 B接十积分 C接五十积分 B接五百积分 B接两千五百积分 苏漫漫牢牢记住立刻回房间操作 随后梦星从恶魔果实树上 挑选一棵离开的小院 街头消色 梁棕卷起一片树叶 送到乞丐的脚下 他紧了紧迫被子骂了一句 金银鱼怎么这么多 是不是贪官前太多把老天爷缠哭了 突然他听到有人走来马上低下头 几乎用着颤音淒利道 行行好先生 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双旅游鞋出现在他的视野 老乞丐疑惑地抬起头 来人吓了他一跳 这个人戴着白色花纹面具 阴森诡异 正是梦星 他将手中一颗恶魔果实 丢进乞丐的讨饭碗里转身离开 老乞丐疑惑地抓起破碗里的恶魔果实 真是个怪人 给乞丐这破果子干嘛 不能给点钱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乞丐揉着肚子张口将果子咬了下去 瞬间他脸都绿了 怒骂这啥怪味 算了 凑合吃吧 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闭着眼睛想象这玩意是酱头 忍着恶心把恶魔果实吃下 镰刀果实 C接 消耗灵性可以将手划过的空气高度压缩 产生如镰刀一般的斩机 老乞丐傻在原地仿佛被定格一般 我觉醒了 老乞丐以为是自己饿出了幻觉 尝试着朝旁边的路灯挥手 空气疯狂压缩的不透明 一道风刃射了出去直接将路灯斩断 他疯边的笑了起来 枯草式的乱发在风中跳舞 手机却是响了起来 高声量的提示音吓了他一跳 掏出碎裂的屏幕 不知道被淘汰多久的老旧手机 猎人公会下载完成 请完成注册 老乞丐没有在乎把手机重新揣进怀里 见识浅薄的他都没怀疑自己手机是不是重病毒了 老子这就把桥栋抢回来 不对 老子都觉醒了还睡什么桥栋 老子要睡夜总会找女人 这是什么面具 是刚才那人落下的吗 老乞丐剪那张笑脸面具揣进怀里 准备开始他觉醒后的第一个夜生活 他一路打听着来到地毫夜嘴会 树立堂皇的门厅让他恍如隔世 来来往往的都是性感美女让他嘴巴发干 一鸣穿着制服的侍从跑过来 恭敬道 现在请问有预约吗 老乞丐皱起眉 预约是什么玩意老子从不预约 把你们这最漂亮的小姐都给我叫来 侍从脸色开始变化 他职业式的说道 对不起先生 这里没有预约不能消费 而且我们这是正规场所 老乞丐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地毫拎起他的脖领子 是不是看不起我 几个保安健壮 连忙朝这边跑来要把老乞丐赶出去 老乞丐两眼一眯 地毫拖锋刃甩出 直接将保安打成重伤 侍从嘶吼起来 有人砸场子了 地毫夜总会的小姐姐们尖叫起来四处躲藏 朋友是谁派你来的 长着阴都鼻的白发青年 站在二楼走廊 撑着护栏冷冷地盯着老乞丐 可他显然没看得起这小子 指着他破口大骂 白发青年眼神阴堵起来 是黑龙帮的人 来这里仨爷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老乞丐气乐了 我都觉醒C接了还几斤几两 老子牛逼大法 他挥手甩住 凤刃杀向白发青年 白发青年脚下生风 一瞬间出现在老乞丐身后 几道凤刃将二楼的护栏斩碎 你这招威力不小啊 老乞丐懵了 怎么躲开的 没看清啊 逃身后的青年甩出凤刃 白发青年再次躲开 老乞丐不断丢着凤刃 白发青年不断躲闪 看似老乞丐追着白发青年打 可董行的人都看得出 是白发青年在戏弄老乞丐 猫戏弄耗子一样 还不到两分钟 老乞丐开始大口喘息 额头上浮现密密麻麻的汗珠 这是灵性不够不足以 再次使用异能的征兆 白发青年有些失望 怎么就这样 早知道一开始就把你杀了 白发青年伸手对准老乞丐 一股强大的吸力将老乞丐拽过去 捏着老乞丐的脖子用力 老乞丐的脖子断了 双目无神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他临死前道了一句 你怎么能杀人呢 白发青年觉得莫名其妙 几个保安把老乞丐尸体脱了出去 一张笑脸面具从老乞丐身上掉了下来 白发青年好奇地捡起了笑脸面具 坐在地豪夜总会门口500米处长以上的梦兴 拿着手机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原来社会底层的卑微者 就算是想破天地去满足欲望 在这个世界也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 梦兴唏嘘了一阵 给苏漫漫打去电话 漫漫解 猎人公会正式大规模推广 流出两颗恶魔果实 其余的都送出去 告诉黄杰办事漂亮点 一日清晨 猪大军眼皮都没抬起来 查出来了吗 昨晚那个疯子到底从哪冒出来了 没有 那老头应该是C阶战斗天赋 我猜也只有黑龙帮才有这种手笔 猪大军失笑一声 你说他们整这处是屠杀 送个高手人头给我 白发青年摇摇头表示不清楚 那老头其实挺奇怪的 明明有C阶天赋 灵性和战斗经验差得可怜 他似是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摸出一张面具 这时那乞丐身上掉下来 我觉得这种高手 不会携带毫无意义的东西 深呼吸两口将笑脸面具收进怀里 今天有重要的事 就不深究这件事了 刚升进市局的五官大队长铁灵请我吃饭 蜂狼一会儿你陪我去一趟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军哥 要不再带些人 猪大军白板手 带那么多人去干嘛 咱们可是正经商人 蓝海特色自助餐厅 猪大军带着蜂狼走向三楼一间包厢 见到早早等候的铁灵 笑哈哈的打了个招呼 铁队长恭喜恭喜 年轻有为啊 猪大军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 原来铁队长喜欢吃自主 这家餐厅会员送饮料 价格对咱公家人来说也不超标 我已经帮铁队长办了张会员卡 以后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常来 铁灵皱了皱眉 不必了 我今天来是介绍的朋友给你认识 以后也不会再来 蜂狼有些不爽 就算你是五官大队长 也不能这样不尊重自己老大 他用略带不满的口气 铁队长约的人到了吗 用不用小弟我下去赢赢 就在此时门被推开 吸引了几人的目光 来晚了 抱歉 猪大军瞄向来人心中微微惊讶 来人穿着一套黑色运动服 头上罩着连衣帽东 最有奇异的是 脸上戴着一张哭泣鬼王面具 难道是什么官家公子隐藏身份 猪大军友善地起身向来人伸出手 你好兄弟弟豪夜总会总经理猪大军 梦兴轻轻点头无视猪大军伸出的手 走向主位坐下 猪大军有点尴尬 眼睛中的杀意一闪而逝 他给蜂狼使了个眼色 蜂狼立刻明白 阴阳怪气道 铁队长的这位朋友有点不懂规矩 在这种地方藏头遮面玩虚的 孟兴轻声道 出去吧 猪大军有些恼怒 蜂狼当你小弟了 让他出去就出去 打狗不看主人的吗 他刚想发作 就骇然看到铁铃乖乖地站起身 朝着门外走去 这位面具人背景有点吓人 震惊之后的猪大军 玩味地看着铁铃离去的背影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笑脸面具 朋友 这件东西看着眼熟吗 蜂狼猛地看向孟兴脸上的面具 突然想到了昨晚砸场子的疯子 是他自己散唇 我也不会为他报仇 不必紧张 猪大军再度点燃一支烟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但砸了我老猪的场子 总要给我个交代 孟兴嘴角扯出一丝微笑 戴上那张面具顶替他的位置 成为我的属下就是给你的交代 这话说得很狂妄 好像成为孟兴的属下 是天大的恩赐一般 猪大军直接气笑了 哈哈哈哈 听你声音也就二十来岁吧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 让铁铃沉浮 但想用同样办法对付我老猪 年轻了呀 蜂狼心领神会 手指有风悬流动 整个身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贴着餐桌抓向孟兴的火纹 孟兴浑身猛地爆出一阵青涩火光 蜂狼面露惊骇急忙后退 再看双手已经被烧伤 猪大军心底一沉 一招击退风狼 这面具人天赋等街起码睡街 猪大军紧张起来 立刻意识到手里的面具 是某个超凡组织的标志 他咽了咽唾沫眼 看着孟兴夺过而来 孟兴拍了拍 这位猪大军紧绷的肩膀 心底有些暗爽 前些天的自己可怜 见这种断位大佬的资格都没有 他从猪大军烟盒里抽出一支烟 用青帘地青火点燃 我勉强算是一个商人 你杀了我的部下 就要成为我的部下 这个交易很公平 猪大军艰难地咽着口水 夹着早已熄灭的香烟 一动也不敢动 孟兴把点燃的烟 送进猪大军嘴里 都是当大哥的人了 给我一句痛快话 还是要一个痛快 一火点的烟 猪大军还是第一个抽上了 猪大军深呼吸一口气 兄弟 你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我可以将地豪夜 总会近些年的利润 全部拿出来 离不我杀掉你部下的错误 随便加入一个超凡组织 他怕自己死得会太早 孟兴失望的摇摇头 都是当大哥的人了 怎么听不懂话 那你还是死吧 手中一团青色火焰 剧烈燃烧起来 猪大军没想到 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杀伐骨断 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他连连点头 听得懂听得懂 从今以后 我猪大军对兄弟马首是瞻 孟兴满意地从怀里 掏出一颗恶魔果实 吃了他就是自己人了 风狼连忙叫道 老大不能吃 这东西不对劲 猪大军盯着眼前的果子 露出挣扎之色 这从头到尾就是有预谋的 这个组织好恐怖 用一个C阶强者来递毫 夜总会碰瓷 然后抓住理由 强迫自己加入他们 不知道吃了之后会怎样 但是不吃一定会死 偷瞄了一眼梦星 挣扎后还是认命了 拿起果子大口吃了起来 倒也是个汉子 这么难吃的东西 三两口就解决 猪大军一抹嘴巴沉生道 可以了吧 我已经表明了我的忠诚 从今以后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突然浑身炽热 武器果实 C阶天赋 消耗灵性 可以把身体任意一个部位 变成武器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哆哆嗦嗦地问道 如此强大的超凡组织 为什么会选择他 这当然不是巧合 完全是孟星和一个人的谷约 只要收服猪大军 那么那个人就任他拆起 于是孟星说是夜云的推荐 猪大军心中泛起惊涛骇浪 自己看上的女人背后 竟是超凡组织 我这不是找死吗 他立刻从椅子上起身 直接跪在地上 日后全屏会长吩咐 孟星露出微笑 还真有个任务交给你 如今猎人公会总部定在咖啡厅 你将其中一个产业准备当作分布 他走到猪大军面前俯身细腻 别想着耍小聪明 我有能力让你彼此还不好受 猪大军痘大的汗珠 低落在地面抬头都不敢 直到孟星离开包间 才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这时手机提示音响起 拿起手机看去 竟是猎人公会APP 他注册昵称叫屠龙后 便看起里面的内容 十分钟后 猪大军眼神变得兴奋起来 发达了 南海以后就是我的了 说吧站起身准备回去 正巧碰到在走廊窗边抽烟的铁铃 猪大军嘴角脸的老大 怪不得一个小小所长 一步跳到市局五官大队长 原来也是猎人 他嬉皮笑脸的凑过去 以后这南海一亩三分地 咱哥俩互相照应点 铁铃却厌恶的瞥了猪大军一眼 如果让我抓到你的犯罪证据 就算是会长求情也没用 大不了我陪着你死 猪大军毫不在意 哈哈大笑着便向咖啡厅 总部方向走去 而此时咖啡厅老板娘 正百无聊赖的望向窗外 这时看到一辆库里 男亭在店的门口 下来的人正是猪大军 和他的保镖风狼 这让他的秀眉皱紧 不悦之色显而易见 可猪大军刚一进门 就对女服务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这让叶云有些差异 今天的猪大军有些不一样 没有了那副盛气凌人的痞子呀 是什么新的套路 这次睡我之心不死啊 可还没等他反应 猪大军搓手走过 你怎么不早说你的身份啊 早知道你来头那么大 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了 云云 之前我做的不对 别往心里去 其实咱们是自己人 叶云更猛逼了 美眸一眨一眨的 什么跟什么呀 猪大军以为 叶云在庄继续的 会长已经见过我了 你看 他把手伸在叶云面前 光滑掠过 变成一把左轮手枪 叶云惊骇 君哥你觉醒双天赋了 猪大军觉得叶云 还在庄严了然 给猎人公会办事 肯定得藏着掖着 也不敢多说啥 云云也不说别的了 哥哥就是来给你道的歉 以前的事千万别往心里去 随后猪大军掏出两张银行卡 这是给会长了一点心意 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 劳烦妹子帮我转交 另一个是给你的 这段时间骚扰真的对不住 说爸带着风狼离开咖啡厅 叶云握着手里的银行卡 陷入沉思 夜晚 孟兴来到了咖啡馆 看他在发呆 不由好奇问他在想什么 叶云一下惊醒过来 这个声音很耳熟 抬眼一看正是孟兴 这个弟弟很可爱 还大言不惭地说买他的咖啡厅 要帮他摆脱追求者的纠缠 突然他想到什么愣住在那里 眼神中的震撼之色一傻而逝 孟兴笑了笑走到叶云云面前坐下 之前的约定还做数吗 叶云不敢相信 不确定地询问什么约定 帮你摆平朱大军 你就把咖啡厅卖给我 并且为我打工 不是想耍赖吧 叶云浑身一颤露出浓浓震撼神色 先生 真的是你 孟兴抬头挑眉 不应该叫我老板吗 叶云心里翻起惊涛骇浪 翘着的二郎腿 放了下来慵懒不在 孟兴将手里的笔记本 递给叶云 我算了一下这家店的价值 一千万你和这家店归我 叶云这才仔细看那笔记本 竟然是金木咖啡厅的收购计划 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心底生起 叶云神色复杂 为什么是我 我有什么值得你和你背后的人这么做 既然当初答应了我说的约定 那么后悔已经晚了 欺诈我的人就会死 叶云闭上了嘴 他不敢把眼前的青年再当成个小弟弟看了 他从来就不是个孩子 陈英片刻后还是说道 谢谢你 老板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孟兴这才露出微笑 你的职责是服务我们的人 看一眼你的手机 叶云疑惑的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竟显示猎人公会APP已经下单完成 他半场才了解到这竟是一个超凡组织 叶云竟心中微微有些恐惧 他轻声问道 先生您就是会长吗 孟兴并未回答 拿出一颗恶魔果实送到他的面前 吃下去才算自己人 叶云很乖 拿起恶魔果实就小口咬了下去 孟兴饶有兴趣的盯着他 这个女人很优雅 吃这种难吃的果实都从容不迫 戏脚慢念了一会儿 叶云采用指巾啪了擦嘴了 拳拳果实 CJ 食用后可以变身成犬科动物 具备犬科锋利的爪子 强壮的身体以及灵活的动作 可以大幅度强化食用者的攻击力和速度 他慌忙地站起身 自己竟然觉醒了 这才知道朱大军觉醒双天赋的原因是孟兴 叶云看着孟兴的眼神变了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这个男人好像深渊一般不可窥探 从今天开始 你的咖啡厅就是猎人工会的总部 未来这里也是猎人工会高层的会议地 明天我的人会来 说吧孟兴站起身准备离开 叶云突然想起朱大军给的两张银行卡 老板 这是君哥今天送来给您的钱 孟兴摆摆手 你看着用吧 投资还是做什么都行 当猎人工会的后勤保障 叶云深深看着孟兴远去 内心出现了一抹别样的情愫 一所高级中学 一名中年老师骑着二八自行车从学校驶出 看了一眼手表不自觉的深呼吸两口 他前几天心不在焉点进一个网站 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快递并吃下那个果子 然后觉醒了第二个战斗天赋 而且还成了传说中超凡组织的一员 今天晚上是这个组织的一次会议 这让平凡普通的他很期待这段传奇之路 可刚驶出校门口 他就看到了自己最不愿意见到的一名 自己搬的一名绿毛学生 正拉着几个打扮的龙装艳抹的女生等车 作为觉醒了F街战斗天赋的王旭 在不远的距离很容易窃听他们谈话 地豪夜总会是什么地方啊 你不会把我们给卖了吧 夜总会总感觉不是什么好地方 绿毛吃笑一声 你们就是被王旭交上了 我认的大哥可是熊哥 可是费了好大劲才让熊哥愿意见面 这不比你们以后回老城去好 王旭皱紧眉头把车骑了过去 放学不回家在这干嘛 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 都赶紧回家 绿毛冷笑两声一脸不屑 王旭这可是笑外 你别教书教傻了 社会上的事你少打听 刚说完绿毛叫的车道 带着几个女生上的车绝尘而去 王旭满脸复杂 自从南海一中出了苏曼曼和孟星后 都说气韵已经用没了 这俩人都觉醒了SC天赋 却不能给后辈带来良好榜样 就因为他们是生活天赋 打击了学弟学妹们的信心 他叹了一口气赶紧骑车跟上 猛灯二八大杠半小时 才勉强跟上了他们 就见绿毛带着几个女生 走进了一家KTV 转悠了好一会儿 终于在一间包房外察觉到不对劲 他听到了绿毛的声音 绿毛在包厢里 被几个大汉完全控制起来 被打得鼻青脸肿 不要啊熊哥 你答应过我不是给我的同学安排工作吗 他色迷迷地盯着三名 瑟瑟发抖的女生笑嘻嘻道 你这事办得漂亮 全是厨 一名高马尾短裙妹子 一边挣扎一边冲绿毛骂倒 老娘信了你的邪要被你害死了 等我出去我一定弄死你 放心吧 他们让我折腾完不一定能活过今晚 不会报复你的 绿毛全没了先前的神器一个劲的哭 哥 他们是我同学啊 胖子不耐烦起来 知道知道 等我爽完一会给你三百块钱 说完在几个女生惊恐中伸出闲猪手 此时门突然被踹开 学生们刚想惊喜地叫老师 可下句话却说不出口 因为那个西装男人戴着一张小丑面具 如果被偷染成绿色 绝对就是歌坛里的地下王者丑爷 熊哥看到王旭当时就笑了 哪来的怪人 你是卡斯普类吗 就算要卡斯歌坛小丑 起码要把毛染成绿色吧 几个跟着熊哥的混混摩拳擦掌 坏笑着朝王旭走去 王旭手掌变通通 高温让空气微微变形语气不善 我再说一遍 放了他们 熊哥健壮脸色也难看起来 你还是个觉醒者 站起身招呼几个手下退下 扭了脖子 原本肥胖的身躯在一瞬间发生变化 肥肉转化为肌肉 体型也升高到两米多 这是他的天赋地阶热量转换 以为是个觉醒者就能砸我的厂子 老子能给风狼老爷看厂子 以为没点真本事吗 我真的不想在这几个孩子面前出仇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熊哥压根没叹得起王旭 插波大的拳头朝着王旭脑袋下 王旭轻叹激发天赋异能 弹簧火石 C阶能够将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变成弹簧 可自由从任何一个地方当弹跳点攻击 王旭双腿用力 瞬间消失在熊哥面前 再次出现时已经在他的后方 充满炙热的拳头砸在熊哥后颈 熊哥被这一击亮枪冷下 愤怒地朝王旭挥拳头 王旭作为高中老师避世体术精湛 在宽敞的高厢反复横跳 纵横于墙壁和天花板之间 满屋子的残影让他眼花缭乱 然后借助越来越大的关系 速度越来越快 熊哥惨叫一声轰然摔倒惊恐地看着王旭 你是个什么怪物竟然双天赋 体力和灵性都很强的王旭跟老乞丐完全不同 一套连招下来脸部红气不喘 我说过你刚才后悔还来得及 王旭入职教师前也是国家部队的姻缘 在边境也是杀过人的 老师你好棒 几个女生惊喜地叫了起来 这一叫把王旭叫回了神 杀气消散 在学生眼前杀人他办不到 给我滚 熊哥在几个手下掺服下 连滚带爬出了包厢 进办公室就撞到了一个人 郑宇破口大骂 却抬头看清楚来人长相 立刻变了一副面孔哀嚎道 狼哥有人砸场子 那人白发阴勾鼻穿着皮夹克 正是朱大军手下第一打手 风狼他立即兴奋起来 骂了熊哥一句废物便大步走进包厢 谁特娘砸老子场子打我小弟 王旭叹了一口气挡在几个女生面前 是你的人先要非礼他们在先 如果你不想讲道理 咱们现在就比划比划 我赶时间 风狼揉了揉睁大眼睛 这人竟戴着面具 难道你是猎人公会的 而熊哥此时还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 小子你废了 别以为双天赋你就无法无天 看我狼哥怎么收拾你 风狼震惊 此人还是双天赋 这是猎人公会的无疑了 他手就给手下一个大逼动 你特娘干坏事活该被揍 像你这样的当我小弟都嫌丢人 随后转头陪笑 这位丑爷 是我管教不利还请见谅 整个房间鸦雀无声 这俩人好像认识啊 明显西装男的地位比风狼高多了 几个学生开始挠 难道自己的老师是传说中影 被江湖的黑帮教师 看向王旭的眼神多了几分崇拜 尤其是绿毛飞主流 回想到自己刚刚还大言不惨 鄙视自己的老师 现在都觉得自己扫得慌 王旭也有点惊讶 现在我们能走了吗 风狼连连点头 您走吧 给您带来不便我身表抱歉 以后我会好好管教手下的 说到王旭带着几个学生走出KTV 直到学生们上出租车离开 他才骑着二八大档向金木咖啡厅驶去 见王旭走后 风狼才松了一口气 而熊哥也知自己提到 铁板有些担惊受怕 哥 这是什么大佬啊 要是什么大人物的话 要不我去当面道歉赔个罪 风狼再度给了熊哥一个大逼动 眼睛通红像是责人而逝的野兽 你只要记住他没来过 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 熊哥瘫软在地上惊骇地看着风狼 嘴巴半天也没合上 而此时咖啡厅的座位已经坐满 明显王旭已经迟到了 没有窗户的会议厅 只能借助天花板水晶灯昏暗的光 让大家勉强能看清彼此的面具 笑脸 鬼怪 兽手 祭祀连鼓等等怪异面具 让整个会议厅的氛围都感到压抑喘不过气 梦星依旧是那副哭泣鬼王面具 穿着一套朴素没有任何图案的黑色运动服 头上带着和卫衣连在一起的冒斗 诸位之中有几名幸运者得到了恶魔果实 为恶魔果实觉醒者必然更容易成为终极猎人 所以你们当中的几名新人具备这次会议的资格 大多数人心中窃喜 果然自己是被命运选中的人 殊不知这里全是低级猎人 梦星几句话给所有人营造出了一种 工会强者如云的错觉 他坐下用小勺轻微脚大面前的咖啡 有几个规矩我要重新说一下 首先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宣扬工会 藏好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身份 不要因为你而让工会暴露在世人眼中 这时梦星抬起头悠悠道 可是却有人不守规矩啊 王旭心里咯噔一下 冰冷的汗珠从病脚流下 梦星站起身走到最末位府下身子 你知道吗小丑先生 我对不听话的人深恶痛绝 声音低沉冰冷杀气重重 那名小丑面具人紧张地耸动了喉咙 果然自己在皇冠KTV的事 工会已经知道了吗 他想解释些什么 梦星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紧张 我会给你24小时 把自己留下的祸患处理干净 否则工会会帮你处理 连同你一起 他看着梦星走向主位的背影 面具下的慌张的脸才舒缓下来 熊哥和他那群小弟要死 难道自己的学生也要死吗 他慌了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再想怎样才能救自己的学生 走到主位的梦星继续道 猎人工会第二条规矩 守护下国猎杀一切对下国不利之地 按照尸体质量奖励猎人积分 这话一出猎人们的嘴角微微扬起 那帮龟孙谁不想弄死 杀了那些混蛋还有积分啊 这不是等于带星玩手机吗 梦星继续发言 第三条是猎杀魔物上交尸体 可按照魔物等级获得积分 魔物们尸体蕴含的灵性绝对比人类更强 用来培育超凡植物再好不过 众人心底彻底松了一口气 他们都是误打误撞加入猎人工会的 原本还担心自己加入了什么邪恶的组织 现在看来都是多虑了 猎杀来犯之敌是爱博 猎杀入侵魔物是爱天下 这种公会怎么可能是邪教 不知过了多久这场会议才彻底结束 当众人走出咖啡厅时都神清气爽 甚至还略显振奋 对猎人工会更多的了解 让他们庆幸自己的加入 只有王旭愁眉不展 他好像惹了很大的乱务 但他并不后悔就自己的学生 我可以想办法让学生加入猎人工会 可熊哥和那帮混混怎么办 他突然想到猎人可以发布任务 自己已经完成了新手任务有15积分 不如拿积分发布悬赏任务试试 于是拿出手机在工会平台发出悬赏 悬赏任务 击杀皇冠KTV熊哥极其麻烦 悬赏奖励 15积分 而此时在会议室的孟星看着手机不由唏嘘 这位老师曾也是他和苏曼曼的班主任 今天发生的一切孟星都清楚 如果自己站在王旭的角度 也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也希望用温和的方式解决学生的隐患 老师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地豪夜总会总经理办公室 熊哥颤颤巍巍的跪下 朱大军点燃一支烟 翻看着猎人工会APP 终于找到了那条他等待许久的任务 朱大军大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阿熊啊 我真该好好谢谢你啊 熊哥吓得打了个哆嗦 君 君爷 谢 谢什么呀 朱大军吐出一口烟圈 谢你帮我找到了一位朋友 作为奖励就不把你沉合了 母脖子痛快点 熊哥直接吓哭了 一体横流 为什么呀君爷 我对你忠心耿耿啊 朱大军一拍桌子 勃然大怒 你他妈忠心耿耿 你今天敢叉叉小姑娘 明天就敢叉叉我朱大军 你真该死啊 阿狼 蜂狼会议 手中气悬汇聚成一柄锋刃送进熊哥脖子 熊哥捂着脖梗处喷涌的鲜血 惊恐的望着 渐渐失去声息 朱大军笑呵呵的用手机给熊哥的尸体拍了个照片 上传猎人工会APP后点击完成任务 蜂狼擦了擦手腕走到朱大军面前 老大 需要联系一下那名老师吗 千万别 这是猎人工会的机会 我这么做只是想知道那个猎人到底是谁罢了 切记不要再去伸查小丑 把黄关KTV走廊里所有监控录像全伤了 把尸体收拾下上交工会 觉醒者罪犯的尸体另有奖励 蜂狼正要去处理尸体 又被朱大军叫主 对了 地毫里除了皮肉生意 其余不干净的都停了吧 以后咱们尽量低调点 夜晚 烈云将泡好的咖啡送到孟兴面前 最近东区不知为什么魔物开始增多 经常有新闻报道有人失踪 孟兴清明一口咖啡 心中对这次魔物祸乱有了思绪 魔物这次在新城区出现 很明显不是为了填饱肚子 所以看不上老城区那些肉食 怕是接下来魔物们要有大动作了 这时门铃响起走进来一家三口 他们衣衫破烂不堪 尤其是那个小女孩 袖口明显有被什么撕碎的痕迹 好 好香 女孩雀跃地跳起来眼神里写满兴奋 服务员玲玲也没有看人下菜碟 低头微笑着询问小女孩需要什么 女孩咽了咽口水说随便什么都行 而这一家三口正巧坐在了孟兴二人隔壁 孟兴深深地看了一家三口一眼 便继续扶在桌子上写写画画 时间过去不知多久孟兴再次抬头 发现店里已经没客人了 隔壁桌的一家三口只剩下小女孩 他们的父母不知去了哪里 玲玲正一脸为难地站在那桌旁边 听玲玲和小女孩的交谈 应该是父母有急事先离开 留下小女孩在店里 谁知咖啡厅要打烊了还是没有回来 姐姐 我爸爸妈妈明天一定会把钱送过来的 可以把我压在这真的我不骗你 小女孩对玲玲央求道 玲玲把求助的眼神送给业余 姐 外面现在可不太平 要不把这孩子留在这一晚上 这时孟兴和上笔记本站起身 金木咖啡厅不能留人 正好今晚我要回家一趟 这孩子我带走吧 小女孩看孟兴的眼神有着警惕 像是在担忧遇到一个怪叔叔 孟兴带着笔记本来到女孩面前蹲下身子 摸了摸女孩的头笑眯眯道 叔叔家有很多玩具愿意给宝贝玩 今晚住叔叔家明天送你回来好吗 小女孩放下戒备开心的露出 小火牙答应了下来 于是孟兴牵着小女孩的手离开 快走到老人去了路灯越来越昏暗 夜色越来越重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小女孩突然问道 哥哥 这么黑你不害怕吗 孟兴哄小孩试得道 哥哥是大人不怕黑 小女孩扬起可爱的小脸 可是我听说最近很多魔物会在晚上出没呀 特别吓人 孟兴摇摇头 我没见过魔物 只在课本里看过没觉得可怕 挺可爱的 小女孩愣了一下 顿住脚步逼着头 可爱 真的很可爱吗 小女孩身子开始颤抖起来 背后绑绑如线两个红包 一对蝙蝠翅膀从笼包里破除展开 她笑容逐渐夸张 嘴角一直裂到耳根 发出诡异惊悚的笑声 你课本上的魔物有我这么可爱吗 孟兴觉得手一阵刺痛 挣脱女孩的手 发现手掌已经变得乌黑 中毒了 该死你竟然想吃毒食 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 两道人影走了出来 正是小女孩的父母 只是那对夫妻也变成魔物母娘 四重飞人 嘴里露出巨大的口气 女孩愿毒道 本来我今晚可以住在咖啡厅 把里面的人全吃了 都怪这个家伙多管闲事 爸爸能叫他 那就把这个多管闲事的蠢猪分了吧 妈妈舔了舔口气讥讽道 怎么不说话了 不是觉得魔物可爱吗 如果你说我美的话 我可以让你享受一下魔物的温柔 梦青手中燃烧起 青色火焰将毒素驱除 他贪婪地盯着三只魔物 你们真的挺可爱的 青色火焰骤然猛烈直升三丈 在魔物们惊骇的目光里 像刚的青色火焰将军瞬间形成 小巷里的温度骤然上升 让你们看看青莲地心火板的虚左门户 青色火焰将军伸出手抓住爸爸 没有什么反抗余地就被梦青烧死 妈妈倒是看起来不错 应该是个C肩 他吐出一团毒物撒开虫腿就跑 可青莲地心火本就是毒的克星 将军就化成蒸汽 将军转瞬间抓住妈妈扭断脖子 然后又一把抓起蒙蔽中的魔物少女 森然的声音响起 哥哥觉得你确实可爱啊 可爱到想把你埋了 可那只魔物小姑娘刺着牙不断叫嚣 我知道你很强 但你没强到对抗整个魔物大军 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任何情报 你放了我 我就告诉你怎么才能逃出南海 他妄图以这种方式让梦兴放了他 梦兴并未理他 拎着他拨领子就往自己的园林走去 可见了梦兴的小冤 他嘴巴还扒扒个不停 如果不放了我 你绝对没有好果之吃 梦兴把两只成年魔物丢在地上 然后走到院子里的一个巨大集中箱 拉开闸门几具尸体滚落下来 小魔物闭嘴了 因为他看到那巨大集中箱里有数百具尸体 眼前这个人类不是善类 死在他手上的人类比小魔物杀的还多 他看到梦兴在地里挖出一个深坑 然后把一具具尸体丢进去 这种变态的行为让小魔物都咽了咽口水 将翅膀收回去老老实实地坐在地头 一个多余动作都不敢有 梦兴坐在小魔物身边道 知道为什么不杀你吗 我留着你有用 别这么紧张 小魔物松了一口气 在苦思冥想自己还有什么作用 我一直想试试活物身上的菱形 如果将你活埋在地里 会不会对培育植物更好 小魔物直接哭出来 哥哥 爷 我还小 你等我长大点再动手行吗 梦兴摇摇头 这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还有其他利用价值 突然星空暗淡下来 月亮也被乌云遮住 半岁一声响 连下起了清横大雨 像是天窟 大地不断翻涌一株藤蔓破土而出 蟒蛇一般在菜地里四处纵横 藤蔓在不断吸取菜地里剩余的灵性养分 一株株薔薇花从藤蔓上生出 开得惊艳娇艳欲低 当藤蔓上长出上百朵薔薇花后 云散雨停 梦兴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让老天又哭又怒的 这是一股悬傲的信息 涌入梦兴脑海中 太阳阶梯 SJ物品 又称十足病毒 病毒可以提升人体的体力和行动能力 并延长人类的寿命 注意 只有小部分人会获得完美进化 更多概率会产生可怕的失败进化 梦兴立刻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这不就是丧失病毒吗 它可以赐予普通人超凡力量 简直就是弱化版的恶魔果实 如果能把传染性和破坏智力的缺陷改掉 那就完美了 青莲地心火具备青心定神和塑青毒素的效果 不知可不可以抹除这东西的缺陷 梦兴说干就干 拖起手中青莲地心火的力量进入那朵薔薇花里 一分钟不到梦兴就完成了改造 他偏了一眼小魔物 将手里的薔薇花递给他 把他吃了 小魔物不敢不听话乖乖地吃下 他觉得自己可是魔物 就算有毒也应该造不成太大问题 然而下一秒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恐怖的撕裂感从身体各个位置传来 心肝脾肺哪怕是脑细胞都在遭受撕裂的痛苦 躺在地上惨叫了大半天痛苦才消除 病毒化 一阶 消耗灵性可病毒化 可改变外观 力量 速度 自愈能力大幅度提升 吞噬灵性物品 太阳阶梯可促使进化提高等阶 小魔物惊呆了 疼是疼了点 但自己觉醒了新天赋 梦兴观察了他大半天 发现没有副作用 于是将整个藤蔓全顾用清联地心火进化一遍 想了想后 还是摘了几朵未进化的话 也许将来会有用 没等休息精神振奋的梦兴继续开始埋葬尸体 没过多久 F阶和E阶的超凡植物种植出一大堆 恶魔果实也培育出 可 你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小魔物能感受到这些植物蕴含的力量 吓得瑟瑟发抖 后悔自己何必招惹梦兴 梦兴没有废话 把小魔物拎起来丢进挖好的坑里 小魔物哇哇大哭 我没吃过人 你放了我吧 梦兴开始填土 小魔物的脸上满是泥沙 不知道的还以为梦兴是在虐伤儿童吗 他苦苦祈求 大人别买我 你去买别的魔物吧 我知道他们在哪 梦兴手里的火停了下来 等着小魔物的下一句话 小魔物见有戏眼泪一收 大人我知道那帮魔物老巢在哪里 真的我从不撒谎 梦兴蹲在坑外平淡问道 先说说你们为什么来南海 小魔物眼睛一转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 那你能不能先拉我上去啊 梦兴咧开嘴继续填土 吓得小魔物哇哇乱叫 我说 大人我说 梦兴这才停下来安静地等着小魔物叙述 果然魔物入侵南海城并非为了逆时这么简单 他们来此时为了营救一只被治安局关押的魔兽 梦兴狐疑 魔兽在魔物中也算比较罕见了 可那得多重要的魔兽值得你们费这么大心思去营救 小魔物回答 那是一只具备九段灵性的强大魔兽 前些年人类高层研究出一种能力 能将魔兽封印在觉醒者体内 而觉醒者可以借用魔兽的庞大灵性和天赋 梦兴忍不住出声 这不就是人助力吗 梦兴还是有些怀疑 怕这只小魔物不老实 于是走到恶魔果树下 选了一颗恶魔果实丢给小魔物 吃下去 小魔物犹豫了一下张口就咬下去 然而这次他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痛苦 人人果实 C间 可以得到和人类同等的高智力 学习能力 双脚走路 自然寿命等人类特有的能力 还未等他尝试一下这个天赋的异能 梦兴操控着青莲地心火焚烧他的意识之海 小魔物当时就疼得动不了 抱着脑袋大喊着饶命 梦兴微笑着问道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吞噬之法是人类高层的消息 怎么会被你一个小魔物知道 小魔物忍着剧痛解释 在魔物世界里一切消息都是可以共享的 其余魔物或许会对人类保密 可我觉得我没必要为魔物卖命啊 感情 这是一致不忠心的另类魔物 在青莲地心火的焚烧下 没人有闲心说谎 梦兴为了试探 脑子一转 再度问道 你究竟吃过人没 小魔物不假思索地叫起来 吃过 可魔物吃人 跟人类吃动物一样 天经地雅 梦兴确定小魔物的情报是真的 收回青莲地心火的焚烧 这只小魔物还不能死 自己有大用处 如果这只小魔物能帮猎人猎杀魔物 自己岂不是可以获得很多不错的灵性尸体 梦兴一个起身动作下的小魔物赶紧抱着脑袋蹲下 大喊着饶命 我错了之类的话 梦兴好笑道 以后你就是我的奴隶了 平时必须以人类身份生活在我身边 现在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小魔物在梦兴试一下变成了人类 在人人果实作用下 它这回变得更像人类了 不是最初的面无血色 而是成了一个粉雕欲拙的小女孩 小魔物属于智慧型魔物 有自己的名字 换作姚灵 它现在共有四个天赋 除了魔化是所有魔物生下来就会的 还有伪装女人 病毒化人人 果实 他也成了猎人工会第一名魔族猎人 尼称魔雄 在他毫不保留的出卖同族下 梦兴知道了魔物们的藏身地点 以及未来计划 梦兴拿出手机 在猎人工会应用 发布了任务 注魔令 猎杀潜藏在南海市的魔物 任务目标 击杀伪装成人类的魔物 任务地点 东区东大桥桥洞 东区港湾洗发浪 西区 任务奖励 按照魔物尸体质量派发积分 爱富接一积分 一阶五积分 地阶十积分 西阶段五十积分 铁灵头快炸 眼前的烟灰缸已经堆满烟底 几个烟头溢到桌子上 这些隐藏在南海市区的魔物 简直就是种下恼人的蚊子 开了灯 笔灵还难找 关了灯 笔衣还要吵 他把头发搓成一团 徒弟灵小泉心疼地地上一杯热茶 别急 师父 慢慢来 总会把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找出来的 铁灵再次点燃一只烟 瞪着满是红血丝的眼睛 昨天上都说了 这些东西可以伪装成人类 在人群里找到他们实在太难了 最近死的人越来越多 局长下了死命令 一周内必须有收获 报道上说的那些被魔物残害的人 只不过冰山一脚罢 天知道多少怪物隐秘在人群之中 林小泉埋怨的 我觉得这个魏局长就是在整理 找到那些东西就是大海捞针 一周时间怎么可能 铁灵烦躁地打开猎人工会软件 想发个什么任务 看他能不能让猎人们帮忙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真的不想动用猎人工会的力量 这时 他看见一个任务被猎人工会设为置顶 红色字体缝来显眼 助魔令 击杀潜藏在东海市的魔物 任务目标 击杀伪装成人类的魔物 铁灵惊呆 那些被称之为伪装者的魔物 可以伪装成人类 他也才知道不久 公魂这就知道了 甚至还发布了任务 继续往下看 任务地点 铁灵猛地坐了起来 心中翻起惊涛骇浪 双手不断颤抖 快 出警 现在就出警 林小泉疑惑道 师父你知道那些怪物藏身之处了 铁灵连连点头 追 快 现在就出发 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东去 港湾巷 这里街道破败 一排老旧房屋挂着洗发廊 按摩房等排便 粉红色的暧昧灯光 给藏兮兮的街道带来些光亮 东去大多数人都知道 这里是廉价窑子区 客树工作者大多是些四十岁的阿姨 几十个便衣已经摸清楚这条街的状况 其中一名便衣狐一地对铁灵道 头儿 你确定那些东西在这里面 铁灵原本并不是十分相信猎人工会的信息 但看到港湾洗发廊紧闭的捐联门后 完全确定了猎人工会信息的真实性 作为东去前任所长 东去一草一木都深深刻在脑海里 平常就数港湾洗发廊 生意好 因为这里三十岁的女人比较多 这时候可是最火热的营业事件 怎么会关门呢 头儿 本来局长就对你有意见 万一咱强炒商户名斩 怕是要给你扣帽子了 那名便衣小声提醒 铁灵瞥了他一眼 做了一个手势 便衣们立刻将街道封锁 纷纷行动 包围这里 占领最佳战斗地点 看得出训练有素 铁灵手臂也牛化 直接将眷连门撕裂 几名便衣闯进去怒吼 扫黄 都抱头 里面的场景让所有人都愣着 墙壁沾染着血迹 跟泼的油气似的 那些衣着性感的女人 横七竖八地躺的 残距东一块西一块的 恶臭伤害着每个人的嗅觉 便衣们脸色瞬间大变 魔物真藏在这里 侦察科都没有的线索 铁灵大队长怎么知道了 他们来不及钦佩铁灵 连忙取出自己的知识武器 分组搜索发廊 领导 没有发现魔物 领导 二楼也没有 领导地下室 有情况 铁灵连带着身边的便衣 快步走向地下室 是几个衣着清凉的尿灵女子 蜷缩在杂物间 惊恐地看着便衣们 看起来像是这里的特殊工作者 一名便衣放下戒备 走到十几名女子身边 没事了 别害怕 你们已经安全了 铁灵突然大喝 别过去 那名便衣乱了一下 还没等回过神 一名女子已经魔化 变成一只有螳螂式的怪物 锋利的爪子朝那名便衣斩去 铁灵立刻也牛化 横冲直撞 将那只魔物脑袋击碎 剩余的魔物也不装了 全部魔化 一场激烈的交锋 在昏暗的地下室开始 这些魔物等节都不太高 大部分是一届 只有良知是地届 在铁灵带领下全部击杀 领导 你真神啊 直接端了一个魔物窝点 那名被救下的便衣奉承起来 铁灵面无表情地说道 告诉兄弟们可以干活了 一名戴着耳机的便衣 拿出通讯器发送信息 铁灵再来到港湾向前 已安排武官们 盯紧了东区所有魔物窝点 现在已经确定了 猎人公会任务的真实性 可以动手清理魔物吗 领导 需要支援东区的同事吗 一名便衣问道 铁灵摇摇头 不 去西区 今夜一定要把藏在城里的魔物 清理干净 铁灵见到那些伪装成小姐的魔物们时 心都凉了一半 如果不是自己对东区 这些灰色场所太过熟悉 知道十七八岁小姑娘 不会在这做生意 自己也要被魔物们骗过去 这些魔物 跟以往见过的魔物完全不一样 今晚的对手具备极高的智慧 他们一定会互相联络 所以动作要快 如果今夜不突然袭击 把全部魔物清理干净 就等于打草惊蛇 今天晚上治安局彻底忙了起来 不管是总局武官还是所里的治安官 全部被铁灵调动起来 铁灵确实有很强的指挥能力 放在古代绝对是一员名将 在他几个小时的指挥下 东去 西去 已经清理完毕 北去郊外 治安局改装过的面包车在马路上高速行驶 铁灵坐在副驾驶座位满脸担忧 铃道 要不您休息下 铁灵摇摇头催促道 再开快点 已经24小时没有休息的铁灵一点不觉得累 黑夜马上结束 他不确定武官们能不能在太阳出现前彻底完工 天亮后 市民们可要开始活动了 得知自身处于危险之中的魔物们怕是会狗急挑强 发狂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平民出手 一场血货就在眼前 到达目的底 红涛废品收购站 武官们一改疲态 脸色满是肃杀之气 灵性遍布全身 他们分成三的小队 提着制式武器 猫着 垫着脚尖 朝废品收购站前行 天快亮啊 来不及了 强攻 铁灵一声令响 两名力量型武官将废品收购站的大铁门踹开 武官们一窝蜂冲进废品收购站的院子里 然而里面的一幕 让他们的喊沙声卡在喉咙里 铁灵也瞪圆了眼睛 这里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院子里堆积成山的废品上 散落着十多只魔物的尸体 而那些魔物尸体中央 站着一位健硕的大汉 戴着黑色欧美元帽 穿着黑色风衣和黑色男士屁股 脸上戴着一张遮住眼睛和鼻子的黑色皮质面具 有点像电影里佐罗的打扮 只是他手里没拿手枪 他的手就是一个抛筒 应该是他的天赋异能 毫无疑问 这些怪物是这位神秘大汉解决的 第一道破晓之光撕裂黑夜 照在大汉身上倒有点油小味道 大汉见到铁灵后也是一了 然后露出两排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一位深长地笑了起来 让给你了 大汉说完月下废品堆 钻进一辆没有车牌的黑色商务车 急速驾驶离开了废品收购站 领领道 要追吗 一名武官问道 铁灵回过审 连忙道 不 别管他 去下一个目标 他转身朝面包车跑去 天烂了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突然 探手机响了 随手拿出来看一眼 那是猎人工会的消息 出魔令 击杀潜藏在东海市的魔物 任务状态 已完成 铁灵顿住脚步 望着街道上路去出现的行人车辆 满脸惊乐 东海潜藏的怪物全部被消灭了 是猎人做的 铁灵一阵恍惚 紧绷一夜的身体彻底放松下来 领导 怎么了 一名武官一后问道 铁灵松了一口气 回总局 武官们不敢多问 可铁灵上了回总局的车 路上铁灵一言不乏 皱眉思索 今也没想过的问题 猎人工会不是不希望暴露吗 猎杀魔物确实是猎人工会的规则之一 可为什么冒着暴露风险在城市大肆活动 魔物在野外也有啊 工会这分明是在挽救这座城市 这种超凡势力 不应该只顾着自身发展 而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吗 铁灵神色复杂 喃喃自语 猎人工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这安局绝对不会允许超凡势力存在 我得想办法抹出今晚猎人们活动的痕迹 金木咖啡厅 孟昕坐在窗边 小魔物摇灵坐在对面 孟昕将水果慕斯蛋糕推给摇灵 说说吧 魔物们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摇灵还在震撼中没缓过来 南海潜藏的八百多只魔物 一夜之间全部被清理干净了 这简直匪夷所思 据魔物们的情报 南海市的治安官还没有这种势力 猎人工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肯定不少 如今它也是人类超凡势力中的一员了 摇灵也没什么保留 摇头道 原本计划是 伪装者们与城外的魔物里因外合 一举攻陷南海 可现在伪装者们负面 我也不清楚他们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孟昕明白啊 指了指水果慕斯蛋糕 快吃吧 摇灵舔了甜嘴唇 渐渐地尝了一口 眼睛直接亮了 好吃 有倍好吃到 太香啊 比人肉还香 以后我能天天吃吗 然后大口地往嘴里塞 小耳朵一动一动的 孟昕试试宠一顶摸了摸摇灵的小脑袋 多吃点 摇灵 甜甜地露出两只小虎牙 哥哥你不是吗 这兄妹和谐的一幕 让周围客人不由自主露出笑意 截止 孟昕把一只手机栽进摇灵的脑袋 微笑道 你吃就好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命 好 看 逃命 摇灵的笑容凝固了 孟昕打开面前的笔记本 边写边说 我已经通知了治安局 有小偷摸走了我的手机 小偷年龄很小 我怀疑他背后有一个强迫儿童偷窃的犯罪团伙 我已经稳住了 小偷 治安官们马上回到 摇灵盯着满脸奶油 不可知心道 你说什么 什么意思 孟昕平静地抬起头 像是做了微不足道的事情 你没猜错 你就是那个小偷 可你是个魔物 不敢接受治安局的调查 所以会谋划拼了命的逃出城 出城找到魔物组织后 记得联络我 手机别弄丢了 联系不到你 你就死了 摇灵牵强地笑了笑 你 你不是开玩笑吧 孟昕真诚的眼神让摇灵心底发慌 昨夜我故意放走了一些魔物 并不是只有你躲避了治安局的情形 所以你不必担心 城外的魔物们怀疑你是见点 摇灵立刻警惕起来 一双葡萄式的大眼睛四处乱瞄 果然发现门外有几名治安官 正朝咖啡厅里走 孟昕低下头继续写些画画 跑吧 如果你被治安官抓住 我会杀了你 摇灵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个魔鬼 治安官们走进来了 眼神锁定摇灵 摇灵不敢大意 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朝后门拼了命地跑 治安官们连忙追捕 孟昕轻瞥了一眼 萧口抿着咖啡 希望姚灵能顺利逃出城吗 不然自己就浪费了一颗恶魔果实 也少了一个魔物见点 他眼睛里露出贪婪之色 魔物尸体蕴含的灵性 真的质量好高 他想把城外那些东西都买了 5号 南海治安总局 局长办公室 一名二十七八模样的女子 扶在办公桌上审阅文件 高挑的身材 冷面的面容 修长的大腿 紧身裤和高筒皮靴 完全可以满足某些热爱搜查官的宅男们一切幻想 女子名叫薇娜 治安总局现任局长 爱接战斗天赋 灵性八段 咚咚咚 门被敲响 进 薇娜放下笔 直起身子敲着二郎腿 但莫得看着走来的治安官 治安官偷偷瞄了一眼薇娜那两条跌一起的浑原大长腿 恭敬道 局长 经昨夜的努力 南海魔物已经清理完毕 薇娜很快掩饰住震惊之色 屏媒问道 一夜之间清除了所有木物 铁灵呢 为什么不亲自汇报工作 治安官递上一份文件回答道 铁队长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忙了一夜还没来得及休息 可能明天就会来宁致报告吧 薇娜借过文件 瞄了一眼 关于南海城伪装者事件报告 摆手让治安官退下 带人走后 薇娜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让他一周时间结束这场霍乱 他一天就搞定了 这这怎么可能吗 铁灵又立功了 他这个大队长坐得这么稳 我弟弟还怎么挑人 总局 他烦躁地把报告甩到一边 满脸不悦 难不成他真的关运横桶 此时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人 卫明 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且 我那事儿怎么样啊 我啥时候能进总局啊 卫明说话有点大舌头 让薇娜皱紧了眉头 你在哪 环境怎么那么吵 卫明 我在唱歌啊 你不知道啊 姐 治安所闷的要死 那些女治安官一点都不懂风趣 我 薇娜压抑着怒气 谁带你去的 一个男人连忙接过电话 馋妹道 局长放心 卫所开心着呢 肯定安全送到家 听着电话那头 阴阴厌厌的声音 卫那眼神变得冰冷 你又是谁 男人赶忙道 局长 我叫聂三 东去治安所组织部处长 属下绝对忠心 卫家 卫那语气不善 你一个处级干部 大白天带所长去那种地方 你不想干啊 是吗 让卫明接电话 男人慌了 怎么 跟剧本不一样 这些大家族不应该喜欢自己这样忠诚的狗腿子吗 卫明接起电话 安娅姐 你这么严肃干嘛 聂三是所里最懂事的 别生气哈哈 等我调任总局 还想把聂三一宽动过去呢 卫那的怒火再也憋不住 铁灵在立功 你在循环坐落 你拿什么跟他争 卫明笑嘻嘻道 我这不还有你那么紧 他在拼命有什么用 没有背景的小别三把 卫那气得饱满的胸脯不断起伏 白衬衫的扣子都快崩开了 昨晚铁灵把南海的魔物全收拾了 这个位置是坐稳了 我也帮不了你 卫明九醒一大半 磕磕巴巴道 你别笑唬我啊姐 我该怎么办 你不能不管我啊 卫那烦躁的 自己想办法去 你要有本事把他拉下马 我就管你 说罢挂断电话 哪能真不管这个弟弟啊 他翻看起报告来 希望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皇冠 卫明赶走了全部公主小姐 揉挫着头发 铁灵连一个污点都找不到 我拿什么把他拉下马 聂三此时弱弱出生 拼头算不 卫明来了精神 算 聂三继续道 新时代家具有一个女销售 叫豆玉波 依稀记得那天想装修房子 遇到了豆玉波 当时就想方设法地要睡了他 就在灵门一角的时候 铁灵给了他警告 不准自己骚扰那个娘了 这不是拼头是啥 下午 马总 我去孟先生那里去看看 豆玉波对着老板巧笑咽咽咽 打了个招呼就提着小皮包离开了 老板对此什么都没说 全公司都知道这女人是孟先生旧相识 让他去盯着宫妻再好不过 豆玉波走出门后 隐隐发觉不对劲 一种窥视感冷罩着自己 他左右看了看 没看见有什么人 全当自己疑心病作祟 驾驶着刚买的青蛇作甲 朝着老城区驶去 一辆黑色的老街打 此刻也启动引擎 不仅不慢地跟着 充当司机的聂三满脸愤慨 妈的 这个女人我再了解不过 医院里有个瘫痪的老母亲 要养 哪里有钱买车 那辆车可不便宜啊 一看就是别人送的 车是谁送的 很显然 铁灵啦 这女人绝对是铁灵的拼头 聂三音笑起来 铁灵这几年的薪子 大大是不舍得买这种车吧 更何况给别的女人买 她肯定受惠了 然后她又继续分析 她没到下半点就走了 而据说铁灵今天也不在总局啊 你懂吧 卫索 卫明 哪里不懂 这肯定是去找铁灵优惠去吧 卫明兴奋的脸痛红 快 快追 别被她发现啊 我有知觉 今天能找到铁灵的污点 聂三在驾驶座上一顿操作 猛如虎 放心 我当年在军校学的就是侦查专业 到底是树叶有专供 聂三这人品行再怎么查 专业领域上还是可以的 斗玉波只是一个销售主管 完全没发现自己被跟踪 开着小车一路来到老城去 经过建筑工人小半个月的批心待遇 梦兴的园林庄园已经出具雏形 连宁宁小路都成了柏油路 在地球这么快的工程速度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劳动力更廉价 要不是最近有魔物足了 几乎可以天天通宵作业 卫明看到这种场景 说话都结巴 这这铁灵的 聂三冷笑一声 那可是五官大队长 掌管全程五官力量 有水自食不少 卫明开始憧憬把铁灵拉下马 自己当上五官的场景了 钱 权力 妹子 要啥有啥 酒吃肉灵 逍遥自在 卫明深呼吸一口气 带上治安记录仪 全给录下来 这以后都是承堂正宫 聂三一副大仇得报之乡 好嘞 斗玉波的红色小车 在一个小院前停下 卫明俩人也远远地停下车 生怕打草惊蛇 聂三 你拿着记录仪在这边多录些视频 我跟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卫明说罢下车 跟着斗玉波走去 几个工人发现了俩人 没有任何亚义 只当是上头派来的工程师什么的 工人继续做自己的事 孟兴小院 孟兴正在查看猎人工会应用后台 自从太阳阶梯种植出来 工会推广力度变大 这两天下来已经多了几十名猎人 他们都是些觉醒失败 或者觉醒 生活职业 生存困难的普通人 由于太阳阶梯中没有清廉地心火的能量 所以病毒化觉醒者没有恶魔果实觉醒者那么好控制 于是孟兴在规则上加大了他们的约束 不允许在任何人面前使用病毒化天赋 就算使用病毒化天赋也需要戴着面具 允许报仇 但不允许无端做 就算有些人不屑于孟兴定下的规则 那也是他们找死 他们还不知道猎人工会应用具备定位功能和监听功能 苏马曼会立刻联系铁灵 让他带领武官将他们格杀 击杀觉醒者罪犯 还会让铁灵多些攻击 孟爷 魔物尸体已经装撤 今晚要运过来吗 斗玉波攻击地问道 低着头 不敢看孟兴的脸 将近一千只魔物尸体 经过铁灵运作后 有五百多具可以运送到孟兴这里 如何运输就是斗玉波的工作 果然 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干 斗玉波这活干得漂亮 躺在躺椅上的孟兴露出赞许之色 孟兴道 今晚就送过来了 对了 你母亲还好吗 斗玉波挣住了 随后一阵恶喊 这算是危险吗 他急切地抬起头 孟爷 我肯定把任务完成 万一出事了 我可以立刻自杀 谁都问不出我什么 运送那么多魔物尸体挺危险的 万一被治安官抓住 解释不清 孟兴笑了笑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在斗玉波的必经之路上 不会有任何治安官设关卡 连交通治安官都不会有 铁铃又不是吃干饭的 唯一的危险来源 是斗玉波犯蠢 自爆 孟兴继续道 幼儿园都知道好孩子应该有小红花 我可以帮你母亲转院到南海医科大 康复几率大一些 南海医科大 全称是南海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是南海市最好的医院 普通人能不能去那所医院治疗全看命 专家号一号南球 孟兴记得有一位姓杜的猎人 就是那里的医生 稍微操作下 不让杜医生发现斗玉波的身份 也能安排进去个病人 斗玉波面露惊喜 真的吗 谢谢孟爷 孟兴诱道 做错事的孩子也会受到惩罚 你就认真做事吧 这句话才算是威胁的意思 曾经的斗玉波还觉得自己有价码 猎人工会的秘密 自己知道很多 这回是彻底被拿捏了 什么人 门外传来黄杰的怒吼声 紧接着是一段打斗 没多久 黄杰拎着一个由头粉面的青年进了院子 哥 这小子在门口鬼鬼祟祟的 怎么处理 孟兴脸色一下子就沉了 看着斗玉波 你的人 斗玉波慌张地跪倒在地 不是 这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工人 那位青年正是卫明 他见到孟兴时也是一乐 你是谁 铁灵呢 孟兴皱美 铁灵 此事 手机响啊 是苏曼曼发来的消息 卫明 东区治安所所长 南海治安总局局长为那亲弟弟 孟兴脑子一转 很快就想明白了 怎么回事 这怕是来找铁灵麻烦的 没想到找错了方向 遇到了自己 他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斗玉波 下次走路留点神 带了个尾巴都不知道 斗玉波没敢说话 低着头 铁灵呢 让铁灵来见我 卫明态度很不好 现在还觉得孟兴他们是铁灵的人 孟兴失笑一声 来我这儿了 还敢大呼小叫 长嘴 黄杰也不惯着 大嘴巴子一点都不含糊 愣是把卫明这个细皮嫩肉的家伙 脸单子打住 孟兴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 能好好说话了吗 卫明捂着脸 跪坐在地上 惊恐地看着孟兴 能 很明显 卫明明白了 这里孟兴说了算 这里的人都不是老成居的善杂 孟兴伸手摸了摸卫明的脑袋 你是谁啊 来我这干嘛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铁灵 卫明置之无物 我走错了 孟兴哈哈一笑 指着黄杰脑袋上的一颗落末果实道 来就是颗 摘个果子给他接接口 当孟兴知道这小子是治安总局局长 魏纳亲弟弟的时候 心里快乐成话 南海成立 猎人公会最大的假想敌是谁 那必是治安局 治安局 不允许城市里有超凡势力的存在 不允许任何不在掌控之下的力量出现 这小子是未来跟治安局谈判的筹码 总局长魏纳的弟弟 价值翻倍 黄杰摘下果子 递给卫明 吃了 卫明看着面前迈向不咋地的果子 心中一百个不情愿 他憋了一口气 大声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治安局东区所长 你们收起歪心子 我可以原谅你们打我 黄杰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治安官强大的形象在黄杰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 而自己把所长给揍了 他的小混混思维还没彻底扭转过来 他咽了咽口水 哥 弄死吧 他见过我们的脸 是个麻烦 孟兴遗憾得点点头 得罪了个所长 而这个所长还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 那就弄死吧 卫明怂了 到处身份 还要被弄死 这帮人好像真有理由和能耐弄死他 他还有大把妹子没宠亲过 怎么射得死 不不不 我接受 我吃 卫明捧起手里的果子大口吃了起来 死死盯着杀气腾腾的黄杰 孟兴摆了白手 示意黄杰老师站着 卫明试完果子后 紧张地问道 试完了 可以了吗 我绝对不会报复你们 我发誓 他跟很多人一样 以为这果子是某种违规的精神药物 跟某素似的 卫明内心不断告诉自己稳住他们 等回所里找人解读 然后弄死这帮龟孙 就在此时 卫明震撼地瞪大了眼睛 夹克果实 吸尖 消耗全身灵性 变成夹克 无论对象是动物还是怪物 只要穿上 就会变成彻底的被控制对象 这个果实是孟兴选出来的给卫明的果实 夹克果实 很强大 也很没用 看似附身能力很强 可是没有人主动穿戴夹克 那它就是一件夹克 而且这颗果实的能力 算是罕见的被动天赋 没有变成夹克的时候 很难被觉醒台检测出来这个天赋 孟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相当于给卫明吃了个毒药 被孟兴控制的毒药 卫明惊骇地瞪大眼睛 他觉醒了 觉醒了双天赋 他不傻 一下子就明白铁灵是如何觉醒双天赋的 跟眼前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青年逃不开关系 孟兴笑咪咪道 好啊 果子也吃了 我们就是朋友啊 以后我们可要互相麻烦 请便 卫明张了张嘴巴 不可思议道 我可以走啊 孟兴微微汗手 卫明讨也试得从小院跑出去 这里太诡异了 黄杰看着卫明离去的背影 心里很是忐忑 温道 可 放走了 能行吗 孟兴贴了他一眼 杀一个所长就能行了 你以为沿途监控是摆设 他来头可不小 卫明讨得气喘吁吁的 抬着发染的双锤近乎爬上了车 早已回到车上等卫明的聂三疑惑道 怎么了 卫索 这么多汗 看见啥啊 卫明惊恐地盯着小院位置 催促着 开车 快开车 聂三不敢耽误 发动车子朝新城区驶去 一路上聂三心顺的嗶嗶叨道道个不停 你知道吗 卫索 铁灵真没少贪啊 这个园林得几千平 贪官啊 铁灵是个巨贪啊 只要查出来这个地方背后老板是铁灵 铁灵就完蛋啊 卫明好半场才喘云气 对 捏三道 拿来我看看 卫明接过记录仪 用自带的小型屏幕查看园林内部景象 大脑飞速运转 他发现了铁灵的大秘密 这一波 他不但能反杀铁灵 还能把铁灵背后的秘密全部挖出来 然后当成晋升的垫脚石 看我姐还说我不务正业 卫明心中的不安随着车子远离老城去而虚弱 正在此时 卫明手机响啊 他拿起来查看消息 删除全部视频 不可将今天的事让第二个人知道 卫明愣了一下 他们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摇摇头 将手机插回去 讥讽给冷笑一阵 我承认你牛逼 一个果子就能让我 但你们 什么东西啊 也配命令我 还敢打我 回头让我姐给你们都杀哦 卫明正在组织语言 打算给威娜打电话 突然 他惊恐地瞪大眼睛 大脑中有烈火在焚烧他的意识之海 刺心裂肺的痛苦让他惨叫出声 抱着要炸裂的脑袋 阿豪连连 猎三剑此变骨 立刻停车 紧张道 所长你怎么了 卫明忍受着痛苦 用颤抖的手指 把视频一个个删除 终于 焚烧赶离去 他冒着冷汗 大扣喘得粗气 手机又响了 卫明赶紧查看 你的手机 不可离开你身体 哪怕没电了 也要用充电宝带在身上冲 请保持开机状态 我的朋友 卫明终于明白 算盘落空了 因为他知道 只要说书关于那些人半个字 自己将会再次尝试那死一般的痛苦 聂三惊呼 所长 你怎么把视频都删了呀 卫明一把抓住聂三的领口 近乎咆哮道 把今天看见的 都给我忘了 聂三也是第一次见卫明这么试探 连连点头 好好的所长 我明白 卫明续脱事地躺在副驾驶 满眼死尽 卫明一夜没睡 整晚都在查看着铁灵的报告 以及铁灵的档案资料 直到清晨 他才无力地躺在办公椅上 双目空洞 铁灵在清脚伪装者的那一夜 排兵部阵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 绝对算得上思维缜密 情细胆大 那一整夜的工作 铁灵大分错都没有 找不到任何污点和尾巴 然而是他也没有铁灵这点能耐 卫明深呼吸一口气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 卫明借了一杯咖啡 脑子清醒了一点 突然想起一件被自己忽视的问题 伪装者的窝点遍不全程 铁灵怎么可能一晚上找到了全部窝点 并且迅速打掉 不合理 不对劲 要么魔物本来就是铁灵安排的 要么有人告诉了铁灵这一切 报告上说的 什么 有人发现了 港湾洗发廊几天没有营业 被铁灵怀疑 然后顺藤木瓜什么的 有点假 铁灵在隐瞒什么东西 卫明也是老治安官啊 这种报告他自己在京都的时候也写过无数次 卫明打起精神 拿起笔算账 得出新的结论 就算全程治安官投入清理魔物 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全部工作 卫纳皱起眉头 紧离和时间对不上 他故意少写了清理东 写 难去所用的五官和时间 他把多出的五官和时间写在了北区 当时北区很有可能是没有五官的真空状态 凭借北区治安官也想清理魔物 卫纳露出一丝笑意 这份报告是假的 敏感的嗅觉让他很快锁定了几个魔物窝点 他起身朝监控部门走去 值班治安官正在睡觉 卫纳自己开始操作起来 值班的治安官被惊醒 看到卫纳整个都炸毛了 局长来了 他赶紧骑身敬礼 局长早 局长请坐 卫纳平美 这里怎么这么多监控忙去 治安官扫了一眼后回答道 这些很多都是焦局 根本不在监控区域 还有一些是被伪装者破坏 卫纳嘴角勾勒出笑意 你出去吃早饭吗 治安官知道卫纳要用监控 不方便被他砍 听话地转身离开 卫纳坐在椅子上继续操作 被魔物破坏 有点意思 一上午卫纳都抛在监控室里 卫纳的能力是有的 多年治安官生涯练就的毒辣直居 让他找到一些看似很普通的人 仔细查了一番资料 发现那些人全都不是北区的 那天夜晚都在北区逗留过 第二天才回到其他区 经过山选 他锁定两个人 一位名叫朱大军 地豪夜总会的老板 一位名叫王选 是南海医中的教士 因为这两个人从北区离开后 当晚都出现在山东路 而山东路有一家酒吧 是朱大军的产业 一切不合理的巧合往往就是答案 卫纳开始大胆假设 近乎荒谬地猜测 铁灵 朱大军 王逊 这三个看似不相干的人 却有如此相同的路线轨迹 其中到底有什么 我不知道的 卫纳怀疑是朱大军在背后操控一切 朱大军这个黑帮大佬 没准真有能力帮助铁灵完成清理魔物任务 铁灵这么多年的攻击 很有可能也是朱大军背后相助 为的就是扶持一个五官大队长 把手伸进治安局 该怎样确定线索呢 卫纳揉着额头思索 半晌嗤笑一声 既然想不通 就把水搅浑 雨自然就出现了 卫纳给卫明打去电话 且 怎么了 卫纳没想到弟弟这么快就接电话 看来昨晚没有鬼混 搭蛋时发现铁灵很难超越 孩子着急了 开始努力了吧 卫纳欣慰地笑了笑 说道 老弟 今晚带上你们所里治安官去一趟拉斯普经酒了 切记出发前别透露任何去拉斯普经酒吧的消息 卫明闷了一会儿问道 是有什么事吗 卫纳对卫明也没保留 我怀疑铁灵背后的人是朱大军 如果落实 五官大队长就是你的了 他不敢动用五官 这件事要秘密进行 不能让铁灵收到丰盛 卫纳却不知 自己刚挂断电话 卫明就给孟兴发去短信 大哥 今晚我姐要带着东区治安官要去拉斯普经执行任务 我什么都听你的 能不能别让我天天带着手机啊 今早充电宝坏了 我绝都没睡好跑出去买充电宝 我真扛不住这刺激啊 夜晚 拉斯普经酒吧 耀眼的灯光下 穿着性感的酒吧 但随着劲爆音乐四亿五动身体 调动全场气氛 寻求刺激和安慰 寂寞的男男女女彻底放纵 尖叫 烟花 响咪 在宣泄对社畜生活的不满 梦兴不喜欢这么吵闹的环境 他带着哭泣鬼王面具 独自坐在二楼豪华大卡座上 抿着小麦酒 不必担心戴着面具在人群里显得奇怪 在这种场所戴面具的不只是他一个 面具也不只是猎人的特权 梦兴淡漠的目光在武池中扫过 这里已经成了低级猎人的大本营 武池里戴面具的男男女女 很之中 有很多是获得病毒化天赋的低级猎人 这些低级猎人执行的任务难度都不高 无非是以各种方式打探灵性物品的情报 或者找到觉醒者逃犯的踪迹 当然 如果他们能弄到灵性物品或者猎杀觉醒者逃犯 积分兑换成钱足够会获很久 二楼楼梯口 一个女人引起了梦兴的注意 女人身材很好 谨慎的西装将她身体曲线展露得淋漓尽致 前凸后翘的 脸上戴着很便宜粗糙的面具 看不出长相 是不是和身材一样惊艳 她不像是来这里找刺激的 否则不会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梦兴在这个女人身上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她敲了敲桌子 是一酒吧负责人过来 负责人叫洪姐 是一位很风骚诱人的淑女 身材圆润 穿着黑色小西装 胸前 衣经开得很大 露出半截黑色蕾丝胸衣 洪姐见梦兴找自己 马上带着妹小 有着水蛇摇走来 先生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这个男人是军爷特地吩咐要好生照料的 所以不敢像对其他老板那样撒娇爽妹 他恭恭敬敬地恭着身子 梦兴感受得到 这个女人也是一位病毒化猎人 看来是朱大军的左膀右臂 否则朱大军不会费尽心思把她弄进猎人攻魂 梦兴朝楼梯口的西装美人看了一眼 洪姐立刻会议 朝楼梯口西装美人走去 妹妹啊 自己一个人赛 洪姐是余庆人 操着一口辣酥酥的口音 跟西装美人搭讪 西装美人很高傲 看不上洪姐这种混迹风尘的女子 洪姐也不在意 娇笑道 那边有个老板想请妹妹喝一杯酒 赏个脸赛 这西装美人正是为难 她瞥了一眼梦兴 有几分厌恶 这种富二代 公子哥她是看不上眼的 几次拒绝却换来洪姐的软模硬炮 威娜生怕这个丧娘的没完没了的纠缠 会影响了自己今晚的计划 皱眉走到梦兴旁边坐下 令她没想到的是 梦兴竟然没有搭讪 只是安静的小口品着小麦酒 威娜职业并发 扫了梦兴一眼 眼神中露出讥讽之色 小麦酒讲究的大口 爽感 梦兴喝得太作作了 欲情故作 幼稚的把戏 威娜翘着二郎腿 百无聊赖地看着五十里疯狂的男男女女 梦兴微微瞄了威娜一眼 已经确定了 这个女人就是南海市接近全力巅峰的女人 总局局长 她看了一眼手表 计算了下时间 终于开始搭话 你跟普通女人不一样 很特别 梦兴要做的 是拖延时间 威娜好笑道 那你说我是哪种女人 梦兴嘴角勾勒出一抹糊度 烈酒一般的女人 这爸总是的话让威娜一阵反胃 她略在讥讽道 拿酒比女人 你连酒都不会喝 想买酒不是这样喝的 梦兴摇摇头 这可是最烈的酒了 自然要好生品尝 威娜觉得梦兴在故弄玄虚 十八度的酒 哪里烈啊 梦兴饮下半杯道 有故事的就是烈酒 威娜觉得梦兴要开始一些泡妞的把戏了 摇头笑了笑 愿闻七下 梦兴问道 老承去居民一年赚的钱 还不如上位者一天拿到的多 这想买酒里苦涩的味道 大代像极了老承去居民的故事了吧 威娜眼神里带着些嘲弄 这句话在身居高位的她听起来 就是底层人民弱弱且无用的吐槽 这种比喻只会让她觉得梦兴文化水平不高 突袭检查也不急于一时 倒是有点时间和梦兴摆扯下 她从自己局长的角度出发 说道 我可没觉得他们有多苦 上位者 虽然拿得多 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 不是吗 你要知道 没有高层的庇佑 这些人连饭都吃不上 梦兴举起了手里的小麦酒 你知道小麦酒是怎么做的吗 威娜自小就生活在秘罐里 哪里知道这种粗糙的事 她笑了笑 请继续 梦兴摇晃着手里半杯小麦酒 麦苗需要浸泡 待他们发芽后 拿到太阳底下 人们会在室外围麦苗做一个塑料大棚 遮风挡雨 三天后 就可以收割麦芽酿酒 麦苗还会继续生长 可惜永远都长不大 因为总有一把镰刀等着收割它们 老程去剧名像不像小麦鸟 上位者算不算连道 你说 我手里这杯麦芽酿的酒还够不够连 魏娜眉头一下子就皱在一起 这段话很疯狂也很邪性 按照鬼王面具人的说法 他把上位者比喻成屠夫 老百姓就是猪 生下一批批猪仔后 年猪就要接受端上桌的结局 而他们的孩子 周而复始 他们的一生 魏娜下意识反驳道 哪里有你说的那么 梦兴喝下一口酒 悠悠道 老程去的剧名道 穷死还在以为自己不够努力 他们本应像秋季的金黄色遍不田野 从来没人告诉他们 他们不管怎样努力都长不大的 因为上头的连道 连他们下一代是怎么吃法都想好了 以至于新城去全贵吃的脑子都是肥肠 魏娜作为高高在上的掌权者 被如此披露 脸上有些挂不住 明明是爱结巴断灵性的强者 却无法还击 这哪里是说烈酒 这是借着烈酒吐槽这个社会两极分化的牢骚 有这么跟美女聊天的 魏娜脸色有点难看 透明了一眼手表 时间差不多了 拖了魏娜有一段时间了 孟青站起身欠然道 可能是我喝醉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故事讲的也不够出色 告辞 说吧离开了二楼 魏娜按道一句 怪人 拿出手机 发送短信 快 行动 很快 拉斯普京酒吧门口嘈杂起来 一个个治安官举着手电筒冲进来 突击检查 开灯 开灯 音乐关了 洪姐心底有些慌啊 这是咋回事 检查也没提前说啊 她连忙迎上去 讨好的对待对的聂三陪笑 聂处长咋的还亲自上一线赛 不提前跟人家说一声吗 好 为您准备点好酒吗 聂三贪婪地打量眼前的美淑女 突然感受到一股凉意 抬头一看 是魏娜在二楼 聂三马上正进起来 检查 请你配合 洪姐连连点头 组织工作人员配合治安官们检查 半小时过去 聂三缠妹地走向魏娜 领导 一切正常 这时候洪姐才知道眼前这位美女 竟是治安局大领导 正在观察着每一个人表情的魏娜 手机 这时候想啊 她看了一眼短信 脸色大变 笑脸遍布冰霜 魏娜走下楼梯 冷笑着对洪姐问道 朱大军呢 洪姐老实道 朱总 受伤了 很重 现在还在医院里 魏娜瞪圆了眼睛 好一会才道 回东区治安所 在治安局的车上 魏娜久久不能停伏心情 东区治安所失火了 有人不愿意自己调查酒吧 所以放火烧治安所 迫使自己离开 领导 洪姐的资料在这 现人提供的 宁过 怒 魏娜看了一眼 这洪姐曾经跟黑龙棒不清不楚的 正因如此 工作能力很强的洪姐 被安排在了笑意不好的拉斯普金酒吧 得不到朱大军重用 这事跟她想象的不一样 她不甘心地问道 朱大军真的受伤啊 聂三点点头 查过了 今天下午被黑龙棒的人袭击 而且伤得很重 魏娜追问道 你确定是下午受伤的 伤得有多重 聂三点点头 确定 下午被送医院了 而且被打成了脑炭 魏娜愣了 脑炭 如果是这样 纵火的人不可能是朱大军 而且朱大军出事的事件 发生在下午 更不可能了 那是谁纵火 邵治安所的人 就是想掩盖拉斯普金秘密的人 这人不是朱大军 还会是谁 南海一颗大 我大哥都这样了 你们还查什么查 操 风狼站在病房门口 冲两名治安官封了式的咆哮 治安官皱着眉 我们这是帮你们找到凶手 风狼指着走廊外怒吼 黑龙帮那帮狗咋种干的 去找周青了 去啊 一名治安官拿着本本记录 周青是吧 干嘛的 我们会调查的 另外一名治安官小声道 黑龙帮老大 周青 两名治安官也不是真的调查 只是想看看朱大军是不是真的脑汤了 据他们观察 朱大军好像情况真的不好 跟半个植物人似的 两名治安官走后 风狼回到病房 抓着朱大军的胳膊声泪俱下 大哥 我肯定把那帮咋种都杀了 全他妈杀啊 以后你出门我肯定陪着你 此都不走 安安了 风狼猛闭地抬头 朱大军 说话啊 大哥 你怎么样 风狼卯足尽跑出病房 杜医生 杜医生 我大哥叫我名字了 十分钟后 朱大军病房 朱大军已经坐起来了 风狼拉着杜医生的手不断哭喊 杜医生 您真是神医啊 以后我风狼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杜医生面色平常 自从他获得了乐母果实之后 手术就没有不成功的 他淡然道 你大哥身上伤太多了 脑袋和脊椎已经没有答案 其余的伤慢慢恢复吧 朱大军挣扎着坐起来 杜医生 你说你把我脑瘫治好了 算不算剥夺了我做傻逼的权利 杜医生皱了皱眉 检查了下朱大军的脑袋 不算 你能问出这句话 说明我没把你完全治好 朱大军乐呵呵打开杜医生的手 开个玩笑 别那么认真吗 哈哈 杜医生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他今天还有一个病人 是个老太太 风狼又哭又笑的 是着鼻涕 咧着嘴 老大 你没事啊 嘿嘿 你没事啊 等你完全好起来 咱们就把黑龙帮全灭了 朱大军烈开嘴笑了 黑龙帮 以后没有黑龙帮啊 风狼愣了一下 打算叫回杜医生 他老大绝对没好利索 朱大军冷哼一声 你真以为黑龙帮那帮人能动得了我 我这是故意的 昨天上午 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工会的专属任务 任务很简单 第一 把拉斯普京酒吧 营造成是黑龙帮暗中操控的场子 这不难 他的得力助手 红姐 曾经是黑龙帮一名头目的平头 愿是不少黑龙帮成员 那人赌钱 输了 把红姐卖到地豪夜总会 破得朱大军照顾 当天红姐用手下的陪酒公主勾搭了不少黑龙帮成员去 拉斯普京潇洒 第二 自己去挨揍 故意出现在地下停车场 会有黑龙帮成员狠揍他一顿 工会说可能把他打个半次 只是朱大军没想到会被打成这个熊鸦 幸好杜一医术高明 至于任务奖励嘛 那可太让他心动了 协助朱大军获得黑龙帮全部地盘 他其实不知道工会具体会怎么操作 也不知道工会的用意 但是他相信工会 治安局拘留所 那名纵火烧治安局的小混混已经抓到了 关在审讯室里 俩人一个染着红帽 一个染着绿帽 俩人被分开审讯 两名治安官坐在审讯桌前 审了半天都没个结果 等了半天的卫娜终于受不了两名治安官的智能 走进审讯室 别嘴硬啊 还真以为有人能救你们 红毛的眼睛不断在卫娜胸前饱满流了 银笑道 你根本不知道我上头是谁 等我出去 哥哥 带你好好开心下 卫娜黑着脸是一两名治安官离开 卫娜走到壁炉电视面前 用意能使他短目 然后坐在椅子上 最后一次机会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让你们去烧治安所 红毛舔了舔嘴唇 烤在桌子上的手掌摊开 妹妹 让哥哥默默手 哥哥就告诉你 卫娜眼神冰冷地 让整个审讯室温度下降 好啊 说完 一根比真还细的冰刺出现在食指 直接扎进了红毛的手心 啊 红毛惨叫出声 不敢置信地看着卫娜 怎么敢动行 卫娜手中又出现一根冰刺 直接把红毛的手盯在桌子上 不必担心 我的冰刺很细 你们验伤都验不出来 红毛脑袋上都大的汗珠不倒滑落 叫喊道 我说 我说 卫娜翘起二郎腿不屑道 还以为多汉子 原来也是个损货 交代清楚 红毛大口喘得粗气 咽了咽 唾沫道 是我老大 我老大让我这么干的 卫娜冷笑 继续说 你老大是谁 为什么让你这么干 红毛不敢不听话 到豆子式的全说了 我老大是金碧辉煌的主管 他昨天找到我 给了我二十万 让我烧了 是安索 金碧辉煌是黑龙帮大本营 这事跟黑龙帮有什么关系 这次拉斯普金的突击检查 卫娜发现了拉斯普金里的问题 拉斯普金中 竟然有很多黑龙帮成员 难道红姐当时在勾结黑龙帮 被自己撞破了 所以黑龙帮烧了治安所 逼迫自己离开拉斯普金 以防自己发现更大的秘密 卫娜对帮拍斗争不感兴趣 他微微挑眉 就这些 红毛拼命点头 对 他还说 会让五官大队长铁灵捞我出去 卫娜死死盯着红毛 想从他脸上找到蛛丝马迹 但红毛的样子不像是说话 铁灵这么帮黑龙帮卖你 卫娜难难道 之前的推测应该是错的 没想到误打误撞 发现了铁灵真正的秘密 这次突击检查确实把水搅混了 鱼也确实浮出来了 铁灵不管是勾结地毫夜总会 还是勾结黑龙帮 都是在找死 卫娜站起身道 希望你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 如果你隔壁审讯室的朋友 不是这套说辞 你日子不会好过的 卫娜其实已经肯定 自己眼光毒辣 昨天到现在不可能有人说谎 他暗道 这怎么感觉像的诀 很粗糙的诀 随后卫娜摇了摇头 除非做局的人提前知道 我晚上要突袭拉斯普京 可这件事只有我和卫明那臭小子知道 卫娜心里有了底 铁灵跟黑龙帮已经在他心里挂钩了 铁灵背后的人 就是黑龙帮 卫娜就算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黑龙帮有梦星的猎人 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弟弟出卖 一步一步走进孟星窝的坑里 孟星正在准备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 干掉黑龙帮 让整个南海地下势力归猎人工会所掌握 打击威娜 削弱他在治安局的地位 让铁灵有跟他叫板的底气 昨夜突击扫红 竟在新龙发现赌盘 黑龙至尊娱乐集团 近日被查封三家 五家喜遇中心 领导层正在接受调查 五官大队长铁灵 在建气功 拯救被抢迫卖赢的少女 三十二名 孟星在金木咖啡厅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读着报纸 露出彗星的微笑 威娜估计认死 铁灵是黑龙帮的 派铁灵当这次扫黑行动的主力 他可能现在还没想明白 为什么铁灵这么耐力打压自己东家吧 坐在孟星面前的叶云运轻拍到 您这招真斗狠的 利用治安局去整治黑龙帮 黑龙帮估计马上就要想办法反托了 孟星摇摇头 这个局很容易看破的 只是威娜太着急干掉铁灵了 并且太相信身边人了 亲情和欲望蒙蔽了他的双眼 否则没那么容易找到 这时 戴着妖狐面具的苏曼曼从楼上下来 叶云运冲到微微汗手示意 别看苏曼曼住在咖啡厅 但叶云运从未看见过他的脸 俩人都很懂规矩 苏曼曼把手机递给孟星 这样的视频可以吗 热度已经踢上去了 可惜海湾视频账号被封禁了 孟星把眼前的水果慕斯蛋糕 推给苏曼曼 然后点开视频 这些视频无非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东区治安官 无故检查拉斯普京的视频 事后 清冷的酒吧里 红姐哭得梨花带雨的 不断说着拉斯普京消费地 没有任何违规行为 是良心商货 控诉 这次检查让拉斯普京酒吧 损失数万营业了 另外一个视频是 以路人视角拍摄 当晚治安所失火的场景 两个视频合在一起 内容就带人寻微了 容易让人联想起来 冲业计 玩忽之导致治安所失火 孟星点点头 舆论上可以让薇娜难受一阵 薇娜会怀疑这个视频 是黑龙帮的反击 他们的梁子是拆不掉 这条视频热度已经上去了 就算苏曼曼的海外账号被封禁 也会有不少营销号跟风蹭热度 苏曼曼放下蛋糕 想说些什么 支支吾吾的 孟星笑了笑 有事就说 这件事你办得漂亮 想要什么奖励 直接说 苏曼曼小心地问道 我 我能请得嫁吗 我想逛网街 孟星愣住了 突然觉得自己有点黑心老板的意思 自从猎人公会窗戒 苏曼曼一直在忙 比他还忙 苏曼曼变得很漂亮 一个女孩子变得很美 后连门都没出过 这跟画完装在家写作业 有什么区别 况且 逛街本就是女孩子的天性 孟星脸上浮现几分愧疚 十分真诚地道歉 对不起 是我忽略你了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到苏曼曼面前 拿去画 没画完别回来 苏曼曼美眸比有大大的惊喜 笑盈盈道 好 谢谢老板 这时苏曼曼看了一眼手机 脸色变得奇怪 铁灵要见你 要拒绝吗 不用说也知道铁灵找自己干嘛 孟星道 不用拒绝 见 蓝海特色海鲜自住酒楼 包房 铁灵早早在包厢里等候 他脸色很难看 这两天发生的事太多了 不知哪来的小混混 诬蔑自己是黑龙帮的人 为了自证清白他亲自带队 清扫黑龙帮的场子 治安所被烧和治安官无故检查 拉斯普京的舆论视频 在老百姓之间传播 导致为那被上头怪罪 铁灵在拉斯普京酒吧的视频里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哭泣鬼王面具 会长 包房的门被推开 熟悉的哭泣鬼王面具 熟悉的黑色运动服 脑袋上依然带着冒动 铁灵想说很多话 在看到孟星本人后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直到孟星坐在椅子上先开口 找我有事 铁灵组织了下一言 治安所是你烧的 孟星点点头 没错 铁灵皱了皱眉 陈生问道 那些视频也是你做的 孟星依旧不否认 魏娜这段时间应该再忙着解决舆论吧 铁灵深吸一口气 所以 那两个黑龙帮小昏魂 污蔑我勾结黑龙帮 也是你的手笔 孟星很坦诚 没错 魏娜会因此更加卖力打压黑龙帮 铁灵脸色难看 问道 做了这么多 你图什么 孟星停淡道 你不该问这么多 你就当我在针对魏娜就好 铁灵皱眉问道 魏娜得罪你了 孟星点点头 这个女人很聪明 她已经注意到拉斯普京 放任她查下去 她会发现工会 孟星好奇道 你那么关心魏娜做什么 你应该知道魏娜一直想赶走你 让魏明做这个五官大对长了 铁灵瞪着眼睛 因为这是在给治安局泼葬水 魏娜会惹上什么麻烦 铁灵不在乎 她在乎的是治安局 孟星完卫底笑了 不知道工会被查的那天 你会不会也这样 跟魏娜吹胡子瞪眼 铁灵愣住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如果不是猎人工会 男孩已经陷入魔物危机 那天清晨 库斯佐罗的剑掌男人 一直在铁灵脑海里浮现 他很想和这种汉子 成为生死之交 猎人工会里 这种人应识不少 铁灵握紧拳头 又无力地松开 眼睛里显满挣扎 工会就不能不犯罪吗 我是个治安官 我 包箱里的温度骤然上升 面具后 孟昕的表情冷了下来 他的嘴角勾勒出 极其阴森的弧度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 令人金句的青色火焰 在包厢墙壁上燃烧 爬上餐桌 毒蛇一般将铁灵包围 孟昕缓缓站起来 记得第一次见面 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铁灵额头冒出冷汗 怎么会不记得 欢迎加入猎人工会 不要想着背叛 你付不起这个代价 孟昕夺不到铁灵面前 眼底的冰寒 让铁灵看得一清二楚 是不是我对你太仁慈 让你觉得我太好说话 孟昕抓着铁灵的脖子 冰冷的眼神近距离审视铁灵 铁灵 你的力量是我给的 不要以为我在做慈善 铁灵被孟昕抓得偷不过气 脸憋得痛红 孟昕的强势超乎了铁灵想象 铁灵惊骇地看着孟昕 费劲地开口 我 我知道是我欠功会的 孟昕冷笑两声 松开手 直起身子 你还算聪明 没有 跟我刺牙 如果铁灵刚才敢演牛话反抗 孟昕会毫不留情 将铁灵灭杀 孟昕欣赏铁灵的能力 可这个人再怎有能力 如果不听使唤 那还不如给买了 工会要的是有用的猎人 而不是正义的治安官 孟昕这次来想看探铁灵的态度 看探他是不是为了治安局那份忠心 要跟自己摊牌 什么的 现在看来 铁灵还想活着 还想做这个武官大队长 孟昕说道 你愿意做一名正直的治安官 没问题 同样 你要记住你猎人的身份 不然我不介意换一个武官大队长 说吧 孟昕离开了包房 铁灵打开一瓶啤酒灌进肚子 两眼间鲜满无奈 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他感恩孟昕赐予了他新的人生 可他也是个忠于治安局的人 他在圣会下宣誓过的 而猎人工会到底是跟治安局发生了摩擦 铁灵这回见孟昕 想说服孟昕别再做出格的行为 可孟昕的态度让他放弃了 这个男人太过霸道 他不怕孟昕杀了他 否则也不会冒死约见孟昕 他怕自己死后换一个人来做武官大队长 他不确定那个武官大队长 会不会为了猎人工会对治安局造成危害 也怕那个武官大队长是未明那种人 利用强权与有百姓 说起来 他也是一个从老城去杀出来的宠物 时间到了夜晚 苏漫漫拎着七八个鼓鼓的购物袋从商场出来 他的打扮不再像以前那样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吊带 小热苦 水晶高跟鞋 露出小蛮腰和修长的大腿 极高的回头率 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这一切好像一场梦 丑小鸭变白天了的梦 整个猎人工会对梦星最忠心的 绝对是苏漫漫啊 变成大美女的他没有忘本 没有忘记自己是从老城去出来的 除了买衣服大手大脚 其余还是很节俭 他走向一家五元拉面馆 姑娘 行先好吧 三天没吃东西了 苏漫漫回过头 是一位衣衫褛褛的老乞丐 有气无力地坐在马路牙子上 老乞丐断了一只手臂 他身边围了七八只野猫 苏漫漫没有回忆 静止穿过马路走进拉面馆 老乞丐叹了一口气 一只野猫爬到他身上 冲 他喵喵叫着 老乞丐轻拂野猫的脑袋 好孩子 再人人嘛 等那小子回来 我们就有吃的 过了一会儿 老乞丐看见苏漫漫拎着一碗打包好的拉面 从马路对面跑过来 在老乞丐惊异的眼神中 苏漫漫蹲在他面前 打开了塑料桶盖子 加书拉面送到老乞丐嘴边 老乞丐饿急 大口吞咽起来 被烫得直缩 苏漫漫欠然地看了看老乞丐 用嘴吹了吹拉面 再次送进老乞丐嘴 老乞丐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姑娘 你放在我腿上 我自己吃 苏漫漫捧着拉面桶放在老乞丐腿上 老乞丐的毒壁夹起一筷子 拉面吃了一口 然后又夹了一筷子放到地上 几只野猫翘起尾巴吃起拉面 老乞丐就这样跟野猫分食一碗拉面 苏漫漫看得出老乞丐狠了 不解道 您自己都没吃饱 干嘛还喂流浪猫啊 老乞丐笑了笑 我是流浪汉 但我的猫可不是流浪猫 谢谢你姑娘 不然我今晚怕是要跟我的猫饿肚子了 苏漫漫摆摆摆手 再次走进拉面馆 没多久 一位穿着破烂的青年走到老乞丐身边 拎着一袋包子和半只烧鸡 邀功师地说道 师父 我带吃的回来啊 一 你哪来的拉面 老乞丐没给青年好脸色 弄妈道 你是想饿死你师父 幸好有位美女给喂食送来吃的 青年哈哈大笑 师父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 美女会给你这老乞丐东西吃 老乞丐反驳道 她还为我来着 青年笑着摇摇头 坐在老乞丐身边啃起包子 老乞丐指着马路对面道 看 就是她 青年顺着老乞丐的目光看去 眼睛当时就直了 嘴里含着包子都忘记了咀嚼 太美了 她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 苏漫漫左右看了看车 一路小跑到老乞丐身边 地上一碗拉面 怕你和你的猫吃不饱 老乞丐越看苏漫漫越喜欢 笑咪咪道 谢谢姑娘 我不成器的徒弟给我带吃的了 你自己还没吃呢吧 苏漫漫看了一眼 盯着自己看都不停的乞丐青年 反感地皱了皱眉 从怀里拿出几百块钱塞到老乞丐手里 俏皮道 给猫买猫凉 说吧拎着拉面往金木咖啡厅走去 青年望着苏漫漫摇曳声姿的背影 猴子似的跳了起来 师傅 这妹子我可太喜欢了 心眼又好 不行 我要死了 老乞丐冷笑 你也不勘探自己什么熊样 人家姑娘看得上你 青年不服气 我咋的了 你教我的东西我都快学会了 怎么说也是个高手 哪里配不上她啊 老乞丐面容严肃起来 别慢弄短事 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丢一只胳膊 青年嘴上答应着 好嘞 师叔我去给你弄点酒啊 说啊 起身跟着苏漫漫走去 青年身法诡异 苏漫漫根本没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走到金木咖啡厅 已经深夜 门已经锁了 苏漫漫拿出钥匙打开门 走进去 乞丐青年心转地回到老乞丐身边 嘿嘿嘿 我已经知道他住在哪了 我以后要天天跟着他 做他的守护骑士 老乞丐弄骂 我一猜就知道你小子没样好心 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打扰那个姑娘生活 我亲手废了你 乞丐青年给老乞丐递上一瓶白酒 欺负他 嘿嘿 他离这儿挺远的 明天一大早我就去金木咖啡厅等他 老乞丐一口酒扑了出去 老远 瞪圆了眼睛 你说什么 你说那姑娘住在哪 乞丐青年挠了脑脑袋 金木咖啡厅啊 应该是那里服务员吧 老乞丐一把抓住乞丐青年 死死盯着他 青年明显看到了老乞丐的眼睛里充斥着恐惧 不 你 你离那鬼地方远点 以后不许再见那个姑娘 哥哥 魔物们打算在一周后对南海发动工程 他们会封锁南海全部道路 南海到那时候就是一座古城 这是小魔物摇灵的信息 清晨 梦兴正坐在咖啡厅里看树 听到手机提示音后 拿起手机查看 梦兴露出些效应 比想象中快不少 不过没有关系 上次那批伪装者提供的灵性 种植出十多颗恶魔果实 为了能够抵抗这次魔物入侵 梦兴只留了三颗恶魔果实 其余恶魔果实全部推送到南海城居民身上 根据后台显示 猎人公会现在有200名病毒化猎人 以及30名戏界恶魔果实猎人 魔物们如果知道南海城现在多了这么多高手 他不敢如此轻举妄动 这些魔物只要敢攻城 梦兴就有把握全埋了 梦兴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 翻到最新的一页 提笔 在这一页书写 猎人公会已经逐渐步入正轨 任务 交易 聊天三的系统 已经彻底完善 每天都会有新的任务发布 不但是猎杀觉醒者罪犯 和探寻灵性物品 还有收集各种情报 任务奖励大多数是积分 积分可以用交易系统兑换超凡植物 交易商城里最火热 最令人眼馋的是一颗恶魔果实 其次是极多喇叭花 太阳阶梯 现在几百人的工会我可以运营 未来上千人 上万人的时候呢 我需要找到些管理型人才 猎人公会需要长老级人物 铁灵不错 只可惜他是个治安官 朱大军 算啊 这种黑帮大哥不够忠诚 夜云运带定 快递部门在铁灵帮助下 豆浴薄和黄杰做得还算不错 不过应该更完善一些 还有很棘手的问题 老城区的菜地得找人守着 那可是猎人工会的根本 可是哪个猎人合适呢 这些猎人都有家有业的 愿谁都不合适 天天守在孟兴的园林 孟兴在守园人三的字上 画上了个拳 刚鼻顶着额头 眉头微微皱起 这时 咖飞了 服务员 灵灵的声音打断了孟兴的思路 那个人真奇怪 最近好像总能看见 不知道是干嘛的 孟兴顺着凌凌的目光寻去 一个衣着破烂的青年 在剧门口百米的地方坐着 乞丐 孟兴摇摇头 这人精气神很好 不像是个乞丐 这个人是不是朝咖啡厅里看 像是在寻找什么人 孟兴顿了一下 敲了敲桌子 一直注视着孟兴的夜云云立刻走来 先生 有什么吩咐 孟兴贴了那青年一眼说道 去看看 夜云云微微欠身 从柜台拿出两百块钱朝门来走去 孟兴低下头 继续写写话 钱 猎人工会应该有自己的产业 接下来应该把自己手里的资金流交给专业人士运作 夜云云倒是不错 猎人工会的分会 不能全指望猪大军的厂子 或许我应该有一家只属于猎人的酒吧 如果我自己开一家快递公司 快递部门也就完全了 钱 现在钱很重要 孟兴仔细梳理着猎人工会未来发展的每一步 每一个猎人都当作起 其中的作用尽量发挥 他的思路愈发清晰 有条不紊地搭建一个庞大的超凡组织 夜云云回来了 坐在孟兴面前 脸色有些奇怪 那个人不是专门来这里乞讨的 好像在找一个人 夜云云待人温和 很容易获得别人信任 是个不折不扣的交际话 涉事未深的乞丐青年对夜云云丝毫不设访 很容易被逃出话 孟兴挑眉问道 找人 他找谁 夜云云回答道 说找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夜云云把乞丐青年所描述的女生说给孟兴听 这说的应该是苏漫漫吧 孟兴的眼神渐渐变得冰冷 苏漫漫昨天出门逛街 遇到苍蝇被尾碎了 苏漫漫是猎人工会最重要的一员 没有之一 任何对苏漫漫自身和工作不利的人和无 孟兴都势必铲除 孟兴拿出手机 给黄杰发了的消息 不需要等那边的回复 孟兴继续在笔记本上勾勒自己的蓝图 夜晚 乞丐青年惊声恍惚地走到公园 坐 回到老乞丐身边 今天他又没等到那个 让他魂牵梦绕的姑娘 老乞丐正在喂猫 见到乞丐青年回来 脸色一沉 问道 你是不是又去了那间咖啡厅 乞丐青年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否认 怎么会呢 师父 你不让我去 我怎么可能还去呢 老乞丐一脚把青年踹翻在地 破口大骂 夜晨 你现在连我都能跳 是吗 乞丐青年被一脚踹猛了 师父怎么会知道自己去了那间咖啡厅 老乞丐裤腿旁的猫叫 吸引了夜晨注意 这只猫他今天在咖啡厅那边见过 他一直怀疑自己的师父有操控动物的本事 并且能跟动物对话 夜晨拍了拍屁股起身 恼火道 那间咖啡厅到底怎么了 我夜晨前途不可限量 何数去不得 夜晨自小父母双亡 十二岁从孤儿院走出来后 被老乞丐用一块糖哄片当了关门弟子 他也确实是个天才 几年时间修炼出六段灵性 十八岁那天更是觉醒地阶战斗天赋 别看他衣衫破烂 就凭他这份天资 足音碾压大片重点高中的尖子圣 加上老乞丐的传承 未来确实可以成为一代强者 这拓拓属于爽文小说里的主角母吧 这也是他心高气傲的资本 老乞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只是夜晨的手颤抖了半天 你根本不知道那间咖啡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魔哭 魔哭你懂吗 那个姑娘的美貌堪比天然 很有可能是一位大人物的禁乱 你怎么敢知人 夜晨文言非但不怕 甚至还有点兴奋 大人物的禁乱 被网文小说荼毒的他立刻脑补出一幅画面 一位爵士美女被强大且猥琐的年迈魔头掳走 关在笼子里成了金丝卷 等待被少年强者带出母哭 小说里的女主 这 这不就来了 夜晨顿觉自己精彩人生要到来了 夜晨激动地握紧拳头 他双目闪烁如星辰 嘴角勾勒出猖狂的笑 那又如何 我夜晨定 无敌于天地间 一切邪魔外道都是我的垫脚石 这女人 我是要定了 老乞丐两眼一翻 差点摔倒在地 坐回公园 常以吹打脑袋 绝望地哀谈 傻逼啊 你就是个大傻逼啊 老乞丐回忆起往昔 他曾是一名超凡势力的顶级杀手 心高气傲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树地无数 后来被新任掌门追杀 断了手臂 流落街头 成了一名乞丐 六年前在孤儿院门口发现了叶晨 顿觉这是一位和自己相当的天才 不忍其天资埋没 待在身边 细心教导 谁知道 竟养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 那个咖啡厅其实常人所能招惹的 半个月前 老乞丐拿着老婆手机 浏览黄色网站时 无意间点进猎人公会的推送 然后 他吃了恶魔果实 觉醒了细节天赋 悄悄化果实 可以听到动物的心声 并将内心想法传递到动物心中 老乞丐深受震撼 好奇之下参加了猎人公会的一次会议 会议地点 正是金木咖啡厅 在咖啡厅里 老乞丐感受到 那些猎人都有着不弱于西界的天赋异能 要知道 这些才只是低级猎人啊 那中级猎人是什么样的存在 高级猎人啊 还有传闻中的恶魔级猎人啊 尤其是那个戴着哭泣鬼王面具的会长 老乞丐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无穷的青色火焰 气焰滔天 堪比深没 那之后老乞丐发誓 这辈子不跟这家咖啡厅有任何前程 他再也不想招惹超凡组织了 而且是这般诡诀的超凡组织 老乞丐深深叹了一口气 尘儿啊 师父从未求过你什么 当师父求你 趁咖啡厅的人没发现你 别再去啊 好吗 叶晨这二合上摸不着头吗 不解道 师父 为什么呀 老乞丐深知猎人公会的规则 不可暴露公会 不可暴露猎人身份 这几天在猎人公会的聊天频道 他怀疑 会长有通天本领 能监听每一个猎人的动向 他哪里敢说缘由 与众心肠道 尘儿啊 那里的人都是恶魔 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叶晨无所谓的摆摆手 太夸张啊 师父 今天咖啡厅老打娘还跟我聊天呢 人挺好的呀 还特漂亮 你看 这是他给我的二百块钱 叶晨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递给老乞丐 孝敬你师父 老乞丐双目圆灯 惶恐地盯着那两百块钱 这哪里是两百块钱 这明明是索命符啊 老乞丐猛低起身 轻轻暴露的毒臂死死抓着叶晨的肩膀 嘴唇颤抖 晨晨啊 快跑 你快跑 叶晨一头雾水 刚要开口 听到天空中传来冰冷的声音 好 要去哪儿 老乞丐惊骇地望向天空 只见 一道背生双吃的人影 扇动着翅膀从天空缓缓落下 那人穿着黑衣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脸上赫然是一张鬼冠面具 完了完了来了 他们来了 老乞丐像是被抽取了全身力气 瘫软在椅子上 叶晨终于也发现了不同寻常 他是个中二病 但不是个精神病 联想到师父对金木咖啡厅的态度 哪里还猜不出来这黑衣员跟金木咖啡厅有莫大联系 这是冲他来的 叶晨起身挡在师父身前 回头问道 师父 这就是你不让我接触金木咖啡厅的原因吗 他正眼看向黄姐 毫不畏惧 浑身充满战影 原来这个世界这般精彩 还有你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咖啡厅存在 老乞丐不想叶晨和超凡势力有前程 所以从未和叶晨提起自己的过去 也没有提过这个世界 除治安局外 还有其他超凡势力 叶晨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 见到什么都想要碰一碰 叶晨从肠椅下的破烂背褥中抽出两柄长剑 摆出架势 冲 黄姐勾了勾手指 黄姐冷笑 不知天高地厚 说吧 背后再度展开双翅 双手成笋长 化作一大黑色流光 冲叶晨咽喉抓去 叶晨 双弩雷电闪烁 瞬间使用异能 起电 递接 消耗灵性 以雷电刺激全身 获得闪电般的速度 并可附带雷属性攻击 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叶晨就察觉出不对劲来 这个黑衣员力量大得很 自己跟他比起来 就是孩子跟成年人搬手啊 黄姐本就是爱福间力量型天赋 加上鸟鸟果实 损人形态 力量更是被附加几倍 叶晨想以速度取胜 身法剑术 耍得让人眼花缭乱 而黄姐直接飞到空中 冷眼盯着叶晨耍杂技 老乞丐见状叹了一口气 叶晨 输了 这黑衣人是一位 罕见的欲空型异能者 叶晨的剑术根本没用 猎人公会真的是卧虎藏龙了 老乞丐摸了摸怀里的面具 神色复杂 他不能看着孩子死在在这里 战场上 黄姐双目如鹰式 带着强大气势从天而降 抓住叶晨带到半空中 到了天上就是黄姐的领域 直接折断了叶晨一只胳膊 然后朝地面冲中砸下 胖 啊 叶晨躺在地上捂着折断的胳膊 撕心裂肺的惨叫 黄姐从空中落下 活动了下脖子 开口道 你的异能一般 拳脚功夫倒是有点东西 让我有些感兴趣 可惜 你今天必须死 不然死的人就是我了 叶晨看着逐步逼近的黑衣人 陷入深深懊悔 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 为什么色迷心窍去招惹进入咖啡厅 果然 这个世界一山更比一山高 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 因为自己的狂妄 师父怕也要被自己连累了 老乞丐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在叶晨夹杂着愧疚的眼神里 缓缓起身 老乞丐副手而立 宛如曾经那个顶级杀手 朋友 能不能给老夫几分饱面 放我徒儿一条生路 哼 你有什么面子 哼 黄星贴了一眼老乞丐后 眉头一下紧皱在一起 因为老乞丐的脸上正戴着一张虎头面具 猎沉猛了 师父 黑衣人脸上有一张面具 自己师父脸上也有一张面具 这似乎是一种标志 难道自己的师父跟黑衣人属于同一个势力 这就是师父从不跟自己提及的过去 黄杰上下警惕地打量着老乞丐 问道 你是谁 老乞丐单臂冲黄杰做暴权状 按手开口 低级猎人 逆称兽王 逆称这个词 虽说没有任何杀气和神秘感 但是猎人们明白 逆称代表着什么 那是同组织超凡者的代号 但凡掌心的猎人 都会尽量记住那些逆称 黄杰对兽王这个逆称有印象 黄杰冷笑道 这是你的徒弟 让他调查工会 你不守规矩啊 老乞丐连忙道 老夫自视谨尊工会规则 不敢触犯半点 那日有一位急心善的姑娘 让我这憨头迷了眼 猪油蒙了心 所以他不知深浅地在咖啡厅外等候那姑娘 我这徒儿实在是无意触目工会 还请放过我这寒吐 心善的姑娘 黄杰大概明白了老乞丐的意思 猎成那小子就是金虫上茅 看上了咖啡厅某个姑娘 忍入了孟兴 黄杰内心挣扎起来 给孟兴办事 这段时间 他也见过雪 对杀人也没最开始那么抵触 要是别人的话 杀了就杀 可现在牵扯到另外一位猎人 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总不能把老乞丐一块弄死了 黄杰知道 每一位猎人都是孟兴的宝贝 格大 处理不当可能会得罪孟兴 再说 他也不知道老乞丐 是不是恶魔果实觉醒者 是什么天赋 他也没把握弄死老乞丐 黄杰道 那 你等一下 说吧 开始给孟兴发信息 老乞丐感激道 劳烦您啊 黄杰收到孟兴的回复 心里有了底 开口道 跟我来吧 有人要见你 老乞丐连连点头 扶起脸色苍白的叶晨 抓住叶晨的胳膊 使用灵性将其胳膊纠正过来 这一幕被黄杰看在眼里 好神奇的灵性使用方式 这老头没有用天赋异能 就治好了叶晨的胳膊 同时 黄杰内心感叹 老头倒也懂事啊 没有在叶晨受伤的第一时间 给他治疗 他在等我的态度 黄杰戴着鬼怪面具 老乞丐看不清黄杰的表情 淡淡觉得到黄杰的态度 明显变好啊 一路上老乞丐在想 猎人公会哪位高层要见自己 会不会是高级猎人 或者是恶魔级猎人 他带着叶晨 抱着忐忑的心情 跟着黄杰一路走向老乘去 老乞丐心中疑惑 这不是去金木咖啡厅的路 老乘却黑漆漆的 路灯早已损坏 当局不远花钱修缮 也可能是懒得修 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灯光亮了起来 这里有不少工人正在施工作业 梦兴的忠实园林已经具备雏形 大代再过半个月就能建造完成 一路跟黄杰走到一处园林外围 在一处没有半点施工迹象的小院门前 黄杰道 进去吧 你们师徒俩能不能活 就看造化 记住 别撒谎 问什么就说什么 别顶撞他 老乞丐听得出 黄杰对院内的人很敬畏 不知道是哪个大人物 他带着叶晨连连道谢 表示如果过了这个坎 一定好好报答 敲了敲院门 公声道 老乞 寿亡 些猎徒前来请罪 气 得到院内人允许 老乞丐紧张地抓着叶晨的手走进小院 是除二人禁院 不敢乱鸟 只见唐衣上有一员早在等候 穿着黑色运动服 戴着帽装 脸上有一张哭泣鬼王面具 老乞丐当时心中就掀起惊涛骇了 竟然是会长 他连忙抓着叶晨跪下 苍老的头颅压得很低 猎徒冲撞工会事属无异 但罪过难笑 还请会长责罚 孟兴微微挑眉 这是什么露鼠 这操作怎么有一种古代武侠片的既视感 孟兴不知道 一些超凡势力历史悠久 礼仪规矩跟古人却是很像 孟兴好奇地打量叶晨那只原本被黄杰打断的手 对老乞丐问道 守好了 这不是我给你的天赋 你原本的天赋是什么 老乞丐不敢隐瞒 老师道 强化 必见 孟兴迷难着重复了一句 强化 老乞丐连忙道 强化天赋不能治疗猎徒的手 这跟我自创的灵术有关 灵术 这是一个新名词 难道不用天赋异能 只用灵性 就能使用超凡能力 孟兴站起身 老乞丐面前十厘米的地方驻足 低头问道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我的资料库没有你的信息 孟兴的资料库是从治安局复制来的 一般来说觉醒者在治安局都有记录 哪怕是自己的农民天赋 在治安局资料库中都查得到 可刚才苏漫漫把资料库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能找到老乞丐任何资料 也就是说 老乞丐的信息并没有被治安局记录入入库 老乞丐叹息道 工会可能记载了很多人的信息 但我的信息连治安局都没有 孟兴来了兴趣 为什么 老乞丐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让孟兴反感 但他记得诡异的善意提醒 不能撒谎 问什么就说什么 老乞丐壮着胆子道 因为老朽自小生活在拜院门 少在城市行走 所以 说着 忐忑地瞄了一眼孟兴 生怕得知自己曾效力过其他超凡势力 让会长忌讳 孟兴对此倒没什么 吃了乐母果实 这个人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他倒是对其他超凡势力感性 拜月门 明显就是某个超凡势力的名字 老乞丐对此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拜月门存在的时间很长 属于一个杀手组织 只要前到位 可以刺杀任何人 哪怕是当局领导人 老乞丐曾是拜月门的顶级杀手 只因拜月门内部动弯 让老乞丐流落街头 只为躲避拜月门的追杀 若是会长介意 老乞可离可离开南海 绝不给工会带来任何麻烦 只是猎徒实在无心顶撞工会 还请会长刘太一命 老乞丐冲冲给孟兴磕下头 孟兴这才知道 老乞丐还是一颗炸弹 若是被拜月门找到 怕是会为猎人工会带来仇敌 不过孟兴并不在乎拜月门找麻烦 南海市五官大队长是他的人 地下黑帮巨博也是他的人 还有猎人工会的数百名猎人 这给足了孟兴底气 可以说 在南海市 孟兴就是隐藏在阴影下的霸王 孟兴重新坐回椅子上 大大只眼皮道 拜月门还不够资格 让我放在心上 我可以保下你 只是 你的好徒儿 探查工会的猎人 触犯工会规则 这规矩可是我亲自定下的 这让我很难打 老乞丐相信工会不把拜月门放在眼里 连低级猎人都是细戒 谁说的亲工会到底有多少高手 老乞丐大脑飞速运转 会长明显在给自己机会 让自己找一个让徒弟活下去的理由 他试探性说道 会长 可否让我这猎徒也加入工会 我这徒弟得到我的真传 可将灵树传授给其他猎人 孟兴个部放在唐义扶手上 主着脸 你真当我这工会是谁 想进就能进的 老乞丐慌啊 自己教书灵树 都不能让徒弟进工会吗 他抬起一张老脸 老泪纵横 会长 我无子无女 只有这么一个徒弟 请会长开恩啊 孟兴倾笑一声 我对部下没有这么不尽缘情 我们做的交易吧 老乞丐脑袋冲中砸在地上 请会长明示 孟兴正色道 我对你的灵树确实有几分兴趣 把他传授给我 并且从今以后守在我这个院子不能离开 你百年之后 让你的徒弟接替你的位置 未来你这一脉的秃子徒孙 安心做我的守院人 守院人 老乞丐这才在小院里打亮起来 这才发现这里一草荧幕都具备极强灵性 尤其是那棵怪异的树 青色莲苔 还有蟒蛇般的藤蜿 灵性 简直冲上云霄 这里原来是猎人工会的境地 会长把自己叫到这里来 就是做好打算 让自己看守院子 老乞丐不敢不答应 激动地喊道 多谢会长开恩 就这样 猎人工会中最神秘的一个团体 守院人诞生 老乞丐是守院人第一代守院人 在老乞丐归天之后 叶晨会接替老乞丐的位置 余生守候小院 不再离开一步 而叶晨未来的徒弟也将游走在城市之中 寻找下一位传人 自己这 等待阶梯夜晨的位置 一日清晨 孟兴打着哈谦坐在咖啡厅里 夜雨运将阑珊咖啡治好 端到孟兴面前 先生 昨夜没休息好 孟兴点点头 清理一口咖啡 学了一点有趣的东西 老乞丐的灵术全称为灵性聚生术 确实是一门超凡脱俗的东西 灵性 除了跟小说里的 舵气已经生了一样被当成消耗品 再没人开发出新的用途 而老乞丐自创的灵式聚生术 将灵性利用发挥到极致 灵性如手指般灵活掌控 修复人体损伤都是小把戏 夜晨那诡异的身法 精妙的剑术 就是将灵性完美覆盖在腰腿 以及武器的结果 如果将灵性覆盖全身 可以感知周围一切事物动弹 并且以灵性操纵自己的身体 做出最快反应 有点像漫威系列里 蜘蛛侠的蜘蛛感应 甚至 将自身灵性覆盖在武器身上 预养数年后 可以达到控物的效果 古武所说的执行合一 大概就是如此了 这完全相当于多了一门天赋异能 一门可以通过不断练习 而不断提升的天赋异能 老乞丐曾婉转抵跟梦兴说 这灵术需要极高天赋才能入门 入门练习很久才看看可操纵灵性 使其覆盖手臂 希望梦兴不要急于求成 当梦兴将灵性覆盖在全身后 老乞丐和夜晨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要知道夜晨学了六年 才只是将灵性覆盖在半个身子上 梦兴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论天字他还没见过比自己还好的 梦兴可是三年省级第一的天才 昨夜他离开小院后 到了荒芜人烟的脚弯 再次使用清廉低星火版的虚左能护 梦兴这才发现了灵式巨神术真正的妙用 以前只能粗糙地控制清火巨人 现在的他完全可以将灵性覆盖在清火巨人身上 灵活操控清火巨人 就跟用挖掘机炒饭一样 由于练习了一夜 梦兴灵性消耗殆尽 所以才这样精神违眠 老乞丐做守院人再合适不过 没家没夜的 也就有几个仇家吧 他们未来的传人 估计也是孤儿院中跳出来的苦命孩子 正好 梦兴翻看崭新的一夜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搞钱了 他忽然对叶云云问道 今天早报有说治安局清扫黑龙帮厂子的事吗 酒吧 喜与忠心 这些东西可多不少 赚钱 叶云云愣了一下 回到 我正要跟您说呢 治安局似乎放弃了对黑龙帮的打压 昨晚朱大军还来过咖啡厅土枯水 话里的意思是说治安局对他下了通点 不允许他对黑龙帮动手 我觉得治安局跟黑龙帮达成了某种协议 朱大军跟叶云云说的话 就是想让叶云云传达给自己 孟兴手中钢笔清点桌面 目光悠悠陷入沉思 能让为那放弃打压黑龙帮的原因 只有不可抗令 治安局应该也发现了城外魔物的不同寻常 所以不愿意把警力浪费在黑龙帮身上 孟兴难难道 难道黑龙帮自告奋勇 愿意帮助治安局抵挡无误 除了这个 我实在想不出来 治安局为什么禁止黑帮乱斗 孟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治安局拿口头警告阻止朱大军 禁止对黑龙帮出手 说明治安官们真的很忙啊 他们想管黑道上的事 估计也分身法术 这恰恰是对黑龙帮出手的最佳时机 治安局既然不愿意让朱大军主动侵略黑龙帮 那就不让朱大军出手 让黑龙帮内斗就好 孟兴拿出手机 挑选了几名猎人 发布了专属任务 郊外一间民房 一位寸头中年人喝得伶仃大醉 时不时就会翻开手机 这些天他一直在等一个重要的消息 他叫何勇 是金碧辉煌的主管 也是猎人工会的一名猎人 前线日子他接到工会的任务 把朱大军打成重伤 并且派人烧了治安所 朱大军的人在找他 黑龙帮的人在找他 治安局也在找他 何勇抓了抓油腻的头发 我为了工会得罪黑白两刀 连门都不敢出 不知道要在这个鬼地方躲多久 工会可轻易别把我忘了 这时 手机响啊 何勇揉了揉痛红的眼睛 仔细阅读消息 他的表情逐渐兴奋起来 何勇走出门 正见一群戴着面具的怪人 将房门口包围 冷风肖瑟 怪人们的面具 在深秋里格外诡异 何勇牢记任务概要 不可让任何人知道自己也是猎人 他冲猎人们抱了抱绝 劳烦诸位跟小弟走一趟 猎人们目不作声 以沉默回应 何勇再次抱拳 带头朝着龙英年华酒吧奔去 那里是黑龙帮的场子 他也要以黑龙帮堂主的身份 当一回篡权者 今夜 他要带着三十名猎人全力以赴 扫平黑龙帮所有场子 金碧辉煌 总经理办公室 坐在茶台前穿着花衬衫的男人 就是黑龙帮老大 周勤了 他看着女秘书送来的近期财务报表 整张脸都扭曲在一起 这一周治安局的疯狂打击 让他溃损了几百万 周勤满脸怨毒 将报表撕了个细碎 该死的 治安局 为娜 我真操你妈 女秘书被周勤这模样吓得一哆嗦 强行露出媚笑 为周勤倒上一杯茶 小小伙吗 周总 气坏了 身子就不好了 现在治安局不是被您摆平了吗 一听这个 周勤更愤怒了 让治安局撤销对自己的打压 他付出了巨大代价 最要命的是 即将到来的魔物工程 周勤手下的觉醒者 需要以府官的身份与魔物拼命 周勤狠狠瞪了女秘书一眼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女人 女秘是何勇的女人 不但败金 还风骚得要命 虽说以为人气 还给何勇生了个儿子 但他周某人有曹公之好 周勤顺势将这女人拿下 招来了何勇的嫉恨 这个混蛋竟然丧心病狂 招了治安所 让黑龙帮承担为娜的怒火 朱大军被他打成重伤 却偏偏不打死 以至于朱大军封了式的报复 周勤越想越气 起身一把将女秘书按在插台 眼睛通红 为那你他妈就是个贱人 让你扫老子场子 操你妈的 女秘书配合地大喊 我是贱人 我为那就是贱人 不该惹周总 周勤不解气 狠狠抓着女人的头发 怒妈 你男人就是个废物 就是我周勤的一条狗 女秘书满脸通红 可永算的什么废物 怎么能跟周总明比呢 周总 最棒啊 时间过去十分钟 电话铃声响啊 被打扰雅兴的周勤不满地接起电话 有批快放 啊 什么 周勤松看女秘书 皱眉坐回沙发上 女秘书整理了下一曲 贴心地给周勤擦了擦汗住 老老实实站在一旁 赤迷地看着周勤 混江湖的女人 有几个是讲义气的呢 很多女人把自己当成猎物 一个挑选猎人的猎物 曾还是山野土妞的她 被竹马何勇带到戴城市 见不奢华的她被欲望迷了眼睛 周勤提出要她当情妇后 果断抛弃了守护自己十年的何勇 其实听着何勇为了她少了治安所后 他心中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魅力无险 不过也只是沾沾自喜吧 何勇算的什么东西 他努力一辈子都不会比周勤更有出息 他才不会纯到陪一个孩子长大呢 何况这孩子快四十岁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何勇 周勤听到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女秘书心中再次窃喜 看来那个大傻子又为她做了什么惊动天地的事情 果然 哪怕自己三十多岁了 依然可以让人为之找你 疯狂 周勤皱紧眉头 结果呢 场子怎么样 听到结果后 周勤的脸刷地惨白 手机从手中滑落 摔在地上 屏幕碎裂 女秘书假装不经意识地问道 周总啊 那个蠢男人又做了什么事了呀 让您这么生气 周勤愣愣给扭头看着女秘书 何勇 何勇用了五个小时 把我的场子全扫了 现在正朝这儿来了 女秘书傻眼了 他 就凭他 你不会开玩笑吧 周总 周勤猛低甩了女秘书一个大嘴巴 咆哮道 你觉得现在我有闲心跟你开玩笑吗 何勇怎么会有几十位高手给他卖你 见女员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女秘书被打猛了 捂着脸哭泣 我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呢 突然女秘书顿住了 他想到了一件事 那是一个月前的事 何勇有一天兴奋地告诉他 他要起飞了 他马上就飞黄腾打了 可那时候正忙着出轨周勤的他 哪有心思听何勇说话 难道就是那时候 女秘书赶紧将那天的十一五一十地告诉周勤 周勤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哪能不明白 何勇是找到靠山了 周勤攥紧拳头 咬碎了牙 何勇 何勇 好啊好啊 那咱们就拼命吧 半小时后 金碧辉煌的客人全部被出去 连服务员都提前下班 女秘书一个人坐在大厅门口 何勇来了 带着一群带着面具的猎人 女秘书见到何勇立刻赢了上去 老公 何勇眉头一皱 她对这个结婚十年的女人 可谓又爱又恨 从山区带来的青春丫头 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了 她吐出一口灼气 莉莉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来之前给你发过消息 让你离开这里 女秘书乱了一下 真诚道 老公 我说服周勤了 让他把黑龙帮当主的位置让给你 今晚这里所有黑龙帮成员都不在 就是周勤的诚意 周勤也想跟你单独聊聊 结束这一切后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给你主面 何勇看着女秘书那份干净的笑容 心中微微出动 好像回到了十年前 何勇问道 周勤在哪 女秘书指了指楼上 在办公室等你 何勇点点头 转身对身后的猎人们抱拳道 兄弟们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谢谢你们帮忙 请回吧 女秘书拉着何勇的手上二五楼 走进了周勤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 大门就被关上 十几个具备强悍灵性的黑龙帮成员出现在何勇面前 这些都是黑龙帮真正的精锐 各个都是地界 周勤哈哈大笑 满脸讥讽 哈哈 何勇 你还真是个废物 我就知道你会听这嫂娘们的话 乖乖上来送死 这嫂娘们 真有那么大魅力吗 女秘书甩开何勇 娇媚地凑到周勤怀 跌跌道 周总明说什么呢 人家还不是为了你 何勇眼神里没有丝毫感情 开口道 我对这个女人早已没了感觉 我来这里是想亲手杀了你 周勤搂着女秘书的腰笑弯了身子 哈哈 你啊你 还是改不了吹牛逼的毛病 说实话你带来的那二十多个一击觉醒者 还真不够资格杀了我 我单独叫你上岸 只是不想立刻得罪你背后的人吧 无妨 等我知道你背后的人是谁 我一块给宰了 说罢眼神很利 弄死他 何勇冲的窗外抱绝 兄弟们 请出手相助 这时 黑龙帮的窗户突然碎裂 两大人影冲了进来 一位带着鬼怪面具 浑身被黑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另外一位带着蓝精灵面具 穿着羽衣 手里打着一把黑伞 蓝精灵面具猎人 浑身轻跳跳的 好像没有重量 是被鬼怪面具人拎上来的 你 你们是什么人 周青大害 这可是五楼 难道这俩人都有欲空天赋异能 何勇保持抱全姿态 兄弟们 这屋子里的都是黑龙帮精锐 还请小心 做好你自己的任务就行了 窗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怪人 郑敦坐在那里 耐人留着背头 穿着板针的西装 脸上是一张小丑面具 这三位猎人分别是 魁衣 黄杰 权势亡羊 小丑 王絮 楼下那些都是病毒化猎人 孟青也知道凭借三十个病毒化猎人 不可能扫平黑龙帮 所以还准备了这三位恶魔果实 觉醒者猎人 炮头露面的是让那些病毒化猎人去做 那些猎人在孟青眼里不算值钱 这三位恶魔果实猎人 才是今夜的重头戏 周青下意识后退两步 他在这几个面具怪人身上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他忍不住道 哥 几个 何必帮助何勇 我是黑龙帮老大 让我跟你们老大谈谈 我 话没说完 被鬼怪面具人冷冷地打断 你算的什么东西 也配见我们的老大 说吧 朝着周青杀去 此时 何勇大呼 那 兄弟给我个面子 他交给我 这是关于男人尊严的问题 送我绿帽者必亲手了结 黄杰瞥的他一眼 转身朝黑龙帮那些打手杀去 周青眼神发狠 他知道如果这时候不拼命就没机会了 他是一位西街觉行者 天赋为陆雪 周青浑身被红光覆盖 雄浑的血气力量遍布全身 推开身旁的女秘书 冲向何勇 他记得何勇是一位一记天赋 他有信心拿下何勇 杀了何勇 逃出金币辉煌 还有机会召集救不东山再起 在信心满满 准备一拳打爆何勇脑袋时 何勇手臂上浮现出一层刀刃 不但挡住了周青的攻势 还将周青的拳头划上 快斩果实 细节 消耗灵性 可将身体任意部分变作刀刃 同时也能将皮肤变得和钢铁一样坚硬 周青惊害大叫 你 你又觉醒了 双天赋 他懂啊 怪不得何勇会有这么多强者帮衬 他竟是双天赋 可称得上是天才 被一些更强大势力招收并不奇怪啊 周青的天赋被何勇克制 血肉之躯终是笔布的钢刀之身 周青这些年沉明女色 那些战斗方式早就忘得一干二几 身子也快被掏空了 哪里是何勇之复仇者的对手 周青浑身是上 跌倒在地 四处看去 全是黑龙帮成员的尸体 那三名怪人就站在血泊中 冷眼看着自己 周青连连赶手讨饶 阿勇 不 勇哥 别 何勇蹲下身子 抓着周青的衣领脸色猙獰 周青 我把你当大哥 你瞧我女人 当会上下每个人都他妈把我当傻逼 周青惶恐道 我还给你 老大的位置 我也给你 别杀我 何勇眼神冰冷 指甲变做刀刃 扎进周青的脖子 我只要你死 解决完周青 他走向女秘书 那个女人正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老老公 对不起 我错了 你才是最厉害的 对不起老公 女秘书被周青吓坏了 当即哭喊起来 何勇再无半点柔情 只剩下滔天恨意 锋刃刺进女人心脏 你怎么就不能为了孩子 听我一句 离开这里 这个女人看见了猎人 心中懊悔多一点 还是恐惧多一点 何勇蹲在墙角 点上一支烟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三位猎人弹幕底看着何勇 其中黄杰开口道 时间到了 我们该走了 何勇惨然一笑 谢谢你们 今晚不知道说了多少句 谢谢了 三位猎人微微汗手 跳窗离去 何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眼睛直愣愣得盯着天花板 这段时间倒出了这么大动静 今天晚上又死了 这么多人 总要有人来背锅 他就是那个背锅的 治安局的人就要来了 纵火治安局 重杀 朱大军 杀了那么多黑龙帮成员 几条命都不够死 他大仇得报 心中畅快 只是放心不下还在上小学的儿子 此时手机响了起来 猎人刀魔专属任务完成 任务奖励 协助击杀周青 复仇 额外奖励 照顾何小冬至成员 何勇笑了起来 被梁忠带着解脱 隔空报全报 谢谢工会 谢谢会长 何勇的手机开始发烫 短路吃手机剧烈燃烧起来 然后成了一滩交叹 楼下治安局的车铃声响起 一群治安官冲到楼上 带队的铁铃看到满地尸体后 瞳孔剧烈收缩 此次盯着何勇 你干哪 何勇无所谓地笑了笑 是啊 铁队长 我认罪 铁铃冷声道 带走 他们两个 谁都不知道 对方也是猎人 一日傍晚 南海花园小学门口 学生们拥近父母的怀抱 洋溢着笑容 手牵手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何晓冬显得孤零零的 门口只剩下他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保安大爷 小男孩明显是生气了 爸爸一夜没回来 早晨是自己上学 中午饭都没吃 晚上竟然还不接他 是不是真的像同学们说的 大把妈妈离婚之后就没人要他了 孟兴穿着一身黑色风衣出现在校门口 站在何晓冬面前 笑眯眯道 何晓冬呢 你好 我叫孟兴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他出远门了 让我照顾你几天 孟兴蹲下身子 摸了摸何晓冬脑袋 语气温和 你爸爸说你喜欢吃炸鸡 我带你吃炸鸡好吗 何晓冬怯声声地点点头 孟兴笑了笑 拉着何晓冬的手 朝金木咖啡厅走去 临走前还冲保安大爷 礼貌的汗手示意 孟兴给人一种 很值得信赖的感觉 或许这就是天生的气质 这是 一位身材高挑 穿着红色皮衣 黑色长靴的女人 从门口一辆车上想 你好 这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孟兴有过一面之缘 哪怕当初她戴着半张面具 孟兴也认得出来 治安总局剧场 魏娜 她 她是我爸爸的朋友 小男孩躲在孟兴后面 胆怯地看着女人 魏娜意味深长地看着孟兴 我听到了你们说话 万一这个人是坏人 你被抓走了怎么办 魏娜怀疑何勇背后有人 否则凭借她怎么可能杀了那么多地阶觉行者 还有一个西街的周青 何勇嘴巴喊硬 审了一晚上都没审出来 所以魏娜决定从何小冬身上入手 魏娜今天一直跟着何小冬 就是想看看何勇进去后 是谁照顾何小冬 孟兴的手搭在何小冬至嫩的肩膀上 脸上是一副温柔的微笑 她的爸爸是我们咖啡店里常客 前几天她爸爸给了我们一笔钱 让我们照顾这孩子几天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得看着孟兴 想在她脸上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半晌 魏娜才开口道 我也挺喜欢咖啡的 你们店应该还没打烊吗 但小时候 金木咖啡厅 孟兴坐在长座的位置上 何小冬在身边大口吃着蛋糕 魏娜就坐在对面 魏娜手里的小勺 亲朋咖啡杯子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 孟兴摇摇头 打工人而已 今天恰巧休息 魏娜手上的动作停顿下来 眼睛在孟兴身上不断打量 那照顾这孩子的是你 还是这家咖啡厅 孟兴看向何小冬 小男孩吃的满脸都是奶油 怕是饿坏了 她揉了揉何小冬的脑袋 眼皮微眯 这家店除了我都是姑娘 也只能我来照料她 魏娜似笑非笑道 原来你还是个热心肠 也难怪你不问问我是谁 就请我喝咖啡 孟兴摩光微亮 能请您这样的美人喝东西 其实是我的荣幸 不知道能不能加个微信 那样子就像是遇见美女后 想要搭讪的大男孩 好啊 魏娜的红唇 勾勒出艳丽的笑 悬挂的水晶灯在此时都黯然失色 她从怀里拿出笔 写下自己电话号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过几天我再来看她这孩子 你可不要趁人家长不再欺负她 孟兴颇为认真道 您这么关心一个萍水相逢的孩子 也一定是个热心肠的人 为纳冲和小冬摆摆手 离开咖啡厅 态度轻善 就像是忘记昨夜 拿着孩子姓名威胁何勇的事 刚上车 她瞬间画了一副冰冷的表情 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那个人的资料查到了吗 跟孟兴聊了有一块 自己挖了很多坑 她都没踩 言谈举止都很正常 跟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没什么区别 按道理来说 她应该打消了对孟兴的疑虑 但是 咖啡厅那两个女服务生 看孟兴的眼神不对 是重戴 是尊敬 如果孟兴不是这家店老板 怎么会得到那两个姑娘的这种认可 所以 孟兴很有可能是个思维极度缜密的家伙 并且身份可疑 南海出现这么一位危险的罪犯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电话那头 魏局 查到了 她叫孟兴 还真不是一般人 为那一副果然 如此的神色 说说 电话那头 她叫孟兴 南海一中的高材生 连续三年省级灵性第一 才18岁 灵性高达七段 魏纳红唇微正 美眸里竟是惊讶 七段 她自己天资这么高 悟性这么强 今年27岁也才八段灵性 七段灵性 去身在咖啡厅里做服务员 这更加深了魏纳的猜测 她怀疑 可有 孟兴 都跟一个超凡势力有关系 电话那头 只是这个孟兴运气不太好 觉醒了戒 蒙明天赋 魏纳愣住了 蒙明天赋 她的猜测不攻自破 没有什么超凡组织会招收一个生活天赋 魏纳紧锁的眉头半晌才解开 挂断电话给魏明打去 明明 你明天开始拍便衣 盯着金木咖啡厅 有什么异常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金木咖啡厅 位于东区 属于东区治安所管辖范围 明明 明明 你在听吗 魏明沉默了老一会儿才影响 我知道啊 姐 孟昕独坐在咖啡厅窗边 何晓东已经带到二楼一间客房写作业去了 她挂断魏明的电话 眼神里有些玩味 魏纳是星系 还是疑心病过重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魏明派人监视咖啡厅 只帮孟昕将自己想传达给魏纳的东西告诉魏纳而已 黑龙帮的覆灭已成定局 剩下的事 猪大军很容易就能完成 过几天就是魔物工程了 等完了 那些怪物 培育出的超凡植物会更多 是不是应该朝其他城市发展 猎人工会了 孟昕正在思索间 咖啡玻璃门上的风铃响起 两名金发闭眼的外国人走了进来 点餐台 零零热情问道 欢迎光临 请问需要些什么 两名外国人操着别角的下国话 点了两杯咖啡 只是最后说的那一串鸟语 让孟昕脸上露出不约 大概意思是 这个服务员很漂亮 不知道在床上会不会更漂亮 他们点完餐 坐在孟昕林桌 这俩老万说话声音很大 或许是觉得这里没人懂鸟语的原因 肆无忌惮的乌言慧语 像什么 来到下国后 生活很滋润 那么多女人很喜欢老外 喜欢道天 孟昕摇摇头 这是一种悲哀 不知为什么 总有一些牧羊犬对杨大人 有一种莫名的爱慕 无论公狗还是母狗 总觉得获得杨大人的青睐 是一种殊荣 甚至有些不要脸的玩意 觉得跟这帮长满毛的东西睡上一宿 是一个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 玲玲端着咖啡来到俩老外面 请慢用 她刚要走 被一位老外拦住 那黄毛蚂蚁怪道 美女 我要的是冰美食 这杯怎么是热的 玲玲看着热气腾腾的咖啡 愣住了 我 我明明送来的是冰美食啊 黄毛蚂蚁怪嬉皮笑脸道 撒谎可不好 这明明就是热的 玲玲连忙道 那 我给您换一杯吧 玲玲端起咖啡 一脸疑惑得朝点餐台走去 她明明端来的是冰美食 怎么就冒着热气了 难道是自己拿错了 那俩老外猥琐的目光紧盯着玲玲的背影 从小高跟一直往上 停留在摇曳的窄裙上 发出阵阵坏笑 玲玲再次端来一杯冰美食 这回她再三确认 手里的咖啡是凉的 谁知她刚扭头 又被留着蚂蚁的黄发老外拉住 美女 你们下国人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要冰的 玲玲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怎么可能呢 那杯咖啡正冒着热气腾腾的蒸气 梦兴皱了皱眉 觉醒者 这个老外明显是一位觉醒者 一位战斗天赋觉醒者 海外的觉醒者 怎么会处在这 玲玲完全猛了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她明明端来的是冰美食啊 蚂蚁黄毛怪露出得意的笑 不逗你啊 我是一名觉醒者 想跟你交个朋友 今晚我正好有空 去我家 她用这套在下国的夜店跑牛旅士不爽 外国人 觉醒者 点满 很轻松可以服惠一个女人 然而这里是咖啡厅 而不是荤杂的一点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墨羊犬 玲玲明显生气了 愤怒地动了黄毛蚂蚁怪一眼 如果没什么其他事 我去忙啊 还有 两杯冰美食 八十块 说完就要离去 黄毛蚂蚁怪愣了一下 最后恼羞成怒 伸手要去拉玲玲的胳膊 你这婊子什么态度 一只手拍在黄毛蚂蚁怪的肩膀上 兄弟 自重点 黄毛蚂蚁怪转身看去 是一名满脸愤怒的白衬衫男人 看起来像是什么写字楼的白脸 证明老外眼神显得极为愤怒 放开你的手 眯眯眼 眯眯眼是一些老外对下国人侮辱的称呼 白衬衫男人握紧拳头 出言警告 兄弟 别以为只有你是觉醒者就能撒眼 你找错地方啊 老外忍不住笑出声 就你也算觉醒者 老外手中冒出火焰 猛地抓住白衬衫男人的胳膊 火焰瞬间在白衬衫男人胳膊上燃烧 孟星眯起了眼睛 地界 地界在人类社会算得上战斗力不错的 这种人为什么出现在下国 孟星觉得有些不同寻常 这俩人出现得实际太管 怪物马上就要攻城了 啊 白衬衫男人趴在地上发出痛苦爱好 他的手臂以大面积烧伤 咖啡厅的客人们纷纷站起身 哪怕他们大多数不是战斗天赋觉醒 也丝毫不决 两个老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 好像惹了乱子 准备开溜 一位客人一手举着手机 一手指着两个外国觉醒者 怒喝道 别让他们走啊 我报警啊 怒火中烧的客人们自觉地堵住门 将两位外国觉醒者团同围住 两个外国觉醒者再大胆子 也不敢在这里太过放肆 不敢将这里的人全部打伤 黄毛蚂蚁怪索性坐回椅子上 讥讽逼看着众人 报警 好啊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的治安官 能打我怎样 另外一名外国人态度也很嚣张 就算我们今天进了局子 马上也得被放出来 孟星放下笔 仔细地盯着两位外国觉醒者 在国际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 这俩老外竟敢伤人 后还口出狂言 他们不像是撒谎 似乎真有倚仗 这俩老外在治安局里有人 会是谁呢 哪个位高权重的人物 能把当众行凶者从局子里放出来 很快 治安局的车响着铃 停在金木咖啡厅门口 两名治安官厌恶地看着俩老外 粗路地把俩人靠上 众人纷纷怪叫起来 滚出去吧 傻逼 还真以为长了个星星脸就能下国放肆 不是说抓了你就放出来吗 你倒是让治安官把你放了 不会有人还以为现在是大青吗 而那俩老外还依附有恃无恐的模样 还不断回对众人 骂骂咧咧的模样 让治安官都忍不住 暗暗把手靠紧了几度 疼得俩老外直骂人 眼见俩老外被治安官带走 客人们擦回到座位上 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那位受伤的白衬衫男子 已经被林林送去了医院 在咖啡厅出这样的事 医疗费什么的肯定是咖啡厅啊 咖啡厅很乐意拿这个钱 并且仅最大努力补偿男人的损失 梦星冲二楼看热闹的黄杰招招手 黄杰立刻下楼 新歌 什么事 梦星贴了一眼远去的治安车 轻声道 去看看 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那样 抓进去就会放出来 黄杰恭敬问道 是查他们的底细吗 梦星摇摇头 不需要 买了吧 如果这俩人真的被抓进去 立刻就能放出来 那说明治安局确实有人勾结 国外觉醒着 梦星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所以打算用两颗人头谈谈怒 如果这俩人只是口汗 那梦星也会等这俩老外放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买 治安总局 临时拘留所 两名老外被关在审讯室 两名审问的治安官怀疑他们俩的身份 可任凭治安官如何问话 他们俩只撞风卖傻 表示听不懂下国话 一时间两名治安官也无可耐 这时 两名治安官接到命令 离开了拘留所 将俩老外关在小黑屋里 哒哒哒 小黑屋外传来高跟鞋行走的声音 一味高条火辣的制服 眉米打开小黑屋的门走进去 这女人正是魏娜 魏娜面如寒霜 你们就不知道收敛点了 这是第几次了 荒芒蚂蚁怪无所谓的耸耸剑 前几天我们弄死了几个妞 不都没事吗 所以这回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 牧羊犬很多 死在杨大人手里的牧羊犬也有不少 自己都没把自己当人 外人怕也不会把牧羊犬当人 魏娜皱着眉 我真想把你们都杀了 另外一名老外阴阳怪气起来 别忘了魏娜 可是你邀请我们来的 我们玩得过火点 怎么了 魏娜早发现了南海城外魔物的不安分 魔物们为什么而来 她很清楚 无非为了关押在治安局里的那只魔兽 魏娜并没有把魔物移动的事上报 原因很简单 她不想有人抢战功 她想独揽所有功劳 然后向上头邀功 赌赢了 她就是保住魔兽 保住南海的英雄 赌输了 她也受不了什么处分 魔物功成 那是不可抗理 跟传教士的交易也很简单 允许传教士渗透南海 是传播神教信仰 埋人 魏娜此生最恨愚蠢之人 更恨与愚蠢之人做朋友 或是做敌人 她一脸嫌弃地打开小黑屋门 治安官都被我调走了 你们最好立刻离开下国 别给我找麻烦 两个老外对视一眼 皆是看到对方眼里的言语 这就是下国啊 他们二人的后花园 谢啊 魏娜 两名老外离开了治安局 不过并未去机场 立刻离开下国 开什么玩笑 反正有传教士在南海 魏娜必须得护着他们 难道不得该吃事 该玩玩 要知道 回到花音国 他们可就没这待遇了 神教在花音国 为了稳定民心 规矩颇为严厉 不安分地 他们想去酒吧立业 路上遇到了个小太妹 这美女十六七岁 浓妆艳抹 穿着暴露 小热口 小莫胸 风情动人 这俩毛猩猩当时就忍不住 要带小太妹回家 而小太妹更加大胆 要玩刺激的 开着自己的车 带两名老外去了郊外 在车上 小太妹不断 言语挑逗俩老外 那风骚的模样 让俩老外恨不得 立刻就地正法 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郊外 小太妹推开车门 依靠在车上点燃一支烟 两个老外就像发情的动物 不断往小太妹身上凑 他们越发觉得 自己来下国是来对了 南海如今的发展的 其实不比花音重 但这些女人还沉浸在浓心里 希望有周一日 能拿到花音的身份卡 是不是真的变帅 真的是万人迷了 滚开 你俩算什么东西也能碰我 小太妹一改车上媚谈 先气地冲两个老外竖起终止 两个老外已经色欲寻衅 哪里顾得上气的 宝贝 这是什么剧情 但言吗 在车上你可不是这样的 两名老外一脸猥琐地 闻着小太妹的香水味 痛 有什么东西落在身后的车子上 冰冷的声音传出 你们还真是像良知发情的猪啊 两个老外瞬间警觉起来 连忙跟身后的车子拉开距离 只见车上一名戴着鬼官面具 被黑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怪人出现 最奇异的是 这怪人背后有一对翅膀 翅膀是黑色的 在神教传说里 这种是堕落天使的象征 那名小太妹养的小脑袋 一脸崇拜地看着鬼官面具人 老大 无论怎么看都觉得你好帅啊 爱死了 黄杰这段时间里也不是白混的 他本就是小混混出身 拉帮节拍是他的天性 西街的他已经有了七八个小迷弟小迷妹 在他拿出用任务积分获得的太阳戒梯 赏赐给小弟小妹后 更是得到了追随者无以复加的痴迷 有点低配版梦星的感觉 黄杰从车上跃下 对身边的小太妹道 等我杀了这两个人 攒的积分足够为你兑换一朵毒花了 毒花指的就是太阳戒梯 积分 也是老大组织的违禁词吗 就这样告诉我没问题吗 小太妹对这个新名词很陌生 这段时间偶尔听到黄杰说过会长 猎人什么的 积分 这个字也还是第一次听到 黄杰道 你马上也能加入我所在的组织了 有些事你也有资格知道 小太妹该死黄杰 这副冷酷的样子 眼睛都快冒小惺惺了 两名老外界二人扛入无人的聊天 心中怒火 高盛 杀了我们 你好大的口气 我们可是地界觉醒者 黄杰冷笑着朝二人走去 地界 你们也算觉醒者 在咖啡厅两名老外对白衬衫男人的出言不许 王朗本本地还了回去 两名老外顿是明白这人是晚上在咖啡厅的人 也不再多说话 运用起自己的异能朝黄杰杀去 这两个人都是火蜥异能 黄杰展开翅膀俯冲向二人 他身上出现黑色羽毛 俩老外的火焰根本破不开黄杰的防御 你们的火蜥异能真的是太弱了 比他差远了 黄杰这段时间经历的越多 跟觉醒者交手的越多 越发觉得梦星强大 他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人 火蜥异能比青色火焰恐怖 黄杰与二人交手七八个回合 两名老外身上出现大大小小伤口 能够飞行的异能实在是太赖体了 这里不是海贼世界 拥有滞空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 避街之下 黄杰几乎没有对手 啊 两名老外终于受不了黄杰的摧残 贪到在地上痛苦哀嚎 在荒郊野岭的 这种分贝的声音很快被黑暗吞噬 根本传不出去 淡点 小太妹夹着香烟机笑道 不会就这吧 还以为你们两个大汉有多大能耐呢 你们车上说什么 你们在下国很多人喜欢 两个废物 谁会喜欢啊 有些女人只是想睡你们吧 因为点金口鸭子挺贵的 那你俩凑合下懂了 两个老外后悔了 在他们国家也不至于因为好色丢了命啊 别杀我们 我们服了 杀了我 你们会后悔的 黄毛蚂蚁怪捂着血肉模糊的胳膊 刺牙威胁道 对 传教士大人就在南海 敢不敢让我发的威胁 另外一个老外忍着剧痛说道 冷汗从额头不断滴落 传教士 黄杰觉得老外所说的传教士 孟姓会有兴趣 但然道 我等你们 那位老外都要吓傻了 多多索索拿出手机 戴斯蒙 戴斯蒙 我们出事了 黄毛蚂蚁怪怒骂道 发你满微信 打电话 这位大人 给我们机会了 哦 带二人摇完人 刚想说点什么 狠话 黄杰伸出爪子扭断了他们脖子 小太妹一点都不怕只血腥肠紧 甚至还很兴奋 把嘴里的烟递给他 香烟上还有几分唇音 他们说的传教士会不会很厉害 老大你能打过吗 黄杰借过香烟吸了一口 我不知道 不过我也摇人了 小太妹激动地要跳起来 试试其他猎人吗 好酷 黄杰摇摇头 我联系过会长 会长说他马上过来 这段时间黄杰也了解了孟青的喜好 喝咖啡 送果盘 买人 传教士这名号一听就很厉害 很好买的样子 小太妹愣住了 紧张地咽下口水 我 我要见到传说中的会长了吗 黄杰笑了笑道 把地上烟头捡起来 会长不喜欢猎人 执行任务的时候落下东西 他可不想这些自己的小弟小妹 人梦心不痛快 以后帮自己送快递 可就指望这些人了 过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小太妹盘戏坐在地上百无聊赖道 怎么还不来啊 我都等不及了 美丽的姑娘 是在等我吗 这句话是中文 但是听着有些别讲 黄杰立刻警觉起来 看向远处 只见一位白人远远地走来 那人大戴三十岁 身高一米八多一点 穿着崭新戏装 头上戴着魔术世世的高原帽 手上戴着白手套 拿着一根手杖 他的移动速度很快 很快来到黄杰面前 传教士看着车子后背向两具尸体 警医道 你们杀了人 还管收拾 那一会我杀了你啊 是不是也得给你们收拾 麻烦 这老外把杀人说得跟喝水一样平常 黄杰看不出传教士的底细 但也知道这个人很强 他几根顶级觉醒者之间的察觉 是是 一会谁给谁收拾 黄杰说吧 身后展开翅膀 双手化作立转 再看不见的黑衣下 灵雨覆盖 这是黄杰如今最强姿态 黄杰凌空跃起 爪子抓向传教士后忙 加油加油 老大好吧 小太妹尖叫起来 在他眼里 黄杰就是战神 传教士瞥了一眼小太妹 轻声道 闭嘴 小太妹的嘴巴瞬间覆盖冰霜 他惊恐地后腿 指甲扣着嘴巴上的冰 黄杰的爪子马上就要触摸到传教士后脑事 只见传教士点了点手杖 道了一声 退 一道狂风卷起黄杰 将其送到百米开外 传教士眼神里满是欣赏 你竟是个罕见的玉空类觉醒者 我这两名手下死在你手上 不愧 加入神教吧 黄杰很快稳定身形 眼神震撼 冰 放 双天赋觉醒者 传教士的手杖指向黄杰 粉 传教士身边温度升高 一颗颗大火球出现 在狂风作用下火球飞射 黄杰 风涨火势 黄杰身边已经成了一团火海 这火焰比那两个地阶强了不止几倍 黄杰的翅膀只要煽动就会沾染火焰 黄杰从高中坠落 站起身后 惊骇得看着传教士 你 三天赋觉醒者 传教士的笑容如沐春风 却充满危险 他开口道 三 天赋吗 随你怎么想了 我对你比较感兴趣 加入神教我不杀你 黄杰不信邪 朝着传教士猛冲过去 他想以宙伯击败传教士 然而当他来到传教士身边时 正看传教士一脸讥讽地望着自己 黄杰的爪子伸向传教士咽喉 传教士的以雷霆之势抓住黄杰的爪子 这怎么可能 黄杰满脸震撼 他看到了传教士袖口和手套之间 是黑色毛发 兽化觉醒者 似天赋 传说中的似天赋 传教士力气很大 抓住黄杰的胳膊将其甩出去 黄杰重重砸在地上 传教士扭了扭脖子 冯青云弹道 最后一次机会 加入神教 否则你们两个兜得死 小太妹终于撕开了嘴巴上的寒冰 快步来到黄杰身边将他扶起 这位他眼里战无不胜的战神 竟被如此轻易打扮 小太妹也不怂 指着传教士嘲讽 什么神教 我喊魔教呢 谁稀罕了 等我们首领来了 你就等死吧 传教士摇摇头 对黄杰语中心肠道 你是个很不错的觉醒者 在这个世界 你需要神教作为背景 才能走得更远 我看得出你应该也来自某个超凡势力 可哪个超凡势力比神教更强呢 他起了惜才之心 欲空泪决心者 实在是太难得了 就在此时 一道冰冷到极致的声音 在郊外旷野上出现 当着我的面子外 你算的什么东西 传教士和小太妹望去 黑色运动服 戴着帽斗 脸上是一张哭泣鬼王面具 小太妹紧张到手抖 这就是会长了 果然帅牙皮 他的脸上又忽然浮现出担忧 似天赋异能者极其罕见和强大 黄杰在他手里走不过几个回合 会长真的是他对手吗 传教士赤笑一声 你们这个团体是喜欢万圣节吗 花里胡哨 他站起身 直面走来的孟兴 开口道 你既然是他们手里 应该也有资格加入神教 来的 如果你也能在我手里撑过几招 我就允许你加入神教 孟兴的眼底泛寒 他的脾气一点都不好 青色火焰在身上逐渐燃烧 青色火光盖过日月星辰 手指驱动剑 火苗化作八条长蛇 在地面快速行动 朝传教士残局 传教士面露不屑 火熄异能 平常土同大 你或许没有资格加入神教 他的手杖轻点地面 寒霜从他脚下蔓延 与八条青色火蛇相较 想象中火焰熄灭的场景没有出现 寒霜竟然成了火焰的助燃物 令火势更大 传教士瞬间觉得不对劲了 脚下生风 将他拖到半空 才勉强避过火蛇 你是什么等级 火焰竟然不怕冰霜 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 传教士目录赞赏 手杖舞动 冰锥 火球 玄方 铺天带地朝梦星杀去 梦青身上清廉的心火浓郁起来 化作中罩 隔绝了一切攻击 传教士蒙了 这人的等级怎么会这样高 自己的攻击不好用 梦星嘴角勾勒出讥讽的弧度 凭你这种废物也配抢我的人 传教士摘掉了帽子 脱下手套和西装外套 眼神也冰冷起来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传教士身上开始发生变化 黑色毛发爬满他全身 眼睛逐渐变得血红 一对尖牙从嘴里冒出出来 黑色蝙蝠翅膀冲破 马甲暴露在半空 这竟是一只吸血鬼 邪恶 赢了 哪里像是神教成员 恐怖的黑暗力量 让黄姐和小胎妹心底里发喊 传教士冷声道 下国 你还是第一个见到我全胜姿态的人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吸血鬼 爱及天赋 消耗灵性 吸取人类血液 可获得觉醒者不分天赋异能 消耗灵性 将毒素注入觉醒者身体 可获得血弩 消耗灵性 变身吸血鬼姿态 力量速度 以及天赋异能效果 大幅度提升 梦星眼神里流露出贪婪之色 我越来越想把你埋了 接着 梦星身上青色火焰猛低升腾 熊熊轻火在灵性操控下开始组合 梦星消失了 一尊青色火焰巨人出现在原地 烈焰滔天 气势恐怖 宛弱神明 小小的吸血鬼在青色火焰巨人面前 如麻雀一般渺小 传教士见这情景并不畏惧 这么高大的火焰巨人一定要消耗不少灵性 并且很难掌控 花架子吧 小子 你应该也是爱戒吧 我让你看看爱戒之间的差距 地覆 传教士手中涌动黑暗力量 大地撕裂 成天带着枯草的地体翻涌 形成巨大囚龙 将青火巨人罩住 草生 传教士再次使用黑暗力量 牵引无数草木 编制成巨大锁链 绑在囚龙上 为困住金火巨人天上宝障 寒冰冻土 整个空间温度下降 大地结霜 那土龙草链结上寒冰 土牢散发着阴寒的温度 黄洁目露骇然 这就是顶级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吗 改变地势 影像环境 这些年新闻上报道的奇异自然景观 会不会就是顶级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形成的 相比起来 自己遇到的对手完全是小打小猫 小太妹穿的本来就少 这天寒地冻的环境 更是冷得直多久 然而并不妨碍她对梦青的无脑崇拜 会长 加油呀会长 传教士凌空抱着胳膊 冷笑着看小太妹 囚龙里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百度 你们所谓的会长已经死了 见到我真身的人 哪怕是你们也得死 早点听话加入神教多好 原来地上降得爽 完全是囚龙里极寒温度的余波 你是在变戏法吗 囚龙里传来阴森冷烈的声音 传教士眼睛圆的 温度在旷野蔓延 土牢上尖冰融化 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草绳竟然烧起来 什么 哼 土牢崩裂 青火巨人出现在旷野中 剧烈的高温直冲天际 传教士心红的双眼从狂妄到迷茫 再从迷茫到惊骇 然后就是彻头彻尾的恐惧 这青火巨人竟不是自己想象的花架子 这个人到底多么强大的灵性 竟能操控火焰到这种地步 传教士扑扔着蝙蝠翅膀仓皇尖将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南海不应该有你这好人物才对 梦兴从不会 反派死于花朵 当即对传教士展开毁灭性攻击 在黄结二人眼里 青火巨人张开手掌 去抓传教士的魔区 大有佛祖压神猴的感觉 而传教士眼里 只有一天青涩火海 朝自己包裹而来 该死 该死 等接这么高的火焰 该消耗多少灵性啊 为什么他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使用 传教士召唤 冰霜覆盖身体 召唤风墙 阻挡轻火 然而 紧紧一掌 传教士所有防御溃败 身上的黑色毛发燃烧 很快就烧焦 像是秃掉的鸟 传教士用尽浑身解数 才脱离梦兴的掌控 经去交加下 声音都变形了 我认输 我认输 他虽是个爱揭天赋 但却是个很弱的爱揭天赋 他的能力不少 可是太杂了 没有一个精通 就像梦兴说的 是在变戏法 这戏法对毕阶是毁灭性灾难 遇到同级就要落于下风了 而梦兴 是阶 阁下 我是神教传教士 杀了我对你没有好处 我认输 传教士见轻火巨人的大手再次袭来 脚下使用风鼠亦能逃跑 仓皇大将 阁下如此咄咄逼远 不怕教皇降罪吗 教皇旨在出现在传闻中 据说那是当今世界第一觉醒者 已经无限接近神明 轻火巨人中传来梦兴的声音 废话真多 笑谎 那算得什么东西 张狂 羞四 八道 梦兴只想把传教士买了 没准就能种出个自然系落魔果实 轻火巨人迈开步子 朝着传教士追杀 速度很快 可惜 这传教士战斗力不咋呀 逃跑功夫倒是离谱 轻火巨人 根本跟不上 梦兴设下轻火巨人形态 漫天火焰 化作一柄白迷长的砍刀 朝着传教士追杀 传教士只觉得背后发凉 扭头一看眼珠子斗眼瞪出来 黑暗力量涌动 狂风卷熄冰刃 形成道兵大龙卷 用尽全力阻挡住轻火巨人 微微喘心瞄了一眼 旷野上冰冷注视他的鬼王面具人 肝胆剧烈 这人实在太猛了 再也不敢停留 发了风湿的逃离 梦兴心中惋惜 哪怕使用灵石巨神术 他的灵性也不太够有 一伙版本的虚左能护 实在是耗费灵性 梦兴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 回头看去 是黄杰河内的小太美 崇拜的眼神 他朝着二人走去 黄杰 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立刻站起身 会长 他叫张倩 算半个工会的人 这段时间没少帮我 黄杰 说完这话 冷汗从额头留下 他隔着面具也能看到梦兴 眼底里的汗 你不守规矩 冰冷的声音带着杀气 让黄杰扑通一声跪下 会长 我没跟他透露关于工会任何信息 只有一点点我 梦兴在小太美身前驻足 但莫道 一点点 如果是为那的话 怕是用这一点点信息 把工会牢底都翻出来 他当然知道这个女生 对工会造不成威胁 黄杰身边的人 让苏曼曼调查得很清楚 这个女生叫张倩 是隔壁市的一位富家女 天性叛逆 不知道看了什么蛊惑仔电影 开始盲目重戴那些小混混 天天在黑帮外围混击 家庭算是名门望族 自然不会允许女儿如此堕落 对她的管教更加严厉 于是 叛逆的她离家出走 跑到了拉斯普京酒吧 甘之若一地当起满场民舞 遇到黄杰后 立刻觉得身边小混混不入流 成为黄杰这种神秘组织的成员 才是人生目标 这太炫酷了有没有 张倩根本不怕饱含杀气的梦兴 画着烟熏妆的小脸 充斥着火热 她双手合适 虔诚的 会长 你就收我吧 我很听话 什么都愿意干 我干活可以不要激愤 梦兴挑眉 积分 你还知道积分 黄杰慌乱的 会长 今天我就攒多积分 给她兑换一朵太阳阶梯了 所以所以就多说了血 她不断给张倩识眼色 心中叫苦 你可少说点话吧 祖宗 张倩这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 低着头再也不敢抬起来 梦兴从怀里拿出一朵太阳阶梯 丢在张倩眼前 给你一个机会 帮我做一件事 完成了你就是猎人 失败了你就是死人 好 谢谢会长 张倩不假思索地捡起那朱花 一口就吞进肚子里 很快起了反应 太阳阶梯的力量正在改变张倩的身体 细胞被撕裂的疼痛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而张倩的表现属实 让梦兴惊讶 她的脸上遍布寒烛 却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甚至她脸色超红 还有些享受 有些兴奋 她在享受疼痛 大概十分钟过去了 独化对身体的改造结束 张倩立刻尝试病毒化 指甲肉眼可见生长 漆黑的大眼睛变为灰色 整个人的皮肤都呈现病态的白 整个就是为丧失少女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异变的程度不同 有的人吃下太阳阶梯后身体长出触手 有的背后出现巨大手臂 有的臃肿像肉球 往往异变越多 能力越强 张倩明显差点意思 张倩感受着体内涌动的死亡力量 看向梦兴的眼神更为狂热 会长 您说要我做什么 我今晚就去 梦兴道 任务我发到你的手机了 等你好消息 说吧冷冰冰地看了黄洁一眼 消失在狼藉一片的旷野 夜色里 梦兴行走在南海市的楼大厦间 忽然停下脚步 抬头看向一栋建筑 金碧辉煌 这里在一个月前还是自己只能仰望的场所 里面的那些高管可以用鼻孔看着自己 现在呢 他是觉得那些建筑格外的宏伟 格外的绚烂 这里已经是朱大军的 每个月朱大军要上交一半利润 当作分子钱给咖啡厅 换句话说 这里已经是自己的 梦兴回头 望向自己走来的路 刚才自己把一鸣爱揭打得狼狈不堪 仓皇而逃 那个家伙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在一个月前还是个苦逼的高中生 一个常遍无奈和无助的人吧 只有真真切切享受一遍 那战斗的滋味 才真的感觉到自己终于惊非戏笔 他伸手挡住那个路口 做出絮抓的手势 继而发出肆意张扬的大笑 那是一种 我本高山摘新郎 天教休斯与张狂的痛快 路人忍不住侧目 悄悄远离梦兴 怕这个人精神状态不好 梦兴肆无忌惮地狂笑一阵 才直起身 眼睛里的眸光乍现宛如星辰 他在心底发誓 这一世就要如此生活 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拘无束 酣长淋漓 猎人公会是他的根本 他必然要让猎人出现在世间每一个角落 一辆输租车停在了梦兴面前 一个中年男人探出脑袋 小心一一问道 先生 要打车吗 梦兴 收住笑意 看向内的男人 四季陈吟扮上 可以不要你车费 告诉我你家人在哪 我送你过去 原来 这四季把梦兴当成精神病了 梦兴忍不住又笑了笑 正好需要用车 我有钱 梦兴现在还不会开车 以前家里条件不好接触不到车 有钱后一直忙着猎人公会的事 也没空学车 以至于赶场子打架都要打车去 车上 四季终于确定了 梦兴不是精神病 才开始有一大没一大的跟梦兴闲聊 我儿子是南海一中的 今年高三 是王老师的版 你知道谁是王老师吗 就是交出来两个街觉醒者的那个 只可惜那两个街 最后觉醒了生活天赋 梦兴知道他说的是谁 说的是王雪 猎人公会昵称小丑的猎人 自己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嘿嘿 我儿子运气没那么差 前几天意外觉醒了 以后不至于像我一样天天出车 车内灯光昏暗 梦兴能看到司机说出这句话后 放在方向盘上的手都亲了不少 我这辈子啊就这样啊 当年觉醒了个瓦江天赋 咋家没背景 找不着火 好在老爹临走前把他在出租车公司的位置给了我 等我儿子稳定了 我就不干活了 想想服 司机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自豪 梦兴一直没出声 只是认真地做一个聆听者 这个世界太多苦难人了 这个司机大哥算是很不错的了 儿子有初晓 他也清闲下来了 司机的眼眶有些发红 不知道怎么了 不用操心我儿子后 我觉得委屈 年轻的时候从来没享受过 为了家人操劳一辈子 老啊老啊 身体不好 医生说看病需要太多钱 我就不拓累家人了 他沧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梦兴解读不出 但是没有看到一点埋怨 看到最多的是几托儿子 这个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世界 对没权没事的男人不太公平 司机意识到自己的势态 擦了擦眼泪 笑呵呵道 小伙子 我看你也不大 毕业 没 哪个学校的 梦兴回道 毕业了 蓝海一中 司机愣了一下 眼神里闪烁着别样光彩 那你真是我儿子不 比你小一介 刘忠友 这个名字梦兴记得 王旭曾因为这个学生被自己责官 王旭大闹的那次 就是为了这个学生和另外两个女生 梦兴曾言 如果王旭不能保证 这三名学生能隐藏住王旭的猎人身份 猎人公会将出手清理三名学生 以及王旭 王旭为了救治三名学生 参加了注魔令任务 表现优异 获得了三株太阳阶梯 然后猎人公会多了三名低级猎人 梦兴的神色有些复杂 原来司机的儿子是吃了太阳阶梯的病毒化猎人 司机 怕还不知道 这些猎人真正的作用是当自己的炮灰 到了金木咖啡店 出租社停在门口 司机已经整理好情绪 看了一眼计价器 带着亲切的笑容道 到了小伙子 一共三百块 这个世界由于魔物降临的原因 油价很贵 梦兴从钱包里掏出一打子钱丢到司机座位上 平静道 剩下的当作小费吧 啊 小伙子 你 司机大哥看着厚厚的钞票 感觉自己在做梦 这些钱起码有七八钱 梦兴走了一半突然回过头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帮助 可以来这间咖啡厅找我 不等司机有什么反应 梦兴已经进了昏烂的咖啡厅 消失在司机师叔眼前 司机看着手里的钱愣了拜扇 想把钱还给梦兴 行思了一会还是老实地收了回去 他想活着 需要钱 下车朝着咖啡厅深深聚躬 清晨 梦兴坐在咖啡厅的老位置看书 早啊先生 业余运书装完毕 美美地生了个懒药 慵懒地坐在梦兴对面 梦兴温和地点点头 走 深秋了 天气越来越冷 咖啡厅上班时间也晚了一些 玲玲和清清还未上班 门被敲响 叶玉玉还在想的谁 这么早就来咖啡厅 转头一看 是 黄姐 她连走去把门锁打开 笑眯眯道 走 黄姐 今天有点不一样 眼神躲闪 敷眼低调了 早啊 眼睛锁定梦兴 连忙走过去 扑通一声跪下 心中未尽 她知道黄姐是梦兴的身边人 这是犯什么错 她莫不做生地去了后处 给二人准备咖啡 梦兴贴了一眼黄姐 坐吧 张倩 如果能完成任务 你和她都没事了 黄姐忐忑地坐在沙发上 梦兴则是一脸平静地开树 过了一会儿 咖啡厅里的收音机 传出播报早间新闻的声音 昨日 一对新婚夫妻出城拍婚纱照 不幸遭遇魔物 呼吁大家最近不要出城 昨日 一名初中生无意捕捉到七亿生物 是否属于魔物还是未知 昨夜 一间公寓四男一女惨死房中 戏 治安局现场勘察 凶手应是一名女性 黄姐听到这段播报顿时松了一口气 梦兴给张倩的任务就是处决五名被判者 那五个人是个黑帮小团体 获得了太阳阶梯 后屡语拒绝任务 工会的规矩是 连续拒绝三次任务 则算判离 梦兴让张倩处决五名被判者 有考验的成分 考验他能不能杀掉比自己强的对手 考验他能不能狠下心杀人 因为梦兴还有一个重要任务给他 梦兴拿出手机 又给张倩发布完任务 抬眼看黄姐 你是第一个跟我的人 也是最有机会晋升终极猎人 你工作很忙 我允许你拉帮结派 但做事要动动脑子 黄姐愣了一下 不知道梦兴什么意思 他还以为梦兴对他擅自组建猎人小团体的事 抱以防胆态度 梦兴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纸地点黄姐 你知那以为你了解张倩吗 黄姐双手拿起那张纸 是关于张倩的资料 她的眼睛猛的瞪大 这 张倩精神有问题 重度共情障碍 重度竖情障碍 无限聚尽灵度负面行人格 可以说她是个天生的罪犯 梦兴继续看书 她并不是你以为的 一个去夜店讨生活的可怜女生 北海张家 一个决心者家族的女儿 你凭什么认为你驾驭得了她 正常女生会一口气杀掉五个人 脑子呢 南海市 苏西亚教堂 这里很荒凉 蜘蛛网都在大门口挂着 魔物降临后 老百姓们为了生活下去 已经拼尽全力 谁有闲心去 离拜 最近一次有人他族 还是几位外国人 他们来自神教 那名传教士叫戴斯蒙 前来南海传播神光 大门敲响 一名正在打扫礼堂的修女帘放下扫把 推开了门 修女惊呼 戴斯蒙大人 您这是怎么了 戴斯蒙浑身衣裳破烂 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有着不同程度烧伤 脸上眉毛都烧没了 她一把推开修女朝教堂内走去 惊魂未定的她一边走一边骂 该死 该死 南海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觉醒者 魏娜还叫我来做什么 戴斯蒙骂骂骂咧咧地走上二楼 回到房间拿起桌上的福特加朝嘴里灌举 酒精刺激下 戴斯蒙惊惧的心情频触下来 深呼吸一口气 开始复盘 南海有这么一位强者 绝对可以摆平模物工程 魏娜何必付出代价 让自己来掺和 终于 她想明白一个问题 魏娜并不知道南海有这么一位存在 戴斯蒙顿绝后背发凉 这么一个恐怖的家伙带着她的超凡组织 竟能在魏娜眼皮底下活动 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戴斯蒙越想越怕 瞳孔放大 魏娜都没发现的人 镜主动出现在我面前 不就是挖一个西街觉醒者吗 不至于吧 真是个疯子 戴斯蒙拿出电话 准备跟魏娜说这件事 如果放任不管 她不知道哪天起床 床前会站着一个鬼王面具人 电话还未拨通 她又纠结起来 我打电话告诉魏娜的话 肯定会惹怒那个家伙 那个疯子会不会找自己拼命 自己可以从她手里逃脱 但是自己来南海是有传教任务的 犹豫间 房间门敲响 吓得她手机滑落 谁啊 修女轻柔的声音传来 戴斯蒙大人 有人找您 戴斯蒙咽了咽唾沫 谁谁找我 修女回到 一个下谷姑娘 非要见您 说可以捐赠一笔善款 戴斯蒙松了一口气 恼怒道 行 知道了 我这就下去 戴斯蒙收起手机 换上一副悲天敏人的表情 朝楼下走去 看到那个要捐赠善款的下谷姑娘 顿时杀气暴露 像炸了毛的猫 你 你怎么在这 那名女生衣着清凉 脸上是浓厚的烟熏妆 这正是昨夜遇到的那个姑娘 她的身上有朦朦血腥气 当杀过人 张倩坐在椅子上 无视戴斯蒙的杀意 打着招呼 早上好呀 戴斯蒙传教室 戴斯蒙双目闪烁冰寒 你怎么敢来这里 就不怕我杀了你 张倩眨拔着大眼睛 如果我死了 我们会长会报复你的 你来南海应该有任务吧 先生 你也不想你的任务失败吧 戴斯蒙无奈地叹一口气 坐在张倩面前 你们想要干嘛 需要我跟你们会长道歉吗 没问题 我可以补偿 张倩摇摇头 会长说让我寸步不离地盯着你 告诉他关于你的一举一动 戴斯蒙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 你说什么 奸细 这么明目张胆 张倩撇撇嘴 你以为我愿意啊 对啊 会长说了 如果我任务失败 会长将认为你在向他宣战 所以你去哪里最好带着我 也别想杀了我 他是抗拒这个任务的 可这是个不能违抗的强制任务 成为猎人 是为了刺激 为了好玩 谁要来枯燥的教堂啊 戴斯蒙无语了 你们是流氓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会长是这么个路数 就相当于有人把一颗定式炸弹 放在自己身边 还让自己时刻带着这个炸弹 如果他想偷偷丢了 或者拆了这颗炸弹 这个炸弹就会提前引爆 戴斯蒙捂着额头试图圈说 你们会长也没把你当自己人了 这么危险的事竟然让你做 明显把你当炮灰啊 张倩眼睛一亮 危险 这么刺激吗 那我可不觉得这里枯燥 戴斯蒙傻住了 这个女人是有病吗 这天没法聊啊 张倩美滋滋地拿出手机摆弄起来 大有把教堂当成家的感觉 他昨晚开始就迷上了 猎人工会的聊天频道 那些人说话又好听又好玩 尤其是一个叫屠龙的猎人 朱大军 他又在频道里跟说话 按照小魔物摇灵的消息 再过一天就是魔物工程的时候 南海城将陷入一片混乱 按照以往先例 最先开始遭难的就是老城区 魔物的这次的目标是 新城区治安总局 所以为那把老城区 为数不多的巡逻治安官 全都调回总局 也就是说老城区此刻没有半点防御能力 也好在魔物们的目标是治安局 攻入老城区的魔物应该不多 老乞丐受亡是一名必戒 守住老城区 守住自己的小冤不成问题 新城区有传教士和治安局在 完全有能力抵抗这次怪物工程 对孟昕而言最重要的是 击杀那些撤离南海城的魔物 然后埋了他们 一条任务在猎人工会应用上发布 强制团队任务 抚磨令 任务目标 击杀撤离南海城的魔物 任务奖励 积分 团队任务积分三倍 积分最高小队将获得一颗额外奖励 恶魔果实 任务概要 魔物将于一天后入侵南海城 魔物入侵之前猎人们必须组队前往指定地点 复杀从南海城撤离的魔物 这条任务一处 猎人工会聊天频道开始沸腾了 全是 魔物入侵 真假的 屠龙 不对劲啊 十分得有九分不对劲啊 宫会怎么连魔物撤退路线都知道 小丑 额外奖励 屠龙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不惨马上晋升终极猎人了 全是 屠龙兄要晋级终极猎人了 这么猛 球组队 软兔 屠龙哥哥一个人玩手机吗 屠龙 我怕半个人玩手机会吓死你 玉兔 怎么办 这个任务太危险了 不参加行不行了 来路 强势任务 不能拒绝吧 有没有大哥哥带我们姐妹啊 小丑 不会有人带你们的 很多猎人马上要晋升终极猎人 都在等一个机会 小丑 宫会里等阶最低的猎人 应该都是一阶吧 宫会不会发布必死任务 所以我们面对的魔物里 有不少爱夫阶和意见 你们完全可以组队击杀魔物 获取积分 玉兔 小丑哥哥这么说 我也放心了 白鹿表辈 我们组队辈 伏魔灵是孟星最关注的一件事 根据小魔物摇灵的请貌 孟星已经把魔物大军撤退路线 摸了个清楚 在缜密思考下 孟星在每个小股魔物撤退的 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等那些魔物被击杀 尸体晕到小院 绝对可以种植出大量超凡植物 这样 猎人工会的底晕就足够了 伏魔令任务发出后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有人惊骇 有人惊喜 这些猎人中 却有一位猎人是愤怒的 治安局 无关大队长办公室 铁灵看着猎人 工会应用上的任务 以及聊天频道里的聊天 他脸成铁青色 魔物要入侵 为什么身为南海 是五关大队长的 他会不知道 工会不但知道 魔物们入侵的具体事件 连他们撤退路线都清楚了 猎人工会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组织强大的超乎我想象 这究竟是站在正义一方 还是邪恶一方 铁灵想不明白 因为这个任务很危险 猎人工会定然有 猎人将射损在这次伏魔令中 工会究竟图什么 从任务指定地点来看 一定有人为了不拘而担惊节律 如此费心费力的猎杀魔物 工会能有什么好处 邪恶吗 算上这次 两次南海城的危机 猎人工会是冲在最前面的 铁灵摇了摇脑袋 想不通猎人工会的行为就不想 但他想明白了一件治安局的事 原本对黑龙帮的清除计划忽然结束 然后治安局开始加固城防 那会儿铁灵还没想通 这是为什么 现在他想明白了 魏娜应该早就知道魔物工程的事 铁灵握紧拳头 怒气冲冲离开办公室 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 正在审阅文件的魏娜被吓了一条 看向铁灵的双眼不满寒双 有没有规矩 不知道敲门 铁灵直接发问 局长 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上宝 魏娜眼神里闪过一丝惊异 你在说什么 注意你的态度 铁队长 铁灵三两步走到办公桌前 双手撑着桌子四四盯着魏娜 我说 魔物将要工程 你为什么不上宝 魏娜皱眉 你听谁说的 铁灵试问 为什么 治安官最近全部在城边寻谋 我是五官大队长 我看得出来 那是战斗戒备的状态 不是魔物工程 还会因为什么 魏娜注视着愤怒的铁灵 足足十秒钟 踩别过头看向窗外 冷声道 魔物入侵 只是我的猜测 如果仅仅一份猜测 就惊动总督 是在说我们南海治安居无能吗 铁灵愣住了 无从反驳 傻呼呼地站在原地 半晌他才闷声说道 我看不不防徒 为什么老城区没有治安官守护 老城区也是南海的老百姓 难道不应该 够了 当公室温度急剧下降 壁画和钟表结上一层寒霜 但气势上完全压倒了铁灵 魏娜翘脸深寒 咪着眼道 铁灵 记住你的位置 我如何不防还需要你批中吗 顶撞长官 你这是违反纪律 官大一击 压死人 魏娜又何止大了铁灵一击 魏娜继续开口 你是武官大队长 服从命令就好 无可奈何的铁灵走出了局长当公室 他想当一个好治安官 维护南海治安 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但是 在这个要崩坏的世界 终究是太过浪漫 老城区没人管 我想办法管 新城区和老城区 对于铁灵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不会因为富人云集的新城区 而放弃穷困倒的老城区 铁灵拿出了自己所得的全部几分 编辑任务 保卫老城区 魔物即将入侵 请诸位猎人 点击发布 提示 任务驳回 抚摸令期间 禁止猎人发布任何任务 铁灵收回手机 朝老城区走去 一天后魔物攻城 这期间怕就有灵星几个魔物出现在老城区 这一天 他打算就守在老城区 等魔物攻城时 他再回治安局主持大局 星星撕裂天空 在黑幕中诡异眨眼 今晚月亮很大 风也不小 一对姐弟睡不着 在梦星即将完工的园林前一块石头上坐着 老城区路灯大多数已经损坏 园林里的白色路灯 应该是这片区域唯一的光源 他俩依偎在一起 望着园林里的灯发呆 幻想未来生活在新城区的样子 这对姐弟俩没有注意到 黑暗里几双新红的眼睛 已经盯上了他们 黑暗中 响起细细酥酥的声音 姐姐发觉到不同寻常 朝小鹿黑暗的镜头看去 沙沙沙的声响鞭打 有东西正在水泥路上飞速奔跑 听声音 就是朝他们靠近 一道黑影闪过 姐姐惊叫一声 连把弟弟护在身下 啊 姐姐惨叫一声 肩膀已经鲜血淋漓 如果不尽快处理 他今晚将失血过多而死 弟弟吓得脸色惨白 透过姐姐的怀抱 看到了那只东西 一股深深的恶寒从心底泛起 那东西黑毛 四脚着地 尾巴在身后甩着 像是一条狗 但是 那东西的脑袋很难跟狗 这个生物联系在一起 脑袋上 密密麻麻的 全是嘴巴 其中一个嘴巴正在咀嚼女生的肉 那些嘴巴之间 两只星红的眼睛 正贪婪地注视姐弟啊 摸摸屋 弟弟吓得说话都哆嗦了 救命啊 姐姐死死抱住弟弟 发出四星裂肺的惊恐叫声 在寂静夜晚格外清晰 助手在老城区中心的铁铃 顿时瞪亮了双眼 浑身长出黑色牛猫 朝着梦星园林方向奔去 她的速度很快 宛若疯牛 滚开 走开 求求你快走开 女生哆哆嗦嗦地 拿着数只恐吓那只魔物 她双眼中的恐惧要溢出去 肩部低落的鲜血无从顾及 魔物是是在玩游戏 猫住老鼠似的 戏弄眼前 凉知肉屎 终于 魔物完灭了 再也受不了眼前鲜血的香甜 朝着女生扑上去 混账 铁铃发出一声宝盒 从街头猛冲而来 一拳将耐置魔物的脑袋击碎 解决完魔物 铁铃连查看女生的伤势 你们怎么样 却不想 魔物的死亡 激怒了隐藏起来的其余魔物 另外路口的黑暗中 越来越多星红眼睛亮了起来 事与知这种拳类魔物 已经将姐弟俩和铁铃包围 铁铃并搅留下紧张的汗住 倒不是他打不过这些魔物 这些魔物只是些爱福剑 用重型枪械都能击杀 主要是 他要护住身后的两个平民 这些魔物智商不高 他们脸上的数张嘴巴滴落口水 宁愿赴死 也要尝尝人肉 铁铃逐步后退 几乎跟姐弟俩贴在一起 老承去再来哪怕一鸣武官 也能救下这对姐弟 铁铃心中对渭纳逐渐有了怨恨 一只魔物受不了血肉的诱惑 率先发动进攻 铁铃蓄力一拳挥出去 那只魔犬被砸推数十米远 尖锐阿吼 这一动 僵尸打破 魔物们争先恐后地扑向三人 铁铃一人跟十多只魔犬战斗 另有一只魔犬早早盯上了铁铃身后的姐弟俩 从一侧冲向姐弟俩 早了 铁铃心中大急 放弃攻击和防御 虎扑上 紧紧抱住那只要吃姐弟俩的魔犬 魔犬们对着铁铃后背撕咬 就在此时 一个橘黄色身影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也扑向姐弟那边 铁铃剑又是一只魔犬 眼眶都要瞪裂 这对姐弟自己到底是没救下 然而 下一幕让他惊诧 那只橘黄色身影 竟然是一只大号橘猫 跟老虎似的 大号橘猫发出圣人的猫叫声 一口咬断一只魔犬的脖子 紧紧贴在姐弟俩前 同龄般的眼珠子嘶嘶盯着那群魔犬 紧接着 又有两只大号老猫在房顶奔头 速度极快地加入战场 对魔犬们发动攻击 铁铃虽不理解为什么魔物会保护人类 但来不及多想 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三下五除二 将魔犬们全部击杀 那三只大猫见魔犬们都死了 弓着身子 步步朝野牛形态的铁铃逼去 铁铃紧踢起来 准备动手 一道苍老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大黄 二黑 三马子 回来吧 三只大猫的体型迅速缩小 变成正常眼猫大小 朝着一处小院跑去 铁铃抬头看去 看到一个衣衫破烂 如乞丐的人 站立在一处蒙愿的墙上 他哪里还能不明白 这是一位觉醒者 刚才是这位觉醒者 救了姐弟啊 铁铃朝着老乞丐抱拳 多谢前辈出手 老乞丐抬起头 脸上那张虎兽面具 当铁铃瞳孔紧缩 是猎人 老乞丐摆摆手 小活子 老夫也是奉命行事 最近不太平 少出门骂 说吧 铁铃的三只眼猫消失在夜幕中 老乞丐的话 让铁铃脸色有些不自然 几分羞愧从心底涌起 奉命行事 自然是奉会长 奉公会的命 猎人公会都能派出强者 守护老城区 治安局呢 保护人民安全的治安局 竟然撤走了老城区所有治安官 然后加强了治安局的防守 铁铃心地很不适滋味 朝着老乞丐消失的方向 认认真真的敬礼 然后铁铃抱起受伤的女生 朝着医院跑去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画布黑暗 唤醒了这座城市 路上开始出现晨跑的人 家长们牵着孩子的手往学校走 上班族嘴里叼着面包在路上形色匆匆 气色尾气和油条豆浆的香气 交织在一起 组成盲目的味道 一切如往常一样 孟兴在街边的早餐摊吃完最后一口油条 老板 多少钱 老板娘正在看着一辆路过的红色小轿车出声 听到孟兴的声音后才回过神 她小声道了一句 真漂亮 然后快步走到孟兴身边 小兄弟 六块五 收你六块吧 孟兴口袋里掏出钱递给老板娘 起身离开 下次再来 哈小兄弟 孟兴停下脚步 非常认真地向他害手 算是回忆 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在南海城上空响彻 家长们带着孩子慌慌张张地往最近的建筑物跑去 那些上班族冷冷地看着天空 满眼恐惧 几乎是一瞬间 南海乘乱了起来 魔物 开始攻城了 孟兴念无表情 朝着金木咖啡厅躲步 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跟周围慌乱人群对比 显得格外独特 推开金木咖啡厅的门 玲玲和清清已经在店里了 他们朝孟兴恭敬问安 孟兴看着窗外出神 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道 不知道南海会死多少人 夜雨运行了过来 微微欠身 千尚 早安 孟兴轻声道 关门吧 起风了 城外大地冒出一双星红的眼睛 他吞噬沙粒 吞噬野草 瞬间膨胀化成了一只几十米高的巨兽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 都组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他背部生出巨大的龟壳 根根到次生长 这只恐怖的极型怪物名叫山龟 毕竟魔物 血肉中裂开一道道风起 无数只眼睛从其中睁开 看向四面八方 在他的视角里 数不清的魔物朝着前面百米高墙奔跑 城墙上 为那穿着长靴的修长眉腿踩在墙壁上 摇摇望去 大地震颤 不断传来嘶吼声 大片魔物见他而起 烟尘 这天避雨 为那低声宁暖 想过 这次魔物工程非比寻常 但没想到规模如此之大 局长秘书凑到为那耳边 眼神里竟是紧张 微局 魔物们切断了周围交通路线 南海城现在就是一座孤城 这些魔物 是要覆灭南海吗 为那不屑地瞥了他一眼 暗道一声 废物 这种场面就被吓住了 太阳起手 冷烈喝道 开火 城墙上的边防官早已架起各式各样 重火力热武器 那些枪口 炮筒喷涂火舌 金属风暴和火药倾泻下 大片魔物被穿透身体 并不是魔物入侵后 那些热武器就爆肺了 热武器对于高等金魔物确实没用 但消灭低等魔物炮灰还是没问题的 雷鸣般的枪伤 不能给那名局长秘书带来任何安全感 他忐忑地打量四周 微微觉 这么大规模的魔物工程 怕是有高等金魔物指挥啊 话音刚落 一声刺耳的音效在天空响起 魏娜抬头看去 只见一只大到离谱的魔鹰 在南海城上空盘旋 魔鹰张开双翅 这天闭日 宛如一片乌云 打下来 魏娜指着魔鹰下令 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的觉醒者 朝着天空中的魔鹰释放异能 立 魔鹰在半空翻转身体 上千只魔物如雨点一般从他身上掉落 魏娜拿出对讲机 立声道 铁铃 运输魔物出现 魔物已经成功入清城内 五官清理魔物 务必守住治安局 如果治安局出现任何意外 我亲手杀了你 收到 铁铃目光如炬 盯着天空中落下的魔物 计算着他们的行动轨迹 有条不紊的下令 全体治安官请注意 魔物们在东区和北区之间的向远路 东区治安所 北区治安所 务必将魔物们阻挡在向远路 切记 以照顾群众危险 五官支援随后就到 有人是天生武将 有人是天生帅才 铁铃明显是后者 他第一次指挥五官应对魔物工程 丝毫不显得青涩 那一股率陷进入城内的魔物 在铁铃指挥下很快被消灭 对讲中传来治安官们胜利欢呼声 铁铃却皱紧眉头 因为太顺利了 魔物们出动了罕见的运输魔物 却只在向远路投放了一群炮灰 这没有道理 此时 天空再次传来音效声 铁铃开头 瞳孔猛地紧缩 自治魔鹰在空中盘旋 它们背后有密密麻麻的魔物 紧抓着魔鹰淋雨 魔鹰在天空翻转 几千只魔物从天空坠落 有些魔物直接摔死了 也有一些摔断了骨骼 更多的魔物从地上爬起来 嘶吼着冲向附近居民 铁铃在对讲里咆哮 巡逻治安官 巡逻武官 立刻前往东山路 五四街 中原路 这次的魔物飞比寻常 不再是那些炮灰 其中有几十只细节 在四只必见魔物带领下朝治安局包围 情况紧急 铁铃已经不能稳坐钓鱼台了 他要上一线 一边参加战斗一边指挥全城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可现在 顾不得那么多 在治安车上 铁铃思考良久才对身边的徒弟林小全开口 小全 如果我站死 你去一趟金木咖啡厅 买一杯蓝山咖啡 金木咖啡厅 今天的咖啡厅空荡荡的 只有梦兴面前的咖啡已经凉了 坐在梦兴对面的夜云运心中充满庆幸 魔物攻城 并且已经成功入侵 如果自己没有遇到梦兴 是否还能这样置身事外 夜云运走向咖啡机 重新做了一杯给梦兴端上去 他安静地坐着 就像是一个女仆 新闻播报在收音机传来 中原界已经失守 景附近居民立刻远离 东山路附近居民应提前撤离 并没有人员伤亡 入侵五四界的魔物已被赶来的武官消灭 武官大队长铁铃身受重伤 但仍坚持在一线 梦兴听着这些新闻播报 眉头不经皱起 怎么这么久了 还是铁铃在跟魔物们周旋 治安局的避界呢 魏娜现在还不出手 传教士呢 难道不是魏娜请来守卫南海城的 他们是真的打算死守治安局里的魔物是吧 甚至不惜南海变成为死城 梦兴此刻已经明白魏娜的打算啊 他根本就没打算管南海城老百姓 他只想保住治安局里的那只魔兽 那名神教传教士 也是魏娜为了保护魔兽请来的后手是吧 夜云运此刻也担忧的 如果南海城损失惨重 对攻会有不小损失吧 需不需要我 梦兴摇摇头 现在局势混乱 入侵南海的魔物怕是有不少逼劫 你去了只能送死 夜云运认真道 如果需要 我可以 夜云运深知自己在梦兴这里并不受重视 还不如黄杰 他可以为了梦兴豁出去性命 拼赌一把 倘若没死 那自己就可以成为梦兴的身边人 梦兴深深看了一眼夜云运 没有回答 南海是猎人公会的起源 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被威闹完美了 梦兴给监视传教士的张倩发了一条信息 苏西亚教堂 除了金木咖啡厅 远离纷争 再就是这里一切如常了 传教士戴斯蒙悠闲地坐在教堂顶楼的躺椅 俯瞰南海城 爱皆觉醒者势力绝佳 他能清楚看到城内硝烟 有朝一日 能把神的光明传播到魔物当中去 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他偏向身边同样悠哉悠哉的张倩道 南海城都这样啊 你们会长怎么还不出手 其实也是 我们这种级别的强者 早已超脱云云众生之外 张倩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后 对传教士道 戴斯蒙 我们会长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传教士白了张倩一眼 你下一口咖啡 说吧 张倩道 他让你现在出手对付魔物 传教士一口咖啡喷得老远 瞪大眼睛道 什么 他凭什么命令我 我不去 张倩老实道 如果南海损失太大 他就埋了你 所以你去吗 传教士愣了三秒 骂骂咧咧的起身 城墙上 一间简易指挥所内 魏娜敲着二郎腿看着惊恐 监控几个视频 方格里 是魔物们在城内的动向 局长秘书捧着平板电脑走来 局长 根据灵性丞相显示 有三股魔物正在朝中央大道汇聚 三股魔物中都有BG带队 魏娜咒美 我记得运输魔物送下来四只 BG 怎么只有三只 另外一只BG呢 暴露在院子里的藏骜不可怕 可怕的是藏在床底下的毒蛇 局长秘书带着笑一道 这就是要跟您汇报的第二件事 铁队长带领武官大队 击杀了那只BG及其灰下魔物 救下了一整个小区的居民啊 魏娜脸上挂马寒霜 拍而起 沐声道 我不是下令让全部BG大武官镇守治安局吗 铁队怎么敢背着我调动大武官 大武官们是治安局的保障 铁队怎么敢为了一群没用的老百姓 治治安局为难于不顾 万一治安局出了什么事 他不当获不到任何工学 还会被上头责怪 局长秘书摆摆手 您误会铁队长啊 铁队长没有调动大武官 他一身泛血 带领武官大队 消灭了那只BG魔物 他伤得很重 魏娜美眸动得大大的 铁队没有调动大武官 竟带领普通武官击杀了BG魔物 他是怎么做到的 魏娜的眼睛危险你瞇了起来 心中暗道 这铁队果真有本事 我弟弟怕一辈子都当不了这个武官大队长 魏娜坐回椅子上 眉头紧锁 扮上 他嘴角勾勒出一抹冰冷的糊涂 陈秘书 表扬家将铁队长勇猛 命令他去中央大道 组结魔物 告诉他 拖住那些魔物 随后我会派大武官支援 局长秘书到了声势 紧接着给铁队发去命令 几分钟后局长秘书说道 武官大多数被分散到各个街道处理魔物了 铁队长身边的武官不是很多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要现在给大武官发支援指令吗 魏娜瞥了他一眼 开什么玩笑 大武官要镇守治安局的 他只是想借住魔物的手杀死铁队吧 魏娜淡淡道 我自有打算 你去忙你的吧 铁队一扇破案 抑制胳膊已经弯曲 稍微一动就是钻心的痛 他费尽地睁开肿胀的眼睛 打量周围的同事 那些武官状态也不是很好 皆是浑身浴血 身上大大小小都有窗口 铁队发出爽朗的大笑 兄弟们 爽不爽 武官们都是有血性的汉子 他们崇拜地望着铁 这个年纪轻轻的武官大队长 竟带领他们击杀了一只必经魔物 他们肆意狂笑 傻 我刚才戳下了那只魔熊的眼睛 哈哈 一百人的武官中队 灭掉几百只魔物 我能跟女朋友吹一辈子 铁铃飞脚擒着笑意 兄弟们 中央大道有几千只魔物 三只必戒 五十八只戏戒 咱们拖住他们就行 大武官随后就到 干完这一仗 我带你们团结 公废 武官们没有一点畏惧 刚才的大获全上 团建好啊 能带我女朋友吗 实际点行不 该发奖金啊 我差点钱装修 直接放假成步 刚才那一战我忽悠所感 明天我想通校 感觉能上一波大分 铁铃欣慰地看着五官们 独逼一挥 豪气道 团建完 我掏钱给你们发奖金 然后带心休假七天 说吧 率先上了治安车 五官们欢呼着跟上去 这里到中央大道有一条劲道 完全能在魔物汇聚前赶到 中央大道 五官们已经占据最佳战斗地点 在铁铃布空下 中央大道的十字路口 变成火力覆盖区域 拖住魔物门半小时 不成问题 魔物门出现啊 黑压压一片 沾满了几条街道 嘶吼 爬行 骑行 怨毒 贪婪 这些看起来奇怪的词汇 是对这些魔物最真切的形容写照 铁队 这些玩意是怎么生出来的 奇奇怪怪的 你说他们爹马长啥呀 蟑螂鼠 蟑螂和鼠都能行 我觉得我跟我女朋友也行 铁铃抿着嘴唇 突然爆喝 起火 上百名武官中 有三十多名元素类觉醒者 这些元素类觉醒者的异能 加上其余武官的热武器 瞬间将火力覆盖在十字路口上 悲鸣 惨叫 碎裂声在十字路口撤响 三股魔物 经意识间无法会合 铁铃从容不迫地指挥 点力可移动致点 点火力掩护 游击战本就是下国开国的本事 其中的真理是先被拥血总结出来的 而铁铃运用的淋漓尽致 十分钟过去 几千只魔物们仍旧未成功会合 兄弟们撑住 大武官马上就到 铁铃并脚出现冷汗 不知道是手臂带来的痛楚 还是因为紧张 那黑压压的魔物中 有三只人形魔物驻足占领 和周围疯狂冲杀的魔物形成鲜明对比 一只三米高 外形看起来有些像毒液 一只树眼占据整张脸 一只女性身材 浑身覆盖灵天 浑身充满黏糊糊的碾咽 还有一只五米高的无头巨人 肚子上有一张长满历齿的巨口 胳膊上长满眼睛 几只魔物怨毒且智慧的眼睛 在高楼大厦间扫射 好 毒液魔物指着铁铃不防的位置发出怒吼 无头巨人咆哮一声 从地上跃起 以雷霆之势撞进铁铃不空的点 啊 伴随着惨叫 点没了动静 铁铃清晰地看到 那无头巨人肚子上的巨口在咀嚼 巨口张开 密密麻麻的历齿上挂着残存血肉 额心的舌头舔了舔肚子上的鲜血 铁铃骂了一声 娘 看向一眼手表 快半小时了 为那大胤的大五官怎么还没到 这会儿的他已经想明白了一些事 他愤怒的一拳砸向地面 目光在中央大道四处巡视 眼睛锁定一家民营燃气公司 他在对讲里快速说道 兄弟们 情况有变 撤退 撤退治安局 我掩护你们 五官们还反应过来 铁铃已经眼眠化 撞碎玻璃 朝着那家燃气公司冲去 队长 是大五官被魔物缠住了吗 没关系 队长 我们能撑到大五官赶过来 就这样走了 太他妈丢人了 五官们的声音在铁铃腰间 对讲机里传来 铁铃眼神冷冽 是负死之心 如果这些五官死在了这里 那才是治安局的备案 在距离中央大道很远的一辆治安车里 林小泉双眼清满泪水 启动车子 朝着东去急速行驶 他记得师傅说过 只要他站死 立刻去金木咖啡厅 铁铃暴力打开明英燃气公司的门 里面摆满了燃气管 在魔物降临后 这些燃气管就是民用的重要家庭能源 按照相关规定 明英燃气公司不允许储备这么多的燃气管 万一发生危险 这半条街都要被炸飞 门开在中央大道这种繁华地段 还有门路 囤积这么多燃气管 这家燃气公司的背景可见一般 不过这都不重要 一切关系人脉 在魔物工程面前最多定义为窝里横 铁铃顺着窗望向外面 没有五官的火力压制 魔物们放肆起来 很快在十字路口交回 那三只智慧很高的 避肩魔物并不打算放过撤离中的五官 独眼魔物正在搜寻五官们的位置 突然 一阵重火力枪械的声音引起独眼魔物的注意 他的脑袋以一个诡异的方式扭曲 充满挑衅的眼睛看向明英燃气公司 独眼魔物四脚着地 带着魔物没以潮水一般朝明英燃气公司涌去 当他撕开窗户进入明英燃气公司时 那只独眼从戏血转换为惊恐 铁铃身边布满燃气管 几个燃气管已经打开阀门 南门的危险气体营绕整片空间 他扣动扳机 箱口喷涂火舌 一发子弹击中燃气管 独眼魔物慌啊 拼了命想离开这里 可惜 身后争先恐后 要进入明英燃气公司的魔物实在太多了 独眼魔物被潮流推到了最前面 哼 震耳欲融的爆炸好似无数响来 炙热的火光在中央大到绚烂 尘来过去 周围建筑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不知多少魔物的残枝断壁撒在这里 那只独眼魔物也浑身是伤 但是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他来说并不致命 只是很烫 独眼魔物愤怒地咆哮 一只独眼乱转 想要找到始作俑者 铁铃咳嗽着从废墟中爬了船 整个人血肉模糊 幸好在关键时刻开启眼牛花 才能保住命 即便如此 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没了 铁铃无力地趴在地上 费尽力气抬起沉重的眼涕 他设服的几个点位已经没人了 他争取到足够时间 让五官撤离 在眼前的 只有发狂中的独眼魔物 他心中没有丝毫畏惧 只有庆幸 庆幸自己提早发现了威娜的阴谋 才让五官们逃过一劫 独眼魔物的眼睛布满血色 手指化作黑色长刀 要把这个可恶的人类分饰 因为这个人类 他损失了几百只低等魔物 就在铁铃等待死亡时候 一道冒着寒气的巨大冰锥 从高楼上射下 独眼魔物顿局危机来临 仓皇闪身 朝着高楼处嘶吼 铁铃愣住了 难道还有五官没有离开 他茫然地看向左侧高楼处 两道模糊的人影出现 随着双目弥合 模糊的人影清晰了 是两个没见过的人 一位神父打扮 手中拿着手杖 冰刺就是他召唤出来的 在他身边的那位 让铁铃瞳孔剧烈收缩 露出笑意 那位神父身边是一位兄女 身材苗条 脸上戴着一张纯白色面具 是猎人 猎人公会终于出手了 铁铃终于放心了 他笑得很开心 血流到嘴里 腔的咳嗽都不在乎 他就知道是这样 他就知道 猎人们连老城区都能安置高手 用来保护被治安局抛弃的穷人 新城区他们又怎么会不管呢 原因 相比之下 治安所确实该少 他紧绷的身子和疲惫的心 在这一刻彻底松懈 昏昏沉沉地睡去 三只必经魔物如灵大地 他身边内的雌性人类 平平无奇 而那个穿着长衫的雄性 身上有着可怕的灵性波动 吼 独眼魔物 嘶吼着 其余两只必经魔物 朝着传教士缓缓包围 那些普通魔物 没有打算参与这场战斗 而是继续杀向治安局 传教士摇摇头 可惜啊 这些都是魔物 如果是人类的话 倒是可以让我提升些力啊 白面具修女正是张倩 他看着铁铃舔了舔嘴唇 快 救下他 传教士皱了皱眉 也是你们会长的要求 张倩 双目有着一样光彩 这个男人太血型了 比浩南哥还有 我喜欢 传教士呵呵冷笑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 张倩不满道 那我就告诉会长你要造反 然后我就死在教堂 晚上你就等着会长来埋了你 传教士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位无耻的女人 这段时间对张倩的了解 他完全能做出这种事 他骂了一句 你就是个疯子 变态 说吧踩着风悬从空中落下 在三只魔物的警惕中 走向奄奄一息的铁铃 铃铃的个部是肯定不能要了 传教士用冰鼠 异能指住铃铃身上流血的窗口 然后他起身地看向三只魔物 皱了皱眉 你们长得真丑 魔鬼 金木咖啡厅前 一让治安车紧急刹车的声音 引起叶云云的注意 穿着制服的女治安官 神色慌乱 急匆匆冲进咖啡厅 叶云云迎了赏去 笑盈云问道 警官 请问需要些什么 林小泉愣住了 他需要些什么 终于他想起了师父说的话 满脸焦急道 蓝山咖啡 我要一杯蓝山咖啡 叶云云脸上闪过一瞬杀意 很快隐藏 和善笑道 好的 一会儿就来 请坐 林小泉坐在沙发上 身子不断颤抖 泪水不断掉落 他师父死了 臭一声让林桌的梦星侧目 他从口袋拿出一袋面筋 递给林小泉 谢谢 突然的温暖 让林小泉再也绷不住 他在桌子上放声大哭 您好 蓝山咖啡 今天免单吗 你们治安官辛苦了 林小泉抬起头 正见叶云云将拓盘里的 蓝山咖啡放到面前 他愣住了 要一杯蓝山咖啡 就真的是给一杯咖啡 师父那句话什么意思 蓝山咖啡 不应该是一句暗号之类的吗 他连连摇头 抓住叶云云的手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要这个 叶云云露出职业化的笑容 您还需要些什么 林小泉张了张嘴 如梗在吼 他还需要些什么 他需要一位高手 拯救男孩与水火之中 叶云云微微嵌声 请慢用 然后离开 走向咖啡机的位置 林小泉擦擦眼泪 难道是咖啡里有什么玄机 他大口喝了一口 好酷 苦涩 味道刺激了他 脑子清醒了一些 这暗关的嗅觉 让他发现这间 这间咖啡厅的不对劲了 魔物入侵 老百姓都紧闭房门 人心惶惶 怎么这间咖啡厅 那么奇怪还营业 这家咖啡厅里的人也很奇怪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平静 在这种时候 何尝不是一种诡异 我是铁灵的徒弟 我师父他快死了 林小泉突然大声说道 他清楚地看到 咖啡厅所有人的动作 都停顿了一下 林小泉确定了 这些人都是认识铁灵的 他想继续开口 说点什么 让这些人想想办法救救师父 他想找刚才那个 给予他善意的男生 但那个男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座位上空荡荡的 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他赶紧拿出手机 上面的消息 让林小泉欣喜若空 小泉 我没事 你在哪 是铁灵的消息 师父还活着 林小泉赶紧回复消息 师父太好了 我在咖啡厅了 这就回去找你 林小泉立刻起身准备离开 腿碰到桌脚都没觉得疼 警官 请留步 林小泉疑惑回头都望去 那是一双默然的毛子 这好像无视一切生命的眼神 让林小泉有些不舒服 那怪人脸上戴着一副 诡异的哭泣鬼王面具 手机铃声又响起来 林小泉低头查看 那里安全 你先别动 我忙完了就去找你 南海城墙指挥士 魏局 铁队又立功了 干掉了几百质母屋 有位神秘员出手了 救下铁队长 像是一个神父 局长秘书看到了魏娜要杀人的眼神 嘴里的话憋了回去 魏娜一直在看中央大道的监控 发生了什么他怎么会不清楚 是戴斯蒙出手了 戴斯蒙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不是说好了等他消息吗 魏娜太阳穴直吐吐 扶着额头 喃喃道 这铁铃 运气真好 静 碰到了戴斯蒙 铁铃身受重伤 无法出紧 战斗了 他再想找机会弄死铁铃 有些难了 好 城墙来 传来一阵惊天怒吼 整个指挥师都颤抖了几下 指挥师的治安官们露出惊骇之色 这股气势 是高等魔物 魏娜的嘴角扯出一抹冰冷的效应 终于来了 几只碧尖魔物的死亡 让幕后的坐不住了 他起身 鸡腰长发无风自动 走向指挥师外的背影摇曳生姿 所过之树冰霜覆盖 城墙来 一条体型几十米的古龙震动双十 漂浮在城墙上空 古龙的头顶 是一具骷髅 那只骷髅体型剑手 手中拿着一柄古剑 身上踢着黑色披风 眼眶里有一团绿油油的鬼火挑动 这对魔物组合给了边防官极大压迫感 骷髅王 终于 一名边防官咄咄嗽嗽地叫出了那只魔物大名 那些高等魔物在治安局都有记录 人类对这些高等魔物也不陌生 爱戒魔物 代表的是一种灾难 骷髅王不仅仅是一只爱戒魔物那么简单 它最恐怖的是可以召唤出一只爱戒古龙 也就是说 骷髅王脚踩的怪物 也是爱戒 骷髅王的现身 等于同时出现了良知爱戒魔物 边防官的火力朝着骷髅王倾气 然而烟雾之后 骷髅王并无半点损伤 原来 释放不死鸟 本王可立即离去 骷髅王的声音如同尸体干涩的嗓子摩擦 很难听 一道高条身影从城墙上射出 为那手中瞬间汇聚出一杆百米冰枪 搅动空气发出刷刷的声音 枪头就要刺中骷髅王 骷髅王骨剑挥舞 阴气荡漾 震碎冰枪 化解了威娜的攻势 威娜脚踩冰莲 挑副在半空 空气温度下降 无数六边形雪花出现在天空中 她的眼神不但没有切战之色 反而有朦胧的贪婪 骷髅王在她眼里并不是什么天赞魔物 而是战功 赤裸裸的战功 打架 威娜从来不怕 她对自己的力量很自信 骷髅王眼眶里的鬼火跳远 她也感受到面前女人的强大 她拍了拍脚下的古龙 古龙咆哮一声 朝着城内飞去 而骷髅王腾空而起 古剑高高举起 墙内的引起 不但撕裂了周围植物 连魔物也一同笑望 女人 你会是一件很棒的收藏品 为那冷笑 修长的眉腿 凝聚冰霜之力 朝着骷髅王的古剑踢去 好 古龙进城 这些治安官是拦不住的 想拦住爱剑 起码需要七八名避街 而南海的避街全部在治安局 古龙并未在城中肆虐 这些高的魔物智商很高 人肉不是他们的目的 治安局门口挤满各种武装车 以及魔物尸体 全副武装的大武官们终于出现 一个个拿着顶级制式武器 清理着那些围攻治安局的魔物 这一战损失惨重 好在避街魔物早已经被神秘人击杀 没有避街的魔物群 对治安局来说威胁不大 那些魔物也终于要被消灭 当大武官们见到遮天碧月的古龙时 全都马啊 爪子 这恐怖的威胁告诉众人 这根本不是凡人之力可以对抗的 但是武官们依旧摆开阵形迎战 三名避街元素类觉醒者远程使用异能 雷电 风沙 突破 在天空来回交替 三名避街近战觉醒者 手持刀斧一遇而起 朝着古龙斩去 古龙最强大的能力 并不是那口龙戏 也不是坚硬的骨骼 这只魔物在身体破碎后 可以用灵性重新修复身体 而且古龙的灵性很强 起码有八段 几个回合下来 大武官们落入下方 不得已治下跟魏娜同学 在耳机里 能听到呼呼的风声 以及剧烈的战斗声 看来 魏局长也不轻松 已经被强大的对手纠缠 一名大武官的余光看到不远处的车子里 一名战地记者正在拍摄这一难得的场面 那名大武官路河 快走 这里危险 战地记者不为所动 我行我诉 大武官暗暗摇头 对着其余武官喝倒 西街以下退回治安局 西街 跟着我们 尽量拖到魏娜局长回来 哄 古龙被一群弱小的人类阻挠这么久 凶性大发 巨大眼眶里的鬼火雄神人兽 他张开巨口 一口夹杂着酸臭味的黑色龙溪从天空降落 神说 大地会守护世人 这句充满虔诚的普通话声音不大 却能让所有人听清 武官们寻声看去 之间 一位神父模样的人从一处楼顶 漂浮到半空 一手拿手杖 一手拿神术 张开双臂 像是在拥抱世界 大地震动 一道极厚的土墙迅速从大地中延伸出来 阻挡了那口温戏 神说 风雪将承接恶土 那名神父脉象很不错 满脸圣洁 好似沐浴神人 天空围绕着他卷起寒风 寒风夹杂冰霜 朝着古龙呼啸而出 古龙的骨骼逐渐被冷冻 动作吃缓下来 翅膀也扇不动 不得已从天空落地 神术继续开口 神说 朱邪退散 雷霆落 直击古龙 神父落地 灰头看了一眼身后车子里的战地记者 这名战地记者是花仲金固的 就是为了向民众展示神的伟大 为传播神光打下基础 让南海的老百姓看到 是神救你们于水火之中 那名战地记者比了哥的手势后 头也不回地逃掉 这活实在是危险 神父脸上的前程消失不见 挂满疲惫 挽着腰剧烈喘息 那从容不迫的风度瞬间被打垮 让五官们大低眼睛 鼠师诠释了摄像机前和摄像机后的样子 神父正是戴四蒙 戴四蒙指着古龙对着五官们说道 还愣着做什么 劝 这只魔鬼不能动 打他 大五官们如梦初醒 刀斧和元素异能一起朝着古龙招呼 古龙挣扎着 咆哮着 戴四蒙深吸一口气 手伸向古龙 怒喝 操伤 周边因战斗而惨造破坏的植物 在戴四蒙的控制下凝聚成怒叶锁链 将古龙死死绑住 他对着大五官们咆哮 别藏着掖着 把他分尸 我来封印他 不只是大五官 就连普通五官们也加入战斗 古龙想吐出龙气 戴四蒙施斩寒冰一门 将古龙嘴巴冻结 这下 古龙彻底被压制住 不过这也是短时间的 这一系列手段覆盖面积太大 对戴四蒙来说是不小的所好 好在五官们没让戴四蒙失望 五分钟时间将古龙拆散 古龙身上的灵性 想让古龙的骨骼重组 戴四蒙双目变得心红 开始施法 如果他以全圣姿态 吸血鬼的模样 可以更加轻松 但是他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展示吸血鬼形态 如果神父都是吸血鬼 那所谓神光显得像是谎言 地狱之手 大地震动 七八条裂缝出现 无数土元素组成的大手 从裂缝中探出 抓住古龙的骨骼往地下伸出转 当大地重新愈合时 古龙已经消失不见 被肢解的身体完全埋葬在大地中 古龙还未死 只是他永远无法重组身体 重见天日 除非有人把他挖出来 戴四蒙一屁股坐在地上 黑色袍子擦着脸上汗水 他真是欲哭无泪 本来配合武官们镇压一只爱金魔物不算乃是 可就坏在之前消耗太多灵性救助铁灵了 先 神父先生 多谢您出手相助 一位大武官充神父抱拳 突然觉得有些眼熟 惊声道 您 您是不是救下铁队长那位 戴四蒙无所谓的摆摆手 锐利的三角眼望向城外 眼中写满赞叹 他感觉到那里爆发着更加强烈的灵性波动 古龙是骷髅王召唤出来的 骷髅王具备比古龙更强的力量和智慧 自己跟六名弊戒 加上二十多名西戒 耗费大力气才把古龙封印 而薇娜 竟能跟骷髅王打得难分难舍 不落下风 这个女人果然够猛 半空中 骷髅王披风残破 浑身骨骼有着大大小小的力量 薇娜也好不到那里去 她脚下的冰脸 颤颤巍巍的 随时都有可能消失 她抹了抹嘴角的血 唇上沾染妖艳的红 此刻她已经没有击杀骷髅王 一举成名的想法 灵性消耗太大 跟魔物比起来 人类终究是弱了一些 骷髅王已经感应到城内还有一名艾基强者 古龙已经被永远困在那里 抢夺不死鸟已经无望 魔物跟人类在灵性上最大的区别就是 人类可储存的灵性少 但是恢复得很快 魔物虽说体内储存的灵性比人类多 但是恢复很慢 骷髅王知道 如果面前镇与人逃跑 自己拦不住 等她跟城内那名艾基会合 恢复好灵性 自己就要留在这儿 骷髅王并不打算进行无意义的战斗 城内的魔物已经被她舍弃 她仰天发出一声魔笑 还在攻城的魔物们收到讯号 开始有条不紊地按照原定路线撤退 城防治安官们爆发出热烈喝彩声 庆祝这一战的胜利 为那脸上难得露出笑容 战功稳了 虽说没能击杀骷髅王 但是成功抵挡魔物工程 保住南海城 保住魔兽 已经是不小的攻击 至于城中现在是何等惨状 那与她何干 为那转身回 踩着高筒靴子 养着高傲的头颅 今天她是英雄 进入咖啡厅 坐在沙发上的林小泉心里慌慌的 面前这个戴着哭泣鬼王面具的怪人 简直不像的火人 她虽然在看树 但是没有一点人味 就像是台冰冷的机器 哪个您认识我是否吗 林小泉不止一次问这句话 但是这个人只是低头看树 只有她想离开的时候 浑身立刻汗毛竖起 有一种被凶兽盯着的感觉 自己就好像被绑架的孩子 等大人来赎回去 她自认为这辈子跟着铁灵 没少见过罪犯 甚至审问过不少危险的家伙 但是那些人没有一个 像面前这位鬼王面具人 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还好她有着很强的心理素 她只迷思考 是不是面前这个人 有把柄在师父手里 所以师父才要自己找她帮忙 终于 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铁灵来啊 师父 林小泉惊喜地叫了一声 可看到铁灵的模样后 惊骇地捂着小嘴 她顾不得面前面具人带来的威胁 小跑到铁灵面前 死死盯着铁灵空荡荡左边的一声 师父 你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林小泉哇第一声就哭了出来 铁灵没心情安慰她 她很紧张 摸了摸林小泉的脑袋 低声道 别说话 找地方老师坐着 别乱动 林小泉听话底点点头 在角落坐下来 看着师父的一举一动 心里除了对师父难受的同时 也对鬼王面具人产生浓厚兴趣 她的直觉告诉她 这是一名罪犯 一名极度危险的罪犯 竟敢威胁治安官的罪犯 师父为什么会认识这个人 师父平时不是最痛恨不法分子了 跟着铁灵时间长啊 她也学会了铁灵身上那套饥饿如仇 林小泉看到师父在那位罪犯面前坐下 然后然后她竟在师父身上 看到了紧张和拘束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铁灵忐忑不安地看了一眼林小泉 说道 我以为我会死 所以让我这徒弟来咖啡厅必比呢 放心 我没有跟他说过任何关于工会的事情 如果工会有什么不满 尽管冲我来 还请不要伤害他 铁灵说完后 身心也放松下来 愿真得看着孟兴 如果需要被责任 他从不甩锅 他以为按照会长的性子 会 雷霆震怒 借此机会威胁自己做什么事情 却没想到 孟兴竟是异常平静地道了一句 值得吗 看 铁灵不明白孟兴在说什么 孟兴微微抬头 你有机会逃走 却为了那些五官去做近乎送死的事情 值得吗 铁灵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保护下属是我的职责 孟兴和尚树 看着铁灵空荡荡一宿 别怪我说话难听 你的那些下属大概不会怎么记得你的人情 如果你死了 他们会等待人事变动 然后绞尽脑汁吃掉你的功劳 或许他们不会马上那么想 但很快会那么做 也怨不得他们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崩坏成这个样子 毕竟爬得越高 跟死亡越远 你这种老好人命往往不长 铁灵听完这番话 神色微变 确实是这样 在下面厮杀的都是五官和治安官 那些领导哪怕是个办公室小科长 都会在最安全的城墙喝着茶水 等待战斗的结束 只有铁灵这个大傻子非要上一线 他原本可以在最安全的地方拿着对讲指点江山 然后骂骂某个小队 做出一副很认真指挥的样子 等的纷乱结束就好 孟兴的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的点动 看向角落的林小泉 今天你的表现很勇猛 起码在魔物口中救下数万名 可是他呢 你连你徒弟都保护不了 以至于让我这个你打心眼里不喜的恶徒必有他 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 你的牺牲究竟有谁记得 他们只会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因战斗而所还 有谁念你铁灵一点好 铁灵脸上出现迷茫 然后就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这本就是一个自私的时代 铁灵的出现好像是乌鸦群中的白天鹅 如果再前世地球 铁灵或许会有一番作为 可惜 这是一个黑色的时代 白色从出现的一开始就是错误 孟兴不喜欢干涉猎人的自由发展 他很欣赏铁灵的能力 他舍不得铁灵 不是为功会而死 孟兴可以用清廉地心火控制铁灵 把他折磨到崩溃 然后尝试把他变成自己的死士 但是 这样的铁灵就失去了他本身的价值 但上 铁灵轻声道 这个时代确实是悲哀的 然后他挺起腰杆子 正是孟兴 但是 我不会让时代的悲哀成为我的悲哀 我是五官大队长 就应该做五官大队长应该做的事 孟兴看了铁灵一眼 前半句话我挺喜欢 后半句随你吧 你可以带着你的徒弟走啊 铁灵心底松了一口气 冲林小泉招招手 试出来走到门口的时候驻足 铁灵顿时站在笔直 冲梦兴认真敬礼 感谢你对南海做的一切 铁灵小泉震撼地开着这一幕 那个鬼王 宁剧人对南海做了什么 他还没见过师父对谁这样过 孟兴的眸子逐渐冷了下来 滚 带铁灵和铁灵小泉离开了金木咖啡厅 孟兴才站起身 把猫都扣上 走出门 魔物工程结束 属于猎人工会的战斗开始了 南海城外 魔物们分成世纪股杂乱的队形 朝着不同魔潮行去 其中一股魔物大带七十多只魔物 有一只西街首领带队 那只首领是一只三米多高的蛤蟆 浑身毒脑 生得恶心恐怖 在他们走到一处山林时 毒蛤蟆突然停顿住 硕大的眼球疯狂乱转 这里有沙气 魔物们整天生活在捕猎和卑猎沙中 对沙气极其敏感 他突然仰头 看向一棵巨树的质感 两队人类正站在那 一个梳着背头 戴着小丑面具 穿着崭新西装 一个头戴圆帽 脸上半张黑色面具 身穿黑色大风衣 身材健硕 猎人之中 这俩人私底下关系最好 他们都戴着耳机 猎人工会中的团队语音系统上线 组队的猎人可通过语音交流 好 那只毒蛤蟆的大嘴巴里传出巨吼声 树枝上呈现黄色的叶子掉了大片 小丑 王旭在团队语音中说道 行动 三名戴着面具的猎人从密林中探出头 他们双手结印 凝聚灵性 魔物群中 魔物们的脚下突然微动 几十颗大土豆生长出来 那些大土豆脸上有着诡异笑容 脑袋上顶着闪烁红光的天线 有魔物好奇的匍匐身子打量这些大土豆 下一秒土豆爆炸 轰铃声连带着哀嚎声 在魔物群中不绝于耳 这些土豆叫做土豆地雷 是孟兴小院出产的超凡植物 来自于植物大战僵士游戏事件 埋在地下一段时间后 可用灵性操控其爆炸 魔物群彻底骚乱了起来 密林中那三名猎人 迅速朝王旭和朱大军身边集合 朱大军嘖嘖成谈 这三星人心理素质真不错 我勉强承认他们有和我组队的资格 真不知道你从哪里弄来的宝贝 王旭没有说话 一般来说恶魔果实猎人 是不屑于跟这些一阶组队的 但这三个星人是他的学生 王旭肯定要带着他们 原本高中毕业就要结束的羁绊 或许要跟随一辈子了 为了让这三名学生摆脱猎人工会的恶意 只能为他们兑换太阳阶梯成为猎人 朱大军扭了扭脖子 一只手变成开山道 一只手变成火炮 该动手了 这次团队任务结束后 咱俩就有资格晋升终极猎人了 王旭调动全身灵性 开口道 好 动手 双腿化作弹簧 手心冒着热气 朝着毒蛤蟆杀去 终极猎人吗 王旭没打算晋升 他要留着积分给三名学生兑换 问母果实 谁让他是这三孩子的老师吗 战斗打响 王旭直面毒蛤蟆 三名学生协助诸大军猎杀其余低等魔物 这样的战斗在南海城外各处打响 山林 森林 铁道 总有那些戴着面具 穿着奇装异服的怪人们埋伏 他们具备强悍的天赋 远远比治安居要恐怖 魔物们这才意识到 战斗远远没有结束 真正的生死之战现在才开始 以往只知道归缩在城墙下的人类 终于懂得反击啊 南海城外五十公里的交换 骷髅王带领着上百名魔物大军 行走在枯草满地的原野上 暴民生起 魔物队伍中 几时指魔物被炸碎 是几道人类身影出现在四周 承包围之时 隐隐有恶狼捕猎群羊之感 骷髅王空洞的眼眶里 鬼火跳跃 人类和魔物之间的关心 就像是猎物和猎人 在人类城市肆虐后 哪怕魔物被击退 软弱的人类也不敢追击 因为魔物宝是血肉自卫后的离场 就是对人类最大的奖赏 这已经是人类的生存规则 今天竟然有人类敢追上来 骷髅王满心不屑 这种宠活 人类在魔物降临初期确实有一些 后来那些宠活都被吃光啊 他们不只是被魔物吃掉 还被喜欢内斗的人类干掉 骷髅王轻蔑地看着 挡在面前那位戴着面具的人类 十二名西街 也敢阻拦我的屈辱 勇气可嘉 那名人类丝毫不拒 狂笑道 撒完也就想走 谁给你们的脸 兄弟们干死这帮畜生 别让那些老猎人看不起我们 等会长挨了 怕是就没我们汤喝了 他当然不拒 因为扶杀骷髅王的任务是最简单的 因为会长将亲自出手 跟着捡便宜的 谁不爱干 会长马上就到 骷髅王手中骨剑举起 身边的魔物朝着四周倾斜而出 脚步砸乱 对付这些人类 骷髅王甚至懒得动 他状态太差 身上布满大大小小裂痕 为难也一样 状态也不会好不到哪里去 战场上的厮杀惨烈起来 伴随人类的嘶吼声 魔物的血浸染大地 骷髅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这些人类虽都是细节 但是天赋各个诡诀 都是绝佳 人类何时用这么多优秀的细节了 对于低等间魔物来说 简直就是屠杀 骷髅王坐不住了 引起震荡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疑 白骨之身瞬间出现在一名猎人面前 骨剑挥舞 那名戴着蓝精灵面具的猎人面露惊函 紧接着发动一门 整个身体轻飘飘的 好似没有重量 竟被骨剑带来的气流吹出去 避开要害 虽说重伤 但是还活着 骷髅王的脑子里满是不可思议 自己的一击竟然不能秒杀一味细节 现在人类觉醒者都这样 他不信邪 脚踩大地 纵身来到天空 就在他准备第二次攻击的时候 他的眼睛看到一道身影 正缓步从不远处走来 那人戴着面具 穿着黑色运动服 扣着冒斗 明明跟这些人类是一伙的 却对人类的奋力战斗视而不见 好像这些人类死活跟他没关系 冷落地像一只魔物 骷髅王在他身上感受到危险的气息 放下手中的骨剑 安静等待那位真正的对手入场 猎人们厮杀是根本不注意灵性的消耗 反正他们知道会长左回来 当哭泣鬼王面具人出现的时候 猎人们松下一口气 有的直接瘫坐在地上 会长来了 会长 他就是会长了 战斗可以结束了 这些猎人有很多没见过梦青 但是也知道梦青的神秘和强大 魔物们嗜血的双目 死死盯着闲庭漫步般的梦青 只敢嘶吼 不敢上前 智商不高的他们却对危险有极大的敏感 这个人类的杀气直冲云霄 一个人就给了他们莫大压力 骷髅王双目鬼火剧烈燃烧 难听的声音从他喉咙不传出 原来 你们治安局长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敢挑战我 梦青听完这话 嘴角勾勒出讥讽的笑意 和他打完架 你已经不是巅峰状态了吧 你不是巅峰状态的你 而我也不是 魏娜 骷髅王周身聚集起浓烈殷气 几乎使得在场人类窒息 骷髅王的左手 若眼可见地生长 成了一只骷髅巨掌 朝着梦青脸压而去 鹰风呼嚎 鬼气弥漫 这一击便是骷髅王的权力 这就是埃金魔物吗 魏娜局长竟然把这么恐怖的怪物拦在城外 猎人们幻想着令人绝望的一击落在自己身体上会怎样 同时庆幸 刚才这只怪物没有对他们出手 否则只有秒杀的法 不过没关系 他的对手是会长 会长躲避这种攻击 绝对轻而易举 梦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浑身青色火焰爆起 来自火山口的热浪 驱散原野上的寒意 一只青色火焰组成的巨手在他身上迅速形成 那只青火巨手迎上骷髅巨掌 好似把滚烫的火球都到冰块里 死啊 自拉的声音响彻 那只骷髅巨爪子竟在青莲火壁的一拳下剧烈燃烧 骷髅王连忙收回巨掌 上面有漆黑的痕迹 还有烧狐味 猎人们眼睛都要瞪出来 这第一招谁强谁弱 高下立分 他们想过会长很强 却没想到会长如此恐怖 梦星身上的火焰再次暴涨 又一只青莲火壁朝着骷髅王抓去 骷髅王眼眶中的鬼火疯狂跳远 他原本抱着侥幸的心思 猜测火壁就是梦星的天赋 现在他的侥幸无影无踪 因为梦星已经表示 火焰是他天赋 火壁只是操纵火焰的方式 好 骷髅王将骨剑插入腹部骨骼 阴气再度增 眼眶的绿色鬼火变成幽子 光秃秃的骷髅头今生长出乌黑长发 这是骷髅王的轰式之子 这种状态下 骷髅王会消耗灵魂力量 透支自己的力量 先前与魏娜战斗后 损耗太大 如果不用轰式之子拼命 他怕是要陨落在这片荒野 骷髅王疯狂起来 枯草般的长发 水草般飞舞 浑身骨骼巨大化 脚趾踩在地上 鸭成巨沟壑 不少魔物受到无望之灾 鸭成一滩无血 巨大化的骷髅巨爪 迎接上梦星的青莲火壁 梦星失笑一声 慢向挺甚人 即便如此你觉得你能逃脱一死 骷髅王眼眶里的幽子火焰跳远 他重伤状态后的轰式之子 并非很强 可能连巅峰时期的魏娜都打不过 但是他并不认为梦星能比威娜强 更不认为梦星可以击败自己 艾接中 哪怕是骷髅王最差的状态 那也可以虐杀大批艾接 比如传教士 他可能在骷髅王手中撑不过三个回合 那些强大的艾接人类 在魔物中也有传闻 这里面绝对没有梦星这好人 此时 梦星身上的青色火焰暴涨散 他的身体消失在一片翠绿之中 青莲火焰巨人迅速形成 抓着骷髅巨爪 以无敌之字将骷髅王按在地上 青莲火焰巨人背后再次绳出一对巨手 疯狂砸向骷髅王的面门 好 骷髅王发出阵阵无能讨笑 庞大的白骨之躯阴气暴涨 阴气如寒气一般 碰到青莲地心火就消散 火焰本就是驱邪之物 何况是青莲地心火 骷髅王不甘心地问道 人类 你究竟是谁 梦星不大话 只是操纵青火巨人 一次又一次轰击骷髅王的身体 让他的身体出现更多裂痕 这个怪物埋进面子 绝对能种植数了不得的东西来 骷髅王身上的骨骼破损的厉害 他也知道自己无力会天 骷髅王仰天长笑 撒 这个字是对魔物们说的 人类出现了一位强者 一定要让其余高等魔物知道 骷髅王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这里 以防万一 他需要有身骸的魔物 将今天的事传达回去 魔物们本就不敢迎战 听首领这么说 如获大势 朝着四周疯狂逃窜 拦住他们 一名猎人怒吼一声 紧接着其余猎人 开始拼着最后一丝灵性 猎杀内心无误 冰带如山倒 这已经是一场碾压 骷髅王嘶吼着 挣扎着 不愿坐以待毙 阴气牵引着灵性 不断修复自己的身体 轻火巨人体内的梦性微微皱眉 这骷髅王怎么打不死 哪怕灵性很强 并且懂得灵时巨神术的梦性 也无法长久保持轻火巨人形态 终于 轻火褪去 留下浑身散发杀气的梦性 骷髅王体型也变回正常大小 已经彻底不能动 但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哈哈 我确实打不过你 但是你无法杀死我 待我恢复过来 我一定带领魔物 联合七域高等魔物 踏平南海 哈哈 突然 骷髅王的笑声夹然而止 因为梦性淡漠的毛子正冷冰冰地看着他 森冷的声音从梦性淡薄的唇中传出 你真以为我杀不死你 骷髅王愣住了 他警惕 问道 你要做什么 梦性肥脚扯出残忍的异尾 弯下腰 抓住骷髅王的脚骨 拖着这只魔王的身体朝大马路走去 挡路的猎人纷纷让开路 狂热虫带的眼神 毫不掩饰 自己老大越牛逼 他们的安全系数越高 梦性一路拖拽着骷髅王行至马路边 那里有一辆等候已久的大货车 带着鬼怪面具的黄杰从驾驶座上下来 看到骷髅王时也是一愣 心脏因恐惧而慢了半拍 抬眼看了弹幕气质的梦性 收下惊惧之心 打开车厢 梦性丢落机式地把骷髅王甩了进去 然后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上 黄杰启动车子 不断看着后视镜 骷髅王 爱见魔物 就在自己车上 他的余光透瞄了一眼梦性 这个青年在几个月前还是他的同学 虽说关系不好 但面子上也说得上话 几个月后 这个觉醒了农民天赋的同学 已经变成顶尖觉醒者 谁能想到这半个南海的主人 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一切就像是做梦 大货车停在老城区梦兴的小院 梦兴打开后车厢 把奄奄一息的骷髅王拖拽了出来 骷髅脑袋冲中砸在地上 推开门 梦兴拖着骷髅王走进院子 会长 惬意地躺在长椅上的老乞丐 见到梦兴后立刻起身 打工着身子行李 梦兴将骷髅王放在地上 拿起锄头在小院的菜谱上逃了起来 老乞丐浑浊的老眼顿时爆射金光 骷髅王 他惊骇地看向梦兴 会长竟击败的这种怪物 他咽下口唾沫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安静地低着头 梦兴很快在菜谱里刨出了个坑 正好够买骷髅王的 骷髅王挣扎着想要起身 你究竟要做什么 梦兴走来 脚踩在骷髅王的脑袋上 开口道 你这身灵性 死了可惜 说吧 抓着骷髅王的爪子 将他连带骨剑一块丢进菜底 然后拿起农产开始填土 骷髅王眼中鬼火乱产 人类 你不会想封印我吧 他看得到这个院子里充满阴气 比魔窟还要多数倍 不知这里到底死过多少人 如果能在这里修行 他可以很快恢复身体伤势 在这里封印他 完全等于用奶酪去关老鼠 骷髅王所处的菜地 阴气更是庞大 他骨骼上的伤势正以皱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愚蠢的人类 骷髅王暗暗嘲笑 梦兴 也暗自清醒 幸好自己的力量本源是阴气 很快 当土壤埋过他半截身子的时候 骷髅王发觉不对劲了 他动不了啊 这里的土壤很邪门 竟将他稳稳镇压住 这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疯狂吸取自己的灵性 好不容易恢复的灵性正在流逝 不 不要 他再次吸取阴气 企图对抗那些东西 可是他获取灵性的速度 远远比上那些东西的贪婪程度 骷髅王慌啊 难道自己要被埋在大地 他喜欢阴冷黑暗的环境 但是不夜暗无天日一辈子 这还不如杀他 骷髅王惊声惨叫 我认恕 我愿意臣服于你 伟大的会长 宽恕我 孟星肥脚勾勒出一抹绩效 既然如此 那你就为我效力吧 沉眠在大地中 为我的力量提供养分 孟星将最后一块土填上 掩埋住骷髅王怒在外面那双挑动鬼火的眼睛 不 骷髅王的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完全隔离 院子里再也没他的声音 他还活着 还有意识 只是不能动 看不见也听不到 在看不见的地下 骷髅果实树的根筋缠绕住动弹不得的骷髅王 绝望的骷髅王可以感觉到那些根筋正在掠取自己的力量 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早知如此 还不如当初就烂在墓地 何必爬出来当一只魔物 孟星做完这一切后 坐在躺椅上 安静等待着 小院里 骷髅果实树的枝叶变得更加翠绿 一颗青色的骷髅果实正在生成 只是 那颗骷髅果实还未完全成形 骷髅果实 正用从骷髅王身上抢夺的阴气 源源不断为那颗恶魔果实输送养分 按照这个缓慢速度 不知道多久才能成熟 孟星好奇得打量那颗恶魔果 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成长速度如此直满 但孟星看清楚那颗果实后 瞳孔瞬间紧缩 这颗果实 很强 黄泉果实 埃阶 果实能力为能力者 此后可以复活一次 并掌控与灵魂相关的能力 攻击时带有来自黄泉的寒气 会使敌人冻伤 吃下它后不会获得任何超凡天赋 但是可以复活一次 从黄泉世界归来后 将会开启超凡能力 孟星对这颗恶魔果实很感兴趣 这是免死一次的诱惑 它陷入纠结 如果果子成熟了 是还是不吃 这是一个问题 它还想着种植出其余几种异伙的 半晌 孟星摇摇头嘀咕道 还是等果子成熟后再说吧 孟星把目光放到老乞丐身上 老乞丐打了个寒颤 刚才它见证了这个菜地的果 见到了 恶魔果实 是如何诞生的 它慌忙道 老乞丐一生不会离开这里 更不会对任何人提起此事 孟星的语气并没有变化 它说道 过几天会有人送东西来 别让他们进院子 你别把东西拿进院子 等我回来 老乞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连连婴下 孟星换了一身衣服回到咖啡厅 坐在靠窗位置 查看着猎人工会后台 这是猎人工会第一次全体出展 任务完成得很不错 基本上消灭了全部魔物 此伤肯定是有的 太阳阶梯猎人阵亡20名 恶魔果实 猎人阵亡5名 现在医学发达 有钱就能治病 那些重伤的孟星就不算在内了 这回他们获得的积分 足够治疗伤势了 毕竟 想花钱买积分的大有人在 如果不想遭罪 想快点恢复 大可用积分兑换一些 有治愈效果的超凡之物 孟星看着后台记录 面无表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或许是那么多猎人 在与魔物的战斗中救了命 感到唏嘘 也或许是 那么多猎人为公会而死 感到一丝不平静 伏魔令是他发出去的 说是一点感触都没有是骗人的 不过也只有一点吧 掌控他人命运的主宰滋味 还是生命流失的感叹 这都不重要 就像是心头的一点尘埃 稍微擦一擦 方村山就干净了 没有某些圣母的愧疚心理 因为没有白德的力 这是提前说好的 他又不是佛祖 没有必要为成年人的选择而自责 先生 您的咖啡 夜云蕭摇曳着风韵深姿走来 然后他站在孟兴身边 开口道 先生 您好像很累 我可以帮您按摩 让您放松下吗 孟兴摇摇头 不别啊 过几天会召开一次猎人会议 你最近准备一下 是 夜云蕭微微欠身 转身离开 不敢打扰 孟兴 孟兴清明咖啡 眼睛看向窗外 过了 今天 空无一人的街道就要重新热闹起来了 一日清晨 中央大到 一个中年人神色慌张地跑在满市废墟的街道上 当他看见自己的燃气公司已成了泼砖烂瓦时 坐在地上痛哭流体 这可是他苦心经营了五年的公司啊 每天都会带来很大的利润 就这么美啊 不 不应该这样 我这么努力 命运怎么能这样对我 中年人擦了擦眼泪 在废墟中翻找着 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找些什么 终于 他摸到了一个烂掉的监控设备 瞬间来了精神 对 实施监控 我得看到我的店到底是怎么死的 魔物破坏属于不可抗力 他没办法做些什么 只是想看看自己的店铺最后遭遇了什么 就像是看看自己养大的孩子 临终前的一眼一样 他走到之前办公室应该存在的位置 在瓦砾中找到一个小小的保险柜 这里存放的是公司合同 自己的保险 以及一部手机 打开密码 翻出手机 坐在废墟上 观看昨天发生了什么 一个穿着五官制服的男人 闯进了他的公司 拧爆了全部燃气 紧接着视频变成雪花 播放内容也因为监控设备的损坏戛然而止 中年男人愤怒了 脸都憋得痛红 这帮该死的治安官 凭什么引爆我的燃气 他们没有炮弹吗 该死 我操你妈 不把老百姓的财产当回事 是吗 他不到回放视频 终于看清那个乐徒的脸 并且截图保存 我要到治安局告你的状 中年男人愤怒地砸向地面 却被瓦片伤了手 啊 血流了出来 中年男人满眼愿赌 甚至把手臂划伤也算在铁银头上 不把我的东西当回事 是吧 以为治安官我就治不了你了 妈的 北区治安所所长是我小舅子 我怕你 中年男人擦了擦血 朝着治安局方向走去 治安总局 局长办公室 魏娜刚汇报完自己成功抵抗了 魔物攻城的战报 心情大好 冷烟地翘脸浮现一丝笑意 因为上头对她大家赞赏 咚咚咚 校门声响起 请 魏娜的语气都温柔了几分 局长秘书带着一份材料走来 递给魏娜 微局 这是铁铃的报告 魏娜接过那份报告 脸色又不悦起来 铁铃在这次战斗中很活跃 不知道救下多少平民 甚至还丢了胳膊 他暗暗叹息 铁铃啊 铁铃 你这胳膊丢得好啊 无关大队长的位子 你算是能做一辈子了 即便魏娜是局长 也不能随意给他穿小鞋了 铁铃的功绩实在太大 局长秘书犹犹豫豫地又开口说话 那个局长 刚才又有人来投诉 说治安官的行动破坏了他们财产 要让总局赔偿 魏娜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那些有胆子 赶来治安局要求赔偿的人 都是有一定背景的 今天早晨来这里申请补偿的人不少 但是都被魏娜赶了出去 魏娜冷声道 那帮没用的东西 也不想想是谁救了他们的命 治安局保护了他们 他们不想着赶安 还赶来治安局撒野 把他赶走 如果赶撒泼打滚 就给我关起来冷静冷静 局长秘书也附和着吃笑一声 确实 这帮人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钱 那个来闹市的小老板 竟然敢告铁灵队长 真是无知可笑 要不是有纪律 治安守卫都想把他打一顿 你说什么 他投诉谁 魏娜瞪大了眼睛 局长秘书炸拔着眼睛 铁灵队长啊 魏娜愣了半场 脸上浮现阴鬼之色 他正惊危坐 把他带爱 在局长秘书的引领下 那名中年人进了局长办公室 他看到魏娜后轻忠微镜 原来新来的魏局长竟然这么年轻漂亮 在魏娜面前他可不敢造词 谁都知道这是一位厉害骷髅王的猛人 他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一下子跪在地上 哭诉起来 局长大人 为我做主啊 魏娜很反感这种人 大老爷们说跪就跪 说哭就哭 也算男人 他压抑止了心 强生出一抹笑容 快起来 和我具体说说你的委屈 中年男人从衣裳兜里翻出来手机 递给魏娜 哭喊道 局长大人啊 我要告这个人 这个混蛋 他炸了我的燃气公司 他为了省点工资 不去买弹药 不把老百姓的财产放在眼里啊 简直就是简直就是土匪 局长秘书忍不住了 我们治安局的弹药 都是免费发放给治安官的 没人为了省点什么弹药钱 去炸了你的燃气公司 还有 你投诉的人是铁队长 五官大队长 城市英雄 没有他的奋勇战斗 这个城市 不知道多少人要遭殃 中年男人愣住了 治安局的弹药 都是免费发放的 他没听清 城市英雄奋勇战斗救了很多人 他也不在乎 他听明白一句话 他要投诉的人叫铁灵 是五官大队长 这可是大官 他内的刚升到北去当所长的小舅子 怕是不够看 中年男人脸上露出慌张之色 原来是铁灵大队长 我在新闻上看到过 是个大英雄 局长秘书稍微有些满意 继续道 我猜当时铁队长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才去炸掉燃气公司 这不能怪他 毕竟魔物工程中 总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危险 我们都要互相理解一些 中年男人不断点头称是 对低头看自己手机的魏娜连连摆手 我 我不告啊 对不起 我给你们添麻烦啊 看 魏娜怒拍桌子 满眉含哨 中年男人吓得瘫道在地 暗骂自己贪心 自己这不是跑到别人地头上找不自在吗 他又带着哭腔道 我不告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魏娜立声喝道 不告啊 为什么不告啊 难道你觉得我魏娜会包庇下属 这是治安局 维护南海正义的地方 哪怕铁灵是我的得力干将 犯了错 我一样诚挚 中年男人猛了 局长秘书也猛了 魏娜冰冷地看了局长秘书一眼 你先出去 局长秘书连忙离开办公室 办公室里 只剩下局促不安的中年男人 和带着一丝邪笑的魏娜 半小时候 中年男人神情恍惚地从局长办公室走出去 他觉得一阵不争气 魏娜局长跟他说 铁灵对燃气公司做的事属于重大毒质 但是 铁灵是五官大队长 魏高权重 燃气公司被炸的事件实在是太小了 无法得到真正的忠实 魏娜暗示 他 联合被燃气公司爆炸所影响的其余商户 一起来投诉铁灵 袁多力量大 只要掀起的波兰受到足够重视 治安局会赔偿所有商家的损失 中年男人 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如此爱戴百姓的局长 原本来治安局只是一时上头 也有碰碰运气的成分 反正有小舅子撑腰 他也不怕惹太大乱子 不小心撞到一个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女治安官 那少女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才快步离开 中年男人脸上露出猥琐的笑 这身材 真苗条 这么年轻的小姑娘能进治安局 怕是有什么男人潜规则吧 嘿嘿嘿嘿 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办公室 五官大队长办公室 有权力真好 心情大好的中年男人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治安局 被中年男人撞到的小姑娘叫做林小决 铁灵的徒弟 他知道这中年男人来治安局的目的是什么 到他的师父 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牧羊犬因保护羊群在战斗中采了草莲 就被羊群急恨上了 怎么没人在乎他师父丢了一只胳膊 他今天提前下班了 因为要去医院看望铁灵 并且告诉有人投诉他的这件事 南海第三医院 一间病房内 铁灵躺在有着淡淡消毒水味道的床单上 这间病房很眼熟 他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了 第一次是跟一名歹徒搏斗 被打成重伤 送到医院 当时住的就是这间病房 后来 也正是在这间病房遇到了他 那个改变自己一生的人 想一想也就是几个月前 铁灵的眼睛悠悠转着 如果不是会长的话 现在自己应该在当案所养老吧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时间过得可真快 咚咚咚 肖门声响起 也不管里面的人有没有同意自己进来 林小泉已经推门而入 天气了 他不断搓着小手 坐在铁灵床前的椅子上 塞帮子气鼓鼓的 铁灵笑呵呵道 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啊 师父把他抓起来给你出气 林小泉哼了一声 今天总局 有人投诉你 铁灵挑了挑妹 投诉我 林小泉把知道的全部告诉铁灵 铁灵是笑道 他的公司让我炸 去总局发发牢骚 没关系的 你可不要为难人家 林小泉更生气 他在局长办公室 跟魏娜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听局长的秘书说 魏娜在这件事上对你很不满意呢 铁灵愣了一下 没有说话 林小泉继续道 我看到魏娜 铁灵皱眉 是 魏局长 林小泉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他知道师父也不喜欢魏娜 但是他很尊重局长这个位置 自己的师父总喜欢拿没用的条条框框束缚自己 他维护的不是魏娜 而是局长 维护的是治安局的威严 林小泉道 我看魏局长就是想针对你 找你麻烦 铁灵陷入沉思 因为战斗过程中破坏了一些商户就找自己麻烦 这不扯淡吗 谁能因为这种事怪罪的 走到哪他都有理 铁灵揉了揉林小泉的脑袋 没关系的 这件事我们没有做错 站得直 行得正 谁都不能给我强行定嘴 林小泉撇撇嘴 嘟囔一句 但愿吧 那个女人就不像是好人 铁灵只是笑了笑 这小鞋 铁灵还真不知道魏娜会怎么给自己穿 夜晚 金木咖啡厅 二楼 梦兴在金木咖啡厅是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 里面布置得很细心 小冰箱 洗书用品 电视 等等 什么都有 一看就是女性操心半智的 梦兴服在书桌前看书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 魏明的 大哥 我姐说了 铁灵马上就要下台 让我准备好升任五官大队长 魏明跟梦兴汇报这件事的时候 梦兴都很忙 铁灵刚立功 还在战斗中附上 客观上都是个英雄 怎么会下台 梦兴呵呵笑道 不错 等你升任了五官大队长 就能帮我做更多事了 电话那头是 魏明缠没附和 放心吧大哥 你说什么 我做什么 梦兴突然问道 那你恨我吗 电话那头的魏明愣了一下 大哥 你怎么会这么想 梦兴的语气阴森起来 既然不恨我 你为什么打开了录音功呢 是想查出我是谁 不愧是魏纳的弟弟 好蠢啦 那头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紧接着一声极其圣人的惨叫声传来 梦兴挂断电话 对于魏明的惩罚还在继续 他不会伤魏明 这个人他还要用来对付魏纳 持续一夜被清联地心火焚烧 意识之海 只要尺度把控得大 是死不了人的 蓝海一间高档公寓里 魏明痛得四星裂肺 他只想撞墙而死 但是剧痛之下 他根本做不了什么 甚至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手机自动解锁屏幕 然后光标自动点开录音功能 将当材对话删除 他原本想着 自己如果升任五官大队长 还要被人威胁 那这五官大队长就无法让他尽情想了 魏明后悔了 魏明再也不敢耍小聪明了 那个神秘人太恐怖了 他也知道 自己的作用就是帮孟星对付魏明 连续几次出卖姐姐 让魏明心里有些愧疚 大脑燃烧的痛苦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经过一晚上的折磨 魏明心中那点愧疚没了 他眼中不满血死 看着床头跟姐姐的合照 心里竟生出几分怨恨 如法不是姐姐 让我进入尸土 我怎么会出现在南海 如果不是魏明 让我想办法拉铁铃下马 我怎么会在老城区遇到她 如果她不是局长 那个人何必这么折磨我 我只想当的顽固子弟 那个女人凭什么让我进步 铃铃铃 电话声响起 是 魏明 魏明擦了擦冷汗 虚弱地接起电话 魏 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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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个声啊 老弟 你昨晚又去鬼混了 你能不能学点好 魏明脸色阴逸 坚强笑道 怎么让姐 什么事 魏明的声音轻快了不少 今天督察就来了 铁铃两天内绝对的蹲大楼 你就等着升迁吧 哈哈 开心吗 魏明想到自己当了五官大队长 还要天天绑着手机 生活 就觉得这个五官大队长 一点意思也没有 魏明 魏明 不跟你说 督察来了 等我好消息 南海第三医院 两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督察 敲响了铁铃的房门 林小泉被吵醒 为了照顾师傅 他一直守在床边 铁铃让他回家 他就像小孩子似的闹 林小泉揉了揉眼睛 睡眼惺忪地开了门 督察看了一眼林小泉 再看了一眼床上 督察亮出身份 治安督察 来了解些情况 林小泉立刻想到 昨天来治安局闹事的中年人 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走到病床前叫醒了铁铃 铁铃睁开眼睛 正经微坐起来 对 林小泉道 小泉 给两位同志拿两大椅子 督察落座 瞥了一眼林小泉 你就是林小泉 林小泉茫然地点了点头 督察在小本上记了起来 边记边说 林小泉警官 原本是东区治安所的城堡治安官 怎么调到南海总局做五官大队长助理的 林小泉顿时明大了 他刚到总局时有不少风言风语 说他跟铁铃有不正当关系 难听点说 是个靠身体昏到总局的办公室宠物 林小泉气得小脸煞白 讲说话被铁铃伸手打断 铁铃道 林小泉警官的资历和战功 符合一切教任流程 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跟着铁铃混了这么多年 林小泉的能力确实比一般治安官突出 督察低下头做笔记 这个我会查 还有 最近有很多人投诉你 在魔物工程期间 你企图进入个体单位搜刮钱财 结果招来了魔物 你不得已引爆燃气管 破坏公民财产 你怎么解释 铁铃当时就气笑了 这事盆子可真够大的 他指了指自己断掉的手臂说道 我会为了钱揪了我的手吗 当时我接到命令 阻截中央大道的魔物区 但是支援赤士卫道 我为了掩护队友车囤 引爆了燃气公司的燃气管 什么搜刮钱财 纯属胡扯 正在记录的督察斜眼看了看铁铃 眼神满是不信任 你一个五官大队长 亲自上一线 铁铃脸也黑了下 难道五官大队长不能亲自上战场吗 至于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你可以查中央大道的监控 督察摇头笑了笑 只是那条街道已经被破坏 留下的监控资料只有你闯进燃气公司 没关系 这我们也会查清楚 铁铃沉声道 那你可以问我的队员们 督察和上笔记 郑瑟道 你的队员已经被全部拘禁 这就是要问你的第三个问题了 铁铃瞪大了眼 怎么会这样 五官们有什么错 怎么会被拘禁 督察目光冰了 完全是审问犯人的样子 魏纳局长当时让你们死守中央大道 为什么违康命令突然撤离 督察语气变得很立起来 因为你不遵命令 导致魔物猖獗 支援很快就回到 你们为什么不能再拖一花 就那么怕死呢 铁铃的眼神变得惊悍 张了张嘴巴 什么也没说出来 魏纳要借助中央大道的魔物杀了自己 是自己的猜测 并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 魏纳要借助魔物坑害自己 可是铁铃知道支援不会来 此手下去的结局 就是自己和队员白白死在中央大道 三天后 铁铃停止调查 关于五官大队长的消息 也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五官大队长铁铃竟然是这种人 如果不是他临阵脱头 魔物怎么可能穿过中央大道 跑到永兴街 我家肉铺都被魔物糟蹋了 呵呵 肉铺算什么 铁铃趁乱去一家煤气公司盗窃 拧爆了煤气馆 我在中央大道的店铺都没了 哈哈 人设崩了 建议严查 已经在查了 我在治安局的侄子说 铁铃跟他们办公室的助理 不清不楚的 全色交易 嘿嘿嘿 当娘们真好 躺着就能升官发财 网上舆论很多 没有人愿意帮铁铃说话 哪怕是那些被铁铃救下的队员们也不愿意 或者不敢 他们因为中央大道撤退事件全部受到处分 全员降级至治安所 治安官 或者交通治安官 为那给治安所打过招呼 对铁铃曾经的部下不用惯着 这些被降职的武官过得很不好 尤其是那些成天把铁队长挂在嘴边的人 会受到特别照顾 林小全曾跑到那些武官面前 要求他们为铁铃说些话 求求情 有小部分人态度很不好 都怪他违抗命令 临阵拖头 否则我们怎么会受着无望之灾 逃兵 这帮治安所的小治安官嘲笑我是逃兵 有些人不考虑 当初如果没有铁铃的拼死掩护撤退 他们会不会牺牲 他们只抱着不缺实际的期望想的 如果那场战斗没有走 而是打赢了 自己会不会是英雄 会不会升官发财 他们觉得铁铃误了他们前程 为那这一手很阴毒 一手利益泡沫 挑拨了铁铃和他某些部下的关系 请募咖啡厅 天气冷了 咖啡厅里的暖气和空窍开得很足 坐在靠窗座位的梦青 看着手机里的南海新闻 关于铁铃的事正在以极其恶劣的方向发展 那些网民以为靠着胡喷几句 就能用自以为精明的方式打倒自己讨厌的权贵 网民们蜀目寸光 并不知那些卑鄙的字眼 正在毁掉一个真正维持正义的治安官 杀死他们的保护神 梦青沉默不语 走到门口 仰头看阴暗的天 难难道 要下雪了 似乎老天都在听梦青的话 文毛大雪纷飞而至 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赏心悦目的板 何小冬从楼上走下来 拿出一张试卷递给梦青 谢声声道 哥哥 老是让家长签字 梦青换上一副温柔的笑 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何小冬身上 接过试卷 九十多分 赞赏地点点头 别看他爹何勇是个混混头目 儿子学习倒是不错 梦青套出随身的钢笔 洋洋洒洒签上自己的名字 还给何小冬 小南还没想着走 在门口搓了搓小手 突然问道 哥哥 老师说雪是藏的 可是那么白 为什么是藏的呢 梦青认真地回答道 雪花从天空坠落时 会吸附空气中的尘埃 所以雪花就是藏的 何小冬伸出小手接下一片雪花 可是 这还是白色的呀 笔纸都白 梦青望向路边 那片雪经过人踩 车压 污水侵染 已经成了惹心的颜色 雪花来到人间前就是干净的 比什么都干净 因为他们吸附了空气中的灰尘 所以专家们说雪的内力是藏的 他们其实看起来还是白色的 只有在街上被人踩过 才真正的藏 梦青肥脚勾勒出玩味的糊涂 脑子里出现那个冷写女局长的形象 这都把利益和人性婉转得很明白的女人 关于铁灵前规则 林小全和铁灵 趁魔物攻城 抢取财物 这两个负面新闻 有脑子的人都听了会嗤之以鼻 谣言罢 这时候 林小全被降职 治安局又赔偿了中央大道商家的全部损失 这个举动太暧昧了 并且很有说法和暗示性 老百姓的惯性思维会认为 治安局默认了 铁灵确实犯下了这种错误 紧接着拿出确切的证据证明 魔物之乱是 铁灵违抗命令撤离中央大道 并且铁灵因此停止 两个谣言 加上一个真实事件 绑在一起来说 稍加操作就成了三个真实事件 这几步环环相扣 步步逼远 彻底给铁灵换了一个形象 贪暗 好色 惧死 孟兴失笑一声 毛子李闪鼓微光 转身向二楼走去 铁灵不能弯 至少这个时候不能 二楼最重要的一处房间 被黑幕遮感 永远不会见到阳光 里面闪烁着信号和屏幕的机械光 这里是苏曼曼的机房 猎人公会最为重要的线上发源地 孟兴站在苏曼曼身边 和他交谈 苏曼曼的翘脸逐渐爬上惊骇之色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梦醒 这您是认真的吗 他张了张嘴 酝酿片刻道 停止猎杀觉醒者罪犯 没问题 只是 您要随机发放太阳阶梯给城里混混和普通载逃人员 还不让他们加入公会 没有公会的约束 这不是创造了一群觉醒者 我同吗 这里说的随机发放 并不是用猎人公会应用推锁 而是用其余方式 至于什么方式就看猎人们怎么做 这是他们的任务 任务前提只有一个 不能暴露公会 不能暴露猎人身份 不能暴露太阳阶梯的外观 听着苏曼曼的话 梦醒眼神冷了下来 铁灵把这个城市保护得太好了 好到这帮人忘记了铁灵上位 这几个月来 男孩少有人做监犯客 只有那些是领导和老百姓知道疼了 才会响起铁灵来 破解轨迹的方式 往往是简单的粗暴 苏曼曼脸上出现一丝慌乱 那个 您如果是需要乐土 我有一个人推荐给您 苏曼曼从电脑上调出一个人的资料 资料上的照片 都市恶魔 李昂 终于被捕 是什么让一名金府高中的才子 一步步成为食人魔 阳光爱新工程 南海一颗大接纳食人魔李昂 南海一颗大 第七层空荡荡的 惨白的白痴灯下 一丝人气也没有 从电梯上来的小护士轻抚胸口 脸上出现挣扎之色 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 依然朝最尽头的病房走去 那是一间单独的病房 里面的设施朴素简单 除了铁皮柜子上的羞涩 都是纯白 一位瘦弱的少年 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小护士忐忑地进了病房 您好 打针 他说完这句话 壮着胆子看向少年 略显苍白的脸 少年生了一双 看似乖巧的眼睛 双眼皮的弧度很小 这副皮像温柔极了 惨白的灯光照在病态的脸上 竟然有几分柔和 少年熟练地挽起袖子 露出埋在肌肉里的针头 脸上笑眯眯的 辛苦啊 这笑容如沐春风 就像林家小弟弟一样可爱 如果不是门口 有八名全副武装的治安官 如果不是自己 要给少年打的是镇定剂 他都要被少年骗过去 误以为这是个阳光大男孩 小护士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深呼吸一口气 走向少年 准备把药水打进去 而他没注意 少年的脸上露出一丝脚狭的笑 就像是狐狸看着 落入陷阱的兔子一样 这时 急促地脚步声传来 一双温暖的大手 拉住了小护士 小护士吓了一跳 看向来人 回过神 轻呼一口气 杜医生 您怎么来了 杜医生是猎人工会的一名猎人 逆成手术刀 他那双犀利的眼神似似盯着少年 一把掀开被子 小护士惊骇地捂住嘴巴 他正见少年的另外一只手 正抓着半根针 半根本应该埋在少年肌肉里的针 为了方便 医院会把长针头埋在重症病人的胳膊里 埋针的过程极其痛苦 病人会感受到钻骨的痛 所以针头一般很小 由于少年特殊的缘故 医院特意用了长针头 谁知道 这少年竟然能忍着钻心痛苦 把针拔出来 并且掰成两段 又把其中一段插回去 小护士小脸吓得惨白 忍不住后退几步 杜医生贴心地吩咐道 你回去吧 小护士讨也试地跑掉 走廊传来小皮鞋慌乱的声音 少年脸上露出惋惜之色 他看向杜医生 语气有着埋怨 最后一顿都不给吃 杜医生没有说话 抓起少年的胳膊 拔出针头 重新取了一枚针头插了进去 并且打入镇定剂 而且宛如酷刑的行为 少年脸上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没有 全程保持笑容 杜医生微微惊讶 以后有我为你打针 说吧 转身离开 行至门口驻足良久 他从怀里取出一颗 模样怪异的果子递给少年 食了 谢谢 少年都没怀疑这颗果子有没有毒 道了声谢谢就吃下了 是王后他调心得看着杜医生 问道 还有吗 杜医生皱了皱眉 转身消失在病房 门口 一名治安官拉住杜医生 满眼期待 大夫 他能活多久 什么时候死啊 杜医生回答道 他的状态很差 癌细胞已经侵占了全身 应该就这几天啊 几名治安官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病房里关着的家伙 可是一名食人魔 一个危险到极致的家伙 看管他的压力实在太大 一名治安官吐槽道 不知道你们医院怎么想的 非要给这个变态治疗 杜医生沉默不语 他自然知道医院怎么想的 一切都是为了成绩 每年医院都会从监狱里 选出几名病入膏肓的犯人 带到医院 这每期明月的人性化爱心医疗 符合上头的阳光救助项目 这种项目可以让医院领导 在政绩纸上填几笔色彩 当然 不仅仅是这样 这个少年跟往常的犯人 是有区别的 医院没有给他任何治疗措施 相反 每天都被试验药物所折磨 因为 他吃掉了医院领导的儿子 这是一种复仇 这也是为什么 当他吃下肚医生给他吃 恶魔果实实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临死前被如此折磨 不知道这个少年 现在有多仇恨这家医院 三天后 少年快不行了 癌细胞已经遍布少年全身 他虚弱地躺在床上 回忆起自己的医生 少年名叫李杨 一个老城区的孤儿 内向 懦弱 跟女生说一句话都会脸红半天 他天赋异禀 初中毕业就展现出超人的心灵 也因此 他保送到清北高中 金府高中是下国顶级学府 如果打小没有教育资源的倾斜 很难被入去 所以金府学生大多是官商子弟 少有李杨这种穷苦孩子 原以为精彩的人生即将开始 却没想到 这是自己的噩梦的根源 室友会逼迫他洗袜子 洗内裤 太监一般伺候他们 当然 事后会给几块钱当作打赏 这也不是 室友们对他好 只是想找一种方式取乐 比如在女生面前 把钱丢给李杨 然后大声说着李杨为他们做了什么 女生们往往会比一地看着李杨 然后陪着室友一起嘲笑 李杨有钱赚 也甘之若义 毕竟金北学费不便宜 后来 室友们觉得没意思 不打算给钱了 李杨索要就会遭受毒打 如果找老师 老师会斥责 李杨 学生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别搞没用的 他其实知道 老师是在偏谈室友 因为室友们家有钱 终于有一天 他生病了 很重 癌症 他把一切希望寄投在学校的贫困补贴上 那天他在讲台上 唯唯诺诺地说了自己的情况 孤儿 癌症 要死了 想活着 还拿出了医院的检查单 得到的是同学们的红糖大小 嘲笑养狗 为了钱 不但能洗袜子内裤 还能造假检查单 他期待最后的结果 坐在讲台下 听着其余申请贫困补助的同学发言 李杨震惊了 那些养尊除优的同学 声泪替下地讲述自己悲惨的家庭 自己遭到的状况 最令他骇然的是 这些同学拿出了和他一模一样的病重检查单 他绝望啊 原来贫困补助也不是穷人能争取的 这个世界的乐意 他长了个遍 他想找老师做最后的努力 然而老师并不相信他真的生病了 或许也是不在乎 如果他真因停困而死 作为相关老师或许也会受到一些惩罚 但也只是象征性的 李杨那时候很恐惧 他还小 他怕死 他愤愤地想 等我死了 看你们怎么收场 后来也想明白了 自己的死不会有人在乎 李杨回到寝室 室友们都不在 他们申请到了补助 去庆祝啊 这时候不知道谁在用原本属于他的救命钱 老着 哪个妹子 可能还会给小费 就这样 在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恐惧下 李杨终于释放了内心最深处的黑暗 李杨将五个人的衣服全都洗干净了 然后静静等他们回来 当夜 学校就发生了惨烂 寝室五个人全部被李杨杀害 部分内脏被吃掉 他含着碎肉 模糊不清第一 你们不是想变成我这副样子吗 甘癌 卫癌 我帮你们实现冤枉 那名老师他也没放过 这就是都市世人魔的起源 逃亡数年 世过的人也不只是那几个室友了 他被困在那东西带来的安全感上 他不是对人肉上瘾 而是成了某种东西的囚徒 李杨一时开始模糊 心中是满满的不甘 我不想死 适刻威胁他的死亡终于要降临了 像是一个初见的固友 曾经一幕幕都在眼前山上过 好似走马灯 老师 同学 没有朋友 可能除了治安局都没人记得他的名字 李杨残余的力量紧紧捂着胳膊上那根埋在肉里的针 这是他所拥有的 唯一的东西 如果三年前 他们肯把补助让给我 那该多好 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会有自己的朋友圈 跟兄弟们打打游戏 跟温柔的女朋友逛逛街 没准还能有个可爱的孩子 有复活卷种吗 来一张 如果没有的话 就算啊 李杨死了 带着遗憾和失望死的 由于死在医院 按照规定 无人认领的尸首会存放在太平间 火化 别逗啊 太平间 有的是位置 花那钱干嘛 南海一颗大太平间 这里跟图书馆似的 赶满一个个大柜子 那些柜子上的每一个隔嘴 都有不安详的灵魂 咚咚咚 这里诡异的响起敲门声 是从其中一个柜子里传来的 咚咚咚 听得清楚啊 是里面有东西在揣铁皮 在充满死人的地方 突然间有这么个动静 肯定会吓死不少人 还好 今天太平间没有保安 痛 一声更大的闷响过后 柜子中滑出个抽屉 一名少年坐了起来 死灰色的双眼渐渐恢复神采 里扬带着号码牌 穿着白色衣服 他好像做了个梦 去了一趟地府 见到了彼岸花 见到了黄泉 他确定自己是死了的 可是怎么活过来了 里扬迷茫地打量四周 余光扫到不远处 有一团青油火苗 眼睛睁得大了一些 难道自己还是在阴间 里扬摸了摸自己的脸 热乎乎的 没呀 他跳下来 朝着青油火苗走去 静啊 渐渐静啊 他看到了一个人 敲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 那人戴着恐怖的鬼王面具 穿着一身黑衣 戴着冒动 一股浓郁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里扬第一次感到害怕 你 是人是鬼 梦星手中的火苗 蹭得一声壮大不少 脸上的哭泣鬼王面具被显阴森 你就是里扬 声音没有丝毫温度 高高在上 对于未知的东西 他本能得不安 身上灵性游走 指尖缠绕着水雾 天赋异能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战斗 此时 他愣住了 他不知何时 竟多了一种天赋 黄泉果实 艾接 从黄泉归来的旅人猜可激发 掌握与灵魂相关的能力 消耗灵性 能够让灵魂出窍 灵魂处于蓄体 实现穿墙而过等动作 攻击时 可附带来自黄泉的阴景 黄泉果实 艾接 李扬是个细致入微的人 他马上联想到杜医生给他吃的果子 难道杜医生是他的人 那颗果子是面前的面具人给的 有违常理 不可思议 他也不懂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要复活他 这是何等伟丽 李扬消散了手里的异能 张了张嘴巴 终于说出一句话 你 你是什么人 他在梦兴面前显得很不自信 吐字都不清晰了 梦兴嘴角扬起 在清火照耀下 显得阴客 猎人公会 会长 李扬傻了戴上 猎人公会 超凡组织 面前这位是某个超凡势力的主人 顶级大人物 他咽了咽 吐 为什么复活 他也是想确认 到底是不是眼前人 复活的他 复活死人 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吗 梦兴手托着一团清廉地心火 缓缓站起身 眼神淡漠 这条命是我借给你的 你要含 李扬确定了 就是面前这个人给了自己新生 他复活了自己 李扬发誓 他今天遇到了世间唯一真神 以前他参拜的都是破土浪网 你们连我的命都救不了 凭什么称神 李扬虔诚地匍匐在地 不敢直视 孟兴 是沟壑下的蝼蚁 对群山之巅的神明奉献自己的忠诚 孟兴轻贴了他一眼 留下一部手机和一张面具 消失在太平间 他不怕李扬没有自己的帮助 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 如果这小子连这点水平都没有 就根本没资格收下他的皇权果实 李扬是个天才 在大学期间杀掉了五个室友 一个老师 要知道 这六个人都是有不小背景的 普通人能在杀了这么多人之后 逃脱三年 已经是奇迹 而李扬不止如此 李扬被捕后 大大方放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三年内 他前前后后吃掉了二十八个人 而这二十八个人 个个都是权贵 杀了三十个权贵 还能活三年的普通人 就是他最恐怖的地方 要知道 抓到李扬之前 根本没人知道那二十八个人是李扬杀的 这是个心思缜密的危险罪犯 问李扬为什么只挑权贵下手 李扬的回答挺胜人 猎人公会缺什么人 当然是人才 至于说 李扬到底值不值得梦星使用一颗乐魔果实 这都是后话 梦星自由打算 他从不做溃本生意 李扬在空荡荡的台平间 缓缓抬起 眼睛里还有不可思议 这样的大人物 为什么会选中我 那部手机亮了起来 猎人公会应用下载完成 南海市 克鲁斯西餐厅 流行西装革履 领滑都一丝不苟 捧着一束鲜红的玫瑰走进餐厅的门 他并不是本地人 他来自京都 是治安局检查站的一名督察 来到南海市为了插铁灵的案子 他在门口朝里面望去 终于找到了想见的人 流行眼睛一亮 带着局促的心情走到位置上 对不起 娜娜 我来晚了 流行看着面前的美人 满眼都是爱慕 今天的魏娜很美 她没有穿日常的制服和长靴 而是穿着紧身的晚礼服 外面披着白色皮草 修长的腿 纤细的腰质 饱满的胸脯 被展示的淋漓尽致 魏娜笑了笑 没有关系 老同学 刘贤落座 挠了挠脑袋 你真漂亮 平常冷酷无情的督察 竟然有大南海的羞涩 跟魏娜是高中同学 毕业后一个出国留学 一个 进入治安系统 也是 刘贤的从中运作 魏娜才能回国后进入京都治安局 魏娜也很聪明 凭借几年的操作 愣是直接空降到南海 家里人说魏娜把她当成了工具人 而刘贤恋爱 脑上头 根本不在乎 这回魏娜求刘贤来南海帮忙 她丝毫没有犹豫 立刻动用关系 被铁灵展开调查 魏娜对刘贤的夸赞玩耳一笑 一双美眸 温柔是水 一眨不眨地看着刘贤 你准备什么时候抓铁灵 谈及正事 刘贤恢复了些政策 她皱了皱眉 铁灵的事有很多疑点 我想不通 抓她的话 还需要时间调查 魏娜眼底划过一抹不满 很快掩饰起来 兴起红唇 是罪证不够 刘贤摇摇头 不 就凭临阵脱逃这一点就够抓她了 只是 刘贤狐一地看着魏娜 调查铁灵这段事件 我发现她名下财产很少 执行任务是多次重伤兵死 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贪财怕死的懦夫啊 会不会其中有其他误会呢 要知道 魔物攻城这种事 什么意外都有 刘贤拿出手机 还要继续说 一只滑腻的小手轻放在她的手上 刘贤惊乐地抬起头 娜娜 眼前的威娜万种风情 只是那么委屈 刺得刘贤声唐 娜娜颇为哀怨道 贤哥 你要放过她吗 她就是故意破坏我的退魔计划 想让南海沦陷 让我获罪 如果不是我拼死抵抗骷髅王 这回你来调查的就不是铁灵了 而是我啊 刘贤眼神里的狐一逐渐吞去 愤怒逐渐占领上风 娜娜趁机 处处可怜道 贤哥 你真的忍信我被别的男人欺负吗 这句话杀伤性可够大 刘贤立刻沦陷了 她紧紧抓住威娜的手 坚定道 放心 娜娜 欺负你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 明天我就抓铁灵 威娜暗暗看了一眼 刘贤抓住自己的手 眼底颇为嫌弃 她不着痕迹地抽回手 低眉道 可铁灵是五官大队长 在南海根深地固 你会不会有麻烦 刘贤冷哼一声 论关系背景 铁灵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家里人也绝对支持你 你看你来南海这段时间 犯罪率直线下降 当初他们还说你只会阴谋手段 现在他们该知道你的能力了 威娜脸上挂起迷人的微笑 不说那么多了 就别重装 咱们干一杯 这时 门口传来怒骂声 几个大汉砸碎了西餐厅的门 直愣愣地冲了进来 进门就开始打砸 惹得时刻们震震惊 纷纷离喜 很快 餐厅里住场的保安出现 跟着大汉们对骂起来 从言语中不难听出 这是收保护费的 争吵无果 几名大汉发生一变 眼珠子变成死灰色 身上的肌肉高隆起 血色吞去 像是死人 保安虽也是觉醒者 但是这些闯入的大汉人数占优 一番激烈打斗下来 大汉们占据上风 将保安尽数打倒 他们凶神恶煞地站在西餐厅 默喊经理的名字 经理不敢出来 他们就打砸西餐厅的设施 有些眉头微皱 南海这几天好像不太平了 这几天里 这种情况他也不是第一次预见 南海的治安不是最好的吗 怎么会这样 魏娜眼底有着朦胧冰寒 这些人是在打自己的眼 他朝着那几人走去 连一能都没有 凭借体数将几人全部打之不能动的 高挑的身材 配着高雅的玩礼服 别样的美感 让刘贤看吃了 魏娜怒火中烧 铁灵被停止这段时间 南海是犯罪率以可怕的倍数上升 难道铁灵真是震慑罪犯的门神 南海没了铁灵还不能过日子 他承认 铁灵被停止确实不利于治安 但以前铁灵不是五官大队长的时候 南海不一样好好的吗 最近恶途猖獗 比以往更甚 魏娜以公事为由 冲刘贤歉意告别 走出西餐厅 刘贤也不生气 相反更欣赏这样的魏娜 地豪娱乐酒吧 总经理办公室里 朱大军坐在气派的老板椅上 盯着监控里的少年 面色不善 这个少年竟明目张胆在自己的场子里卖为敬体 真是胆大包天 他加入猎人公会后 明明警告过下三流门 谁都不许在这里搞事 底下的人想抓住这个少年 好好教训一下 可这个少年跟脑袋后长眼睛似的 谁都逮不到他 天天都能混进来 而看场子的又无可奈何 这个场子的大哥只好汇报给朱大军 让老大想担法 风狼从门外走了进来 老大 查不到这个人资料 可能是从外地来的 朱大军阴沉着老脸 今天敢卖为敬体 明天就敢卖 老子妖子 风狼 你亲自出手 把他给我带管 风狼点头匀下 刚走出门 就被一股距离踹中胸口 风狼如断了线的风筝 从门口一直倒飞 撞到墙边 墙上都出现了裂寒 朱大军怒目远征 开二起 谁他妈找死 而门口那人 紧快后 朱大军像是打念的猛 为那穿着顽礼服 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 朱大军讨好的笑道 未居您怎么来了 为那一脚踩着办公桌 一手抓住朱大军的衣 高插的裙子 唇光外泄 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 为那冷冰冰的开口 朱大军 你最近有点跳啊 朱大军神色慌乱 连连摆手 您这说的哪里话 这段时间老弟可安分得紧 为那冷笑两声 从小包包里拿出一落子资料 甩在朱大军脸上 你看看 这些是不是你的人 怎么 看铁灵被抓了 觉得没人治得了你们这些老鼠了 为那冷咽的脸庞凑近朱大军 清洗红唇 还是说 趁督察组还在的时候 你给我上眼药 为那身上的香水味直冲朱大军的鼻子 朱大军很猛逼 为那扔给他的那些资料 里面没有一个人他认识 啊 阿朗 你看看这些人 你认什么 朱大军朝风狼招招手 风狼忍着剧痛 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拿着那些资料反复查看 他开口道 畏惧 他们不是我们的人 为那脸色愈发冰冷 风狼脑门都紧张地地出冷汗 终于 他在那些资料里找到一个熟悉的人 风狼指着那人快速道 这个人 我有印象 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人 他是北剧的一个小混混 曾想跟着我混 可是我看不上他 为那冷笑 一个一阶觉醒者 你会看不上 风狼愣了一下 这不可能 他就是个普通小地痞 我发誓 他绝对不是觉醒者 就算是觉醒 那也是这段时间突然觉醒了 为那紧盯着风狼的眼睛 没有看到任何撒谎的成分 这才作罢 他心底开始嘀咕起来 难道最近南海犯罪率提升 这事儿 跟朱大军真没关系 为那放下朱大军 抱着胳膊冷声激笑 连南海的觉醒者 地体都不能归我 真是个废物 比周青差远了 朱大军 你看好自己的人 如果我发现你们的人 在这段时间做了 我肯定饶不了你 说吧转身离开 朱大军看着为那离开的背影 眼神慢慢狠立起来 嫂娘呢 早晚有一天强奸了你 装你麻痹 昨日 东去街头发生泄斗 有三名社会闲散人士 和两名围观路人死亡 昨日 中央大道发生恶劣侵犯妇女事件 此时正在调查 昨日 中央大道发生抢劫案 店主被连刺三刀身亡 据了解歹徒是一名觉醒者 经路咖啡厅的新闻播报 连续报道了十起恶劣事件 一名喝咖啡的白领男男道 这是怎么了 南海最近怎么这么不太平 他的同伴冷笑说道 还能因为什么 铁灵大队长被抓了不知道 没有他在 谁能震慑住那些萧小之徒 坐在老位置看书的梦兴 听到这段对话 拿出了手机 手机上是苏漫漫给弄的软件 可以统计这个城市的犯罪率 很明显 犯罪率在直线上升 尤其是李扬被复活之后 犯罪率简直到底 这个城市的历史顶峰 梦兴嘖嘖暗叹 确实是个人才 一晚上竟然送出去五十朵太阳界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能暴露工会 不能暴露猎人身份 不能暴露太阳阶梯外观 这其实挺难的 其余猎人一共也就送出了几十朵 梦兴合上手机 看着窗外喃喃道 这个小子没让我失望 我的太阳阶梯都快用完了 再考察一下 如果可以就好好培养他了 猎人工会现在人漫四通大大 各行各业都有猎人 钱也不去 朱大军很懂事 除了拿出大部分分红 每个月还会额外拿出一百万孝敬 梦兴的银行卡里 每个月都有小一千万进账 敌云也没问题 只要猎人想获得几分 超凡职务就源源不断 现在猎人工会 还却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死事 干净利落的死事 猎人工会的猎人 大多有家庭 有工作 别的超凡组织大概不会这样吧 不是说梦兴很不下心 让他们去杀人 只是有牵绊的人 做事往往不利索 梦兴需要一些随时随地 可以拼命的猎人 就比如李扬这样 举目无情 甚至还死了一次 没有任何故意 抠魂猎人的想法 在梦兴大脑中间接形成 行走在黑暗中 处决背叛的猎人 只为杀人而存在的猎人 猎杀梦兴想要的任何人头 梦兴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些画画 这两天斗玉波 就会把魔物工程师 获取的魔物尸体集中交给梦兴 估计那时候会种植出不少 万魔果实 还有更高等级的太阳接体 勾魂猎人计划就可以开始进行 勾魂猎人 平常可以住在我的园林里 那么大的地方不用可惜 他们平常可以用女部 管家 园丁等身份试人 猎杀人头可以获得几分 嗯几分 梦兴停下笔 小声嘀咕着 我不太想让这些人知道 关于猎人工会太多的事 毕竟勾魂猎人的任务 比普通猎人的任务危险不少 气氛还是算啊 可以改成金钱 猎杀某些人可以直接兑现成钱 也可以偶尔赏赐一些超凡之物 梦兴继续写道 李扬和老乞丐可以成为 勾魂猎人的教官 李扬负责传授侦察意识 老乞丐负责训练战斗技巧 如果一个人拥有高等级战斗天赋 同时还有李扬和老乞丐的本事 且不惧怕死亡 这该是多么可怕的杀人机器 一个恐怖的杀手团体 在梦兴的笔记本上逐渐勾勒出来 梦兴顿笔 脑子里是一阵迷茫 去哪找这么多亡命童呢 寻找一群有暗地 走投无路的罪犯 可行吗 梦兴正在思索之际 一阵相风袭来 让他瞬间皱紧眉头 你真是在写小说 声音很清脆 还有点乐 梦兴扭头 是一名少女 少女留着米白色长发 样貌青春 穿着牛仔裤白盲衣 身材高挑 前凸后翘 长得是挺漂亮 只是梦兴不明白 为什么 这个少女走到身边 她没有半点察觉 梦兴盯着少女 想看出些端倪 少女被看得不好意思起来 微微欠身 不好意思啊 没有位置啊 我能跟你拼一下桌子吗 梦兴看了看四周 咖啡厅本来就不大 确实已经坐满了人 可能跟怪物工程刚结束有关 很多公司正在休整 一些白领则选择在咖啡厅之类的地方 线上办公 梦兴点了点头 很有绅士风度 请坐 少女再次道谢 在梦兴面前坐下 拿出了粉色电脑包里的笔记本 她看了看梦兴 想跟她大话 明媚地笑了笑 您也是写小说的吗 我也是 大胆是她扫了一眼 梦兴笔记本上的东西 误以为这是某个故事的构假 梦兴盒上笔记本的 对 小说 大刚 她可能看到了笔记本上的内容 杀还是不杀 是个问题 那名少女坐下后 一直想说些什么 她看了梦兴有一话了 才开口道 其实 你写的逻辑有点问题 如果稍微修改一下就更好啊 梦兴顿笔 微微挑眉 可 少女这才看清梦兴的眼睛 魔光很淡 像江南烟狱里的山水 情验 却不争切 宁谋时 眼底有几分难以言狱的轻悦性 虽隐藏得很好 但是依旧有一股无法驯化的野心 少女脸色微红 我大概看了眼你的设定 招弄一些贫困的人当作杀手 把他们伪装成家谱 这一点很有趣 只是你给的奖励有点问题 梦兴没想到他紧紧扫了一眼 就能记住自己大概写了些什么 他嘴角扬起笑意 愿闻七下 少女合上电脑 耐心地为梦兴解释 我要是说的不对 你别介意哈 我觉得逻辑是有问题的 他们杀了人后 主角会给高乐的金钱当作奖励 这个不太好 梦兴疑惑道 这不符合逻辑 少女不假思索 道 穷困潦倒的人突然获得了一大笔钱 那他们还为什么做杀手呢 满足了欲望后 他们就没有凭杀的动力了 要给他们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才好 梦兴轻轻点头 人类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欲望 恐惧 清廉地心火虽然可以让人产生对自己的恐惧 但这还不够 如果所有勾魂猎人都只是恐惧 梦兴 那跟魏明没什么区别 对梦兴而言 魏明用着并不顺手 恐惧久了产生的东西只会是仇恨 一群仇恨自己的人怎么会死心塌地为自己卖你 怎么会努力提高任务质量 勾魂猎人 不但要惧怕梦兴 还要祈求梦兴的施舍 欲望和恐惧要相辅相成 两者兼备的话 梦兴怕是跟寺尿里的神灵没什么区别了 梦兴认真地请教 前却是太俗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写 少女有些举措 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个心愿携手 然后也认真地回答 梦兴 反正如果让我来写的话 我会让主角从一些对生活不抱有丝毫希望的人当中选择杀手 主角可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承诺他们一些光明的未来 一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抬起头就能看见阳光的话 他们会为了温暖拒拼命的 当然 主角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仍身在黑暗中 梦兴对这个少女有些感兴趣了 这却是比找一些走投无路的罪犯 以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的驾驭方式靠谱得多 梦兴不住地点头 诚恳道 你是一个很棒的小说家 毫不吹捧的夸赞 比一切甜言蜜语都好 少女的心里甜滋滋的 觉得遇到了知己 她嘴角上扬起美丽的糊涂 然后低下头 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快送马字 进行自己的工作 梦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少女 有机会 一定 梦兴拿出手机 苏漫漫已经传来了关于少女的资料 杨雪 19岁 递阶觉醒者 天赋 光玉 辅助类型 背景 不明 梦兴略微压抑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少女 竟是罕见的辅助类型 天赋 自己刚才没察觉到她来到身边 就是因为这个天赋的原因吗 一些辅助觉醒者具备隐秘自己灵近的能力 这种天赋 这种长相 绝对会有不少大公司招揽 怎么会写网文 那这背景不明就很有意思 梦兴的猜疑心很重 喜欢做很多假设 她看到了自己的笔记 是无意还是巧合 或者说是 故意的 她是谁呢 治安局的人 还是有某个神秘的超凡事力注意到自己了 少女察觉到梦兴在看自己 笑脸飞上一抹红韵 笑了笑 继续马字 她的笑容很干净 有点高中女童桌的感觉 让梦兴恍如隔世 梦兴低下头 继续在笔记本上构思自己的勾魂猎人计划 不知过了多久 杨雪终于把今天的工作完成 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她看了一眼外面 已经很晚了 黑色浓郁 咖啡厅里除了工作人员 也只剩下自己和梦兴了 杨雪眨拔着眼睛 你 还不走吗 很晚了 梦兴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12点了 杨雪收起电脑 放回粉色电脑包里 她又从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 把自己面前的桌子擦了个干净 把脏纸巾揣回口袋 我先走了 明天我还会来 梦兴道了一举 路上小心 杨雪冲梦兴打了个招呼走出门 却被外面的漆黑吓住 刚经历过魔物工程的城市 电力系统还没彻底恢复 这条街的路灯还未运作 杨雪鼓足勇气踏出咖啡厅 没走两步 一股令人心悸的感觉缠绕着她 她看了看身后明亮的咖啡厅 深呼吸一口气 踏入黑暗中 在她看不到的咖啡厅屋顶 一位带着鬼怪的怪人 饱含杀气地看着她 见杨雪走远 展开一对翅膀紧跟上去 在夜幕上像是一只大鸟 杨雪住的地方就在东区 在临近东区治安所的公寓里 公寓楼下 寂静无人 黄杰准备动手 虽然不知道这名少女怎么得罪的 梦兴 但是对她来说梦兴的命令不需要理由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东区治安所爆发出一阵火光 然后就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刚降落在杨雪身后的黄杰愣住了 东区治安所又炸了 杨雪也被爆炸声吓了一条 她转过身 瞳孔剧烈收缩 哈 她看到了黄杰 骇人的面具和不加掩饰的恶意 让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接着 公寓里传出极粗的脚步声 黄杰无法当众杀人 她只能作罢 展开一对翅膀飞向夜空 公寓里跑出来不少穿着制服的治安官 他们是被降职到东区治安所的无关 治安局的变故 让敏锐的他们第一时间注意到 他们没有管下的脸色惨白的阳雪 朝着冒火光的治安局蜂拥而去 进幕咖啡厅 孟杰终于完成了勾魂猎人的架构 活动了下脖子 店里两个女服务员已经离开 叶昀映扭着风韵的身子走到孟杰面前 地上一杯热咖啡 先生 刚坐好的 孟杰眼睛看向窗外 黄杰正朝这边走来 黄杰走进咖啡厅 站在孟杰面前 低着头 哥 我找到了他的住址 只是东区治安所炸 领出一群治安官 我没得手 孟杰微微惊恶 东区治安所又炸 这跟他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这是一件好事 黄杰又道 那个女的我观察了下 应该不是治安局的人 只是个普通姑娘 明天我再找的机会 孟杰手指轻点桌面 思索偏刻道 最近还是不要太活跃了 过几天铁灵出来 我们准备第二次猎人会议 黄杰一脸惊腻 过几天铁灵出来 这不是刚抓进去吗 治安局 局长办公室 为奈咬着背齿 一双美眸冷的可怕 一群报复社会的混蛋 把东区治安所给炸 街道上的监控虽然坏了 但是治安所里的监控 拍得清清楚楚 那不是疑似人为 那就是人为 这件事还不能让媒体知道 因为短时间抓不到嫌疑人的话 自己的弟弟未明 就要遭受舆论影响 对未来试图是毁灭性打击 现在已经一周了 那一伙人根本找不到 校门声响起 是局长秘书 他递送来一份文件 文件上是昨夜发生的恶性治安事件 一桩桩一件件恶性事件 让未娜觉得自己不是在南海 而是在明风淳朴的歌台时 未娜葱白的手指不住颤抖 为什么 治安所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段时间治安情况 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局长秘书小声道 这也不能全怪他们 那些觉醒者罪犯 不是治安所能对付的 未娜忍不住拍起了桌子 那五官呢 都是死人吗 局长秘书沉吟了一会儿才说道 铁队铁灵事件 让不少五官受到牵连 很多停职在家或者在交通治安局 五官大队人手不够 代理队长又没有经验 指挥不大 总觉得五官们也算尽力了 未娜浑身失去力气 捂着额头道 把代理五官大队长话啊 你有没有好的人选 能快点收拾了这烂摊子 局长秘书不再说话 没人敢去当这个代理五官大队长 南海的治安情况已经坏到了根 决心者罪犯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谁敢惹着试图受影响去接这个货 未娜抬眼看了看自己的秘书 皱起眉头 怎么 都没人愿意管这事 五官大队长不是相多博 局长秘书依旧沉默不语 就在此时 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未娜脸色微变 这是上头对他的赤责 南海的治安已经成了最差的点心 同时这么多觉醒者作乱 这还是头一次 治安所被炸了两次 这也严重影响了治安局的威严 上头让他两天内把炸掉治安所的人绳之一法 否则 未明的处分将至 连带他也要受到影响 刚成为独占骷髅王的英雄 不能倒在这点小事上 未娜紧紧抿了抿红唇 治安局真的没人能震得住场子了吗 你有办法让情况好一点吗 我不能在都差组面前这么掉帘子 局长秘书这时候说道 我有一个办法 未娜直勾勾地看着秘书 说 能把这事解决 五官大队就归你了 局长秘书低着头不敢看未娜 放出铁队长即将官复原职的消息 或许能震慎那些恶头 南海治安应该会好一些 未娜的头当时就要炸 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种话 南海没有铁铃还不能过日子了 未娜翘着二郎腿 道着胳膊冷笑 怎么 我爱街局长的威慑里 没有一个西街队长的大 这句话看似没毛病 其实问题很大 猎犬的武力远胜家猫 但是老鼠不会怕猎犬的 他们只会怕家猫 老鼠们知道 到底谁最有手段对付他们 谁最想对付他们 局长秘书不敢说话 这就是事实啊 铁铃在东区当治安所所掌势 东区治安就是全市楷模 自从铁铃当了五官大队长 南海的治安就跟怪物降临之前 似的那么平静 铁铃 他本来就是震慑罪犯的阎罗王啊 为那不耐凡地摆了白手 局长秘书退了下去 他自己鼓导起那些治安报告 最近外面太多风言风语了 都在说没有铁铃的治安局 就等于没了牙的老虎 铁铃出事后 网络上最初全是对铁铃的挖苦 都在说什么 又一个贪官落马 什么大快人心 时间久了 民众们发现不对劲了 在铁铃的震慑下 南海的肖小都夹着尾巴做人 甚至逃离南海 现在铁铃不在 民众们回到了被觉醒者 罪犯欺凌的恐惧当中 他们开始呼吁重新启用铁铃 哪怕是那些投诉过铁铃的 中央大道商户也是如此 他们的反应甚至更为强烈 全南海人都知道 他们获得了治安局的大笔赔偿 所以他们早被贼惦记伤 已经有两户中央大道的商家老板 被觉醒者罪犯找到 抢钱销货 那些中央大道的商户们这才知道 他们能投诉铁铃 纯是因为铁铃把他们保护得太好啊 要问为什么这些网民如此计时 不计打 那只能说 在这个即将崩壞的世界 有能力在网上大放厥词的都是一种人 此时 萧门声又响了起来 魏娜烦躁地道 静 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是督察官 刘贤 魏娜身上的冰寒瞬间掩去 换成做做的女儿态 贤哥 你怎么来了 刘贤关上门 一脸担忧地看着魏娜 本来想请你吃饭的 娜娜 今天是怎么了 心情这么差 魏娜仰着翘脸 一双美眸痛红 像是刚哭过 她擦了擦眼睛 委屈巴巴道 南海治安越来越差了 上面已经要罚我了 你能不能让你家人帮我跟上面说说话 演技精湛 与平常的冷念无情判若两人 刘贤坐在魏娜身边 心是一阵阵的疼 两久 她才叹了一口气 娜娜 我家里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在这种世上太古靶了 魏娜脸上浮现一丝不满 很快掩饰下来 她小女人似的依偎在刘贤身上 娇声问道 现在所有人都在帮铁灵那个坏蛋 你有什么办法帮帮我吗 性感的身子入怀 刘贤咽了咽口水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出在铁灵身上 不如把铁灵放出来 魏娜身子一僵 不敢置信地看着刘贤 你 你也帮着铁灵说话 刘贤连忙白手解释 你误会啊娜娜 最近我调查过 遭遇怪物攻城后的南海 嘴是不守 是暗关 道路监控也遭受破坏 也正是因为南海出现这种治安隐患 罪犯才这么猖獗 我猜 很多外地流窜的罪犯 也因此来到南海作案 其实就算铁灵还在职 也没什么用 魏娜脸色稍微好转 你继续说 刘贤松了一口气 继续开口 他们不是说没了铁灵南海治安就不行了吗 那就让铁灵官赴原职 等民众们看到铁灵也解决不了治安问题 就不会帮他说话 魏娜文言 眼睛转了转 如今南海治安情况差到离谱 就算铁灵重新回到五官大队长位置也无济于事 当群众发现铁灵没用了的时候 铁灵也就彻底完蛋 魏娜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 没错 民众对铁灵抱有幻想 等铁灵破坏了这份幻想 他也就再也没资格混治安系统了 他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让铁灵去查治安局被炸的案子 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查出来 铁灵还可以当一个被国侠 上头有了新的发泄对象 自己和魏明都不会受到影响啊 刘贤摸了摸下巴继续说道 我们还可以为他造势 把他跑得高一点 等他没有成功降低南海犯罪率的时候 他会摔得很惨 魏娜这才发泄 刘贤也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人了 他喜笑颜开 贤哥你太棒了 以后你不会用什么手段对付我吧 刘贤嘿嘿笑了笑 干了七八年赌查了 不知遇到多少狡诈五官 有时候不上点手段 还真没办法给他们治罪 魏娜乱了一下 他口中的狡诈五官 是不是有很多铁灵这种人 铁灵到底冤枉不冤枉 魏娜会不知道吗 刘贤这几年看来也送进去 不少被冤枉的五官吧 刘贤没看出魏娜的迷茫 拉着魏娜起身 到饭点了 咱们去吃饭吧 我听说你们海南 有一家自住酒楼不错 去试试 南海监狱 林小泉荒屋的大门口 蓝眼兴奋地等待着 铁皮电子门缓缓地拉开 一位断臂的见证男子 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铁灵出世到现在 也就半个月时间 半个月里 铁灵已经白了不少头发 胡子拉叉的 很难想象他半个月前 是一位意气风发的五官大队长 铁队长 恭喜您 希望您别再回来了 监狱治安官对着铁灵进里头 转身启动 电子铁门关闭指令 铁灵望得缓缓闭合的铁门 双目无神 愣能给回礼 他总说 民众怎样怎样 发生了什么 是治安局的悲哀 那他这个五官大队长含冤入狱 又是谁的悲哀呢 师父 林小泉清脆地叫了一声 如烟龟潮似地扑进铁灵的怀抱 一阵发向喜爱 拉回了铁灵的思绪 铁灵双眼恢复了些神采 小泉 还好吗 林小泉这段时间受到的委屈可太多了 同时白眼 网络暴力 简直要杀了他 他擦了擦眼泪 没事吃负 你能出来可就太好啊 铁灵苦笑着摇摇头 是有条件的 三天内逮捕炸毁东区治安所的恶徒归案 这挺难的 铁灵也知道自己又成了威娜的枪 未明的挡箭牌 他不傻 所以有点宁愿烂在监狱里 也不要做高层的棋子 林小泉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似懂非懂得点点头 又自顾自地说道 反正你能出来就太好啊 这五官大队长您还是别做了 畏惧能放你出来 就是想让你收拾南海的乱摊子 南海现在太烂啊 治安局 好多人等对看你出手吗 铁灵微微平眉 什么意思 最近不法分子很多吗 林小泉早有准备 他打开包包 拿出厚厚一摞报纸 全是关于最近恶性事件的 师父你听我的 辞职吧 你看看最近的南海新闻 已经不是你们寡的了 林小泉希望师父知难而退 他不想师父因为五官大队长的工作 再被关进去了 铁灵接过报纸 就站在监狱门口仔细翻阅 中央大道两户商铺老板被残忍杀害 据现场勘察 是觉醒者作案 西区风龙大街 某女子夜班回家 惨死路途之中 衣衫不整 北区发生多场街头泄斗 多名民众因此丧生 缓卖孩童妇女觉醒者团伙 可以探吗 再次作乱 等等类似新闻是实在太多 这些新闻 有一行醒目的红字 行凶者暂未归案 南海区半个月内 竟然发生几百起恶行事件 平均一天几十起 铁灵的眉头越皱越深 脸色也越来越黑 压抑许久的他终于暴怒出声 这些出声眼里还他妈有没有王法 简直师母无法计 无法无天 现任的五官大队长是哪个蠢货 林小泉贴贴嘴 换了好几拨代理大队长 都是些酒囊饭袋 况且 大家都知道五官大队长的位子是局长留给卫明的 干再多活也不可能真当上五官大队长 而且也都怕破了几件案子 遭到局长忌惮 林小泉拉了拉他的胳膊 不说这些啊 我请你吃好吃的 去去晦气 铁灵眼珠子痛红 甩开林小泉的手 朝着林小泉的车子走去 林小泉赶紧跟上去 焦急道 师傅 南海发生这么多案子 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为那就是想看你出洋相 咱们别管了 师傅 你去哪儿 金木咖啡厅 咖啡厅今天一整天都没隐医 玻璃门紧紧关着 但眷连门区没放下来 好像 是在等什么人 铁灵坐在车里一直等到夜晚 才带着林小泉下车 朝着咖啡厅走去 咖啡厅从外面看 里面黑漆漆的 不像有人的样子 铁灵敲了敲门 门没关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黑漆漆的 黑暗如同食指一般 压抑着心脏 很不舒服 没人吗 林小泉嘀咕了一句 他的余光看到吧台位置有一道人影 他吓了一跳 紧紧抓住铁灵的意境 那是一道女人的身影 他穿着一套几乎融入黑暗中的紧身体 将风韵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极具野性美感 有点像电影里性感妖娆的猫 只是 猫女戴的是猫头面具 面前这个女人戴着狗头面具 面具遮住半张脸 露出惹火的红唇 他慵懒地倚在吧台上 手里摆弄着咖啡 提音女郎轻轻贴了林小泉一眼 对铁灵用魅活沙哑的嗓音开口 你不守规矩啊 女人身上的沙气一瞬间覆盖在林小泉身上 或许谢个瞬间 林小泉就要血剑当场 林小泉心底发寒 这里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白天的咖啡厅 温暖 惬意 令人舒服 晚上的咖啡厅虽然是跟白天一模一样 但有一种坠入魔窟的定要感 铁灵向前一步 挡在林小泉面前 他就在楼下等我 不会赏去 这件事我会跟会长解释 还请你行得方便 我有要紧的是要跟会长谈 林小泉就安静地坐在楼下 看着师傅上楼 他忍不住频繁打量 打台上自称犬女的女人 别看戴了个黑拳面具 但难掩她身上那股贵妇气质 这绝对是个很美的女人 那个鬼王面具人 究竟有什么魅力 会有这样的美女觉醒着跟随 而且自己的师傅 对那位会长好像十分尊重 林小泉本以为师傅 会跟那位会长聊很久 但也就过了十几分钟 楼上出现沉闷的打击声 紧接着 他眼睁睁地看着师傅的身影 从二楼倒着摔下来 砸在一张咖啡桌上 桌子上的杯子碎了一地 师傅 林小泉眼睛里充满惊骇 连忙跑上前 搀扶起师傅 铁铃已经一时模糊 似乎受到重创 他满脸怒容 盯着二楼立声道 你怎么敢打五官大队长 孟兴的身影从二楼出现 他扶着二楼木制护栏 稳冰冰地盯着林小泉 那般眼神 如同死神的驻足 恐惧从四面八方而来 此次抓住林小泉的心脏 林小泉勇敢地用倔强眼神回应 半晌 孟兴是笑了一声 好 有那么点你师傅的臭脾气 说吧 孟兴转身 身影消失在二楼 你 别走 林小泉冲楼上正欲大脚 被缓过来的铁铃打断 小泉 铁铃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没事 我们走 你在吧台看热闹的泉女露出一鱼之色 怎么 跟她耍小聪明啊 活该 铁铃没有理会泉女的挖骨 在林小泉的搀扶下一缺一拐地朝门外走去 走到门外驻坐 回首看向咖啡厅的眼神 充满感激 虽然挨得一顿揍 但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这段时间坐牢 她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深深担忧 于是把想做的事提上行程 铁铃知道自己堕不过为难 没准哪天就被这个女人玩死 她不想万一哪天自己死了 五官大队长交给那些示威素餐的酒囊饭蛋 她想让猎人工会出手帮助 让林小泉在未来某一天接替五官大队长的位子 毕竟 这是一个继承了自己一指的姑娘 猎人工会有一个潜规则 这是她在其他猎人那里学到的 如果不小心在外人面前暴露了工会 要么清理掉知情者 要么把知情者变成猎人 她几次三番让林小泉接触工会 就是想让林小泉也加入工会 显然 这番自作聪明 招来了会长的怒火 不过 好在会长对林小泉感官还不错 试图二人刚上车子 林小泉担忧问道 师父 你没事吧 铁铃看了林小泉一眼 眼神里有些愧疚 她做的这些根本就没经过林小泉的同意 完全擅作主张 但是铁铃知道 林小泉不会拒绝五官大队长和猎人的身份 现在最要紧的 是如何把那些胡作非为的恶徒绳之以法 就在此时 铁铃的手机响啊 铁铃打开手机 是猎人工会应用的消息 铁铃的瞳孔骤然收缩 嘴角的笑意在不断扩大 猎人工会已经帮她把这段时间无法无天的罪犯信息 全部整理好了 铁铃两眼一改颓废 利剑般的精气神陡然升起 既然有一天要被威纳整死 那就趁自己还在这个位子上 多抓一些恶徒 不要说这个世界多是恶人 也不要说他被抓进去也有平民地推波住了 他只是一直在小心拿捏着这个世界崩坏和秩序之间 那点尴尬的分寸 徒儿 开车 去沉香街 林小泉展露笑眼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样的是好帅 好嘞 林小泉踩下油门 金木咖啡厅 还是一天混乱 孟昕坐在自己常坐的位置 月光洒在那副哭泣鬼王面具 有些忧似 叶云运端起一杯咖啡和水果慕斯蛋糕送到孟昕面前 他摘下黑犬头套放在咖啡桌上 款款 坐在孟昕对面 这个女人正是叶云运 平常的端庄优雅的气袍 换成妖娃神秘的皮 反差感很左 颇具风味 他坐在孟昕面前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安静地陪着孟昕 陪伴她的情绪 叶云运知道以孟昕的身份是不会跟人分享喜悦和忧愁 所以她选择扮演了一个尽致尽责的女母 当一只不会说话的猫 孟昕冷不定问道 你跟了我这么久 好像从来没跟我说过你想要什么 猎人们加入公会后 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欲望 有的想要金钱 有的想要权力 有的想要安宁 有的想要宫廷 只有叶云运 永远都在咖啡厅里当的老板娘 表现得不像是个猎人 叶云运亲命红唇 先生不是给了我一笔钱 买下咖啡厅了吗 我也按照承诺 愿意永远为先生工作 孟昕的手指习惯性的清点桌面 你可以想一个想要的 深夜里的咖啡格外纯香 配上冬日的清冷月光 咖啡厅里有一股别样的气氛 孟昕今天心情不错 她可以当一次慷慨的老板 当作自己优秀员工的奖赏 叶云运露出妖媚的笑容 什么都可以吗 孟昕认真地点点头 这个三十岁的美妇露出俏皮的笑 如果可以 让我永远陪着先生就好 这个女人很懂情趣 她不想破坏氛围 孟昕嘴角扬起 过几天我要给我房子招募一些仆人 你来做我的管家吧 我可以给你相应的奖赏 叶云运眉眸中闪烁着惊喜 她知道 孟昕给的赏赐不重要 能获得孟昕的好感 最重要 就比如苏曼曼 黄杰 甚至是铁灵 叶云运敢说 这几个人的最珍贵之物 并不是孟昕的奖励 而是孟昕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身边人 能够照顾首脑的饮食起居 那就是最好的归宿 不然 为什么大企业的副总都是秘书和司机出身 自想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叶云云 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一日清晨 孟昕回到了老城去 她的园林已经建设完毕 中式庭院的布局经过精心设计 巧妙地融合了自然 园林里的拱门 湖泊 小桥 亭子 好像是装饰园林的艺术品 一栋古香古色的七层阁楼 屹立在人工湖身后 阁楼里则是奢华的现代装修 由于冬季 园林里各种珍奇树木都围上过冬满草 到了夏天 不知道是怎样的郁郁葱葱 孟昕没急着搬进阁楼 她今天要去老房小园 有要紧的师座 前天斗玉波已经把魔物尸体封装完毕 送到了小园 今天孟昕要利用那些魔物尸体 围猎人公会增添几分底蕴 小园里面堆放着几个大集装箱 里面都是魔物尸体 还好魔物尸体不容易腐乱 也幸好是冬天 孟昕拎着一袋种子走进小园 是 老乞丐正在动弄着几只野猫 她看到孟昕走来 立刻朝着孟昕躬身抱掘 会长 几只野猫似乎开了灵质 也有模有样地冲孟昕下巴 孟昕撇了一眼野猫 想到了老乞丐的天赋 老乞丐的天赋强化 让几只野猫强化成不弱于魔物的野兽 老乘去备它保护得很好 孟昕放下那袋种子 走到恶魔果实树下 仰起头 一颗很小的恶魔果实正在缓慢生长 这颗恶魔果实是摘下黄泉果实后重新出现的 大概也跟骷髅王有关 隔着厚厚土壤 孟昕能感觉到骷髅王还活着 孟昕挥舞出头 避开骷髅王的位置 在菜谱里开垦起来 很快 一个深坑就挖好了 孟昕指了指一个集装箱 对老乞丐道 打开 老乞丐一直好奇集装箱里是什么 这回能给自己解疑了 苍老的手 覆盖强化之力 猛地拽开集装箱 几具魔物尸体失去平衡 滚落下来 孟昕招了招手 搬过来 埋了 老乞丐不敢怠慢 将魔物尸体搬进那些深坑里 孟昕把袋子里的种子倒进去一半 然后填上土 菜地里的绿色枝丫多了起来 很快就疯涨起来 经过几次反复 菜地里长满了超凡植物 那些地等阶的超凡植物 孟昕不太在乎 他最关心的是太阳阶梯藤乱和恶魔果树 太阳阶梯的收成让孟昕很不满意 全都是一阶超凡植物 没什么特别的 这些魔物尸体明明有很多是细节 倒是恶魔果实术没让孟昕失望 30多颗鬼爵的果子非常饱满 孟昕颇为满意地打量了一下 其中碧阶恶魔果实 有6颗 有了这些碧阶恶魔果实 勾魂猎人 算成了大版 毕竟是自己手中的刀 如果只是细节就没什么意思了 苏漫漫已经在收集那些 适合做勾魂猎人的人的信息 今天晚上将会找第一个勾魂猎人 孟昕坐在椅子上 翻看着手机里苏漫漫发来的 勾魂猎人候选人 他难难道 总不能什么事都让我亲力亲为 长老会应该抓紧成立 孟昕沉吟一会儿 拿出手机发送了个专属任务 这个人做人事部门长老最为合适 勾魂猎人就交给他去 办得漂亮就为以众人 办得不好就买了 夜晚 地豪娱乐酒吧 一间包厢 还能听见一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大戴半小时 一名腿上裹着黑丝的女人 穿好自己的报纹短具 他拿起纸巾 贴心地擦拭男人身上的酒屋 男人对报纹女人的服务很满意 他拍了拍女人的风吞 不错 这个月的份子钱你可以少交一些 女人脸上的萌装 经过激烈搏斗已经花啊 却有另类美感 他露出妩媚的笑容 趴在男人腿上喋喋的 虎哥啊 能免去多少啊 虎哥好爽的 一千 这个月你就交两千分子钱就可以了 报纹女人脸上的笑容凝固啊 她是地豪娱乐酒吧的一位常住小姐 她并不是入职在这家酒吧 而是属于临时公主 董行的人管她们叫兼职 她们可能把这一行当成富裕 临时公主一般都是少有姿色 却远比不上这家酒吧的公主艳丽 所以 报纹女人在这里赚的钱 也没有酒吧原本的公主赚的多 妓女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这个酒吧的客人都很有钱 当然要求也很高 玩的话 她每次接完课都觉得要丢半条命 每个月在这能赚六七千块钱 却要上交两三千 留在手里的也就三千多块钱 报纹女人带着谄媚之色 温声细语得和虎哥商量 虎哥呀 能不能再免去一点啊 我以后多多陪你好吗 虎哥勃然大怒 一巴掌扇在报纹女人身上 贪得无厌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连你一千还不够 报纹女人跪坐在地上 捂着肿起来的翘脸 眼里没有恐惧 只有哀求 虎哥 我缺钱 您心疼心疼我行吗 虎哥坐在沙发上拿出一根烟 不懈地看着女人 你白天上班 晚上卖 能缺什么钱 报纹女人连爬到虎哥身前 拿出打火计 给虎哥点上 我 我生病了 要钱治病 虎哥眼睛瞪远了 婊子 你得了什么病 报纹女人指了指高耸的胸部 心脏病虎哥 现在还早 能治 虎哥松了一口气 还特么以为是那种病 美美地吸了一口烟 说道 分成 这事是军爷定的 我说了不算 你快走吧 早知道你带着病 我就不玩你啊 灰气 关于分成的事 女人是打听过的 军爷每个月扣一千 其余让小弟说了算 下面的人受高耳分成 朱大军也是默许 并且指示 小弟不吃饱啊 怎么干活 有能力在这些女人身上挖出钱来 朱大军只会说一句好本事 女人还想说些什么 门口突然传来吵闹的声音 还有物品被打碎的声音 虎哥暴怒 从口袋拿出土枪 猛地推开门 谁他妈敢砸地毫的场子 然而下一秒 虎哥的身影僵持在原地 一步一步后退 女人疑惑地看去 只见 一名全副武装的治安官 拿枪顶着虎哥的脑袋 在队桨里呼叫 302包房 有人非法持有枪戏 请求支援 虎哥举着手 露出笔库还难看得笑 这位警官 你 你们这是 治安官朝包间内看了看 满地狼藉 还有一位衣着大胆的女人 不用想也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治安官冷冷的 扫黄 虎哥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扫黄 来这里扫黄 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 地豪娱乐 里带颜色 有问题吗 没毛病啊 这些年在地豪享受的 达官贵人还少吗 要是说地豪有觉醒者 杀人什么的 那这事儿不小 可是 扫黄这点小事都特么什么年代 有必要大动干戈吗 虎哥不甘心地问道 兄弟 能 劳烦说一声 是哪位领导带队吗 治安官道 铁队长 地豪娱乐酒吧 总经理办公室 朱大军坐在气派的老板椅上 嘴角叼着根烟 坐在他面前的 是穿着制服的铁铃 俩人对视良久 时时没人先开口 朱大军叹了一口气 掐眉香烟 点开面前的电子茶台 热气生疼 朱大军弄着茶具 抬眼看了看铁铃 你放出来有一个礼拜了吧 这时候你不去收拾南海的烂摊子 你来我这捣乱蛋马 铁铃面无表情报 南海已经回到怪物工程前的状态 朱大军加茶的手一将 亚裔地看了铁铃一眼 游龙牛逼 短短一个礼拜 南海治安恢复 这事也只有铁铃能做到 他把茶泡上后 搓了搓手 对铁铃几没弄眼 怎么说 我给你找两个妹子放松放松 铁铃脸上出现一丝补悦 皱眉道 我来这儿是公事 朱大军嘴角抽了抽 公事 扫黄 都什么时代啊 你还管这个 你把我场子扫了 你让那些女人怎么生活 怪物降临后 很多没有依靠的女人 会选择干这行 这个行业虽然葬 但起码比回老城去舒服 对于这一点 哪怕是铁铃都不会多问多管 铁铃摇摇头 我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扫黄只是个幌子 铁铃的眼神变得冷冽 你敢贩卖围巾药片 这我没办法忍受 那天我说过啊 如果你敢出犯法律底线 哪怕你是猎人 我也抓你 朱大军终于明白了 铁铃是来干嘛的 他苦笑着摇摇头 满脸晕哦 自从我加入工会 就没碰这些东西 前几天我厂子里 来了个不讲规矩的小子 都是他在我厂子里干的 我倒是想把他成河 可那小子有点诡异 我摸不到他 铁铃眼神里有些不信任 在南海地下之王的手上 竟然会有人逃走 这可是他的厂子 铁铃在朱大军脸上 端详了许久 没发现撒谎的痕迹 铁铃脸色微微好看了一些 说道 这几天武官击杀了 不少觉醒者罪犯 那些罪犯应该是刚觉醒的 能力是变得跟电影里的丧失一样 那些罪犯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都是尹君子 我经过调查 发现他们都来过这里 朱大军脑子反应很快 他皱眉道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把太阳阶梯掺进药里 然后卖给了这些尹君子 朱大军 想到前段时间工会发布的任务 不暴露工会 不暴露身份 不暴露太阳阶梯外观 将太阳阶梯随机发放下去 对于这样的任务前提 很多猎人都束手无策 朱大军细平了下 懊悔地垂着桌子 把太阳机梯掺在药片里 这侦探娘的是个天才 我怎么没想到 这不是白嫖积分吗 铁灵这回彻底相信 这件事不是朱大军做的了 铁灵问道 你先前说有一个不讲规矩的人 在你厂子里卖这种东西 你应该有些什么具体线索吧 朱大军给铁灵倒上一杯茶 然后打开电脑 在里面找到一张图片 是监控抓拍的图片 朱大军把显示器换了一个角度 给铁灵看 就是他 铁灵没喝茶 站起身就往门外走 对 朱大军叫住了铁灵 开口道 那个小子绝对是猎人 你何必招惹他 铁灵驻足回头 认真道 我有直觉 这个人很危险 我需要警告他一下 而且你不也是个猎人 朱大军点上一支烟 完威地看着铁灵 就不怕得罪了会长 铁灵身子明显僵了一下 他没说话 朝着大门外走去 这次扫黄行动 只是突袭朱大军的场子的一个幌子 行动失败 那就打一个误会报告就行 再说 误会报告还不是自己写完自己审批 所以铁灵没有拿那些小姐 当任务失败的挡箭牌 铁灵虽然不喜欢这种女人 但也知道这些女人 也只是依靠男人欲望生存的可怜人 这些如果被他禁了 那他觉得自己是恶人 所以他没有为难那些女人 全都放走了 初冬的夜痕了 鲍文女人穿的也不多 只是短裙 看她的眼神中带有鄙 也有一些火热 这些目光对他来说比寒风还鼻鼓 为了活下去 而出卖自己的身体 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勇气 可能他想当一个立牌方的婊子吧 手机响起 女人看了看 是主治医生在催促她拿药 她的病要吃几个月药才能手术 女人低着头 紧了紧身上棉袄 踩着高跟鞋加快步伐朝老城区走去 在老城区和新城区的交接路 女人感到一股莫名的心情 七八的男人从黑暗的角落里对他围了上岸 那些男人面色苍白 个个都散发着灵性 全部都是觉醒者 他强称起一丝笑容 大大哥们 你 你们想要什么 我没钱 别伤害我好吗 我做什么都行 男人们不发一言 眼睛里是圣人的光 抱闻女人害怕地捂着胸口 一步步朝身后推举 她觉得自己撞到了什么东西 浓重的呼吸打在耳朵上 女人赶紧转头 看到身后那人的模样后 吓得尖叫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后那人 穿着洁白的西装 脸上是一张惨白的 诡异笑脸面具 这个人正是李扬 逆称饿死鬼 李扬居高临下得看着女人 去怨怨 二十七岁 灵性六级 觉醒失败者 是你吗 女人咽了咽口水 点点头 声音发颤 你 你别伤害我 李扬点点头 那就是你了 我再给我的主人找一位女仆 你愿意干吗 周围的男人 在听到李扬问这句话后 齐刷刷地看向女人 女人才不信 这么多人围着她 就为了给她找个工作 可是她哪里敢拒绝 在朱大军的场子里 干了一年小姐了 什么坏人没见过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面前这个男人 是恶人中的恶人 或者说 像是一个变态 李扬见女人 同意了 得意地笑了笑 这个任务明明就很简单 紧接着 那七八个男人中 一个留着长发的男子 突然冲到李扬身边 两只手死死抓着李扬 李扬皱眉低头 看到了男人指甲里的污垢 肮脏的手在白西装上 留下印记 长发男人空洞的眼睛 盯着李扬 脸上充满焦急 老大 爹 这个娘们已经同意了 别我要 求你啊 别我要 李扬发出一阵讥笑 从怀里拿出几颗红色粉末 撒在地上 长发男人眼睛里 射出贪婪的光 扑在地上疯狂舔着 连地上的土都往嘴里散 剩下的那些觉醒者 则是羡慕地看着那长发男人 李扬用疑惑的语气问道 你们怎么不吃 我可就这么点火 其余男人闻言 眼睛里露出恐惧之色 疯了似的扑向李扬脚前 把那长发男人拽走 只为了地上那点 混合着泥土的红色粉末 丝毫不介意谁是谁的口水 长发男人不甘心 怒吼一声 跟其余觉醒者扭打在一起 李扬发出畅快的笑声 捧腹大笑的模样有些癫恐 他太享受这种 掌握他人命运的快打了 就好像曾经自己 被别人拿捏了小命似的 报文女人 看到这个场景 惊骇地捂住小嘴 眼泪不断地往下流淌 你 你也会这样对我吗 李扬幽森的眼睛贴向报文女人 语气恍合不少 你已经是主人的人了 和他们不一样 李扬蹲下身子 温柔地将女人扶起 主人是神 侍奉在主人身边的人 也是尊贵的 在他的认知里 哪怕是其余猎人 都比不上梦星这些贴身奴仆 李扬语气平和道 走吧 就差你一个 李扬带着报文女人 朝老城去走去 女人突然发出一声 惊恐的叫声 眼睛朝下看 赫然是长发男人 惨白的面孔 爹 再给我点吧 求你啊 那个长发男人 抢不过其余觉醒者 浑身是穴地趴在地上 手紧抓着女人的脚踝 他不敢碰 李扬 为了留下李扬 只能抓住女人 李扬瞳孔骤然受缩 那一瞬间 展示出极度的愤怒 他从怀里 掏出一个透明药品 里面装着的 全是红色粉末 李扬阴森笑道 好啊 都给你 说吧 他拧开瓶带 将红色粉末 全部倒在长发男人身上 谢谢店 谢谢店 长发男人兴奋地舔着手指 他的头发 脸 脖子 手 都沾染上红色粉末 散发着浓郁异想 这股可怕的香味 吸引了其余的觉醒者 他们贪婪地注视着长发男人 那个男人身上的红粉 有好多 泥土上这点东西 显得微不足的 李扬淡然的 开饭了 说吧 带着豹文女人扭头就走 那些觉醒者得到指示 眼神中的贪婪 逐渐变成另外的异味 他们缓步将长发男人包围住 如同围猎的群浪 长发男人目露警惕 紧紧抱住身上 带有红色粉末的地方 立声道 这些都是我的 觉醒者们蜂拥而上 对着那些有香味的地方 张开黄泥的牙齿 然后 就是惨叫声和咀嚼声 梦兴的园林建立时 轰动了整个老城区 谁知道老城区 来了个了不得的富豪 鲍文女人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走进这个大家茶余饭后 谈及的地方 她跟着面前这变态 一路走进园林 大气都不敢喘 走过人公湖上的市桥 面前的就是个 古香古色的七层古式阁楼 李扬面容严肃 认认真真的整理了下衣服 就在门口站着 不敢再往里踏进去一步 她扭头对女人说道 进去吧 主人在等你 面前散发着温暖光色的阁楼 在她眼里堪屏无苦 让这么一个变态 毕恭毕敬的地方 该有怎样的凶神乐傻 经过一连串的惊吓 她的心脏又开始不适 鲍文女人轻抚胸前 缓缓跨过黑夜 走进灯光之中 阁楼里面的装修不是古中式 而是很现代化 并且装修得很温馨 鲍文女人踩在精美地砖上 打量着四周环境 浅色沙发 普通吊灯 拟白色大理石餐桌 窗边甚至还有一个懒人沙发 里面看着远远没有外面的严肃 餐桌前已经坐了七个人 五女四男 每个人脸上都蒙着皮奥 挂着恐惧 看来都是贝里扬以这种可怕的方式请来的 鲍文女人怀着忐忑 坐在餐桌前 紧握着女士包的手有点发白 沉默了有一阵子 突然有个中年男人开口了 要不我们说说话 一个黄色头发的少女 脸色沙白 她潺潺微微道 你们 你们是怎么来的 中年男人留意活跃气氛 她回答道 一个面具人带我来的 她杀了我老婆 这句话吸引来其余人的目光 中年男人笑着摆摆手 别这样看我 说实话 我挺感激那个面具人的 其余人呢 也是被她带来的 一名青年眼睛里的恐惧 要溢出双眼 对 她 她带我来的 她 她吃人 那是一只恶鬼 今天晚上 青年的描述 让所有人对李扬的恐惧 上升到了新的层次 只有鲍文女人觉得还好 甚至她为其余人感到庆幸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那咀嚼声和惨叫声 将是鲍文女人 这辈子的梦魇 经过她们一段时间闲聊 鲍文女人 发现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点 她们命运坎坷 生活昏暗 并且都身患重病 想死又舍不得 想活又活不起 另外一个共同点是 她们都拥有很不错的灵性 只是觉醒失败了 觉醒失败 这些灵性就没什么意义 她抓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想死 那名黄发少女 趴在餐桌上戳叶着 中年男人拍了拍少女的后背 安慰道 没准我们因祸多福 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呢 青年瞪大着双眼 提高音量 你信吗 能有那种人做手下 这个园林的主人 该是什么恐怖的家伙 她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吗 青年声音很大 她想掩饰下自己的胆怯 听完青年 这话 所有人再度陷入沉默 她们很清楚自己几经几样 女人们对自己容貌有清晰认知 这个园林的主人 一定是个大任务 身边应该连女明星都不缺 看不上她们这些胭脂俗粉 男人们也懂 自己一枚本十二枚钱 园林主人 一定不会想招纳她们做属下 她们有的 只有一条命 青年贪婪在椅子上 你们说 有那种可怕的属下 这里的主人到底是不是什么怪物 把我女人惊恐地看着青年 闭嘴 你不要命了 说这种话 合格者 开术 餐桌上又是一阵沉默 还好屋子里够恼火 否则她们更受不了 这时 一阵高跟鞋的踏踏声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一个穿着气袍 带着围裙的风雨美服 那里是厨房位置 美服带着一身油烟味 笑脸上挂着笑 看起来很温柔 这个女人好美 好有气质 延林主人身边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才对 这是餐桌前的人们 看到这个女人后的第一个想法 接下来 她们想的就是 这个女人会不会也是个狠人 她们今晚要经历些什么呢 所有人心底都是一辰 她们本就是掌握不了 自己命运的人 美服端庄地站在餐桌前 嘴角是令人如沐春风的笑 都饿了吧 饭已经做好了 请大家帮忙端一下好吗 说吧 率先朝厨房位置走去 吃吃饭 众人看着女人摇曳生姿的背影 不敢怠慢 连忙起身 跟着风雨美服走进厨房 一盘盘冒着热气 散大香味的菜肴出现在桌子上 众人在美服的示意下坐回位子 面面相去 美服就在空着的主位旁站着 都饿坏了吧 请用餐吧 等一下主人会管 她脸上有一抹浅笑 很亲切 就好像是一个大姐姐 在美服笑容下 所有人心里边都蛮糊糊的 温暖的环境 温柔的姐姐 热气腾腾的菜肴 还有鸡肠碌碌的胃 中年男人先拿起筷子 掐起一块肉放进嘴 有人打头阵 其余人也都开始吃起来 有的人把这当成断头发 这里的食材都是顶好的 叶芸芸的手艺也没得说 美味滋润着他们的胃 这些困苦的人 大带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十多分钟 这些人都放下了筷子 这是 楼梯口传来走路的声音 一位穿着睡袍的青年从楼梯口出现 手里拿着一本书 美妇赶紧拉开主位座椅 冲青年微微欠身 青年点了点头 夺步到主位座下 神情平和 这些人大带猜到了 这位青年就是园林主人 没人在意眼前的青年为什么那么年轻 就是这里的主人 今晚对他们而言 难以想象的事情太多了 孟昕没有戴面具 因为面前这些人在未来 将是最忠诚他的人 孟昕抬起头 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 我的人事主管应该跟大家说过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几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讶 人事主管 他管那个恶魔叫人事主管 超凡势力 这是一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超凡势力 机遇两个字在他们大脑中形成 网络小说看了很多 难道自己也有小说主角里的大企 他们的职位 李扬早早说过 园丁 保安 女仆 难道他们真的只是来这里工作那么简单 你们的薪酬是每个月八千块 提供食宿 有什么问题吗 梦兴不及不学道 八千块的薪酬很高 在这个贫富差异很大的世界 绝对算得上是高工资 老百姓的人均薪酬也就是三千块而已 几个人听到这个数字薪酬都是一喜 紧接着就是一阵失落 薪酬确实很好 可是他们有谁能享受这份薪酬呢 因为 这些人都病入膏肓 难道他们真的只是被超凡势力选中 然后来这里做奴仆而已 他们几乎齐声道 没问题 梦兴点点头 好 那接下来我要说说我的规矩了 梦兴说吧 餐桌上这些人正经微坐起来 因为这一刻很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梦兴道 首先所有人都要佩戴我发给你们的手机 你们以前的手机就不要用了 说话间 叶云云已经拿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是十部手机 手机里什么都没有 完全是新的 但是这十部手机都被苏曼曼安装了特殊软件 可以完全监控他们的行为 梦兴接着道 你们没有假期 你们的一切都属于我 就算恋爱也是禁止 对了 千浪独要和你们的同伴产生感情 梦兴原本打算这十个人全部都用女性 组成一个女铺团 但是他们未来的执行任务期间 不一样 会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所以 勾魂猎人的组成是六女四男 说到这里 餐桌上这些人也没什么反应 无论是出于对生活的鸟茫 还是对李扬的恐惧 梦兴说的都太微不足道 梦兴继续道 你们要各四七职 六名女仆 两名冤定 两名保安 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岗位 我身边这位是这里的管家 他叫叶云云 他将培训你们成为合格的家政员工 叶云云文言 对着餐桌上的人微微谦深 勾魂猎人具备的一个属性 是伺候梦兴的饮食器具 礼仪和专业性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未来梦兴的园林或许会来一些大人物 总不能让门口的保安看起来那么业余 当然 这些都是些小事 你们除了打理我的房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 梦兴说完这句话后 这些人齐刷刷把目光放在梦兴身上 他们都是垂死挣扎的可怜人 他们能接触到超凡势力 自然希望有幸得到超凡势力的锤炼 希望能治愈病痛 梦兴说完这句话后 大家都知道 正题来了 空气都变得安静起来 只有梦兴手指倾点桌面的声音 他须须开口 你们要负责帮我杀人 众人脑子嗡的一下 他们就知道自己来这里 不会是做一个家婆那么简单 这是借助超凡最好的机会 也是 重获新生最好的机会 中年男人率先表态 满脸忠诚 能跟随您这样的大人物 是我们的荣幸 可是您也知道我们没有觉醒成功 连治安官都不如 如何能帮您杀人呢 梦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开口道 我不喜欢在说话的时候被人打断 中年男人紧紧闭上嘴巴 再也不敢多嘴 梦兴继而说道 天赋异能这种东西 对我而言并不值钱 明天开始 除了业余孕还会有别的培训官训练你们 成绩合格 你们将获得我赐予的力量 成绩不合格 那很遗憾 我只能开出 众人还不知道开出是什么意思 梦兴的下巴微微上扬 示意他们看门外 门外站着的是李昂 人事部主管 餐桌上这些人冷不丁打了个寒颤 这些人一抓一大把 梦兴的资料库里不去候选者 梦兴道 人事变动都归他负责 你们其中一项的培训也是归他负责 成功通过培训 你们就不只是女仆 园丁 保安 你们还将是人事部门的一员 梦兴下一句话 如雷霆轰击麦田 震耳欲聋 未来一周后 我不但会让你们摆脱病魔的纠缠 提示你们能通过我的三项培训 餐桌前的人们眼睛里流露出震撼以及火热 摆头病痛 成为强大觉醒者 他们不怀疑梦兴所说的话 因为一个超凡势力的主人 绝对不会撒谎 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南海治安局 特别行政办公室 督察组就在这里办公 刘贤看着眼前的资料 脸色阴沉得要滴出水来 旁边一位督察问道 足场 铁灵到底该怎么处置 刘贤去哪知道该怎么处置 临阵脱逃的罪则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惜他自作聪明放了铁灵 本来以为铁灵不能短时间内治理好治安情况 届时让他替魏娜被割 连去上头对魏娜治安不利的怪罪 自己也可以事后失手段 帮助魏娜彻底弄死铁灵 谁知道铁灵出狱后 竟亲自带队击杀了一批觉醒者罪犯 打了漂亮一仗 见面上的犯罪团伙闻声放胆 如同闻到猫喂的老鼠 南海治安情况 一周时间内回到最初 上头对铁灵的工作大家在上 刘贤根本不好意思再动手把他抓监狱 刘贤陷入对自己的怀疑当中 难道铁灵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武官 刘贤摇摇头 他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果他是优秀武官 那自己算什么 要知道调查铁灵这差事是他跟上面提的 他使劲抓着那些报告 神声道 我就不信这个人这么干净 给我查 最近他在做什么 犯罪率下降 现在的他正处于最放松的状态 绝对有破绽 想找一个人的罪责 总会找到的 这是刘贤这些年的经验 其实换句话就是 冤枉一个人 想找些理由 那理由真的容易找到 刘贤还真不幸治安局真有这么一个干净的武官 督察们正准备行动时 门外传来一阵欢呼声 刘贤烦躁道 出去看看 这些傻子在鬼叫什么 他们是不是忘记了 督察组还没走 一名督察迅速起身去了外面 大旦十几分钟就回来了 刘贤问道 外面怎么回事 那名督察面色古怪 不用查铁灵这两天在做什么了 刘贤满脸疑惑 那名督察说道 铁灵刚破获了一件贩卖为经药物的案子 拒捕了二十名绝行者罪犯 刘贤愣了一下 前几天不是刚追溯成奈 打管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黑炭帮抓了回来吗 这才两三天时间又抓了一个犯罪团伙 这个人是不知道内蒙 刘贤顿时感觉到浓郁危机感 他背景深厚 钱根本不缺 职位也会在家庭帮助下不断攀升 所以钱和权他都不在乎 他在乎名声 他的偶像是古代的包青天 他想做包老爷这样的人 手上没有冤假错 抓过的都是恶人 如果铁灵不断立功 不断证明他是南海的定海神针 那作为审讯他 拒捕过他的刘贤 履历上将出现不光彩的一笔 刘贤咬着牙 铁灵必须得抓 我一定要给他定罪 咚咚咚 校门声响起 一位督察道 进 门被推开 一位穿着便衣的剑兽男子走了进来 男人脸上胡子拉叉的 一看就知道 这几天根本没休息好 他正是铁灵 刘贤皱着美 你怎么来啊 铁灵倚着门口 斜眼开的刘贤 我要把林小泉调回总局 这件事原本不归你管 但觉得还是说一声比较好 刘贤冷笑 就算他是你的徒弟 也不能随随便便调回总局 一圈谋死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铁灵弹莫道 林小泉警官在这几天时间 破获多且案子表现良好 昨天跟我追缴犯罪团伙时 也起到重大作用 按照治安局的规章 制服 他有资格回到总局 铁灵说罢转身 留下一句话 条子我已经踢了 就是告诉你一声而已 省得你在背后扯舌头 刘贤脸都绿了 你别忘了 你不听卫局长指挥 这事还没过去 铁灵根本不在乎刘贤的怒火 轰的一声 摔门而去 这些年治安系统里的人 要么巴结他 要么畏惧他 还从未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刘贤愤怒地摔了手里的报告 直奔着局长办公室走去 进了门 看到魏娜后 他一字一顿道 娜娜 逮捕铁灵 魏娜眼睛里露出惊喜 以什么理由 刘贤皱眉道 魔物工程师不听指挥 这还不够吗 魏娜眼底闪过一丝失望 哀怨道 上头对铁灵这段时间的表现很满意 免去了铁灵的罪责 刘贤住了 上头因为南海犯罪率下降的事 连亮铁灵了 那自己不是白来南海一趟 相对于刘贤的不甘心 魏娜反而心态更好一点 他轻叹一口气 这件事就这样吧 我们斗不过铁灵的 刘贤双手重重砸在办公桌上 眼珠子发红 那我回去怎么打报告 一个督察心事动众地来到南海调查一名武官 结果这名武官无罪 魏娜平眉道 上都赦免了铁灵 跟你无关 这又不算你失职 刘贤使劲拍着桌子大奖 你住口 这不行 我不能拘捕过优秀的武官 我爸妈会觉得我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魏娜脸色不好看起来 起身离开座位 臭着一张脸直接离开办公室 看都没看刘贤一眼 刘贤这才反应过来 语气柔和 对不起 娜娜 我不是有意兄弟 他想揽留魏娜 但是魏娜已经走了 诺大的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 刘贤眼睛里闪过一丝怨毒 铁灵 都怪你 我一定要把你调查个底朝天 他坐在局长办公室上 给督察组微信群发取消息 把铁灵上任武官大队长后的所有事情都给我查一遍 一点细节都别放过 群里有人回复 其实还真有一点事 不过我不知道算不算有用 所以一直没说 刘贤立刻在群里回复 说 等怪物工程期间 林小泉去了一家咖啡厅 然后 铁灵不顾伤势 也去了那家咖啡厅 那种危机情况下 这试图了为什么会去那家咖啡厅呢 青木咖啡厅 孟昕在窗边悠闲地看书 看了看日头和手表 他喊来一位女服务生 青青小跑着过来 老板 什么吩咐 叶云云不在 这家咖啡厅 现在是孟昕管事 其实他大可以让青青或者林林来负责这家咖啡厅 只是孟昕觉得自己需要一个身份 一个明面上的身份 如果一个无业游民 无所事事 还能天天泡在咖啡厅里 怕是会惹人怀疑 孟昕和上述说道 小冬今天家长会 我去一趟 你们到点了就下班 轻轻愣了一下 都这么晚啊 开家长会 小冬今晚不写作业啊 孟昕看了看外面暗下来的天 也有几分不解 可能明天周末吧 南海东党小学 这是一家私立学校 能来这里读小学的孩子 都是新城区的上官之子 学费还是很高的 但家长们为了人脉 花这点钱也不算在乎 当然 教育质量确实好 何勇是为孟昕卖过命的猎人 孟昕自然不能亏待了他的孩子 何小冬 现在就在这儿读书 东党小学的家长会 跟别的家长会也不太一样 并不是普通学校在教室里开的会 老师找家长说说孩子最近情况 那么简单 与其说这是个家长会 倒不如说是打着孩子的名义 让家长们有个互通有无的交流会 因为这里的孩子家长 要么有点钱 要么有点缺 就冲礼堂里请了一些 穿的卡通角色 清纯又性感的衣服跳舞 就知道这不是孩子喜欢的 这种家长会每年一次 每次都挺盛大的 家长们也穿着正式 也有的单亲妈妈打扮艳丽 想在这里找到个合适的男朋友 学生在小礼堂玩 大人在大礼堂边看表演 边 相互走动 这也算是中层社会勾连的一种方式 孟兴也是才知道 东邦小学的家长会竟然是这样 快 他还稍微紧张一阵 没想到是这么无趣 小冬在小礼堂玩得挺开心的 孟兴不愿意扫孩子的心 他独自坐在礼堂角落的一个沙发座上看书 跟附近热切攀谈的人们产生鲜明对比 特立独行的人总会引人好奇 最愈发 你也喜欢这本书吗 一阵香水未飘懒 孟兴侧头 只见一位二十七八的艳丽少傅 软绵绵地坐在他身边 他翘着二郎腿 高插长裙滑动下露出大片雪白 少傅水汪汪的眼睛弯成月牙 笑眯眯盯着孟兴 伸出手 你好 许玲 孟兴轻轻握了握许玲的手 孟兴 孟兴轻微打量了下许玲 手上没有魂解 是个单亲妈妈 许玲找上孟兴的原因也是因为孟兴手上没有魂解 猎人公会建立后 孟兴日夜操劳 看起来成熟不少 加上没有魂解 在这里很容易被当成单亲爸爸 孟兴卖相还不错 成了许玲的猎物 许玲眨了眨眼睛 释放着某种讯号 开口问道 孟先生是做什么的呀 能来这里开家长会的人 要么是公司高管 要么是老板 要么有官职的 孟兴应道 开了一家咖啡厅 许玲眼睛微微放光 咖啡厅的老板可太有诱惑力了 本身咖啡厅投资就大 也很赚钱 并且咖啡厅老板 可有点高雅味道 加上孟兴论维尔雅的模样 许玲更是喜欢 她决定 今晚一定要把孟兴拿下 哪怕不能当她孩子后妈 交个朋友当个红颜也很有趣 许玲有一大没一大地跟孟兴聊着 孟兴也很有礼貌 不会轻易博人面子 还好她也看过罪与法 俩人也算是有个话题 许玲越和孟兴甚聊越惊讶 面前 这个男人 对认罪和认罚有着独到见解 有学士涵养的男人 让许玲心里直升欢喜 一双眼睛充满魅影 就在这时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跑了过来 这孩子是何小冬 孟兴笑咪咪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冬怎么不去跟小朋友玩了 累了吗 这副宠迷孩子的模样 被许玲看在眼里 她眼睛里的柔情都要溢出来 心中知乎 这是个顾家好男人 何小冬跟孟兴相处得久了 也不那么怕生 嘿嘿笑道 一会有蛋糕 我要抢蛋糕上的草莓 这三人好似幸福的一家三口 这时 李唐安静了一秒钟 然后又嘈杂起来 不少人带着谴媚的笑容 快步朝门外走去 许玲站起身子 朝门口看了看 惊讶道 聂所长 她今天也来了 我记得她没孩子呀 孟兴呼一地朝门口看剧 只见一位三十来岁 满脸俱要的男人 抄李唐里走来 不少人忙着去攀谈巴结 那男人看起来 很享受这种重心同约的感觉 别小看这个世界的治安所所长 他们的权力可不小 治安所在南海的权力不算小 只在治安局之下 一个所长 也算得上这座城市的人物了 许玲对孟兴开玩笑道 要是我能当的所长夫人 那可真有面子了 孟兴没注意许玲的玩笑话 她看到了一个熟人 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她摸了摸何小冬的小脑袋说道 你乖乖坐着 我过去一趟 何小冬乖巧地点了点头 见孟兴离开 许玲决定照顾好他儿子 攻略爸爸就先从儿子下手 许玲递给何小冬一块糖 笑咪咪道 我能猜出你叫什么名字 你姓吗 何小冬吃着糖 摇摇头 许玲故作神秘道 你叫孟小冬对吗 何小冬摇摇头 我叫何小冬 许玲愣住了 你爸爸姓吗 你姓何 可妈妈姓吗 何小冬用看傻子的眼光看许玲 他是我哥哥 不是 我爸爸 自从身上被孟兴绑上定时炸弹 魏明就没笑过 上次跟妹子开房 他执意要把手机绑在身上 愣是让妹子以为他有毛病 今天魏明心情还不错 主要是聂三董事 上个月北区所长退休 魏明动关系 把聂三扶到北区所长位置上 主要是为了在治安系统培养自己的人 聂三因此更加坚定当魏明狗腿子的决心 按照平常 这种会 聂三是不屑于参加的 他参加这个会议完全是为了魏明 最近魏明口味变了 变得喜欢30岁左右的少妇 聂三怀疑这是魏明的某种恋结情节 于是 聂三代魏明参加这个家长会 让魏明尽情烈焰 这里可都是少妇人气 绝对符合魏明的爱好 魏明进到礼堂后简直是解放天性 凭借东区所长的身份 不少少妇暗送邱伯 直到他看见了一个人 他一生的梦魇 那个在老城区遇到的青年 甚至他都不知道那魔鬼的名字 正在听魏明讲混段子的少妇们见魏明不说话 朝着魏明呆愣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笑盈盈地走来 梦兴行至魏明面前 嘴角扬起 猥琐 去聊聊 魏明病脚流出冷汗 不自然地笑了笑 好好啊 大哥 礼堂的卫生间里 魏明跪在地上 浑身颤抖 惊惧交加的眼神死死盯着梦兴 梦兴一在洗手台 此笑非笑道 你姐姐最近很安静啊 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魏明大声道 大哥 我怎么敢啊 我姐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及时汇报给您的 梦兴手心燃起一团青色火焰 魏明瞳孔收缩 他感应到那股火焰的气息和折磨自己一时之海的气息相同 他脑袋不断撞着地砖 剃泪纵横 大哥 你饶了我吧 除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真的什么都跟你说啊 梦兴皱了皱眉 微不足道的小事 魏明抬起头 快速说道 我姐最近总跟帝都来的独茶约会 梦兴看着魏明的眼睛 起而问道 然后呢 魏明哪知道姐姐跟刘贤还有什么 然后 她开始胡乱地说着自己知道的 有啥说啥 她和那个独茶 最近总说去什么咖啡厅约会的 妈的 这个婊子平时看起来挺正经 遇到有权的就跟母狗似的 梦兴神色微微凝重 咖啡厅 什么咖啡厅 魏明迅速回忆起来 瞪大眼睛道 金木 东区的金木咖啡厅 梦兴的脸色缠了下来 为什么不早说 魏明惊害地张了张嘴巴 终于说出话来 大哥 你是不是也想上那个剑 我可以帮你大哥 梦兴看了魏明良久才说道 你姐姐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就背后这么爽你姐 魏明脸上出现怨毒之色 他就是怕有个什么都不是的弟弟会给他丢人 如果不是他让我调查铁灵 我怎么会像现在这样 话说了一半说不下去了 他剩下的半句话应该是 怎么会像现在这样被你控制 梦兴没再理会 魏明 他都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碰见魏明 也没想到魏纳竟然怀疑起了咖啡厅 梦兴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了 魏纳不能留 他必须得死 可是梦兴不能亲自动手 此一个治安局局长 一定会引起全国轰动 他不能冒险 梦兴走出卫生间 他应该回去了 何小冬心心念念的大蛋糕终于来了 就在舞台上面 二十多层的蛋糕 是所有小学生的气盘 当然 最美味的 有草莓那一层就在最上层 蛋糕一被推出来 在大礼堂等候多时的小孩子们一无风冲上去 那些家长们就坐在沙发座上 微笑地看着 时刻准备地和小冬手当气冲 最快拿到令人最羡慕的草莓奶油 乐颠颠地朝台下跑 他想把最好吃的草莓给自己的梦兴大哥哥 或许是太高兴啊 被毯子绊倒 手中餐盘的奶油蹭到了一个男人的鞋子上 正在享受一群美艳少夫妹眼的聂三 不越地看着倒在面前的何小冬 谁家孩子 有没有点规矩 何小冬切身身地站起来 对不起叔叔 我帮你把鞋子擦干净 何小冬一手拿餐盘 一手帮聂三擦皮鞋 没想到越擦越脏 此时 一名美妇惊异道 一 这不是何勇家的孩子吗 怎么也来东当小学啊 何勇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也是黑龙帮的小头目 这些家长有不少在以前的金碧辉煌 宴请过客人 或者自己玩过 这名美妇恰好记得何勇的孩子 总带孩子来工作的男人 实在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何勇这名字 聂三可太熟悉了 前两个月何勇杀了那么多人 轰动了整个治安局 聂三脸上出现嫌弃之色 罪犯的孩子也配读书 你们学校怎么想的 排养下一个罪犯吗 何晓东愣住了 你胡说 我爸爸不是罪犯 孟兴一直没说何勇到底去哪了 只是说何勇去外地工作 聂三吃笑 你爹是罪犯 抓 他的时候我也在 你妈是婊子 让黑龙帮老大玩了好几年 给你爹带绿帽 让你爹杀了 何晓东怒了 一把将手里的蛋糕丢在聂三脸上 你胡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爸爸妈妈 聂三猛了 他被这个小畜生丢蛋糕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 许玲惊呼一声 连忙跑了过来 拿指巾帮聂三擦拭 聂所长别生气啊 小孩子不懂事 宁可是所长 大人有大量 可千万别怪罪他 聂三脸色难看得厉害 许玲的原场 非但没让他平息怒火 反而火气更大 聂三怒骂道 有人生没人管的东西 我替你那蹲监狱的爹教训 教训你 说吧 一脚将何晓东踢到 做事要踹何晓东 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此刻寂静的大礼堂里 脚步声显得很大 寻声看去是一名 穿的黑风衣青年 他的眼里竟是冷漠 一步步靠近 何勇是他的属下 为他办事被抓的 怎么 我猎人工会的会长 都照顾不好属下的后达 何晓东看到孟兴 找到了主心骨 委屈地哭了出来 哥哥 他说我爸爸的罪犯 孟兴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巾蹲下身子 把何晓东的小手擦干净 然后站起身 这副作牌就是不服气 想为孩子出头可以理解 只是你也要看看 对方是谁啊 他们都以为 孟兴是何勇的朋友 或者亲戚什么的 围观群众们不说话 脸上隐藏着灿烂的笑容 等待好戏开场 聂三被孟兴看毛了 你看什么看 你是何勇的手下 妈的 你们这些社会渣子 真他妈犯了心 孟兴抬起手 一巴掌上了过去 哈 这声肉响 把聂三打猛逼了 也把在场众人打猛逼了 聂所长被这个小子给打 这穿风衣的小子完了 许玲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生怕遭受牵连 这个孟兴不是挺温和的吗 怎么 这么野啊 聂三愣了一会后 几乎要失去理智 操 你妈的 老子今天不把你弄了 算老子白几把换了 聂三 双手覆盖上一层厚厚绿毛 天赋 猛毒 你算的什么东西 邪警 你好大的胆子 我弄死你 都没有会说什么 充满猛毒的手朝着孟兴脖子抓去 住手 一声惊鹤传来 众人想看是谁敢阻止聂所长 只见卫明带着惊恐 快步跑来 一拳砸在聂三脸上 你找死是吗 用了好多张铺垫 剧情可能略显无聊 聂三出现 接下来就会好些 辣宝子们 你们猜 聂三为啥叫聂三 聂所长连续被两个青年扇嘴巴 大家都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有眼间的一下子认出来 卫明 卫所长 据说卫所长在总局有极深的关系 连聂所长都是在他运作下 才胜任北区治安所所长 卫明转头 满脸惊恐地看着孟兴 对不起 让您受委屈啊 是我没管好他 聂三看到这场景 立刻明白眼前这个穿着风衣的青年是一个大王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苍白起来 喘息急促 一双手不知道该放在哪 孟兴还未说话 卫明又一巴掌打在聂三脸上 我大哥也是你这狗腿子能碰的 聂三颤颤唯道 我错了 明哥 卫明哪管得了这些 接下来就是不顾形象的拳打脚踢 这一幕让全场人露出惊骇之色 聂所长被揍啊 众目愧愧之下 这个卫明所长一点都不给聂三面子 聂三不敢还手 抱着脑袋不断求揉 当真是面子摔得稀碎 还被狗吃了 众人把目光放在孟兴身上 那某尊敬显如无疑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背景 为什么卫明会为了他暴打聂三 一点不顾及情谊 尤其是许玲 他紧绷着身体 双腿不由自主地加紧 在这个世道 背景 这么恐怖神秘的男人 总是所有女人的向往 孟兴终于有了动作 他摸了摸何小冬的脑袋 走吧 回家 我让叶阿姨给你做蛋糕吃 说吧 牵着愣愣的何小冬 朝外面走去 身后那场骚乱 就像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 孟兴把何小冬送回自己的庭院后 直奔小月而去 当才老乞丐给自己发了消息 说小月菜地有意懂 孟兴不知道是不是库罗网 要解脱封印 不管怎么说 小月是他立足的根本 绝对不能有意外发生 孟兴推开小月的门 老乞丐和叶晨都在 他俩是第一次见没戴面具的孟兴 但也知道这是会场 俩人对着孟兴恭敬行礼 孟兴看也没看他俩一眼 急匆匆地走到菜地前 菜地里 那些种植的超凡植物都已经枯萎 只有太阳借梯 藤乱 剁魔果石树 还有青莲地心火的连台还完好无损 其余的超凡植物像是有什么东西吸取了他们的养分一样 孟兴皱紧眉头 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难道是自己的天赋异能有问题 孟兴走进屋里 取出两件灵性物品还有一把种子 一股脑埋进土壤里 这时 两株超凡植物冒了出来 那两株超凡植物还未来得及发芽开花 就被一股诡异的力量吸走了养分 然后枯萎 孟兴摸了摸土壤 感受到一股强悍的气息正在熨练 难道是有什么强悍的植物要出现 养分不足 所以那个东西在掠夺其他植物的灵性 孟兴看向恶魔果实树 一共有十二颗恶魔果实 还有一颗正在归宿生长的青色恶魔果实 十二颗恶魔果实中 有十颗碧阶 还有两颗细节 那十颗碧阶是留给勾魂猎人的 孟兴摘下两颗细节恶魔果实 埋进土壤 土壤里的两颗细节恶魔果实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浮软 消融 似乎是突破了某个灵界点 菜地里土壤出现军裂景象 天空下起了蒙农细雨 老乞丐仕途二人猛逼了 这可是冬天啊 爱皆可改变地势 皆可改变天象 皆异能者能改变天象 这也只是听说 从未见过 他们惊骇地看着梦兴 这位会长竟然是街 令他们震撼了还在后面 大地中 八岛漆黑藤蔓深处 在黑夜中张牙舞爪的 骇人的气息在那藤蔓中爆发 紧接着 八岛漆黑藤蔓收缩 净化成了一株蓝色的植物 似花飞花 是草飞草 那株花草出现的一瞬间 大雨瓢泼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们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蓝色花草从地中自己脱离 漂浮半空 雨停 海浪声也消失了 梦兴死死盯着那株花草 关于那株花草的信息 在大脑中生成 五魂蓝营草 且 蓝营草可寄生在宿主身上 使宿主获得蓝营草的力量 宿主消耗灵性 可操控五魂蓝营草 也可使用其九大魂计 第一魂计 缠绕 第二魂计 气声 第三魂计 蛛王束缚 第四魂计 蓝营老龙 第五魂计 蓝营霸王枪 第六魂计 虚无 第七魂计 蓝营真身 第八魂计 蓝营邪魔镜之灭 第九魂计 蓝营天青龙之魂 宿主死亡 蓝营草将化成种子 重新种植 蓝营草将会复活 五魂蓝营草 斗罗世界 海神 唐三的五魂 梦兴怎么会不知道 种出这东西的惊讶 几乎不亚于种出一伙 且 当之无愧 蓝营草虽是蓝色的 但是大偶尔显化的 藤蔓是黑色的 梦兴不明白 蓝营草的藤蔓 为什么会是黑色 难道是唐三 炼化了那只魔珠后的形态 根据梦兴脑海中的信息 这九大魂计 各个极消耗灵性 尤其是到第五魂计 需要的庞大灵性 几乎可瞬间 乍干一位六级灵性觉醒者 蓝营草没多久 幻化出一道黑色藤蔓 朝着青色帘胎伸去 他在渴望明星 青色帘胎愤怒了 迸发出青色火星子 瞬间将那根藤蔓烧毁 蓝营草怕了青色帘胎 一伙是他的克星 老乞丐见到这一幕 哪能不明白 这是梦兴培育出来的超凡植物 他立刻躬身抱绝 恭喜会长 喜获神草 叶晨也反应过来 跟着师父躬身抱绝 喝喜 梦兴 梦兴贴了二人一眼 坐在躺椅上 看着有漫天星星 陷入深思 怎么处置蓝营草呢 自己用啊 不行 他还想肿出其余两种异火 玩一次浮怒火莲呢 被蓝营草寄宿的宿主 只有在死亡后 蓝营草才会脱离 梦兴手指习惯性地轻点扶手 利用蓝营草打造一个强大的猎人 梦兴摇摇头 虽然异火是蓝营草的克星 可梦兴不能控制 蓝营草觉醒者的生子 万一自己要灭杀蓝营草觉醒者 需要自己亲自跑一趟 那自己可有事儿干啊 再者说 猎人知道关于公会的事太多 一个接且不受掌控的猎人 不一定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如果为了蓝营草猎人 专门喂一颗恶魔果实 梦兴又觉得没有把蓝营草利益最大化 突然 梦兴手指一顿 眼睛闪过一丝惊光 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式 不但能完美利用蓝营草 还能弄死为娜的办法 梦兴嘴角露出满是阴谋的笑容 这株草 来得还真是时候 夜深了 狠了 一个穿着破烂西装的男人 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 他脸上满是一情 手里拿着一瓶酒不断往嘴里灌掉 妈的 妈的 卫明 操 你妈的 根本没打老子当人 男人 正是聂三 刚才被卫明当众狠揍了一顿 面子算彻底没了 聂三猛递灌了一大口酒 曾经讨好卫明的一幕幕金线眼前 老子给你当了这么久的狗 你竟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打我 你不就是有个局长当姐姐吗 你算的什么东西 聂三这辈子像太监一样活着 为的就是那点面子 结果 最珍贵的 却最容易失去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卫明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卫明是他的靠山 很多人都知道聂三是卫明的狗腿子 很多人也因此惧怕聂三 而今晚 奴才被主人当众教训 最为伤人 今晚过后 他将是整个南海的笑柄 聂三喝醉了 在街头耍酒疯 跟精神病似的 路人对他频频侧目 聂三耍出去 酒瓶子 恶狠狠骂道 看你忙啊 操 你妈的 老子东去治安所所长 再看权抓了 路人才不信 这样的酒鬼是治安所的所长 也都不愿意跟酒鬼一般见识 纷纷散开 聂三就这样一口一口灌着酒 朝着回家的路走去 他并不知道 一场专为他而准备的大戏 就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等他这个主角到场 荒废的公园里 聂三的酒精上来了 他支撑不住坐在破旧场椅上 揉着太阳雪 一道悠扬且苍老的歌声 从远处传来 人等过克兰无处 休说故里再何方 随悦而暗无不可 天下到处是花香 人间纵有万户绝 不化老朽一壶酒 清风若与我同坐 哈哈 不成仙人也成福 聂三揉了揉醉眼惺松的眼睛 只见一穿着破旧道袍的老人 摇摇晃晃地朝这边走来 道袍老人行至聂三眼前 驻足 两只老眼贪婪地看着聂三手里的酒瓶 小妖 可赠老道些酒水了 老道可还你一段心愿 聂三烦躁得摆摆手 闻 老叫花子 去别地儿要饭去 道袍老人愣了一下 继而发出怪笑 姐姐姐 老道 我就喜欢你这个心 不如 做老道弟子如何 聂三 做你妈 道袍老人摇摇头 晚熙道 见你根骨绝佳 想来可得先怒 也罢 你我无缘 老道叹息一声 一边唱着歌 一边踩着摇摇晃晃的步子 朝前方走去 聂三整个就是大无语 嘟囔一句 傻逼 就在此时 十二道身影从聂三身后灵中窜出 聂三被吓得醒了酒 难道有仇家找自己抱仇来啊 他慌忙躲在场椅下 抱着头 他细想了想 不对啊 自己上任北区所长后 连犯人都没敢抓过 能跟谁结仇 我他们哪来的仇家 我躲啥 想清楚后 聂三壮着胆子探出头 打量起那些人的模样 他们戴着面具 个个都有极强的灵性波动 身上散发着强大异能光芒 高手 全是高手 那些面具人掠过了聂三所在的长影 朝着那名老道追剧 不道一瞬 那些人将老道团团围住 那名老道叹息一声 啊 还是让你们找来啊 为首 那名面具人冷声道 天碎道人 你背叛公会 怎有脸面狗活于事 老道摇摇头 请声道 老父以天为碎 自当长生 我被袖真者 怎能拒泥于凡尘之中 远远偷看的聂三目露震撼 天碎道人 以天为碎 我是这在做梦吗 这个世界还有修真者 命具人立声道 你就不怕会长降嘴 老道吃笑 会长大人 怎会把我这个小角色挂在心上 倒是你们 一群低级猎人也陪镇压老道我 高级猎人来了还差不多 聂三又觉得 只是以奇怪的方式 进入自己脑子里 会长 猎人 高级猎人 这一听就很牛逼 这些低级猎人都这么屌 那会长的牛逼成啥呀 面具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怒声道 受死 12名面具人纷纷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有的手臂化成刀刃 有的随手可召唤锋刃 有的体型变换成一个长颈鹿兽人 在聂三见识不低 他看得出这些全都戏界高手 12名面具人冲杀向老道 是要将老道撕碎 这可是12名戏界 在任何地方都是一股不弱的力量 而老道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酒 他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 很快 老道是皮肤变得惨白 双目死灰 哪里还有先锋盗骨 明明像一个死人 就好像 在使用一种邪术 老道骤然出手 是用无形的力量与那12人缠斗起来 短短几分钟 那12人进步底 纷纷颓败 围守面具人捂着胸口 是遭重创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老道 你 你 你成功了 老道 眼睛露出一抹猖狂 他仰天长笑 今时堕入魔道是非所愿 只怪先路难登 老道只能另求长生 念 而等 与我有同袍之意 巨人不甘地看了一眼老道 紧咬牙关 是 那12名面具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多大 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公园里 老道常叹一口气 身体恢复了正常 浑浊老眼里是说不出的落寞 哎 成仙男啊 这人间二两俗方 敢散我一世先吗 老道是从腰间取出葫芦 往嘴里倒了倒 异地也没了 老道自嘲道 呵呵 这酒也没啊 说吧 踩着醉醺醺的步子 朝黑暗中走去 聂三的嘴巴张到老道 真的有人修仙 修仙不是小说里的 那老道是 身上散发的异能力量不比自己强 但能打过12名细节 这一定是修真者的力 那老道是不是说要受我当弟子了 是不是我也能修仙 别说修仙啊 能修魔也行了 没看那老道是魔化之后多猛啊 12个细节被他随便击手就干跑了 聂三手心直冒汗 他觉得天大的机缘就摆在眼前 聂三连忙从场以下爬出来 拿着没喝完的淡瓶酒 朝老道是追去 师尊 师尊 老道回过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追来的聂三 谁是你师尊 你别乱叫 聂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两只手高举半平二锅头 大声道 是弟子有眼无珠 请师尊带弟子修仙 老道摇摇头 你刚才拒绝了老道 老道不会再收你了 聂三想善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他快回死了 他见老道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手上的二锅头 聂三连忙道 弟子定当好好孝敬师尊 毛子 警攻师父享用 老道眼睛一亮 好徒儿 你说什么 妹子进宫为师享用 走 咱去一边坐着 细说 聂三 已经到了后半夜了 聂三跑到街上给老道买了两只烧鸡 三瓶好酒 老道吃饱喝足 满意地打了个宝格 好徒儿 有心了 那这妹子 聂三表情古怪 先封道古呢 登先露呢 成名语色真的没问题吗 可刚才老道一个人打跑十二个戏界 又不会是假的 聂三赶忙道 师尊 妹子的事 咱们以后再说 少不了您的 您先说说修仙事怎么回事吧 这真的有仙人 老道 正则道 仙人 当然有仙人 御外天魔你都见到了 怎么会没仙人呢 聂三低声念叨着御外天魔四个字 突然瞪大了眼睛 师尊 您的意思是 魔物入侵 其实是御外天魔降临 老道欣慰地摸了魔虎须 如此可教 御外天魔就是现在所说的魔物 聂三连忙问道 那修仙者呢 怎么现在都没见到过 老道不满道 我不就是修仙者 聂三摇摇头 师尊 我是说为什么修仙者那么少 都没听说过 老道眼中出现缅怀之色 事实追忆 两久他才说到 修仙者曾经也是不少的 御外天魔入侵 人间的修仙者 最先迎战 可惜 御外天魔太过强大 修仙者们血肉之躯还是落了下场 好在 几位地仙境强者在云落前 将仙法灵术传授人间 聂三皱眉思索 半赏不解道 仙法灵术在哪呢 我能修炼吗 老道瞥了聂三一眼 你们这些觉醒者 依靠的不就是陆地神仙的仙法灵术吗 这句话仿佛晴天霹雳 狠狠炸在聂三脑海中 原来这就是人类觉醒的秘密 怪不得人类的觉醒 不符合科学 任何人都找不到觉醒的企业 原来是这样 聂三已经迷糊了 他这时发现了多了不得的秘密 老道嗤笑一声 那些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力量 你们啊 跟我们这些老家伙差远了 他用火热的眼神看着老道 是世尊 那你又是什么来历呢 老道事事提到伤心事 拿起地上的酒横横灌了两口 眼珠子有些发红 老脸挂着些许惆怅 开口 老道 我来自三百年前的魏阳山 一次百年闭关后 发现宗门已经空荡荡的 带老道行走人间时 才发现域外天魔已经突破仙人们的防线 灵气崩坏 萌脉已逝 修真者的时代也算是结束了 聂三又迷糊了 闭关一百年 这得多大岁数 这就是修真者吗 老道看着聂三 故作轻松道 还好 老道在大县江之时 遇到了你 聂三愣了一下 我 老道点点头 你根骨不错 颇有仙缘 聂三眼神中露出惊喜之色 我 我也有可能成仙吗 老道轻吼了一声 事事不满聂三的妄自菲薄 他开口道 你是百年不遗欲的修仙奇才 虽说过了修仙的最佳时期 不过也很不错 老道转而看向忧愁的月 缓缓开口 老道 我这辈子就这样 你倒是有些指望 你有这份成仙的心吗 聂三心中狂喜 原来我还有这等天赋 我就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他急切道 师尊 不瞒您说 我自小就觉得我不是俗人 总觉得未来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 我现在算是明白 我等的就是修仙 聂三站起身 在老道面前跪下 只进磕了三的头 请师尊传弟子妙法 老道微笑着点点头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卫阳山掌门 天遂道人关门弟子 他从怀里拿出一本手写指数 递给聂三 起来吧 这是卫阳山灵法 你先助击吧 聂三看着那本泛黄的书 激动到浑身颤抖 郑重地接过那本书 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大字 为央助击法 聂三将这本书视若珍宝 小心藏进西装口袋 坐回老道身边 这时候聂三想起了那十二个面具人 便对老道问道 师尊是不是有仇价 不瞒师尊 弟子在俗世有些地位 或许能帮师尊解忧 老道马上明耐 聂三说的是面具人 他眼睛里露出惊恐之色 不可 说话声音都变啊 聂三听到了不同寻常 他好奇了起来 师尊这么强 还会有怕的东西 聂三小心翼翼问道 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老道深呼吸一口气 平复了下心情 认真地盯着聂三 乖徒儿 这是卫师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 你要谨记 遇到戴面具的人 立刻跑 有多快跑多快 有多远跑多远 聂三被老道 吓到了 师尊 他们很强 我看师尊您没几下就把他们收拾了 老道 脸上带着后怕 他苦笑两声 他们是猎人工会最弱的低级猎人 也就是杂鱼 他们上面还有中级猎人 中级猎人上面还有高级猎人 高级猎人上面还有恶魔级猎人 你失踪我 也只不过是个中级猎人吧 聂三再次被震惊到 他怎么都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恐怖的组织 喜剑 在那个组织里只能算是杂鱼 他喃喃道 妈呀 低级猎人都这么强 那你先前说的会长该多恐怖啊 老道脸上再次爬满惊恐 他赶紧捂住聂三的嘴巴 谨慎 会长全知全能 有人说这两个字 很有可能被他听到 聂三傻住了 摆开老道的手道 全知全能 老道一脸凝重 会长是这个世界最恐怖的人类 因为他不但是顶级觉醒者 还是仅存的一位陆地神仙 聂三悍然地看着老道 顶级觉醒者 已经可以横行天下了 他还是一位恐怖的陆地神仙 聂三已经感受到会长浓浓的压迫感了 老道很严肃地开口 世尊 我原本是猎人工会的一员 为了成仙 不得已脱离工会 所以为了你的安全 也不要对外说是我的徒弟 聂三赶紧点头 他活腻了去跟人说自己拜了天碎道人为师 万一被猎人工会追杀怎么办 至于利用治安局的力量调查猎人工会 别道啊 他想休闲掌声 而不是招惹会长求死 那可是全知全能 俩人聊得很老 老道表示他有事要离开 聂三感忙问道 世尊 你有手机吗 我该怎么联系你 老道想了想的 你知道水融年华喜悦吗 以后我每周五都会在那里 聂三眨八眨八眼 那是朱大军旗下的窑子 他哪能不懂老道的意思 当即从口袋拿出一打钱 公公静静送到老道手里 世尊 初次见面 没有什么好孝敬您的 这点钱您拿去 以后我每周五都带您去水融年华 爽快下 老道乐呵呵地收下了钱 然后说道 乖徒儿 那卫师在跟你说一个秘密 聂三瞪大眼睛 心里大呼这钱花得不愿哦 世尊您说 老道开口道 治安局有个女娃叫做为娜 那可是上好的顶务 修仙之事事半功倍 聂三脑袋当机了 为娜 顶如 这你马太刺激了 他对老道的话一点都不怀疑 聂三面露难色 可 为娜是治安局局长 爱接觉行者 弟子只是一个一姐 小小的治安所所长 想获得他的情形 怕是有些难 老道脸色不悦 不满道 谁说让你跟他结尾道理了 他不喜欢你 你不会用强 修仙者 要跟老天抢契约 你连个女人都不敢抢 小你这点出息 聂三听完这话 愣神 足足十秒钟 师尊 这意思是墙上的 聂三想起 为娜恐怖的兵属性力量 当时就摇了摇头 不行 师尊 我打不过他 老道叹了一口气 啊 行了 谁让你是我徒弟呢 魏阳山上有一株仙草 十年种盛 百年发芽 千年长成 你根骨绝佳 炼花那件宝物 可获得半仙之力 谁让我老道 只有你这一个徒弟呢 戴维师有时间 娶给你吧 聂三闻言 心中狂喜 果然 就知道师尊肯定有好东西 聂三再次跪下 框框磕头 不到喊着师尊 千秋万代 老道笑了笑 唱着歌 迈着步子 朝着公园外走去 聂三破音高喊 恭送师尊 待老道彻底消失 他才敢从地上站起来 聂三 脸上已经笑成了招残猫 他已经想到未来自己呼风唤雨的样子了 很快 聂三的双眼充满怨度 魏娜 魏明 呵呵呵 没想到我聂三有这种机遇吧 想到未那冷艳的模样 呵 未来在自己房间飞红的俏脸 聂三就觉得需要去一趟洗浴中心 老道是没走多远 猫在树后看了看聂三的行踪 直到聂三彻底消失在公园 他嘿嘿怪笑了两声 整理了下衣服 他对着树上恭恭敬敬的行礼 营爷 您看我这差事办得行吗 树干上 一位带着鬼怪面具的人 张开双翼落在地上 他好奇问道 这些都是你胡编的 老道 嘿嘿笑了笑 小说里看的 黄杰抿了名嘴 那你那本住击法门呢 也是小说里看的 老道 喳巴喳巴也 那不是 那是我写的 袁超 黄杰看着老道 半上没说话 老道挠了挠头 营爷 你就说我这表现得咋呀 黄杰闷声道 还不错 这哪里还不错啊 这老小子把聂三忽悠去了 也对 这老小子本来就是街头的算命先生 原本就是个大忽悠 老道 眼睛充满了渴求 问道 那能换一颗恶魔果实不 面前这位爷 拟称鬼异 大家都尊他为阴爷 熟悉的都知道 阴爷是会长的使者 很多不方便在猎人公会应用上说的话 都是这位阴爷负责传递的 运输部门不只是运输快递 还要运输信息 黄杰道 会长说过 只要任务完成 会奖励你一颗恶魔果实 老道 脸上的褶子都笑得皱在一起 明白 我会让我这乖徒儿杀了魏娜 然后再让我这乖徒儿被治安局击毙 老道 我夜观星象 南海的江星 忽明忽暗 这是魏娜遭遇大劫的象征 黄杰瞥了老道一眼 跟我你还搞这套 说吧 震动翅膀飞向夜空 找梦兴复命去了 这趟一共出动了13名猎人演戏 梦兴很重视 老道望着黄杰离开的背影笑秘秘道 这可不是忽悠 这是算的 谁说老道我没真本事 老道摸了摸怀里的那一大钞条 美滋滋地朝着东去港湾巷走去 那里有不少劣质的老金鱼 几天后的夜晚 一家高档系餐厅 刘贤的餐桌前摆着一束鲜红玫瑰 她忐忑地等着家人赴约 前些日子吼了魏娜两句 魏娜也不再理她 在魏娜冷漠自己的这几天 刘贤后悔地想扇自己嘴巴 哄了魏娜好几天了 魏娜终于答应陪自己吃个饭 门口出现一道靓丽的身影 红色大衣 黑色皮裤 长筒高跟靴子 美得惊人 不少男人的目光被拿到静影吸影去 只是 那美人很高傲 带着生人无尽的冷眼 刘贤兴奋了起来 站起来朝着魏娜挥手 魏娜看到了刘贤 冷着一张脸走到刘贤面前的座位上坐下 翘着二郎腿一句话不说 刘贤知道魏娜在生自己的气 带着讨好的口吻道 娜娜 别生气了 上次真的是我不好 我给你道歉好吗 魏娜依旧不说话 那冷冷的模样让刘贤心都碎了 刘贤赶紧朝一名侍者使了个眼色 那名侍者心领神会 装一名小提亲手打了个手势 小提亲手走到二人身边 拉起优美的曲子 曲子 为爱的赞领 魏娜听得入迷 刘贤趁热打铁 从怀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 她打开礼盒 取出里面的水晶项链 诚恳道 娜娜 你就原谅我吧 我发誓再也不凶你了 魏娜接过水晶项链 脸色好了些许 刘贤继续道 等我回家 我肯定让家里人严差体灵 总会有办法把她弄下去 你开心点好吗 魏娜白了刘贤一眼 悠悠道 你就这么回家 应该不太好看吗 你不是要面子吗 我给你一个面子 刘贤不明白魏娜什么意思 魏娜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打资料 这是南海北区治安所所长 聂三的资料 贪污受贿的证据都在里面 她是我弟弟的人 我本不该卖她 但我也不能让你无功而返 不是吗 当天夜晚 孟昕在自己庭院的亭子里看书 电话响了起来 是 魏明的短信 大哥 我姐有新动作了 督查的刘贤不愿意就这么离开南海 我姐打算把聂三卖了 聂三您知道是什么 就是前几天对您出烟不驯的那个傻逼 聂三的罪证就在我手里 我姐让我亲自抓她 孟昕看着这条短信 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督查办事一般来说不需要其他人辅助 哪怕是五官也不需要 怎么会让魏明一个治安所所长去抓人 唯一的原因就是魏纳想让魏明去刷点成绩 魏纳 魏纳 真是无时无刻不再想着自己的好弟弟 这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孟昕回复道 去办吧 我不喜欢她 那边几乎秒回 放心大哥 对你无礼就是在打我的脸 我整死她 孟昕放下手机 手指轻轻点了两下桌面 一位备有双翼的觉醒者 从中式阁楼楼顶上飞了下来 皇姐恭敬地站在孟昕身边 醒哥 孟昕从怀里拿出蓝银草 去吧 交给天岁 他的好徒儿该干活了 皇姐借过蓝银草 一股奇异的感觉从心底升起 那是本能的对变强的渴望 他能感觉到 这株草他吞噬后就能变强 可是他没这个胆子 压制下心中那份骚动 冲孟昕行李后飞向天空 一日清晨 一位中年男人早早等在北去治安所门口 他叫王大鹏 聂三是他的小舅子 曾经在中央大道开了一家违规的燃气公司 没错 就是被铁灵炸了的那家 先生 聂所长一向来得很晚 有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来 您要不别等了 治安所的女治安官对门口的王大鹏好心劝说道 王大鹏贴的女治安官一言 那是我亲小舅子了 我给他发过短信了 他有空就能来见我 女治安官见劝说无果 只好回到岗位上 最近聂所长很奇怪 他已经三天没上班了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犯事被抓 一直到了下午 聂三穿着制服走进了治安所 王大鹏看到聂三来了 洗上眉烧 立刻走上去 老三 你最近去哪了 你姐姐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聂三跳跳没 你怎么来了 王大鹏笑呵呵得拍了拍自己的手提包 给你送点东西 聂三没搭理王大鹏 而是对着一名女治安官说道 把没出力的案子都送到我办公室 把会议室打开 三点半我们开会 北去治安应该有一个新的规划 然后聂三才对王大鹏说道 来我办公室谈嘛 王大鹏陪着笑 跟着聂三走进所长办公室 那名女治安官则是一脸茫然 聂三上任治安所一个读院了 从来都不管北去的治安啊 每天要么不上班 上班就是在办公室玩游戏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所长办公室 聂三坐在办公椅上点了一支烟 对王大鹏道 做吧 什么事啊 说 王大鹏笑呵呵从手提包里拿出几捆钞票 推到聂三面前 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小舅子了 除了贪就是贪 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王大鹏本以为这回让聂三败事 聂三会跟以前一样痛痛快快的 却没发现聂三眼睛里一傻而适的不悦 王大鹏大咧咧地坐在聂三对面 说道 我那公司不是被治安局给炸了吗 以前公司地皮 我觉得风水不好 想换一个地方 就把以前的公司地皮给卖了 我在北去看中一个店铺 就是那家人不愿意卖给我 我行思老三是不是帮我去说道说道 顺便看看价 王大鹏这意思在明显不过 这是让聂三去谈谈购买店铺和勘勘价吗 这分明是想让聂三用全力赶走他们 最好一分钱不花 把店铺抢来 王大鹏算判打得不错 有买店铺的钱都不如给自己的小舅子送典礼 双方都受惠 王大鹏本以为聂三很乐意做这种事 却没想到聂三竟勃然大怒 聂三拍着面前的桌子怒骂 王大鹏 你把本所长当什么人了 土匪吗 强盗吗 在过去我这叫父母管你懂了 你让我做这种事 如果你不是我姐夫 我现在就把你抓 你信吗 王大鹏猛逼了 以前这种事不是经常做吗 这回是咋的了 聂三把面前的茶杯甩向王大鹏 拿着你的抽钱 给我滚 王大鹏哪里还敢逗留 慌乱地收拾钱 头也不回地跑出治安所 出了治安所 王大鹏就给自己媳妇打去电话 媳妇 你弟弟好像疯了 所长办公室里 聂三手中捧着老乞丐送的 未央助击法 这段时间日夜苦学 就是没餐物这里边写的是茶意思 什么鲜脉 什么灵根 什么五行大气 聂三通通不懂 他一度怀疑是自己天赋不好的事 可明明是遵述自己天赋异禀了 自己可是有成仙之字的 聂三昨晚重新鼓起星星 再次翻看未央助击法 他有了重大发现 聂三在最后一夜看到了一行字 大概意思是人的修炼离不开功德 功德会让悟性增强 修炼成功的机会越大 聂三懂了 自己可是北区所长 做坏事跟做好事 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他今天回到了治安所 打算好好展示下自己的才能 多积累点功德 当王大鹏给他送钱的时候 他内心极度厌恶 因为这王大鹏是在断他的先路 并且聂三的心态有些转变 就突然也看不上那些钱了 自己可是未来的先人 谁在乎这点钱啊 等自己成仙 要啥 有啥 谁在乎这些俗物啊 聂三和尚未央助击法 打开了女治安官送来的案子卷宗 聂三斗志满满 把每个案子都翻看一遍 然后就撵啊 这些案子每一个都好难 他不理解 铁灵是怎么做到有案子逼迫的 他怎么建 怎么入手都不知道 还好 一会召开啊 会议 到时候在会上让大家一起参谋 这些案子就行了 聂三摸了摸一大落案子卷宗 心里想着这些案子全破了 自己得积累多少功德啊 北区治安所 会议室 治安所除了门口值班的 其余治安官都在这间会议室里坐着 他们不知道聂三在发什么疯 整理治安 鬼才信哪 我看 就是督察组来了 聂所长想装装样子 一名治安官满脸不屑道 先前接待王大鹏的女治安官 思索了一回开口 也不能这么说 万一聂所长真的想好好干事业了呢 毕竟大家都知道 聂所长是卫局长的人 督察组怎样都不会查 聂所长的 那名治安官嗜笑一声 双手背到脑后 还不信 你就看得吧 这会议就是走个形式 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聂三拿着一摞资料 黑着脸走进会议室 众人赶紧闭嘴 老老实实等着聂三说话 聂三把那摞资料 冲中摔在面前的桌子上 愤愤地看着会议室里的治安官们 这一个月你们是什么事都没干 你们看看这一个月北区发生的案件 怎么连一个小偷都要抓一个月吗 那副极恶如丑 还十分认真的模样 让大家觉得 这个聂三有点陌生 说聂三开会是走形式的 治安官站起来 说道 是这样的 所长 怪物工程后 很多监控设备都没有修好 所以破案难度有些大 他觉得 聂三就是要一个理由吧 一个万一督察组来检查案子 卷宗 能上得了台面的理由 他还觉得自己很聪明 变相地为聂三找借口 找台阶 谁知 聂三冷冷地看着他 没监控就不能办啊 你们在治安学校就这么学的 再者 为什么 一个月了 借头监控还没修好 这句话给所有人就不会了 借头监控是贵治安局负责的 找若店工程队修理治安设施 是一个很捞钱的事 谁都不敢动这块肥肉 只等着聂三来分蛋糕 可谁知道聂三真啥事都不管啊 天天不务正业 连借头监控都懒得修理 难道聂三是不知道修监控能装外劳吗 那名治安官认为自己该稍微提醒一下聂三 没准还能讨好聂三 他开口道 是这样的 修理监控 要所里申请 局里批款 然后所里再找工程队金表 聂三一听就知道这里有猫腻 批款 竞标 都是捞钱的行为 然而 我堂当一个修真者 插这点钱 成为修真者后 心态转变太大 就好像一个人突然中彩票获得了几青了 就觉得心可宽敞 很多以前看中的事都懒得花时间计较 包括捞钱 聂三冷笑道 所里申请上去 等局里审批 再到拨款 然后竞标 两个月过去啊 两个月你们都不办啊 所有人都没明白聂三的意思 流程 就是这个流程啊 你想咋的 挑毛病也不是这么挑的 那名治安官觉得自己热脸贴冷屁股了 他压着火气道 那聂所长说说 这监控的事儿该怎么解决 聂三沉声道 施工的钱我出 你们负责给我找工程队 别想黑老子的钱 老子不传 这句话 让全部人惊掉了下巴 这货不是铁灵附铁了的 自掏要包修工家的东西 那名女治安官眼里一彩连连 满眼小星星 以前一定是错怪聂所长了 她不来上班什么的 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这一定是一位跟铁队长一样无私奉献的好治安官 试问 哪个女士牺牲不想跟着这么一个上司 谁不羡慕林小权 最主要的是 这位女治安官家里不缺钱 女治安官立刻站起身说道 所长 我家就是甘若电工程的 你放心所长 我让我家人一分钱不赚 聂三狐一地看的那名女治安官 一分钱不赚 我是为了修正 积攒功德 你是为了啥 人傻钱多 这时 聂三看到了女治安官 眼睛里有一种很熟悉的眼神 那个眼神是林小权看铁灵石的眼神 聂三愣住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那是崇拜的意思 一股莫名的情绪在聂三心头翻涌 这就是积攒功德的感觉吗 他也有女治安官当好笑 聂三语气缓和下来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别争 我是所长 我说了算 他觉得修监控也是积攒功德 这个女治安官如果不赚钱去修 算不算分自己功德 聂三这句话让女治安官更加火热了 用力点了点头 然后才做下去 聂三这番做法 让众人肃然起敬 别说有的没的 就说他自己拿钱来维护治安设备 就足够让人尊敬了 大家收起了对聂三的亲密之心 老老实实听着聂三的会议内容 在会议上 聂三大刀阔斧地讲述北区未来的治安策略 说得口干舌燥 这些大多数都是跟铁灵学的 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用得上 而北区的治安官们 对聂三的想法充满震撼 谁能想到这名庭是无所事事的所长 认真起来竟然这么有战略目光 难道这就是铁灵每天所感受到的快乐 聂三越说越起劲 逐渐带入负责认真的所长剧本里 就在此时 会议室的门被敲响 聂三被打扰 皱着眉头 不跃道 谁啊 穿着制服的卫明推开了会议室大门 满脸讥讽的笑意 小三子 你在这吹什么牛逼呢 你是 发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聂三这才注意到 卫明身后还带了不少全副武装的治安官 聂三不知道卫明这是卖的什么样 不过一股不好的预感笼罩心头 聂三走下讲台 在卫明面前下意识攻着腰 小心问道 明哥 你这是做什么 聂三这样子 哪里还有刚才那股所长的霸气 瞬间变回了那个狗腿子 小太监 卫明嫌弃地推开聂三 狗东西 谁是你哥 然后卫明从怀里拿出一张拘捕令 冷笑 聂三 你涉嫌恐吓诈骗 贪污受贿 倒立执法 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有什么问题跟督察群说 这番话 让北去治安所的治安官动猛了 刚才不还是无私的好所长 这会儿咋就这样了 他们恍然 怕不是知道自己要出事 然后临时抱佛脚 整这一出吧 这不纯纯小丑吗 那个女治安官满脸不可置信 眼神里带着气 还有一些失望 治安官们看聂三的眼神 由最开始的震惊转为火热 由火热转为迷茫 现在是彻头彻尾的不屑 聂三还是没有变 只是知道自己要出事了 想临时抱佛脚罢 当事人 聂三受不了这种眼神 怎么 那种大家很钦佩自己的感觉 才体验了一小时啊 如果在以前就算了 以前他最看不起铁灵这种人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感受到铁灵的快乐了 就好像使壳浪突然吃到了糖果 那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 自己说了那么多 关于南海北去治安规者 自己真的想试试 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时候 魏明要抓自己 聂三不解道 为什么 猥琐 聂三这回没叫明哥 因为已经是修真者了 他不觉得自己地位多么卑微了 魏明倒不在乎聂三对自己的称呼 他黑黑笑道 你犯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点 聂三咬着牙道 那可有很多事 是为了你去做的 魏明脸色微贬 左右看了看 凑近 聂三低声道 这些话你留给毒查说吧 毒查能抓我算我数 说吧 魏明朝身后摆摆手 几名治安官要把聂三拿下 聂三慌了 他现在不能被抓 他还要修仙 成仙之路 在等着自己 几名治安官去抓聂三的胳膊时 聂三下意识后退两步 他不能被抓 他得跑 哪怕亡命天涯也行 他需要时间修炼 可是 这几个治安官的天赋个个不弱于他 聂三大脑疯狂运转 他急忙道 卫索 给我一晚上时间好吗 看在这几个月交情的份上 我去跟家人道个别 魏明不耐烦了 交情个屁 谁跟你有交情 快带走 几个治安官已经拿住了 聂三 聂三突然想到了什么 大声道 魏明 我有句话跟你说 魏明冷笑 回局里说吧 愣着干什么 带走 聂三挣扎着大声道 魏明 老承去发生了什么 要我跟魏局长说吗 魏明文言脸色大扁 助手 魏明两步走到聂三身边 慌张中带着恐惧 聂三见状 松了一口气 他就知道魏明最近的反常 跟老承去有关系 了解主子的 还得是狗腿子 魏明紧张地把聂三拉到一边 低声道 你都知道些什么 聂三语气诚恳 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如果告诉魏局长 他肯定查得出来 我不需要你放过我 我只要一个晚上时间 这段时间你可以派人监视我 好吗 魏明脸色变幻 沉吟两脚 终于说道 好 就一晚上 看在我们这段时间交情的份上 魏明嘴上这么说的 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动了杀心 自己和孟昕的事 绝对不能让姐姐知道 因为他会死 孟昕肯定不会放过他 魏明深深地看了聂三一眼 招呼着几个治安官离开 聂三太了解魏明这个眼神了 与其说了解魏明这个眼神 不如说了解魏明这个人 他知道魏明不会当过自己 不过没关系 今天是周五 他可以去水龙年华洗浴找师傅 天岁道人 绝对有能力帮助自己 夜晚 水龙年华洗浴中心 聂三泡在水汽腾腾的浴室里 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的 他很紧张 他这时候有点怕被老道士骗了 大喜大惊 过后 那晚的事情细想起来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符合逻辑 可是他现在只有老道士能依靠 妈的 操 魏明未纳 你们姐弟呀 别让我有机会翻身 聂三再次点了一支烟 哈哈 人间过颗粒猪草 百年帝王过浮游 哈哈哈哈 御池去外 传来一阵爽昂的大笑和歌声 聂三眼睛里露出惊喜 世尊来了 他急切地转身 只见天岁老道不一片缕 浑身痛红 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不知道今天又是喝了多少酒 客人们看老道的目光各已 有好奇 有羡慕 也有讥讽 聂三的行为更是夸张 他两步跑到老道年前 当即下跪磕头 拜见世尊 天岁老道摆拜手 好徒儿 别太距离 赔为是泡花 说吧 天岁道人下了滚烫的桑拿池子 舒爽地啊了一声 聂三乐狠狠地盯着周围人举 弄骂道 看你们妈妈 信不信 全给你们抓啊 客人们觉得这俩人是傻逼 自觉地离这些人远了一些 桑拿池很烫 聂三是阿压咧嘴地进了池子 强行称死笑容 世尊近来可好 天岁老道闭着眼睛道 尚可 尚可 聂三笑了笑 继续道 世尊 这家喜悦的小姑娘都不错 一会徒儿多给世尊叫几个 好好孝敬下你 老道这才睁开眼睛 脸上有点肝大 不必啊 不必了 下次再说 老道 最近迷上了挡腕像的一个鲍文老妹 那老妹贼带劲 据说就喜欢老道 这种幼老幼藏的 听说以前还有一个像老乞丐似的高手 跟他有过一段故事 于是 老道把精力全用在了那鲍文老妹身上 现在属实 有心无力 老道查开了话题道 最近你这筑鸡修炼得怎么样 到了正体 聂三苦着脸道 世尊 不知道为什么 我始终感受不到真气的存在 筑鸡始终无法成功 老道看了聂三一眼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哎 到底是我啊 你今年都三十多了 想筑鸡不是那么容易 过了好时候了 聂三有些慌了 那怎么办 世尊 你得帮帮我啊 老道是闭上眼睛 躺在水里 慢慢来吧 总会能感受到 大不了慢一点 四五十岁筑鸡也来得及 只要筑鸡成功 就有两百年岁手 怕什么 聂三张了张嘴巴 什么都没说出来 场面沉默了拜承 老道是快睡着了 聂三终于下决心开口 他沉声道 世尊 不瞒您说 徒儿犯事了 天岁老道斜眼看他 我徒儿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说吧 你落什么男啊 聂三面色复杂 治安局的局长要整我 现在他的弟弟就在外面等我 我很有可能下半辈子要吃牢饭 世尊 对面是治安局 我 聂三站起身 出了狱齿 冲老乞丐猛地跪下 世尊救我 说完后 他立刻紧冰着天岁老道的脸 天岁老道吃笑一声 不就是世俗的几个豪胜 你有什么怕的 杀了不就完了 你先下来再说 聂三愣了下 然后顺从地回到玉尺 他的忐忑 跟老乞丐的淡然成鲜明的态度 对比 聂三不可置信地问道 那 那可是治安局局长和治安所所长 啥 天岁老道仰头看着天花板 你以为修仙之路是宁静而平和的吗 修仙这条路 是一条杀伐之路 抢伏地 抢珍宝 抢盗驴 喝野兽无意 你如果连两个当官的都不敢杀 就不要跟我修炼啊 聂三 嘴唇如冻一魂 满脸苦涩道 这 我也打不过他们啊 随后他期待道 若是世尊出手 定不同凡响 天岁老道冷哼一声 小子 自己的因果自己背 修 要利用老道 聂三连忙解释 我是真打不过他们 我没别的意思 世尊 我只想跟您好好修炼 天岁道做神思照 他沉声说道 其实 让你打赢他们也不是很难 只是 聂三听世尊有办法让自己打败为拿他们 大喜国王 他连忙道 世尊 入魔也好 当药也罢 只要能成为强者打败他们 徒儿做什么都行 天岁老道紧紧盯着聂三 问道 即便从今以后 承仙路更加艰难 你也愿意 聂三郑重叠头 愿意 天岁老道又问道 即便从今以后 你要造成巫术杀念 你也愿意 聂三眼角闪过一丝很厉 弟子愿意 天岁老道叹了一口气 手中一闪 便细法式地变出来一株绿色植物 似花飞花 是草飞草 这正是梦新的蓝银草 要问老道怎么一下子变出来了 这跟老道的职业有关 江湖骗子不会点魔术 能叫江湖骗子吗 老道把蓝银草送到聂三面前 此物名为蓝银草 乃是我为央山仙草 百年发芽千年长长 吞噬探 你将会获得强大的力量 只可惜 借助外力只会让你无心大打折扣 可惜啊 聂三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他感受得到这株草中蕴含的力量 老道继续道 这株草我就送没你了 切记 任何见过这仙草力量的人都必须杀死 否则将会引来无尽大患 老道 这话说得极其严肃 聂三不明觉厉 聂三郑重点头 你放心吧 师尊 弟子谨记教诲 天岁道人满一地点点头 将蓝银草递给了聂三 聂三迫不及待吃下 然后静静等待仙草带来的力量 就在此时 一股悬傲的信息出现在脑海 五魂蓝银草 谢 消耗灵性 可操控五魂 蓝银草 并可使用蓝银草九大魂计 第一魂计 第二 谢 聂三双怒满是惊喜和震惊 觉醒了 借天赋 我师尊 这是逆天了吗 自己这不是变得比威娜还强 这种无价之宝 师尊救给我 这才是第二次见面 他惊乐地盯着天岁老道 淡赏说不出话来 天岁道人倒是自顾自抵说道 用了外力 修仙路就更齐去了 也没关系 等威师在为你寻个什么天才地宝 给你改善下 或许能帮到你 聂三的感动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聂三想起身磕头 被天岁老道拉住了 老道说道 咱们师徒俩就别整这些虚的 做师父的都想让弟子好过一点 不受欺负 否则这蓝银草我万万不会陷在给你 聂三这三十来岁的大男人直接哭了出来 师尊 以后我要是对不起你 我就是狗养的 遭天打 五雷轰 天岁老道百败手 你去办你事儿吧 留点钱就行 聂三立刻爬出浴池 师尊 弟子没什么钱 但是微信里还是有十多万的 全都给您买九吃 等我办完事 我再来找您 说吧 冲间隧道人磕了三的响头 转身而去 天岁道人缓缓闭上眼睛 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我这徒弟 能成大事儿 应也没看出我这徒弟的潜力 不过老道 我能看出来 魏纳真的要倒霉了 水龙年华喜鱼仔 魏明带着几个治安官躲在一辆黑色轿车里埋伏着 一名治安官犹豫问道 魏所长 一会真的要杀了他吗 魏明点点头 我听说聂三想跑 所以只能杀了他 如果他真跑了 我们都得摊上事儿 那名治安官不解问道 那为什么在北区治安所的时候 不直接把他抓走了 魏明一巴掌拍在那名治安官脑袋上 就这么你话多 等事儿办完了 我给你们生之夹兴 听到生之夹兴 治安官们的眼睛热窃起来 不过会儿 魏明在车里看到聂三从水龙年华喜鱼的门口出来 聂三还是那个聂三 只是觉得聂三有点不太对劲 具体哪里不对劲 魏明也说不出来 魏明才不管这个 他看到聂三上了车 开车朝外面走 魏明催促着属下跟上 没有傻子在问为什么现在不动手抓人 大家都知道 这是私活 葬活 聂三的车一路开到郊外才停下 然后聂三走出驾驶时 关上车门 协议着车门 点上一支烟 风挺大 烟雾还没成形就散了 紧随而来的魏明他们也纷纷下车 魏明立声道 聂三 你果然要跑 还好我明察修好 提前跟着你 聂三扭头问道 我如果跑 为什么还在这停车 聂三突然笑了 你猜我为什么停车 魏明讥讽道 为什么停车 想自首 做梦 你知道我太多事了 你真的不该活着 聂三把嘴里的半支香烟丢在地上 采灭 好啊 那你来杀了我吧 聂三的一反常态 让魏明有些不安 魏明脸色变幻 对身后的属下们说道 动手 治安官们都是见过血的人 杀人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他们亮出制式武器 朝着聂三逼近 就在这时 聂三脸上凶向毕露 他怒吓一声 蓝音缠绕 巴登粗壮的黑色藤腕凭空出现 魔蛇一般在大地游走 那几名治安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捆绑住 聂三的灵性不高 只有四段灵性 他最多只能用到第三魂计 第一魂计缠绕 对他来说已经是极强的力量 聂三把自己的天赋猛毒附在蓝音草上 威力更强大了些 那些被蓝音草缠绕住的治安官 纷纷脸色无黑 口吐白沫 已经是中了毒 天很黑 月很高 骄傲呼呼的冷风 很凉 就如魏明的信一样 他满眼惊骇 下巴要掉在地上 面前发生的完全超乎他的一样 他带了八名治安官来杀聂三 六名一接 两名递接 现在那八个人都被聂三的同案抓了起来 并且那八个人的皮肤肉眼可见的干枯 偌大的胶外 哀嚎惨叫 盖过了风声 聂三怎么变得这么强 喜剑 不 应该是毕剑 这不可能 聂三怨毒的眼神对上了魏明的慌乱 魏明如梦初醒 撒开腿跑到车上 打火 从杀 一气呵成 但是 车子却不能动 魏明惊恐逼朝窗外探出脑袋 发现四个轮子都被黑色铜案缠绕住 聂三已经解决了八名治安官 朝魏明走去 满脸快意 动了 动了 求你啊 你动了 魏明快疯了 脸上冷汗滞流 双手不断颤抖 聂三那张怨毒的脸出现在车窗外 手指敲了敲车窗 咚咚咚 下车 魏明知道 下车他大概不会有好 也知道 这个普通车门根本挡不住一名臂界强者 我再说一遍 下车 聂三的声音变得很令 充满威胁的意思 魏明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他嘴巴如动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甘大笑了笑 聂 那个三哥 恭喜啊 觉醒新天赋 怎么不早说啊 明显不把我当朋友吗 你不是想进总局吗 我这就让我姐把你调进去 说着 魏明多多索索掏掏出手机 来 聂三一把将手机打落 冷笑道 你想让你姐来救你 魏明咽了咽唾沫 波浪古式地摇头 哪能啊 三哥 你这说的 什么话 聂三手指一勾 蓝莹草将魏明捆住 让魏明动弹不得 聂三死死盯着魏明的眼睛 几乎一字一顿问道 为什么这样对我 感受到聂三的情绪 魏明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三三哥什么意思 聂三想起最近发生的事 脸都要扭曲了 他破音嘶吼 魏明 老子为了当你的狗 都把媳妇给你睡了 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吗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在东岗小学的礼堂 你为了那个人 当众把我当傻逼一样打 如果他是金杯 行 我认 那为什么他都走了 你还往死里打我 你要我在南海 以后怎么会 魏明这才想起来 自己除了魏纳这个靠山 还有梦兴啊 梦兴想对付自己姐姐 一定不会让自己死吧 如果自己长时间离开手机 梦兴一定会发现异常 他肯定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稳住他 稳住聂三 魏明深呼吸一口 心情平稳一些 说道 我那是为了你好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的恐怖 那是我姐都不敢招惹的人 聂三明显不信 直笑一声道 好 那我问你 今天为什么抓我 我做的那些肮脏事 多少是为了你做的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魏明连忙道 那都是我姐的主意 他想讨好毒茶流血 就想把你卖给他 聂三瞪圆了眼睛 眼眶都要裂开了 在他看来 魏纳就是自己的颅顶 那就是自己的女人 自己的女人 为了舔别的男人 把自己给卖了 这比牛头人还要捋 王八 聂三怒急返效 手中绿光涌动 出现一枚种子 第二魂技 气生 那枚种子身上有着幽子色光芒 已经完成了猛毒天赋的副甲 聂三招手间 种子进入魏明大脑中 他不会这么轻易让魏明死去 自己的猛毒包含很多种繁俗制度 其中包括某种上瘾性割毒 这算是两个天赋融合后的技能 气生加猛毒 聂三要将种子种在魏明大脑中 用猛毒控制他 让他成为自己的奴隶 不但报了仇 还获得了可以拿下魏纳的重要力量 魏明惊慌问道 三哥 你对我做了 什么 别杀我 聂三冷笑 不会杀了你的 我还要留着你来收拾 魏纳 但是 虽然不会杀了你 却能让你彼此还难过 魏明恨死魏纳 如果不是他让自己调查 铁灵 自己怎么会被孟姓控制 如果不是他让自己抓聂三 自己怎么又被聂三打主意 这两个人折磨自己的原因 还都是因为魏纳 如果想对付魏纳我可以帮你 完全不用浪费你的意门 魏明赶紧说道 聂三怨慕道 你觉得我是傻逼吗 你会帮我害你解解 魏明认真点头 是 因为我也是恨死魏纳的人 聂三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觉得魏明这句话很可惜 只是猛毒已经肿下去了 何必要冒险相信他 聂三心念一动 在魏明大脑中忌宿的鬼种开始躁动 猛毒的力量被释放 跟很多恐怖药物一样 初次使用会感受到巨大的痛苦 然后开始上瘾 其实说是上瘾 不如说是缓解痛苦 猛毒会破坏大脑 被猛毒感染的人会无时无刻不再感受痛苦 当猛毒再次使用 才会缓解 并且得到极大满足 在痛苦地狱突然到达快乐天堂 这就是猛毒的邪恶之处 然而 猛毒的力量刚迸发 魏明意识至海中的清廉 地心火感受到挑衅 如果说猛毒是老鼠 那清廉地心火就是猫 几乎是一瞬间 魏明就感觉到大脑中的那颗鬼种 就被金色火焰力量消灭 那困扰他无数日夜的火焰 竟然救了他的命 魏明惊喜地把目光放在地上的手机上 是那位神秘人来救自己了 猎三察觉到异常 顺着魏明的目光看去 是手机 难道魏明留了什么后手来保护这个弟弟 他其实也不知道 现在自己到底是不是魏明的对手 就在猎三紧张的时候 那部手机突然爆炸 然后烧成焦炭 魏明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这这是什么意思 魏明不自觉的喃喃出声 不好的欲敢笼罩心头 啊啊啊 青色火焰自无忌惮地破坏着魏明的意识之涵 这种痛苦 就像是大脑中插进一根烧痛红的针 并且不断搅拌 魏明脸上表情精彩 痛苦 你吗 不可置信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神秘人 要杀自己 猎三还不知道魏明身上的变故 见魏明如此痛苦 以为是自己异能的问题 以为自己的药金而太大 魏明这个小卡拉米承受不住 猎三想收回猛毒异能 但是猛毒异能已经被青莲地心火消灭了 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魏明惨叫声已经停止 哒拉着脑袋一动不动 猎三皱着眉头走上前 发现魏明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赶紧收回藤蔓 魏明软啪啪地倒在地上 魏明是孟兴杀死的 孟兴需要一把刀替自己杀了魏纳 用魏明的死加剧 猎三和魏纳的矛盾 是最重要的一环 魏纳能不能查出来 是猎三杀了魏明 能不能找到猎三 孟兴完全不担心 孟兴也是承认魏纳能力的 这不还有孟兴呢吗 孟兴有的是办法帮魏纳找到猎三 随时能挑起狗咬狗的好戏 魏纳在孟兴这里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猎三看到魏明死了 并没有兴奋 或者大仇得报的快感 他第一时间就是慌张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张大着嘴巴 不可思议地看着魏明尸体 死了 死了 魏纳会宰了我的 他对魏纳有深深的恐惧 哪怕老道士说魏纳是上好颅顶 他也怕 对治安局局长这种南海遮天般人物 只是一个小人物 只是突然获得了力量而已 过了十几分钟 猎三咬着牙 目光强行凝狠 我怕什么 我有魏央助击法 我有接天赋 我怕什么 猎三爬起身 实情踹了魏明两脚 曹你妈的 死了 还要吓唬我 你妈的 早晚上啊 你姐 这几校或许是在为自己壮胆 魏明死了 他早晚要面对魏纳的愤怒 猎三左右看了看 丢下自己的车 朝着远处狂奔逃离 在猎三走后 魏明的尸体发生了变化 魏明的尸体不断气化 最后只剩下一件 魏明穿的治安官外套 夹克果实的效果发动了 一名带着鬼怪面具的黑衣人 扑 扇着翅膀从夜幕落下 拿起那件外套 飞向了老城去 终是阁楼里 梦兴在看着自己 园林庭院的设计图 这个庭院只是用来住 是完全足够的 只是 这里是老城去 万一无物工程 怕是不太安全 辛苦建造的园林 里面将存放自己太多秘密 他也不想这些秘密暴露出来 提升园林的安全系数 也列入梦兴未来发展的行列中 咚咚咚 书房的门被敲响 梦兴头也没抬到 气 门被推开 是戴着鬼怪面具的黄杰 他将手里的治安官外套 双手递送上去 梦兴脸上毫无波澜 只是淡然地指了 指空荡荡的衣橱刀 挂上去吧 黄杰将夹克挂上去后 回到梦兴身前 宫庆问道 秦哥 魏明死了 南海应该会有一场地震 后天的猎人会议 还是如期举行吗 梦兴还在研究着设计图 一边写写画画 一边说道 赵旧 明天晚上发邀请函 梦兴不是一个喜欢 把权力全部握在手里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的人 这样的老板其实并不参职 信息传递 快递传输可以放给黄杰来做 反正所有猎人的生死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旧比如魏明 不到半分钟 就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黄杰微微行礼 朝着外面走去 黄杰的声音带有一份尊重 自从叶云韵成了梦兴的管家 黄杰就知道叶云韵 将是梦兴身边重要的人之一 而且 一个美艳贵妇 天天伺候着梦兴 黄杰哪里知道 这俩人睡没睡过 没准之类叶杰已经是梦兴枕边人了 猎人公会这些猎人里 黄杰最不敢得罪的就俩人 一个是掌握线上事宜的苏曼曼 另一位就是管家叶云韵了 黄杰可太懂男人了 作为同龄员 也知道叶云韵这种女人 对男人的杀伤力 叶云韵优雅嵌身 打过招呼后 端着一杯咖啡走进书房 先生 喝点东西休息下吧 一会儿晚餐就好了 叶云韵将咖啡放在梦兴面前 柔声说道 梦兴这才抬起头看了看叶云韵 这回的猎人会议由你主持 叶云韵敲力的脸庞显满惊乐 啊 先生 我 梦兴点点头 以后猎人公会的事情 大概都由你来出面吧 叶云韵是咖啡厅名面上的老板 也是自己的管家 她来做猎人公会会长的代言人 最为合适 再者 叶云韵曾是财团长女 心理素质 个人气场 什么都是顶级 这个代言人总不能让黄杰和苏曼曼去做 至于为什么孟兴需要一个代言人 现在猎人公会已经走向正轨 不再是之前那样什么事都要自己这个母后老板亲自出面 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交给别人来做就好 这个世界是一盘棋 猎人公会则是孟兴的资本和棋子 像其里的将帅并非真正的领袖 背后执起者才是 叶云韵是一个野心很强的女人 她自然希望能够得到孟兴的重视 难道自己愿意全心全意去伺候孟兴 中朝 孟兴 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吗 而一切正在往她想的方向发展 如果可以 她想用公会的力量让破产的家族众生 让监狱里被终生监禁的哥哥出来 叶云韵优雅鞠躬 是 在孟兴视角都能看见她胸前雪白的沟壑 孟兴一开目光 拉开抽屉 取出一颗恶魔果实 递给叶云韵 当作你个奖励 叶云韵的战斗力早该提升了 虽说她没参加过战斗 像得花瓶似的 但她是管家 没有强劲的实力 如何领导勾魂猎人 现在更是自己的代言人 总不能很轻易被人干掉吧 孟兴给叶云韵的恶魔果实 只是细节 但是没有最弱的恶魔果实 只有最弱的能力者 恶魔果实和这个世界的天赋对比 最大的区别就是挖掘性了 像是海贼王世界的明哥 陆飞 他们的能力说起来都不是最逆天 可人家就是能发掘出果实的力量 叶云韵接过恶魔果实 满眼都是惊喜 她早就知道恶魔果实可以多吃 吃一个就能获得一个天赋 现在自己可以拥有第二个天赋了 叶云韵双手接过恶魔果实 谢谢先生 然后 叶云韵毫不做作地将那颗恶魔果实吃下 透明果实 喜剑 消耗灵性 身体会允许可见光穿透 也就是透明 在自然界中之被称为透明度 能力者的身体此时既不反射也不吸收光 叶云韵 眼神微微一致 学过物理的都知道 不反射也不吸收光 这可称之为隐性 隐身能力固然很实用 很逆天 但是并不是什么攻击性能力啊 但是 这也很好啊 化成全女后 力量和速度有大幅度提升 如果配合隐身能力 或许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孟青为叶云韵挑选的这颗恶魔果实 自然有她自己的用意 至于叶云韵能不能开发出来 就看她自己了 一日后的傍晚 南海治安局 魏娜目光呆滞地坐在办公椅上 诺日余晖透过玻璃撒在她身上 像是个木偶 魏明死了 魏娜觉得一切都很不真实 为什么弟弟会死 自己不是局长了 不是待见吗 当公室的门敲响了 刘贤走了进来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魏娜 刘贤缓步走到魏娜身边 摸了摸魏娜的头 娜娜 魏娜仰起头 脸上的泪水已经干涸 她绝望地看着刘贤 满脸恐惧与不安 继而滴下头 眼泪再次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明明 明明没啊 我果该怎么办 刘贤抱住魏娜的脑袋 心快疼死了 没事的那呢 我们肯定能抓住凶手 魏娜已经气不成声 我不该让明明去抓聂三 我不该的 明明会不会恨我啊 刘贤叹了一口气 说道 应该不是聂三干的 她只不过一个一劫 当天晚上抓聂三的人 有好几个地劫 但是都死了 魏娜没说话 躲在刘贤怀里不停地哭 两久 魏娜缓了过来 推开刘贤走出办公室 直奔监控室 监控室里的小治安官正在摸鱼 看到魏娜进来吓了一跳 猛地站起来敬礼 魏娜没有理会她 坐在椅子上霹雳啪啦地敲击键盘 几十条街道的监控 几乎一瞬间淡了出来 魏娜将监控时间回溯到昨晚 然后25倍速播放 没多大一化 魏娜再次一顿操作 又有几十条监控被跳了出来 魏娜的能力很强 这些监控画面几乎全部刻画在脑海里 打碎 重组 还原荡夜经过 这把后赶来的刘贤看待了 他没想到魏娜竟然还有这种能耐 魏娜很快把目光锁定在水龙年华洗浴中心 画面定格住 聂三从洗浴中心走出来 弟弟跟那些治安官藏在彻底 等聂三 嗨 还真是聂三做的 刘贤惊骇出声 然后又摇摇头 不对 不是这样 聂三应该有帮手 否则不会杀这么多人 只是不知道谁在帮他 魏娜不断打开新的监控画面 一直追踪到 聂三和魏明的车离开监控区域 然后 就没有画面了 魏娜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在现场勘测的治安官说 这里有火烯异能 燃烧的气息 一想到自己的弟弟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魏娜就觉得一阵头晕梦血 魏娜喉咙一甜 一口血喷了出来 他脸色惨白地瘫软在椅子上 无助地看着刘显 没啊 没啊 怎么办 我该去拿找聂三啊 刘显慌了神 连安慰的话都不会说啊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难受 这是 那名小治安官吃衣地开口 要不要把这个案子交给铁队长 听了这话 刘显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 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求助 铁灵 何等屈辱 尽管他知道铁灵有手段能尽快破案 这几天他已经看出铁灵的能力了 只是之前把他整得那么惨 真的会真心真意帮忙吗 而且听说魏明跟铁灵也不对付 魏纳想抓住了救命稻草 指着门口对小治安官连声道 去去去 去把铁灵找来 快 小治安官应了一声就跑出去 刘显无奈道 娜娜 你还真相信铁灵能帮你啊 我们把他整得那么惨 你闭嘴 魏纳瞪圆了眼睛 刘显张了张嘴巴 什么也没竖出来 很快 铁灵敲门进来 此时的铁灵已经不是那时候意气风发的模样 他现在拉长的 还断了一只胳膊 眼睛有些腿 有些丧 但是 眼底里却有一种难以驯服的野心 标准的沧桑故事型男人 怕是不少少妇的最爱 魏纳红肿的眼睛 巴巴地看着铁灵 铁队长 我弟弟死了 帮我找到凶手 除了你 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能力 这不是一个局长的命令 这是一个姐姐的请求 铁灵点点头 我会的 刘显没想到铁灵答应得这么痛快 他突然觉得有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铁灵协助聂三杀了魏明 毕竟 只要魏明死了 铁灵的五官大队长才是真的吻了 刘显眉头一紧 死死地盯着铁灵 想从他脸上找到些什么 他突然道 给个时间骂 铁灵瞥了刘显一眼回道 治安局没有明文规定破案实现 不过这种案子 三天够啊 刘显脸上的冷笑凝固了 三三天 他还以为铁灵会拖着 时间什么的 没想到铁灵竟然说三天 就算你不是凶手 三天你就能找到人了 铁灵嗤笑一声 刘都查 刘显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这混蛋什么意思 魏纳看了看刘显 抽张纸巾擦了擦眼泪 明明离开后 我就特别希望有人能帮我伸张正义 我错了 我不该针对铁灵 也还好铁灵没有被我干掉 铁灵不方便开车 林小泉坐在驾驶室上 载着铁灵朝金木咖啡厅时去 林小泉愤愤道 魏明这种人死了就死了 活着都是祸害 师父你管他的案子干嘛 是不是魏纳又逼你了 铁灵点上一支烟 深深吸了一口 眼神冷漠 和这个没关系 西沙治安所所长 这是调性整个治安系统 林小泉不说话 专心开着车 今天晚上师父又要去那个恐怖的咖啡厅了 似乎是有什么巨魂 金木咖啡厅 会议室 天花板上的吊灯很烂 勉强只能看清这些人的脸 而在座的五十多人 脸上清一色戴着面具 笑脸 脸颇 瘦手 祭祀 鬼怪 衣装大多有些古怪 赛博朋克 街舞服 古典 休闲 还有八十年代的老农军医 各个都在彰显内心最深处的个性 好像是游离于世界边缘的混乱阵营聚会 他们中很多人没见过传说中的会长 传闻 那位会长只在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主持猎人会议 另外一次是出手镇压酷了我 那位成名已久 恶名远扬的怪物 被会长以无敌之姿碾压 会长还没到 面前 主位空荡荡的 没人敢说话 这里的气氛很压抑 这时 面前一直空着的主位上出现一道妖娆的声音 这个穿着皮衣皮裤高跟血 头上戴着全手面具的火辣女人 好像原本就在那里一样 新人猎人们个个都惊呆了下巴 猎人公会的会长 竟然是如此性感火辣的女人 这凭空出现是什么手段 这就是会长的神情吗 老猎人们则安安皱眉 这个女人不是会长 会长戴着的哭泣鬼王面具 有没有一种可能 会长不只是一个人 这个猜测让老猎人们不约而同的惊骇起来 叶云运的出现 让猎人公会在老猎人们的心里更加神秘 也让老猎人对猎人公会更加敬畏 叶云运款款地站起身 随性地依在讲台上 这道皮衣大胆地展示了叶云运风雨的体态 他那双勾魂夺破的眼睛在五十多人面前扫过 这些人的目光很统一 全是敬畏 老猎人们立刻起身 对着叶云运恭敬行李 新猎人们不敢怠慢 削着老前辈们有学有样的行李 叶云运的嘴角勾勒出一抹糊涂 苏玛动人的声音从红唇中吐出 我是犬女 我宣布 南海是猎人公会 第二次会议 开始 在座的各位都有资格成为终极猎人 所以你们具备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 首先 有几条规矩要跟大家说一下 叶云运不愧是财团长女 这些年干咖啡厅确实是去惨了 今天的他气场全开 完全震慑住这些具备强大力量的猎人们 在会议室里 他好像一个女王 当叶云运介绍完猎人公会全部规则的时候 他从讲台后面拿出了十几张面具 这十几张面具都带着干涸的血迹 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面具代表着什么 那是十几个死亡的猎人 叶云运随意地把面具丢在面前桌子上 说道 违反猎人公会的规矩 就会被公会开除 这些就是被开除的 公会有专门的人事部 主管负责人事调动 一名猎人看到这一幕 冷汗刷地一下就留下来 他紧张地抿了抿干涸的唇 今天 他违反了猎人公会的规矩 他暴露了公会 这名猎人 昵称独狼 现实身份是一名基建拟井苦力 这份工作普通人是做不了的 因为井下作业压力很大 普通人很容易死亡 只有独狼这种爱富皆力量天赋觉醒者 才能胜任 当然 哪怕是觉醒者的他 在每次下井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可是独狼甘之若义 因为 这份工作薪水很高 他需要钱 独狼有一个一起从老城去走出来的女朋友 算是青梅竹马 女朋友高三那年觉醒失败 他哭着喊着想去大学深造 但是这个世界的大学 只有有钱人才去得起 高昂的学费让普通人望而却步 为了完成女朋友的梦 独狼一咬牙 放弃大公司安保的工作 毅然决然去申请卖命 女朋友高昂的学费 则由他来承担 这份工作很累 可独狼每次想到自己那在新大学 被称之为校花的女朋友 他就会露出蜘蛛校 当他炫耀自己女朋友的时候 工友们都会说他痴人说梦 一个拟井工人 每天洗个澡都能充三斤你 怎么看都不像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更何况 这位女朋友还是金贵的大学生 独狼那一晚睡不好了 很不服气 第二天请假去女朋友的大学 隔着外墙 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朋友 真好看 甜美中夹杂志妩媚 他看吃了 谁能想到曾经老城去的土丫头 会变得这么时髦漂亮 他想去打招呼 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却发现女朋友钻进了 另外一个男生的怀抱 那个男生挺帅的 衣着光鲜 一身秀气 独狼整个人都不好 他安慰自己 可能是大学生之间打招呼的方式 比较开放 然后独狼眼睁睁看着他们上了一辆车 并且独狼跟着他们来到酒店 在他们的房间门口 听到了许多不该听的声音 原来 他女朋友的叫声是这样的 独狼道心帮忙 他那天晚上坐在马路牙子上狂劝啼酒 为了供女朋友上大学 他放弃了安保工作 这三年在拟井拼命 身体创伤很严重 决心者的力量逐渐离他而去 结果 是这样的结果 他想找女朋友李润 但是觉得丢人 觉得那是自取其辱 就在心灰意冷之时 一条广告推送来到他的手机 你渴望利养吗 独狼成为了一名猎人 运气很好 还是落某果实猎人 独狼先前也是遵守猎人公会的规矩 没有敢暴露自己面具下的身份 后来是实在绷不住了 昨天女朋友找到他 跟他摊牌 还把这两年的学费还给了他 并且多了两万块钱 利息 然后 他说了一句 仰青 便跑去找姓夫庆祝去了 独狼满脸苦涩 这真的是还清了吗 按照常规去想 三年投资了六万块 连本代理获得八万块钱 回报 这确实还清了 可是 对独狼来说真的还清了吗 再者说 这钱是谁的钱 还不是那个姓夫的钱 难道这几年自己的用心呵护 是为别人养女朋友吗 独狼气血上头 戴上面具 在一家酒店找到狠揍了那姓夫一顿 很爽 在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女和姓夫面前 展示了一部自己强大的袭击里 看到肩负和父亲女恐惧的表情 独狼觉得自己要上天了 他又上头啊 在俩人面前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狠狠地震撼了父亲女一搏 然后 装作风轻云淡的模样 抛下二人 赶往金屋咖啡厅 只给父亲女留下一个充满幻想和神秘的背影 独狼没杀过人 只是觉得这样做已经很酷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倒是想过猎人工会的规矩 不能暴露工会 当时的他可没在乎那么多 只想把委屈发泄一顿 大不了就死 当装毙完事儿后 他心情缓和下来 他不想就这么死了 他还倒着侥幸心理 工会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违反规定 现在 他才知道 自己所谓的侥幸心理 只是幼稚 因为面前那个性感皮衣美人 冰冷的眼神正放在自己身上 叶鱼韵身材高挑 踩着恨天高足足一米八 他轻一身子坐在讲台上 叫着二郎腿说道 总有些人觉得工会给你们立案 是让你们捡了个便宜 他们自私自利 丝毫不想着感恩 自顾着自己的快活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工会并不是慈善机构 叶鱼韵伸手把地上的黑色皮包拿了出来 里面的东西呈现给猎人们看 是七颗恶魔果实 猎人们瞪直了眼睛 他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 叶鱼韵很满意猎人们的反应 他微笑着说道 这次会议呢 我要恭喜七位猎人 屠龙 权势 牛魔 蜂鸟 手术刀 狐妖 玉兔 你们终极猎人的申请通过 只要完成任务就能成功晋级 并且获得恶魔果实 奖励 被念叨名字的猎人们 神色各异 但大多数都是兴奋 叶鱼韵开口道 一般来说晋级终极猎人的任务很危险 不过你们很走运 因为我现在想发布一个清理背叛者的任务 当作你们的晋级任务 叶鱼韵 秃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 指了指一身冷汗的毒狼 妖艳红唇 谱出几个字 晋级任务 处理背叛者毒狼 毒狼的前女友 还有给毒狼戴帽子的富二代 以为获得了乐魔果实 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 这不是主角面板 作为先生的妻子 就应该有做妻子的觉悟才对 毒狼面露惊悍 惊恐地看向四周 他不知道气名要晋升终极猎人的猎人是谁 他觉得所有人都想杀了他 那些眼神 都是阴侧侧的 叶鱼韵继续道 这间咖啡厅不允许打斗 诸位稍微忍耐一下 叶鱼韵从提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 打火击点 尼古丁的烟雾 从叶鱼韵充满野性的红船里吐出 他才轻声道 现在会议结束 任何人不得逗留 说大 叶鱼韵的身影消失在会议室中 毒狼咽下一口唾沫 疯了似的朝外面狂奔 那一双双看着自己背影的眼睛 简直就是痴人 毒狼踏进金木咖啡厅前 跟前女友装逼的时候 苏漫漫就知道毒狼不守规矩 倒露了面具下的自己 苏漫漫报告给孟星后 恐惧的死亡只有真正近距离看到 才会让这些人切身实际的感觉真实 孟星也有办法在猎人暴露之初将其杀死 只是觉得太麻烦 万一有不确定因素存在呢 所以在众猎人面前上演了这么一出警告 猎人们本就不打算暴露公会 经过今天后 他们则会更加小心 要问为什么 当初小丑暴露身份后 孟星没有击杀他 因为那霍尔刚创业 各魔果实有限 手上能用的人不多 瑞哥来酒店 一见原床房内 一位少女坐在房间内的吊椅上 他穿着 腿上裹着白丝 头上戴着兔子头套 遮住了脸 少女幼兽的身子不断摇晃着吊椅 嘴里哼着个 小条白丝 脚腿晃动得很可爱 门外响起声音 是房卡 刷门的电磁声 真吓人 那个人就是你的土包子前男友 一位粉色头发青年推开门 脸上还有些后怕 都狼在这家酒店撒野 走后 青年就吓跑了 谁知道 青年收到了笑花女朋友的短信 意思是说 今晚想回那间房来一发 一位觉得被前男友抓奸后的客房更有氛围 青年当然知道自己的女朋友 表面清纯 内心里多么大胆 多么渴望刺激 青年看到吊椅上的少女后 不由得一愣 怎么还玩上这种情绪啊 不过怪好看的 青年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三两步走到吊椅前 把少女环腰抱起 让少女坐在自己腿上 少女身子猛的一架 她安慰着说道 别怕宝贝 我跟家里人说过这事啊 明天来我家住 家里有保镖保护我们 那个疯子绝对不敢来惹事 说吧 她开始不老实起来 少女只是向真心挣扎下 然后热烈回音 甚至还主动关了灯 在俩人忘乎所以的时候 门被敲响了 青年一脸不悦 冲着门外大 谁啊 滚开 她还以为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但是外面传来的声音 却让她动作定格住 哥哥 是你吗 开门了 这是她女朋友的声音 青年不可思议地看向身下的家人 那这是谁 这是青年才觉得不对劲 床上的兔头少女比她女朋友轻 也瘦了不少 刚才精虫上脑没有好好思考 现在才反应过来 你 你是谁 青年迷茫地问道 兔头少女叹了一口气 啊 真扫兴 她语气里是说不出的失望 然后 她看似瘦白的拳头 一拳砸在青年脸上 青年的脑袋当场就爆掉了 红白之物撒了兔头少女一身 兔头少女非但没觉得惹心 她有点兴奋 她翻身下床 哼着轻快的儿哥 走到门口打开门 啊 门外的女生见兔头少女制服模样 当时就吓得贪婉在地 兔头少女一把将那女生拉进房间 女生看到房间内的惨状 哆哆嗦嗦地问道 你 你是谁 兔头少女回了一句 为了独狼来的 啊 就是打工帮你上学的傻子 你前男友 那女生迷茫啊 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看不起的老城区前男友 不但天赋强大 竟然还有这么神秘的背景 她 这些年发生什么 女生竟生起重新认识自己前男友的剧烈渴望 当然 她也想不到自己的前男友也正在被追杀 兔头少女可没心思顾忌太多 一脚踩在女生心脏处 女生蹊跷流血 仔细的眼睛还看得到迷惑和懊悔 兔头少女昨晚这一切后 拿出手机打开猎人公会应用 进入聊天频道 狱兔 好害怕呀 我不敢杀人 怎么办啊 有没有哥哥帮帮人家啊 屠龙 别装啊 你上次还他妈求我带你组队 你竟然够资格申请终极猎人 两条白丝小腿在吊椅上晃动 嘴里哼着轻快的儿哥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不开不开就不开 妈妈 另外一边 一小时前 金木咖啡厅门口的一辆车子上 铁灵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上 不都会儿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慌慌张张从里面逃窜出去 后面还有一些面具人追赶 林小泉张大着嘴巴 问道 师傅 这是在干嘛 表演节目吗 铁灵门声道 他们在杀人 杀人 林小泉音调拔高不少 然后瞪大着眼睛问铁灵 这 不管吗 铁灵把头扭向一边 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不管 也管不了 走 去北去 铁灵的心境变了 曾经还跟朱大军说 就算你加入了工会 你犯法 我还是要抓你 现在看到明目张胆地追赏 铁灵心里有些起伏 但无动于衷 这个世界 正义和邪恶 到底谁还说得清吗 铁灵心中的准则和猎人工会的规矩中间 画上了一条三把鞋 几个月过去了 铁灵心中的三把线不断朝自己的准则移动 最后只剩下一条底线 林小泉启动车子 朝着北区驶去 铁灵预测 聂三就在那边 北区以前是聂三的下去 现在北区的监控设施又不好用 所以 北区是聂三最好的藏身之处 铁灵在脑海中不断推测聂三的动向 好像一个精密运转的机器 到了后半夜 铁灵终于发现了线索 车子停在一个烂尾楼前 铁灵落下车床 点燃一支烟 就在这上面 铁灵原本的天赋就是感知 他的直觉不会错 林小泉问道 那 师傅 我们去抓人吗 铁灵摇摇头 交给魏局长来吧 咱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找到了聂三 这算是给治安局 给魏纳的交代啊 聂三不过一个意见 却能够击杀市民治安官 说明他身边可能有帮手 铁灵不确定自己跟林小泉能不能打得过 不如让魏纳想办法 魏纳也很想守人仇人吧 铁灵费精一直在查一个人 道上的人称那个人为恶死鬼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之前在诸大军肠子里 卖围巾药物的青年猎人 最近恶死鬼很是猖獗 到处都有他的作案痕迹 不少觉醒者 因为接触恶死鬼而失踪 铁灵分析过恶死鬼的心理 他骇然发现 恶死鬼并不在乎金钱 他只是单纯报复社会 即使这样 哪怕是猎人工会的猎人 铁灵也不能留情 况且 工会貌似不在乎猎人之间内斗 这不再规矩 这段时间铁灵算是跟恶死鬼刚上 只是可惜 恶死鬼太狡猾了 铁灵这么久也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凌晨 南海一出高级公寓 魏娜坐在地上 被一只冰凉的墙 面前摆满了酒瓶 他这时候很恨自己的爱戒天赋和八段灵性 因为 灵性太强 天赋太高 他喝不醉 我不该让你去抓念三的 你每天开开心心地该多好 小傻子是不是生姐姐气了 都两天了 也不托个梦给姐姐 姐姐响应 魏娜抱着双腿 脸埋在腿上 无助地哭着 手机响了起来 魏娜慌忙爬到床边拿起手机 果然是铁灵的消息 是一个定位 位置是北区一出浪尾楼 铁灵还有一句流言 怀疑有高等接觉行者 五官大队 随时等候命令 魏娜没有回复 他眼睛里的怨毒之色 腰一出双眼 在五周初分之光下 魏娜宛如一只利鬼 他急匆匆跑下楼 启动自己的红色跑车 连外套都没穿 身上还是治安局的制服和长血 手机也落在家里 北区的一栋浪尾楼 里面很黑 也很浪 阴森森的 在一间相对干净的清水房里 一个男人在黑暗中打坐 他面前放着一本书 未央助击法 他出事后很少出门 生怕被发现 只在这里进行修炼 聂三可是太了解铁灵的能力了 稍微有点动作 铁灵就会闻着胃过来 他肚子饿了 看了看外面土白的天空 这会儿去买点面包 应该没事吧 聂三喃喃着 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刚走到走廊 听到楼下有车子的轰鸣声 聂三赶紧叹下头 看到来人后 眼睛满是惊恐 魏娜 魏娜找到我了 无论这段时间做了多少的心理监视 他还是对魏娜犹新的恐惧 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猛了 聂三见魏娜已经进了烂尾楼 眼睛荒漫的四处乱看 妈的 一个如顶你嚣张什么 老子今天就罢了你 我可是接 聂三急促地呼吸着 上了自己两个嘴巴子提神 在走廊镜头藏了起来 随时准备偷袭魏娜 魏娜身上灵性全开 身边的空气都在冻结 行走过的地方 都结出一层冰霜 她对冷女热有极强感知力 就跟蛇一样 此刻她已然知道了聂三的大体位置 魏娜并没有小心谨慎 她加快脚步朝着楼上逃去 埋伏 不怕 这是一个强者的自信 就在魏娜上了三楼 一条漆黑的藤腕从一旁射了出来 魏娜眼睛都没眨 右侧的空气瞬间凝结成冰镜 挡住了这一攻击 紧接着 魏娜朝着聂三方向寒露出手 三道巨大冰锥直接刺杀过去 聂三面露慌乱 朝着走廊位置翻滚 哄 再回头看刚才所在的位置 已经被魏娜轰出一个大洞 北风呼呼的王里观 魏娜面若寒霜 她包含杀一滴问道 聂三 我弟弟怎么死的 聂三紧张得看着魏娜 这位治安局战神 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 魏娜指尖凝结一根冰锥 迈着魂元的大掌腿 母抱一般朝聂三步步逼近 废物 我弟弟怎么死的 废物这个词刺痛了聂三 魏娜上任职安局局长后 从来没看得起自己 他把自己当成胎监 多少次比一个眼神 可刺耳的废物 让聂三感怒不敢言 再次听到这个词 曾经的白眼在聂三眼前浮现 他癫狂地叫道 我杀的 未明是我杀的 他这个傻逼 我就杀了他 怎么了 喊出去之后 聂三心中对魏娜的恐惧降至最低 甚至开始玩味地打量魏娜的身子 性感美人 制服诱惑 浪尾楼 个个不干净的刺和画面在脑海中出现 聂三的眼神也隐写起来 你弟弟还说 如果我想玩你 他会帮我 这种弟弟你要他干嘛 魏娜猛低瞪元的美眸 杀起 让空气彻底冰冷 浪尾楼里 竟下起了雪 魏娜的手中缓缓出现一把冰镜剑 立声开口 聂三 你找死 聂三怒吼 魏娜 你们姐弟俩从未把我当人看过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你嘴中的废物是什么样 聂三说吧 双手挥舞 黑色藤岸四面八方朝着魏娜杀剧 魏娜手中的冰剑 竟砍不碎这藤岸 他惊骇地看着聂三 这才发现聂三的已经不同寻常 你觉醒了新天赋 魏娜的双手轻轻颤抖 胸口剧烈起伏着 像是随时会爆开的气球 他复杂的眼神里 充满着痛苦和懊悔 就是聂三 聂三绝对有能力击杀自己的弟弟 魏娜疯了 烂尾楼里含风呼啸 雪花飘零 不到一瞬间 烂尾楼的地面已经有厚厚的一层雪 周围墙壁爬满冰霜 烂尾楼内 成了白色 在破晓下一一声会 聂三 你该死 魏娜脚踩一朵巨大的六芒星雪花 在走廊里挑起 他轻轻仰起双手 指尖闪过银白色光芒 次数的雪活了过来 飞鸟一般朝着聂三射去 聂三不敢置信得看着这一幕 这么大的阵仗 这得消耗多少灵性啊 他是剑 不假 可是灵性没这么多啊 他四段灵性 蓝银缠绕都用不了太多次的选手 聂三认为 如果自己解锁了第五魂技 蓝银霸王枪 大概能打过魏娜 现在的他 还是算了吧 他觉得憋屈 明明是街 还是要挨揍 聂三在这狭小的空间必无可避 只能召唤蓝银草缠绕住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黑色的剑 我就不信 这个娘们的灵性是无限的 我等你耗尽了灵性 再收拾你 聂三心中默默的 然后不断用蓝银草 加估自己的防御 外面雪花轰击蓝银草的声音 就没停过 打断灵性 在人类社会 真的算极强大 轰炸足足半小时 虽说伤不到自己 可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 聂三要受不了啊 外面的轰炸声停下了 聂三在草剑中露出了个眼睛 暗中打探情况 他见威娜双手在释法 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 聂三觉得头顶有阵阵寒气 疑惑地抬头看去 这一看 吓得聂三亡魂大帽 头上一只巨大的白色虎头 正在缓缓结成 那四颗冰晶獠牙 在晨光的照射下 反射着刺眼的光 聂三知道 那虎头一旦落下 就算自己不死 也会被冰冻封印 这一招 他在城墙上 见威娜对骷髅王用过 聂三灵机一动 焦急大喊起来 住手 你弟弟其实没死 这话一触 那虎头顷刻消散 成了一地冰炸 威娜双眼渐渐变得迷茫 明明 他没死 威娜脚下的雪花 又芒心都失去灵性加持 落在地上 化作一地碎血 聂三当松下一口气 这位空气又陡然凌冽起来 威娜愤怒地盯着聂三 一头黑发似水草飘舞 聂三 你敢拿我弟弟开玩笑 混蛋 我要抽出你的血管 做成血冰镖本 威娜两只手指甲被寒冰覆盖变得老长 朝着聂三心脏出刺去 聂三惊恐大叫 我不骗你 你可亲眼看见未明的尸体 威娜再次因为聂三的话迟疑了一下 涉及到地底 威娜的智商简直就是附属 所以他没看到聂三那副阴谋得逞的鬼笑 聂三抓住威娜愣神的一刹那 手中黑光涌动 第三魂迹 珠王束缚 黑色腾湾四面八方朝威娜射去 威娜回过神 想召唤冰雪时 黑色腾湾已经以极快速度在自己周围错综复杂 就像蜘蛛网似的 他再次被聂三忽悠 眼睛中的杀气已经如同利人 威娜手中凝结一杆冰枪 朝着聂三杀去 这时 几根坚韧的黑色腾湾牢牢抓住威娜的手 威娜双手被控制 直接掉了起来 七八根腾湾朝着威娜双脚爬去 将威娜双脚牢牢缠绕住 两边一拉就成了人自行 聂三四狗一般趴在地上剧烈喘息 这一招几乎要了他的命 第三魂警 竟然消耗掉他全部灵性 他费劲地抬眼看向威娜 此刻的威娜已经被吊在天花板 蓝腰和两条腿被腾蓝牢牢捆住 动弹不得分毫 这具性感身子的主人 正愤怒地望着自己 聂三突然觉得口干舌糟 男孩女战神 这安居剧长 爱皆强者 随便一个称号都足以让任何男人望而却步 可是 这位女局长就这样被自己绑了起来 动都动不了 岂不是任自己宰割 卢顶卢顶嘿嘿嘿 聂三的笑容逐渐放肆 打起精神 走到威娜的身边 闲珠手就要伸出来 威娜张嘴 一道冰针就要从嘴里射出 聂三心中大惊 他念头一动 蓝银草的藤弯瞬间出现 猛递撞向威娜的嘴 将他的嘴堵住 那根冰针在威娜口中炸开 威娜瞪圆了眼睛 鲜血从嘴角不断滴落 聂三心酸地摸上 卫娜冷烟的敲脸 卫局长 被我这种小人物致服 心里不好受吧 你这个贱人 婊子 天天撞你马高王 说我是废物是吧 我让你看看废物的厉害 东去治安所卫明 于是二日经灵性检测 正式确定死亡 尸体还未找到 去了解 卫娜局长和卫明所长 是清洁弟 治安局局长 卫娜 消失一周 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案件正在调查中 进入咖啡厅的早报新闻结束 坐在靠窗位置的 孟昕和尚数 卫娜是生是死 还要等天碎到人的消息 拿到解五魂 来营草 卫娜应该不是对手 不会有什么差错 孟昕南南道 其实 差错是有的 而且是大差错 他哪里想得到 聂三这么废物 用解天赋都打不顾卫娜 被卫娜按在地上摩擦 如果不是聂三用阴照 拿卫明的生死来迷惑卫娜 聂三已经死了 还好结果是不错的 聂三偷袭成功了 咦 你果然在这 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啊 就在孟昕思考的时候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孟昕抬起头 白色羽绒服 白色毛衣 可浅色牛仔裤 是一个看起来很温柔的女孩子 杨雪 孟昕曾让黄杰暗杀过她 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 孟昕都要把这个女孩子忘记了 孟昕笑咪咪地点点头 走 语气轻柔 如沐春风 杨雪坐在了孟昕旁边 一点也不见完 她心冲冲地打开了笔记本 打开一个码字软件 都市面具人 这是她写的小说 孟昕粗略地描了一眼大当 这个故事主要写的是 男主叫李耀天 是一名英俊多姿的咖啡厅老板 他白天在咖啡厅工作 晚上戴上面具化身都市怪谈 他创造了黑侠联盟 拥有许多追随者 黑侠们统一戴着面具 神秘且强大 在主角的英明领导下 黑侠联盟日益壮大 暗中保护城市 抵御一次又一次魔物工程 这是一部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很浓烈的小说 孟昕默默地下载了小说软件 找到那部小说 如果不剩 那本小说已经连在一年了 孟昕都要怀疑 这个杨雪身份是什么了 黑侠联盟 像极了猎人工会 那个主角好像跟自己也很像 孟昕看了看这本书的在读人数 足足百万在读 在这个魔物横行的时代 这种小说确实很有热度 杨雪打开 你也是写小说的 能不能给点一件啊 孟昕收起了咖啡 点了点头 你说 杨雪道 我想被主角安排个漂亮的女主 但是读者们觉得这种主角 应该有很多红颜知己 要么就是开后宫 可是我不想让我的主角 变成一个花心大萝卜 孟昕想了想 认真的分析道 这本书虽然是一个无敌流小说 但是你的主线核心还是创业 如果有女主的存在 很有可能影响主角创业 甚至打乱你的节奏 所以我不建议有女主 除非 孟昕给杨雪分析剧情的模样 跟熟络的朋友 没什么俩样 好像 那天让黄杰刺杀杨雪的不是她 杨雪也听得很认真 她眨巴着眼睛问道 除非什么 孟昕道 除非女主角的存在 可以帮助主角和她的黑侠联盟变强 杨雪的撅起了小嘴 可是我不想让主角吃软饭啊 孟昕摇摇头 我的意思是 女主的剧情可以让主角变强 比如 女主是某个大家族逃出来的大小姐 她有自己的困境 这时候她在咖啡厅遇到了男主 她也不知道男主是黑侠联盟的领袖 后来两个人相爱 女主 家族的麻烦找上二门 男主展示出自己可怕的力量和势力 就这样 男主以怒发重关 为红颜的名义 把黑侠公会扩展到另外一个城市 说完后 孟昕笑了笑 你是专业的 我对小说也不是很懂 说得也很俗套 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帮助 杨雪听完孟昕的话 眼睛不知道在看哪 没有焦点 大家族逃出去的小姐 杨雪的眼睛越来越亮 她知道该怎么写了 她有灵感啊 虽然孟昕说的剧情挺差劲的 剧情却是俗头 但是给了她点启发 杨雪充女服务员 玲玲招了招手 亲爱的 来一杯卡布琴梦 然后低下头 两只白嫩的小手在键盘上灵活跳动 奋笔集数 孟昕重新打开了树 全神贯注地阅读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孟昕已经将醉语发看完了 她又从第一页看起 一 天都黑啊 杨雪美美地伸了个懒腰 活动了下肩膀 说实话 我都不敢走夜路了 杨雪看了看孟昕 大眼睛转了一下 问道 你还不走吗 孟昕头也没抬起来 我住在附近 杨雪抿了抿嘴 饿不饿 我家附近有一家烧烤店 我请你啊 孟昕抬头看了杨雪一眼 又低下头看树 说道 不用了 杨雪失望地窝了一声 她想着孟昕会不会跟她顺路 然后让孟昕送她回家 看得挺帅的 真不解风情 没你请吃饭还不愿意 杨雪暗暗付菲 她收拾好了电脑 走到咖啡厅门口 外面的路灯已经修好了 亮堂堂的 比上次好一些 杨雪深吸一口气 朝着寒风黑夜迈出坚实的一步 杨雪一路走到自己的公寓 一路上没什么幺蛾子 南海城的治安果然比北海城好 尤其是最近 到处都看得到巡逻车 杨雪走进公寓楼 刚打开自己的方门 一只手突然捂住了杨雪的嘴 杨雪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那个鬼怪面具人的模样在脑海中浮现 别动 再动 杀了你 声音 是一道刻意压低声线的女生 杨雪脸上的惧怕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喜悦 杨雪一把打断捂住自己嘴巴手 有过头去 一名短发女子正笑盈盈地看着她 杨雪惊喜道 妮妮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啊 快 进屋说 短发女子坐在沙发上 一脸嫌弃得打量屋内 我说杨大小姐 你就住在这里啊 这么小 这间公寓有六十多平 是高档公寓 装修很精致 这种居住环境 别受老城区的居民了 新城区的居民都不敢想 但是 对北海杨家的大小姐来说 算是乌居 杨雪撇撇嘴 我刚跑出来的时候 在老城区住了大半年 要不是小说伙啊 赚了些钱 哪里住得起这里啊 已经很不错啊 短发女子劝道 那你回家呗 在这赤苦受罪干嘛 杨雪脸上出现厌恶之色 别跟我提杨家 我想想救了心 短发女子是杨雪的好闺蜜 也是遵从杨家家主的话 来南海找杨雪 她也不敢把杨雪逼得太急 连抓住杨雪的手 好生好气的 好好好 不提杨家 你也真是的 离家出走 连我都不告诉去哪了 最近怎么样啊 宝贝 杨雪也没心仰 跟着短发女子叽叽喳喳地聊着 聊到自己小说时 杨雪的眼睛里都放光 她迫不及待地 想把今天写的内容拯救一遍 某个家族大小姐受到迫害 离家出走 到某咖啡厅 被主角李奥天保护起来 李奥天对她来说 不只是小说主角那么简单 在落魄的日子里 陪伴她的那个人 只有自己笔下的虚拟人物 两个女生叽叽喳喳地聊得很懒 最后困得都在沙发上睡着了 短发女子缓缓睁开眼睛 看了下杨雪 确定她睡着后 捏手捏脚走到卫生间拨通了电话 找到杨雪了 通过她的小说地址找到 如果她的树没火 找她还真挺难的 我今天看到她去了一家咖啡厅 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会持续关注的 这个城市新的地下之王叫猪大军 这两天我就会跟她接触 那边淡淡地回了几句话 把杨雪看住了 跟她走得近的男人 你解决掉就好 那个猪大军 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一定要拉拢来 拉斯普京酒吧 强烈的古典 喧嚣的人群 妖娆性感的女子和年轻疯狂的男人 即便坐在酒吧角落里 也会有酒杯碰撞和嚎笑 拉斯普京酒吧的夜晚 可以极尽放作 突然音乐停了 无吃力的循环者们 疑惑得看向火辣的 只见身后的大屏幕上 出现赛博朋克风格的大字 恭祝猪总四十大寿诞辰 平安喜乐 这猪总 说得自然就是猪大军了 在很多人都在疑惑 猪大军是谁的时候 几道灯光打在了 二楼的豪华卡座上 猪大军正搂着几名 衣着清凉的女学生们 喝得满脸痛红 她笑呵呵站了起来 谢谢谢谢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会议地点了点头 对着舞池的男男女女压声 用充满慈性的声音叫道 今晚全场酒水由猪总买单 尖叫声 舞池里的客人们疯狂了起来 在女热大的舞姿引领下 舞池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 猪大军黑着一张脸坐了下来 对一边伺候的风狼勾勾手指 告诉红姐 把这个开了 酒水钱从他工资里扣 风狼忍住不孝 一般酒吧老板在自己的厂子里过生日 会整一个全场免单的活动 毕竟现在的酒水不值钱 可是 谁要 猪大军会过日子啊 老猪 这叫该省省 该哗哗 几个学生妹看出来 猪大军不开心了 赶紧撒娇奈忙 努力讨好猪大军 音声艳雨 相风阵阵 猪大军很快就被熏迷火 就在猪大军沉迷温柔相识 一名女子登上二楼 朝着猪大军的位置走来 女人长得挺漂亮 只是不像泡夜长的女人 她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长得有点中性 一副某公司骨干的模样 她穿着白色衬衫 树药 粉色瑜伽苦 正经的长相 性胆的穿大 这反差感让猪大军有了些许兴趣 风狼想拦住女人 猪大军摆摆手 适应女人坐拐 女人嘴角勾勒一抹笑意 落落大方地坐在猪大军对面 给猪大军敬了一杯酒 生日快乐 猪总 猪大军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勇胆的女人 更加感兴趣了 那双眼睛 像是发现可口猎物的野狼 她一手搂着学生妹 一手举杯 女人身上打亮着 坏笑道 美女坐得那么远 做什么 来哥哥身边坐 猪大军身边的一个学生 妹安怨地看了一眼猪大军 准备起身给女子让坐 短发女子轻笑着摇摇头 这里就挺好 适合谈事儿 猪大军倒了两杯酒 看样子是要把女子给灌嘴 她黑黑笑道 好啊 慢慢谈 我们有一晚上时间 短发女子笑而不语 猪大军把那杯酒递给短发女子 问道 美女怎么称呼啊 短发女子伸出白嫩的手 接过酒杯 小小嘎了一口 杨家 杨妮 猪大军笑着把酒倒进嘴 杨妮 好名字 这个女人对自己这个南海地下之王一点都不怕 也不刻意巴结 让猪大军越来越喜欢 她迫不及待要拿下塔 等会 杨家 猪大军一口酒喷到地上 呛得她直咳嗽 她猛然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杨妮 杨家 北海杨家 当今社会的一些大家族 有的跟治安系统有关系 有的跟正宫系统有关系 或者干脆是黑棒家族 如果家族没人在这三个地方混 这家族也成不了气候 可是杨家是非常独特的 杨家没有一个治安官 没有一个公干员 也没人混黑 可是 杨家就是北海势力最大的家族 言之安居都没有刻意收纳杨家人的资料 有人猜测 杨家背后的其实是超凡势力 风狼立刻警惕起来 一个眼神后 小弟们立刻会议 纷纷紧张起来 眼神四处乱条 保护猪大军的安居 谁都不想 猪大军想念四十 猪大军在杨妮身上审视着 他淡定自若的模样不像是说谎 杨妮半条四里里放下酒杯 我来这里不是找麻烦的 是想跟猪总谈一桩生意 猪大军面色凝重 笑了笑 原来是杨家的小姐 老猪是淡骂 走吧 跟我回办公室聊聊 拉斯普京总经理办公室 猪大军恢复了风度 不再是那副想跑牛的猪哥响 此刻的他倒是有些地下之王的霸气 他坐在办公椅上 点燃一支烟后 递给了杨妮一支 没有寒暄 只有单刀直入 杨妮接过烟 点燃 吐出一口烟雾 我是杨家人 自然是代表杨家 猪大军扭了扭脖子 我跟杨老板也有过一面之缘 算是老朋友 有什么用得找我帮忙 只说吧 杨妮靠着椅子换了一个慵懒的姿势 将两条长腿敲着把手上 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他吐出一口烟雾 杨家商会要在南海开分号 自然要来拜一拜您这位地头手了 猪大军点点头 好说 杨家的面子该给 需要什么帮助 尽管找我 杨妮娇笑一声 摇摇头 朱总 干事误会了 杨家想跟朱总合作 不知道朱总肯不肯商恋 加入商会呢 朱大军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合作 这是说的好听 加入杨家商会 意思就是成为杨家的小弟 杨家就算是大 可那也是在北海是大 这里是南海 我朱大军的地盘 把我当成你捏的了 朱大军刚要拒绝 被杨妮提前开口打断 朱总 先别急着拒绝 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嘛 朱大军远着怒火道 你说 杨妮难得露出正色 他坐直了身体说道 一 商会将提供八名 西街觉醒者公朱总差事 二 商会将赠与朱总一件高等零器 三 朱总将会成为商会高级会员 商会将与朱总融入一共 朱总的事就是商会的事 朱大军轻轻皱眉 这些条件是挺诱人的 西街觉醒者 他喜欢 记得有一个叫兄女的猎人 曾偷偷告诉自己 会长喜欢高阶觉醒者尸体 不知道是用来实验还是做什么 但是 会长肯定喜欢是没错 高等零器 现给会长他老人家 奖励应该也不少 高级会员 等于有了一个强大盟友 从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来看 杨家绝对和某个超凡势力关系极深 要是以前的话 自己可能就被吓住了 现在嘛 当谁不是超凡势力成员 是的 朱大军安安猜想 杨家把手伸进南海的目的 大概也是为了超凡势力的事 朱大军很感兴趣的问道 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他算盘打得很好 帮助其他超凡势力 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他打算吃杨家的 呵 杨家的 就是不给杨家办事 朱大军很清楚 自己如果真的帮助了哪个超凡势力 工会绝对会弄死他 如果他因为某个超凡势力身陷危机 工会绝对不会看着不管 杨妮就知道朱大军听到了自己开出的条件后 不会无动于衷 杨妮道 既然是合作 我们就坦诚一些 杨妮盯着朱大军的眼睛认真道 杨家背后的 是超凡组织 组织选中了你 要你协助杨家在南海开辟新区域 杨家背后是超凡势力 这件事 虽然没摆在明面上 但是很多人都猜得出来 这只能说杨家背后的超凡势力很强 强大到北海治安局都不愿意管 朱大军听到杨妮亲口承认杨家背后是超凡势力后 心中微微一沉 虽然杨妮对自己很客气 但敢把这件不算秘密的秘密亲手亮出来 说明杨家是吃定自己了 得罪杨家他敢 毕竟自己是南海的地头蛇 杨家就算是强龙也压不住自己 可是涉及到超凡势力就不一样啊 前几年有一个超凡势力得罪了帝都刘家 刘家倾尽黑白两刀的资源去剿灭 结果 帝都各大家族受到牵连 遭受重创 这么多年了 刘家的元气也才刚恢复过来不久 要知道 刘家老爷子可是正法系统元老级人物 这个世界 治安局可以说是很强大的觉醒者组织 但绝对不是最强的超凡势力 超脱凡俗不拘尘势凌驾律法之上 这便是超凡势力 还好 自己是猎人 自己最大的底气不是黑帮大王 而是猎人工会 杨妮看到朱大军变换的脸色 脸上浮现出骄傲的表情 在这个时代 超凡势力就是恐怖的代名词 杨妮继续说道 所以 朱总的想法是什么 与其中有淡淡威胁的意思 当杨家的狗 获得超凡势力的知识 荣华富贵 拒绝 后果是什么样子的 朱大军应该知道 朱大军前应天课后说道 还请容我考虑一下 杨妮有些不悦 不过家主 说了 对朱大军要客气一些 他也不把朱大军逼得太紧 笑呵呵道 行了 那等朱总的答复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请可以找我 杨妮留下一张明天后 离开了拉斯普京酒吧 朱大军看着那张明天发了一会呆 行思了一会儿后 拿出手机打开猎人工会应用 给客服编辑了一段文字发了出去 最近南海的局势十分紧张 因为魏纳已经失踪一周了 不少高阶觉醒者以为 治安局局长不在 可以稍微放纵一下 但是忽略了铁灵的存在 铁灵在这一周内 加大治安巡查力度 愣是让那些邪魔外道不敢放肆 这时候北海的编来觉醒者才知道 铁灵不仅仅是能消灭 普通觉醒者犯罪团伙那么简单 毕阶觉醒者同样要被铁灵制裁 不过这一周内发生的事情还不少 最大的是 莫过于月神商会在南海投资这件事 金木咖啡厅 叶云运百无聊赖地坐在窗边 手 拄着脸蛋 竖着门口路过了多少辆巡逻车 自从叶云运坐了梦兴的管家 就很少来咖啡厅了 今天特殊 那七名勾回猎人已经培训完毕 今天是考试的日子 李扬说 考官让他一个人来坐 不能有外人打扰 眼灵里今天不能有人 梦兴自然尊重他的意思 叶云运没地方去 只能来咖啡厅消遣 梦兴送何小冬上学了 还没回来 叶云运还觉得怪无聊的 这时 穿着黑色风衣的身影从门口走了进来 叶云运欣喜地站起身 跟一个合格女仆一样迎了赏去 先生你回来啊 梦兴神情冷漠 带着些生人物尽的气场 叶云运看到梦兴这副样子 立刻闭上了嘴巴 梦兴与他擦肩而过 直接上了二楼 走到苏曼曼的房间 帮我查一下东当小学的监控 梦兴冷着一张脸说道 梦兴抱着胳膊 冰凉的目光在屏幕前扫过 苏曼曼已经入侵了东当小学那条街的监控 开始回溯时间 一小时前 梦兴与何小冬出现在东当小学门口 何小冬冲 梦兴摆了白手 进了学校 画面开始快进 这里 停 放大 那里有一样黑色轿车 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下车 画面定格在关车门的动作上 继续 梦兴说道 在监控画面里 梦兴朝来路访回 两个打扮成房产中介的男人就在后面跟着 梦兴的脸色越来越沉 因为监控画面显示 那两个男人一路跟随自己来到咖啡厅 他被跟踪了 并且今天回来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杀气 魏娜失踪后 治安局副局长难以主持大局 道病在家好几天啊 只要魏娜没回来 铁灵就是治安局的一把手 也就是说 黑白两道都是自己说了算 蓝海如今真正的主人 就是自己 到底是什么人在调查自己 要对自己不利 梦兴眯眯着眼睛道 苏慢慢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视频里 那两个男人对着金木咖啡厅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进了咖啡厅 四处看了看 点了一杯咖啡 没多久 那两个男人就走了 在监控里 那两个男人买了两刀烟 然后回到了东港小学 驾驶车子朝西城区驶去 最后 那辆车子在西城区一间别墅庄园停下 监控画面夹然而止 一些别墅为了保护绝对私密性 监控在封闭性的局域网里 苏慢慢有能力入侵进去 不过没必要 因为这些信息足够啊 孟兴道 查一下 别墅主人是谁 苏慢慢快速地在大数据库中寻找资料 过了几分钟 苏慢慢敲击键盘的声音停止 新歌 别墅是月神商会的商业 也就是北海杨家的 孟兴又道 查一下杨家人的资料 苏慢慢摇摇头 治安局没有杨家人的基础数据 我能看见的只有网络上的记忆碎片 孟兴皱了皱眉头 杨家竟然连在治安局的备案都没有 看来杨家也不简单 孟兴难难道 他们为什么跟踪自己 是想调查自己还是调查咖啡厅 不过这都不重要 孟兴记得勾魂猎人 白天就能完成考试 那晚上就能给他们安排几颗恶魔果实动手杀人了 勾魂猎人存在的意义 不就是这样吗 这里是南海的商业中心 南海 基本上所有叫得上名号的企业都在这里了 南海商业的新贵 月神商会的分布就在这里 月神商会并没有太多实体产业 他的运作来源于加入商会的商家 收入大多来自于这些商会的管理费 月神商会经理办公室 一名278的男子坐在办公椅上 他刚送走一位加入商会的老祖 男子略微有些疲惫 仰头躺在办公椅上揉着太阳穴 杨妮走了进来 穿的还是那天见朱大军的那身 钱哥 朱大军现在还没什么动静 不过刚才派人邀请我们参加他后天的生日宴会 杨妮站在杨钱旁边恭敬地说道 杨钱瞥了一眼杨妮 那个混混就看你搞定了 如果他喜欢你 你可以陪他几天 杨钱看杨妮的眼神充满了不屑 语气也是高高在上 就好像杨妮去陪一些权贵是应该的一样 杨妮听到堂哥说这话 也没什么太大反应 是 我明白 杨钱和杨妮虽然都姓杨 但是地位却是天差地点 杨钱和杨雪是杨家家主和主母所生 叫做家族正统 杨妮呢 他是杨家妾室的孩子 叫做外怨测室 这样的外怨测室在杨家有很多 家族会给他们良好的教育 然后他们就是杨家的死士 杨钱问道 那个咖啡厅的小子什么背景 如果跟南海某个权贵有关系 就算了吧 毕竟我们刚来南海 不要得罪人 杨妮摇摇头 查过啊 只是一个觉醒生活天赋的穷学生 在那家咖啡厅打工吧 杨钱眼角露出一丝寒意 那就杀了 杨妮缠音一会儿说道 那只是个小人物 倒是好说 我是在想 小雪这种姑娘还会引来大把苍蝇 杀了一个 很可能还会有下一个 要不要把她强制带回杨家 父亲说过 小雪绝对不能跟别的男人太亲密 杨钱揉了揉额头 叹息道 可是我爹也说了 二十岁之前要照顾好她的情绪 要是想抓回去 早就抓回去了 夜晚 老程去 梦兴的庭院 这里的珍稀树种被户户的不成样子 树枝掉落一地 李杨拿着一把匕首蹲在亭子上 充满杀气的双眼在庭院内扫尸 一股危险的气势在她身上生成 她对着空气大声道 好了 考试结束 可以出来了 庭院里很安静 除了风声没有一点动静 李杨肥脚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收起匕首站了起来 警惕性不错 这回真的结束了 出来吧 庭院里还是很安静 只是亭子旁边的人工狐狸 冒出了几个泡棒 李杨兴奋地尖叫一声 抓到你了 她的手猛逼一抖 匕首直接射进狐狸 一条锦里浮出水面 匕首已经贯穿了她的身体 她挣扎起来 拖扯起一阵水花 外面传来传来脚步声 李杨看去 是 孟昕和叶云运回来了 李杨跳下亭子 对孟昕和叶云运恭敬行礼 会长 管家大人 这时 小院的各处出现诉诉声 那六个人是孟昕的仆人 也就是勾魂猎人 一个个从不起眼的角落出来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各式各样的伤 他们脸上有着后把 对着孟昕恭敬行礼 姿势很标准 叶云运教导不错 孟昕看向李杨的目光有询问的意思 李杨恭敬道 捉迷藏就是对他们的考试 游戏结束时间 以您获着管家大人回来为准 他们还没有战斗型天赋 只要能不被我杀掉 那就算合格 还好 只有四个人没通过了考试 孟昕明白了 如果在庭院里不被李杨杀掉 那说明这个人已经掌握了 老乞丐和李杨的一些本领 没通过考试的四个人 明显是死了 这些人的死亡 没让孟昕有一丝情绪波动 孟昕朝着阁楼大厅走去 业余运摆摆手 是一家仆们跟上 在那张餐桌上 每个人面前都多了一颗 样貌诡诀的果子 业余运为孟昕制作了一杯咖啡 放在桌前 孟昕接过小手 轻轻搅拌 悠悠道 你们通过了考核 面前的果子就是你们的奖励 是吧 众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脸的不知所措 这剩下的六个人里 除了那名职位是保安的大叔外 其余都是女仆 保安大叔作为唯一的男性 起到表率作用 拿起面前的果子就吃了起来 或许是生活已经很苦 恶魔果实 难吃的味道并没有影响他的咀嚼速度 其余人也纷纷拿起恶魔果实塞进嘴里 保安大叔吃完后就愣住了 众人紧张起来 难道 这果实有什么说法 此刻 保安大叔的脑海里涌进一段信息 沙沙果实 必接 消耗灵性 体质可以变成沙 能使物理攻击 同时能自由创造沙子和控制沙子 必接 保安惊骇得看着孟青 这果子可以赋予其他人天赋 这是什么恐怖的手段 这就是园林主人 一个超凡势力主人的强大猛 在众目窥窥下 保安从椅子上摔倒 他爬起来连跪在孟青脚下 主人 谢谢主人 脑袋不断撞击地面 额头已经破了 地板上多了些血迹 成为了高等接战斗天赋觉醒者 身上轻松了很多 癌细胞还在 但是痛苦缓清不少 孟青神色平常 甚至有些冷漠 手里的小手 有一下没一下地碰撞baby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三十岁左右 曾经是静女的少傅 也瞪大了眼睛 花花果实 碧接 消耗灵性 觉醒者的身体 任何部位都能像开花一样 长在任何有形的事物上 那名曾经的豹文少傅 欣喜若狂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吃了这颗果子 自己获得了碧接天赋 那可是碧接天赋 朱大军的地豪夜 总会都没这种高手 朱大军手下第一高手 疯了 那也只不过是西接啊 虽然他凭借西接天赋 有过击杀过碧接的战绩 难道是因为 自己的工作是雏娘 所以园林主人 给了我这个能力吗 哼 少傅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 他学着保安的样子 跪在地上 谢谢主人 与此同时 剩下的四名女仆 也都获得了碧接天赋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都觉醒了碧接天赋 烧烧果实 碧接 消耗灵性 制造火焰 能将身体元素化 甚至成为火焰本身 沼泽果实 碧接 消耗灵性 全身可以变成液体状 泥土 也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 使其沼泽化 冰冻果实 碧接 消耗灵性 体质变成冰河制造冻气 钻石果实 碧接 消耗灵性 可将身体变成钻石 拥有超强的硬度 梦星的余光撇向那六名仆人 这种火热 崇拜 犹如参拜神明的目光 丝毫没在梦星心底 泛起什么灵异 梦星手中小勺放下 淡然开口 从今以后 你们算是我正式的仆人了 说说完 那六名仆人的手机都亮了起来 响了一声 梦星眼神冷立了起来 去吧 把那里的人都杀光 那六名仆人听见梦星这话 瞳孔骤然收缩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杀人 本来就是这些人要经历的 如果连杀人都不敢 那梦星觉得留着这些人没意思 捉迷藏是李扬出的体 那下一场考试 就是梦星出的视觉 勾魂猎人第一次工作 梦星自然不放心 所以这回叶云运和李扬同行 一行人上了一辆商务 李扬发动汽车 朝着月神商会的别墅庄园而去 别墅区一般都距市中心比较远 杨家的别墅庄园亦是如此 在距离别墅庄园还有十公里的胡同里 叶云运将手放在车门上 灵星瞬间遍布商务车每一个角落 商务车再次走出胡同时 已经进入隐身状态 这段时间叶云运不断摸索透明果实的力量 总算研究出了一点眉目 在身体触摸过的东西 可以不反射也不吸光 也就是说自己触摸的东西可以进行隐形状态 在灵星运作下 叶云运将透明果实范围扩展到最大 趁着夜色勉强可以将一辆商务车引行 李扬的洞察力极强 在路人的微表情和表现上 他猜测出叶云运对车子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不愧是侍奉神的女人了 李扬心中暗暗道 杨家的别墅庄园 六个勾魂仆人下了车 他们脸上都带有面具 统一穿着将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黑色羽衣 这些勾魂仆人的脸上都带有面具 面具是纯白色的 有点像动漫里的无脸男 每张面具的额头位置 分别有红色的大写数字 一 二 三六 雏娘发动花花果实 能力 别墅的外墙上出现一双双白腻的人手 逐渐组成网状接替 其余猎人很轻松就能进入别墅内部 汪汪汪汪 六人刚进入别墅 就听见犬吠 仔细看去 竟然是一只怪异的胸拳 这条拳绝对不是普通的拳 因为这拳脑袋上还有一对鸡脚 这是魔兽 为了简单易懂 沼泽果实 觉醒者叫沼女 花花果实能力者叫花女 冰冻果实能力者叫冰女 面具是一号的沼泽女双手拍在地上 大地在灵性渲染下 很快形成小范围沼泽地 另外的冰鱼使用洞气 将魔犬的嘴巴动成冰块 这只魔犬很快就沼泽吞噬 临死前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启言眼里没有一点担忧和恐惧 兴奋逐渐占据主流 这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 黑暗中 又明穿着怪异 戴着鬼爵面具的勾魂仆人 犹如鬼魅 他们很清楚先清理哪里的人 再去清理哪里的人 门岗监控室的保安还在刷电视剧 觉得旁边有人 他扭头一看 一只燃烧着火焰的手臂抓住了他的喉咙 甚至他能看见火焰手的指甲上有新红的指甲油 保安想叫喊 火焰瞬间将他的脖子烧成焦弹 花女走了进来 紧盯着监控 他所能看见的地方在天赋作用下都出现了一只眼睛 这就是花花果实的能力 只要看见的地方 灵性足够 都可能将自己某个器官在那里生长 现在整个别墅都在花女的监控之下 接下来的战斗就简单多了 主人说过 把这里的人杀光 别墅庄园里也是有一些觉醒者的 他们大多是一节 也有一些地节 甚至有一名西街作证 可是 这都是没用的 他们面对是拥有必接天赋 强大灵性 并有过专业训练的勾魂猎人 别墅各处冲出来几十名守卫 对于勾魂仆人们来说 就是送人头 火焰 洞气 傻子 在别墅庄园里放死 大地变成沼泽 吞噬着守卫们 钻石女浑身出现晶莹剔透的钻石 充当着肉盾战士 花女还未研究出花花果实的战斗能力 只能先做耳目吃后 掌控全局动向 这个组合算是很完美了 战士 法师 辅助 空场全部都有 这是一种核动伟大的力量 杀男忍不住感叹 饿死鬼大人 说得对 主人 就是这世间唯一真神 花女满眼热忱 他有一段出卖身体的不康过去 也见过很多有钱的男人 但那些人跟主人比起来 都是太卑微的蝼蚁 试问 直接赐予人必借天赋 这可能是人力能做到的吗 如果有人能做到 称之为神 又有错 一名地阶守卫慌慌张张地跑到一个屋子 那屋子里有个男人趴在窗下惊恐地看着楼下 这一幕 那名守卫叫道 队长 外面的入侵者很有可能是西街 还是要你出手啊 队长满脸苦涩 狠狠地瞪了那名守卫一眼 闭嘴 那些全都是高手 杨家惹了大任务啊 这是西街 自己就是西街 能不知道西街是什么样子吗 下面那六个神秘面具 明显全是B街 守卫也不知所措 那打电话叫少爷小姐想想办法 队长颓废地坐在地上 展示出自己的手机 上面显示无信号 战斗之初队长就想打电话求助 可是手机 电脑 根本就没有信号 就像是被治安管制了一样 这回杨家面对的对手 神不可测啊 在这里藏着 出去的话 会死 这是队长心里唯一的念头 外面嘈杂的声音消失了 队长满脸疑惑 谨慎地探出头 发现楼下已经没有人了 这时 队长的余光扫到一个可怕的东西 墙壁上竟有一只女人的眼睛 为什么说是女人的眼睛 因为那双眼睛还画着眼影 女人的眼睛此刻正戏谑地看着她 别墅内 只剩下六名勾魂仆人 花女在别墅主卧的床头上 发现了一个档案带 她翻了翻 眼神微扬 那个档案带里的是几张照片 照片上的 是杨雪和梦星坐在一张桌子上 盯着笔记本 这是梦星和杨雪讨论剧情的照片 另外还有一份资料 那是关于梦星18年来的生活资料 家庭状况 以及社交圈子 当然 这些资料都是高中毕业之前的 花女没敢细看那些资料 招呼着几名勾魂猎人 把房间内的笔记本 电脑 手机 以及文件全部带走 六名勾魂猎人破坏了监控设备 以及监控存档后 原路返回 当天深夜 杨妮驾驶着自己的跑车 朝着别墅内驶去 她脸上有些焦急 明天上月神商会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 那场会议甚至关乎于月神商会能不能在南海顺利扎根 为了安全起见 很多重要资料都在别墅里 毕竟别墅里有一群战斗决心者守护 可是 刚才她给别墅守卫打了无数个电话 就是没人接听 不好的预感在杨妮心底荡漾 半小时后 杨妮终于出现在别墅门口 她对着电子铁门按了好几声鸣鼎 可没人开门 这帮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妮解开安全带 车门都没关 抓着铁门翻了上去 进入别墅后 她没看到保安厅里有人值班 杨妮神色烦躁 杨妮吱吱地朝着别墅内走去 她没有发现 保安厅的地面有一堆白色的灰 那名保安已经被烧干净了 杨妮走到别墅门口 脚步一顿 怎么那么安静 今晚的别墅 十分死寂 连巡逻犬都没声音 在以前 但凡有人走过 都会引起巡逻犬的注意 杨妮再次迈出一只脚 脚下的触感让她觉得不对劲 她低下头 发现地面铺满了一层白灰 她的脚下竟有一根烧焦的手指 杨妮心中警铭大作 她收回暗洞门铃的手 朝着别墅后花园走去 夜风很凉 似乎是地狱的门被打开了一样 整个别墅都有些陌生了 杨妮走在花坛边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花坛后 那只巡逻魔犬张大着嘴巴 睁着死灰色的眼睛 卡在大地里 大概过了半小时 一队名牌商务车驶进别墅庄园 一群黑西装戴墨镜的男人 拿着各式武器 冲进了别墅内部 这些人 都是战斗觉醒者 杨潜也来了 他蹲在那头魔犬身边 皱紧了眉头 这只魔犬是地阶 而且是地阶中很强大的一种魔物 被驯化后用来看家护院 一般来说 西阶也不能短时间内奈何的 可是 这只魔犬明显是被秒杀的 杨潜沉声道 这是碧阶做的 而且是灵性很强的碧阶 杨妮咽了咽口水 这是怎么可能呢 碧阶在这个世界上虽说不少 但也不是大白菜 就好比地球清北大学学生不少 但大街上很少看到这种高材生 杨潜分析道 碧阶可改变地势 顶级碧阶可改变天象 碧阶也是如此 顶级的碧阶有改变地势的力量 那只魔犬卡在地面 足以说明是一名可改变地势的强者出现 杨妮眼睛里写满了惊涵 月神商会初次来到南海 就被碧阶觉醒者针对 这说明了什么 杨潜难难道 报告 拜月门骂 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杨家的能力范畴 死了这么多人 不报警是不可能的 哪怕治安局没这能力破案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 治安局得知杨家的惨烂后 立刻重视起来 他们第一时间组织好了专案组 有铁灵亲自带队 派遣治安车来到杨家别墅 杨妮带着铁灵 在别墅周围勘察起来 这种豪华的别墅庄园 周围不会有什么邻居 所以惨案发生事不会有目击者 监控也被损坏 出了地面上的一层骨灰 没有任何线索 铁灵蹲在地上 眼睛死死盯着那只烧焦的断手 喃喃道 这伙人做得很干净 绝对受过专业训练 杨妮以后问道 队长 您怎么知道不是一个人做的 铁灵贴了他一眼 惊艳 杨妮不敢反驳 铁灵队长名声在外 他说话不会有吹牛逼的水分 一伙人训练有素 杨妮惊骇地捂住小嘴 不可思议地看着铁灵 毕接在杨家那可是拓拓地坐上兵 跟功着大神似的 可是 这竟是好几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毕接坐的 这就恐怖了 毕接 谁能训练呢 铁灵戴上板手套 轻轻捏了你骨灰 意味深长得看着杨妮 这些死人的骨灰 是五十个人以上的俩 按照治安法则 任何团体不可化养超过三十名赖夫接以上 战斗天赋觉醒者 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解释 杨妮对这种温化也是司空见惯 而且 现在别墅里只有骨灰 她忍下心头的震撼 笑笑道 这些人只是普通保安 绝对不是觉醒者 铁灵对杨妮的话嗤之以鼻 普通保安 普通保安会让人派几名毕接杀手来吗 杨妮很随意地问道 南海是您的地盘 您说 这会是什么人做的 他只是想赶紧插开话题 他是不信铁灵能破案的 现在治安局的能力嘛 也就那么回事 对杨妮的询问 铁灵心中有答案 眼神有一瞬间的恍惚 在南海 有能力派几名毕接出手 除了猎人工会还有谁呢 那几名毕接 应该是工会中的老猎人了 终极 还是高级 铁灵摇摇头 还需要进一步勘察 杨妮看到了铁灵的神色变化 他不安了起来 治安局武官大队长知道行凶者是什么人 但他不愿意深救 这说明了 南海已经有一个恐怖的超凡势力盘局 那个超凡势力在南海已经根深蒂固 并且不露风声 只有南海的几位上层大佬才知晓 现在杨家过来抢这块蛋糕 就是以卵机事 这件事还是要杨家背后的拜月门定夺 杨妮越想越深 恐惧在他心头营了 如果今天自己没有在公司 而是在别墅呢 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 杨妮突然想起了什么 朝着楼上主卧跑 那里不但有着月神工会各种文件 还有一个交孟昕的年轻人的资料 在杨妮看来 孟昕就是杨雪的男朋友 他想控制住孟昕 为他所用 杨妮在打一手牌 一手能完美利用杨雪 改变自己目前处境的牌 他不想只做一个外院测试 老程去 中式阁楼 孟昕站在顶楼阳台 欣赏的残月 人们在看到月时 总会产生一种伎俩感 总会道上一句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确 此时的孟昕倒没什么太大的感触 他在欣赏大自然的魅意 也在想着 能看到月亮的地方 都会有一个金木咖啡厅 猎人工会的底蕴是足够的 高手也够多 只要一战养战 猎杀魔物和觉醒者 猎人工会将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孟昕目光空灵 参败的世界 眼睛的高度 心的宽度 大脑的深度 才能组成这样的寡 他有时候不知道 如果换一个穿越者觉醒者 蒙明天赋 会不会做跟他一样的事 如果是 那做得比他好 还是比他差 就在孟昕沉浸在少有的感慨时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孟昕看了一眼手机 有些意外 来电人叫王逊 是他高中班主任 也是猎人工会的一名猎人 昵称小丑 孟昕嘴角露出微笑 他接起手机 王老师好啊 这么晚啊 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明显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紧张了起来 你在哪 还在南海吗 还在 孟昕语气轻松 脸上还挂着微笑 但紧接着 他脸上的笑容就收敛了 孟昕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电话那头 王逊的声音变得很紧张 刻意压低了声弦 今天校长把我留下来加班 然后有一伙人来了学校 他们调走了你的档案资料 还问了我一些关于你的问题 那些人穿着黑西装 每个人看起来都挺厉害的 现在他们在校长室 刚才我趴在门口听了几句 好像说杨家什么的 王逊的那边一阵嘻嘻嘶嘶的声音 像是来了什么人 王逊从屋里走到屋外 过了一会才重新接起电话 孟昕 那伙人看起来不简单 你万事小心点 老师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王逊确实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如果放在别的老师身上 根本不会在乎毕业生是死是活 孟昕沉声道 好 我知道啊 谢谢老师 孟昕挂断电话后 脸色阴沉的厉害 勾魂猎人们将别墅主卧的资料拿了回来 他才知道杨雪是杨家离家出走的大小姐 杨家在查他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不过孟昕敢肯定跟猎人工会无关 只是 这么查下去 总会查出什么东西来 孟昕创办猎人工会以来把自己隐藏得很好 但是他忽略了自己身份容易调查的程度 那两个杨家来的人 必须得死 孟昕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力 他也没想到 刚解决完未纳 还没来得及做收尾工作 又出来了一个麻烦 孟昕拿出手机 给黄杰发了一条消息 一日清晨 治安局看大门的治安官迷迷糊糊地要睡着了 他强打精神 再有一个小时他就能下班了 这时候 门口走来两道声音 一男一女 治安官门卫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看错 立刻站了起来 冲在俩人静里 他很猛逼 失踪了快半个月的魏娜局长回安 魏娜局长身边的 似乎是通缉令上的聂三 魏娜但莫底撇了门卫 带着聂三朝治安局走去 门卫赶紧拨通局长秘书的电话 领导 局长回来了 魏娜在办公室坐下不久 局长秘书就疯疯火火地跑进办公室 他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聂三 眼睛里充满疑问 这人不是被查出来贪污受贿了吗 而且当初带队抓聂三的是魏娜局长的亲弟弟魏明 魏明疑似被聂三所杀 这人怎么还能好端端地坐在魏娜局长身边 局长秘书不管许多 冲魏娜敬礼 然后关切地问道 魏局 您这段时间去哪了 还好吗 魏娜眼神里有些黯然 还好 最近局里是谁在主事工作 局长秘书道 照顾局长身体不好 一直在疗养 现在是铁队长主事工作 魏娜点点头后问道 你跟了我多久啊 局长秘书不明白魏娜是啥意思 但还是认真的 今天正好六个月 魏娜瞥了秘书一眼 说道 这六个月你的工作我不满意 明天去档案所报道吧 局长秘书蒙了 啊 当案失所 我 为什么啊 他说话都与无伦次起来 怎么 局长回来了 自己工作还丢啊 魏娜翘脸蒙上一层冰霜 不耐烦道 哪来那么多废话 让你去你就去 魏娜翘起二郎腿 倒着胳膊 嫌弃地看着秘书 你这种人连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 凭什么能留在总局 没让你回家 那都是治安局政策好 局长秘书愣了半生 转身出门 一句话不说 局长秘书刚走 魏娜的办公室坐机响了起来 坐机位置就在聂三旁边 聂三半躺在沙发上 玩着手机 无动于衷 魏娜走过去接起电话 那头是刘贤激动的声音 娜娜 你还好吗 你这段时间都去哪 魏娜偷偷瞄了一眼聂三 抿了抿红唇 魏明没了 伤心了一阵 没什么事 有件事还想跟你说 聂三的罪状都是我那个弟弟捏造的 你撤销了吧 并且 我打算用聂三做我的秘书 别插他了 刘贤浑然不在乎这些 紧跟着道 好 没问题 你在哪 我去找你 魏娜脸色有点难看 拒绝道 算了吧 我有点累啊 说大就挂了电话 空旷的办公室里 聂三和魏娜就安静地对视着 聂三发出一声失笑 表现得还不错 说大 伸出手指 手指头上冒着悠悠欲光 魏娜瞳孔俱振 刚才的高冷和臭脸消失就无影无踪 他身子一软 但趴在地上 眼神里满是迫不及待 给我 别我 求你别我 在局长办公室里 高冷的局长跟母狗一样趴在地上求自己 聂三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快感 他露出放肆的笑容 一脚踩在魏娜的头上 见人 去把杨家赶出南海 妈的 师尊说啊 那些人会影响我休息 师尊难得补挂 你还不快去办 东去 一所公寓 杨妮和杨雪 光着脚丫子 躺在床上 从小时候聊到高中 从高中聊到觉醒 毕业 杨妮看似无意地问道 在高中时候追你的人可多啊 最后都被钱哥赶走了 现在呢 你有男朋友吗 杨雪听到钱哥 脸上才有了那么一丝笑容 这个哥哥看起来挺冷的 其实一直很关注自己 虽说因为钱哥的存在自己在学校没朋友 但是他也很感谢钱哥这样保护自己 杨雪打开笔记本 趴在床上开始码字 我哪里有男朋友啊 杨妮笑嘻嘻问道 那 那个咖啡厅的小帅哥是怎么回事啊 杨雪听到杨妮的话后 亚异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 杨雪说道 那只不过是一个朋友吧 我对他才没感觉呢 你们可不要打扰他呀 他当一个咖啡厅的小老板 挺好的 自由自在 杨妮眯了眯眼睛 他太了解杨雪了 他明明在杨雪的眼睛里看见了爱慕 杨雪是对那个叫孟欣的青年有好感的 萧雪应该是怕孟欣卷入大家族的纷争吧 杨妮暗暗道 孟欣这个穷小子 当他跟杨雪这个天之娇女认识之后 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运转 真不知道是孟欣的幸运还是悲哀 这就好比宝莲灯里的三圣母下节 跟刘永长在一起 谁说得准 是好事是坏事 杨妮轻易地摸了摸杨雪的秀法 你不喜欢他 我看挺帅的 那你说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 杨雪指了指电脑 我喜欢李奥天这种男人 杨妮撇撇嘴 那不是小说里的人物吗 杨妮看过杨雪写的小说 杨雪抱着笔记本电脑 仰着躺在床上 美眸中是憧憬 李奥天多酷啊 戴着面具 李正义之身行走在都市的黑暗中 他还有很多追随者 大家都是跟他大差不差的人 他就像是个复仇者联盟的领袖 帅 杨妮无语了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种男人 同时 杨妮有点嫉妒 凭什么杨雪能无忧无虑 凭什么自己天生地这些嫡系一等 每天要拼了命的工作 每天都要处理杨家的葬事啊 甚至还要被杨钱当作礼物送给某个大鹅 共度一夜 说的好听是杨家的女儿 说的难听就是杨家的狗 杨妮脸睛转了转 说道 那孟兴应该是你的第一个朋友吧 叫出来一起逛逛街啊 杨妮怕杨雪拒绝 立刻骑身 穿衣服朝门外走去 反正我也是第一次来南海 也想得多认识点朋友 我去忙了哈 后天叫出来 我请你俩吃饭 说吧 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无论杨雪在后面怎么叫杨妮 杨妮都跟没听见似的 杨雪自小就不懂得拒绝别人 尤其是自己的好闺蜜 她尝试着给孟兴发去一个短信 再不 后天出来玩呀 这是她第一次越南生 手心紧张的冒汗 杨雪是有些忐忑的 她这段时间跟孟兴的接触 知道自己的魅力 对孟兴造不成什么影响 金木咖啡厅 孟兴在二楼的会议室坐着 面前摆了一堆关于杨家的资料 杨家的信息很隐秘 查到这么多东西也确实不容易 孟兴本就打算将猎人工会发展到别的城市 那完全可以从北海开始 南海这段时间已经给猎人工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续的发展会很快 杨家不仅仅是一个商会那么简单 他们背后绝对有人支持 杨家就好像是突然间变得强大 这安局和地下势力在一夜之间 对杨家态度有180度大转弯 他精精有微地阅读着 杨家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本小说 情节颇为跌宕 这杨家大概是某个超凡势力的傀儡 而没有人知道那个超凡势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想拿下北海 首先要拿下杨家 我得想办法干掉他们背后的超凡势力 杨家要成为猎人工会在北海的据点 孟昕已经把那些资料看完了 对未来也有了个大体的架构 是不是应该派两个人去北海开拓一下 孟昕现在手里能人不守 只是每个人都有用 业余运是代理会长 李扬是人事部 黄杰是运输部 苏漫漫要维持线上应用 孟昕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 斗玉波 猎人工会发展迅速 已经用不上斗玉波的那些底层人脉 斗玉波这个女人 别说生活作风怎么样 能力是有一些的 让她去北海开将扩土还是很适合的 孟昕的手指轻点桌面 目光悠悠 猎人工会在北海的发展 完全可以仿照南海 好在现在工会成熟了 线上和线下可以同步进行 孟昕打算找斗玉波聊一聊 就在这时 孟昕的手机响了 她低下头打开手机 是杨雪的微信 再不 后天出来玩呀 孟昕缓缓露出一丝笑容 杨家的上层跟杨家背后的超凡势力 关系一定很密切 或者杨家上层对那个超凡势力很忠诚 一个超凡势力绝对有自己的方式 超凡势力不感冒的杨家人 大概只有杨雪了 因为杨雪是离家出走的杨家大小姐 她该是想摆脱杨家和那个超凡势力的束缚 如果猎人工会入主北海 杨家必须换一个化石人 杨雪就是不错的选择 孟昕嘴脸露出一丝笑意 好啊 后天见 我下班了 你们没事也早点走吧 杜宇波跟同事们打了个招呼 职业套裙外面披上棉外套 踩着高跟鞋朝外面走去 她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同事们都说波姐变啊 变得开朗啊 还有人打笑问她 是不是找到富二代啊 只有她自己知道 加入猎人工会后 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用为钱发愁 也不用为了业绩去跟那些客户们撒娇卖色 最大的好消息是 昨天自己妈妈的手术很成功 南海一颗大的神医 杜医生亲自主导 杜宇波知道 这些都是孟昕的功劳 有时候她在想 如果孟昕跟她合租的时候 自己勾引一下她 拿下她 是不是现在自己就不一样 杜宇波一路走回自己的出租屋外 压抑地发现门是开着的 杜宇波愣了一下 小心地推开门 一名青年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起什么 原谅这一沾狠水 杜宇波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孟昕 回忆如潮水一般洗来 似乎 和这个小弟弟合作的那段日子就在昨天 杜宇波心中炙热起来 寒风凉意消散好许 两条被黑丝包裹的大腿有意无意地合拢 她来了 她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特殊想法 在黑暗中 杜宇波的呼吸都快了好许 孟昕扭头看到杜宇波 面无表情 错 杜宇波心中失望 这不是像他 要跟他发生点什么的样子 杜宇波没有像往常一样进屋换上拖鞋 杜宇波知道自己的优势 高跟鞋会让他的腿型更好看 他踩着高跟鞋狂狂走到孟昕身边 恭恭敬敬地坐下 您怎么来了 语气中还有些谗媚 孟昕贴了杜宇波一眼说道 我有任务交给你 杜宇波脸色微微一变 如果是普通任务 猎人公会应用会直接发布 比较隐秘一些的任务 一般也是由黄杰传达 让这位会长亲自发布的任务 怕是没那么简单 杜宇波兴奋起来 心中还有一点惶恐 生怕自己做不到这个任务 杜宇波抿了抿红船道 您说 孟昕从怀里拿出一份资料 那是关于北海局势的资料 治安局 地下黑帮 各大家族什么的 孟昕淡然道 北海要建造猎人公会的分会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他不是傻子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成功 他就是北海的首脑人物 杜宇波手心紧张的直冒汗 都需要我做什么 孟昕道 建造猎人公会的线下场所 维护线下场所的运行 杜宇波知道 这个任务看似简单 其实里面水很深 他想拼一把 如果成功了 自己就真的飞黄腾打了 只是 他有些不明白 这么重要的任务 为什么让他来做 他只是一个地级猎人 难道北海城很危险 他想投石问路 失败了 会长没什么损失 成功了 猎人公会在北海会多一个分会 杜宇波的两只手搅在一起 他想去试试 赢了自己以后就是一个大任务 如果输了 他觉得 凭借自己的外貌和满机差异 也不至于在北海逼命 杜宇波认真道 好 我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 孟昕露出了微笑 我会派两名猎人协助 只要成功 北海的猎人公会 以后由你运行 一日夜晚 一辆蓝色小跑车停在金木咖啡厅的门口 清春亮丽的少女 乡车美人确实惹人注目 只是不知道这两位美女在等谁 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从咖啡厅门口走出 眼睛四处看了看 像在找人 杨雪松了一口气 他特别怕孟昕爽约 让自己在杨宇面前调面子 杨雪的身子探出车外 笑盈盈地朝孟昕招手 孟昕 这里 那股清春亮丽的气息 让孟昕很舒服 他静止朝着跑车走去 拉开车门坐在后座 杨妮通过后视镜偷偷打量孟昕 应该跟小雪年纪一样 只是这青年 看起来比同龄园成熟不少 自己调查过 孟昕来自于老程去 看来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这句话不假 老程去处爱 觉醒生活天赋 却能拥有一家咖啡厅的股份 属实不简单 杨妮娇笑道 你好呀小帅哥 听说最近没少照顾我们小雪啊 认识一下 我叫杨妮 孟昕知道这句话完全是磕头 孟昕别说照顾杨雪了 连晚上都不送人回家 不过是总在一起讨论小说剧情 杨雪的小说和猎人公会很像 与其说孟昕在跟杨雪讨论小说剧情 不如说是在杨雪身上找猎人公会的灵感 孟昕礼貌的回应道 你好 孟昕 其实 多是杨雪在帮助我 如果没有杨雪 勾魂猎人的构架根本不会完整 杨妮笑了笑 我们家小雪啊 从来没有过要好的朋友 你还是唯一一个呢 走 姐姐带你去见现世面 说吧 杨妮就发动了车子 杨雪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所谓见现世面 到底是啥意思 杨妮觉得 凭借杨雪的魅力 后座的这个老城区土包子 不知道喜欢杨雪喜欢成什么样子 杨妮想好好利用孟昕一手 首先 用坦诚的方式告诉他杨雪的背景 在孟昕被杨雪的身世震撼到后 自己再跟孟昕好好谈谈 南海展览中心 朱大军的寿丹宴会在这里举行 要问朱大军的生日 不是之前已经过了吗 那朱大军会说 前些天是杨历生日 今天是阴历的 南海展览中心是下国规格很高的会议场所 一般用来承接城市最高级别的会议 不要小看朱大军 朱大军作为南海市地下之王 家俩拿这里当排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南海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今天都在这里了 如果一个城市地下老大 只是在自己城市里玩 那其实意思不大 所以擎帖也不只是发给南海市的人 还有外地的一些人物 比如其他城市的商人 家族 当局 黑帮 还有不少当红花旦前来捧场 豪车 权贵 美人 红毯 鲜花 一时间南海展览中心变得跟国际电影结似的 那些平头百姓连看一眼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朱大军手底下的打手会将周围无关人等疏散 只有一些新闻记者举着相机 不断释放着闪光 这是朱大军成为南海地下唯一的无冕之王后 第一次举办盛大宴会 他就是要高调 高调宣布自己在南海的地位 朱大军脸上挂着笑容 招呼着来往宾客 他的眼睛不断往门口瞅 他在等三个重量级人物 无关大队长 铁灵 杨家的杨钱杨妮 还有金木咖啡厅的叶云玉 等很久 他终于看到了杨妮从大门口缓缓走进来 跟在杨妮身边的还有一对青年男女 朱大军瞳孔缩了缩 他觉得跟在杨妮身边的那位青年有点眼熟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可是那张脸是那么陌生 朱大军没有多想 快步赢了上去 笑呵呵地和杨妮握手 杨小姐大驾光临 真是蓬鼻声辉 杨妮玩耳一笑 对 朱大军介绍身边两个人 这位是杨家大小姐 杨雪 这位是孟昕 杨雪小姐的朋友 朱大军看着杨雪的眼睛亮了起来 杨妮口中的杨家大小姐 那就是杨家真正的上层人物 他虽然一心向着工会 可遇到这种真正的贵族 还是表现得十分热气 杨雪有些不悦 杨雪还不想让孟昕知道自己的背景 况且孟昕是从老城去出来的 一个咖啡厅小股东而已 他在这种高档场所应该很不适应 压力很大吧 当你 杨雪脸上挂着很假的笑容 对朱大军伸出了手 生日快乐 君总 他不知道朱大军叫什么 但听到有人叫朱大军为君爷 朱大军脸上的褶子笑了出来 一个在底层靠刀口舔血厮杀上来的小混混 为的不就是当一个大任务吗 杨家在下国来说 绝对算得上贵族世家 世家小姐的一句生日快乐 比什么都像 朱大军有些激动地握住杨雪的手 谢谢 谢谢 杨雪微微嵌然道 那边有几个朋友 我去打个招呼 是 拍一下 他在南海 哪里会有朋友 只是怕孟星不是因这种场合 想赶紧带孟星离开 朱大军笑呵呵道 请便 请便 杨雪不满地看了杨倪一眼 带着孟星离去 杨倪和朱大军看得俩人背影 思绪不一 杨倪露出一谋笑容 他在想 一个穷小子突然发现南海的龙头大哥对自己的女神这么客气 应该知道自己和女神之间的差距了吧 他应该汗流加倍了吧 一会儿稍微动点手段 这小子不得乖乖被自己拿下 继续迷茫呢 小老弟 朱大军眼神里一直充斥着迷茫 他甚至不敢跟孟星对视 他总觉得这年轻人有点眼熟 朱大军对杨倪试探道 哈哈 杨小姐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人中龙方啊 看那个孟先生 一表人才 他在哪里发财啊 杨倪用略带轻蔑的语气道 一家咖啡厅的小股东大 朱大军眼睛猛地瞪远了 心里边刷的一下 透心凉 咖啡厅 哭泣鬼王面具 淡漠不含一丝情感的眼睛 黑色运动服 会长的身影正在和孟星重叠 朱大军赶紧收起脸上的情绪 但是推肚子还在发抖 会长他老人家 不会以为我要投靠杨家吧 特意过来看看 杨倪没看出来朱大军的异常 娇笑道 朱总 我也是出来乍到 您不带我去认识下南海的老前辈吗 朱大军立刻做出请的手势 杨小姐先去二楼 杨倪疑惑地看了朱大军一眼 您不跟我一起 朱大军露出一抹苦笑 抽筋了 您先上去 杨倪低头瞄了一眼 朱大军不断抽筑的小肚 按道一声 战斗觉醒着了 也会抽筋 他便不再理会朱大军 自顾自朝二楼走去 见杨倪去了二楼 朱大军咄咄嗦嗦地对远处招手 蜂狼立刻迎了过来 老大 您说 朱大军拍着蜂狼的肩膀 去 跟着杨雪小姐 别让哪个不长眼地惹了他们 他不敢多说梦星一个字 没准哪个字就会让梦星不满 杨雪和梦星在充满文化气息 且豪华地展厅闲光 这里确实热闹 各界大拿在各个地方小声攀谈 还有不少影视明星来捧场住行 这些对上流社会来说 实在是完美 但是 这里对一些小老百姓来说 会坐立不安 杨雪怯然道 对不起 我没想到你你会带我们 我以为只是一起逛逛街 梦星对杨雪多了一些好感 起码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 也愿意对自己付出善意的人 他也看得出 杨雪带着自己离开圈子中心 是在意自己的感受 梦星笑了笑 挺好的 否则我也没机会来这里 其实 早在上学的时候就想进来看看 杨雪偷偷看着梦星的侧脸 大按观察梦星的表情 梦星对自己的态度 还是跟以前一样 这里好像不是上流社会的聚集地 而是普通的小世界 不卑不亢 这四个字浮现在杨雪脑海中 杨雪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会有些不适应 梦星扭头 为什么 杨雪笑嘻嘻道 反正 如果我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 尤其是一个看起来很贵的地方 我肯定会不安 他说出这话时 完全不像是杨家大小姐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 梦星和杨雪是一种人 不宜物喜 不宜己背 梦星开始对这里还颇有兴趣 毕竟这里是南海的文化抵约 看得久了就兴致缺缺 除了真正的大事 喜欢这里的 只有攀拳富贵的主力者 在这个时代 还有什么真正的大事存在 俩人都觉得无聊 昨性找了一处地方讨论其小说剧情来 杨雪总能给梦星启发 猎人公会不能只有好战者 也应该有其他的一些什么 比如科学领域之类的 否则猎人们跟具备力量的小混混区别不大 像前段时间 将魔物封印在人类身体里 让人类获得魔物的部分异能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这种技术才该是超凡势力的抵御 梦星打算着 自己该着手招揽一些这种人才 等南海彻底稳定后 也该把手伸进魔物老巢 那些灵性极强的魔兽 在魔物老巢里一定有不少 谁说人类只有被攻城的份 为什么人类不能入侵魔物 俩人聊得兴致勃勃勃 突然杨雪接了一个电话 你在这等我回来哈 在杨雪走后 梦星走向一旁的咖啡机 服务人员为梦星置了一杯咖啡 梦星浅尝一口 不如夜运运作的 你很喜欢咖啡 一道轻柔的声音传来 他回过头 见杨妮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梦星微笑着道 我还以为杨雪找你去了 杨妮微微愣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在梦星的眼神里看到一丝细血 对 这就是错觉 一个小咖啡厅的合伙人而已 能在这种地方保持风度 已经很令人敬佩了 杨妮收拾下情绪 说道 有点是要和你谈一下 方便吗 梦星缓缓点了点头 三楼 一间会客厅 这里对比外面的文艺气息相比 多了些严肃的气氛 长行的会议桌子上 杨妮坐在梦星旁边 认真道 我知道你喜欢杨雪 可是凭你这种身份 地位 连他家的正门都进不去 梦星穿越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只受过两个人嘲讽 一次是黄姐 一个是杨妮啊 梦星的手指 轻点桌面 搭搭着眼皮 你想说什么 杨妮皱了皱眉 我可以帮你追到杨雪 只要你帮我一个忙 梦星微微跳眉 我想听听 杨妮总觉得梦星的反应 有点不对劲 自己不应该是成全她的贵人吗 怎么好像自己是求她办事一样 梦星的态度让杨妮平眉 她问道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杨雪 梦星道 她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我们只是喜欢一起讨论小说剧情 原本杨妮对这种话是不幸的 可看到梦星如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她觉得自己是真的误会了 杨妮气愤地站起身 算啊 是我误会你 带你来这里都是多余 她在想 梦星真的是男人吗 怎么对杨雪这么美的姑娘都不动心 简直简直是浪费感情 自己的算盘全都落空了 杨妮狠狠地看了梦星一眼 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 她身后传来一声冷冰的声音 我让你走了吗 杨妮转过身 见梦星一副居高灵下的模样 她觉得一阵好笑 她被气笑了 我是因为杨雪才对你客气一点 你算的什么东西 一个老城区出来的社会底层 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如果不是杨雪 就冲你这傲慢的样子 你已经死了 同时心里还在骂杨雪 怎么会认识这么个不懂事的东西 这些本家子弟 脑子都在想什么 杨妮 说啊 要去拉门罢手 啊 杨妮发出一声惊呼 她低下头 看那门罢手燃起一道清脆的火焰 那火焰没有伤害门罢手分好 却灼伤了自己的手 身后 梦星冷漠的声音继续传来 你们把我调查得很像 可是我对你们杨家真的是一无所知 还请你跟我讲一讲 杨妮转身 满脸震撼 这梦星哪里是觉醒了农民天赋的样子 这火焰是等级 绝对很高 如果是这样 自己这段时间搜集到关于梦星的信息都是假的 整个南海都在陪她说谎 杨妮瞬间调动起浑身灵性 她犀利的目光死死盯着梦星 你到底是什么人 梦星的手指滑动 一道道青色火焰闪烁 几朵青色莲花在手指跳动间 诞生在这片空间 青色火帘带着炙热的温度漂浮在杨妮身边 稍微不慎 杨妮就要被火焰吞噬 我不是对手 她有能力杀了我 这个念头出现在杨妮脑海 她咽了咽口水 大脑飞速运转 你 是我眼珠啊 原来南海还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不过我敢肯定你不敢杀我 杀了我 杨家会把你从南海翻出来 你们隐藏在南海苦心精灵这么久 应该不舍得暴露吧 她说这话是有底气的 自己死在南海 一定会引起杨家的震动 她有直觉 面前的青年跟前几日血洗杨家别墅的那伙人 是一起的 凶手中有一位不是火系觉醒者吗 难道就是她 梦青完卫地看着杨妮 悠悠道 为那今天不会出现在朱大军的宴会上 如果你被一位爱解 擅长寒气的觉醒者所杀 你猜 你死了的这笔账会算在谁头上 杨妮还未反应过来 这间会议厅就涌荡起一阵森热寒气 她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窗边的帘子抖动 吸引了杨妮的目光 她的瞳孔猛地瞪大 一鸣穿着白色西装 戴着惨白的笑脸 念具男人出现 她正以一个诡异的姿势蹲在窗台上 乐死鬼 李杨 杨妮忍不住后退 你们啊 她碰到了梦青的青莲地心火 后背被灼伤 梦青悠悠道 你们调查了我 这么多 我还对你们一无所知 讲讲 杨妮捂着狂跳的胸口 我 我不能说 他们不会放过我 梦青轻飘地道了一句 啥 杨妮心脏碰碰地跳 她感受到了面前两个男人的杀意 李杨从怀里取出匕首 舔了舔发紫的嘴唇 接着 朝杨妮飞射而去 像一只窗外窜进来的白鸽 杨妮惊骇地看着愈来愈近的李杨 尖叫道 不要 我说 那冒着寒气的匕首停留在杨妮白皙的脖梗处 李杨扭头看向梦青 等着梦青适应 杨妮连忙道 你不能杀我 我对你有用 我说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梦青安静地等对杨妮说话 李杨的匕首也稍稍远离了杨妮一些 杨妮急促地深呼吸两口 赶忙说道 杨家是北海最大的家族 在各个行业都有涉猎 餐饮 广告 地产 孟青皱眉打断 说点我不知道的 杨妮连连点头 好好 杨家之所以能在北海呼风唤雨 全是因为背后有一个超凡组织之时 梦青满意了 就说说这个超凡势力 她沉吟了一会儿 问道 您听说过拜月门吗 超凡组织大多隐藏在世人视线之外 不过超凡势力之间或许会有彼此更多星星 超凡势力并不多 很少 梦青尼喃了一遍这三个字 拜月门 自己的守院人 寿王 曾经就是这个超凡组织的人马 南海 杨家别墅 杨钱带着一同来南海开疆扩土的杨家人站在别墅门前 寒风瑟瑟 他们只穿着西装 为了显示尊敬 他们连一件棉袄都不敢披上 他们在等人 等一个重量级人物 远远的 一辆黑色商务车驶来 杨钱立刻小跑着迎上去 他脸上带着缠媚 哪里像杨家大嫂 黑色商务车近啊 副驾驶出来一个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 他正要去后座开门 杨钱一把将那个男人推开 自己跟点头哈腰递给车后座的人开门 车门开啊 两名穿着皮草 露着大白腿的性感女子从车上下来 在两名美女的搀扶下 一位穿着灰色长衫的老者缓缓下了车 杨钱弯下腰 讨好对魏常山老者整理下半 顾不得名贵西裤上了灰尘 他站起身 弯着腰 马长啊 一路辛苦了 马长老正是拜月门的长老 杨家别墅几十名觉醒者被杀 为首的更是拜月门人 拜月门对此事不能不重视 马长老轻轻拂袖 挽着身边女子的腰肢 一言不发抄别墅内走去 杨钱对马长老的高傲见乖不惯 一路跟着马长老进入别墅 别墅一楼 马长老坐在沙发上 杨钱就在他面前小心站着 马长老轻到了一句 坐吧 杨钱这才敢落座 大喇屁股碰在沙发上 真没想到 杨家这点小事 会把您给惊动了 马长老鼻子冷哼一声 哼 你们杨家办事真的越来越差劲 刚来南海就惹来麻烦 不过也无所谓 对我而言只是一点小事吧 马长老靠在叔父的沙发 闭着眼睛问道 这么久了 查出来前些日子在这里 大开杀戒的人是谁了吗 杨钱低着脖子 小心道 没有 只知道凶手是必戒高手 所以才请烦扰您出善 马长老耻笑一声 不是说天赋等戒高 战力就强 情验 灵性 天赋鬼性 都有很大关系 老夫记出手 绝无大碍 大悦门本就是杀手组织 门下门徒各个都擅长杀法之术 问战力 确实比同等戒要强出不少 杨钱陈英片刻 认真道 据铁灵说 凶手不是一个人 起码是三人以上 长老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的好 可能马长老在同等戒单挑 对面人数占优的话 就不存在双人死痘的情况 马长老眉头微动 三个人 三个臂界 歇着 马长老陈胜问道 铁灵又是谁 杨钱回应道 南海市 五官大队长 马长老脸上的凝重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不屑 鼻翼之色 他用鼻孔发出轻蔑的哼声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 五官大队长 酒囊饭带吧 就凭他也派谈论臂界 马长老是北海人 北海的五官大队长什么熊样 他可太清楚了 一个地界 靠家里帮助登上五官大队长的位置 北海的五官大队长每天都很忙 就是不忙 是安 酒囊饭带 说得一点都不为过 其实 全世界的五官大队长都是这类样子的 废了老大进当上城市的顶尖人物 难道不应该想办法捞钱想了吗 为直安 为素不相识的人付出 这是什么圣怒人物啊 杨钱见马长老这么说 他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反正出了事 也是拜月门顶站 这些超凡势力之间的道道 不是自己能管的 那两名穿着屁草的女子一直在冲马长老献媚 马长老已经被迷得五迷三道的 杨钱也懂事 见马长老要顶不住了 笑呵呵道 马长老 您 楼上请 房间给您收拾好了 一会儿带您去南海最好的酒楼 给您接接风 马长老早就想上楼试试其人之福了 笑眯眯地搂着俩美女往楼上去 就在这时 杨钱手上的戒指突然崩碎 杨钱脸色大扁 杨钱手上有五枚戒指 每一枚戒指上都有一个小字 这些戒指里面藏着杨家外院旁之的灵性信息 分别代表着五名杨家外院的姓名 刚才 冬碎的那枚戒指上写着尼字 也就是说 杨妮死了 马长老也看到了杨钱手上所坏的戒指 眼睛眯了起来 这代表着什么 他很清楚 因为这戒指就是拜悦门大长老所致 谁死了 马长老问道 杨钱目录惊慌 杨妮 外院西剑 杨妮 刚才死了 马长老脸色难看起来 自己刚爱 一名杨家人就死了 这是把自己老脸打地啪啪响 马长老顾不上跟两个美女缠绵 冷声问道 他刚才在哪里 南海展览中心 会议室 梦兴坐在椅子上 戴着白手套 翻看着一本从会议室展柜上举出的画册 这种画册可不是房地 都是真正大师的手绘 梦兴前世就是美术生 这些作品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一般来说这些只做展览 不能动手去翻 不过自己可算是南海真正的主人 翻阅些画册还不需要跟谁说一声 李扬恭敬地站在梦兴身边 地上躺着一名美女 正是杨妮 门外传来急促且沉重的脚步声 然后在门口停止 销门声响起 李扬走过去 打开门 朱大军看着眼前戴着惨白笑脸面具的男人 心中也是忐忑 这证明了他的想法 今天见过的那个青年 就是会长啊 李扬一言不乏 请了 朱大军进来 朱大军对着李扬点头哈扬一阵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捏手捏脚走了进去 还哪里有地下之王的大气 朱大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脑袋都不敢抬 您 您老人家来了 提前告诉小军一声啊 小军我 孟清柔声道 生日快乐 朱大军一脑袋磕在地上 扯着嗓子道 谢会长赐福 他心里很慌 他不知道会长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自己知道了会长的真实面貌要被灭口 可是自己没看清会长的脸啊 只有半张侧脸 自己认出会长 完全是因为身形吗 说实话 朱大军如果没有这点眼力 不知道要死多少回 包括叶云云也是 那天犬女主持猎人会议的时候 朱大军也发现了犬女其实就是叶云云 自己知道的应该是猎人中最多的一个吧 孟清指了指地上的杨妮问道 你认识这个人吗 朱大军瞄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杨妮 后背刷的一下就凉啊 汗毛直立 他耸动着喉咙 拼命解释 会长大人 他曾邀请过我加入月神商会 但是我拒绝了呀 我绝对没有背叛会长的心思 会长明见啊 冷汗是刷刷的流 朱大军见孟清不说话 赶紧道 这个娘们死有余辜 整个工会 谁不知道我小军最忠诚啊 拉拢我 做梦 会长放心 人是我杀的 绝对不会给工会添麻烦 多谢会长帮小军解决了这个臭娘们 孟清惊奇地看了一眼朱大军 这老小子在工会聊天频道话就很命 没想到现实中比聊天频道话还多 孟清哭笑不得道 你可能不是最忠诚的 但你是最聪明的 背叛工会的后果 你比我清楚 朱大军听了这话 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仍旧低着头不敢看孟清 他生怕孟清没戴面具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会长您叫小的来 有什么指示 孟清轻声道 你负责把这个女人带到拉斯普京酒吧 别被人看到 李扬倒是有本事把杨妮带走 只是孟清怕出现什么意外 这里是朱大军的地盘 还是朱大军来做比较好 朱大军沉声道 会长放心 我一定把事罢好 不会打扰您的雅心 过了好一会儿 朱大军才抬起头 会议室已经空无一人 只剩下杨妮躺在地上 朱大军哆哆嗦嗦地摸出了手机 疯了 拉斯普京酒吧 我吃大厅劲爆 后面的包间却很安静 包间里式的设置 可因很好 在暧昧的红色沙发上 面无血色的杨妮死尸一般躺在那 四仰八叉的 不知过了多久 他发出一声音音 他缓缓睁开眼睛 无光的美膜缓缓聚集焦点 杨妮捂着痛感剧烈的脑袋 费劲得支起身子 他检查了下自己的身体 一切完好 我还没死 杨妮皱着眉头 拼命回忆晕倒后发生的事情 他记得 他拼命对梦星求饶 祈求能放过自己 他也说过 自己身上有着拜月门的灵数 只要自己死了 杨妮就会知晓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醒啊 不愧是六段灵性 一道男生传来 杨妮猛定扭头看向坐在角落的那个男人 他戴着诡异的笑脸面具 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西装 杨妮下意识远离他 可狭小的包剑里 他能躲到哪里呢 他捂着胸口 低声道 是你 李扬自顾自己说道 你身上的那个什么灵数 只是灵魂力量的粗浅用法吧 我也没想到 你口中的拜月门 竟然有觉醒灵魂天赋的人 不过 在我看来就是小孩子国家家 黄泉果实有三个强大能力 第一个是死后黄魂 第二个是黄泉寒气 第三个最为冷门 也最为强大 黄泉果实是一切灵魂天赋的克星 杨妮身上连接杨前戒指的灵术 只不过是灵魂天赋的一种异能吧 杨妮心中惊骇 难道这个男人 破除了那个困扰外怨旁之数年的禁止 杨家嫡系控制旁系的手段 就是那个禁止 那可是拜月门大长老的手段 面前这个年轻人 竟然有能力破除 杨妮紧张地问道 你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李扬悠悠道 世界阴影处的组织 猎人公会 声音平淡 但充斥着狂热 李扬不等 杨妮继续问 他自顾自地为杨妮介绍其猎人公会 低级猎人 中级猎人 高级猎人 恶魔级猎人 等等 杨妮忍不住问道 那你是什么级别 李扬看向杨妮 脸上戴着面具 让他看不出表情 他极为认真的 会长胎举 刚晋升中级猎人 李扬是爱贱 在这个世界已经算是顶级任务了 只是在孟星眼里 李扬还只能是中级猎人 不具备高级猎人的资格 等街在孟星这里并不值钱 就比如聂三 一个街竟然被为难碾压 只要猎人够资格 孟星会赐予高等街的恶魔果实 比如风狼 他是西街 却曾击杀过碧街觉行者 如果他是碧街呢 会不会有能力挑战爱街 猎人们的灵性和猎杀经验很重要 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和任务的协力 这也是为什么孟星这么久了 还只是在南海发展的原因 靠住墙 广街梁 缓撑王 他在积蓄立养 后继薄发 在未来不久 孟星将会把手同时伸进刺海城 还有周边魔物巢穴 这些都是为猎人刷经验 当猎人们有资格争取 乐魔及猎人时 猎人公会恐怕也瞒不住识人了 猎人公会将会走出阴影 向全世界宣告猎人的存在 那时候 估计国家都会请求 或者变着法子让猎人公会发布任务 杨宁没想到南海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超凡势力存在 一个能破除大长老精致的人 竟然只是一个终极猎人 果然 超凡势力不是自己这些凡俗家族能够触碰的 根本不在一个围堵 就比如面前这位年轻人 放在世俗中那就是一个城市的守护神 而在猎人公会中 似乎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或许 拜月门和猎人公会也不是一个层次的 猎人公会对拜月门 恐怕也是降维打击 杨宁心中震撼 她已经把猎人公会和全世界最强大的神教 放在一起做比较 杨宁突然想起了孟星 她问道 那 孟星又是什么级别猎人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个询问 但是引来了李扬的不满 包间的温度骤然下降 来自黄泉的寒气将杨宁包裹 这是死亡的力量 恐惧 此次抓住了杨宁的心脏 她惊骇地看着李扬 不知道自己怎么触摸了她 杨宁连忙解释 我没别的意思 我 话还没说完 李扬突然出现在杨宁面前 大手扼住杨宁的喉咙 让她喘不过气 惨白的面具和杨宁的翘脸 只在咫尺之间 李扬那久悠地狱的声音 冰冷地刺紧杨宁耳朵里 你怎敢知乎神的真名 再有 下次 我宁愿被会长责罚 我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杨宁浑身颤抖 脸色苍满 眼泪不住地流出 她作为杨家外约 见惯了血腥和肮脏 绝对不是一个小女生 但是 在李扬恶鬼一般的牙迫下 杨宁惊慌失措地向小白兔 我 我知道啊 杨宁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杀气这才从李扬身上收回去 杨宁惊地呼吸着空气 他颤颤巍巍问道 那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么多 李扬开口道 因为你以后要帮工会做事 杨宁惊乐抬起眼 看着刚才还要杀死自己的男人 我 我也可以加入猎人工会 李扬点点头 会长大人突然对北海有了兴趣 你懂得多 用着顺手 在这一瞬间 杨宁心中思绪万千 震撼 惊喜 觉得天大的机缘掉在了自己头顶上 他连忙推销自己 我可以的 我知道北海很多事情 黑带两道我都有朋友 你们肯用我 在北海 很多事情都很容易解决 我知道那些问题对你们来说就是小问题 可那也需要我这种人跑前跑后 不是吗 我会帮你们节省很多时间的 她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 猎人工会已经帮她摆脱了杨家静致的束缚 她怎么会不想大展拳脚 加入超凡势力 就不再是蝼蚁了 李扬笑了 笑得很阴森 哈哈哈哈 就因为有你在 会节省很多时间 所以会长才让我来调教你啊 杨宁愣了一下 她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 调教 你 你什么意思 我 我很听话的 李扬捏起杨宁的下巴 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小药丸 递到杨宁嘴边 是了 杨宁本能地感觉这药丸不是好东西 她牵强地露出魅笑 不不必了吧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让我现在伺候你都行 李扬眼中闪过厌恶之色 粗暴地把药丸塞进杨宁的嘴 你连会长都敢调查 怎么会听话了 碧水云天松鼓会馆 这是南海最大最好的洗浴休闲中心 也是南海唯一一家上了五星级的会馆 在顶楼的豪华桃间里 天穗道人舒坦地趴在大床房上 一名一桌清凉的美女骑在天穗道人的背上 为她松鼓按摩 天穗道人 时不时发疏疏爽的 愣愣声 聂三推了个小沙发 就坐在天穗道人床头 一句话不说 不敢打扰世尊享受 天穗道人迷瞪着眼睛道 好徒儿 你可知道杨宁死了 聂三愣了一下 杨宁 您是说杨家那位小姐 死了 天穗道人摆摆手 是一按摩女子离开 那名美女下了床 走进阳台上的独立勇士 等待着天穗道人召唤 天穗道人踢着被子坐起来 正色道 是的 她死了 杨家人怀疑是魏娜所杀 聂三皱起眉头 最近徒儿一直跟魏娜在一起 不可能是她做的 随后聂三蒙给看向天穗道人 师尊 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徒儿虽然好色 但还没丧心病狂道具欺辱杨家小姐 天穗道人吃笑一声 满脸不屑 杨家那群酒囊饭蛋 自然是怀疑错 威士昨日掐算过 杀死杨家小姐的是杨家仇人 跟你们无关 杨家那些蠢货 认为男孩想杀杨妮的 只有魏娜吧 杨家背后的是超凡势力 这件事四海之城的高层 知情者不少 按照治安条例 超凡组织是违规的 只不过杨家背后的拜月门很收敛 从不高调行事 所以四海之城 治安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哪个身居高位者愿意活出去性命 得罪一个超凡组织 原先杨家以为魏娜失踪了 死了 所以杨家才敢把手伸进了南海 这是拜月门唯一一次比较高调的行为了 魏娜突然回到治安局 确实有动机也有能力杀掉杨妮 当然 这是在魏娜偷铁的前提下 聂三心底发慌 这怎么办 世尊 杨家会不会报复啊 我之前可听魏明说 杨家背后的是超凡失利眼 魏娜是聂三的如底 更是聂三保命的底牌 她怎么忍心舍弃这么好用的女人 对杨家这个庞然大物 她是真的怕 天岁道人瞬间怒了 拿着床边的浮沉去打聂三的头 你这点出息 哪有半分我天岁弟子的模样 报复又如何 杀 你见过哪个修仙者 手上不沾满鲜血 聂三傻眼了 杀 把寻仇的杀了 那我岂不是捅了杨家的马蜂窝 天岁道人冷哼一声 那岂不是正好 来一个 杀一个 来一对 杀一双 修仙之路 本就是杀伐之路 聂三被天岁道人震住了 他总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以前不是说修仙者 要一口平和之气吗 如果徒儿乱造杀念 岂不是堕入魔道 聂三想起了什么 连忙摆手说道 使尊 徒儿不是说堕入魔道不好 您不是入魔了 徒儿是想 如果能成仙 还是成仙的好 聂三的声音越来越小 天岁道人眯起了眼睛 这个徒弟不好忽悠了 不过没关系 修仙 这事 最终解释权在自己 天岁道人故作失望状 摇头道 哎 愚钝了 他们都要杀你的如底了 就已经中下阴 取死则是他们的果 你不但要杀这些寻仇者 你还要杀掉一切令你心生业火之人 只有这样 你才能有一口坦荡好奇 才能保持一颗平和之心 聂三恍然大悟 他 误了 原来 这才叫平和之心 可不是吗 杀了所有让自己不爽的人 自己不就平和了吗 要是这么说 让聂三不爽的人可太多了 杨家杀我的卢顶 已有去死之道 刘贤这四层和自己卢顶不清不楚 已有去死之道 孟兴的模样在聂三脑海里浮现 那天就是因为这小子 自己才被为民当众羞武 敢杀 聂三一脸懊恼 垂胸顿足道 哎 弟子愚钝 多谢师尊赐脚 弟子 俭歇误入企图啊 天岁道人心为地府莫白絮 好好 那你就去杀 一切敌人都是你成仙路的垫脚石 强大的对手 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强大的对手 聂三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低声道 可是 如果有弟子对付不了的对手怎么办 杨家和他们背后的人 想一想就头皮犯马 天岁道人 听完这话都无语了 你一个接 手里还有一个爱接傀儡 为呢 怎么还畏畏缩缩的 天岁道人安慰道 无妨 卫师掐指算过 你有惊天红韵 可逢凶化吉 再说啊 万一有强敌对付不了 卫师出手 聂三正着 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面前光着身子的老道士 天岁道人心底发慌 这我没问道 怎么了 难道卫师你也信不过 聂三眼眶红了 他一下子跪下去 师尊 弟子空活三十六载 还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为弟子出头 在抬起头时 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已经泪流满年 聂三哽咽道 师尊 弟子一定好好孝敬你 以后 弟子带你走遍全国的洗浴中心 多 全世界 让您尝尝樱花妹和大洋马的滋味 说到最后已经气不成声 天岁道人张了张嘴 什么都没说出来 颇为烦躁地摆了摆手 聂三连连点头 弟子先退下 不打扰师尊您休息了 说吧 聂三亲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天岁道人望着聂三离去的背影发呆 半晌 他拿起手机拨通一个电话 婴爷 我那突然去找杨家麻烦啊 估计刘贤也被死 老道 这事儿扮得漂亮 能换一颗恶魔果实不 他看了看在阳台溪水的妙龄影子 自朝地笑了笑 老道 我还是只适合去港湾乡找老妹 这里不适合我 夜晚 杨家百米外的马路上 气黑寂静 偶尔只有一两辆赶夜路的大火车路过 两道人影一前一后的出现 聂三望着前方亮着灯火的别墅 眼神里是说不出的含义 他伸出手指 一道绿油油的光点出现 身后一脸唯靡之色的魏娜贪婪地望着那点绿芒 聂三冷哼一声 把手指塞进魏娜的嘴 魏娜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满面潮红 这时 一辆大火车及时而过 险些撞到聂三 聂三眯着眼睛看大火车的尾灯 你也有去死之道 蓝营缠绕 那大火车底部突然窜出来几道粗壮的蓝营草 哼 大火车被蓝营草撕裂 一声爆破身后 就是撤回人王 杨家别墅保安亭 保安很快发现不远处路灯下走来的两道人影 保安立刻走出去 立声道 什么人 这是四人庄园 快走 话刚说完 保安浑身被寒气覆盖 下一秒碎裂成一块块冰疙瘩 魏娜浑身笼罩着寒冰之力 锁过之树冰霜暗解 聂三就跟在魏娜身后 很快来到别墅庄园中央的盘泉处 即道有着雄浑的气息身影从别墅内暴视而出 这六人穿着灰色袍子 胸口绣着红月标志 他们是拜月门五位长老 自从前几日得知杨妮死在魏娜手中 拜月门就派出五位长老前来南海 杨妮之死 事关拜月门脸面 他们一定要魏娜给个说法才行 马长老对着魏娜抱拳 冷声道 魏娜局长来到杨家大开杀戒 是否有些不同 魏娜面若寒霜 你们就是杨家背后的超凡组织 我依照治安条例办事 有什么不同 魏娜即便被聂三控制这么久 那股子冷烟叨的气质还在 还真正住了马长老 马长老身后 一位光头老者怒合 老夫横行下国这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拜月门做对的 其余几位长也纷纷出声 杨家是我等代言人 你竟敢击杀杨家人 这事面是我的 黄毛丫头 出道这么多年 也只有战骷髅王这么一件拿得出手的战绩吧 你可知 骷髅王在我等手中 翻手可灭 几位长老身上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其中 竟有四名帝阶 两名爱阶 这便是超凡势力的恐怖之处 国家为何对超凡势力又爱又狠 可他们偏偏不愿意插手国际纷争和魔物之乱 他们只想着为自己私欲而行动 国家兴亡 对他们而言无所谓 他们认为在这个时代只有力量才是真的 为那面对这五个恐怖的老人 浑然不拒 红唇勾勒出讥讽的弧度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超凡势力 让我看看你们这些老东西是不是只有嘴硬 为那身上卷起冷冽的寒风 一头黑发随风舞动 他调动起全身灵性 冰寒直里沟通天 雪花在别墅上空跳落 为那踩着高跟屁靴 一步一步避进五位长老 每走一步 地面便会凝结出寒冰 又为长老被为那挑衅 已是怒不可遏 光头长老怒喝 你找死 光头长老浑身燃烧起火焰 他率先出手 火焰在他周围卷席 形成一条双头巨蟒 张牙舞爪朝着为那扑上而去 为那伸出鲜鱼手 清点面前的一朵雪花 那朵雪花瞬间扩大无数倍 低挡住双头火蟒 那双头火蟒瞬间熄灭 光头长老猛了 虽然他只是毕竭 但全力一击也不该这样被挡下 就在他愣神之际 他脚下地面生出黑色铜蜿 蓝营缠绕 躲在暗处的聂三怒喝一声 蓝营草将光头长老缠绕住 还有帮手 马长老 刘长老 你们去对付他 一名白发长老犀利的目光直射聂三 糟啊 聂三脑门全是冷汗 他还是低估了超凡势力的可怕 两名爱揭 四名碧揭 这还怎么打 聂三眼看着两名碧揭已经杀过来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迎战 还好 蓝营草天赋很强大 就算他本身是个弱级 也能跟着两名碧揭打得占据上风 别墅庄园 已经成了战场 杨家别墅里 看热闹的杨钱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 这就是高等街觉醒者的战斗吗 寒风呼啸 雪花漫天 火光四射 营火夭夭 大地崩碎 空间震荡 别墅庄园已经被摧毁大半 已经打了半小时了 他们都是什么灵性啊 杨钱今年三十岁 西街天赋 六段灵性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强了 可是下面战斗的那些人 这真的是人类拥有的力量啊 或者说他们还能算是人类吗 就在这时 杨钱眼睛猛的瞪远 那名白发老者像断线风筝一般被为那揣飞 身影在视角里越来越大 直到撞碎玻璃掉进屋内 正常啊 杨钱慌万地扶起白发老者 满眼惊骇 他死死抓着杨钱的手 快速道 杨家小子 被撤 跑 杨钱亥然道 正长老 你们爸啊 白发老者惊恐地看着窗外 为那骑马是八段灵性 他是个战斗天才 对自身天赋的运用 已经到了爱戒巅峰 爱戒之中 他居无对手 原本我们六个权力为杀 魔光他的灵性 可以将其拿下 可是 他还有一个帮手 牵制住了两位必接长老 其实戒业要看什么样子 灵性的才行 像聂三这种四段灵性的 本发挥不出借兰银草小般力量 当然 像聂三这种弱季节 也是绝无仅有的 白发老者 坚难地站起身 抓着杨钱的肩膀认真道 这回是拜月门大赢 您带拍三长老来的 我们快走 我们如果要走 他拦不住我们 杨钱听完这话 死死咬着牙根 杨妮算是白死了 大月门不会为了杨妮 再去惹这么个女魔头 谁能想到 而南海的局长这么猛 为那简直刷新了 他对爱戒的认知 白发老者见杨钱还在犹豫 催促道 放心 我们有办法让治安局来处置他 这为那用不了几天就会被通缉 快走 再摸击我们都得死 为那脚下踩着一片巨大雪花 飘在半空中 他抱着胳膊 神色巨傲 仿佛高傲的冰雪女王 而那些拜月门长老则气喘吁吁 显然灵性已经不足 为那冷声道 知道骷髅王为什么能在我手上 能活下来吗 我不过是想留一个 时常觊觎南海的魔物吧 只可惜 他来了南海一次 女人长老狠狠地看了为那眼 运用最后的灵性 扭头就跑 跟聂三缠斗的两位长老也离去 为那也不追 他的灵性也不多 在他的灵性覆盖中 他感知到一辆改装过的商务车 在等着几名长老 追也是追不上的 为那从空中落下 脸色瞬间惨白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刚才的战斗他也受到重创 聂三从一旁走来 兴奋地看着为那 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还要猛 征服这么个冷夜猛女 想一想就要爽到脚趾头 今晚 得换个有趣的姿势 灯火混沌 四周孤寂 野风与野草相互警惕 月亮野草草收场 一辆改装过的商务车 即使在公路上 突然 自己猛地踩刹车 在黑暗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车门打开 杨前走下车怒吓 什么人 不小活了吗 在他面前的 是清明戴着面具的怪人 为首的那位戴着惨白的笑脸面具 穿着白色西装 清明戴巨人好像没听见杨前说话似的 只是安静地站在公路上 一动不动 愿有晚风吹动一脚 杨前暗暗想 难道是劫道的 这些小小可是惹错人了 他指着几名戴巨人怒骂道 不长眼的东西 小爷 没时间陪你们玩 快滚 而那清明戴巨人 跟木偶似的站在那 车里 马长老等的不耐反了 对刺激道 小孙 去把这几个麻匪解决了 快些赶路 能给大院门长老和杨前开车的 能是一般人吗 这位司机也是一位细节好手 司机恭敬应道 是 司机走下车 手指缠绕碧蓝色光芒 直直地朝清明面具人杀去 兄弟 你们真耽误事啊 就在司机要触碰到 鬼异笑脸面具人时 鬼异笑脸面具人动了 就在刹那间 司机脖子上插进去了一柄匕手 笑脸面具人 只是手动了 身子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 任由温热的血喷在白西装上 惨白的面具多了些血腥色 司机摇晃了一下 只挺挺地倒在地上 杨前顿是亡魂大猛 这位司机可是西界高手 一个照面就被秒杀啊 刚才那穿的白西装的笑脸面具人 并不是次出去一刀那么简单 那一刀覆盖着某种异梦 车内 几位长老猛的邓大老爷 刚才那一瞬间的灵性波动 告诉他们 这个白西装面具人是一位爱戒 光头长老低声骂道 这南海是怎么回事 哪来这么多怪物 只希望这面具人没为那那么变态才好 准备动手 马长老叹息道 这七人好怪 南海的水实在太深了 总不会 这里潜藏着的超凡组织 马长老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他的思绪来到跟杨前询问杨家别墅惨案的那天 杨前说 南海武官大队长推测 凶手是数位必接 原先他还不信 可眼前这一幕是什么 那七名面具人会不会就是杨家惨案的真凶 我们可能真的被某个势力盯上了 马长老张嘴想跟其余几位长老说这件事 然而其余五位长老已经下了车 他们灵性消耗太多 并且身上有伤 只想快点解决这些面具人 早些回到北海调养 马长老叹了一口气 拉开车门 跟上几位长老 白发长老很有强者风度 冲着面具人们抱群问道 在下拜月门 何天水 不知诸位有何赐教 白发长老说话很客气 自己这边六个人状态都不好 如果能谈一谈 和平解决最好 谁知 那笑脸面具人 脑回路和他不一样 笑脸面具人同样冲白发老人抱群 您侧侧道 猎人公会 饿死鬼 他手中笔手耍了一个刀话 冲着白发长老就杀了上去 白发长老怒哼一声 看你年轻 老夫不愿轻易恶杀 既是你找死 就怪不得老夫了 半小时后 公路已经没了 土地粘稠得像沼泽 杨潜半个身子都陷了进去 他面如猪肝色 此命地抓着脖子 挠出道道血液 像是要渴死的鱼 杨潜无法呼吸了 他的喉咙里掐满了沙子 他满眼惊恐 眼睛盯着前方看 那名笑脸面具人正踩着马长老的脑袋 在马长老身边的 是其余几个长老 那些被杨家公为上兵的老人们 此刻都失去了生计 软塌塌的躺在沼泽上 杨潜绝望 他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他 那双溢出恐惧的双眼渐渐被沼泽所埋没 马长老拼着最后一口气问道 你们究竟是谁 李扬手中的匕首停顿了一下 他王位道 马行军 你不是一直在找杨家凶案的凶手吗 恭喜你 你抓到我们了 马长老对于这个答案已经不奇怪了 只是后悔没信男孩五官大队长的话 如果这件事早点禀告宗能 今晚的事大大不会发生 但是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李扬的匕首毫不留情地插进马长老的脖梗中 星红的血液很快被沼泽吞噬 李扬眼神中赏过不屑 就凭这些臭鱼烂下 也敢指染神的地盘 几名勾魂猎人一言不发 默默地收拾战场 六位长老的尸体被搬到一辆货车上 少女手指变换 沼泽开始吞噬地面上的罪着 连同杨家的商务车也被埋藏在地 公路恢复平静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一日中午 刘贤穿着正式的西装 头发竖立得很得体 干净利索 她捧着一束花 迈着轻盈的步调走向索菲亚西餐厅 刘贤今天很开心 因为魏娜终于约塔了 娜娜因为魏明去世的事不开心好久了 女人在这种时候最脆弱了 或许 我今天可以表白 趁机成为娜娜的一口 刘贤站在索菲亚西餐厅门口 她抹了摸怀里的戒指 和 手心紧张地冒汗 刘贤深呼吸一口 去退西餐厅的门 刘贤皱了皱眉 怎么门是锁着的 门内传来开锁的声音 一位富泰的中年人探出头 请问您是刘贤先生吗 刘贤愣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富泰中年人松了一口气 大开了门 请进 刘贤有点猛 但还是走进了西餐厅 西餐厅空荡荡的 桌椅摆放整齐 就是一个人也没有 连服务员都没有 刘贤疑惑地问道 您好 这是 富泰中年人连忙解释道 先生 今天有人包场啊 请您去二楼二百零一包件 刘贤喜上眉烧 娜娜为自己包场啊 难道她要先向自己表白 好 好 刘贤连说了两声好 急促地朝楼上走去 可惜她太粗心了 根本没发现楼梯口的血子 也没看到餐厅角落里几具尸体 富泰中年人看到刘贤上楼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因为 刘贤来了 她的任务就完成了 她疯了湿地跑出西餐厅 朝着治安局的方向跑去 刘贤当走到二楼 就听到悠扬婉转的小提琴曲 曲目名字叫爱之悲伤 刘贤嘴角露出笑意 娜娜 竟然还懂这种妄娜 果然 大悲之后的女人会变得 刘贤站在二百零一的门口 整理了下领带 拨正一朵歪掉的玫瑰 正准备敲门 但是 门内传来的声音让她皱起了眉头 给我 求你给我 不要折磨我 求你啊 聂三 刘贤心里边 好像什么东西碎了 她猛地推开抱间的门 里面的一幕让她惊骇地瞪大了眼睛 为难还是那么美 她穿着治安官制服 小腿上套着皮质长靴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红唇很艳丽 只是 那个平常骄傲的女神正跪在地上 像狗一样吧 给我 聂三 求你给我 聂三盘腿坐在桌子上 指线凝聚着绿色光点 像斗猫棒式地挑逗着魏娜 娜娜 刘贤呢喃着 手中的玫瑰花掉在地上 娇艳的花瓣散落一地 聂三回过头 露出讥讽的笑容 刘独查 您来啊 魏娜趁聂三分神 抓住聂三的手 把那绿色光点往嘴里送 她这才恢复了几分神采 这才发现了站在门口的刘贤 魏娜脸上露出慌乱之色 贤哥 聂三愤怒地甩了魏娜一巴掌 狗东西 谁啊你吃的 刘贤露出愤怒之色 指着聂三弄骂 你做什么 刘贤三两步跑到魏娜身边 紧紧把魏娜搂在怀里 娜娜 你怎么了 刘贤觉得怀里一阵刺痛 她不可置信地低下头 她的肚子上 插着一把冰热 刘贤茫然地看着魏娜 娜娜 聂三跳下餐桌 抓住刘贤的头发 聂三满眼都是怨毒 刘独察 您不是要抓我吗 我就在这 你抓我啊 刘贤痛苦地捂着肚子 哪里有力气跟聂三说话 聂三对刘贤的表现很不满意 他走到魏娜面前 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然后 聂三用脚踩着魏娜的脑袋 对着刘贤讥讽道 你不是牛逼吗 你在牛逼啊 你不是独察吗 你们不是看不去我这种小人物吗 刘贤脸上冷汗直冒 他虚弱道 你 你别动他 聂三 这才有点快感 他手中再次亮起一颗绿色光点 对着魏娜恍惚 小狗是踹嘴 踹踹踹 母狗 你叫我什么 魏娜双眼再次变得炙热 什么都顾不得了 主人 别我主人 刘贤费劲地想爬起来 你 你对娜娜做了什么 聂三笑得很变态 我对他做的事可太多了 你问哪一件 这种掌握他人命运的感觉 真的是太爽啊 刘贤心中有无尽动火 但根本发泄不出来 他只能指着聂三骂道 我就不敢浪费时间去收拾铁灵 我应该先把你这个畜生给抓啊 聂三捧着肚子 忍不住笑道 说到铁灵我就想笑 全世界都知道铁灵是南海最优秀的治安官 只有你这个从上面下来的蠢货 非要给铁灵按一个罪状 你甚至还觉得自己是正义的那个 我钦佩坏人 也钦佩好人 但就看不起你这种自以为是蠢货 聂三蹲下身子拍了拍刘贤的脸蛋 你教教我 你这种东西是怎么投了个好台的 一出生就是大任务 聂三的语气充满了嫉妒 自己当狗二十年 不如人 生了个好人家 刘贤被聂三说得脸色发情 但又无力反驳 他的肚子正在流血 他觉得自己要死了 为了活下去 他开口威胁聂三 你不能杀我 刘家不会放过你 聂三嘴角勾勒出一丝冷笑 刘家 只不过我成仙路上的垫脚石吧 等我成仙那一人 我会把你们刘家刻在天界石碑上 刘贤瞪大眼睛地看着聂三 虚弱地喘息着 哈 哈 成仙 如果你放啊 我们 我既往不救 我家里人也不会跟疯子计较 或者你放了我 我让我家人帮你成仙 聂三表情扭曲了 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 他尖叫道 你们凡人躲什么 聂三手中生畜疼了 他想现在就杀了刘贤 但是 觉得这样不解气 聂三阴毒地笑了笑 他对着魏娜说道 婊子 把衣服脱了 魏娜没有任何反抗 刘贤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眼睁睁地看着聂三朝着魏娜走去 夜晚 聂三带着魏娜走出了戏餐厅 刘贤自然是死了 临死前还挺憋屈 至于怎么憋屈 或许可以找作者要方了 毕竟作者很变态 聂三打了一辆车 朝着老城区方向去了 他目光坚定 他要杀的一切影响他道心的人 那天在东岛小学 让他当众出丑的人 他永远也不会忘 本来他就是个小心眼的人 至于他怎么知道孟星的住处 全靠无所不能的世尊 世尊一挂通天 直接算了出来 聂三下了车 带着魏娜朝世尊所说的地方走去 魏娜停住了脚步 他皱眉道 不对劲 聂三疑惑地看向魏娜 魏娜的眼睛朝着四处打亮 这里太安静了 聂三一巴掌扇在魏娜脸上 去你妈的 一惊一乍什么惊儿 前面就是老城区 老城区能不安静吗 魏娜捂着翘脸 再也没说一句话 就是站在原地不愿意多走一步 聂三怒了 手指伸出 一颗绿盈盈的光点浮现 而就在这时 天空掠过一道黑影 瞬间引起聂三的警觉 那道黑影落在一颗枯树之头上 好像一只大号乌鸦 聂三揉了揉眼睛 看清了那道黑影的样子 那人全身被黑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脸上戴着一张鬼怪面具 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后脑勺 猎人 猎人公会的猎人 这是连世尊都不敢惹的组织 聂三听到身后有动静 他猛逼转身 正看见身后也有两名戴着面具的猎人 完了 猎人找上来了 聂三觉得自己是天碎道人的弟子 猎人公会很可能也把他列入猎杀名当中了 他很听世尊的话 遇到猎人就要跑 跑 聂三抓着魏娜的手 朝着前面的黑漆漆的路口 无脑地逃窜 跑了不知道多久 聂三才敢回头看一眼 还好 没追上来 聂三擦了擦了头的冷汗 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上 魏娜知听听地站着 身上灵性开始聚集 来了 什么来了 聂三刚问完这一句 黑暗中出现了三道身影 这三个人都戴着面具 魏娜看清为首那人样貌后 瞳孔骤然收缩 因为那个人戴着一副哭泣鬼王面具 这个人他曾在拉斯普京酒吧见过 还讨论过关于麦子酒的话题 聂三顿住脚步 心脏狂跳 他不断转头扫射周围的敌人 黑暗中 猎人们徐徐围了上来 在寂静的老城区 有一种所名利鬼的济世感 这回猎人公会共派出十二名猎人前来 这十二名猎人各个是猎人公会的好手 他们是猎人公会的新人 第一次参加团队任务 任务奖励颇为丰厚 蓝营草的回收至关重要 更何况聂三在若姬也是个劫 聂三见自己被包围 慌了神 这这魏娜 你能不能看出来他们是什么等劫 魏娜直直看得梦琴 清冷道 除了那个人我看不透 其余人不过细节吧 聂三死死盯着梦琴 他不是低级猎人 猎人公会排出高等级猎人猎杀我 还真是看得起我 魏娜 你打得过他吗 魏娜冷念的敲脸露出自信的笑容 这个世界上能击败我的人确实不少 但每一个都是有名号的 戴鬼王面具的人 我还没听说过 聂三明白啊 就算魏娜不敌 也能带自己走 当人没了后顾之忧 总会想一些别的事 师尊天碎道人的话再次在脑海里响起 这世间一切敌人 都是你的垫脚石 聂三不打算逃啊 就算是师尊都恐惧的猎人公会又如何 我聂三 浑然不惧 一切都是自己成仙路上的垫脚石 蓝营草的藤蔓从地面泼出 不安分地摆动 聂三直起腰板 朗声道 你们就是猎人 就是你们这些人要迫害我们仕途 你们已有取死之道 今月 我便为我的师尊 天碎道人 向你们取几分公道 话必 聂三率先出手 击到蓝营草藤蔓冲杀向身后的猎人 蓝营缠绕 为何先攻击后面的敌人 因为前面那个戴鬼王面具的 他可能打不过 十二名刺激而动的猎人有了动作 开影掠动 纷纷朝着聂三围攻过去 聂三当时就猛了 十二个人全是冲我来 你们都不去跟卫娜打架吗 无妨 我有惊天气欲 可逢凶化吉 聂三怒吓一声 蓝营草舞动 借天赋的强大 一时间让十二名猎人无从下手 混战之外 卫娜久久未懂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梦醒 冷艳的狐狸眼 逐渐爬上茫然 见到梦醒后 好像很多事都想通了 东区治安所被炸 黑龙帮的覆面 等等一些系列的事 他好像都明大了 卫娜总觉得男孩 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不断小蒙风云 他原本以为是错觉 卫娜的眉头皱了又皱 最后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 所以 铁灵背后那个人 是你对吗 梦醒没有点头 也没有否认 但卫娜也知道了答案 天空跳起雪花 温度降了几度 卫娜的瞳孔竟成了湛蓝色 发出悠悠的光芒 终于见面啊 让我看看你的身手 是不是和你的轨迹一样好 话说到最后时 你近乎咆哮 既然想明大了 他也算是知道 为什么铁灵能斗得过自己了 他跟梦醒的矛盾 便是因铁灵而起 而这场矛盾 自己的弟弟成了牺牲体 卑佑的命运 也因此正式降临 卫娜双手舞动 蓝色光芒不断闪耀 一片片雪花宛如飞人 周遭的树木 破烂的防射 在这一招下纷纷被摧毁 卫娜一出手便是杀招 梦醒动也没动一下 在雪花飞射来时 身上猛地燃起青色烈焰 青色烈焰化作一只巨手 将梦醒握住 不管雪花多么锋利 不管雪花的攻势多么 遇到青莲地星火 也是直接笑容 卫娜满眼不可置心之色 你 借火系绝行之 火系虽然克制冰系 那也得看什么级别的火焰 能够克制自己 冰霜的 也持有劫了 威娜长发舞动 双手结印 天空中的寒气牵引着雪花 形成一只方圆百米的虎头 好 青莲地星火所组成的火焰巨手 缓缓升空 在灵石巨身术的牵引下 青莲地星火可带着梦醒玉空飞行 别跑 威娜叫喝一声 脚下踩着一片巨大雪花 操纵着冰霜虎头朝着梦醒追去 这是一副奇幻的景象 在不知情的旁人看来 天空中有两个发光体 细看可发现 是一只火焰巨拳在头 后面有一个老虎脑袋在追 俩人灵性都很惊人 以异能为城在武 以灵性为媒介 一路飞出城市 来到野郊 火焰巨手落下 消散 梦醒道路在寒风中 站在地上一动不动 事事灵性耗尽 威娜冷声道 和我比灵性 你还差了点 冰虎咆哮 从天而降 大地震动 哼 梦醒事事没有反抗一般 被寒冰虎头的血盆大口寒住 死死镇压在地上 地面瞬间凝结一大片寒冰 威娜落在地面上 忽一地看着没一点动静的虎头 梁九发出一声失笑 他讥讽道 最近怎么有这么多废物劫 我原本还有些事想问问你 威娜转身 打算回去帮助聂三 突然 他顿住了 威娜感觉到背后有一股 极其汹涌的火焰力量 他猛低转身 满脸愕然 那寒冰虎头的气壳中透露着火光 血水从气壳流出 跟流血似的 威娜眯了眯眼睛 朝着虎头方向助跑 在虎头崩碎之时 修长的大腿猛地抽向 重见天地的梦星 梦星伸手格挡 梦星不仅仅是 全省灵性第一的天才 体数方面也是无可挑剔 威娜这一击被稳稳挡住 紧接着 一双轻火巨手抓住威娜 将其举至天空 木地砸向地面 大地军裂 威娜直接被按在了沟壑之中 嗨嗨 威娜撑着高挑的身子 摇摇晃晃地从沟壑里爬了起来 她的衣服已经沾上灰尘 显得有些脏 威娜占蓝色的瞳孔 像是一朵悠悠绽放的蓝弹 这么久啊 我都没有发现南海 有你这种强者 你很厉害 其实你在初次见面 时能告诉我就好了 我一个女人家 只想顾全己身 不会冒险与你为敌 这局长在哪里当 不是当 刘贤会为我摆平障碍 惨白的月光照耀 在她阳之般细腻的肌肤上 显得那么苍白 她微微仰起头 带着点失忆 如果这样的话 我不会针对铁灵 我家的傻小子也不会死啊 威娜再次指示孟星 滑落两滴晶莹的泪 你毁了我 对威娜而言最痛苦的 不是自己被人当奴狗式的欺辱 她最绝望的是 那个欺辱自己的人 是杀掉自己弟弟的凶手 而自己 反抗不了涅散 其实也正是遇到孟星那天起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孟星不发一言 举起左手 青莲地心火也缓缓形成一只巨手 高高举起 孟星做出派的动作 青火巨手猛然砸下 高温让空气变得扭曲 威娜双手结音 一片雪花出现 雪花瞬间巨大化 青火巨手与巨型雪花相撞 寒冷与炙热交替 空气荡漾阵阵连依 孟星左手依旧保持派的动作 右手握拳 轰出 又一只青火巨手出现 向后拉断满缓 接着 那青色火拳像是燃烧着的火车一般朝着威娜撞去 威娜双目瞪圆 她咬破舌尖 吐出一颗金屑到面前的雪花上 雪花绽放出腰一蓝色光芒 紧接着 石杖蓝色光芒将威娜包裹 后 蓝光中 传出一声四龙是虎的咆哮 蓝光逐渐凝聚成一条石杖白芒 巨蟒头顶上有威娜的半截身子 她的下半身埋藏在巨蟒头顶 远看去 威娜就像是一个怪物 一个人手蛇身的怪物 威娜仰天嘶吼 你的麦芽酒 毁了我啊 这一招是她最大的底牌 燃烧寿命 使自己与天赋更加契合 短时间内可爆发出堪比街的异能 孟芯身上的青色火焰再次暴涨 轻火巨人的上半身 形成 梁志轻火巨手撑的地面 轻火巨人下半身正在成形 好像是梁志手的支撑着下半身站起来似的 威娜感受到孟芯此刻的恐怖 但是她充满怨毒的眼神 没有恐惧的一席之地 她只想从孟芯身上咬下一块肉 老成去 地面上躺的三名猎人 你们都滚开 我是修仙者 我有大气欲 我不会死 别过来 都别过来 我不能死 我还要修仙 我还没助击啊 聂三疯了似的怒吼 这是她第二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这十二位猎人 一个个都想置自己于死地 自己的灵性 已经不多 聂三惊恐的舞动 蓝营草 生怕被靠近一步 她犹如被逼近绝境的野兽 九名猎人也只能暂避风吗 哈哈 怕了吧 为央助击法 天遂不老公 你们敢杀我吗 杀我等同挑衅天道 灵性的透支 让聂三大脑震震惧痛 她已经要神志不清了 聂三双目充满血色 此次盯着最靠近自己的猎人 嘶哑道 不要逼我多入魔道 我会把你们全部杀死的 朱网束缚 聂三竟然凭着意志 使出了第三魂迹 那名猎人面露惊恐 她感应到自己中了聂三这招一定会死 这就是猎人工会的低级团队任务吗 会死的 就在那名猎人以为自己必死的时候 她的视角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女人 头戴黑犬面具 有着诱人红唇 穿着皮衣的性感女人 犬女大人 那名猎人惊呼出声 心中生起一份侥幸 犬女在一些新人猎人里 一直被以为是首领纪人物 如果是猎人工会的首领 犬女大人出手 自己一定不会死吧 犬女一个侧踢 婚圆的大掌腿 摔在聂三头上 聂三一个亮墙 回头想找打自己的人 扭过头后 什么都没看见 只是另一侧听到了破空声 聂三扭过身子 黑色的高跟鞋底在眼前放大 啊 聂三被踢中面门 黑色高跟刺下了她的一只眼睛 温热的血攀了出去 她蹲下身子 捂着眼睛痛苦哀嚎 啊 多 你怎么能回我慧眼 我还怎么修炼童树 圈女淡默地看着聂三 抬起脚 落下 聂三挣扎用手抓住圈女的脚 圈女心中惊异 这个人怎么还有这种力气 聂三左眼的窟窿不断流着无血 整个人显得争鸣无比 她撑开圈女的脚 艰难站起身子 子牙咧嘴的 师尊说过 我有大契约 我死不了 师尊说过 我若有事 她会为我出头 师尊说啊 我会成仙 所以 我今天一定死不了 这份倔强给了她不屈的信念 在这份希望的加持下 聂三浑身再次爆发出灵性波动 圈女眯起了眼睛 要生断了 不能让聂三成功进入五段灵性 否则就不好对付了 已经有三名猎人重伤冰刺 绝对不能再有猎人受创 圈女暗暗咬牙 准备动手 背后一位猎人走了出来 聂三手中蓝营草挥舞 飞射向那名猎人 那名猎人缓缓摘下面具 露出一张慈祥的老脸 聂三愣住了 蓝营草也停在了那张老脸面前 她看到了不敢相信的一幕 是师尊 那名老猎人 正是天遂道人 天遂道人微笑着点点头 徒儿 你受伤啊 聂三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他茫然地问道 师尊 这这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去闭关了吗 天遂道人摇了摇头 憨吐 修仙是假的 闭关自然也是假的 聂三嘴角露出笑意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卓烈 你肯定不是师尊 你是擅长伪装的觉醒者 修仙是假的 你可知我曾服用过仙草 聂三都没顾得上 自己那只眼的疼疼 这一瞬间好像不疼了 天遂道人用悲悯的目光 看着聂三 那眼神让聂三打心底里发展 天遂道人重新戴上面具 如果不是事处有因 他真不愿意摘下这玩意 猎人公会不能露脸 是前规则 在别的猎人面前 暴露自己真实向往 其实风险挺大的 天遂道人开口道 那株仙草也是猎人公会的场 主要作用是 想让你有制服薇纳的能力 现在薇纳兄多几手 刘贤也死了 憨吐 你的用处也不大 争了片刻 聂三突然浑身泛起战力 剧痛抽干了聂三的力气 他猛地摔在地上 他努力睁大那只独眼 想看清面前之人的相貌 成仙成仙是假的 聂三颤抖着 颤抖着站起来 又跌坐在地 缓缓向后挪了几步 假的 都是假的 卫阳山是假的 仙草是假的 筑基也是假的 聂三晚落风了一半 无神的独眼四处寻找着什么 却什么都找不到 天遂道人轻叹一口气 行至全女身边 恭敬道 大人 聂三身段失败 接下来宁动手能方便点 全女默然地点点头 然后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下一秒 全女出现在聂三身前 抬起长腿 猛地踩下 聂三面对这一击连反抗都没有 她的心脏被全女踩碎 蓝营草从聂三的尸体中飘了出来 被全女握在手中 全女看了看周围的猎人 开口道 散了吧 一会儿治安官就来了 说吧 全女消失在众目睽睽之下 猎人们冲着全女消失的地方恭敬行礼 然后四散开来 黄杰走到那三名死去的猎人身边 取下那三副面具 扭头看向天碎道人 你还不走 天碎道人惋惜道 徒弟死了 闹心 给他超度一下 黄杰激笑道 他可是你杀的 如果天碎道人没有出面 让聂三道心破损 聂三会成功进入五段灵性 一味有五段灵性的结 其中恐怖 只有接触的人才知道 五段灵性可以使用第五魂纪 蓝银霸王枪啊 这么下去 聂三未必会死 这些猎人倒是可能全被聂三杀的 天碎道人笑了笑 不过些许风双霸 野骄 大地上有树道深深的沟壳 树颗人爆粗的绒树 七歪八扭地倒在路边 一道蓝色巨影从天空坠落 虫种砸在地面深坑里 魏那怪物般的身子 已经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轻火巨人双手抱拳 从夜幕降落 宛如流星 哼 魏那惨叫一声 蛇身彻底崩碎 化作一大片蓝色雪花 那些雪花 没有重力使得 飞上天际 孟心身上的火焰消散 她解除了轻火巨人状态 她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魏那确实强悍 如果自己是爱皆天赋 绝对不是魏那的对手 提升自己战斗力的想法 此刻是从未有过的强烈 孟心走到深坑边 看向里面的魏那 此刻的魏那衣衫凌乱 原本无黑的长发变成白色 双目空洞无神 直勾勾得看着天边月亮 她状态并不好 刚才的那一战 消耗了她三十年的寿命 远处响起锦铃声 一辆治安车远远驶来 车上下来一位断臂的剑术男人 朝着孟心这边走来 这人正是铁灵 铁灵看了看深坑里的魏那 眼神里闪孤复杂之色 她深深地看了一眼孟心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孟心点了点头 魏那杀了杨家小姐 杀了杨家少爷 以及月神商会六位管理层 对了 她还杀了刘贤 你把她带回治安局 刘家为了感谢你 或许会让你当上副局 鬼魅一般 铁灵对孟心的手段见怪不惯 她走下深坑 扛贪软地为那 走向治安车 负责开车 林小泉看到铁灵肩膀上的女人 惊骇地捂住小嘴 魏局长 孟心小月 六名勾魂猎人静静地等在小门外 他们按照孟心的指示 把拜月门那几人的尸体送至小月 可是 门内有人 不允许他们进入小月 还放出来一只大猫 盯着他们 那只大猫 如果不是猫叫 他们都要以为 这是什么虎类母 勾魂猎人们都是刚跟着孟心不久 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猎人公会 即便他们获得了力量也不敢造次 等了很久 一辆黑色商务车打着车灯 从远处徐徐驶来 车上的人下来了 是犬女 犬女摘下面具 露出妩媚的脸庞 是 叶云云 叶云云看了几人一眼说道 回去吧 准备准备 一会儿主人要休息了 在叶云云眼里 孟心 无论做什么都是大事 包括睡觉 除了负责安保工作的沙难 欺云云不要随时待命 万一先生饿了 渴了 总得有人照顾 这是一个十分合格的管家 勾魂猎人们恭敬地冲叶云云嵌身 然后朝着阁楼庭院走去 叶云云拉开副驾驶的门 先生 到了 刚才正是叶云云去也交找孟心 带着孟心隐身来到车上 孟心点头 下车 削了敲小院门 是我 老乞丐兽王立刻小跑着过来 把小院门打开 会长 孟心回头看了一眼 叶云云已经上了商务车 他很懂事 不该自己看的东西 自己从不好起 孟心指了指另外一样面包车 轻声道 把东西搬进来 老乞丐抱了抱绝 走向勾魂猎人留下的面包车 他拉开后背箱 是尸体 老乞丐原本就是杀手出身 对尸体见怪不怪的 他都能搂着死人睡觉 当老乞丐翻动尸体 准备搬运时 他的眼睛猛然瞪大 这老马 老乞丐赶紧翻动另外一具尸体 老乞丐把所有尸体都确认了一遍 他喉咙耸动 满面骇然 这些都是拜月门的长傲 在曾经 老乞丐也是拜月门的长傲 只是因为得罪人太多 被迫离开北海 老乞丐对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同门情谊 这些人甚至曾围攻过他 他只是震惊 为什么撤离了 是这些人尸体 难道 拜月门找到南海来了 会长帮我解决了 老乞丐想归想 手上的活没放下 盗起尸体朝着小月门里走去 这段时间梦兴意识到了猎人工会的不足 猎人工会中西街确实很多 应该比那些所谓超凡势力还多 可是 碧阶以上高级战力实在是太少了 工会内超过碧阶的只有六个勾魂猎人 还有一个爱阶的李昂 总不能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这个会长出手吧 梦兴想引君幕后 叶云运的战力必须要提升 叶云运实力很差 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起码也需要埃及天赋 甚至梦兴希望 叶云运也能保持出代言人的神秘 不要轻易出手 所以 培养高等战力人迫在眉睫 梦兴开始用铁敲在地上挖土 老乞丐这是想要帮忙 被梦兴拒绝 农民天赋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亲手去做 绝对没用 四名碧阶和两名哀阶的觉醒者尸体被埋在土里 梦兴没有朝着土里种种子 他只想这些东西能给恶魔果树做养量 做完一切后 梦兴拍了拍手上的你 他也不哭做 他走到恶魔果实树下 抬起头 树上有一颗恶魔果实 王身上吸取死亡之气后凝聚而成 此刻已经成形 梦兴打量起那颗恶魔果实 一道悬崖的信息涌入梦兴脑海 浑浑果实 待接 消耗灵性 可以夺取他人灵魂 消耗灵性 如果高智慧生物产生恐惧情绪 会被夺走兽命 消耗灵性 可以用灵魂强化自己的身体器官 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消耗灵性 可将灵魂注入物体之中 创造出你人生物 或弥子 消耗灵性 强行献祭自己的寿命 强化自身 哪怕是梦兴 脸上都露出了向往的神色 浑浑果实 这些个能力都好强 这颗恶魔果实在海贼世界中就很强 这算得上是最全面的恶魔果实了 说实在的 梦兴心动了 虽然他向往另外两朵异火 可是 异火哪里那么好种出来 全看运气 那么多超凡植物 怎么就有把握种植出异火 如果吃下了浑浑果实 梦兴可掠夺灵魂 相当于拥有了无尽的寿命 就算种出了三朵异火 但他真的能长生吗 吃下浑浑果实 在这个世间 他将会是最诡诀的觉醒者 未来 也许会是一尊真正的神 梦兴神色复杂 两久叹了一口气 反正浑浑果实就在这 如果我愿意随时都能吃下去 或许 他想当一只毒狗吧 万一种出了能夺取力量的暗暗果实呢 那样的话 浑浑果实的力量他也会拥有 梦兴将浑浑果实摘下 藏进怀里 从今天开始 这颗果实他将随身携带 梦兴坐在躺椅上 悠哉悠哉地等着恶魔果实结果 老乞丐就站在旁边 梦兴总觉得他有心事啊 梦兴心思着 这老头自己一个人在小院里 或许是有些无聊了吧 他没管 老乞丐 只是看着恶魔果实术 终于 恶魔果实出现异动 六团又绿色光团 在恶魔果实上缓缓绽放光芒 这些恶魔果实 对梦兴来说只有两个用途 一个是加强身边人的占领 另外一个是打造一个能帮助 斗鱼波开拓南海的强者 六颗恶魔果实缓缓成形 梦兴迫不及待获取那六颗恶魔果实的信息 其中一颗西剑 四颗碧剑 还有一颗艾剑 这颗艾剑 恶魔果实 也不适合夜云运朗 不过对猎人工会倒是有些好处 梦兴难难道 一月清晨 惊慕咖啡厅 梦兴坐在咖啡厅靠窗的角落里看树 咖啡厅正放着昨天的新闻播报 所以 凶手是治安局剧长 魏娜 据了解 魏娜与刘贤曾是恋人 该案件具体过程还在调查中 另外 经过审讯 魏娜曾闯入月神商会项目经理杨前私人驻展 寻衅滋事 县怀仪月神商会几位管理曾失踪 也与魏娜有些关联 先生 您的咖啡 梦兴抬头看了一眼 叶云云穿着一身淡粉色气袍 贵妇气质称险 正打理向那个杀法果断的权力 六位勾魂仆人的礼仪培训已经结束 叶云云没有必要困在自己的阁楼里 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叶云云也够辛苦的 猎人工会的大本营 他要管 自己的管家他也要做 梦兴道了一声谢谢 拿着小勺轻轻搅拌咖啡 叶云云像往常一样坐在梦兴对面 无声地陪着他 梦兴突然说道 今天早点回家 我留了两颗果子在你房间 梦兴迫切地需要叶云云提升力 他为叶云云选的那两颗果子 很适合叶云云 叶云云吃下那两颗果子 加上本身的犬犬果实和透明果实 应该能发挥出爱街的力量 这些果子放在一起很契合 叶云云惊喜地看着梦兴 眼中的柔情力一简直要溢出去 哪个女人不希望得到礼物 尤其是珍贵的礼物 金钱 什么的 叶云云根本看不上 叶云云展颜一笑 谢谢先生 梦兴看了叶云云一眼 站起身 这是你应得的 你最近表现得很不错 行完我有事 不必等我吃饭 叶云云大梦兴十几岁 他已经算是个标准的少妇了 面前这个小弟弟 夸赞小孩子式地表扬他 不会让他有任何不适 想法 叶云云觉得很舒服 像是得到主人爱抚的小猫腻 夜晚 莫德斯西餐厅 这里装修奢华 整个餐厅都是由春水晶吊灯照亮 这里应该是南海最好的西餐厅了 从门口那两个一阶觉醒者保安就能看得出来 这里很贵 里面坐着的 男生男士以狩猎的目光盯着窗边一个美女看 那个美女在这里坐了好久 事事在等人 只是他要等的人一直都没有来 他表现得很忐忑 气大和慌乱同时出现在这个女人的脸上 这可能是个被放鸽子的可怜美人 这么成熟漂亮 还会表现出这种拘束感 极品 那些男士的想法出奇的相同 正在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社会精英忍不住打算去搭讪时 那位美人站了起来 微笑着冲门口摆手 一些男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男人 值得这位美人苦苦等待 在他们的视角中 一位穿着黑色封衣 穿着偏休闲的青年出现了 他们惊掉了下巴 美人竟主动为青年拉开椅子 请青年入座 美人眼中的崇拜和敬畏 不是装出来的 孟兴坐下后 露出微笑 伯姐 最近还好吗 豆玉波款款落座 轻撩了下头发 还好 只是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豆玉波所说的行动是开拓北海 孟兴招呼着服务员点餐 一边点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地回应道 明天吧 为你准备的东西已经备好啊 孟兴把菜单递给豆玉波 还需要点什么 豆玉波摇了摇头 孟兴点的都是他喜欢的 他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孟兴喜欢自己 当初在孟兴小园 孟兴就是给自己准备了一桌自己喜欢的菜 然后就被孟兴控制了 自由 孟兴把菜单还给了服务员 道了声谢谢 然后孟兴从怀里拿出两份资料递给豆玉波 这两个人将会是你发展南海的助理 现在开始 他们是你的手下 豆玉波小心地接过资料 第一个人就让豆玉波惊掉了下巴 杨家小姐 杨妮 豆玉波也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志愿了 他很对北海局势也了解一下 杨家是北海的主人 帮助自己在南海发展的手下 竟然是杨妮 豆玉波不可思议地看向孟兴 这个大男孩在他眼里越来越神秘了 18岁就是一个超凡势力的主人 就算了 还早早把手伸进了杨家 难道 跟自己合租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谋划蔚蓝了吗 那时候他才多大 豆玉波再次翻开第二份资料 这个资料上的名字就平平无奇了 范光轩 今年北海三中毕业生 在曾经 范光轩也是一个天才 灵性测试权是第一 只可惜天赋测试时 他觉醒了生活类天赋 雕塑 还未等豆玉波开口 孟兴将手里的背包递给豆玉波 第一个格子里的是给你的 第二个格子里的是给他的 你亲手给他 豆玉波接过背包 美眸瞬间睁大 那里躺的三颗恶魔果实 确实 菜上齐了 孟兴皱眉看了一眼刀查 管服务员要了一双筷子 开始低头吃饭 豆玉波也不敢追问什么 把想说的话咽回肚子里 陪着孟兴吃了钱 孟兴这回来只是为了送豆玉波这两件东西 他不想让黄杰运输快递 因为他还不愿意让太多人知道豆玉波开拓背海的事 孟兴终是阁楼 叶云运回到自己房间后 一眼就看到了摆在床上的两颗恶魔果实 在以往来说 叶云运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他有洁癖 但是今天他顾不得那么多 抓起两颗恶魔果实 目露贪婪 第一颗恶魔果实叶云运很快就吃了下去 无果实 碧阶 消耗灵性 能将身体任何部分变成烟雾 即使被纯物理攻击击溃 身体也能瞬间用烟雾重组 烟雾能够制造的数量以及扩张的范围 是根据能力者消耗的灵性成正理 碧阶 自己也可以是碧阶 叶云运目露惊喜 他就知道对孟兴忠心 自己一定会得到赏赐 勾魂仆人所拥有的 他这个管家没道理没有 碧阶就算是跨入这个世界的强者行列了 有了这个能力 自己化成武器 不但有了预空能力 还每一物理伤害 那些热武器 甚至一些以物理攻击为主要手段的埃剑 也奈何不得自己吧 物无果实 配合透明果实 自己的保命能力绝对没得说 叶云运把目光放在第二颗果子上 那第二颗果子会是什么能力呢 会不会也是碧阶 就算是吸阶也没问题 物无果实 配合透明果实 这很强大 如果配合其他细节果实也会很不错的 叶云运将第二颗果子也一口气地吃下去 毒毒果实 碧阶 消耗灵性 能从身体任何一处制造毒液 可以使全身缠绕着威力无比强大的剧毒 可以从身体任何部位释放剧毒无比的毒液 包括汗液 唾液 土锡以及碳锡都是有毒的瓦斯气体 按照海贼世界来说 毒毒果实有一个巨大的弊端 弊端就是从口中呼出的有毒气体会影响食物 弱能力者再把沾染了有毒气体的食物吃进身体里 会大大影响其身体状况 对于一个美女而言 这个弊端实在太恐怖了 不过还好 这里不是海贼世界 在这个世界 激发毒毒果实的能力是需要消耗灵性的 也就是说 不存在这种弊端 被动 叶云运也没想到梦醒会赋予自己两个弊竭能力 而且自己之四的能力都相辅相成 首先 全圈果实 可以提升自己的进展能力 提升自己的速度和力量 最重要的是 全圈果实 提升了自己的嗅觉和听力 也就是获得了感知力 无物果实 可以让身体化成迷雾 毒毒果实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充满毒素 迷雾也是自己的身体啊 配合上毒毒果实 自己岂不是成了一团毒物 还有透明果实 一团看不见的毒物 这想想就很强好吗 这三个能力加在一起 碧阶之中绝对不会有自己的对手 勾魂仆人们遇到自己这种敌人 只有被虐的粉 哪怕遇到哀劫 叶云云认为自己也有一战之力 等等 透明果实 可以让自己触摸到的物体隐形 如果我化成一团巨大迷雾 岂不是可以形成大范围隐形 难道这就是先生赐予我透明果实的意义 一群隐身的勾魂猎人 杀到敌人门口 敌人怕事都不知道 这才真的像是索命勾魂了 叶云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他兴奋地没法休息 他起身去拿自己的皮衣和面具 叶云云一夜之间成为强者 已经忍不住去试一试自己的力量 卧室里 叶云云穿上性感的皮衣 全手面具 踩着妖娆的步伐朝着紧闭的窗户走去 下一秒 叶云云化作一团迷雾 从窗户缝隙中挑出 来到了城市山空 那团迷雾逐渐成人形 全女出现在城市上空 她惊喜地发现 原来自己可以变作半人半物的烟雾人 重新化成一团雾 她朝着远处掠去 肆意发泄心中欢乐 一位穿着顽礼服 戴着黑高原帽 手持手张的外国人 悠闲地躺在教堂顶楼的阳台躺椅上 她身边有一位光着脚牙 穿着修女服饰的小太妹 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小太妹 因为那满身纹身 还有蛇钉 唇钉 不要把身份暴露得太明显 这俩人一个是传教士 戴四蒙 一个猎人 张倩 戴四蒙突然眉头一皱 三脚眼死死盯着上空 什么人 一般炙热的友情啊 敢在教堂上空卖弄手段 少死 戴四蒙怒哼一声 脚下升起悬风 请客间就升至夜幕 喂 你把我忘了 楼顶传来张倩不满的呵斥声 戴四蒙顿绝一阵头大 别看张倩个头不大 但还真是个活祖宗 她无奈地朝张倩挥手 一道旋风也将张倩拖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耽误了一会儿 在教堂上空飞行的强者已经离开 张倩 停留在夜幕中 左右看了看 除了万家灯火 再什么都没有 她疑惑问道 发生了啥 戴四蒙凝重道 刚当有一个高手出现了 我不能确定她的身份 张倩白了戴四蒙一眼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 就这样 出现就出现满 关你什么事 戴四蒙摇了摇头 朝着远处望去 眼神深邃 威娜范士尔被抓 她不确定自己和威娜的交易 会不会被威娜捅出去 万一是法 戴四蒙的处境将很危险 下国当局是不会允许 神教出现在神州大地的 刚才那个人很擅长隐匿 说不准是下国当局派来的 大一不得 我得去看看 戴四蒙说着 带着张倩朝着远方追去 夜幕气黑 星星点缀 那倒被戴四蒙追了许久的 大巫像有生命似的停了下来 戴四蒙也警惕地停止了脚步 大巫变得稀薄 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 女人内身皮 将风云身材衬透得的淋漓尽致 高跟黑血 丝毫不显的俗气 这个女人就应该穿这样野性的鞋子 全手面具下 是一双弹幕至极的毛子 野性 大道 妩媚 这三的形容词 竟可以同视在这个女人身上 她翘着二郎腿 但躺在大雾中 那些雾是她的王座 全女的红唇中 吐出苏麻的声音 夜深了 阁下一个大男人尾随 一位女士这么久 是否不投呢 戴四蒙皱紧眉头 你是谁 这个女人的手段 相当诡异 戴四蒙意识之间摸不清女人的底细 毕阶 毕阶怎么会有这种气魄 全女露出妩媚的笑容 跟了我这么久就为了问问我的名字吗 阁下还真不绅士呢 别看全女话语轻柔 其实她内心也很紧张 只是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 竟然遇到了一名爱截 她摸不清戴四蒙的意图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凶险 戴四蒙危险地眯起了眼睛 全女越是这么说 她越怀疑全女的身份 她觉得 这女人八九成是下过特攻了 戴四蒙的手杖指着全女 冷笑道 美人 你还真是不给在下面子了 或许对付你这种美人 要动些手段才能让你听话 焚烧 手杖发出赤红质光 熊熊火焰朝着全女汹涌而去 全女双目发出深紫色光芒 周围浓雾 瞬间变成一团毒云 她保持着慵懒的姿势坐在毒云上 朝着戴四蒙伸出鲜鲜御手 哄 那熊熊烈焰还未靠近全女 竟然发生剧烈爆炸 戴四蒙距离火焰最近 所以这爆炸几乎是给戴四蒙准备的 冰墙 戴四蒙瞳孔骤然收缩 瞬间召唤出一道冰墙 将自己和张倩保护进去 哄 一声巨响之后 冰墙破碎 戴四蒙身上的西装都被冰墙碎天化过 戴四蒙惊骇地看着全女 这是什么能力 自己的攻击还未到她身边 她伸手间就把自己攻击时被返皇回来了 关键是 自己还未看清她做了些什么 这是全女结合了果实异能后的效果 毒毒果实的能力可以让身体释放出毒素 瓦斯气体也是众多毒素的一种 物无果实 刀裹着那些瓦斯气体 变作毒 迎上了戴四蒙的火焰 由于迷雾是全女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透明果实能力可以将毒物隐形 看似全女 什么都没做 其实已经将含咬猛烈瓦斯气体的毒物送到了戴四蒙脸上 火焰遇到瓦斯 自然会有威力巨大的爆炸 戴四蒙刚欲开口 却发现面前已经没有了全女的身影 她猛然抬头 见全女那妖娆的身子就站在自己上方 她身边的毒物粘稠地要滴下来 全女再度出手 粘稠地毒液朝着戴四蒙倾泻而下 戴四蒙不敢小觑这个强大的美人 双目逐渐赤红 即将变身吸血鬼形态 就在此时 戴四蒙身边传来一声惊呼 您 您是全女大人 全女听到这话 立刻收手 毒液消散 她眯起眼睛 看向戴四蒙身边的少女 那少女一副小太妹的模样 穿着修女服饰 看着很乖 戴四蒙微微侧眸 垂眼看张倩 低声道 你认识 张倩没搭理戴四蒙 用狂热的眼神看着全女 全女大人 您可是我的偶像 上次猎人会议我也在的 我就坐在您面前 正常来说 张倩这种丧失猎人 是没有资格参加猎人会议的 只不过她监视戴四蒙的任务比较重要 孟青认为张倩有必要见一见夜云月 当然啊 对戴四蒙的监视没有谢斑 那天是黄杰亲自监视的 全女眼神中露出一丝疑惑 她认真得打量张倩一会儿才说道 我对你有印象 怪不得有些眼熟 原来也是一位猎人 参加过上次的猎人会议 这位猎人怎么会和这个强大的神父在一起 难道这是先生的布局 全女周围的毒素消散 重新变成一团淡淡的舞 戴四蒙听到这两人的对话愣住了 然后就是一个忍不住的寒战 面前这个女人 也是猎人公会的 猎人公会不止会长这么一个强者 在戴四蒙眼中 全女是个不弱于自己的存在 她哪里知道全女只不过是今晚才获得了两个BG天赋而已 戴四蒙心里想的是 猎人公会像这种强者到底还有多少 神秘莫测 这是戴四蒙对猎人公会唯一的感慨 戴四蒙红了的眼睛 变回正常颜色 她露出几分讨好的笑容 充全女欠然的 我的神啊 这都是误会 起初我还以为您是敌人 您这么美的女人 怎么会迫害我这个神父呢 真是万分抱歉 说起来 我和会长先生也有着火焰一般炙热的友情吗 别人永远记得 那夜 我们在郊外的肆意奔跑 张倩听了这话有点反胃 火焰一般炙热的友情 野外肆意奔跑 张倩回忆起这样的一幕 会长抡着一把四百米长的火元素大砍刀 在郊区追赶着一只吸血鬼 会长很帅很酷 那只吸血鬼很狼狈 全女看了戴四蒙拜上 原来是会长先生的朋友 那这一切该是个误会 如果这个人有梦心的关系 就算不是误会也是误会了 张倩小声嘶喃着 才不是这样了 戴四蒙狠狠地瞪了张倩一眼 然后笑呵呵地对全女说道 我的教堂离之不远 要不来喝一杯咖啡 全女摇摇头 不打扰啊 说吧整片大雾消失了 就像从来没出现过 戴四蒙抹了摸了头上的冷汗 猎人公会的家伙都这么诡异目测吗 得想办法把这里的消息传递给神奖 戴四蒙偷偷瞥了张倩一眼 有没有什么方式能杀了这个女人 还不让会长知道 张倩感受到戴四蒙阴冷的目光 回应了一个挑衅且调皮的笑容 北海 新城区 一间出租屋 今天一定要面试成功 范光轩整理了一下领带 对着镜子中的自己打气 吃了早餐再走吧 你胃不好 彤彤端端着一碗面从厨房走了出来 范光轩眼神柔和下来 这是她的女朋友 她笑了笑 我 有点紧张 这是她毕业后第十八次面试了 原本北海三中的天才 灵性测试六段 全是第一 全省第三 按照以往规律 十八岁就拥有六段灵性 必然觉醒 必皆天赋 只要觉醒了的战斗天赋 她就起飞了 到那时候 各大企业 甚至治安局 都会朝她抛出橄榄汁 可惜 她觉醒了生活天赋 不知道是不是跟她 业余哀嚎式雕塑艺术有关 她觉醒了埃及雕塑 一个没用的生活天赋 范光轩是一条闲鱼 她对生活质量 倒有无所谓的态度 只要够吃够喝就好 烟也不用愁 最好的 按照她的生活态度 她完全可以摆烂 但是 她有一个愿意 跟着自己赤苦的女朋友 也有一个时刻支持自己的妈妈 所以 这是她努力赚钱的理由 短暂的消沉后 范光轩开始投递自己的简历 公共环境事务所 那家设计研究室 国营建筑公司 等等跟焦素有关的工作 她都投递上了简历 但是 时辰大海 今天 她又约了一个面试 是一家民营装修公司设计师 姜彤彤把手里的面放在餐桌上 从背后轻轻抱住范光轩 你难道 没关系的 实在不行 我们回老城去备 咋打中菜也能活下去 范光轩很胖 女朋友的手都环抱不了她的腰 却抱住了她的心 热乎乎的 她苦笑着摇摇头 我会努力的 老城去还是不要去了 老城去是什么 遇到魔物攻城必先遭殃的地方 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 范光轩拉开姜彤彤的手 打开门出去 姜彤彤一个人坐在餐桌前 望着面前冒着热气的汤面发呆 自从范光轩测试出雕塑天赋后 家里人就不同意她跟范光轩在一起 以前的成龙快雪 在他们眼里成了老鼠蟑螂 昨天妈妈又打电话来了 催促姜彤彤相亲 说是给她物色了一个治安官 正在神游天外的时候 电话响了起来 姜彤彤连忙接了起来 宣哥哥 是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吗 电话那头短暂沉默后 就是一阵欢快的女生 怎么天天宣哥哥 宣哥哥的呀 真是溺死了 姜彤彤轻笑一声 故作轻松道 是你呀露露 不是刚交了个富二代男朋友吗 怎么 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露露笑嘻嘻道 这不是放心不下你吗 我怎么忍心看你跟那个渣男在一起吃苦了 姜彤彤愣住了 宣哥哥对我很好 她怎么渣娃 露露理所当然道 她一个生活天赋的穷二代 明明知道自己给不了你幸福 还拖累着你不分手 这不就是渣男吗 吓头死了 姜彤彤不越道 你要是没事就挂了 露露急忙道 别啊 我有事跟你说 别说姐妹有好事不想的你啊 姐妹刚认识了个土豪 正缺女朋友 见一面呗 姜彤彤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多大一会儿 露露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姜彤彤不耐烦了 我对你说的土豪不感兴趣 你在说这种事 咱们朋友都没得做 露露哀求道 见一面吧 只要你见一面 我给你两万块钱 姜彤彤吻笑道 你把我当迈的啊 露露连忙解释 她爸爸是我男朋友家里的生意伙伴 那天她看到了我手机里你的照片 非要见你一面 我都答应她了 你就当帮帮我好吗 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吃个饭 行吗 姜彤彤目录迟疑 如果有这两万块钱 她可以跟家里人说 轩哥哥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这是轩哥哥赚的 这样 家里人就会同意她跟轩哥继续在一起了 姜彤彤晨英天客后说道 那就是见一面 只是见一面 如果我不高兴了就直接走人 澳门装修设计公司 在三楼办公区走了 长椅上 是几名面试者在等待面试官叫自己 面试者们小声讨论着今天的面试 其实我一直想说 今天招聘的岗位真奇葩 要懂雕塑的 兄弟你还不知道吧 这家澳门装修公司有国企背景 总能接到别墅设计类的大货 别墅需要雕塑 不难理解吧 比而爱富贱 雕塑天赋 这次面试我算是十拿九稳了 范光轩听得他们的对话 心里暗暗清醒起来 我可是爱接雕塑天赋 今天应该能面试成功 可嘛 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 你也是艺术类天赋 旁边传来一道略显不屑的声音 范光轩扭头看去 那是一个戴着金丝眼睛的青年 打扮颇显蓝子 从青年的衣服来看 这是个有钱人家 范光轩对着那青年点了点头 青年摇了摇头 讥讽道 爱富贱 一贱 递贱 浪费时间 范光轩不乐意了 他可是爱接雕塑天赋 入行就是大师姐好吧 他问道 那您是什么天赋 青年一脸俱傲道 我没有觉醒天赋 不过我大学学的是室内嫁雕专业 好家伙 能上得起大学 果然是有钱人家 范光轩用着更为不屑的 与其说出恭维的话 原来是大学生 实际 青年听出了范光轩话里的不屑 他用怜悯的目光看着范光轩 生活天赋真没出路 如果你不信 你就准备面试吧 他没必要跟这些小穷人争执什么 来这里面试 就是想找个地方养老吧 青年拿出手机 翻看着一张妹子照片 脸上露出一丝银鞋之色 这妹子素未蒙面 只是见过一次照片 刚才好兄弟发来消息 说已经帮自己搞定 今晚就能吃到肉 走廊镜头 穿戴高跟鞋的踏踏声 一众面试者被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个身穿紫色掌裙的成熟蜂蜜女子 正一步一步走来 她身材惹火 双腿修长而有力 胸前的布料撑出了一个圆润的弧形 局限爆炸 随着她的走动 地动山摇 她叫窦玉博 今早在欧盟装修公司下了一个大胆 所以在她身前引路的管 态度那么恭敬 范光轩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 除了彤彤她对任何女人都没兴趣 而那个青年 看了一眼 眼睛就挪不开了 她也知道能被这家公司高管如此相待的女人 背景一定不俗 不是她可以治安的 青年小富有火在烧 她决定 今晚把那个妹子当成这个子群女人 来 面试终于开始了 一个一个面试者垂头丧气地从面试官办公室走出去 他们都直接被否掉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天赋和这份工作那么契合 会被当场否掉 这些人面试失败太多次了 这样下去只能去做苦力 或者回老城去 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找不到工作 这高中师上了个寂寞吗 终于 轮到范光轩了 她激动地朝着办公室走进去 她想 自己这爱界天赋 肯定没问题的 范光轩自信地和几位面试官说着自己的简历 什么 全省灵性测试第三 什么爱界雕塑 天赋 可惜 面试官对这些不太感兴趣 淡默地说了一句 天赋不错 你回家等消息吧 范光轩愣住了 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 你简历不错 但是我们不会录用你 范光轩露出难看的笑容 礼貌得点点头 走出办公室 吹头丧气地坐在门外长椅上 手揉搓着头发 那名青年看了范光轩一眼 事事早知道这个结局 他低声讥笑了两声 走进了办公室 青年在办公室里待了半小时还没出来 范光轩知道 他是面试上了 范光轩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明显很重视这场面试 自己是爱见雕塑天赋 在全国都找不出多少吧 可是那个青年呢 休闲装上有着褶皱 身上还有女人的香水味 明显通宵完了一夜 慢慢悠悠地参加面试 并且 他只不过大学里学的雕塑啊 怎么跟自己的爱见天赋相迷 范光轩不知道回去该怎么面对家里傻女孩 他苦笑着摇摇头 满身落寞地朝楼梯口走去 斗玉波望着范光轩的背影 对着身边的高管问道 他是面试的吧 这是面试失败啊 那位高管笑一明道 是的 毕竟雕塑设计师这个岗位只要一个人 斗玉波精益地看着高管 问道 他不是爱接雕塑天赋吗 难道贵公司要借 斗玉波准备在北海开一家酒吧 来做猎人工会在北海的线下场所 他之所以选择高盟公司为酒吧装修 就是因为范光轩会来这里面试 斗玉波对范光轩的面试失败感觉到惊讶 这位可是爱接雕塑天赋 在装修行业里肯定算是人才啊 高管胡一弟看了一眼斗玉波 他是爱接雕塑天赋吗 那可真可惜 不过斗总怎么知道他是爱接 斗玉波回答 他也给我的酒吧投递过简历 因为是爱接 所以印象深刻 况且你看他胖的 很难记不住 这个解释也算行得通 高管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如果是别人问我就不说了 既然是您开口 我就告诉你 这雕塑设计师的岗位本来就是内定的 这种奇葩的岗位能对外招聘 除了内定的那个人 其余人都是配跑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甚至是治安官系统 放出一个岗位来 引得无数求职者 以为自己找到好运气了 其实 结局在放出岗位之前就定下来了 高管继续道 斗总也是生意人 如今这世道 您应该能理解吧 斗玉波当然理解 这个世界只有那些有背景的人 才找得到体面的工作 有些技术类的工作 是可以在岗位上培训的 要问 难道真正的人才就不重要了吗 当然重要 但是如果和一个有关系背景的人相比 这样的人入职公司 公司就会多一条人脉 这可是资源 资源跟人才究竟孰众孰情 恐怕就要开始道 高管见斗玉波不说话 小声道 面试成功的那个人 家里是做建材生意的 以后我们公司可以拿到建材最低价 您也能省点钱 还请您不要介意 不要怀疑我们公司的实力 斗玉波露出耐人寻味的微笑 怎么会介意呢 我感谢贵公司还来不及 范光轩站在一家 资源快餐店门口 抽出两酒不舍的进去 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种资源快餐店里只有男人 而没有女人 范光轩摸了摸口袋里的钱 在里面要了两个馒头 自己的女人去这里吃饭的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才好 这时范光轩收到一条短信 是一个面试邀约 范光轩瞪大了眼睛 夜很久吧 安全经理 我投递过这家公司吗 安全经理 说白了也就是保安队长 在这个世界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需要安全经理的企业都是大企业 这对保安团队的要求很高的 安全经理得震得住场子才行 我一个生活天赋 真的可以吗 范光轩经过数十次面试失败 已经胆怯了 他回头看了看十元快餐点 咬了咬牙 没关系 事实又不花钱 范光轩使劲咬了一口馒头 打开手机 导航 搜索夜很酒吧的地理位置 有点远 他不舍得坐公交打车 打算徒步过去 已是寒冬 温度很低 但是范光轩浑身冒寒 他是徒步来的 气喘吁吁 范光轩抬眼看向面前的酒吧 经意道 这就是夜很酒吧 不像是营业的样子 现在是十八点 天已经黑了 一般酒吧在这个时候已经营业了 而这家夜很酒吧门都是关的 里面看着不像有人 范光轩走近了线 才看见玻璃门上写着旺铺转租四个字 难道是换了老板 范光轩透过玻璃门朝里面看去 里面黑漆漆的 一点亮光都没有 这真的是这里招聘安全经理吗 不会是骗子吧 范光轩有些害怕 他倒不是怕自己遇到骗子 自己一个两百斤的穷胖子 别人能骗自己啥 主要怕失望 生怕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是虚假的 不管了来都来了 范光轩一言而然推开玻璃门 走进了一片黑暗的世界中 他一路很警惕 这一道上都是些桌椅之类的杂物 看似准备翻新 走了一分多钟 看到了微弱的亮光 在舞台旁的吊酒台 一个子群女人坐在那里喝酒 看不清她的脸 范光轩放下心来 只是一个女人吧 还能把她怎么着 你你好 范光轩对着那女人轻轻出声 女人转过头 回忆一个妩媚的微笑 她有些微醺 脸上有两抹诱人的红韵 范光轩愣住了 这个女人她见过 就在欧盟装修公司 她不确定对问道 你 你好 是叶狠酒吧面试吗 女人看得她不说话 那眼神勾昏夺破 看得她脸红心跳 范光轩赶紧转过脸 我不是坏人 我大概是走错了 对不起 范光轩连忙转身准备离开 真不惊道 是 我这里面试 过来吧 身后传来女人的轻笑声 范光轩眨巴眨巴眼睛 走到女人身边 公公静静地地地上自己的简历 杜玉波撇了一眼简历 随手放在吧台边上 她开口道 恭喜你 通过了面试 范光轩又愣住了 这就通过了 闹着玩呢 杜玉波自顾自说道 你的月薪是一万块 工作时间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 平常有事我会打电话叫你 她为范光轩倒上一杯酒 喝一杯 庆祝下你找到工作了 也庆祝下我找到一名优秀的安全经理 范光轩开的杜玉波发呆 怎么什么都不用问的 就这么通过了面试 还是这么高的工资 这到底是什么神奇骗局 杜玉波皱了皱眉 不满意 那我再送你一套房子 怎样 车子也给你一辆 以便我找你的时候 你可以随叫随到 说啊 杜玉波从包包里拿出一把车钥匙 递给范光轩 那把车钥匙有个大大字标志 是一辆宝马 他越是这样 范光轩越觉得不真实 范光轩忍不住问道 就不用再了解一下我吗 我只是一个爱基生活天赋觉行者 您怎么能确定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杜玉波赤笑一声 你来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可你不还是来了 你本来不就是打算蓬蓬运气吗 现在你的幸运与神主动找你了 他说着 从包包里拿出两颗模样怪异的果子 有一句话你说对了 你现在的能力确实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所以 你把这两个东西吃了 范光轩下意识认为 这两个果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里果然有问题 之前电视上总播出一些 关于科学家培育超凡动植物的新闻 这两颗果子可能就是某种正在实验中的药物 他们在找小白鼠 范光轩想到这里 反而松了一口气 知道是什么套路就好 范光轩后退了两步 我可能不适合您的这份工作 先到此了 说吧 范光轩头也不回的原路返回 你觉得 你走得了吗 身后妩媚的声音渐渐冷了 范光轩低头加快脚步 难道还要强行留下他 对面只是一个女人 而自己可是一米九高 两百斤的壮汉 并且 自己在高中时候体数课程可是第一名 除非她是个战斗天赋觉醒者 范光轩突然撞上了 什么东西 她一个亮枪差点摔倒在地 面前的 竟然是那个子群女人 此刻 那子群女人 双目成紫色 树桶 指甲也变得很长 很锋利 范光轩瞳孔一缩 还真是战斗天赋觉醒者 子群女人款款走向 范光轩 玩呀 捂住胸前风光 轻笑道 你还真是不老实啊 抓起范光轩的衣 拖拽着她走向八海 范光轩死命地挣扎 碰到了铁质桌台 腿生疼 但是那个美艳的女人 力气大的惊人 她根本正脱不开 豆浴波拿起一颗恶魔果实 塞进范光轩嘴巴里 动作粗暴 容不得范光轩反抗 就在范光轩认命的时候 她突然瞪大了眼睛 拉拉果实 臂肩 消耗灵性 可以通过身体制造比钢铁还坚硬的蜡烛 可以凭觉醒者的意思 将蜡烛变成任何形状 会用蜡烛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范光轩不可置信地看的豆浴波 使完这东西 自己觉醒了 觉醒了必接战斗天赋 这是战斗天赋 没错吧 豆浴波拿起了另外一颗恶魔果实 往范光轩嘴里散 范光轩清楚地看到豆浴波眼镜里的肉疼 这个女人 不是想杀死自己 她也很想要这颗果子 范光轩这回不再反抗 任凭豆浴波把果子喂进自己嘴里 不都会儿 爆炸果实 必接 消耗灵性 身上的任何部分都能爆炸 嘴里吹出气同样可以当爆炸物 本身也不惧怕炸弹 哪怕嘴里吃下炸弹 也毫发未损 范光轩彻底傻住了 又觉醒了一个闭截 她惊骇地看着子群女人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爱的 竟然能够赐予自己高阶战斗天赋 范光轩觉得运呼呼的 这一切好不真实 她傻了冷地站起来 看着子群 女人不知道说些什么 豆浴波做完这一切后 坐回吧台高脚椅子上 好笑的 作为安全经理 只是生活天赋怎么行 别这么看着我 我就给你这两课 如果还想要 得看你表现 范光轩闷了半天 才论出一句 您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 豆浴波看了看手表 说道 我也很想多跟你聊一会儿 不过你应该赶时间 否则我也不会用这么粗暴的方式 让你吃下落魔果实 到诈 范光轩问道 什么意思 时间不多了 豆浴波瞥了范光轩一眼 你女朋友没给你发消息吗 范光轩这才想起来 自己这么晚没回去 还没告诉江童童 她赶紧拿出手机 准备给女朋友发消息 看到一条未读信息 宣哥 今晚有个同学聚会 我晚点回来哈 范光轩皱起了眉头 江童童什么性格自己很清楚 她从不喜欢闹疼的地方 也很少跟老同学有往来 怎么会参加同学聚会呢 多浴波打了个哈欠 地址我发你手机了 开车去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还有很多事没跟你说 等你解决完了 就来找我 范光轩如梦惊醒 这个女人神秘莫测 能知道自己女朋友动向 她丝毫不觉得奇怪 好 好 谢谢 范光轩连连道谢 拿着车钥匙 准备走 突然 她顿住身形 甘大的把车钥匙放回吧台 我还不会开车 豆浴波皱了皱眉 怎么这都不会 豆浴波朝着一个方向喊道 你你 你当回司机 送他 一位留着短发 穿着瑜伽裤的美女 从内的方向走来 对着豆浴波恭敬地欠身 然后 这位短发美女 拿起车钥匙 引领着范光轩走出夜很久吧 倒马车即使在马路上 超越一辆又一辆车子 总在红灯前把车子开过斑马线 短发美女的车技很好 范光轩现在还是运呼呼的 觉得自己在做梦 今天早晨还在为找工作发愁 今天晚上就什么都有啊 车子 工作 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给自己充当四季 最重要的是 自己觉醒了双臂阶战斗天赋 凭借自己六段灵性 自己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强者 未来自己继续修炼 到了七段灵性 甚至八段灵性 自己见到治安局局长 也可以给两嘴巴子 只是 那个神秘的紫衣女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范光轩打破车内的安静 冲短发美女善笑道 谢谢你 我叫范光轩 短发美女瞥了范光轩一眼 范先生 我叫杨妮 别看范光轩长个大老粗模样 其实心如戏法 他清楚地看到杨妮对自己 那一片中 充满了羡慕 范光轩 有很多话想问杨妮 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这时 范光轩手机响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 是江彤彤发来的 轩哥 救我 范光轩眼睛猛地瞪大 急凑道 快 快点开 杨妮点点头 请您坐好 范先生 车子猛地加速 就算遇到红灯也照闯不误 几名交通治安官拉响了警笛 稳稳跟在宝马车身后 范光轩瞄了一眼后视景 眼神中有些歉意 自己刚认识杨妮 就给他惹了这么大麻烦 只是 他心中的不安 压过了歉意 范光轩很担心江彤彤 车子一路及时来到一家餐厅 停车 杨妮瞥了一眼后面的交通治安车 对 范光轩开口道 先生先去忙嘛 这里交给我了 范光轩连连道谢 解开安全带下车 杨妮对着范光轩继续说道 范先生 记住 不要怕麻烦 一切有波姐撑腰 范光轩连忙点了点头 波姐说的就是紫衣女人了吧 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为什么选中了自己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彤彤 今天餐厅已经被包了 餐厅里面没有一个人 服务生迎了过来 先生 今天餐厅有人包场啊 请您改日光临 范光轩左右寻找着江彤彤的身影 问道 包场的人呢 服务生闻言 脸色不善起来 这是找麻烦的 他用冰冷的语气说出恭敬的话 先生 这里今天不迎客 请您离开 范光轩手机响了 声莫生号码 三楼 306房间 他暴躁地推开服务生 气势汹汹地朝楼上走去 服务生大喊 果然是闹事儿的 来人了 几名穿着服务生衣服的壮汉 朝着范光轩围去 他们裸露在外面的胳膊和脖子 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疤 这些不是服务生 是这里看场子的 每一个都是战斗天赋觉醒者 为首的壮汉沉声道 小子 砸错场子啊 几名看场子的身手 要把范光轩拿下 范光轩心急如粉 哪里有闲心跟这些人拉扯 情急之下 范光轩手中凝聚出一团白色蜡团 朝着几名看场子的丢去 小小的蜡团猛然爆发出雷鸣丹的声音 哼 那小小的蜡团炸开了 蛋的餐厅几乎被摧毁 吊灯坠落 桌椅被毁 落地窗全部碎裂 那些个看场子的壮汉统通被炸飞出去 为首的那名壮汉躺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 惊骇得开着范光轩 这是西街以上高手 那名服务生都吓猛了 战战兢兢地躲在八台后面 半上不敢露头 范光轩惊异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这是喇喇果实天赋和爆炸果实天赋结合的结果 喇喇果实是自己身体制造出来了 像是某种分泌物 属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而爆炸果实 可以让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产生剧烈爆炸 范光轩不敢多想 快步朝着三楼跑去 一个女生在楼梯口迎面撞上了范光轩 她叫露露 姜彤彤的好闺蜜 今天她把姜彤彤添来 介绍给了赵公子 自己就在门口等着赵公子出来打赏 但是 楼下的爆炸声让她感到不安 慌忙下来看看 当她见到范光轩后 什么都懂了 露露抱着胳膊 急笑道 你怎么来啊 刚才那动静 是你弄的 哈哈 你应该不知道这家餐厅值多少钱吧 你赔得起 她知道范光轩得知将彤彤出事会发疯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疯 这是把煤气罐点了吗 不过 穷人的愤怒 值几个钱 这个穷小子完蛋啊 范光轩看到露露后 也什么都明白了 愤怒地给了露露一耳瓜子 露露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这一巴掌把她牙都打掉了两颗 她脑子一阵眩晕 一屁股坐在了楼梯口 范光轩直愣愣地冲进306房间 露露半嗓才反应过来 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范光轩 你这个废物 你玩啊 你玩啊 露露拨通了自己男朋友的电话 老公 范光轩 那个废物来了 赵公子还没得手呢 姜彤彤很后悔 回死啊 怎么就听了露露的话 相信天上掉线里 两万块只是陪着吃一顿饭 自己还是贪啊 已经把上衣脱了 而自己只能缩在角落里 喊着没用的话 不要 不 求你不要过来 江彤彤紧紧抱着自己 惊恐的泪水不断流出眼眶 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她好希望那个胖子 能现在就出现了 可是 她又打心底不愿意 轩哥哥能来救她 江彤彤觉得自己 不该跟轩哥哥发求救短信的 自己的轩哥哥 如果发现自己被这人欺辱 一定会大发雷霆丧失礼之吧 轩哥哥一定会做出出格的事来 可这人他们得罪不起啊 她宁愿被赵公子凌辱后自杀 也不愿意让轩哥哥被连累 轩哥哥已经很难了 美人 你干嘛这么抗拒啊 跟了我 我给你男朋友找个工作 然后你就跟着我吃香喝辣 怎么样 赵公子解开腰带 朝着无助的江彤彤走去 就在这时 大门被粗暴地撞开 彤彤 范光轩肥胖的身影出现时 江彤彤 一切胡思乱想都消失了 她哭喊着跑到范光轩怀疑 范光轩脸上的焦急消失了一些 她颤抖着摸着江彤彤的头发 没事 傻妞 没事 都没事 不需要问彤彤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看到她平安无事就好 她看向房间里另外一个人 双目逐渐赤红 傻妞 我还有点事要解决 说吧 将江彤彤拉到自己身后 赵公子看到范光轩后愣了一下 这不就是今天跟自己一起面试的那个人吗 她轻笑一声 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根烟 你女人很不错 很辣 把她让给我吧 你的工作我解决 范光轩三两步夸到赵公子面前 抓住赵公子的脖子 猛得把赵公子摔在地上 能去面试找工作养老的富家子弟 绝对不是什么战斗觉醒者 就算是战斗天赋 觉醒者又怎样 自己双臂皆天赋 能耐我何 赵公子猛逼啊 这个贱民怎么敢对自己动手的 她傻愣愣道 兄弟 你是疯了吗 我会给你找一个月薪八千的工作 只是换你女朋友而已 范光轩暴怒道 哥们 曹你祖宗 范光轩一拳一拳砸下去 快把赵公子打得亲妈都不认识了 房间内只剩下赵公子求饶声 这时 门被推开 一股俱力将范光轩踹倒 是 露露的男朋友来了 那名穿着昂贵西装的男人 连忙扶起赵公子 赵哥 你怎么样 这西装男看起来三十多岁 但是却叫赵公子 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赵哥 赵公子指着范光轩尖叫起来 打 给我打死他 西装男脸色阴沉 朝着范光轩走去 江彤彤见过西装男 知道这是露露男朋友 也知道这是个地界战斗觉醒者 他连忙去抓西装男的衣袖 别 不要 我替我男朋友道歉好吗 我 西装男凡早得甩开江彤彤 贱人 不识太拒 江彤彤被甩到 他慌慢地爬起身去找门口的露露 露露 都是误会 你劝劝你男朋友好吗 露露捂着肿胀的脸 满眼怨堵 敢打我 他就算被打死也是活该 这安局都管不了 露露被范光轩打掉了两颗呀 说话都漏风 范光轩直勾勾地看着西装男 就是这个混蛋社局 让江彤彤险些受辱是吧 望着西装男朝自己心脏出落下的脚 范光轩丝毫不慌 作为一个天才 他很快就适应了两个必接天赋的力量 身上瞬间凝聚出白色的蜜 直接挡住了西装男的一脚 西装男惨叫一声抱住了自己的脚 骨折 西装男惊恐地看着范光轩 你 你又觉醒了 范光轩起身 像是一头灵活的棕雄 拳头凝聚白了 朝着西装男脸招 房间里 赵公子的惨叫声 变成了西装男的惨叫声 所有人都傻眼了 江彤彤惊骇地捂住小嘴 满脸惊喜 圈哥哥 觉醒了战斗天赋 而且 天赋等皆不定 露露眼看着西装男要被打死了 闻到他慌了 西装男如果死了 西装男的家里人 连他也不会放过 露露拉着江彤彤的手 尖叫道 你快拦住你男朋友啊 你知道我男朋友什么身份吗 范光轩把人打坏了 他也活不成 江彤彤这才反应过来 跑到范光轩身后 抓住范光轩的手 圈哥哥别打了 我害怕 我们回家吧 我给你煮面 范光轩心中猛窜地怒火这才心灵 好 回家 范光轩也知道自己惹了大火 这时候应该跑路了 西装男和赵公子 都是自己得罪不起的 他也不确定 那个波姐能不能帮他出头 或许波姐知道自己 从他那里得到了力量后就闯祸 波姐也不会放过自己吧 他应该立刻杀这两个人 却怕童童和老妈遭受报复 西装男扶起赵公子 被赵公子甩开 他保寒恨意地盯着范光轩 对西装男命令道 给我拦住他 我爸一会就来 西装男不是傻逼 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惹范光轩了 他硬着头皮小声道 这小子疯了 为了这种小人物 把自己搭进去 不合适 我知道他家在哪 等过后老弟带人找他 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让那娘们哭着求你干他 行吗 并且没完全成长起来的天才 什么都不是 你是西街强者如何 是安居会尽力帮忙干掉他的 他倒是没想过范光轩会觉醒 毕竟 范光轩驻足 眼睛里竟有一丝杀气 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一道清冷女声 赵公子好威风 范光轩猛地看向门口 只见一短发美女站在那里 他脸色一变 微微低下头 不敢去看杨妮的眼睛 夜狠酒吧的人带给他的危险感 远远超过了赵公子跟西装男 杨妮对着范光轩恭敬欠身 范先生 让您受委屈啊 刚才我对您说过 不要怕惹麻烦 赵公子看到杨妮的一瞬间 脸色瞬间苍白 他慌乱站起身 像手足无措的孩子 赵公子撑起一个难看的笑容 杨小姐 您 您怎么来了 就算赵家有钱有势 但他们只不过是月神商会的一个小会员而已 杨家是什么 那可是北海的真正主人 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 杨妮对范光轩问道 范先生 您看怎么处置 他 赵公子惊骇地看着范光轩 怎么杨小姐一口一个范先生啊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如果这胖子背景很大 怎么会去欧盟公司面试啊 难道是某个太子言微妇私房 体验生活 杨妮见范光轩不说话 他抡起一瓶红酒朝着赵公子脑袋砸去 瓶子碎裂 酒水洒了赵公子一脑袋 赵公子头晕目悬 亮枪地倒在地上 西装男见赵公子被打 大脑飞速运断 忠心护主 别闹啊 虽然不认识杨妮 但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来 这个叫杨小姐的人来头很大 杨小姐又对范光轩这么恭敬 说明范光轩来头更大 西装男决定装王吧 一句话不说 缩进壳里 但杨妮下一句话几乎吓坏了她 杨妮对着范光轩道 范先生 就算是现在杀了他们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 范光轩当然想杀了这三个人 如果自己不是遇到了神秘子一女人 自己的女朋友已经受辱了吧 甚至那个西装男还想杀掉自己 如果连这都动不起杀性 那这个男人 要么是个城府极深 善于隐忍的萧雄 要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软蛋 范光轩低头 他看到了江童童满脸的恐惧 杀人这个词儿对他来说太遥远了 如果夜狠酒吧 可以赋予自己这么大的特决 那不必非要今往开杀戒 找个江童童不在的地方 这些人都可以支撑拉下 范光轩叹了一口气 谢谢你啊 杨妮 还是算了吧 杨妮眼角闪过一丝不屑 赵公子挣扎着爬了起来 对着范光轩不断磕头 谢谢你 谢谢你 以后你就是我爹 谢谢你 赵公子看西装男还在装死 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你他拿的给我爹磕头 西装男荒不迭地给范光轩跪下 狠狠地看了一眼早下猛的鹿鹿 说什么一个老城区走出来 觉醒了生活天赋的废物 胡扯 他和赵公子一样 认为范光轩是一位体验生活的太子爷 这个蠢女人 身边有这么一个巨老都不知道 如果自己借助姜彤彤攀上范光轩的高枝 还用伺候赵公子吗 现在可谓一下子得罪了两伙自己得罪不起的人 范光轩没心思看这一场闹剧 对着杨妮说道 我想再见一见剥剪 可以吗 杨妮点了点头 叶狠酒吧的背景 比自己想象的恐怖 赵公子他不认识 但也知道是普通人得罪不起的富家子弟 可是 他在杨妮面前比猫还乖巧 最重要的是 紫英语言 竟然赋予了自己两个BG战斗天赋 这个世界原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今晚能走进夜很久吧 他没有被苍天眷顾的喜悦 相反他心中有些巨异 一个大起大落的天才 心智远超常人 他明白一个道理 没有白来的李安 也没有白来的B胡 他感激紫英女人的同时 也在惧怕紫英女人 宣哥哥 姜彤彤神色复杂地看着范光轩 他第一次觉得范光轩很陌生 范光轩低头对姜彤彤道 你先回家 过后我再跟你解释 夜很久吧 灯光昏了 高脚以上 范光轩正经微作 子兴 从容 跟先前祈求一份活计的那个落魄毕业生 完全不同 范光轩沉声问道 您究竟是谁 斗玉波点燃一只香烟 这才是一个天才该有的模样吗 这个年轻人竟然没有因为 突然获得了力量和地位重昏头脑 不愧是会长亲自挑选的人 相比那些个猎人 他们哪个不是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幻想起自己是世界新的主角 斗玉波吐出一口烟雾 选择你的不是我 而是我背后的一位大人物 范光轩瞳孔俱正 子兴女人在她眼里已经神秘莫测 她竟然说她背后还有人 斗玉波自顾自抵说道 今天给你开车的那个人 她叫杨妮 是杨家的小姐 杨家可能你不知道 月神商会 你应该听说过 月神商会的理事长 就是她父亲 斗玉波掐灭了香烟 悠悠道 你很幸运 杨妮 包括我都很激动你 你一入职获得的资源就比我们多 未来的路也比我们广阔 谁让那位大人物喜欢你呢 范光轩张了张嘴巴 两久才说出一句话 我能不能问一下 我究竟入职了一个什么公司吗 或者说 什么组织选中了我 您口中的大人物到底是谁 如果他还认为自己入职的一家酒吧 自己的职位是安全经理 那他就是傻子 斗玉波摇摇头 你还没资格知道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做事就好 范光轩沉默 斗玉波的眼睛逐渐变成树桶 闪烁着射人的光芒 我喜欢和你们这种天才 说话直接一些 从现在开始 你的命不再属于你 背叛我 否则你连付出代价的机会都没有 即便那位大人物喜欢你 也救不了你 北海 目前还是我说了算 除非 他亲自来 斗玉波一边为孟昕树立形象 一边强调自己在北海的地位 感激和忠诚 属于孟昕 自己只要求范光轩听话 范光轩自然不会想着背叛 想在这乱世挣扎出一番天赋 想保护好老娘和彤彤 能遇到波解已经是极好的 今天如果没有波解 自己的人生将会是一团江湖 况且他有背叛的资格吗 自己有老娘 有童童 童童也有家人 他不会纯到 认为这个组织没有把他背景调查得清楚 自己在这个组织面前只是蝼蚁而已 他也很好奇 为什么一位大人物会看上自己 难道是小说故事里的金手指 范光轩眼神开始变化 如果自己依靠这个组织成就一番事业呢 哪个男人不想站在权力巅峰 野心开始在范光轩胸口疯狂滋生 金木咖啡厅 五官大队长 铁灵 近日正式上任治安局副局长 铁灵副局长上任后 对南海治安做出新的改革 南海近日犯罪率低于2% 南海荣获和平之城称号 孟兴听着早间新闻 看得都一波昨晚发来的报告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已经收服了范光轩 做得还不错 苏漫漫详细调查过范光轩 这个人很有战斗方面潜力 灵性高 体数优等 战斗思维灵活 他跟强者差的 只是战斗类天赋而已 孟兴相信 给他点时间 他能把辣辣果实和爆炸果实玩出话来 多余波有这么一位打手帮助 在北海基本不用自己操心了 孟兴抿了一口咖啡 看向窗外的车神马龙 你难道 南海已经彻底掌握在我手中 我的下一步计划也该开始了 孟兴下一步计划就是 发展魔物科学的力量 他对把魔物封印尽人体的技术横胆兴趣 在威纳被捕的第二天 孟兴已经让叶云运盘下了一个研究所 现在剩下的 就是招募相关人才了 先生 研究所需要的实验器材都采购妥当 这是清单 您看 叶云运这时候从楼上走下来 把一张清单递给了孟兴 孟兴微微笑道 这件事你全权负责就好 叶云运对孟兴太谨慎了 任何事情办好之后都会让孟兴过目 孟兴不像叶云运上过大学 这些实验器材看也看不出所以人 这些实验器材虽然很值钱 随便一个仪器就抵得上新城去普通人家两年收入 但对目前的孟兴而言实在算不得什么 孟兴抬眼询问道 最近有什么困难吗 业余运缠影片课 坐在了孟兴对面 关于魔物学的研究人员有些不好找 我找的猎头公司只能找到一些基础科研人员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位资深的魔物科学专家 孟兴靠在沙发背上 手指倾点桌面 目光悠悠 魔物入侵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空缺起 在大学重新出现在社会上后 那也是一些有钱人家才能去得起的 这个世界的普通人 普遍是高中学历 高中毕业是觉醒战斗天赋 飞黄腾打 觉醒失败 将会从事最低端工作 业余运能找到一些魔物学的基础研究员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想从魔物身上研究出一些名堂 靠这些基础研究员明显是不够的 孟兴点动桌面的手指 停顿 问道 沙靖城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业余运作直了身子 脸上露出了严肃 沙教授 并读学领域 免医学领域 魔物学领域的专家 这可是一本活着的教科书 孟兴沉默了一阵 这个沙靖城果然不简单 南海一科大前些日来了一些神秘人 那些人各个蕴含极强的灵性波动 但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 就算是治安局也不知道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也只有国家安管局了 安管局来的目的 是为了给一个叫沙靖城的人治病 孟兴之所以知道这件事 还是因为一位猎人的功劳 手术到杜阳明 那位获得了手术果实的医生 那些神秘人指名道姓 让杜阳明为沙靖城主刀 可惜 杜阳明只能治病 不能续命 这位沙靖城教授并不是生病啊 而是大县将治 他已经105岁了 听杜医生说 这位沙靖城是一位学者 孟兴曾让苏曼满去查沙靖城的信息 但是一无所获 在互联网上这个人好像从未出现过 有人故意抹去了沙靖城的信息 就连他的一天文章都找不到 也正是因为查不到沙靖城的信息 孟兴才对这个人起疑 有本事让一个人彻底消失在互联网记忆的 也只有国家能做到 这是一位国家极其重视的老人 孟兴平静的神情也收了起来 详细说说 叶云运道 在我们初高中那会儿 很多课本上都有沙教授的存在 叶云运和孟兴有点代沟 叶云运 上高中的时候 孟兴刚上小学 现在很多关于魔物学的探索 都是以他的理论为知识依据的 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沙教授失踪了 我有幸听过他一次讲座 叶云运又跟孟兴说了很多 关于沙靖城的事情 这位沙教授绝对是一位巨偶 当之无愧的国之洞梁 孟兴脑子悠悠转着 他始终认为 猎人公会如果只有一批 善于战斗的决心者 那猎人公会永远上不了台面 真正的抵御 不可以只是一群莽夫 孟兴轻声叹息 这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就这么落寞 那也是人类的损失 这个世界 魔物还在横行霸道 人类城市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遭到魔物袭击 这种顶级科学家 也是抵抗魔物的重要力量 叶云运听了孟兴这话 哑然出声 沙教授快死了 孟兴把沙靖城在南海一科大 大线将至的消息 告诉了叶云运 叶云运惋惜地说了一句 是啊 沙教授可是魔物学的领军远巫 就这么走啊 真的好可惜 孟兴像是下定了某个决心 沙教授治疗无望 安管局将不会继续 封锁沙教授垂危的情况 等沙教授病危的消息传出来 你去探望下 以猎人工会的身份 邀请他加入猎人工会 叶云运愣了一下 不是说沙教授治不好了吗 邀请他进入工会 还有意义吗 孟兴起身 开了个玩笑 就算是死了 我也能从阎王那要回来 叶云运看着孟兴离开的背影 美眸中难是骇人 难道 会长还有这种通天彻地的手段 让人死而复生 老成去 孟兴的中式阁楼 在房间里 孟兴取出了浑浑果实 这颗果实一直以来 都跟潘多拉的磨合似的 勾动着孟兴吞噬欲望 抄取灵魂 赋予生命 修复长生 这三个能力 任何一个都会让觉醒者疯狂 送了大半年恶魔果实 还没尝尝这个东西的滋味 孟兴自顾自地笑了笑 拿起恶魔果实送进嘴里 他眉头微皱 这东西果然难吃的一瓶 娇皮煮烂泥的味道 没多久 一道炫耀的信息涌入梦兴脑海 浑浑果实 待戒 消耗灵性 如果高智慧生物产生恐惧情绪 会被夺走寿命 消耗灵性 可以用灵魂强化自己的身体器官 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消耗灵性 觉醒者可分裂灵魂成为独立的生命体 消耗灵性 可将灵魂注入物体之中 创造出你人生物 或迷子 消耗灵性 强行献祭自己的寿命 强化自身 梦兴眼神中露出震撼之色 亲身体验恶魔果实能力 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原先他只是知道灵性越强 越容易发挥恶魔果实的能力 其实是灵性越强 越容易开发出恶魔果实的潜力 而恶魔果实的等级 是对战斗能力开发的难以情况而定 当然 也要对果实能力有别样的理解 这就是觉醒者和恶魔果实的契合度 比如 是的 放光轩 他本身觉醒 天赋式雕塑 配合上辣辣果实 会瞬间开发出关于辣辣果实的大量运用方式 魂魂果实就很契合自己 这大代跟他是穿越者有关 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魂穿到此的人 他获取魂魂果实 就跟放光轩获得辣辣果实一样 契合度极高 甚至比放光轩契合度还要高不少 只是 这颗恶魔果实 极其消耗灵性 以梦兴目前期待灵性来看 他只能做到夺取寿命 和用灵魂治疗自身 梦兴难难道 觉醒之后我一直在发展猎人工会 荒废了修炼 也是时候提升自己的灵性 希望沙教授未来能够研究出 把魔物封印进原体的方式 这样 我的灵性大增 可以更好地开发魂魂果实 魂魂果实 能力战斗方面不如清廉地心火 但在其他方面 不得不承认这颗果实的逆天 叶玉运穿的白衬衫 一步去 外面套了一个黑色大衣 他走进了南海一颗大 叶玉运一路来到三楼 走到护士站前 您好 请问沙晋成教授在哪个病房 自从沙晋成病危的消息国家不再隐藏 每天都有不少学者 专家 教授从世界各地飞来探望 所以对于叶玉运的问话 小护士并不奇怪 小护士婉言道 沙老需要休息 今天不能会客 沙晋成最近会见的客人实在太多了 对这位风竹残念的老人来说 实在是吃不消 您是爷爷的学生吗 一道声音从背后传来 这是一位看起来很有书生气的中年男人 他脸上有萌萌的眷影 看起来很疲惫 几个小护士称呼他为沙先生 应该就是沙晋成的孙泽 沙瑞宗打量了叶玉运一番 这个风雨每人穿着得体 动作优雅 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贵气 戴着金丝眼镜 看起来像是九文书香的知识分子 叶玉运转过头 微笑道 我哪里有那个福气 只是大学时候听过沙教授几堂课 以沙教授的学术贡献 全国相关专业者都应该称沙教授一生老师 所以 我后连算沙教授半个学生 听说沙教授在这里住院 所以想来探望一下 这番话获得了沙瑞宗的好感 这是一位谦逊有气质 并且尊师重道的女人 她和那些只想着诈取爷爷 最后一丝价值的人不太一样 沙瑞宗露出笑容 爷爷刚醒 我带您去吧 特户病房外 夜余玉目光往里探取 病床上躺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他看起来很虚弱 随时都能陷入昏迷的样子 老人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册子 拿着笔不断在册子写着什么 沙瑞宗走过去 夺过老人手里的册子 用埋怨的语气说道 爷爷 您现在应该休息 等好起来再工作吧 老人皱眉道 这个试验数据还是不对 等你接手试验的时候 多注意我的标注 沙瑞宗眼眶微红 老人时间不多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沙瑞宗拿过一个枕头 帮老人垫着药 勉强露出笑容 爷爷 您学生来看望您了 说啊 沙瑞宗朝门口招招手 叶云运行至沙静城病床边 公公静静地站着 沙傲视 好久不见 沙静城疑惑得看着叶云运 过了两久 老人强称起一丝笑意 是你啊小姑娘 我记得你 叶云运脸上露出惊讶 您还记得我 沙静城招呼着叶云运坐下 感慨道 当然啊 那是十年前吧 在青州大学 你在我的课上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的这个问题啊 我可是苦心钻研了十年啊 沙瑞宗亚然地看了一眼叶云运 原来那个假设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看到爷爷这么高兴 沙瑞宗暗暗庆幸 自己能带叶云运来看望爷爷 沙瑞宗不打扰二人攀谈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病房 叶云运回忆起来 那会儿是大三 他在沙静城的讲座上问 既然人类和魔物都具备灵性 那能不能把魔物身上的灵性 转接到人类身上来呢 那其实只不过是随口胡说而已 叶云运善笑两声 其实 那都是不懂事 问了句幼稚的话 沙静城摆摆手 敢想才能敢做 你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 这十年来 沙静城说到一半停顿住了 老眼不着痕迹地看了看监控 他摇摇头道 不说那么多了 以后这都是后辈的工作 我们这些老家伙 早该休息了 这话里面 有着浓浓的无奈 一个付出十年心血的课题 因为自己时间问题 没法继续做下去 这将是他这辈最大的遗憾 叶云运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眼神里充满震撼 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 能轻易察觉沙静城的心思 自己当初提出的问题 沙老好像真的快做到 难道这就是沙老失踪十年的秘密 会长正需要这种人才 不是吗 叶云运凑到沙静城的耳边 郑重问道 如果 学生能让您身体好起来 那您愿意继续研究未完成的课题吗 沙静城笑了笑 那是一定 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也只当得玩笑话 叶云运继续问道 那您可否为其他人工作 沙静城浑浊的老眼 看到了叶云运认真的神奇 他愣住了 良久 他低声道 只要能让我完成课题 我做什么都行 言语间有着不敢 有着悲养 也有一丝期望 沙静城是一位顶级科学家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那些个玄学 神学 在他眼里都是一串等待验算的数据 古时候帝王追求的长生样 在老百姓眼里就是个笑话 可在沙静城眼中 这未尝不可 叶云运点点头 今天我对您说的话 还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说大 叶云运起身对沙静城 深深鞠躬 然后快步离开 金木咖啡厅 二楼会议室 孟昕听到叶云运的报告 瞳孔剧烈收缩 魔物灵性转接到人类身上 这不就是把魔物封印进人体的技术吗 原来这项研究还不成熟 怪不得治安局关押的那只魔兽 至今没有人带走 孟昕少有的激动起来 这个沙教授 孟昕势在必备 孟昕行思了一会儿 拿出电话给黄杰发了一个短信 黄杰很快出现在会议室门口 萧门走了进来 孟昕拿出一颗恶魔果实递给黄杰 给你的 明天晚上去帮我办点事 看到恶魔果实 黄杰惊喜若狂 他几乎是颤抖着借过恶魔果实 谢谢 谢谢星哥 这就是人家家中作 服从天上来 他是最先加入工会的 但战斗力却是工会中垫底的 黄杰当着孟昕的面 立刻吞下恶魔果实 门门果实 挨揭 消耗灵性 觉醒者手所触碰的任何物体都会变成门 且可以被打开 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门自由出入 爱揭 还是空间类的 恶魔果实 黄杰瞳孔矩阵 不可思议地看向孟昕 久久说不出话来 上次孟昕种出的那颗爱揭 恶魔果实就是门门果实 这颗果实 本来就是准备给黄杰的 这对他送快递的工作来说 很方便 孟昕没理会 黄杰 对 夜雨晕道 今晚 带我去一趟南海一棵大 南海一棵大 三楼特户病房 沙瑞宗坐在沙靖城病榻旁 紧紧握着那只没有血色的老手 沙靖城大口喘得猝气 瑞宗 我留下的课题 你一定要攻克 以你的能力 三年内就能完成 千万不要懈怠 沙瑞宗不住地点头 他知道这句话很有可能就是一言 就在这时 房间的白痴灯突然闪烁起来 不只是这间房间的白痴灯 整个医院的白痴灯都开始了闪烁 沙靖城被晃得难受 瑞宗 去看看怎么回事 沙瑞宗猛点头 对着女儿道 馨儿 照顾好你太爷爷 爸爸马上回来 说爸 沙瑞宗离开了病房 沙靖城拉着馨儿的小手 开始叮嘱起来 馨儿啊 你也快觉醒了吗 你啊 做你喜欢做的事 别听你爹的 不需要懂太多学问 开心快乐 明事里就好 说完 沙靖城突然愣住了 眼睛石勾勾地盯着门口 馨儿忍住了眼泪 疑惑地顺着沙靖城的目光 看向门口 什么都没有 只有走廊不断闪烁的灯光 馨儿问道 怎么了 太爷爷 沙靖城瞪大了眼睛 你 你是谁 馨儿被吓了一条 他心里发慌 揉了揉眼睛 又看向门口 还是什么都没有 难道太爷爷出幻觉了 传说 将死之人总会看到乱七八糟的幻觉 这种幻觉让很多人认为是阴差所谨 太爷爷心儿心疼地握住太爷爷的手 沙靖城知道自己没有出现幻觉 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怪人走进房间 那怪人穿着黑色缝衣 戴着帽斗 脸上是一张哭泣鬼王面具 这人正是梦兴 叶玉韵就在梦兴旁边 只不过对自己和梦兴使用了透明果实能力 唐人看不到叶玉韵 只有沙靖城看得见梦兴 这是他对透明果实能力的一种开发 梦兴夺不到沙靖城床前 沙教授 久闻大名 梦兴的声音也只有沙靖城能听见 这也是叶玉韵结合灵性和透明果实 对异能的一种应用 沙靖城惊恐地看了一眼心了 冲 孙女怎么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个人 难道 沙靖城骇然 难道这就是阴差 这种情况 他只能想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传说 他叹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真没想到 阴差的传说竟然是真的 梦兴嘴角挂着尖尖的微笑 你好 猎人工会 你可以称我为会长 沙靖城难难道 会长 心而惊恐地看得太爷爷跟空气对话 连忙跑出病房要找沙瑞宗 太爷爷可能出问题了 时间过去十多分钟 爷爷 沙瑞宗从门外跑回来 医院的人说医院的监控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短路 连带着整个医院电压不稳 所以才会出现灯光闪烁的情况 刚才听心而说爷爷出现了幻觉 他一路跑着回来的 他回来后 沙靖城双目无神地盯着天花板发呆 沙瑞宗用力握住爷爷的手 几乎带着哭腔 爷爷 您怎么了 两久 沙靖城才缓过神 猎人工会 会长 这些年他不是没见过顶尖觉醒者 但是 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带来这种压迫感 那就像是掌握灵魂的地狱之主 跟自己一个凡人对话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凡 那位神秘的会长对自己说 可以为自己虚拟 甚至帮助自己长生 代价就是 加入工会 忠心于工会 继续完成自己的课题 要温莎靖城 临死前还有什么遗憾 那只能是课题还没有个结果了 如果能完成这个课题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至于为谁工作 他不在乎 只要不是为敌国就好 而显然这位会长是下国人 而此处 沙靖城良知浑浊的老爷 尽到发出从未有过的神采 他和矮地摸了摸沙瑞宗的脑袋 眼神复杂 瑞宗 爷爷没事 照顾爷爷这么久累坏了吧 睡一会吧 沙瑞宗心中一痛 莫认为这是沙靖城的回光返照 这一夜 沙靖城都没有睡 他感受到身体里不断传来的变化 像是九汉冯甘龄的大地 兴奕的雨水 滋润着干涸的裂痕 这种感觉很舒服 昨夜 那个自称为会长的神秘存在 借给了自己一天寿命 否则 昨夜自己就该与世长辞了 他有点痴迷这种伟大的奇迹 会长说过 今夜就带我走 也就是说 今晚之前 我还属于我自己 今晚之后我就属于猎人公魂 这对沙靖城来说不难接受 想要获得什么东西 就要一定要付出代价 这本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可悲的 只是那些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人 能够用学识换得一命 继续研究课题 那是自己的幸运 时间一点点过去 清晨六点的阳光 把整个城市都照耀得惊灿灿 沙靖城才叫醒了孙子 锐宗 把大家都叫来 我有话要说 沙靖城的孙子 孙媳妇 重孙女 外孙 还有一些侄子 一大家子人都挤在特护病房里 他们簇拥在沙靖城的床边 联想到杜医生说的话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一抹哀伤 我走以后 你们任何事都要三思后行 遇事不要贪 不要急 这样才不会犯错 沙靖城一副交代后事的模样 从家庭 事业 为人 各个方面 对每个人都嘱咐道 说到最后 他看向了沙瑞宗 沉声道 好了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事单独和瑞宗说 也没人敢忤逆 全都怪怪离开病房 只剩下沙瑞宗一个人 沙瑞宗以为爷爷又要主托课题的事 他开口道 放心吧爷爷 我一定把您的研究完成 沙靖城看了一眼已经失去作用的监控 问道 安管局的人已经离开了吧 沙瑞宗愣了一下 点点头 他们在前几天就走了 沙靖城道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很重要 不要问为什么 不能告诉任何人 沙靖城轻轻抓住了沙瑞宗的手 眼中有些许不舍 立刻给我办出院手续 今晚有人会接我走 我走后 就当我死了 帝多海军医院的王院长恕我门声 让他给我开死亡证令 到时候给我立个一关肿了 把我和你奶奶葬在一起 一切丧事从简 如果有人要见我的遗体 就说已经火化了 沙瑞宗疑惑万分 不解得看着沙靖城 沙靖城轻轻拍了拍沙瑞宗的手 今天我跟你说的话 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否则咱家会遇到天大祸事 晚上六点多钟 沙靖城已经顺利出院 并且回到了帝都老宅 作为魔物学的领军人物 他在帝都拥有一个四合院 在最后的时间里 他没有让家里人陪着他 院子里 沙靖城坐在堂椅上 踢着被子 看着昏黄的灯和光处秃的大榕树 思绪不知道飘到哪里 不到七点钟 沙靖城喃喃道 应该要来了吧 话音刚落 院子里大榕树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大门 一名带着鬼官面具的人 出现在沙靖城眼前 微微欠身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沙靖城睁大了双眼 空间异能 这个猎人工会 与鬼神何一啊 沙靖城艰难地站起身子 颤颤微微朝着那道门走去 太爷爷 沙靖城的重孙女沙兴儿 端着一盘水果走出房间 他看到了空无一人的院子 还有微微摇曳的躺影 沙兴儿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声 果盘摔在地上 水果撒了一地 沙睿宗从院子外冲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脸色正重无比 他回忆起爷爷说的话 今晚有人会接他走 沙睿宗时不时地在门口拽了 想看他是谁要带走爷爷 可是 门外并没有见到什么人 为了派爷爷出意外 沙睿宗一直用手机看着监控 他看到爷爷 似乎看到了什么人 露出震惊的表情 然后 爷爷起身 朝着空气中走去 紧接着 爷爷就消失了 沙睿宗顿了顿 定声道 心儿 通知大家吧 爷爷去了 夜里九点钟 魔物学 病毒学 免疫学领域发生震动 因为沙家现任掌门人 沙睿宗向公众宣布 老人已经安然离世 一老人一月 葬礼一世一切从简 一位位学者 传家 教授 以及影视明星相继发出道文 国家新闻立刻出了一篇报道 巨星垂落 国之大爱 沙靖城 历史铭记的英雄 在病毒学领域 免疫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推动魔物学发展 奠定魔物学基石 为后背开批疆土 官方微博的评论区下 清一色的沙老一路走好 或许 这些网民都不知道沙靖城究竟是谁 但不妨碍他们追到公寻 与此同时 南海市一处别墅 街白的墙面很突兀地出现一道门 黄杰带着沙靖城从那道门中走了出来 孟星和叶云运在此一等候多时 沙靖城看到带着鬼王面具的孟星 和带着拳手面具的叶云运 不敢怠骂 连忙到拳攻身 他知道这是为他续命的人 叶云运两步上前 辅助 沙靖城 沙老请坐 叶云运将沙靖城扶到沙发上 让其落座 沙靖城亚裔得看了一眼拳女 他还以为来到猎人公会 就要体验一把纪元篱下的感觉 拳女这么恭敬的模样 倒是让他受宠若惊 孟星对沙靖城这种世界级学者 还是很尊重的 不过他没有过多攀谈 首先要为沙靖城续命 这个老人如风中惨主 稍微不慎就要一命无虎 孟星这段时间 对浑浑果实的掌控力越来越强 已经可以分离自己的灵魂 作为寿命赠予他人 这一点很难做到 孟星和浑浑果实契合度这么高 才看他能掌握这一种异能的奥妞 要问为什么 孟星何必要牺牲自己的寿命 为他人增寿 他明明这么强 随随便便就能把普通人 甚至觉醒者的寿命拿去 这就要跟人的性格有关系了 孟星面对敌人毫不留情 哪怕是小小绊脚石 他也会使出阎王手段 但是他不是杀 欺凌弱小 大到无辜 孟星以此为耻 这也是孟星的底线 受缘损耗 他可以用敌人的命来修补 也可以用魔物的命来补充 孟星手中出现一道灰色 近乎透明的能量 那道灰色能量涌入沙靖城的身体 九汉冯甘霖的舒适感 再次充斥沙靖城的身体 沙靖城的精气神 肉眼可见地恢复过来 沙靖城尽未得看着孟星 拱手道 多谢会长 孟星温和地笑了笑 沙教授 刚才为你增售一年 这是你欠我的 沙靖城出现思索的深情 一年时间 我那孙子不出意外的话 三年可以攻克这个课题 如果我来的话一年时间够了 孟星继续道 接下来你要为我工作 寿命则是你的报酬 每过十个月 我会支付一年寿命 我知道你手中有一个 关乎人类命运的项目 我会为你提供一切你需要的东西 只要你成功让他问世 我会有额外奖赏 沙靖城眼睛猛地瞪大 每十个月会获得一年的寿命 这这简直是神明伟丽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决心质 猎人公会 为什么从未听说过 沙靖城是勾勾地看着孟星 会长看事才二十几岁 他真的是二十几岁吗 这位会长 会不会是某个存活很久的老官 这猎人公会也是个存在几百年的影视组织 沙靖城站起身 恭敬地冲孟星拱共手 多谢会长厚案 我一定全力以赴 至于为什么孟星会知道 自己手上有一个项目 这都不重要 这种恐怖的组织 已经不是凡人可以意想的 孟星点点头 以后这两个人就来照顾你的影视起居 门口未见其风 却刮起一阵沙尘 一位穿着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 门口 中年男人站在门外 他一身江湖气 对着沙靖城恭敬拱手 购魂猎人杀男 负责看家护院 沙靖城哪怕不是战斗天赋觉醒者 也知道这位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 一定是避街觉醒者 只有避街觉醒者才具备这种玄奥的元素能力 不远处地板的一小块突然化成沼泽 一位穿着女仆装的秀丽女人 从那沼泽中缓缓出现 勾魂猎人 找女 负责照顾沙靖城的生活 找女行至沙靖城身前 功身道 以后由我来侍奉沙老 沙靖城沉默 这两位都是避街战斗天赋者 避街在任何家族都是做上兵 两位避街战斗天赋者来伺候自己 果真大手柄 这猎人公会抵运好足 孟昕看了看时间 对 沙靖城微笑道 大病出狱 最近你好好休息吧 画壁 孟昕 叶云玉 黄杰三人 同时消失在了别墅内 沙靖城看着消失的三人 久久不语 神夜 孟昕阁楼园林 孟昕坐在书房里 看着眼前的书 眼睛的焦点没有在书上 神游天外 沙靖城算是牢牢被孟昕抓在手里了 寿命是沙靖城的命门 同时有两位勾魂猎人监视 沙靖城的安全以及忠诚 都得到了保障 孟昕自语 沙靖城的研究方向是魔物 我也应该抓一些魔物来做试验品吧 况且损失的寿命也应该得到补充 孟昕手指习惯性地点着桌面 消门声响起 叶云云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 见孟昕在思索 把咖啡放在桌面 她走到孟昕后面 乖巧地为孟昕安柔肩膀 孟昕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位风韵美妇的按摩 她喜欢叶云云的香水味 杨久 叶云云开口说道 先生 您看了两位勾魂猎人保护杀教授 是不是应该再张那几位勾魂猎人 孟昕缓缓睁开眼 在她计划中 勾魂猎人是五段灵星以上的同时 也必须是避戒天赋 然而 孟昕手里没有避戒恶魔果实了 看来迫切猎上魔物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就在此时 房门外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行进书房附近时放缓 咚咚咚 主人 管家大人 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这是活女的声音 叶云云冷着一张脸打开门 可疑的人 活女低着头 恭敬道 是一个女孩 她自称猎人 要见主人 叶云云脸色缓和下来 有头看向孟昕 孟昕站起身说道 是我叫来的 让她去餐厅等我 活女微微欠身 是 主人 活女刚要离开 被孟昕叫主 让初娘做一些甜点端到餐厅 活女在此恭敬 欠身 低头离开书房 餐厅里 一位灰透土脸的小姑娘 拼命地往嘴里塞着蛋糕 好吃 太好吃了 自从在金木咖啡厅试过一次甜点 她就忘不了这个味道 上瘾 雪 孟昕从楼上下来 看到这小姑娘的吃香不经忙碍 她叫姚玲 战斗力不强却有高等智慧 在魔物中 她 这一类稀有魔物叫做伪装者 具备伪装成人类的天赋异能 同时 她也是一位吃了人人果实的猎人 猎人公会中唯一一位魔物猎人 你称 魔雄 小魔物吃得太入迷了 孟昕落座了她还不知道 一心跟面前的甜点战斗 孟昕把面前的水果慕斯蛋糕推到小魔物面前 多吃点 小魔物乱了一下 看了看水果慕斯蛋糕 又看了看孟昕 她警惕地问道 你你不会又报警了吧 上次她吃了孟昕推过来的水果慕斯蛋糕 这人就报警了 满城治安官抓自己啊 这对一个未成年魔物幼小心灵来说 是多么大的伤害啊 孟昕轻笑着摇摇头 这回治安官不会抓你了 放心是吧 姚灵紧张兮兮得看了一眼孟昕 小心意地品尝下水果慕斯蛋糕 夜云云此时又端上来两杯咖啡 然后离去 姚灵贼兮兮的眼睛不断在夜云云摇曳生姿的风臀上透瞄 原来哥哥也喜欢这种类型的 跟我们魔物审美差不多啊 孟昕眯着眼睛 顺着姚灵的话说道 那你们魔物会掠夺人类女子吗 姚灵嘴里塞满了饼干 口齿不清 会啊 人类女人对魔物来说 又能泄欲 又能吃 冬天啊 魔物们都很躁动 已经有不少城市遭殃 孟昕挑了挑眉 为什么没有魔物来南海 别人惧怕魔物工程 而孟昕却很期待 姚灵费力地吞下饼干 说道 你们南海都把骷髅王干死了 谁还敢来南海找眉头啊 其他城市倒是会 尤其是北海的老城区 都快成魔物欢乐窝了 孟昕了然 骷髅王这个爱见魔物在南海一战后消失 很多魔物都不敢来撒野了 孟昕招呼着夜云云在做一些甜点 问道 南海附近的魔窟在哪 小魔物摇灵不假思索 道 四海城还着大海 魔物本来就少 南海因为骷髅王陨落 附近的魔物就更少了 小魔物思考片刻后又说道 不过最近有不少魔物朝这边聚集 我猜还是跟南海城的魔兽有关 按照小魔物之前的说法 南海城的魔兽对于魔物一族来说非常重要 骷髅王的战败 并不能让魔物们打消攻略南海的念头 孟昕停静地问道 那些魔物都潜藏在什么地方 猎人公会如今已经到了瓶颈期 虽说铁灵会把死刑犯的尸体运送给自己 但那些尸体终究是有限的 铁灵上位后 南海城治安实在是太好了 敢触犯治安条例的都是勇士 所以 孟昕迫切需要一场大战 打破猎人公会当下的瓶颈 南海城东边的山 北边的海岛 那都是魔物朝雪 反正 自从骷髅王战败 陆陆续续很多魔物都在往这玩 小魔物摇灵搭搭着手指头 一脸呆猛 模样地出卖自己同族 他们必经之路 就是南海城西边的林子 您要是在那设下一只伏兵 肯定能杀掉好多魔物 孟昕陷入沉思 魔物之中绝对有一位王者 否则不会有秩序地组织魔物来拿海 孟昕问过骷髅王 关于魔物之王的问题 可骷髅王对那个名字恐惧至极 根本不敢多说一个字 小摇灵 等级又不高 还没资格触碰 这么机密的事情 对了 小魔物突然想到了什么 您中道 一伙很强的魔物 最近也要来这边 领头的是一只高等魔物 具体是哪一位魔物 我还不清楚 反正那只高等魔物 可比骷髅王厉害 你们得小心点 孟昕站起身 轻易地揉了揉小魔物摇灵的脑袋 今晚甜点广告 说罢它便上楼了 一条团队任务 也在猎人公会应用上发布 团队任务 念魔令 念魔令 清理南海城附近的魔物 任务要求 产出东芒山 环郊海岛 以及大黑灵的魔物 任务奖励 积分低级猎人表现出重者 可破格提升为终极猎人 此任务一发布 猎人公会的聊天频道沸腾了起来 玉兔 又有团队任务了呀 好吧 有没有哥哥带带我呀 黑云 玉兔大佬 您头上挂着终极猎人标志 说这句话你不塞牙吗 玉兔 黑云小哥哥怎么这么说话呀 敢不敢告诉我你家地址 可爱 黑云 屠龙 带低级猎人刷魔物 每人上交五十几分 南海治安局 副局长办公室 铁灵开的手机上 猎人应用发布的任务 眉头紧照 猎人公会从不发布不真实的任务 也就是说北芒山 环郊海岛 大黑灵 一定有魔物聚集 那里 很有可能就是魔库 铁灵立刻走到墙壁上的地图前 他眼睛露出惊骇之色 按照猎人公会所说的任务信息 南海已经被魔物包围了 魔物随时会进行下一次工程 不行 绝对不能再次发生魔物工程的惨烂 铁灵下定决心 快步离开办公室 来到局长办公室 新任的局长是曾经的副局长 今生上去的 铁灵同志 你说魔物会再次攻击南海 这天方夜谈 局长胡一地看着铁灵 但是 局长看到铁灵那副认真的模样 心里发慌 铁灵被称为治安系统第一人 身上装装功了 堪称传起 局长思索片刻后认真问道 铁灵同志 你真的认为魔物会在短时间内进行工程 铁灵正重地点了点头 如果猎人公会没有发布灭魔令 魔物大代不会在短时间内工程 这些魔物或许会寻找一个战绩 但是 猎人公会要清剿魔物 这势必引起魔物暴动 这就像是潜藏了无数毒蛇 风停浪静的河面 丢下一块大石头后 里面的东西会封了式的撕咬岸上的一切 局长站起身 交集地夺步 他花了重金才从副局长升任局长 还没开始消散了 总不能让南海被魔物吃掉吧 曾经的南海有威娜镇守 可威娜已经下狱了 现在的南海哪里有艾基撑场子啊 局长背着手叹息道 上头还没有派艾基强者驻守南海 这可如何是好 而且这魔物进攻南海 只是你的猜测 他们还没有实际行动 上头没法派人支援了 铁队长 你被称南海守护神 你有什么办法应对吗 局长话语中遂一副忧虑 其实暗藏兴奋 他相信铁灵一定有办法抵挡魔物 只要抵挡住魔物工程 自己大功一剑 毕竟他才是局长 对应对之策 铁灵早有打算 他开口道 首先 开启南海一击警备 全城城防官随时准备战斗 铁灵的虎目 航光闪烁 其次 调动南海全部直安关 武官 主动进军魔物朝鲜 这句话如雷霆轰击麦田 正儿欲聋 局长文之色变 不行 从来只听说魔物工程 还没听过武官讲魔 自古以来 人类能抵抗魔物进攻 守住城当 已是大功 敢主动攻打魔物 还没有能做到 铁灵继续道 我已经下了命令 全体武官两日后将会出发 局长猛地转身 惊骇地看着铁灵 你你 你已经下了命令 局长坚南地咽下一口痛目 为什么武官出动 我会不知道 铁灵默不作声 神色平静 局长这才发现 原来铁灵已经掌握了 治安局全部力量 自己这个局长就是个摆设 什么时候铁灵变成了这个样子 明明 他之前对上司那么恭敬 局长还以为夺权的事 从来不会在铁灵身上发生 这头奶牛 为什么成了狼王 局长颓废地坐回椅子上 眼神中闪过一丝怨度 嘴上却说着 既然你已经有安排 那就去做吧 治安局 我全力支持你 铁灵点了点头 转身走出办公室 待铁灵离开后 局长在办公室中大发雷霆 南海下去 大黑林 这里在很多年前是南海的交通要道 一条铁路横穿森林 曾是著名的浪难打卡地 如今 铁轨荒废 杂草丛上 永远停在铁轨上的火车 以袖击斑斑 火车周围 聚集着大量魔物 他们安安静静地守护着列车 火车内 梁之魔物坐在餐厅里 腐朽的红色餐桌上摆放着各类人类内脏 由那大人 在下廷门为那被人类处罚 关押了起来 人类啊 嘿嘿 就是喜欢窝里斗的神物 这时候是进攻南海 夺回千足大人最好的机会 说话的是一位类人型魔物 他一头银发 身材健硕 河头中有一只树眼 不安分地左右转着 在他面前的 是一只类人女性魔物 他头顶一双脚 背身双翼 皮肤白腻 前凸后翘 西方人的长相 风乳飞腿 腰细得不足一窝 身材极其夸张 脱脱的极品大洋马 长相妩媚极了 粉色的瞳孔竟然是星星 被看一眼似乎就要原地升天 这位有着引人犯罪长相的魔物 名叫尤娜 一只罕见的魅魔 尤娜抿了一口桌子上星红液体 知道为什么骷髅王那个蠢货会输吗 三眼魔物摇了摇头 尤娜轻笑一声 因为蠢 曾有一位人类说过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而你们这些蠢货 真的了解南海吗 三眼魔物心有不悦 不过不敢多说什么 尤娜大人 战力恐怖 在魔物之中也有着极大背景 尤娜继续道 你以为南海只有为那一个威胁吗 骷髅王军团实力如何 你我都清楚 怎么会被去去治安局击退 并且至今下落不明 三眼魔物也来了兴趣 小心一问道 您的意思是说 南海另有一个超凡势力存在 尤娜眼嘴娇笑 还不算蠢 三眼魔物心沉了下来 那还需要等待魔物集结 以雷霆之势 踏平南海 解救千族大人 暗处的敌人最为可怕 尤娜嫌弃气地看了一眼三眼魔物 这不需要施加魅术的一眼 给三眼魔物看的差点气反应 尤娜目入比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南海的那超凡势力我早已清楚 是什么 神教教徒 老对手啊 三眼魔物目入震撼 没想到神教已经开始朝东方宣播信仰了 尤娜站起身 扭着小蛮腰朝着列车外走去 在车门口驻足 神教那位传教士名叫戴斯蒙 势力也就一般 等我去一趟南海 讲他同话 解释他就是我们攻略南海的助理 你们等我消息 随时可以开站 苍茫的大海上 波光灵灵 海星位很重 这片海叫大西海 东海城 西海城 南海城 北海城 半包环绕着这片海 相比于四周都是陆地的城市而言 这四座城市有着大海依靠 遭受的魔物侵犯少一些 岭东已知 再过一段时间渔民们很难捕获雨显 渔民们也要储存粮食过冬 大西海上 一队年迈的渔民夫妇乘坐小船 朝着海中撒下大王 窥虑 这里绝对有大火 家把劲 老渔民深知大海脾性 哪里有渔群 稍微看一眼海面就了燃云星 少女操纵着拉杆 大王在渔民夫妇的努力下 黄黄靠向小船 大王里的东西挣扎了起来 海面都出现道道涟漪 渔民夫妇更兴奋了 使出师奶的力气摇动拉杆 这么大鱼 绝对能去南海城赖的好价钱 那位少女却停止了拉杆动作 眼神里有着深深怀疑 老渔夫一边转动拉杆一边催促 归虐 在家把劲 马上就打伤了 少女直接放下了摇杆 大 看这个动静 咱们捕捞的绝对不是鱼群 这是一条很大的鱼 可是 这里是浅海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 老渔夫脑门都是汗 喘得粗气的 深海有魔物 把不少大鱼惊到了浅海 咱们这回是捞到宝贝了 少女越想越不对劲 开始劝阻父亲 要不 还是算了吧 这不正常 冬天到了 魔物也开始活动了 万一 这话让渔民老妇也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老渔夫老伴咬了咬牙 孩子 他爹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右眼皮总挑 靠大海吃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 也就是这份迷信 让他们敬畏自然 老渔夫见老伴和闺女都这么说 也起了疑心 但啥 老渔夫不甘得叹了一口气 那就算啊 放这畜生一条生路 老渔夫放下手中摇杆 放任海中渔网里的东西迅速逃离 然后在五百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老渔夫望着平静的海面皱眉道 那东西好像被渔网困住了 这网收不回来 怎么办 渔网可是很贵的 平常渔网漏了破了都是拿回家自己袖袖补补 少女坚持道 那就不要渔网了 把绳子割了吧 老渔夫骂了一句败家子 但身子却很诚实地拿刀去割绳子 特殊士气 谨慎一些 没什么问题 就在这时 绳子剧烈颤抖起来 喊水荡起波澜 渔网里的东西朝着渔船迅速冲来 老渔夫瞬间察觉出不对劲来 连满喊道 闺女 开船 走 少女不敢怠慢 冲到驾驶室 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 老渔夫手指颤抖着隔着绳子 这类绳子都很结实 想要割断要花费一些力气和时间 大海中 那东西要露头了 在老渔夫惊骇的老眼中 一条大渔现身啊 那大渔目测有两歹惊 令人惊恐的是 大渔夫下竟有四只人类手臂 大渔粘开大嘴 朝着船尾咬去 大渔嘴巴里的牙齿 拿出鱼叉朝着大鱼叉去 破音大 快 加速 去那边的岛上 老渔民打鱼有个习惯 每次捕鱼 都会寻一个小岛 就在小岛附近捕鱼 主要这渔船时间太久了 万一坏了 还有个着陆点 少女把游门开到最大 小船 以22公里的速度朝着环郊海岛进发 可是 那只魔物紧紧跟着 有着超越的势态 幸好 在最后渔船冲到了海岛海滩上 一家三口被巨大冲击力撞得五婚八素的 老渔民回头看了一眼 见那魔物 竟然还能上岸 自知人类手臂和渔夫其佣 以一个怪异的姿势朝着一家三口追来 老渔民不敢懈怠 夫妻老伴和女儿朝着海岛上面跑 海岛上乱世很多 加上用掉了太多力气 惊慌之下老渔民被乱世绊倒 老伴和女儿也因自己重心不稳 摔在了乱世上 晚啊 老渔民惊恐地瞪大眼睛 双手合适气道 龙王啊 海神娘娘啊 闲闲灵辣 以后我们一家虔诚信奉您 就在那魔物嘶吼着冲到三人眼前时 出现一声巨大轰鸣 哼 那头魔物的脑袋瞬间开花 嘴里那些人类手指 牙齿 散成烂天花 老渔民颤颤巍巍地回过头 只见沙滩里面的一棵大树上 站着一个穿黑风衣戴佐罗面具的男人 他的手黄化成炮筒 正冒着硝烟 而那男人 周围 一道道人影站了出来 有的站在树叉上 有的潜藏在灌木丛中 这些人统一戴着面具 穿着各一服饰 龙爷 咱们不是说好的在这埋伏一只大的吗 为了这么个小魔物 为什么暴露 一位穿着 脸上戴着兔子面具 受视大镰刀的少女不满地问道 朱大军笑呵呵的 没听他们喊我龙王爷吗 玉兔无语了 屠龙这名字也算龙王爷 朱大军不满道 他们今天报了龙王的号 都会被人欺负 那以后就会有人欺负我屠龙的小弟 一群低级猎人连忙呼喊 龙爷威武 玉兔无语了 傻逼 老渔民扑通一身跪在地上 对着这群人又扣又败 龙王爷在上 海神娘娘在上 龙王爷在上 海神娘娘在上 朱大军对着老渔民出奇的和善 这里危险 你们快些回家吧 朱大军是这么和善的人吗 明显不是 超凡势力为什么叫超凡 因为他们凌驾于凡人之上 敢把治安条例踩在脚底 超凡势力领导者的想法绝对也是超凡脱索的 为了能紧紧跟上猎人工会的脚步 早日成为高级猎人 朱大军把孟昕的想法揣测了个遍 最后得出结论 孟昕是个大圣人 为什么这么说 猎人工会干的这些事 全都是在保护南海居民 上次魔物工程 南海 连老城区都没遭殃 这一定是猎人工会暗中保护 朱大军安安道 咱会长就是想走以人为本那条路 我朱大军就是会长肚子里的灰虫 要么你死 要么这三个人死 朱大军愣了一下 怎么把这茶给汪啊 那一家三口 没听清那些面具人在说什么 只是不断地磕头祷告 老朱这个黑帮大佬 啥时候被人这么爱的 朱大军行私了一会儿说道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谁 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玉兔冷笑两声 拎着大镰刀朝着那一家三口走去 全女大人 如果知道我们不守规矩 死的可不止你一个 你自己找死 别拖累我们 就在这时 地面震动起来 连出浩浩荡荡掀起沙尘 全部猎人脸色马上凝重起来 在魔窟附近发生这种情况 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朱大军那一炮 把魔物群给引来了 朱大军瞪了那一家三口一眼 高声道 快些回家 那一家三口赶忙去推动小船 要赶紧离开此处 生怕遭殃 玉兔无暇顾及那一家三口 狠狠地看了朱大军一眼 你就是个傻逼 说吧从怀里拿出一罐大力水手的菠菜 一口吞下 在这一刻 玉兔的力量增长不少 他抡起大号镰道 严阵一带 这里背靠大海 不至于四面受敌 并且已经布下陷阱 根本不怕跟魔物正面交锋 好 一声嘶吼后 一条长得是几双人类 双足的巨大鲨鱼冲破树林 朝着猎人们张开血盘大口 几十名初级猎人咽了咽唾沫 眼睛逐渐被恐惧撑满 他们只不过是一介丧尸猎人 平常哪里敢看这种怪物 哪怕一眼 猪大军面无一色 大手一挥 小的们 动手 那些初级猎人咬了咬牙 双手开始结印 灵性随着初级猎人们的引动 侵入地下 大地中 一颗颗带着诡异笑脸的大土豆 缓缓浮现出来 他们不知道 这些名为土豆雷的小东西 能不能阻挡这种怪物 那只鲨鱼魔物临近了 那些土豆 雷也炸开 轰 轰 轰轰轰 十多颗土豆雷的爆炸声 震耳欲落 那只地阶鲨鱼魔物 在这一瞬间被炸地血肉模糊 血肉飞溅到海岛的树上 星红一片 丧失猎人们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大呼牛逼 工会出品 必无反品 这颗比普通地雷威力大太多了 初级猎人们互相看了看 心中豪气 浪漫 谁说人类不能主动攻击魔物 猪大军痛心机手地跺脚 你们这些败价玩意 浪费这么多土豆雷就杀了这么个地阶魔物 都把眼睛放亮点 魔物来得多了再引爆 这只鲨鱼魔物 只不过是个移动速度很快的倒霉蛋 身后那些乌乌泱泱的魔物大军才是主菜 鲨鱼魔物的血腥味 让岛上的魔物躁动起来 好 哎 一声声怪叫在海岛上响彻 岛上那些个魔物朝着猎人们冲上来 长着硕大人类脑袋的大章鱼 长着人类手足的巨蟹 浑身长满眼睛的蜥蜴 胸口有一张人脸 黑熊 海岛上这些魔物面目可不 并且恶心至极 轰轰轰 丧尸猎人们有了先前的作战经验 心中恐惧被克服不少 他们隐藏在灌木丛里 手中结音 不断用灵性牵动土豆来 朱大军怒吼一声 给我冲 他本人 双手幻化成两把加特铃 站在树干上挺直了腰板 火蛇喷吐 猎人们默认这个杂杂呼呼的男人为指挥官 恶魔果实 猎人们祭出各自能力 朝魔物们身上招呼 丧尸猎人们纷纷丧失化 仅仅跟在恶魔果实猎人们身后 这些丧尸猎人 虽然才是一界 但是那些魔物 终一见地界也是主流 他们渴望任务完成出色 也能获得一颗恶魔果实 成为细节强者 在这个世界上 拳头大才是真的 猎人公会的任务 既是危机 也是机遇 土豆雷迹二连三的闷响 混杂着破空的灵力 炙热的烈焰鱼四处乱寒 无情地舔尸着大地 魔物们的鲜血染红了沙滩 猎人们也有牺牲 猎人们的海沙声 魔物们的嘶吼声 在爆炸的背景音响 尽完美融合成死亡舞者的赞歌 金木咖啡厅 孟昕坐在老位置 手中拿着一部手机 手机上是猎人们在 环郊海岛与魔物们 战斗的直播画面 孟昕活动了下酸痛的脖子 眸中闪烁着亮光 猎人们几乎全体出动 环郊海岛的魔物应该都能剿捏 况且夜云运和李扬也被我派去掠阵 魔物尸体 和魔物火体 都是孟昕所需要的 魔物尸体 可以当作培育超凡植物的养料 魔物火体要运送到实验室之中 攻杀进城研究 孟昕站起身 我也该做点自己该做的事 孟昕行至二楼 黄杰早早在这里等待 黄杰把手放在墙壁上 移上骨朴的大门显现 黄杰打开大门 冲 孟昕恭敬地牵身 孟昕戴上哭泣鬼王面具 走进门内 黄杰紧随其后 大门闭合 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北芒山上常年笼罩大雾 越往深山中去 大雾越浓 能见度很低 那些冒险前往深山中的人 往往会像瞎子一样迷失方向 这就是北芒山名字的友来 北芒山脚下有一处村壮 名为芒村 这里就是芒村 一位背着包的少女站在芒村口发呆 这看起来就是很平常的村子 跟老城区差不多 这里果然和传说中一样 背靠大雾笼罩的北芒山 东画时代 人类不敢在山林附近生存 尤其是北芒山这种深山老林 可是 这芒村不但敢在北芒山脚下榨根 还能过着平静的生活 杨大作家 终于见到您了 村长是一名中年人 个子有些爱 他是杨雪小说的粉丝 也是 他在评论区跟杨雪说了芒村的情况 在魔物横行的时代 有神秘村落 在危机四伏的北芒山脚下生活 这种猎气象消息吸引了杨雪的好奇心 他是一位网络小说家 他觉着芒村应该会给他带来灵感 杨雪微笑着回应道 打扰您啊 村长 可以跟您了解一下芒村吗 村长连连点头 热情道 好好 咱们去村我也会说 您真的是 比照片还要漂亮 杨雪没看到 村长的眼神中带有一些别样色彩 杨雪在村长陪同下 绕着村子转了一大圈 这里跟世外桃源似的 没有魔物霍乱的痕迹 杨雪指着半山腰的梯田惊奇道 你们还在山上开辟了蒙田 这座山是没有魔物吗 村长神秘兮兮道 是啊大作家 咱们芒村有山神保护 根本没有魔物来捣乱 杨雪震住了 山神 村长笑咪咪道 这山神就说来话长了 咱们去村委会 我跟你细细说 现在是寒冬 挺冷的 杨雪也被冻得直打哆嗦 点点头 同意 跟着村长去了村委会 村委会是大瓦房 两名农庄艳抹的女子围在火炉边天柴 炉火烧得很旺 两名农庄艳抹的女子看到村长到来 立刻站起身 恭敬地低下头 这两名女子穿着可不像是村妇 打扮得有点像夜场女子 村长皱起了眉头 脸色瞬间很立起来 你们两个贱人 没看见有客人吗 快去做饭 把老母鸡杀了 两名女子哆嗦了一下 京剧地看了一眼村长 低着头走出屋子 外面零下十几度 两名女子穿着黑色更不怕冷似的 似乎早已习惯这种生活 杨雪疑惑地望得两名女子的背影 村长笑呵呵地解释道 他们是我的妻子 大作家您先做 杨雪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如果魔物没有降临 这两个性感的女子 大概看不上村长这种大老粗 但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危险 而这盲村没有魔物 生存不是问题 只要能让人活下去 别说她是个村长 就算是个乞丐 也有大把女人愿意献出自己 这不是贬低女子 这个世界有多少男人 为了活下去给人当狗使唤 杨雪坐在破旧沙发上 取出笔记本 微笑道 您说的山神是怎么回事 村长拎着一把木洞子 坐在杨雪面前 满面自豪地说道 来到这里纯属意外 不过好在我遇到了这里的山神 成为了山神使者 只要有我在 山神就会永远必有盲村 按照村长的说法 他曾是一个私立性质的探险队队长 他和队员们迷失在北盲山的大雾中 在淡尽两绝 那天他遇到了山神 为了活下去 他跟山神签订契约 探险队成员在山下开辟了村子 暗示为山神提交供奉 魔物则不会入侵村子 盲村一开始就是十几个探险队成员构成的 时间久了 杨雪对那山神有着很大兴趣 为了村长很多关于山神的问题 他的写作灵感也如金泉潘涌 杨雪兴奋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村长的话 杨雪突然问道 您既然是探险队的队长 以前工资应该不低吧 为什么不打算回老冬家 村长愣了一下 太远了 很难回去 村长瞄了一眼在外屋灶台上忙碌的两位性感女子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在这里我就是土皇帝 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因为没有我 山神就不会比有盲村 我还回去当打工人 做什么 杨雪点了点头 村长的话不无道理 虽说城区的环境比这里好 可在这里就是村长的一眼堂 您当鸡头 不当凤尾 村长继续道 还希望大作家回去后多多宣传盲村 这里可是被山神庇佑的镜头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盲村 免遭魔物之乱 杨雪正主了 看着村长的眼神变得奇怪起来 这时候 门来一位村民慌慌张张张地跑进村委会 村长 村长 不好啊 村长不满地看着那位村民 没看见我这里有客人吗 乱什么乱 那名村民满面恐惧 几乎是颤抖着说道 村头赵老四家的媳妇 难缠啊 村长文言猛地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赵老四家的媳妇难缠啊 快带我去 杨雪压然地看着村长 这村长管得也太宽了些 难道赵老四家媳妇独自里的孩子是他的 村长跟着那村民走出去两步 才想起来杨雪还在屋子里 换上一副笑容 说道 大作家宁先坐着 村子里火肿延续是大事儿 我得去看看 杨雪连忙道 您先忙 不必管我 村长跟灶台上忙活的两个女人叮嘱了两句 后 才急匆匆地跑出去 村长走后 杨雪陷入沉思 这个村长不太对劲 说的话也太模晃啊 自己就是写小说的 论编故事 还没怕过谁 他总觉得这个村长说的话有点假 山神 难道真的有神灵 杨雪难难道 如果山神是假的 这个村子在北盲山山脚下这么多年安然无事 又怎么解释 就在这时 厨房传来一声惨叫 杨雪赶紧站起身 轻易地看着厨房方向 快步走了过去 厨房里 一名红发女子倒在地上 脑袋上破了一个洞 另外一名金发女子手中握着烧火光 她惊恐地瞪着大眼睛 手中烧火棍指着杨雪 你 你是不是有车 杨雪不管许多 先检查红发女子的伤势 还好 只是晕倒啊 金发女子面目扭矩起来 尖声叫道 我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有车 杨雪点了点头 她是治愈类觉醒者 论战斗力她没有信心打过拿着棍棒的金发女人 她尽力安抚金发女子 我有车 就停在村口 你先别激动 金发女子眼中迸发出兴奋的神采 快 带我走 你先别急 杨雪手中闪烁乳白色光芒 修复红发女子脑袋上的血洞 金发女子看到这一幕 手中棍棒脱落 她喃喃道 你你是觉醒者 金发女子猛地跪在地上 脑袋疯狂磕着水泥地 带我走 求求你带我走 求求你 你是觉醒者 你一定能救我 金发女子的额头都磕破了 杨雪赶忙扶起这个看起来精神不正常的女人 你先别这样 你跟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发女子直勾勾地看着杨雪 眼中的恐惧要溢出去 这里 这里就是个魔库 那个东鹰人 那个东鹰人就是魔鬼 杨雪眉头一下子就凝巴起来 东鹰人 金发女子抓住杨雪的手 满脸气球 求你 先带我走好吗 路上我跟你解释 杨雪不假思索 拉起金发女子就跑 不需要问太多猪如不行 你得先告诉我怎么回事 之类的蠢话 本来就是写小说的 本来就是编故事的 真话谎话 他有得天独厚的分辨力 一路上出乎意料的顺利 很快跑到了杨雪的车子里 金发女子摸着车窗 直接哭出了声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接触现代科技 也不知道是不是终于看到了挑出去的希望 他哭得很惨 杨雪开始启动车子 同时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跟我说说吧 金发女子好一会儿猜谎和好情绪 哭哭啼啼道 我是被骗来的 我们都是被骗来的 那个东鹰人骗我们说盲村是一个远离木屋的世外桃源 可 不是这样的 那个村长是东鹰人 该死的东鹰人 他叫小苍毛二郎 他一定是见底 一定要报警 杨雪皱紧了眉头 可是 盲村却是没有木屋侵略的迹象 你们甚至可以在北盲山上开坎田地 金发女子双目充满恐惧 还有丝丝怨恨 太咬牙切齿的 那都是拿命换的 我们这些被骗来的女人 被当作生育机器 那些刚诞生的孩子 全部都送给了北盲山的魔物 北盲山上的那只怪物 喜欢吃鹰辣 不能生育的女人 会被送到山上 见给魔物们 我们不是被山神庇佑 我们只是魔物圈养的人类 很不幸 金发女人来到北盲山之前是一个夜总会小姐 常年混乱的生活 早已经失去了微人鲁的资格 杨雪了然 对金发女子的话已是全部相信了 相传东营有一种特殊异能 叫做通灵之术 施术者能够和魔物交流 并且签订某种契约 施术者付出某些代价 能够获得魔物的帮助 这种通灵术听着好像很厉害 能够驱使魔物 其实 作为北海杨家的大小姐 知道的远比常人多 她知道通灵之术究竟是什么 通灵之术真正的意义 是成为魔物的魔朴 就好比牧蛎坟香歹岸 献上自己的亲女 祈求柱子施舍两件新衣服穿 东英国凭借通灵之术在乱世存活 并不是通灵术多么厉害 而是他们本身就是那群畜生圈养的 村长说过 他是个外地人 回不了老东家那 因为故乡太远 可不吗 这里距离东英岛十万八千里 怪不得赵老四家媳妇难产 村长那么紧张 原来 因而是送给魔物的典型 也正是因为村长给魔物奉献肉食 所以魔物才不踏足盲村 因为盲村村民 本身就是被圈养的 如果是这种生存环境 很多人类 一定已经成了魔物的爪牙 比如说村长另外一个老婆 那个红头发女子 这个村子 现在很危险 杨雪拼命地发动汽车 但是汽车就是打不着火 你快点啊 一会他们发现 我们逃走了 会杀了我们的 金大女子焦急地催促着 杨雪额头冒出秘密的汗珠 这个车子 被动过手脚啊 金大女子突然抓住了杨雪的手 颤颤巍巍的 半嗓不说话 杨雪感觉到不对劲 抬头看向后市井 只见村长带着一众村民 拿着搞头 愤叉 朝着这边气势汹汹而来 怎么办怎么办 金发女子脸色煞白 毫无血色的嘴唇如动 要死了 我会死的 今晚我就会被送到山上 我要被吃掉啊 金发女子很清楚 被送到山上后会发生什么 她死的不会那么干脆 她将受尽折磨 然后被魔物分尸 动 动 动 村长有节奏地敲着车窗 金发女子的身体 也随着敲车窗的声音 剧烈颤抖起来 车内安静的环境里 杨雪能听见金发女子 试镜的声音 杨雪皱了皱眉 仔细地看着车窗外村长那张胡子拉叉的脸 那张脸不是先前看到的航后 而是硬度 杨雪不着痕迹地把车窗锁死 拿出手机拨打号码 可是 这里没有信号 村长皮笑肉不笑 大作家 是不是我的妻子跟你说了什么 我妻子精神有问题 你不要相信她 杨雪平静地说道 是吗 我在北海颇有人脉 我可以帮你治疗好你的妻子 等她治疗结束 我亲自送回来 就当你接受我采访的报答了 村长面容渐渐扭曲起来 放在玻璃上的手 已经不是敲了 而是变成了砸 杨雪买的车子很贵 车窗很结实 不是村长肉体之躯可以砸碎的 村长捂着红肿的拳头 退后两步 指着村民们咆哮 你们这群蠢猪 愣住 做什么 别我把车子砸了 车子里的女人 给你们轮番用 村民们闻眼 举着手里的锄头 叉子 朝着车子上猛砸 咚咚咚的声音再次吓哭了金发女子 怎么办 我们要死了 杨雪冷横一声 双手释放出乳白色光芒 按在车子顶部 车子绽放出金色光芒 好似金钟照 无论村民们怎么努力 都无法把车子砸出一点裂寒 停手 村长呼吓着赶走村民们 他重新走回车前 看着杨雪 两眼直放光 觉醒者 你竟然是觉醒者 杨雪不搭话 依旧释放着金光保护车子 村长笑眯眯道 大作家 咱俩好好聊聊 杨雪瞥了他一眼 好啊 我们好好聊聊 你想我做什么 话这么说的 藏在方向盘下的手机 疯狂地给孟昕发送消息 他知道杨仪已经回北海了 在南海 他只有孟昕这么一个朋友 村长也看到了杨雪的小动作 也没阻止 南海距离这里很远 他不幸有人能在五个小时内赶到 他有的是时间跟杨雪磨蹭 村长道 山神大人需要你这样一位妻子 你和我一起 侍奉山神大人吗 我保管你安然无事 并且这辈子逍遥自在 杨雪瞄了一眼手机 见面上 自己发送的消息还在转全 杨雪心里一沉 这里信号太差了 窗外的村民们虎视眈眈 村长多多逼远 而自己 求救无望 灵性 也不够用了 无法保护这台车子了 杨雪心冷了下来 气质也开始发生变化 太阳头冷声道 小苍毛二郎先生 你难道也指望我跟你一样 去从魔物膝下吗 你也配做一个人类 村长愣了一下 紧接着解释道 什么小苍毛二郎 你别听那个女人瞎说 我说了她有精神 杨雪眉头一皱 双目散发如剑般光芒 够啊 什么愚蠢的山神 只有你们这些东鹰人 才会把那些畜生当主子伺候 村长脸一下子就黑了 你 说什么 杨雪不屑地看着村长 我说错了吗 你们的通明之术 不就是对魔物摇尾起怜的把戏吗 村长的脸阴沉得要递出水来 你究竟是谁 安管局的人吗 通明之术 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的 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从刚才开始 这个看起来清纯阳光的少女 气质上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哪里相识的网文作家 不对 从一开始 这个女人就出奇地淡定 哪怕自己提到山神 她也做出没什么不可思议的表情 难道 这是安管局钓鱼的把戏 杨雪挺直了腰板 我是北海杨家大小姐 未来北海杨家的掌门人 小苍茅二郎先生 在四海城地界这么久 不会没听说过吧 杨雪此刻拿出的 就是北海杨家大小姐的气势 想要拿一线生计 必须给自己施加足够的筹码 杨雪看着村长狐疑的眼神 立声道 不信 那你敢伤害我吗 只要我死在这 杨家立刻会得到我命丧之地的坐标 到那时候 你和你的山神都要给我陪葬 村长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阴邪的眼神紧紧盯着杨雪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后悔了 不该把杨雪骗进村子来 就算放走了杨雪 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安管局的人一定会来覆灭盲村 下国的母猪 下国的母猪该死 该死 混蛋 村长抓狂起来 随手抓过一个村民 又打又踹 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村民哀嚎着捂着自己要害 这些村民从来不会反抗 首先 村长可以沟通山神 必要他们不受魔物迫害 其次 跟着村长混 几乎每天都可以享用 女人 这在城区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即便他们知道 这位村长不是下国人 当然 也有很多反抗者 结局就是被这些不会反抗的村民为啥 村长发泄一通后 冷静了下来 他敲着车窗 微笑着问道 杨小姐 你该不会是灵性不够用了吧 杨雪心底一沉 村长文卫地笑道 那你猜 我把你从车里救出来之前 你有时间自杀吗 我把你救出来之后 你有机会自杀吗 贵族家的小姐 我还没尝过滋味 村长后退两步 招呼着村民们去砸车 杨雪索性打开车的天窗 探出头来高盛叫道 你们的村长是敌国间谍 他在南海城潜伏二十年 一定有阴谋 你们把他拿下 你们就是功臣 我会帮你们 话没说完 一狼头就朝他咋去 杨雪惊呼一声 把头缩回车子 村长讥讽地笑道 你们这些下国侏罗就是这样 给点猪饲料 他们比任何国家的人都喜欢对付下国人 这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崇拜强者 而我就是那个强者 别说他们啊 等你知道了我的厉害 你也会崇拜我 这些村民不想当功臣 他们只想跟着村长在盲村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其实这些村民 只要有几个人敢去给村长一棒子 这村长就活不到现在 东英人战斗类觉醒者很少很少 但很多东英人会通灵术 他们能依赖魔物作战 但是 召唤魔物的条件很苛刻 朝有不慎就引火烧身 所以 只要有几个村民在村长施展通灵术前 给他挤下狠的 这村长不会作威作福这么久 杨雪绝望啊 这时候他脑子可能是超恶 竟然有一个幻想 他不需要踩着五彩香云 身穿黄金甲的至尊宝 他竟然想要一个戴着面具 穿着风衣的李耀天 李耀天是他小说里的主角 这个风女人爱上了自己小说里的角色 我真是疯了 这个世界 哪里来的李耀天 就在这时 天空竟然离奇地出现一道大门 两个身影从续空中带出 一位带着鬼怪面具 身上被黑衣包裹得严严实实 背后伸着一对翅膀 这个人他见过 在公寓楼下 这个怪人曾想杀了自己 另外一位脚踩青色火帘 立于空中 带着哭泣鬼王面具 头戴冒动 黑色风衣在寒风中烈烈作响 这两个怪人的出现 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 梦兴贴了一眼黄姐 这是哪里 似乎不是北芒山 黄姐尴尬地笑了笑 门门果实的能力 我还用得不太明白 我对你有些失望 梦兴不再看黄姐 淡漠的眸子看向地面上的村长 这个人很奇怪 身上有一股浓浓的木屋气息 他冰冷且带有磁性的声音 从口中吐出 你是伪装者 村长亥然地张大嘴巴 这是两位强大的觉醒者 难道是安管局的人 村长彻底是太狼 他指着梦兴和黄姐 似吼道 安管局 安管局 你们抓了我二十年啊 到底是让你们找到了 好好好 这回我付出全部代价 也要把你们这些下国侏罗杀掉 梦兴眼角抽了抽 上回敢这么骂自己的还是聂三 聂三已经死了 而且死得很惨 村长咬破手指 双手飞速结印 一道六芒星皱纹在身前显现 紧接着 大地震动 一道巨大蓄影出现 缓缓成为实质 这是一只白米长的巨大人面蜈蚣 人面蜈蚣背上 有密密麻麻的生物蠕动 仔细看来 那竟是数以千计的小人 他们在人面蜈蚣的背上哭喊 声音 圣人 村长跪在地上 山神大人 我明明愿意献祭一千名婴儿 请名击杀天上的两个人类 人面蜈蚣没有打理村长 双目警惕地看着天上那两个人类 这两个人类 一个爱贱 另外一个看不清楚 人面蜈蚣是即将晋升为爱贱的魔物 魔物的等阶达成某个条件就能进阶 他已经具备不俗的智慧 一定要击杀人类强者 人面蜈蚣仰天嘶吼 北芒山竟然轻微颤抖了一下 紧接着 整个北芒山的魔物沸腾起来 他们像印王的号召 正朝这里疯狂赶来 黄杰笑了笑 冲梦兴恭敬欠身 哥 我大大没走错 魔物全在这 梦兴能不能打过这群魔物 开玩笑 这可是梦兴 会长的形象早已在猎人们心中神话 混乱 尘土 魔物群打村口堵得水泄不通 那些怪物 鼻子忽视忽视喷出热气 正听作响的嘶吼魔鹰 室外桃源盲村 在此刻显露出最真实的模样 魔圈之地 那头人面蜈蚣站在魔物群中 仰着脸 目书挑衅的笑容 面前这两个人类虽然可怕 但自己身边是这么多的魔物 数以万计 人类不足为虑 众所周知 人类的灵性远远低于魔物 我海战术足够通目这两个强大人类 村长 不 应该叫小苍毛二郎 小苍毛二郎捂着肚子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哈哈哈哈 你们是我见过最蠢的安管局管理员 不跑 等我山神大人召集世神 把你们吃了 你们不会以为会非就利于不败之地了吧 你们不会还想着亲历北芒山众神吧 下国诸若 就是盲目自大 毫无谦逊之心 从人灭无功召唤北芒山魔物开始 孟兴和黄杰就在安静地等待 孟兴在等魔物自动聚集 省下一番功夫去北芒山 黄杰剑梦兴不慌 那他还慌什么 会长都不怕 自己派的锤子 王村村民们见 四周是密密麻麻的魔物 肝胆俱阵 他们尽力隐藏眼神里的恐慌 他们早早知道村长一直都在跟魔物联系 所谓山神就是魔物 不过这都不重要 乱世之中能让他们活下去 活得滋润就足够了 日日有吃有喝 夜夜能够播种 这才是漠视的好处不是吗 他们甚至不希望天空上头的两个面具人能逃跑 他们希望那两个人可以死 这样盲村的肮脏够当谁都不会知道 他们会继续享受这份美好 完蛋啊 完蛋啊 要死啊 他们是国家的人吗 他们这些公职人员都是傻逼吗 金大女子目光呆滞 四舍着自己的头发 一个人面蜈蚣就让他再次试镜 再来这么一群魔物 活不成了 他起初发现人面蜈蚣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谨慎地和天空中那两个面具人对峙 他觉得有机会逃的 两个面具人不是会飞吗 那直接带他们飞走不就好啊 可当他看到人面蜈蚣召集了这么多魔物 他对天空中两个抱有的希望变成了怨恨 非要浪 非要送人头吗 自己今天死在这 都怪他们 有些人就是这样 惧怕敌人 却憎恨带来希望的自己人 杨雪被金发女子的碎碎念说法了 立声呵斥 闭嘴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揪下去 那与其神态比村长还要可怕 金发女子慌了神 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杨雪的毛子看向天空 他们不是安管局的管理员 这两位是超凡势力的人 小说中的人物走到现实 莫名的情绪在心底滋生 泉流蓬勃 人面无功嘶吼一声 几只七行怪状的鸟类魔物在空中盘旋着 冲向天空中的两个人类 他要看看这两个人类的底 摸一摸他们的天赋是什么 有人欢喜 有人兴奋 有人恐惧 有人忧愁 人性的复杂 在这个幕布里 演绎得精彩 黄杰眼神一冷 双手变作阴照 想要挡在梦星面前 黄杰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心机 恐怖的威压和骇人的灵性波动在身后迸发 黄杰满脸惊骇地扭过头 瞳孔因震撼骤骤然收缩 梦星的黑色瞳孔已变成深邃的紫色 诡诀和谐异的灵性已成 失智的黑色气流 在他身上缠绕 梦星什么都没做 只是在青色火帘上安静站着 就好像已经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一尊魔 这这就是会长真实的力量了 黄杰原以为自己吞下了艾杰恶魔果实 已经算是这个世界的顶尖强者了 毕竟艾杰已是凤毛麟角 可梦星还未出手 就已经展露出令他绝望的力量波动 自己跟他之间的差距仍然天差地别 他默默收回了灵性 你难道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在那群魔物眼里 梦星的形象并不是黄杰所看到的那样 在他们视线里 面前的鬼王面具人足足千丈庞大 这天碧日 魔艳滔天 这些飞行魔物 在那个人类面前 只不过是苍蝇半渺小 他们的翅膀还在震动 但是身子已经不能动了 他们脸上的暴力和凶财消失无踪 只剩下慌张和惊恐 地面上那些魔物也好不到哪里去 魔物们扑腹在洞土屋叶着 站立着 游魂共赴 世人的魔鬼变成了带宰羔羊 这是梦星开发出的浑浑果实 烈压 灵魂震慑 梦星入侵了全部魔物的意识之海 挖掘出魔物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人面无功 不愧是即将进入埃及的魔物 他嘶吼着摆脱梦星的灵魂震慑 朝着梦星尖锐私命 只不过他背后的那些小人不再哭吼 而是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人面无功只不过是恢复了神志 灵魂震慑的部分效果还在 梦星淡漠地瞥了一眼人面无功 这一刻 灵魂震慑效果扩大 那张哭泣鬼王面具扩大 占据了全部魔物的视线 除了那审判师的眼神 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人面无功浑身颤抖如筛抗 这种压迫感只在王身上才感受过 他终于忍不住压力 匍匐在地 脑袋兜兜不敢抬起来 梦星嘴角扯出一丝圣人的弧度 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齿 寿命 魔物们低着头不敢反抗 带愣得看着地面 一道道透明的灵魂从魔物的身体中被抽离出来 魔物的灵魂被抽离出来后好像恢复思考 那些灵魂拼了命地去撞麻木的肉身 然而梦星就是一个黑洞 他们不过是海浪滔滔中的叶子 那些灵魂来嚎着涌进梦星的口中 气厉的悲鸣声刺激着在场人类的耳末 哪怕是那头人面无功 也挣扎着不了一会儿 尸体在地上戳戳起来 巨大口气吐出大量墨子 梦星的精神之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简直就是如内生天 为杀净成消耗的寿命全部恢复 不过对浑浑果实的开发还不够的原因 上万只魔物只给他带来了几百年的寿命 很多魔物的灵魂应该是浪费了 就像是试了大补的药材 但是大部分药性并没有吸收 不过 这对梦星来说也足够了 梦星只是对魔物的施展了灵魂震慑 所以在场的人类躲过了一劫 但是在场发生的一切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万魔朝拜 贡献灵魂 这真的是觉醒者可以做得到的吗 这还算是人类吗 这个鬼王面具人 简直就是有着人类平囊的恶魔 黄界喉咙怂动 对梦星的态度更加恭敬 更加卑微 他压低着脑袋 新会长 那些魔物尸体 要我帮回院子了 梦星摇摇头 不必啊 今晚派人来 送到研究所吧 这些魔物被梦星抽走了灵魂后 身上的灵性全部消失了 没有灵性的魔物尸体 无法做培育超凡植物的养粮 只有沙靖城做实验才能用得到的 黄杰点点头 重新站回梦星身后 梦星把目光放在地面上那些人类身上 他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杨雪 他怎么在这 杨雪是梦星攻略北海的重要棋子 对梦星来说他还是很重要的 梦星踩着青色火连落在地面上 青年消散 风一烈烈 杨雪指着小沧 毛二郎大声喊道 先生 那个人是敌国间谍 小沧毛二郎 不能让他跑啊 梦星身形一顿 扭头看向已经下坛在地的小沧毛二郎 东鹰人 梦星对这个种族的人类并无好感 这个种族亡下之心不死 跟赖屁狗似的 总在等待时机 咬上下过一口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妖孽 小沧毛二郎惊惧地大叫着 他指着那些村民 跨过来 拦住他 那些村民虽然蠢 但还不是那么蠢 他们跪倒在地 冲着梦星 气嘴巴舌得说着小沧毛二郎的罪准 这个东鹰人丧尽天良啊 他逼着我们侵犯下国小姑娘 他把孩子送到山上喂母 他把不听话的女人送给母屋吃了 好可怜啊 前两年有一个治安官来北芒山 就被他分尸了 小沧毛二郎横狠地开着这帮村民 他们说的好像全是自己的错一样 但这些人不也是乐在其中吗 小沧毛二郎沉思一顺 大喊道 强大的决心者大人啊 我是东英国的情报忍者 只要您放过我 我就把一份重大情报送给你 梦星已经走到了小沧毛二郎身前 漠然地注视着他 小沧毛二郎顿感不妙 急切道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情报 如果我死啊 这份情报就没人知道 梦星朝着小沧毛二郎伸出手 搜魂 这是对魂魂果实开发后的另外一个能力 跟神话故事中的搜魂术没有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被搜魂的人可能会死 一道透明的力量涌入小沧毛二郎的脑海里 这是第一次使用搜魂 小沧毛二郎成了试验品 小沧毛二郎张大着嘴巴 眼球上犯 像是要渴死的鱼 梦星皱了皱眉 脑海一针剧烈刺痛 小沧毛二郎的叹 吃 吃 血 被 冲击着梦星脆弱的大脑 强行获得别人的疾 对梦星来说还是太难承受 清联地心火及时的发挥作用 青色火焰如青泉一般 抚平大脑中所出现的不是 清联地心火 具备金星灵神的功效 小沧毛二郎的记忆 也顺理成章被梦星所接纳 小沧毛二郎是东鹰情报人质部队 神灵发掘组的一员 神灵发掘 说白了就是寻找强大的母 以通明之术签订契约 然后带回东鹰 他们的任务坐标就是南海 途中 神灵发掘组遇到安管局管理者的袭击 保护神灵发掘组的东鹰觉醒者 全部被击杀 神灵发掘组小队在逃跑途中 误打误撞来到了北芒山 但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这只人面蜈蚣 人面蜈蚣 对于内置魔物来说 实在弱小不堪 他们寻找的 是一只真正的恐怖存在 懒惰山羊 若论这个事件 哪个国家对魔物最为了解 那就只能是东鹰国 这个臣服于魔物的国度了 他们早已知晓 魔物之中有七位灵性和天赋 堪称逆天的奇特魔物 这七位奇特魔物形态各异 智慧不同 有的是具备智商的类元型魔物 有的是浑浑噩噩的魔兽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七位魔物特点 天赋和七宗最极为相似 傲慢嫉妒 暴怒懒惰 贪婪 暴事和色欲 而那只懒惰山羊对标的就是懒惰 就四海城附近沉睡 小苍谋二郎的任务 并不是使用通灵之术 与懒惰山羊签订契 而是寻找到这只魔物的踪迹 然后交给上层决断 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 小苍谋二郎已经找到了那只懒惰山羊的位置 就是在北芒山 可惜 小苍谋二郎这么多年 危在北芒山上发现懒惰之羊的踪迹 他也无法将情报传递回东营 只要他走出北芒山 脱离人面无功的必要 会立刻被安管局的人发现 要说打电话发短信什么的 那就更别想啊 安管局对海外通论监察特别严谨 到时候情报被拦截 不说 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些信息 却被孟昕阴差阳错地知晓 孟昕打算回去就发布一个探索北芒山的任务 他对这只懒惰山羊除了有兴趣之外 还有担忧的成分 南海是猎人工会的大本营 自己老巢旁边盘踞着这么一只魔物 他心难安 搜魂结束后 小苍谋二郎脑袋意外死去 孟昕把目光放在了那些村民身上 他从小苍谋二郎的记忆中获取了这些村民的信息 眼神逐渐冰昂 村民们心惊胆战地 对着孟昕连连称赞 下国人 不打下国人 你可不能伤害我们啊 感谢国家 感谢 是安局 派您来杀了这个间谍 这个沃魔终于死了 真是太好了 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啊 金发女子拉开车门 指着那些村民尖叫道 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们明明是他的帮凶 一位大汉指着金发女子弄骂 你说什么呢 你是那间谍的老婆 你才是帮凶 话刚落 一朵青色火焰在大汉手指头上燃起 死心裂肺的惨将 下国人不杀下国人 你不能这样对我 孟昕才不管这大汉说的这套 这大半年来自己杀的人还少 聂三就不是下国人了 如果不是杨雪在这里 孟昕会一把火 把所有见过自己的人全烧了 但杨雪在这儿就不同了 他还不能死 至少现在还不能 村民们想跑 又能跑到哪里去 这些沉浮于东莹人和魔物的下国人 浑身燃烧起青色火焰 那火焰很妖异 很艳丽 也很危险 他们挣扎着没多久就在地上化成了灰烬 有些时候 这些人比敌人还要可怕 就好像 那些把鬼子带进村庄的翻译官一样 他们打着生存的旗号 做着卖国求龙的声音 这些人死了一点都不可惜 孟昕一面之间杀掉了这么多人 那金发女子明显的慌啊 杨雪也露出几分忌惮之色 孟昕身上的杀气缓和一血 今生道 这里已经安全了 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同伴离开了 孟昕知道村子里还有很多女人 那些女人大多数还大着肚子 有一些也是忠于小苍毛二郎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 一些为了生存 甘愿给男人做牧蛎的女人 他们翻不起什么风浪 孟昕要的 是给杨雪留下一个自己不杀女幽的形象 她是出杨雪之外 最了解杨雪那门小说的人了 毕竟小说中弘扬正义的黑侠联盟中 很多剧情都是自己帮得想的 猎人公会的猎人要戴面具 黑侠联盟中的黑侠要戴面具 相似度很高 孟昕没理由不利用杨雪对黑侠联盟的幻想 做一些利于猎人公会的事情 杨雪很好骗的 杨雪壮着胆子问道 你们究竟是谁 孟昕深深地看了杨雪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朝着远处走去 黄杰心领神会 操纵灵性 打开一扇大门 恭敬地请孟昕进去 两个面具人就这样消失在了盲村村口 得救啊 得救啊 金发女子趴在车子里又哭又笑 怕是要被刺激疯了 杨雪神色复杂地开得孟昕和黄杰消失的位置 这个世界好神秘啊 越来越看不透了 难道 世界上真的有黑侠联盟这种组织 在世界的阴暗处 城坚处恶 赏就无故 可是那个鬼怪面具人杨雪记得很清楚 他想杀了自己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 杨雪突然瞪大了眼睛 难道 他们知道杨家和拜月门的勾当 那天之所以留我一命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 他们不杀女人和小孩 其实这纯是杨雪自我幻想 当时只不过是黄杰太惨 怕被那些武官发现吧 环郊海岛这边的战斗也结束了 岛屿上随处可见魔物的尸体 不少魔物被猎人们制服 使用超凡植物 蓄迷藤蔓捆绑了起来 猎人工会在这里也损失了很多猎人 他们的尸体安静地躺在地上 猎人们没有为同伴的死亡而悲伤 猎人们的思想大多独特 在生活中也是特立独行者 他们很少发生供给 诸大军吞下一颗野草莓 捂着流血的腹部 哈哈大笑 发财了 发财了 任务详情里说了 活到魔物比死的魔物值钱 也不知道工会怎么会有 蓄迷藤蔓这种东西 竟把那些魔物捆得死死的 猎人们望着满满的战利瓶 也露出会心的笑容 谁不想拿到工会的奖励 谁不想变强呢 低级猎人们看出 大军一口一个野草莓 不知道有多羡慕 那些死去的猎人 如果有足够多的野草莓 应该就不会死了 如果他们有大力水手的波彩 也不会战斗这么艰难 这些猎人里 只有一位猎人显得不是那么兴奋 甚至还有些丧 他的昵称是玉兔 单薄的背影站在海滩边上发呆 海风吹过他的小裙子 露出雪白大腿 有一股别样的美感 朱大军暗暗感叹 到底是小姑娘啊 死了这么多人 他一时之间接受不了吧 朱大军一蹶一拐地走进玉兔 他轻轻拍了拍他瘦弱的肩膀 一副饱金风霜的姿态 叹息道 小美女 不要伤心 这就是猎人的宿命 最近朱大军喜欢上了少女罗莉 有那么点烈焰的心思 玉兔没有回应 朱大军 而是小声嘟囔着 什么 朱大军没听清 皱着眉头问道 你说什么 这回他听清了 晚啊 晚啊 我们都要死囚哦 玉兔神精致地喃喃着 朱大军愣了一下 为啥 玉兔扭头 直勾勾地瞅着朱大军 跑了 他们都跑了 我抓不回来他们 我们要死囚了 都怪你 玉兔说这话时带着家乡口音 人在真急了的时候 是会说家乡口音的 朱大军更猛圈了 怪我啥 就在这一刻 玉兔动了 手中的巨大镰刀 朝着朱大军脑袋上砸去 卧槽 朱大军一个野驴翻滚 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他快速站起身 惊骇地看着玉兔 你干嘛 玉兔拎着镰刀朝朱大军走去 神经质地呢喃着 都怪你 那一家人 幽远了 我抓不回来他们 我不想被工会责罚 所以我要杀了你 玉兔还在纠结 朱大军在那一家三口面前 暴露了工会的事 朱大军顿时觉得牙疼 不是 他们又没看见我的眼 不算不守规矩 玉兔高举大号连道 可是 他们看到了这么多猎人 就应该被杀掉 而你放走了他们 连刀麾下 朱大军右手瞬间 幻化成开山道 挡住了这一攻击 他觉得这个 带着兔子头套的妹妹不香 不是 你有毛病吗 大地毫无争道地震动起来 玉兔丢掉了手中的连刀 蹲在地上抱头 惊恐地瞪大眼睛 会长来了 他生气了 一味穿着白色大衣 带着天使面具的男人 快步走到朱大军和玉兔身边 手术刀渡杨宁 他面色凝重地说道 不对劲 我感应到一股很强大的灵性 附近有一只很强的魔物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屠龙 快把你的船叫来 我们马上就得走 在这次团队任务中 朱大军搞来了几艘小型轮船 专门押送魔物活体 他有钱 也正因为有钱 朱大军 瓜分的积分可以更多 朱大军点了点头 手术刀的灵性很强 比所有人都强 并且具备强大感知力 他不敢怠慢 立刻拿出手机发送了一条消息 大地震动得更猛烈了 仿佛远古怪兽正在苏醒 哼 沙滩掀起巨大邪度 几名猎人们冷不防地摔了的跟头 朱大军惊骇得瞪大眼睛 指着海面 半少说不出话了 直接海面上 竟然探出一个硕大的舌头 那舌头就跟船一般大小 接着 岛屿晃动更加猛烈了 岛屿四周 四只庞大的象族从岛屿中探出 稳稳地插在海底 欲出惊呼起来 这环礁海岛 竟是一只大王霸 朱大军按骂糟糕 这魔物巨龟的体型 足以令人心生绝望 他站起身 拿起手机迅速发送短信 然后朱大军指着岛屿的一个方向 卯足进而大喊 把绑好的魔物带着 往那边跑 船在那边接我们 猎人们听了这话 许臣 背着 抬着魔物 疯狂跟着朱大军跑 不对劲 其大悟啊 岛屿四周突然笼罩着迷雾 猎人们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朱大军看向手术道 杜阳明 紧张问道 怎么回事 是 又有什么很强的家伙出现 杜阳明眼神里露出怪异之色 点了点头 玉兔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喃喃道 完了 完了 早报应了 都怪你 我们死囚了 杜阳明望着刚才所在的沙滩方向 摇摇头 不是魔物 是人类 朱大军惊异地顺着杜阳明的目光看去 人 人类 这怕是爱街了吧 沙滩外的海边 一夜孤舟朝着魔物巨龟缓缓缓驶来 小舟上 站着一名青年 他穿着崭新的白色西装 脸上戴着一张诡异笑脸面具 饿死鬼 李扬 魔物是人类的天敌 至少这只魔物巨龟是这样认为的 魔物巨龟张开巨口 朝着李扬咬去 李扬手中闪出一柄笔手 朝着魔物巨龟的方向划过 黄泉寒气凝聚成剑气 劈砍在魔物巨龟的脑袋上 扑 刺 吼 魔物巨龟发出一声淒厉惨叫 就像是割破了装满血液的大气球 魔物巨龟的鲜血犹如血雨滴落 李扬淋了一场血雨 白色西装被污染 他舔了舔手上的魔物血液 露出嫌弃的表情 难吃 李扬吃了难吃的血肉 被激怒了 他手中的匕首不断化出黄泉寒气 魔物巨龟脑袋上的血痕多了起来 海面也成了血色 魔物巨龟发出声声惨叫 骇人无比 朱大军咽了口唾沫 这只是谁的补假 为何如此应用 玉触也被惊骇得张大嘴巴 这也太猛了 手术到杜阳明南南出声 这只就是高级猎人吗 高级猎人 这句话说出来 全部猎人都沉默了 场面很安静 吃吃没人说话 他们原本以为中级猎人就已经是很强的强者 现在看来 高级猎人 跟中级猎人比起来 简直天差地别 这笑脸西装人 简直不像的人类啊 他们突然之间对猎人公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心性 以及满满的自豪 想象过猎人公会很强 但是没想到这么强 还是被弱小限制了想象力 猎人们也不打算逃了 都不想错过这么一场精彩战斗 环交海岛 哼 应该说是魔物巨龟 魔物巨龟的背上再次发生剧烈抖动 不少树木都互相碰撞 倒在了地上 魔物巨龟被李扬打闹了 他伸出巨大的阻 朝着李扬砸去 那只巨大的象角 这天蔽热的 宛若一片乌云 笼罩在环交海岛的大雾 一部分变成了紫色 缠绕着魔物巨龟的象组 魔物巨龟的瞳孔露出痛苦之色 他失去平衡 弹得身子摔在海里 背上再次发生地震 众猎人被震得七荤八素的 他们定睛朝着远方看去 看到一道熟悉人影 浓雾中 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身材风雨 戴着拳手面具 穿着一身皮 踩着高跟黑血 士族女王范 犬女犬女大人 猎人们惊呼了起来 很多萌新猎人 只是听说过会长的传说 但都没见过会长 犬女大人在他们心目中 已经是猎人工会的至高存在 高级猎人出现就算了 连犬女大人都来了 难道 这只魔物强到犬女大人 都要亲自地地步了 傻不傻 这里距南海城这么近 这边的战斗很快会被治安局发现 犬女大人 一定是要速战速决 防止在治安局面前暴露工会 猎人们纷纷开始猜测起来 尤其是最后这个猎人的看法 赢得所有猎人的知识 心中对魔物巨龟的恐惧 抛至九霄云外 孟兴派叶云运和李扬 同事进攻环郊群岛的原因很简单 他喜欢把一切意外和风险降至最低 环郊群岛是魔物潮雪 谁能说准里面都有什么妖魔鬼怪 万一失策 为杀进城实验室准备的 魔物活体运不回来 不说 还要损失大量猎人 孟兴这回是算对了 这只魔物巨龟是一只逼近爱街的魔物 李扬虽是爱街 但对付这种体型庞大的怪物还是有些吃力 而叶云运的能力 恰好能克制这只怪物 管家大人 一身血污的李扬对着空中的犬女 恭敬千身 侍奉在神明身边的女人 地位无比尊崇 自己理应尊敬 叶云运一双黑色瞳孔变成深邃的紫色 岛屿上的魔物 朝着魔物巨龟的脑袋上聚集 一些猎人甚至都看不清魔物巨龟的头 因为那里笼罩着浓浓大雾 大雾慢慢变成了紫色 也变得粘稠起来 白茫茫的大雾已经变成了蕴含剧毒的毒雾 毒雾正在俯视魔物巨龟的头部 哄 魔物巨龟的一声圣人的惨叫声 化泼天际 直冲云霄 一只跨越海面的海鸟背着一声凄厉叫声 直接吓破了胆子 身子一将掉进了海 魔物巨龟想拍散笼罩在自己脑袋上的毒雾 奈何脚碰不到脑袋 脑袋无论怎么甩 毒雾就跟狗皮高要式地沾着自己 魔物巨龟把头塞进海水中 毒雾如影随形 这毒雾 水不容 火不化 毒雾顺着巨龟的笔墙 耳朵 嘴巴 侵入他的身体中 肆意破坏内脏 终于 海面发出一声巨物坠落的声音 环郊海岛再次变成一座岛屿 正在缓慢下沉 海面被鲜血印得痛红 渺渺啊 这就是犬女大人的实力吗 猎人们仍然记得 这只魔物巨龟刚苏醒时 大家的慌张 领导 前面就是环郊海岛啊 环郊群岛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几艘治安船才当当赶到 治安船上 铁灵指着海岛从容下令 撞武器准备 全火力覆盖 清晨 金木咖啡厅 左任铁灵局长带领治安局 轰炸魔物巢穴 击杀碧间魔物 龙龟 以及数百只魔物 金木咖啡厅的早报 震惊了全部咖啡厅客人 铁局长带领治安局 进攻魔物巢穴了 这太疯狂啊 最重要的是打赢了 治安局大获全胜 你说铁局长当队长的时候 能把南海的罪犯全都收拾了 他当副局长 能把魔物巢穴收拾了 如果他当正局长了 客人们满脸振奋地 讨论这条新闻 对铁灵的尊崇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梦兴翻开桌前的报纸 头条是铁灵镜里的照片 铁灵端了一个魔物巢穴 这条新闻将会在 全国范围内传播 梦兴笑了笑 倒是让你捡了个大便宜 其实如果不是梦兴授意 铁灵也会想着支援猎人们 魔物巢穴一直是个惊悚的话题 铁灵想紧一份自己的力气 猎人公会和治安局 进攻环郊海岛事件 也是经过梦兴缜密计算的 猎人公会把能带走的魔物尸体 魔物火体 全部带走啊 留下了 只是魔物残破不堪的尸身 铁灵也是在猎人们完成工作后 才轰炸环郊海岛 一番轰炸后 环郊海岛上一切猎人 留下的痕迹全部被抹出 那只魔物龙龟的死亡 也有了个交代 至于为什么魔物龙龟 会被去去火药炸死 这事会有无数专家解密的 梦兴合上了报纸 自语道 也不知道你拿了这么一份大功了 是好事还是坏事 铁灵已经是副局长了 拿了这么大一份功了 很有可能升职 可是 梦兴希望铁灵永远做一个复制 晋升局长 就要小心政治漩涡里的利剑 梦兴拿出手机 打开猎人工会应用 苏曼曼为他设置了的专属功能 可以通过后台功能查看 猎人工会现在所拥有的超凡植物和魔物 这么多魔物尸体 足够我种植大量超凡植物 猎人 工会曾消耗的资源全都补齐了 魔物活体也充足 足够杀进城做研究的 实验室也该运行了 一样小子 奔驰停在了重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前 晋明宇一边截安全带一边打电话 哎呀 就是参加一个面试 一会儿就完事了 紧张啥 我为什么会紧张啊 我可是海归博士 在天然发表过论文的 要不是你非要我在老家找班上 我都不可能在这儿工作 南海能有什么大企业啊 真够搞笑的 到时候看他嘛 我要是不满意这家公司 我就换一家 啊 对啊 你说的没错啊 本来就是应该是我面试老板啊 晋明宇的车窗玻璃被敲响 他扭过头 眼中闪过惊艳之色 好美 这是天使吗 一位身材曼妙 五官精致的美女 穿着得体的黑色职业套裤 翘生生站在窗外 先不跟你说啊 妈 我觉得我这两天能给你找个儿媳妇 晋明宇挂断电话 拉下车窗 摆了个 露出自信的微笑 美女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套裙美女轻轻弯腰 微笑道 请问 是晋明宇先生吗 晋明宇上下打量了下美女 确定自己没见过她 她狐疑问道 我是晋明宇 你是 套裙美女保持着笑容 晋明宇先生 我是重启生物科技公司的接待员 特地来迎接您参加面试 晋明宇恍然 原来是重启生物科技公司的员工 她暗暗道 果然 我这种有大学问的人 待遇都不一样 这家公司老板很会做人 一种优越感在晋明宇心底生气 晋明宇打开车门走出去 偷偷瞄了一眼套装美女 果然 美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好看 她不敢表现得太过热情 生怕引来美女的方感 只是轻挑飘地说道 那 带我去见老板吧 晋明宇已经决定在这家重启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以一个公司顶梁柱的身份 赢得妹子芳心 套裙美女挂着职业化的微笑 请您这边来 套裙美女 引领着晋明宇走进重启生物公司的办公大楼 晋明宇眼睛在大楼内不断断瞄 她暗暗惊叹 真够气派的 比国外的生物试验机构气派多了 这家重启生物科技公司的幕后老板正是梦心 重启这个名字也是梦心想的 探寻魔物密码 重启人类盛事 猎人工会现在很有钱 而梦心又是很奢得花钱的人 这座办公大厦的建造确实花了不少银子 不过物有所值 行政区 办公区 实验室 大潮室 健身房 游泳馆 中西餐厅 谁要能想到的 这里都有 办公大楼 除了研究员 行政员 光说保洁 服务生 保安 这里就五百多名员工 可以说 重启生物公司的二十层办公大楼 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金明宇忍不住问道 你们真的是一家刚成立的公司 金明宇在这里简直看花了眼 这里怎么那么多美女啊 套装美女对金明宇的问题 并没有回答 只是回忆笑容 这里的前台 接待 服务员 各个都是身材 模样 气质 出众的美女 梦心设的花钱 这里拼请的服务人员 无论男女 那都是经过严格面试的 面试后 按照航空公司的乘务员标准培训 走姿 站姿 坐姿 体能 形体 必须达标才能正式录取 能进入重启生物公司的前台 接待 服务员 各个都是空城标准 先生 名号 进入电梯 里面同样是一位靓丽的美人 请问几楼 那位美人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金明宇再次被震惊 这里电梯里都有美女 专门在这帮助按电梯 电梯服务员都是美女 套装美女带着金明宇来到15楼一间大会议室门前 金先生 这里就是面试地点了 金明宇看着会议室的大门 深呼吸一口气 这家公司的老板应该就在里面等自己 他看得出这家公司是真的求贤若可 他愿意在这里工作 如果老板是傻貌 自己不顺心再走 金明宇退开会议室的大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了 这里面 竟然坐满了人 这些貌似都是面试的 他略微打听了下 他竟不是唯一有此殊荣 所有人都是被美女接待领到会议室的 金明宇有点郁闷了 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受公司重视 受迎接来此面试的 谁能想到大家都一样 他已经问了好几个人了 那些人都说自己是被美女接待送过来的 而且 他们的信息资料被美女接待们背得很熟 兄弟 你是哪所高校毕业的 金明宇怀疑这个屋子里的人 都跟他一样优秀 坐在金明宇旁边的年轻人看似青涩 笑得也有点绵腆 我是北海青工业的 金明宇愣了一下 没啊 那名年轻人眨巴眨巴也 跟北海青工业是一所大学 金明宇无语啊 确实 能上得了大学的都很厉害 他们要么家里有权有势 要么就是高中时期特别优秀 可是北海青工业大学 只是一个普通大学啊 怎么这种水平的面试者 也跟自己享受相同的待遇啊 金明宇觉得 这家公司肯定具有钱 而且老板有点傻 如果没有钱 怎么会有专业素养这么高的员工 借贷这板块 重启生物公司得花多少钱啊 关于傻这块 凭什么这种履厉的菜狗 也可以有这么高的待遇啊 原本以为这家公司老板 对自己这种人才求贤若渴 他还为此还窃喜不宜 原来大家的待遇都一样 这一切都是自己在自恋 在意婴 难道这家公司老板是人傻钱多吗 金明宇咬着牙花子 他嘴上吐槽 心里却是失落 孟昕却是有钱 南海的 酒吧 喜悦 基本上都是猎人工会的 每个月带来的收入 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孟昕对金钱已经没有概念了 这里每个接待员的薪资是一万块 这在新城区都是极为可观的收入 这些接待员美女都不是富家子女 每个月能拿这么高的工资 累点脑子 费点心又算得了什么 孟昕没多在乎这些面试者 只有通过面试的人才能让他多看一眼 他对这些人都一视同仁 不管是面试者还是接待员 美女 在孟昕眼里 都是凡人 当一个人具备常人难以理解的力量 他本身就是更高层次的生命 没有一个农场主会考虑 如果为攻击小米 为鸭子糟粕 会不会后此薄笔 这时 小声讨论的面试者们闭上了嘴巴 会议室安静了下来 金明宇疑惑地抬起头 他看到会议室前面 一名重启生物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为每一位面试者发什么东西 终于轮到他了 原来那名工作人员发放的是一个超薄的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上所显示的 是一份尸体 工作人员客气地说道 这是公司为大家准备的视觉 请大家安静答题 不要东张西望 凡事发现作弊行为 一律不语录取 金明宇听了这话明显地乱了一下 然后就是一阵凶脑 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看我的简历啊 我这么优秀 你们还要导随堂测验 你们尊重我吗 我能在天然发表问问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成分吗 这行为就是给高中生做小学生速算题一样 金明宇大有一种千里马难遇薄乐的感觉 主要还是之前他对自己看得太高了 美女接待的服务让他产生了自己是天命主角的错觉 落差感太大 就在金明宇准备愤然离开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金明宇看了一眼之后 就挪不开眼睛了 这是一位穿着黑色条纹职业套裙的玉姐 神采 那是爆炸的好 长得更是风韵十足 金明宇甚至觉得 跟眼前这个玉姐比起来 以前认识的妹子都不能叫女人 最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 叶总 您来啊 那位工作人员看到女人后 立马低下头 表现得很恭敬 这女人正是叶云运 孟星的钱都是叶云运在打理 重启生物科技公司是孟星第一家公司 孟星没有什么经商头脑 也没时间打理公司 叶云运作为管家自然要耐理些 叶云运推了推敲脸上的金丝眼镜 以一个久居上位的姿态开口道 我是重启生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希望诸位在这场测试中能顺利通过 期待未来与诸位攻势 金明宇重新做回座位上 她开始对面前的试卷感兴趣了 遇到这种美艳上司 男人的豪胜心被激发 尤其是一个对自己擅长领域极为自信的男人 她亲密地看了一眼周围的面试者 这些人有资格做自己的对手吗 金明宇已经想到自己轻松答完所有问题 你上司 美眸中一彩连连的模样啊 然后自己再淡然地说一句 这些都是基础 金明宇比贵公司想象的要专业 金明宇嘴角含笑 自信满满地打开平板电脑 然后 她就猛圈啊 这些都是些什么问题啊 试卷上的专业性问题 已经超出了她的理解范畴 她确定 这些问题都不是胡乱写出来的 俗话说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试卷上所表达的专业程度 和考核能力水平 都表明了初卷人在专业领域上有着高超噪音 金明宇惊骇地瞪大眼睛 初题人竟然对病毒学 免疫学 魔物学有这么强的认知 下国哪位大佬在这家实验室 金明宇皱紧了眉头 说不定这些提示这家公司老板买来的 毕竟财大气粗 两个小时过去了 金明宇硬着头皮答完了所有问题 然后点击提交 她松了一口气 已在座椅靠背上 会议室内很多人都离开了 只剩下七八个人坐在会议室内 皱着眉头深思 金明宇露出一丝微笑 平板突然闪烁了一下 引起了金明宇的注意 她好奇地看向平板 难道是提交试卷后出现了什么 啊 金明宇差点失声叫了出来 试卷竟然在短短五分钟内批阅完了 批卷人根据金明宇写的试验数据标注出错误 并且对她的理论提出关键性建议 她用这么短的时间看完了我写的所有东西 这对方的水平比我高出了不止一个层次 她比我的导师还要厉害 金明宇终于不敢轻视这家新成立的公司 她高昂的脑袋下意识地低了一些 金明宇看叶云云的目光变得谦虚 她迫切地想入职这家公司 试问 自今雄厚 环境遗远 专业程度又这么强公司 去哪里能找得到 金明宇想着 哪怕能跟着出卷的那位大拿多学一点东西也好 重启生物科技公司 地面上的建筑是基础试验区 研制康性药物 也是重启生物科技公司表面上的业务 重启生物科技公司 真正的东西在地下 地下仓库中 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 还有大量魔物活体 在地下实验室工作的员工都经过严格被挑 很干净 他们签了三年保密合同 三年内不得离开实验室 可以前往高楼层 但是不允许和人交流 关于地下实验室的一切 由忠诚度极高的猎人暗中监管 好 力 数十只魔物在笼子里 弃鸣里 不安的嘶吼 这间实验室在重启生物科技公司的最底层 是沙境城的专属实验室 也是绝对的进去 门外看守者是两名勾魂猎人 冰玉和火女 加上随时跟在沙境城身边的找女和杀男 这里足足有四名避街守护 安全性自是不必说 孟兴站在一个器皿前 看着里面插满各种管子的魔物 轻声道 你还需要些什么 我都会给你配起 上面气派的办公大楼 说到底还是为地下实验室服务的 地下实验室会把一些散碎的实验 交给办公楼里的工作人员 由于是散碎的实验 办公楼里的研究员 不会明白这些实验数据是做什么的 只会当成抗性药物的研究 办公楼里的研究员 会将完善的实验数据传回地下 由地下实验室的研究员重新听见 说白了 办公楼的研究员是负责制造拼图的 地下研究员是负责拼接拼图的 拼图在彻底完成前 没有人知道这拼图到底是什么内容 保密方面绝对不用多说 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此此 这些魔物火体扛盖了各个魔物种类 一切都很晚 实验会很快成功的 沙靖城穿个白大褂 跟在身后的是一名女助手 女助手很懂事 少看 少说 她来这里的目的只是赚钱 梦兴站在一个器皿前 看着里面插满各种管子的魔物 轻声道 魔物火体要多少 有多少 你尽管做你的事 只要项目成功 除了自由 我会满足你一切要求 沙靖城眼睛一亮 项目我保证一定会成功 一年内足够 我能提前说我的要求吗 梦兴点了点头 可以 如果很麻烦 我需要一点时间 沙靖城伸出手 抚摸着一只魔兽 更确切地说 是在抚摸捆绑魔兽的那根腾 虚弥疼了 他略在赤迷地开口道 这只不过是一株植物 竟然能捆绑住一只魔兽 比任何合成金属的密度都要高 我想 这应该是一株超凡植物吧 沙靖城看向梦兴 认真道 超凡植物违背了我对魔物学的认知 违反了魔物学科的三大定义 我想要一些可供我研究的超凡植物 我想解开超凡植物的秘密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个世界是没有超凡植物的 沙靖城也认为 这个世界不可能有超凡植物 魔物 超凡物品 这是两种不同的感 两种不同的学科 其中跨度就好比人类和飞鸟 而超凡植物是介于魔物和超凡物品之间的东西 如果能够破解其中密码 就相当于给人类插上了翅膀 当沙靖城看到蓄密疼外事 心中的震撼自是不用提 这是在农生嫁进魔物灵性这个想法后 第一个让他感到有浓浓兴趣的东西 梦兴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超凡植物虽然是自己最大的秘密 但梦兴也不知道超凡植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自己是穿越者 农民天赋是自己的金手指 可这农民天赋又不是系统什么的 那是存在于真理之中的东西 梦兴不认为超凡植物要永远藏着野长 能通过沙靖城这个学术大拿研究开发 总比闭关锁国来得强 梦兴道 超凡植物我明天就给你送来 沙靖城喜出望外 超凡植物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他也没想到梦兴答应的这么痛快 其实对梦兴而言 根本不必太过在乎沙靖城会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一个行将怒就需要自己续命的老头 是顶级科学家又怎样 派两个勾魂猎人 监管已经是最大尊重了 沙靖城望着梦兴离开的背影 眸中金光闪烁 如果我能把超凡植物赤头 魔灵嫁接技术或许会有新的方向 更加完善 他将死之前的夙愿就是魔灵嫁接技术没有成功 如今有了另外一个研究方向 他简直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 下午 梦兴回到老城去小院 此时的小院已经堆满了集装箱 整个院子都没什么能下脚的地方 哪怕是门外的板油路 也停着三辆大卡车 车上同样装着集装箱 集装箱里的 自然都是魔物尸体 老乞丐此时正躺在集装箱上晒着太阳 几只眼眸懒洋洋地趴在他身边 他看到梦兴进入小院 立刻跳了下 恭敬地抱拳 会长 梦兴点了点头 在院子里随意地看了两眼 你徒弟呢 很久没见他 老乞丐笑呵呵道 他去给我找好徒孙去了 梦兴跳了跳眉 老乞丐继续说道 老朽已经八十九了 也没几年活头 叶晨也该接替我做守约人了 梦兴停静地看着他 说道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多给你续上两年寿命 老乞丐微微一乐 随后摆了白手 多谢会长好意 不过还是不要为了老朽浪费灵性了 梦兴给自己虚命 老乞丐是相信的 这个会长太过诡诀 梦兴皱眉 为什么 老乞丐欠下身子 老朽这辈子杀虐太多 好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了 如果可以 老朽 想多睡一会儿 梦兴不再说话 打开了院子里一个集装箱 里面的魔物尸体失去了平衡点 哗啦啦地滑掉下来 三百 开口道 我也不希望会长您对叶晨续命 梦兴拿起锄头 头也不回地问道 难道你不想自己徒弟长手 老乞丐沉生道 我那徒弟偏爱浪迹江湖 如果困在这院子里 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守院人 说好听点 是守护者 说难听点就是被这个小院子束缚一声 这院子对于守院人来说 就是一个枷锁 谁愿意带着一个枷锁枯燥地活下去 但 老乞丐和梦兴的契约已定 如果违反最初的承诺 老乞丐的后辈子徒也该断了传承 梦兴已经挖好了深刻 开口道 好 今天任务量很大 马上千具魔物尸体埋到地里后 已经快到傍晚啊 梦兴小院里的菜谱 生长出密密麻麻的超凡植物 它们发着微光 正像会印 此刻的小院 如果没有地头上的几具魔物尸体 倒有点像宫崎君动漫里的样子 美轮美化 怎么都是西街果实 只有三颗碧结 梦兴对恶魔果实的质量有些不满 恶魔果实 树上虽说结出了上百颗果子 数量不少 西街战斗觉醒者对梦兴来讲 已经没那么重要 眼光高 看不上 他相信 哪怕拜月门也会有上打明西街门徒 爸 把猎人工会发展到其他城市 也离不开这些基础猎人 现在可以加大力度推广猎人工会 太阳界替藤蔓也在这一次培育中 生出了很多丧尸天赋强威化 低级猎人需要的配置是足够的 梦兴拿出手机 给苏曼曼发了一个短信 让他大力推广猎人工会 包括但也不限于四海城 省外城市都可以推广 但是不可以将猎人工会推广到帝都 在这个乱世 帝都的治安最为严格 现在还不到时候把手伸进帝都 不过那个时候也快到 猎人工会和拜月门必有一场死战 两个超凡势力之间的争斗 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猎人工会赢了 猎人工会获得充足资源的同时 也会让国家注意到 到了那时候 孟兴就没必要跟国家掩耳到零了 当然 这也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他认为凭借自身的实力 能够挤进世界顶级觉醒者的行列 想者能安静地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并不是说明他们有多礼貌 而是他们都具备先桌子的能力 所以大家很收敛 孟兴手中还有几朵没经过进化的太阳戒体 如果孟兴愿意 他可以开启一场不亚于魔物入侵的灾难 末世 丧失末世 他随时可以开启 孟兴打算把最后几具魔物尸体一块埋进菜谱里 哼 这是魔物还是人类 孟兴翻了翻那具奇特的魔物尸体 这具尸体太像人类了 除了有一对翅膀外 跟普通人类没什么区别 要知道 只有伪装者才能伪装成人类 而这只魔物 生前就跟人类区别不大 如果穿一身宽大黑袍 就相当于多了一个伪装天赋 最重要的是 这魔物已经死了 可拥有很强的灵性 按照人类的说法来讲 这只魔物死后都是八段灵性 可惜啊 你只是一只爱夫妻魔物 如果你是爱妾 恐怕就是一场灾难 孟兴心底盘算着 这只魔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正在孟兴套土时 他顿住了 一个想法在心中滋生 且越发猛烈 孟兴丢下锄头 尝试分裂自己的灵魂 将灵魂注入那具魔物尸体内 一道透明的灵性力量从孟兴身上涌出 朝着那具魔物尸体内调去 这一瞬间 孟兴的灵性被抽空 大脑传来剧烈的眩晕感 孟兴知道 自己消耗了两百年寿命 那道灵性力量进入魔物尸体内后 那只魔物缓缓睁开了眼睛 是一对树桶 魔物站起身 跪倒在孟兴面前 主人 像是没什么感情的机器 这只魔物具备生前所有记忆和天赋 但思想彻底转变 他只知道面前这个青年是自己的主人 孟兴有些脱离 直接坐在了躺椅上 脸色惨白 但他脸上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笑容 孟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又掌握了恶魔果实中的一门能力 海贼世界中可没见大妈用浑浑果实 把生物变成霍米子 难道这是因为对象是魔物的缘故 孟兴弥难着 既然掌握了这份力量 下一次可以尝试着把雷云变成霍米子 那可真就是神明伟利了 老乞丐双目充满着震撼 会长竟然有复活死士的力量 培育超凡植物 脱俗火焰力量 又来了一个复活死士 他的天赋 究竟是什么 难不成是罕见的三天赋觉醒者 孟兴手一翻 蓝银草显现 吞了 孟兴把蓝银草递给了那只魔物 魔物恭敬 接下 布甲思索地吞入腹中 见蓝银草 跟这只魔物结合 毫无违和感 孟兴的笑意越来越胜 自己这是多了一个八段灵性 具备接天赋的顶级打手 他嘴角上扬 乐魔极烈人 这我不就是有了吗 南海蓝湖孤儿院 这是南海的一家福利机构 接收12岁以下的孤儿 这个福利院 只会把孤儿带到12岁 过了12岁 就让孩子走出孤儿院自力更生 这个时代很少有家庭去领养孤儿 而且申请领养的手续很是繁琐 段小鱼就是这里的一名 明天他就年满12岁了 他跟别的孩子不同 别的孩子在离开孤儿院的前夕 会又哭又闹 不肯离开 段小鱼显得很平静 甚至有些兴奋 原因是一个月前 他遇到了一个大哥哥 那位大哥哥很厉害 能一巴掌把墙拍碎 大哥哥叫叶晨 说他孤儿惊奇 愿意收他为徒 明天 叶晨师父就要带我走了 他说可以给我买冰淇淋 段小鱼美滋滋地憧憬未来生活 仗见天涯 情侠仗义 跟着师父笑要自在 小鱼 快来 苏西亚大教堂的兄女又拿糖果来了 一个虎头胡脑的小男孩急匆匆地跑进寝室 对着段小鱼焦急地说道 段小鱼愣了一下 他看了看外面黑下来的天色 胡一问道 这都晚上啊 兄女阿姨为什么会来啊 那名兄女名叫戴安娜 从一个月前开始 她经常来到孤儿院 给孩子分发糖果 运气好一些的孩子 会被兄女领回教堂 未来可以在教堂工作 你管那么多吗 有糖吃就行了呀 说不准她今天能领养我 小鱼 你别磨叽了 我可是把你当成好兄弟才叫你的 完了 我也没糖吃 段小鱼文言 也不管许多 跟着那小男孩朝着外面跑去 可爱的宝贝 晚上可不许多吃糖 小心小虫子咬你的小牙 分发糖果的这位兄女叫戴安娜 来自苏西亚教堂 在孩子们眼里 这位漂亮的阿姨已经不是兄女了 她明明就是天使 这位兄女不但会给大家糖果吃 还会把一些幸运儿带回教堂 这样 离开孤儿院的12岁孩子们 就不会在街头乞讨 所以 大家都很喜欢戴安娜兄女 也尽力在她面前表现得乖巧可爱 这一群孩子围着戴安娜兄女 段 小鱼挤不进去 她索性就在人群外站着 反正自己的好室友 王凯会帮自己抢一些糖果 说了段小鱼 还有一个小女孩站在外面 她叫小双 营养不良 看起来很瘦弱 孟霜可不像段小鱼那样 眼巴巴地看着孩子们抢糖果 她的眼神淡漠的过分 段小鱼安慰着小双 抢不到糖果 没关系的 我会分你一些 等你多吃些 变强壮啊 就能抢到糖吃了 小双比一地看了一眼段小鱼 就知道吃 小屁孩 段小鱼背对了一下 甘大的善笑 小双认真问道 你不觉得戴安娜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吗 段小鱼愣了一下 是不太一样 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那里和那里都好大 她说的不一样 指的是身材 戴安娜的胸和臀 很浮夸 小双皱眉催了一口 我不是说这个 小流氓 段小鱼挠了挠脑袋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小双冷冷地注视着门口的孤儿院院长 我刚才看见院长摸戴安娜屁股 段小鱼顺着小双的视线看去 院长看戴安娜的眼神好猥琐 而戴安娜频频冲院长笑 笑得好奇怪 这个青涩懵懂的小男孩 还不能理解什么是媚笑 也不能理解院长眼神里的意思 段小鱼不解敌问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小双皱起小眉头 正色道 兄女是不能被人摸屁股的 段小鱼钦佩道 小双 你懂得好多 小双白了她一眼 白痴 戴安娜兄女注意到了这里 在孩童群绕中 走到了小双这边 在孩子们极度的眼神中 戴安娜蹲下身子 伸开手心斩露糖果 怎么不去拿糖啊 来 阿姨 给你几块 小双甜甜地笑了起来 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 院长说 躺吃多了牙齿会生虫子 这副乖巧的模样 和刚才潘若两人 给段小鱼看猛了 戴安娜抚摸着小双的脑袋 一位身长地看了小双一眼 她站起身对院长说道 院长先生 我喜欢这个小丫头 我可以带她回教堂吗 院长就在等这个时刻 她贪婪地瞄着戴安娜的身材 别看被修女服侍 遮得严严实实 但那身材 真是太凸显了 她咽了咽口水 好好 老规矩 我们走吧 戴安娜给院长抛了个媚眼 又对小双笑应应道 今晚阿姨就带你回教堂 你可真幸运 她又摸了摸小双的脑袋 扭着臀跟着院长走出大门 孩子们看着小双的眼神 都更嫉妒了 只有段小鱼为她找到了 归宿而由衷地高兴 段小鱼不需要羡慕水 因为她有师父带她走 恭喜你啊小双 你啊 你怎么了 段小鱼的道喜的话还未说完 就发现小双的异常 小双浑身颤抖 恐惧要溢出双眼 段小鱼对这种表情太了解了 一般孩子做错了事被院长惩罚 都会表现出这种害怕的模样 小双一把抓住了段小鱼的手 两眼死死盯着段小鱼 你说你有个师父 是不是吹牛 段小鱼骄傲道 我段小鱼从不说大话 小双咽了咽唾沫 救救我 你让你师父救救我 我不能跟她走 段小鱼被小双吓到了 你冷静点 到底怎么了 你好好说 过了半小时 戴安娜兄女回到了这里 她脸上有着昨晚某种事后的鱼 满面超红 戴安娜兄女在大厅里看了两眼 然后静止走进杂物街 把面如死灰的小双拽了出来 朝门外走去 她没注意到 另外一个小男孩看着自己的眼神 从疑惑转变到震惊 然后就是彻底的惊恐 段小鱼回忆着小双跟自己说的话 小双说 这第六感帮助她在孤儿院 躲避了所有孩子的恶作剧 她还说 如果自己被修女带走 自己会死 因为 这个修女不是人类 段小鱼起初不相信小双的话 所以两个人做了个实验 小双躲在杂物间的大衣柜 谁都不知道 可这个修女 只是扫了一眼就找到了小双的位置 这哪里是人类能做到的 觉醒者 封闭的孤儿院里 段小鱼对觉醒者这三个字还没有概念 只觉得修女不是正常人 而且 小双提前预知了修女不是正常人 所以小双的话可信 段 小鱼飞适地跑回宿舍 拿出师傅送自己的手机打去电话 师傅 孤儿院里有怪物 我的好朋友被抓走了 你快来救救她 完了 她就被吃掉了 戴安娜修女牵着小双的手 走在夜色浓郁的小路上 路灯坏了 忽明忽暗的 她没有开车 在孤儿院附近的小巷子里左转右转 来到一间红砖砌弃成的仓库 戴安娜修女拿出钥匙 打开了仓库的大门 小双低着头不说话 手心全是汗水 戴安娜微笑问道 你怎么这么紧张 小双答非所问 这里也不是教堂 戴安娜的笑容变得诡异起来 她退开仓库大门 拉着小双走了进去 仓库里很大 有三百多平 里面没放什么杂物 空荡荡的地面只有几具 还未来得及清理的骸骨 小双呼吸急促了起来 她认出了地面上一个圆滚滚的脑袋 这孩子是她的室友 一个月前被戴安娜接走的 我不太爱干净 这里都没怎么收拾 戴安娜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 玩味帝看着小双 你为什么不害怕 小双 卯足静 尖叫起来 段小鱼的师父 快点来救我 戴安娜狐一帝看着小双 她是吓傻了 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一声中气失足的怒喝声 大胆妖念 竟然在此处行凶 我叶晨今月要替天行道 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仓库外 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 手持一柄长剑 脸上有着从容自省 嘴角挂着一抹轻狂笑意 来人正是叶晨 守怨人 寿王的关门弟子 伪装者 没想到南海长还有伪装者 叶晨语气轻蔑 戴安娜修女换了一个慵懒的姿势 打量着叶晨 帅倒是挺帅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叶晨宁猛 杀鸡四射 你敢轻视我 我今夜就要降服你这只魔物 戴安娜玩味地看着叶晨 伸手解开领口三颗扣子 陆树一抹雪白 小帅哥 你要怎么降服我呀 语气交弟弟的 勾人犯罪 哪怕是叶晨也是小腹一阵火热 叶晨连咬舌剑 愤怒到 不要脸的东西 竟使用魅术 叶晨凌空而起 尸剑朝着戴安娜刺举 戴安娜偏了偏脑袋 利剑从耳边划过 能听到刺破空气的声音 你还真是不怜香惜玉呢 戴安娜言语轻挑 甚至伸出星红的舌头舔了舔剑人 叶晨震怒 灵石巨身术开启 以六段灵性和地阶 异能展开最强斩手术 叶晨自信 细节以下觉醒者和魔物 会被这一招一击毙命 然而下一秒 叶晨愣住了 戴安娜竟徒手接住了自己这一剑 戴安娜那白皙的手 脸皮都没破一下 叶晨想抽出长剑 但戴安娜的力气大的惊人 戴安娜握着长剑嬉笑道 就那么想拔出去吗 将是中 叶晨 沉深问道 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戴安娜用引人犯罪的眼神看着叶晨 那个女孩 年纪轻轻竟觉醒了天赋 我对她的味道很感兴趣 可是 我遇到了一个让我更感兴趣的男人 小帅哥 姐姐想尝尝你的味道了 叶晨眼角抽搐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叶晨冷声道 我叶晨 自当镇压世间一切邪恶 不要小看我 她身上灵性涌动 周边竟出现倒倒风雪 戴安娜饶有兴趣地看着叶晨 眼神也是愈发火热 下一秒 叶晨脚下爆发出巨大灵性波动 她丢下长剑 盗着小双就朝外面跑 戴安娜手里还握着长剑 美眸惊恶地看着叶晨仓皇逃跑的背影 仓库外传来段小鱼心痛的声音 师傅 你不是说那把剑 是事业传给你的绝世宝剑吗 不是说以后也要传给我的吗 你就这么给丢了吗 叶晨左手领起段小鱼继续奔跑 没事 你事业那剑多 就这样 叶晨 一个胳膊肘夹着一个小孩 一流烟队钻进一辆车子里 车子启动 轰铃声响彻午夜 戴安娜翘脸扭曲 手掌一握 常见凝巴成了麻花 她背后衣衫破裂 一对黑色薄衣展开 朝着夜晨的意气绝尘追去 南海的夜晚很安全 比大多数城市都安全 没有肖小感在南海坐 连闯红灯的都没有 而今晚 一辆黑色轿车急速行驶在马路上 刺激疯了式的猛踩油门 急促的鸣笛声引来行人皱眉 在这些普通人看不见的夜幕 一个长着翅膀的夕阳美女在空中飞翔 像是捕捉猎物的雄鹰 师父 我们这是去哪啊 段小鱼吓得脸色苍白 萧手死死抓着车门把手 夜晨透过车前窗 不断向天空看去 去找你事业 这条路很近 马上就到啊 段小鱼 稍松一口气 忍着运车安慰身边的小双 你别怕 事业可厉害啊 肯定能打死这只怪物 小双 依旧脸色难看 紧紧抱着自己的双腿 段小鱼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他记得小双说过 他有很强的第六感 那第六感很准 车子一路急迟 穿过防滑闹市区 来到老城去 小帅哥 你如果在闹市区藏起来 人家想抓住你还真要费点心思呢 可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是心疼人家吗 我喜欢欲擒故纵的把戏 戴安娜的声音在车窗外响起 这个不要脸的女魔物调戏自己是的 就低空在车子身边飞行 叶晨怒骂一声骚火 油门踩到了底 一路急迟到梦兴小院门口 叶晨 丢下车子 带着两个孩子狂敲院门 师父 师父 你再不出来我就要被打死了 戴安娜从空中落下 扭着丰满的胯 朝着叶晨一步步逼近 小帅哥 你家大人 在这里吗 是不是也跟你一样帅啊 当他靠近梦兴小院的时候 突然面露警惕 戴安娜感应道 这小院子里有磅礴的灵性波动 大猫飞猫 是虎飞虎的售后 几只体型庞大的野猫站在墙头 朝着戴安娜低声嘶咽 戴安娜微微皱眉 魔兽 不像 那几只大野猫从墙头跃下 恶虎扑式般朝着戴安娜扑去 这些野猫品种都不一样 梨花猫 黑猫 桑花猫 橘猫 但它们的灵性波动都是一样的 这些猫咪 堪米戏接 戴安娜嗤笑一声 隔空随手一甩 那几只大野猫直接从半空中被弹飞出去 又重重摔在地面 气息萎靡 不断咳血 叶辰的眼神变得骇然 师父强化后的猫怎么会就这么被打扮 一招干掉四只膝肩 戴安娜抱着胳膊 试试轻挑地放在红唇上 小哥哥 人家不舍得伤你 否则你早就死了 看 院内传来一声愤怒的冷横 老乞丐的声音陡然出现在小院上空 她咬破手指 甩出四道精血 那几只野猫张口接住 几只野猫精神重新换发 体型也再大了几圈 此刻 这几只野猫 经过老乞丐的强化 已经可与普通的臂界白白手腕 这就是拜月门前顶级杀手的手段 戴安娜看着老乞丐失望地摇摇头 还以为帅哥的师父也是帅哥 原来是你这么个老东西 没劲 戴安娜轻飘飘地看了眼那几只扑上来的野猫 那几只野猫立刻跟踪了斜师的停下攻势 竟朝着戴安娜爬去 还躺在地上露出腹部撒脚 其中一只野猫还发出圣人又怪异的叫声 老乞丐瞪圆了老眼 这也没到春天啊 妈的 老子当初就该给你们做绝育 戴安娜朝着老乞丐伸出手指 一道粉色灵性射出 老乞丐喷出一口老血 只挺挺地从空中落下 夜晨慌了 焦急喊道 师父 你没事吧 戴安娜舔了舔嘴唇轻笑道 小帅哥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虽然人家不是那么喜欢霸王硬上宫 不过也不是不行 断小鱼绝望啊 连事业都被打扮了 小双 更是抱着脑袋 瑟瑟发抖 突然 小双眼中露出惊异之色 他眼看向衔接小院的一片围墙 两道人影超此处飞速掠来 站在了墙头上 先生的院子 不容撒野 两名勾魂猎人立身喝倒 戴安娜眼角露出鄙夷之色 这两个人的灵性波动来看 一个臂阶五段灵性 一个臂阶六段灵性 这不能带给他什么困扰 他扭着腰之五妹调笑 你们的先生长得帅吗 如果和我胃口的话 我倒是可以受个难宠 少死 诸如沉死 两名勾魂仆人怒火中烧 立刻动用起各自的魔果实能力 钻石女 浑身覆盖晶莹剔透的钻石 在此刻 钻石女的物理防御绝强 就算是子弹也无法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钻石女率先出手 花女紧随其后 戴安娜修女嗤笑一声 一把抓住了钻石女的喉咙 手指用力 砰 一声清脆的声响 钻石女覆盖在脖子上的钻石碎裂 钻石女阴雀阳脸成出干色 她惊骇得望着西洋修女 就算是碧尖魔兽 也无法破坏她的防御 这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幸好 花女紧急出手 在戴安娜修女身后召唤出了良知白嫩手臂 让戴安娜修女分心 钻石女这才逃过一劫 两名勾魂仆人还未松一口气 戴安娜修女的攻势已至二人身前 你们的异能有些诡异 在碧界中算是佼佼着 可惜啊 今晚我对女人没兴趣 戴安娜修女说吧 普世无华的一拳让两名勾魂仆人昏死过去 叶辰目入惊慌 她是未来守院人 自然见识过两名勾魂仆人的实力 两名勾魂仆人就这么被这个西洋女人击败了 师父和两名勾魂仆人都不是戴安娜修女的对手 难道要会长清零吗 想到会长的恐怖 叶辰心里少安 段小雨 只是个小孩子 吓得瑟瑟发抖 师父 我们会不会死啊 叶辰安威断 小雨和小双 没关系的 这边还有个大人物没出手 别骗人了 我们都会死的 小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在她的第六感里 另外一只强大的怪物马上就要到 小双的第六感很准的 就在戴安娜准备给两个勾魂仆人最后一击时 她突然皱起了眉头 逆着眼睛看着街头 在这条街的尽头 一鸣穿着黑衣 戴着红色猿猴面具的男人出现在洁白的路灯下 她的面具很特殊 嘴巴处是一个拉锁 拉锁现在是打开的 嘴巴里伸出新红的舌头 舔了舔面具 从这长度的舌头来看 这不像是正常人类 猿猴面具人 浑身散发着魔物气息 强大的灵性锁定了戴安娜凶女 你 魔物 戴安娜凶女微微挑眉 猿猴面具人伸出手 一杆黑色长枪出现在手中 蓝银草 第五魂迹 蓝银大王枪 这位正是猎人工会第二位魔物猎人 被梦星复活 获得五魂蓝银草的恶魔级猎人 逆称 魔猿 除梦星外 猎人工会最强大的猎人 魔猿耍了个枪花 朝着戴安娜凶女猛冲而去 戴安娜凶女心红色的指甲陡然变长 宛如石炳利人 压低身形与魔猿交战上 兵哥交战声不断响起 魔猿和戴安娜凶女竞打得有来有回 灵性涌动 残影不断 叶尘神色复杂地望着交战中的魔猿 这难道就是高级猎人 甚至弱魔级猎人 猎人工会究竟隐藏得多少强者 猎人工会就像是缠绕着无数锁链的谜 解开一层 还有另外一层 总是看不到底 为什么 两只怪物打起来了 小双疑惑地看着两只交战在一起的怪物 劫后余生敢在心中涌起 他从小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能看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所以 心智也较为成熟 所以他会想 那些面具人明显是一起的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自己是否可以加入那些面具人的行列 这样 自己就不用再被欺负了 战况交着 戴安娜兄女也打出了真火 他灵力的眼神宛如一把刀子刺射魔猿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魔物中为何从未听说过你 为何你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 却与弱势为伍 背叛者 无论你多么强大 你都是魔物唾弃的背叛者 魔猿虽保留智慧 却没有什么思想 他就好像是梦兴的一个傀儡 只知道完成主人的命 听戴安娜称呼主人为宙时 魔猿双怒暴射凶光 杀罩一次比一次凶乐 戴安娜怒哼一声 身上开始发生变化 容貌简直换了一个人 更加妩媚性感 是那种看了一眼就想干点什么的嗓媚 葫芦娃的身材更加高大 足足有一米九的个子 典型的 瞳孔变成星形 一对螺旋状的羊角从额头生出 修女衣服碎裂大半 一条桃星形状的黑色尾巴和一对薄衣展开 穿着破烂修女服装的魅魔 具备反差的性感 空气在此刻都暧昧了起来 充满了躁动和耳蒙 所有人 无论男女 小夫邪火生疼 眼里的世界 都变成了粉色 那魅魔就是这个粉色世界女主角 还未出手 玉魅树已经笼罩了这条街道 魔源凝重地看着魅魔 这就是她的真实形态吗 这股力量很强 灵性波动远潮之前 夜沉惊地望着魅魔 刚才甚至都不是西洋女人的最强状态 就这种灵性 一个手指头都能捏死自己 她担忧地看着魔源 这位猎人是魅魔的对手吗 魔源眼神大漠 浑身灵性笼罩 第七魂技 蓝营真身 魔源的身形被灵性包裹 净化成巨大的巨人身影 幸好这附近的房子都是梦星的 否则这个发蓝光的巨人 一定会引起周围居民的注意 这夜沉瞪大了眼睛 魔源的蓝营真身 夜沉也在其他人身上见过 梦星 曾经也用灵性变成过火焰巨人 中式阁楼里 大厅 小魔物姚灵正在狂悬甜品 最近这些小点心算是让她吃爽了 但是就是吃不够 梦星就坐在她对面看书 听她讲述一些魔物中的故事 伪装者的身份 让姚灵在魔物中有些地位 可惜她不是什么强大的魔物 魔物中的一些秘性 她知道的不多 就在这时 姚灵吞咽甜品的动作顿着了 脸上竟挂上了骇眼 梦星挑了挑眉 怎么了 姚灵咽了咽口水 擦了擦脸上蛋糕的痕迹 你家来了个怪物 蓝银缠绕 巨大的藤腕破土而出 朝着魅魔猛轰炸 一朵粉色巨莲花从地表钻出 花瓣将魅魔包裹住 蓝银草的攻势 全部被粉色巨莲挡下来 魅魔站在透明的莲花里 巧笑嫣然 怎么 你喜欢捆绑吗 魅魔的身影消失 下一瞬出现在魔猿巨人肩膀上 轻轻吻了上去 迟迟到 这么强大的魔物很少见啊 做我的师母 人家天天陪你玩好吗 话音苏麻动人 场面相艳 魔猿却瞳孔俱振 他感应到自己的灵性正在被魅魔抽走 魅魔的天赋和苏曼曼的天赋有些类似 苏曼曼可以将一切对自己有好感的人实化 而魅魔可以将一切心有色欲的人 灵性抽走 魔猿并不是尸圈的傀儡 他只算半个傀儡 因为他还有微薄的七情六语 魅魔的魅惑术实在强大 哪怕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兜风情万种 波动心弦 魅魔的魅惑 让魔猿中招了 他感应到自己的灵性正在被魅魔剥离 第六魂技 虚无 魔猿怒喝一声 庞大身躯变得透明 为了隔绝魅魔的魅术 他只能尝试这一招 这一招会隔绝物理攻击 也会隔绝魅魔对他身体上的触碰 这会大大降低魅魔魅术的视展范围 魅魔眉头微醋 你真不懂风情 哪里像一只魔物 魅魔手指勾动 三的桃树突兀地出现在魔猿周身 桃树是魅魔的灵性生长 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 竟稳稳地控制了魔猿的行动 魅魔的淘心瞳孔上 水波荡漾 魅霍树的精神攻击 正在侵犯魔猿的精神世界 在魔猿眼中 魅魔的一举一动都是射人心婆 危险至极 魅魔的完美身材 在魔猿眼中无限放大 论物理战斗 具备皆五魂 蓝莹草的魔猿无惧一切敌人 可魅魔的攻击并不是物理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腐蚀 只要给魅魔时间 他会攻破魔猿的心理防备 榨取魔猿全部灵性 完蛋啊 小双心死了 夜晨咬着牙关 为什么这只魔物会这么强 蓝海为什么潜藏着这么恐怖的魔物 猿猴面具人 这么强悍的战力 怎么会被魅魔完全压制 就在这时 这条街的温度陡然升高 快要坚持不住的魔猿在炙热温度中 眼神逐渐清明 他手持蓝银霸王枪 横扫三棵桃树 身形急速变小 回到了最初状态 拉开和魅魔的距离 朝着身后跪板 魅魔眼神中露出杀迹 他渴望魔猿的力量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俘获魔猿 是谁在捣乱 魅魔力声喝倒 这充满愤怒的声音 在旁人耳中 竟也是软绵绵的叫声势子 夜晨忍不住蹲下了身子 弹赏不敢站起来 街头 一个男人步行而来 他身材修长而不高大 披着一件黑色封印 冷熬姑亲 哭泣鬼王面具后 是一双锐利的黑猛 他眼神淡漠 截然独立间 散发的是傲视天地的强势 两名勾魂猎人挣扎着站起身 冲孟星欠身行礼 先生 魅魔舔了舔红唇 魅魔中毫不掩饰对孟星的兴趣 他抱着胳膊 叫声道 你就是他们的先生 果然很帅呢 你也是来降服我的吗 这么帅的小哥 人家迫不及待了呢 强大的精神攻击朝着孟星笼罩 精神攻击中 孟星 出人意料的简单 魅魔眼神有些失望 你的手下都能在我手上做几招 你怎么一回合都撑不住呢 真是个没用的男人 只剩下脉象了 然而 下一秒 魅魔突然发现了什么 瞳孔骤然收缩 他发现 自己的异能竟然无法孟星造成任何影响 孟星保持着沉稳步伐朝他行来 灵静了 他淡漠的毛子轻贴了魅魔一眼 轻孽使徒 有那 那眼神充满着蔑视 是一种高高在上对卑贱蝼蚁的不屑 魅魔立刻抽身 身形向后瞬移使命 你知道我 孟星没有说话 手中托起一朵青色火帘 刚才小魔物摇灵说 这只魅魔名为尤娜 是七涅使徒之一 暴难 妒忌 懒惰 贪婪 暴怒 色欲 暴使 魔物中有七只强大魔物 他们的天赋和性格标对着七宗罪的字眼 他们在魔物中 称为七涅使徒 南海附近尚未找到了懒惰山羊是懒惰使徒 魅魔尤娜 则是七涅之一 色欲使徒 她是伪装者的首领 姚灵恰好的伪装者中的一员 刚好知道魅魔尤娜信息 魅魔尤娜的手段主要是精神攻击 逗弄目标最深处的色域 只要激发出来就能夺取目标灵性 孟星的青莲地心火恰好克制她 因为 青莲地心火具备凝身轻心的功效 啊 魅魔尤娜惊惊呼一声 躲避青莲地心火的追击 她脸上再无胸有成竹的自信 只剩下柔弱的惊慌 这青色火焰等尖很高 足够烧伤她的身体 而自己的精神攻击对孟星无效 她很被动 你究竟是什么人 南海不应该有你这好人物 魅魔尤娜挑洞间 落于围墙上 陶欣瞳孔死死盯着孟星 孟星背后伸出一双轻火巨手 朝着魅魔尤娜合拢而去 哄 围墙瞬间砸出一个大窟窿 孟星也不心疼 反正她准备把这里的围墙全部换掉 换成能阻挡魔物侵略的更高密度材质 隐以为傲的魅火之术对孟星完全起不到作用 魅魔尤娜柔弱无骨的身子 忍着青莲的腥火 贴在孟星身后 波涛汹涌在摩擦 当真是一副让人血脉盆张的景色 她纤细地手抚摸孟星的脖梗 吐气如蓝 先生好粗鲁啊 人家 话未说完 孟星一个转身 此死恶住魅魔尤娜白皙的脖梗 她眼神里竟是嘲弄 如果你想走 我或许留不住你 可你现在就是在找死 魅魔尤娜惊骇地瞪大眼睛 她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 自己的异能对孟星真的没用 魅魔尤娜看到了孟星眼里毫不掩饰的贪婪 纵情放浪的她看得出 孟星并不是缠她的容貌 魅魔尤娜抓着掠住自己咽喉的手 贱囊论道 你 你要做什么 孟星嘴角扯出一丝阴森的弧度 埋了你 或者 解抛你 如果魅魔尤娜这种青年使徒的选手被埋进院子 一定可以让恶魔果实术结出爱解 也幸好自己的青年地心火克制了魅魔尤娜 否则自己绝对不会那么轻松击败她 孟星也在后爬 万一今天来的不是魅魔尤娜 而是另外的欺验使徒 自己到底能不能降服 变强的想法在此刻尤为猛烈 你们都去休息吧 孟星吩咐后 托死狗一般把魅魔尤娜拽进小园 老企丹兽王躺在地上跟死人似的 若不是胸口微微起伏 叶辰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师父 叶辰焦急地去搀扶师父 从怀里拿出几颗椰草莓捏橙汁 递进老乞丐嘴巴 老乞丐脸上这才恢复了些气色 我徒孙没事吧 老乞丐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找自己的小徒孙 夜晨看了看小园来 段小鱼和小双正在门口迷茫地望的校园内 孟星的规矩 出少数猎人和守院人 谁都不许他足 这里 哪怕勾魂仆人都不行 不过看老乞丐这眼巴巴望着小徒孙的眼神 孟星心软了 孟星贴了老乞丐一眼 今晚小院不留人 老乞丐愣了一下 那我 孟星补充了一句 天亮之前回来 老乞丐眼神里露出惊喜之色 他连忙爬起身 冲孟星恭敬坐一 多谢会长 他大陷将至 又被魅魔尤纳重伤 可能没多长时间啊 在临死前能跟自己的徒孙后人亲近亲近 是莫大愿望 小院中 孟星透顶的惨白月 拿着柱头在菜谱里挖坑 魅魔尤纳被须弥腾乱捆绑 任凭他挣扎也无法挣脱束缚 他不理解 这个看起来普通平常的藤纳 为什么能束缚住他 魅魔尤纳 不知 这须弥腾乱有类似概念神的异梦 他自某游戏世界 除非等级很高的草原素觉醒者才能打开 魅魔尤纳不再浪费力气 他问道 先生 你要对我做什么 孟星擦了擦了头上的汗水 我想把你分成两半 一半埋了 另外一半做研究 孟星明明已经是个高手 可是在小院挖坑 还是会累得满头大喊 就跟真正的萌鸣似的 魅魔尤纳惊恐 真大美貌 这个人是怎么用最平常的语气 说出最毛骨悚然的话的 魅魔尤纳坚男弟笑了笑 您不是开玩笑吧 说啊 下意识地扭动风满的身子 企图挣脱束缚 孟星丢下锄头 满意地看了看神坑 他回过头回应道 我原本想着把你埋了 或者送去研究 后来想了想 你灵性这么强 把你的四肢砍下来 应该对我也有用 你是魔物 说啊 孟星在四处找趁手工具 分割四肢 用清廉地心火是不行的 他灵性才气断 对清廉地心火掌控力还不完美 稍有不慎就会破坏了 这么好的肥料 可惜小院子里连一把柴刀都没有 无奈之下重新捡起锄头 魅魔尤纳慌了 是声尖叫 你有毛病吧 我的身子你用来干什么都行啊 为什么你会想这么残忍的事情 孟星拎着锄头朝魅魔尤纳走去 魅魔尤纳确实很美 很诱人 可孟星不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生物 在他眼里 再诱人的奢侈品也没一颗恶魔果实 来得实在 魅魔尤纳躺在地上 不断蹬着高跟鞋朝后移动 直到靠在墙边了才祈求道 不要这样对我 放我一条活路 我能给你灵性 孟星站在魅魔尤纳面前驻足 等着魅魔尤纳接下来的话 魅魔尤纳连忙说道 先生 我可以吸取别人的灵性 也可以把灵性送给别人 只要跟我同床就好 按照你们人类说法 就是双修对吧 只要你愿意 我会满世界为你掠夺灵性 然后送给你 孟星有些失望啊 魅魔尤纳的华 孟星信不过 魅魔尤纳看出了孟星的不信任 高声叫道 我不是撒谎 我一直用这种方式 为魔物中的一位大人物提供灵性 孟星高举出头 瞭准了魅魔尤纳魂元的大腿 魅魔尤纳瞪圆了眼睛 尖叫起来 你不能这样 我死了 那位大人物不会放过你的 魅魔尤纳对孟星的威胁不管用 像是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要破舌尖吐出一口鲜血 那鲜血在半空中形成一个玄傲的符吻 魅魔尤出发了某个法则条件 一道骇人至极的威亚瞬间降临 孟星突然面露警惕 抬头看着天空 小渊上空 一团浓郁的乌云正在聚集 遮蔽了月光 小渊子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一双星红的眼睛在乌云中显现 不知该如何形容这双眼睛 暴虐 怨毒 任何词汇都形容不出这双眼睛的邪恶 恐怖的威亚卷洗整个老城区 小院中更甚 孟星星头竟产生了恐惧 一种面对更高阶层生命的恐惧 清廉地心火立刻发挥作用 凝身静心 清廉地心火温泉水一般磨平了孟星星头的巨把 恢复状态后的孟星 冷静思考 他知道天空上这东西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魔物 一只十分恐怖的魔物 魅魔尤纳看到了救星 冲着天空乌云跪下 激励叫道 无皇万岁 救我 他是七涅土 也是魔族之王 无皇万岁的床奴 每年都会将自己掠夺的灵性奉献给魔族之王 他对魔族之王是有价值的 可以寻求魔族之王的庇佑 这是个保命技能 召唤魔族之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阴冷 不含杂一丝感情的声音从乌云中传来 人类 你不拒我 声音中带着些疑惑 梦星双目冰冷 杀气营绕 害怕这个词 是在穿越到这个世界后 第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里 他非但不怕 甚至感觉到愤怒 那是一种屈辱感 天空中那东西继续发出不似人类的声音 人类 你掳掠我的女母 好歹 梦星手持出头 朝着魅魔尤娜继续咋去 魅魔尤娜心惊胆战 几乎是颤音 无皇万岁 我会更加用心服侍您的 请无皇万岁救我 他不懂 在无皇万岁面前 任何生物都会本能恐惧 为什么梦星丝毫没受影响 天空中那星红的眼睛露出惊怒之色 混账东西 你敢 一道黑色的力量凭空出现 秦城一只黑色魔手朝着梦星抓去 梦星背后爆发出青色光芒 青火巨手迎上了黑色魔手 一瞬间 小院子里传来青火燃烧和鬼哭狼嚎的声音 极为圣人 风起 雨来 雷鸣志 这简单的一次对照 竟直接改变了天地一响 天空中的魔物发出愤怒的嘶吼 又是一个接人类 为何下国有这么多结 天空中那团乌云 射下一道黑色雷电 割破了魅魔尤娜身上的须弥腾弯 梦星瞳孔骤然收缩 自己兼农明天赋培育出来的须弥腾弯 竟这么轻易被破除 除非 这只魔物的等节高于自己 为什么如此恐怖的魔物出现在下国 安管局的人没有发现 如果魔物中的强者 都如这位号称吾皇万岁的魔物 这般随意侵入下国 下国岂不是早就遭殃了 魅魔尤娜大喜 慌张地展开双世 未来必是魔族大敌 找到 我的女魔倒是立功了 天空中的乌云逐渐化作模糊人形 朝着小院子里降落 梦星双目染上一层青色 一火暴动 一火板的须左门乎瞬间形成 这怪物很强 强到梦星也没信心祭拜 就在天空中那魔物冲进小院的时候 恶魔果实术 太阳阶梯藤万仿佛被激怒了一般 有了生命式的张牙舞爪起来 吴皇万岁还未落入小院中 太阳阶梯伸出粗壮的藤万 臭 像吴皇万岁 哼 这一藤万抽下去 浓郁的光明力量 险些把吴皇万岁的身体抽碎 吴皇万岁一声闷哼 滚落到菜谱上 太阳阶梯能生产出邪恶的丧尸强威化 这是物极必反的缘故 太阳阶梯本身的属性 是光明力量 吴皇万岁 刚落到菜谱上 恶魔果实术发出色人绿光 鬼绝的欲望之力将吴皇万岁稳稳稳镇压 让他不能移动嘶吴 吴皇万岁惊骇地看着这两株植物 这是个什么东西 太阳阶梯开的花 可以引发丧尸漠视 它的花多么邪恶妖艳 作为丧尸花另一面的藤岸 就有多么光明大道 恶魔果实术诞生于 云云众生的欲望之中 也可以说恶魔果实术 承载了世间生灵的欲望 这回也是两株植物感受到了 主人遭遇杀劫 激活了某种梦星不清楚的被动 突然互竹起来 梦星也是这时才知道 这两株超凡植物 不仅仅是开花结果而已 它们也可以用来战斗 只是如何操纵还不清楚 太阳阶梯和恶魔果实术 刚才所表现的战斗力 远远超过了自己 如果这两个东西是活物 那绝对是镇压一方的巨拨 有两个超凡植物略震 梦星信心大增 轮起一对轻火拒拳 朝着吴皇万岁杂掘 吴皇万岁怒喝一声 一道黑色屏障升起 轻而易举地挡住了梦星的攻势 太阳阶梯和恶魔果实术 微微晃动 事实不满梦星的弱迹行为 吴皇万岁刚要起身 太阳阶梯和恶魔果实术 同时发难 光明与欲望的力量交加 小烟忽明忽暗 吴皇万岁的身躯 正在被两株超凡植物的 根筋拉进菜谱的土地深处 挣脱不得的吴皇万岁 用那双新红的毛子 死死盯着梦星 充满了怨度 好 好 我已知下国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此行不虚 下一次 就不是那么简单 梦星愣了一下 下一次 梦星操纵着轻火巨人 一脚踩向吴皇万岁剩余的头颅 吴皇万岁的身躯正在彻底化作飞回 黑色光点 萤火虫一般飘舞 星星点点的 梦星皱紧了眉头 刚才他踩在了一片虚无的能量上 这个怪物没有尸体 梦星散去清廉地心火 摘下了面具 弯下腰 在地上捡起一颗石头 这颗石头是从吴皇万岁消丧后留下的 梦星摸了摸 用鼻子闻了闻 目录骇然 这只是一颗平常的石头 梦星神色复杂地看着石头上残余的灵性 子言自语道 那只怪物到底是多庞大的灵性 只是将自己的灵性覆盖在石头上面 就有这么强大的威能 把灵性分离出来 附在石头上所化成的分身 自己竟然打不过 吴皇万岁的灵性很特殊 质量其高 梦星把石头丢进准备埋葬魅魔尤娜的坑里 他想勘探猜谱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在石头的枝头有着微弱绿光闪动 一个青色的恶魔果实缓缓出现 但只是一颗很小的恶魔果实 还未长大 看着就跟套合似的 只要接下来肥料的灵性足够 那颗恶魔果实就会成熟 从果子上阴郁的灵性来看 这杰出的果实应该是黑暗属性的恶魔果实 梦星不禁陷入沉寺 吴皇万岁的灵性属于黑暗属性 杰出的恶魔果实 就是黑暗类型的恶魔果实 骷髅王作为养分结出的恶魔果实 是黄泉果实和浑浑果实 和亡灵有关 是不是艾接以上的灵性为养分 会结出相对因属性的恶魔果实 下次应该抓几个艾接来试一试 梦星想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神教的戴斯蒙 如果南海还有艾接存在 那就是戴斯蒙了吧 梦星望着天上的月亮难难道 那只魅魔穿着神教修女的衣服 我该找戴斯蒙要个说法 其实梦星也知道魅魔跟戴斯蒙没有关系 因为张倩时刻监视着戴斯蒙 每天晚上张倩都会在猎人工会后台 发送戴斯蒙的行踪报告 事无巨细 哪怕是上了几次厕所 喝了几杯咖啡 梦星心念一动 魔舞魔猿立刻感应到 梦星召唤 很快出现在小院里 梦星下达指令 守在这里 太阳出来再离开 魔猿攻击 倒拳 目搜梦星走出小院 梦星在小院门口驻足 神色复杂地看着院子里的几株超凡植物 如果没有太阳阶梯和恶魔果实数 今天自己怕要与命于此 如果自己能够自由操控这两株植物 自己岂不是要在这个世界横着走啊 其实菜谱上还有另外一株超凡植物 采摘清廉地心火候留下的青色连台 只不过 这连台被采摘清廉地心火候 一直没什么动静 如果不是连台内蕴含着一些灵情 梦星都要以为这是一株普通连台 阁楼里 两名勾魂仆人在房间内疗伤 叶云云从厨房端出来 甜点放在桌子上 陪照魔物摇灵和小霜 厨房里还有一杯温热的咖啡 先生 叶云云看到梦星从大门口进来 立刻站起身子 从厨房端出一杯咖啡递给梦星 他看起来有些紧张 刚才小月闹得动静有些大 他想赶过去时 笑好看到天空中飞走的魅魔 叶云云从勾魂仆人嘴里得知了 魅魔尤娜入侵老城去的事 与魅魔争斗了好一话 发觉自己远远不是对手 左心魅魔的状态并不好 所以他才能毫发无损地逃离 叶云云满心忐忑 他不信梦星会受伤 但知道梦星在小院里一定是吃了亏 自从认识梦星开始 就没见过梦星是吧 他不知道这个一路顺风顺风的男人 在遇到挫折后会不会心寒怨怒 叶云云想 梦星现在心情应该很糟糕 梦星接过咖啡 嘴角含笑 谢谢 最近辛苦了 语气和平常一样 好像刚才差点被干掉的不是梦星似的 啊 叶云云愣了一下 梦星坐在餐桌主位上 抿了一口咖啡 态度温和 实验室怎么样啊 相比于自己不爽的情绪 梦星更在乎实际一点的事情 梦星不会惯着别人 也不会惯着自己 只有没用的老板才会在失利后会跟员工甩脸子 叶云云展露笑颜 天启公司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天启公司很烧钱 缺钱 跟我说 梦星想了想继续的 你给我准备一份详细的地图 等下国各个城市的 有火山的地方重点标注出来 一会你送到我房间里去 叶云云微微嵌身后就去准备了 梦星小韶脚弄着咖啡 抬眼看向紧张兮兮的小双 你叫什么名字 小双低着头不敢看梦星 小双 没有信 梦星温柔地笑了笑 像是邻家大哥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只怪物为什么抓你 小双打了个寒颤 说道 那个修女一直在孤儿院找小孩子 然后带到一间仓库吃掉 梦星闲聊式地问道 孤儿院领养规则应该很苛刻 她能带小孩子出来 小双眼睛里闪过一抹怨恨 她跟院长有一腿 很容易把孩子带出来 我很多朋友都被她吃掉了 梦星跳妹 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可不像同龄园 她微微叹息 你们真可怜 当然 最可怜的是你 这么小就觉醒了天赋 不知道对你而言是幸运还是苦 不久前 苏漫漫已经把夜晨今晚发生的事编辑了文案 递交给梦星 段 小鱼在打电话时 说过小双能够预知未来 这段话自然也被坚挺到 小双沉默不语 梦星摆弄着手中咖啡小双 你有两个选择 小双竖起了耳朵 第一 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可以帮助你上学 一直到高中毕业为止 以后工作 结婚 生子 过着平凡的日子 第二 你跟着我 过着和常人不同的生活 你的未来将是不确定的 梦星说出了给小双的两个选择 小双认真得看着梦星 如果我跟着你 你能让我不受欺负 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梦星摇摇头 跟着我有些危险 没准哪天就会揪了命 就像今天 如果不是我在这里 那两个阿姨一定会死 梦星说的那两个阿姨 指的是钻石女和花女 这两个勾魂猎人 梦星随后颇为认真地说道 不过 我会尽力保护你 因为你天赋异禀 那我愿意跟着你 小双立刻回答道 梦星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 你有一整晚时间考虑 小双摇着小脑袋 不考虑啊 我就是要跟着你 小双的想法很简单 孤儿院的生活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弱小的孩子 只有一副强大的成年人才能活下去 梦星很强 愿意保护自己 这就够啊 梦星将手中的咖啡一口喝了下去 拿纸巾擦了擦嘴 站起身 从今以后 你叫梦霜 未满十八岁就觉醒了天赋 简直就是一个依赖 不管是她预知未来的天赋 或者把她交给杀进成研究 这对梦星来讲都很重要 梦星看了一眼姚琳 她的安全交给你了 姚琳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二楼 书房 梦星坐在藤椅上 手指有节奏地在桌面上点着 目光悠悠 吴皇弯碎很强大 青涅厨也很强大 这些怪物都比自己厉害 梦星 这还是头一次因为弱小而感受到迷茫 提升战斗力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 提升灵性 灵性强大 能更好施展异能 就像小双 灵性几乎为灵 只能预知很短暂的未来 聂三 当时明明有接天赋五魂蓝银草 却无法使用蓝银草的几个大招 这都是灵性不足的表现 梦星的灵性是七段 可以使用青火聚烟二十分钟 过了二十分钟 梦星灵性耗尽 只能任人宰割 可惜 提高灵性需要悟性 以及时间的积累 除非有特殊的道具辅助 然而 能提升灵性的道具 梦星听都没听说过 沙晶成的研究倒是可以 把魔物嫁接在自己身上 获得魔物的灵性 梦星想到这摇了摇头 沙晶成最快也要半年才能试验完成 他靠在躺椅靠背上 眯着眼睛 我等不及 也等不起 万一无黄万岁又来了呢 难道要在小院靠两株超凡植物 比有一辈子 第二种方式 获得超凡战斗道具 有些超凡道具自带一些特殊异能 或者让使用者更好的施展异能 像是治安局的制式武器 比平常武器更好疏导灵性 举个例 某位治安官是火系天赋 他若把灵性传输到普通武器上 普通武器大概率会烧毁 如果传输到治安局的制式武器上 制式武器不但不会烧毁 不过这也要是觉醒者的异能等级二点 梦兴的青连地心火传输到制式武器上 绝对会倾刻间将制式武器融化 一柄强大的超防武器 可遇而不可求 而我现在需要的是快速提升战斗力 梦兴难难道 第三种方式 觉醒 其他的天赋 梦兴显然不会再选择吞噬其他的恶魔果实 尤其在遇到了无黄万岁之后 他需要更高等级的天赋 他需要另外的级天赋 可惜啊 竞联妖火和红联夜火太难培育出来 如果我有其他两朵一火 何惧无黄万岁 正在梦兴思索间 夜云运抱着一摞地图 退门进来 先生 您要的地图 夜云运将地图放在桌子上后 乖巧弟站在梦兴身后 需要我为您准备些什么吗 梦兴把地图拉到自己面前 开口道 吩咐李昂 再招几个勾魂猎人 然后去准备一个觉醒测试台 两个勾魂猎人 保护杀进场 两个看守实验室 听愿里只剩下两个勾魂猎人 可以让勾魂猎人多吃两个 细节恶魔果实 拥有两个以上细节天赋的勾魂猎人 只要灵性足够 战斗方面也可披靡必接觉醒者 夜云运犹豫了一回说道 李昂一直没闲着 早早地找好了勾魂猎人的候选者 他这个人是主管做得很称职 只是觉醒台有些难 需要时间 梦兴想测试下梦霜的天赋 也认为猎人公会该有一个觉醒测试台 只是觉醒台很珍贵 属于战略物资 只有学校 只安觉 梦兴也没为难夜云运 说道 尽量去办吧 不急 夜云运欠了千身 不再打扰 梦兴 转身离开 关上门 梦兴 翻开那些地图 难难道 一般提升战斗力的方式只有这三种 可我还有第四种选择 浑浑果实 可将灵魂注入物体之中 创造出拟人生物 霍米兹 我记得海贼世界中 浑浑果实的一位拥有者 将一场火灾变成了强大的霍米兹 如果我去了一座火山 把能毁灭自然的火山之力变成霍米兹呢 届时 我是否能把清廉地心火和火山霍米兹融合成为浮沐火焰 应该可以吧 炎帝就曾使用一火与其他火焰融合成功过不是吗 梦兴一边查找夏国境内以及边境周边的火山 一边查阅这些火山的资料 火山爆发也有强弱之分 既然想要制造一个火山之灵 就要选择最强的那个 当然 也要选择距离南海最近的 黄石公园超级火山 梦兴倒是感兴趣 可是距离太远 路途中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毕竟 别的地方不像四海城 这四座城市被大溪海环绕 在海洋岛湖下少受魔物侵害 别看四海城也经历过魔物工程 但是跟其他城市对比起怪物工程的力度 算很轻的 南海城经历的最大规模怪物工程 就是库罗王之火 那会即便由威娜这个顶级埃及镇守 也让南海城损失惨重 梦兴看着标注着黄石公园超级火山的地图 眼神有些不舍 火山会不会爆发 我倒是不会担心 青连地星火具备引爆火山的力量 只是 路途太远太危险 如果黄杰的灵性多一些就好了 可以带我去一趟漂亮国 可惜 这么远的距离 黄杰没这能力 梦兴在一落子世界地图中选了好久 终于选好了两座自己看中的火山 白山城的长白山天池火山 东英国的大富火山 这两座火山是世界知名的火山 爆发后产生的危害是灾难性的 东英国的大富火山 这座火山一直在运动中 如果不是东英觉醒者的镇压 或许很早之前就爆发 不知道是不是魔物入侵的缘故 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中 长白山天池火山竟然有复苏的迹象 梦兴沉思良久 终于下定觉醒 把东英国的地图丢到垃圾桶中 他选择了长白山天池火山 原因有三 其一 长白山天池火山的爆发威力 比大富火山的威力更强 在很久以前 长白山天池火山爆发过一次 那简直就是一场天灾 长白山的火山柱 足足有25千米高 其中危害已经波及到了 下国相邻的两个国家 当之无愧的下国火山之王 其二 东英国毕竟是敌国 贸然前具有一定的风险 尤其是梦兴得知那里 已经藏了魔物的圈养之地 至于其三 收服了火山 就等于让大富火山陷入永久休眠 魔圈之地被自然力量毁灭 没什么不好 一日清晨 叶宇运穿上定制的黑色条纹职业陶曲 化好妆 踩着高跟鞋 准备上班 叶宇运只是一个代言人 无法做猎人工会的重要决策 说白了只是猎人工会 这超凡势力摆在明面上的傀儡 一个能让梦兴更好隐藏在幕后的傀儡 猎人工会 她不用操心许多 天启生物公司才是她的中心 成为天启生物公司的总经理后 她每天都很忙 能够重新回到上流社会 叶宇运也乐在其中 这也是她想要的人生价值 叶宇运刚走到大厅 发现梦兴已经起床 坐在茶几上看报 她夹紧双腿 公公静静地出梦兴欠身 早上好先生 她心中有些疑惑 为什么先生今天没去咖啡厅呢 先生不是最喜欢 进入咖啡厅的环境了吗 难道是有什么事要发生 梦兴低头看的报纸 开口道 我要离开南海一段时间 我在猎人工会应用上 给你设置了管理权限 南海猎人工会的一些事情 交给你去打理 叶宇运文言 洗上眉烧 别看自己是个代理会长 但是自己没有权利指挥猎人的 她知道这是梦兴的忌讳 梦兴正是给自己放权了 叶宇运收敛喜色 回道 是 我明白 梦兴继续道 我走的这段时间 要提高戒备 小心意志能变成乌云的魔物 魅魔尤娜 你也见过了 发现魅魔尤娜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叶宇运轻声问道 你要去哪里 梦兴抬眼 面无表情地看着叶宇运 叶宇运心头一颤 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有意打听您的行踪 只是希望能知道您未来的处境 如果有需要南海猎人公会帮助的地方 我可以早做打算 梦兴重新低头看报纸 白山城 如果自己耗费灵性 贸然引发了长白山天之火山爆发 而自己又没来得及恢复灵性 无法控制住火山 那一定会造成生灵涂炭的惨状 并且自己在长白山上消耗太多灵性 也是十分危险 长白山的可怕可不是北芒山可比的 所以梦兴打算先把白山城当作落脚点 观测一下长白山天之火山 如果需要猎人的帮助 梦兴可以发布一个强制性的图抹任务 叶鱼运 瞳孔缩了缩 白山城 除了四海城 其余城市都饱受魔物摧残 白山城更是 因为白山城靠近长白山 长白山是一个存在了不知多久的深山老林 比北芒山庞大不知多少倍 在魔物降临之前 长白山的妖魔传说已有不少 如今更是一个魔物聚集地 白山城 很危险 叶鱼运四辆片刻 汉手道 我知道啊 请您务必注意安全 梦兴没说话 叶鱼运再次欠身后 扭着小蛮腰走出了阁楼 不多时 黄杰从正门走了进来 会长 现在就走吗 梦兴把报纸板板正正地叠起来 披上一件外套 拎着黑色背包 走 黄杰把梦兴送到白山城就回去了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梦兴独自漫步在白山城 这里跟南海城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大街上很萧条 街道上基本没什么人 偶尔看到的行人也是行色匆匆 看都没看梦兴一眼 大街上 房屋的大门景地 居民小区四周用铁皮和铁丝网围绕 只有少数商店开议 很多饭店的牌匾都老旧了 墙壁上画满了涂鸦 内容大多是魔物该死 还我和平之类的 一些涂鸦上贴着醒目红色的条幅 万众一新 种植成长 冷风吹过 凄凉萧瑟之感因你而来 跟南海比起来 这里简直就是真正的末世 梦兴心中感叹 相比起来 四海城的老百姓生活得实在太安逸了 也正是因为四海城受到的魔物侵害少 是个重要经济城市 也才能有为那这个爱街助手 反过来说也有趣 安全系数很高的城市 竟会优先派放强者助手 梦兴在城市内转悠了很久 才在一个小巷子找到一处开放的旅馆 那小旅馆门口挂着红灯笼 几个农装艳抹 穿着性感的女人忍着寒风瑟瑟站在门口迎客 这是一个窑子 302的客人 好奇怪 他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啊 说他有钱吗 住在很一般的房间 说他没钱吗 一下子就交了一个月房费 你看他的衣服 料子那么好 应该是有钱人吗 几个仓妇围在柜台前 小声地讨论 梦兴 这些女人有145岁的罗莉 189岁的少女 还有30左右的少妇 这荤素搭配的配置 在南海 只有酒吧野业总会才能找得到 说来也没问题 有几座城市能跟南海相比呢 其他城市哪里来那么多娱乐设施 发达城市玩的是情调 饱受魔物之灾的这里 需要的是发泄欲望 在咱们这住店 他竟然不要 就自己住进去 一位白色萝莉趴在柜台上 煮着胳膊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不喜欢女人 一位见多识广的少女 吸了一口烟 吐出烟雾 已经找了小莫去找他了 如果那位先生真的喜欢男人 那还真是小莫走了狗屎运 房间里很简陋 只有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一张床 还有一个永远不能运转的空调 好在这里很整洁 干净 梦兴把包放在床上 坐在椅子上打开手机 这里信号这么差 梦兴想打开地图软件 但是卡在了夹在页面 梦兴起身从包里拿出地图 长白上天之火山 距离这里很近 明天或许可以先去山上看看 要是能有个向导就好了 正在梦兴思索间 房门声敲响 进 房门打开 进来一名白白静静的青年 梦兴狐疑地看着青年 我不是说 没事不要打扰我吗 小白脸眨巴眨巴也 憋了半天来了一句 需要按摩吗 先生 下面很多漂亮的妹子 梦兴摇摇头 不用 出去 小白脸咬了咬牙 我给你按摩也行 梦兴愣住了 这都什么 跟什么 梦兴面无表情道 不用 小白脸沉吟片刻 脸上闪过挣扎 想到老板娘下的死命令 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您给我按摩也行 梦兴脑门冒出三道黑血 不 小白脸这才明白 梦兴根本不喜欢爷们 他兴趣相很正常 小白脸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好烈哥 小白脸露出笑意 刚要关门 梦兴叫住了他 等会 小白脸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强颜欢笑 怎么了 哥 他来旅馆讨生活是想做些苦力 奈何老板偏偏看中了他的颜值 这时到 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没准就有谁看中了这个小白 梦兴看着小白脸那副忐忑的模样有点闹性 别过脸去看地图 你们这有没有熟悉长白山的 小白脸 听到长白山这个词 脸色瞬间煞白 比之前还白 长白山很恐怖 去过长白山的人都死了 梦兴观察到小白脸的腿肚子都在打颤 这反应有点故于强烈了吧 他怀疑小白脸去过长白山 这个地方就算再恐怖 如果没去过 怎么会把恐惧刻在骨子里 他微微跳眉 从手里拿出了一打子钞票放在桌子上 麻烦帮我找一个去过长白山的人 这些钱就是你的 小白脸满眼放光地看着桌子上那一叠钞票 很快眼神里闪过一抹遗憾 好 如果我找到了 我一定告诉你 说完后 小白脸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桌子上的钞票 然后黯然离开小旅馆 梦兴摇了摇头 他不怕别人惦记自己的钱 治安局 应该有很多人去过长白山吗 我要不要去治安局抓一个壮丁 梦兴思索着 达三去白山城转转 一楼大厅 吵吵闹闹的 几名治安官坐在沙发上 每个人身边都搂着一个女人 每个人的手都挺不老实 那些女人也不在乎 还跌跌地跟那些治安官调笑 他们饶有兴趣地看着大厅里发生的事 一位五大三促 有着浓密落洒胡的治安官 眼中带着猥琐 看着贵倒在地的小白眼 这治安官姓武 武官大队的一名队长 别人都叫他炉头啊 他的某些取向是有问题的 他不喜欢风雨性感的女人 只喜欢瘦小白嫩的小活子 这炉头倒不是想跟小白脸做点什么 在之前的一次魔物工程里 炉头那方面遭到损化 他只是享受用刑剧折磨受弱者的乐趣 你们店有这么好的货色 怎么不早说 老子今天非把他弄残了不可 炉头搓了搓手 满脸凝色 一位少妇躺在一位治安官怀里 我这嘴巴娇笑 这是新来的 这不 他刚来这儿没两天 我就给您打电话了吗 少妇又看向面色惨白的小白眼 笑道 我这又不养仙人 你不能给我赚钱 不如去伺候炉头啊 小白脸跪在地上 不住地跟少妇求劳 老板娘 我能吃苦 能干活 我 少妇打断小白脸的话 小沫啊 你以为这事到吃点苦就能吃饱饭 我这是窑子 不是救济所 炉头拎着小白脸的脖领子 朝着地下室拖拽 这里的地下室应该是所有姑娘的噩梦 为了满足一些客人的特殊需求 那里摆放着各种变态的道具 这小白脸 要是在下面待个一下午 不死也脱层体 就在此时 楼梯出传来脚步声 众人寻声看去 是一位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 炉头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老板娘 你不老实啊 还有这种上等货色 老板娘愣了一下 赶紧解释 这位可不是我们这的服务员 他是客人 住店的 炉头不屑得看了一眼老板娘 客人 谁会有闲心跑出门住店 别跟我说这是外面城市矮的 这小子有跨越一个城市的能耐 会来一趟白山城 住窑子 炉头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老板娘一眼 这小子穿得流光水滑的 不会是你养的小白脸吧 怎么 我这些兄弟满足不了你 信不信我今晚带你去治安局 为了下兄弟们 老板娘脸上露出惊恐的意思 能在这里做皮肉生意 老板娘不但要让姑娘们 免费给这些兵体提供服务 每个月还要上工 想在风雨飘摇的城市中活下去 治安局是忘乱得罪不起的 老板娘正托治安官的怀抱 靠近 炉头 说道 炉哥 他真不是我养的小白 你看他衣着光鲜 没准是城里哪个老板家的孩子 我不敢骗你的 还是不要得罪他比较好 别最后不好收拾 炉头狠狠地瞪了老板娘一眼 冷声道 现在这白山城 天王老子都不敢跟我逼逼赖赖赖 知道为什么吗 老板娘狐一地看着炉头 这炉头今天确实有些不一样 喜气洋洋的 难道是神光啊 炉头嗤笑一声 五官大队长今早认了老子当义子 五官大队长现在就是我爹 就算老子弄死了这小子 城里那些废物敢说什么 老板娘张了张嘴 什么都没说出来 只能用抱歉的目光看向梦醒 老板娘想着 自己尽力了 能怪谁呢 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也怪你到处乱跑 这座城 治安局说了算 如果没有治安局的武装 这座城市早就沦陷了 治安局在这里有绝对话语权 梦醒眼神微宁 刚来白山城 就要对上治安局了 自己到底是走了什么运 小宝贝 别这么看我 一会你会嘿嘿嘿 炉头坏笑着朝梦醒走去 眼睛里蕴含的锐蚁 简直要让梦醒吐了 梦醒眼神中闪烁着寒光 一抹紫色朝着瞳孔爬去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声惊呼 卧槽 梦醒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治安局制服的小胖子 傻了能得站在门口 这小胖子咋形容了 看着就喜情 梦醒眼神中的紫色吞去 也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这竟是他的高中同学 讲郭磊 高中毕业时 梦醒觉醒了农民天赋 郭磊还打算让老爹脱关系 给梦醒找个农业公司上班 这小胖子 是梦醒高中时代的帖子 早知道小胖子是白山人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 再见面时 以物是人非 瞧瞧他这一身治安官制服 说明他在这里混得还不错 小胖子身形 跟小地雷似的 但是很灵活 蹭地一下就跑到梦醒面前 梦醒 你 你咋来啊 小胖子惊喜的话都说话都磕吧 梦醒眼神复杂 静意识与色 从高中毕业后 自己的人生走向了另外一个轨迹 会长 在遇到小胖子的一瞬间 又变成了曾经那个梦醒 梦醒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你先出去 我现在遇到点麻烦 梦醒杀了这些治安官就能走 无关大队长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城市最强锦力的拥有者 实在全力仅次于局长 梦醒不愿意好兄弟为了自己连累 遭受无望之灾 小胖子愣了一下 麻烦 遇到梦醒实在太开心了 现在才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劲 小胖子看了一眼路头 恍然大悟 我操 你看上我新歌 然后小胖子玩味地看着梦醒 遇到了麻烦就让我出去 你不会打算来一场交易 怕我看到吧 梦醒当时脸就黑了 你爹怕连累你 别不知道好歹 小胖子嘖嘖道 你还跟以前一样 遇到了事儿就自己扛着 也不问问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梦醒跳了跳眉 难道小胖子在白山长已经牛逼到这地步 无关大队长的意子都能掰扯掰扯 小胖子回头盯着炉头 脸色变换得很快 起青脸变得阴沉 颇有些官威 你在这做什么 小胖子立声喝道 梦醒还以为是一场剑拔弩张的唇枪舌战 没想到炉头听到小胖子的质问后 竟突突一声跪在了地上 炉头露出了个难看的笑脸 干爹 我 我来执行任务 梦醒整个人都不好啊 炉头叫小胖子干爹 这三十多岁的操汉子叫小胖子干爹 小胖子就是白山城的五官大队长 真假的 在场的小姐们都猛了 五官大队长竟然是这么年轻 小胖子 他们偷偷观察 搂着自己的治安观 眼神惊慌 手指都僵硬了 这还真是五官大队长 小胖子瞪圆了眼睛 怒喝道 不是让你去白山城周边巡逻吗 你巡逻到窑子里来了 我就问你 魔物打进来了算谁的 在治安条例中 你这是什么罪 我我我 炉头嘴巴不利索 身子直打哆嗦 在看见郭磊跟梦星成兄到底后 他就知道自己要完蛋 借着巡逻的名义寻欢作乐 很多治安官都这样干过 只是吧 这事可大可小 就看领导怎么看这事 在体制内这种事就跟大学生上学似的 在课堂上 学生再怎么玩 老师也只是笑笑不说话 作业不显交不上去 老师还是笑笑不说话 可是 期末考试的时候 老师们不笑啊 认真啊 小胖子冷冰冰得看了炉头一眼 你现在不是治安局的人了 你被辞退了 炉头猛逼抬起头 动圆了眼睛 不行了干爹 你这让我怎么活啊 在白山城市去治安局的这层体 那就是从天堂坠落地狱 师范都成问题 小胖子不耐烦地摆了白手 混去摆衣服脱啊 明天我办公桌看不到你的致服 你知道后果 炉头茫然地抬起头 对上小胖子无情的眼神 站起身 黯然是魂帝朝门外走去 门外 那炉头竟然哭了出来 小胖子又冷眼看向其余的治安官 你们还不去巡逻 其余治安官如蒙大赦 甩下身边的小姐 陶也试得戴上帽子朝外跑去 他们很怕自己的这身体也被小胖子给拔 所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生怕小胖子记住他们的 小胖子冲孟兴几眉弄眼 怎么样 咱微风不 小胖子 说完 不知很记得观察孟兴的表情 他怕孟兴知道了自己真实背景 变得巴结自己 不把自己当同学 而是把自己当武官大队长 那份珍贵的同学情义被世俗玷污 还好 孟兴神色如常 可以可以 很强势 以后在白山城还得累个罩着 小胖子笑了 好说 这白山城还没有办不成的事 老板娘简直觉得自己在做梦 这穿着黑色风衣的年轻人 竟然有这种背景 没听说过白山城有这种人物啊 难道他真是从外面城市来的 有能力跨越城市 这应该是一位强大的觉醒者 老板娘眼神热切过后 就是担忧恐慌 他怕孟兴把怒火发泄在自己身上 怪罪自己 老板娘连忙跑去去找补 先生 我这就给您升级房间 您五楼住 那个房间缓和 安静 我让店里最好的姑娘陪您 小胖子坏笑着看孟兴 没想到你还好 这口 今晚咱带你花天酒地去 今晚咱们喝点 然后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跑到白山城的 孟兴点了点头 小胖子瞥了老板娘一眼 我好兄弟住在你这破地方 找人把我好兄弟的东西拿出来 孟兴跟着小胖子坐上改装过的治安车 一路来到治安局 小胖子就住在治安局 按照小胖子的说法 这些年来 魔物之断家具 城里的水电系统基本上是瘫痪的 现在城里还有充足水电资源的地方 只有治安局 治安局有两口水井 和几台发电机 普通居民去吃水都困难 更别提供电了 到了晚上 普通居民去完全是黑的 只有少数人加油蜡烛照亮 当小胖子提及南海时生活的时候 眼神中的向往是能若眼看得到的 治安局共有五层 第三层是白山城大小领导的居所 孟兴跟着小胖子来到四楼 在一间房间住下 不知道这里以前是干什么的 现在装扮得跟酒店似的 孟兴也只有在白山城才感受到 魔物入侵的叮咬感 安顿完孟兴 小胖子就去忙啊 说晚上带孟兴出去见些事面 到了晚上 小胖子忙完了 冲进孟兴房间里 拉着孟兴就要走 孟兴跟着小胖子出门 见小胖子穿着治安局制服 开着治安局改装车 胡一道 你们下班也穿着身 不违反纪律吗 小胖子无所谓的说道 在白山城穿着身体 那是身份的象征 治安局的车开出去 可比你们在南海开法拉里拉风 最后小胖子神秘兮兮 跟孟兴道 走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一路上 孟兴看到街边的人多了起来 孟兴问道 为什么白山城白天人这么少 晚上人反而多了起来 小胖子单手开车 发现 他们在庆祝自己又活了一天 魔物工程的频率越来越多 能活过一天就是恩赐 孟兴看着街头的景色 很多人行为举止跟风子似的 也有女人在街上 跟男人做某件交易前的讨价还价 小胖子突然指着威少女说道 看到她了吗 以前跟她玩过 你猜她要多少钱 孟兴摇了摇头 小胖子道 只要一碗米 孟兴挑了挑眉 仔细观察了下那位少女 长得挺漂亮的 身材也不错 怎么会如此廉价 难道白山城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小胖子道 其实这些女人也不是非要多少钱 多少物资 她们只是想发泄自己的压抑 一点点物质上的东西 会让她们觉得今晚的放纵有些价值 孟兴想过 白山城情况很差 但是没想过这么差 她脱口而出 那你们白山城的犯罪率怎么这么低 孟兴操纵丧失觉醒者 在南海作乱事 南海的犯罪率在下国内最高 白山城这座城市 这么个混乱程度 凭什么犯罪率会比那时候的南海成低 小胖子惊乐地看了孟兴一眼 你竟然知道各个城市的治安情况 最后小胖子脸色恢复平常 如果是你这个天才的话 知道的多也没什么奇怪的 小胖子继续说道 最主要的原因 是白山城的制度 普通老百姓每天的物资是严格控制的 刚当够他们吃八分饱 而且他们需要劳动才能有钱啊 哪怕这些老百姓给治安局编制几件制服 或修缮小区没什么用的防御 他们每天为了一日三餐就耗费大量精力 这种情况下还会做监犯科的 那就是刺头了 小胖子 说到这儿时 眼里闪烁着凶光 白山城对待罪犯是不会像南海城那样和善 关几年就完事了 那些抢劫犯 抢奸犯 心太狠 胆子太大 没准什么时候会把拳头挥向治安官 对这些刺头治安局只有一个字 杀 如果有人举报这种刺头 治安局还会奖励大量物资 所以呢 刺头是不存在的 不满意白山城制度的完全可以离开白山城 我们不留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白山城 难道为魔物吗 让平民多度劳累是劳民 让平民互相举报是农民 魔物虎视眈眈 是夏明 又以雷霆手段击杀罪犯 这几点做到 白山城确实治安情况不会查 这也是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是没有人权的 孟兴轻声说道 你变化挺大的 对了 你是怎么做上五官大队长了 小胖子挠了挠脑袋 我在毕业前就被提名五官大队长了 上面也批了 我爸就是白山城的治安局局长 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 上面给我爸的命令是 只要保住白山城就行 他们不在乎我爸做了些什么 督察也从不来白山城这破地方 孟兴缓缓转头看向小胖子 神色复杂 他想引爆长白山天之火山 他有信心控制 把火山爆发的危害控制的 但是 白山城肯定是要遭殃的 小胖子还以为孟兴被震住了 颇为得意 就好像某个大学生跟室友闲板 我摊牌了 不装了 我是官二代 而且是很牛逼的官二代 孟兴大赏才说道 原来你是白山城的少东家 语气平淡 谎和 有些别样的意味 小胖子以为孟兴生气了 连忙解释道 行哥 在学校时候我真不敢说太多 我的事 这都是机密 小胖子观察了一会 孟兴的表情 转移话题 其实我真的怀念南海 有喜悦 有商场 还他妈的有网吧 不像白山城 输了母屋就是母屋 对了 你毕业后都干嘛了 啊 你真重地儿 卧槽 你还开了个咖啡厅 我心颠牛逼 到了小胖子叙旧的地方 地方很大 像个体育场 门口的大牌子被霓虹灯围绕 三个大字映入眼帘 欢乐骨 在外面就能听到里面 劲爆的重金属力 是几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板正地站在门口 孟兴观察入微 看得出这些人腰间别着枪鞋 也看得到这些人身上的灵性波动 都是一些好手 通过对浑浑果实的不断开发 孟兴也能透过灵魂强度 看出这些人的具体等级 是几个人全是地界 小胖子把车停在停车位 一名车童踢踢踢跑来拉车门 孟兴又瞄了两眼欢乐骨三个字 问道 胖子 这里是奶 小胖子神秘兮兮地卖了的关子 穷人有穷人的宣泄方式 我们也有我们的宣泄方式 相信我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欢乐骨内部 跟普通夜场敌听没什么不同 劲爆的金属乐 闪耀的灯球 还有男男女女的鬼哭狼嚎声 武士很大 有小伴的操场那么大 坐落于中心位置 被阶梯式的扇台卡座包围起来 那些卡座就是以前的观众戏 武士就是以前组建比赛的位置 靠近武士的 都是大包卡座 最低消费很高 离得武士远了 位置高的 都是小扇台 到了最高最后面 连扇台都没有啊 一些男人站在那里望我的摇头 发些压力 小胖子是白山城 少东家 自然不会去插鞋的位置 在第三层阶梯一个豪华卡座招呼着梦青坐下 几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见到小胖子的治安官制服 两眼发光 他们踩着高跟鞋凑了过 都被小胖子赶走 今天是有一局 不要这些乱七八糟的 一名美女服务生穿着暴露的教师制服走了过来 请问需要些什么 小胖子直接丢掉美女服务生送来的酒水袋 大大咧咧道 这是我兄弟 从代城市来的 别拿这些玩意糊弄我 去 让吊酒的给我整点勾劲的 说吧甩出来一张会员卡 很豪气 梦青忍俊不禁 回想到了高中时候小胖子请自己下馆子的场景 笑呵呵道 胖爷威武 美女服务生压然地看着梦青 美眸中充满了尊重 除了四海城相隔很近来 其余城市相隔的距离都很远 能跨越城市来到白山城 要么是了不得的太子爷 要么就是强大的决心者 美女服务生按按马豪华卡座记在心里 然后就去准备了 小胖子望着美女服务生 问我多姿的背影 猥琐地笑了笑 长得真像咱高中时候的英语老师 梦青打量了下欢乐谷妹的客人 这里的消费应该不低 人也很多 梦青问道 在这种生存压力下 竟还有这种娱乐场所 白山城的有钱人不少啊 小胖子摇摇头 指了指四层以上的客人 说道 这些人都平常的老百姓 梦青疑惑地看着小胖子 吃饭都困难 还有闲心来潇洒 小胖子看出了梦青的疑惑 解释道 我爹说了 总有些人扣门 一顿饭分三顿吃 主打一个喜欢顿活 他们手里有钱 时间久了怕会想些有的没的 得想办法给他们一个宣泄口 让他们把钱花出去 对了 这里也是我爹搞出来的 小胖子指了指脑袋上的五灯 就说这能闪烁的灯球 就能吸引大批人过来看看 更别说只要进了这里 别管花了多少钱 都能享受美女服务一次 在枯燥世界待久了 身上又有钱 很容易陷入虚无状态 人嘛 得有点爱好 得有个抓力 否则很容易掉进虚无的空洞 对于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民众来说 这里就是很完美的地方 可能只有在这里 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活在科技世界中 那些赔税的妹子 工资不高 甚是美女 高贵如黄金 而乱世中 那些美女生下来就是一种罪过 孟兴有钱 有力量 有地位 她也有形成自己抓力的爱好 那就是猎人公会 孟兴不敢想 如果自己只是一味地追求力量 自己会变成怎样的怪物 在那种虚无状态下 她很容易变成一个疯子 比如图一座城 获得上千年的寿命 真成了那个魔头 恐怕将会举目接地 也正是因为信息猎人公会 孟兴才没封没 才能挽住那人性 小胖子继续道 这里吧 装修啊 环境啥的肯定比不上南海 但是这总归是个夜生活舞厅了 小胖子凑在孟兴耳边 神秘息息补充了一句 过了十二点 这里还有节目 很劲爆 小胖子不是一次两次跟自己说 要带自己开开眼 孟兴不禁好奇起来 到底是个啥 这么神秘 等待午夜十二点的期间 两人闲聊叙旧 小胖子侧面问了一次 孟兴怎么来的 白山城 也问了孟兴来这里做什么 孟兴沉默没有说话 他朋友很少 所以格外珍惜 不愿意欺骗小胖子 也不愿意告诉小胖子自己的秘密 小胖子也不细问 提起酒杯 继续跟孟兴回忆往戏 舞池中跳舞的客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一味难场舞者的 引起了小胖子的注意 卧槽 我大白山 竟然还有这等美女 小胖子惊呼出声 孟兴顺着小胖子的目光看去 确实有一位极为显眼的美女 那个女人 生的一副暗藏勾魂夺破的媚态 大波浪下半只眼的唇白絮紧密贴合着焦距 舞动身子之间 露出马甲鞋 露出肚起眼 孟兴觉得这人有点眼熟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细想一番后 孟兴惊乐地瞪圆了眼睛 小胖子欣赏了一回 遗憾道 可惜啊 胸有点小 是个平胸 孟兴玩味得看着小胖子 说道 这个人今天我们见过了 小胖子愣了一下 然后连连摇头 不可能 我要是见过这种妹子 肯定当场拿下 孟兴也不卖关子 今天你们治安局的颅头 在旅馆看中了她 小胖子脑海 立刻回忆起差点遭颅头了毒手的小白眼 她是觉醒者 很容易发现大波浪美女的头发是假的 小胖子陷入沉思 然后道了一句 我操 又过了半场 小胖子给了自己一嘴巴子 亲爹 你说我兴趣向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可能不是不喜欢男的 只是不喜欢丑的 这时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舞池上的男女 被工作人员驱赶 换了金属乐 变成了越南鼓 在劲爆的音乐下 一群舞者在舞池中激情热舞 客人们扯着嗓子拼了命地嘶吼 他们双眼心红 期待着接下来的重头戏 一名使者拿着手机走到孟兴这桌 恭敬地问道 先生 要下注吗 小胖子兴奋地掏出两枚精笔 下 全下给绞肉计 孟兴四处看了看 很多使者穿梭在前四排的客人之间 拿着手机和黑色皮带 做着同样的事情 小胖子兴冲冲地搓地搓手 大场面要来了 你绝对没见识过 舞池中的舞者推举 继续打碟 还是越南鼓 一名女主持走到台 穿着火辣 莫胸小热裤 身上不少纹身 脖子上戴着橡圈 身上挂着锁链装饰 她充满激情地坐着开场扮 然后用烟草机昂道 女士们牵手们 欢乐鼓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 现在有请我们今晚的主角 任面熊 在中科人欢呼中 舞池东侧一处地方缓缓下准 再次升上来时 一只三米高 胸部长着一张巨大人脸的黑熊 出现在舞台上 哼 这竟然是一只魔物 女主持又嘶吼道 接下来 是 我们即将获得摆魔斩唱号的 脚肉鸡 舞池西侧一处地方缓缓下准 再次升上来时 一名是裸伤身的精状汉子出现 他手持一柄开山腹 女主持尖叫起来 今晚的欢到时光 开始 女主持很会调动气氛 在那配合下 全场客人 无论男女 跟疯了似的呐喊起来 梦兴离起了眼睛 这压咒戏 竟然是魔物和人类的决斗 舞池闪烁着各色灯光 还有惊爆的舞曲 带领着一众小姐姐在台热舞 女人的尖叫 男人的叫好 一场人类与魔物之间的悲惨命运 竟在这瞬间变得热血起来 号称绞肉鸡的男人举起开山腹 回应着客人们的热情 而是一切 在人面熊眼里 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那些肉食 露出大片皮肤 摇晃身体 你又自己品尝 是觉得我吃不掉你们吗 人面熊愤怒地嘶吼一声 刺之朝地 冲着绞肉鸡冲杀上去 绞肉鸡瞪圆了眼睛 发出一声不适人生的怒喝 抡起开山腹毫不畏惧 斧头砍在人面熊的脖梗处 撕射下大块皮肉 人面的利爪划过绞肉鸡的胸膛 留下三道心的伤疤 仅仅一个回合 一人一模物就鲜血淋漓 小胖子举着拳头 冲着台下拼了命的大吼大脚 绞肉鸡 你给老子弄死那个怪物 老子给你压了两个金币 两个 孟昕贴了小胖子一眼 这小子这个时候倒是跟高中时候一模一样 看来他的压力也很大 在鲜血和死亡之间 才能够将这份压力释放 孟昕回头望向那些近乎疯狂的人去 终于明白古代贵族为什么喜欢决斗场了 一只怪物和一个人类死了 对他们而言不重要 能看到怪物和人类遇血厮杀 这对他们而言很重要 他们想看人类与魔物厮杀 场上绞肉鸡 英勇的气魄会带给他们勇气 这股勇气或多或少会冲散一些对魔物的恐惧 当然 前几排的一些白山城管理人员 他们可能单纯得在赌博 场上的局势来看 绞肉鸡的情况一片大好 虽然遍体鳞伤 但那只人面熊已经历解 一人一魔物蹲在地上哼哧哼哧地喘得粗气 按常理来说 魔物的体力是比人类好很多的 灵性一般也比人类多 孟星估计 这只人面熊应该在人类关押期间许久不曾进食 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体力不止 小胖子扭头跟孟星笑嘻嘻嘻道 怎么样 大开眼界吧 南海可很少有机会看到人类和魔物厮杀 对啊 听说上回骷髅王进攻南海 被威娜挡在城外 你应该没机会近距离看魔物吧 威娜为了邀功 还真没少往脸上贴近 那会儿魔物快把小半的南海覆灭了 威娜有这个寝宫的能力 毕竟督察刘贤是他的舔狗 孟星只是笑笑没说话 他可是曾知面上万只魔物 依照夺取 万魔魂魄 绞肉机和人面熊的战斗 对孟星来说不过是小孩子国家家 孟星说道 把一只魔物抓到欢乐谷 我不觉得稀奇 那个绞肉机是怎么心甘情愿和魔物战斗的 难道他是死刑犯 小胖子摇摇头 白山城只有死掉的罪犯 没有还未来得及击毙的死刑犯 他是自愿的 只要杀够一百只 就能获得百魔斩唱 拥有百魔斩唱后 可成为我五官大队长的副队长 说白了 这些决斗是在拼命地为我们家赚钱 等他们为我们家赚够了钱 就要为我打工 孟星对小胖子的局长父亲有些好奇了 这个人精于算计 把人性的希望和欲望完全拿捏 孟星感叹道 白山城有叔叔这种人物 很难沦陷 小胖子自豪地黑黑笑了笑 然后躺在座位上指着场上的绞肉机说道 这把是稳了 又赚了 绞肉机你当上我的副队长钱 单单给我就赢了十几万啊 我估计我爹都赚马了 战斗临近了尾声 绞肉机大发雄威 抓住机会 一举砍断人面熊的喉咙 人面熊的勃哽处 温热 血液如喷泉一般 冲了绞肉机一身 主持人宛若癫狂地四叫起来 人类万岁 接着 欢乐骨的越南骨音乐音量提高 主持人望我的扭动火辣身体 欢乐骨的气氛再次飙升 欢呼声 尖叫声 越南骨 在此刻形成了新的奏章 孟兴本以为下一场会坏人 却没想到绞肉机直接盘膝而坐 手心朝上开始调配灵性 孟兴微微挑眉 下一场是 什么时候 难道要等几个小时之后 绞肉机已经用尽灵性 重新恢复 没四五个小时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 一味身材火辣 只穿着比基尼的决斗宝贝 端着一盘草 踩着猫步走到绞肉机面前 弯腰放下草盘 朝着观众们抛了个媚眼 有着小蛮要离开舞台 那盆草吸引了孟兴注意力 带着柔弱的光亮 看起来很美 绞肉机在那盆草旁边调吸时 那盆草不断喷土灵气 让绞肉机灵性恢复迅速 这不是月光草吗 这不是自己菜谱里种出来的月光草吗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 月光草虽然只是爱夫街超凡植物 在自己商城里 也不是需要很多积分兑换的东西 可月光草暴露在大众视野下 说明有猎人脱离了自己掌控 孟兴难难道 每个猎人都在苏漫漫的监视下 这怎么可能呢 孟兴摇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 或许这个世界也有月光草 月光草不只是我独有 就在孟兴沉思时 只见绞肉机从画盘里拿出一颗草莓 一口塞进嘴 绞肉机身体的伤势症缓缓恢复 虽然很慢 但是半小时绝对能恢复过来 孟兴瞳然收缩 超凡植物 野草莓 孟兴这回确信了 可这 怎么可能呢 小胖子看孟兴满脸不可思议 一把搂住孟兴的脖子 对一道 嘿嘿 还是我新歌 观察仔细 没错 端到绞肉机身边的就是超凡植物 哈哈 也怪不得你惊讶 超凡植物啊 我第一次见也吓了一条 孟兴语气平静 哪来的 小胖子愣一下 他觉得自己好兄弟不是被震惊了那么简单 毕竟高中在一起四年了 他知道孟兴现在火气很大 难道 孟兴跟超凡植物有关系 联想到孟兴跨越荒野来到白山 说不准他就是为了超凡植物来的 孟兴在小胖子眼里一直都是天才 就算觉醒失败了 发生任何事小胖子都不觉得稀奇 小胖子脸色缓缓变得正重 他看着孟兴认真的 这些东西的来历我也不清楚 是副局长搞来的 孟兴 如果你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 一定要告诉我 这对我 对 我爸 都很重要 原来 白山长还有一位副局长 这位副局长并不得适 也就是这两个月 副局长突然崛起 强制参与城市会议 参与决策 抢夺话语权 当小胖子的父亲对他不屑一顾时 他竟拿出了神奇的超凡植物 能够迅速恢复灵性的草 快速治疗伤口的草莓 失了之后力量翻几倍的博彩 甚至 他还展现过一可能发生大爆炸的头痛 在末世中 谁手中资源多谁就是老大 副局长依靠这些超凡植物 拉拢了一大批支持者 逐渐获得了威望 副局长的野心越来越膨胀 小胖子 父亲一手打造的荒豆骨 副局长都能争夺来股份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副局长想把小胖子的父亲拉下来 小胖子曾跟父亲提议干掉副局长 但是被他父亲否决 副局长不可怕 那个赐予副局长超凡植物的人 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除非 能先斩除副局长背后那个人 或者拉拢来那个人 小胖子边说边骂骂咧咧 我跟你说新歌 那副局长就是个变态 而且是个废物 真要是让他掌权了 白山城没几天就完蛋 我快恨死那个弄出超凡植物的人了 那个新王的 用超凡植物不干正事 不想着干魔物 就想窝里动 刚才赢钱的喜悦 在提到副局长和副局长背后的神秘缘后 一扫而空 小胖子继续拉着孟星骂姐 你说新歌 啥好人能弄出这些傻逼植物啊 要是没这些超凡植物 老子舒舒探探的 弄出超凡植物的 这傻逼也不能是好人 孟星越听脸越黑 有可能弄出超凡植物的 跟帮助你们副局长的不是一个人 这是觉醒农民天赋后 第三次有人骂自己啊 小胖子沉思了一阵 你的意思是说 帮助副局长的那个神秘人 背后还有人 小胖子握着拳头放狠话 真是个贱人 别让我逮到他 孟星正要说些什么 我听的背景越南鼓音越躁动起来 台旁边的女主持拿起麦克风 调动起全场气氛来 接下来 没女士了 女主持呐喊道 舞台中的一处缓缓下坠 再次升上来时 一条粗壮的蟒蛇在舞台中央出现 那条蟒蛇 主体黑色 有些斑布花纹 蟒蛇脑袋上 映着一张美女的脸 那张脸巧笑嫣然 眸子里暗送秋薄 没人觉得这条蛇美 相反 觉得这条蛇分外诡异 金色的树桶 新红的杏子 密密麻麻的灵铁 脑袋上一张肉皮圆脸 怎么看怎么恶心 试者拿着手机和皮带来让客人下主 走到梦星这桌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奸细的骂声 388台怎么有人 把人给我赶走 除了我谁有资格坐在那里 梦星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号码 388 梦星又抬头看了看一边骂服务声 一边走来的青年 那名青年搂着两位妖娄的美女 走路摇摇晃晃的 一身酒气 小胖子脸色阴沉的厉害 王少爷 你看我有资格坐在这吗 那名青年正是副局长的独生子 王世青 看到小胖子后 青年皮笑肉不笑 原来是郭队长啊 我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 抢了我专属位置 如果是你 我就让让你吧 这话听着是恭维 戏品就是轻蔑 小胖子刚想发作 想起来自己老爹提醒自己 一定不要跟王家父子产生冲突 小胖子压抑着怒气 王世青赶走了隔壁的客人 然后坐上去 他旁入无人地跟一名女子接吻起来 小胖子暗骂了一声狗东西 曾经 这个王世青跟着自己屁股后面 一口一个累歌叫着 小胖子也没亏待他 跟他讲父亲们的恩怨 跟咱们兄弟之间没关系 现在好了 王家父子找到靠山了 原形毕露 长官 要下注吗 侍者问道 小胖子正生温气 一口干掉杯中酒 刺没精币 绞肉机 好的 侍者拿着手机记录 王世青又不安分起来 看样子郭队友今天赢了不少啊 总听人说欢乐古书赢 都是郭家一句话的事 是不是你们有内幕啊 毕竟啊 这里是郭家产业 小胖子瞪了王世青一眼 会说话就说话 不会说话就把定闭了 小胖子的父亲建造欢乐古 最大的原因还是维持白山城的安宁 赚钱只是次要 赚的钱也会用于城市防御建设 所谓黑幕根本不会出现 如果白山城没了 有再多钱又什么用了 王世青一拍脑袋 哎呀我都忘了 欢乐古 现在也是我王家的 有黑幕也骗不了我啊 郭队长 我喝了点酒 给忘了 哈哈哈哈 笑了一阵 王世青抛出去四枚金币给侍者 局要道 下注 美女蛇 侍者收下钱后赶紧离开 这里火药味太大了 王世青搂着美女 冲着小胖子见兮兮地说 郭队长 赌钱没意思 咱俩再赌点别的 小胖子也不索 回道 行了 完备 你说赌点什么吗 王世青眼神里闪过一丝脚下 爽快 我呀美女蛇 你呀脚肉鸡 就赌这个 听说你们队的卢勇被你开除了 这样吗 如果我赢了 就把我身边这个大宝贝安排进去 干的队长怎么样 王世青说着 摸了一把旁边的美女 惹得那女人一阵娇嚣 那个女人一看就是小姐 把一个小姐安排进五官大队 这时明摆着是羞辱小胖子 小胖子脸色铁青 如果我赢了呢 王世青无所谓得笑了笑 随便你 怎样都行 我王家什么都不缺 小胖子铁青这里 如果我赢了 给我十株超凡植物 王世青愣了一下 半上没有说话 小胖子斜眼讥讽 怎么了 不敢 你爹是把你胆子打没了吗 不敢就别赌了 垃圾 王世青瞪圆了眼睛 你说谁没胆子 死胖子 他明显是上头啊 也不装啊 我怕你妈 你要是赢了 我偷也给你偷十株超凡植物出来 俩人做完赌约 王世青便不看小胖子 如果他输了十株超凡植物 他爹能打死他 但是 王世青一点都不担心 甚至 他还有闲心 搂着两个妹子说说笑笑 小胖子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绝多敞看 看得出 小胖子比王世青紧张 绞肉机已经恢复了灵性 拿起开山符 朝着观众们大吼大叫的陶采 欢呼声 鼓掌升起 好 美女蛇张开大嘴 发出立笑 脑袋顶上的那张美女人脸 竟也发出娇媚的笑声 一人一魔物 终于站到了一起 孟兴贴了小胖子一眼 如果输了 你真打算把那个女人安排进五官大队 要是他进了五官大队 你爸不扒了你的皮 小胖子紧张地握着空酒杯 应该没问题的 绞肉机 在击杀试制魔物就达成百魔斩成就 绞肉机 看强 美女蛇只是一只地接中很弱的母 不可能是绞肉机的对手 小胖子 身负吸两口 故作轻松地对孟兴说道 星哥应该对超凡植物兴趣很大吧 等我赢了十株超凡植物 我送你一株 小胖子发觉了孟兴对超凡植物四个字很敏感 猜测孟兴来到白山城 跟超凡植物有关系 就算自己跟父亲也很渴求超凡植物 小胖子也愿意跟孟兴分享 孟兴心中有点感动 不过他不看好绞肉机 不认为绞肉机能打败美女蛇 孟兴吞噬了浑浑果实后 对灵性极为敏感 他能感觉到 美女蛇身上有一股很狂暴的灵性波动 虽很隐晦 但逃不出孟兴的眼睛 果然 事情就跟孟兴预料的一样 决斗场中 绞肉机朝着美女蛇的头部发出必杀一击 而那美女蛇身影迅速晃动 尾巴扬起 朝着绞肉机的开山抚音上 绞肉机 脸上露出一丝胜利的喜悦 美女蛇特性是剧毒和速度 力量并不是美女蛇的强项 绞肉机 甚至觉得 他已经看到了美女蛇被自己力腐撕裂的模样 全场观众也提前欢呼起来 谁能想到 美女蛇竟然傻乎乎地要用身体硬汗绞肉机的斧头 尤其是那些压了绞肉机赢得决斗的赌客 憋红了脖子为绞肉机打气 绞肉机加了一把金儿 怒吓 畜生 此来 下一秒 美女蛇漆黑的毛子里露出讥讽之色 啊 绞肉机发出一声惨叫 手中开山腹被抽飞 整个人倒飞时动力 虎口崩裂 绞肉机 跟美女蛇硬碰硬 竟然被打飞了 全场安静了下来 小胖子瞪圆了眼睛 怎么可能 小胖子猛逼转头看向王世青 王世青搂着一个美女亲吻 另外一个美女藏在桌下不可描述 王世青感受到小胖子的目光 回一条性的眼神 小胖子握着拳头咬牙切齿 妈的 我说他怎么 来得这么晚 他去过后台了 把超凡植物给美女蛇吃了 决斗场上的绞肉机 满脸惊骇地看着直立起来的美女蛇 他察觉到这条美女蛇的不同寻常 绞肉机在场上寻找着什么 然后把目光停留在小胖子身上 他早已把忠诚献给了小胖子 所以他知道不少白山城的秘信 超凡植物这个流传在高层中的秘密 他自然也是知晓 他眼神里带着迷茫 不是说当自己在杀十一只魔物 自己就是五官大队的副队长了吗 为什么美女蛇会吃下超凡植物 难道郭磊是为了钱吗 他已经九十连胜 如果自己死在了美女蛇手上 吓住美女蛇的人会得到颇天富贵 磊哥是压了美女蛇影吗 小胖子感受到了绞肉机疑惑的眼神 小胖子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操 他两步冲到王世青身边 伸手追住王世青的脖领子 双眼中充满阴霾 混蛋 你怎么能把超凡植物给魔物使用 王世青被小胖子的暴走吓了一条 眯着眼睛回道 超凡植物是我的 我想给谁用就给谁用 怎么 我的超凡植物 一定要给五官用 我就给决斗场里的魔物吃 怎么了 这几年你们国家赚够了钱 还不让我王家赚钱啊 小胖子快把牙咬碎了 我爹打造欢乐谷的目的是抵抗魔物 而不是赚钱 你把抵抗魔物的超凡植物用在赚钱上 就是本末道志 欢乐谷是白山城用于抵抗魔物的重要 其 一点都不下说 欢乐谷发泄了人们的欲望 减少了闹事和不安分的人 聚集了人们的钱 让治安局集结全城百姓的物资 打造白山城防御 这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用一个发现欲望的引子 让全城百姓万众一行 就好比地球上的烟鸣 他们每抽一支烟 就会为下国提供军费 出发点或许不是保家卫国 但结果是这样的 王氏轻愣了一下 然后就是讥讽大笑 你开什么玩笑 这么纸醉精迷的地方能抵抗魔物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父子那点小心思 大家都是白山城管理者 有钱一起赚不好吗 别想得自己是都市啊 这几年你们国家不少 壮啊 你也别生气 大不了下次你跟我一起下主 台边传来主持人高昂的声音 他喊着不知名的歌词 为绞肉计加油打气 全场观众们再次被女主持人调动起情绪 拼了命的呐喊 伺候 声音盖过了小胖子愤怒的咆哮 小胖子愤愤地收回手 腿圆坐在沙发上 苦笑着摇摇头道 要是王家没介入欢乐谷就好了 我有绝对话语权 让决斗暂停 现在 哈哈 匿名杀了九十只魔物的勇士 竟然要这么憋屈死 无论是因为赚钱 还是因为绞肉计 终于过来 王家都会想办法杀掉绞肉计 小胖子突然看向了梦兴 这个高中灵性三年全省第一 被誉为南海第一天才的青年 绞肉计可以死在魔物手里 但是不能死在人类手里 星哥 你能救救绞肉计吗 你点子一直很多 死在美女蛇的嘴 跟死在王世青手里没什么区别 小胖子问完这句话就觉得自己犯船了 梦兴以前是天才 可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农民天赋觉醒者罢 即便梦兴这段时间有不为人知的经历 具备跨越城市的能耐 可他说到底还是农民天赋 能帮上什么忙吗 除非帮助他跨越城市的那位高手能来此 因为他今天喝酒时候说了 是有人把他送到白山城来的 梦兴没说谎 那人是黄姐 好 梦兴淡淡回应道 小胖子愣了一下 什么 隔壁桌的王世青满脸痛红 下面的美女还在麦里 决斗场上的美女是即将帮他赚大钱 王世青正在享受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愉悦 决斗场上 美女蛇扭动的身体 将王世青环绕起来 灯光照在美女蛇的黑色灵片上 反射金属光泽 美女蛇脑袋上的人体 肉脸发出娇笑声 这是美女蛇进视前的预告 小胖子紧张地握住手 醒哥 你真有办法 梦兴轻笑一声 捂住了右眼 在指缝内的黑暗中 那只眼睛逐渐化作紫色 浑浑果实的力量激发 这个崩坏的城市 信号都不好 活人都见不到几个 所以梦兴不怕展示自己的力量 或者说 梦兴不认为自己要遮遮掩掩 本身这个世界 都没多少人知道猎人公会 何况白山城 白山城有猎人 但是那猎人未必见过梦兴 自从夜云运当了代言人 梦兴基本上没在猎人面前露过面 很多猎人知道 会长的力量是青色火焰 那自己不使用标志性的青莲地心火不就行了 使用浑浑果实 已经是对小星锦盛这个次最大尊重了 决斗场上 美女蛇的身影突然顿住了 她缓缓将身子转向梦兴的方向 瞳孔骤然收缩 在她的视角里 一位巨大无比的人类捂着眼睛坐在观众席上 她踩着万千冰客 一个脚趾头就有几个普通人大小 自己所在的舞台 好像是个瓦关 她好像在观察瓦关里的虫子 紫色幽光从那人类指缝中流出 透过紫光 能看到一只冰昂的眼睛 一股浓郁的死亡威亚 化作一双双看不见的大手 四面八方地朝她七寸抓去 美女蛇浑身站立起来 抖动如筛坑 观众们都愣住了 王世青也猛了 怎么回事 她丢下酒杯 朝着决斗场大 食啦 想什么呢 一口吃了她 桌子下的美女停顿了一下 忧怨的抬眼 然后更大口地吃了起来 小胖子敏锐地发现了梦兴的眼 满眼不可思议地看着梦兴 她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梦兴竟然还有这种能耐 顾不得多想 小胖子冲着决斗场的绞肉鸡怒吼 愣着做什么 杀了那条蛇 绞肉鸡赶紧起来去拿斧头 对着美女蛇的脑袋砸去 美女蛇甚至没有一点反抗 被绞肉鸡一斧头一斧头地劈砍脑袋 场面很血腥 美女蛇的脑袋里的红白织物 见得到处都是 哀鸣声不断 可她脑袋上的那层美女人体还在娇响 最后 美女蛇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脑袋上的美人脸也失去光彩 只剩下死灰色的诡异笑容 女主持抓住麦克风 弯着腰 尖叫 绞肉鸡 九十一连胜 荒腹肾 啊 激情打跌 疯狂摇摆身体 尽到音乐声点燃了全场气氛 小胖子猛逼地孟兴 新爹 你咋整的 孟 孟兴摆了小胖子一眼 拿起酒杯 抿了一口 记住 新爹永远是你新爹 也只有在小胖子这里 孟兴才会感受到彻底的放松 在小胖子面前 他还是那个学生 孟兴 并不是超凡势力的主人 小胖子满眼崇拜 新爹就是新爹 以前牛逼 现在依旧牛逼 新哥 你这到底是什么妖法 小胖子行私了一会儿 瞪大眼睛 眼珠子都要掉地上 不是吧 你又觉醒了天赋 乖乖 不愧是全省最强天才 先前小胖子还以为孟兴只是农民天赋 还抱有遗憾 现在 人家这天才能觉醒 双天赋 谁还好一晚惜人家 如果孟兴又觉醒了一个天赋 并且是七段灵气 那孟兴就是一个强大觉醒者 人生一定比自己精彩得多 小胖子幽怨地看了孟兴一眼 还真以为你种地去了 什么咖啡厅 什么 种地 全是斗舞啊 心目中陨落的天才又回到了天空上 并且飙升到万众瞩目的高度 小胖子由衷地为孟兴感到高兴 同时心里还暗道 新哥大腿 好醋 接下来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场上 一只双头魔虎出现 下一轮战斗即将开始 那名衣着清凉的决斗宝贝又端出来 月光草和野草莓 小胖子看得眼热 嘿嘿 明儿个我就找王世青要仗去 使出超凡植物 嘿嘿嘿 这些超凡植物是王家专属 他们只用于决斗场 或者拉拢派系 国家虽然也有 但是只有很少的一点 小胖子家又不能去抢 谁都不知那些超凡植物被藏在哪里 相比于小胖子的兴奋 王世青脸色铁青 为什么大力水手的菠菜喂给美女蛇 它会出现这种副作用 难道超凡植物不能用于魔物身上 王世青扭过头 看着小胖子在卡座上快乐的蹦地 牙根都快咬碎了 四块金币对小胖子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对他来说可是全部家当 王家刚当崛起 赚的钱大部分要上公 仅内明提供超凡植物的老人 四枚金币 已经是王世青全部的四方钱 草啊 怎么会 输啊 赔了这么多钱 还要给他试出超凡植物 我该去拿给他弄这试试超凡植物啊 王世青全身都在颤抖 手指用力把杯子捏薄 桌子下的美女感受到王世青的异常 还以为 于是更加卖领 然后 王世青呼吸急促了起来 他此刻沉沦在快乐中 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赌约 王世青眼神在人群中四处乱描 明天赔钱是明天的事 今晚要及时行了 这是默示法则 今晚要多找几个妹子一块开黑 王世青的眼神一顿 露出一丝猥琐 今晚的目标找到 大波浪 白衬衫 除了胸有点小 其他挑不出毛病 王世青挥挥手 几个混混模样的小弟立刻走了过来 他朝着那名白衬衫大波浪美女使了个眼色 几名混混立刻回忆 你干什么 别这样 大波浪美女惊慌失措 王世青猥琐地笑了笑 沉上了大波浪美女的脸 你知道我神吗 我爹是白山城的副局长 今晚给我伺候好了 我可以免出你们家一年的劳动 大波浪美女拼命挣脱小混混的前置 我 我是男的 王世青惊异地看了一眼这位美女 纯红失败 女人位十足 你说你是男的 真是一个有趣的美人 王世青一巴掌上了过去 驾驭美女就像驾驭恋马 不让她知道厉害怎么行 就在这时 隔壁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 孟青扭过头 只见那声音来自于王世青那桌 只见几名混混模样的人 抓着一位大波浪 白须的妹子 按在王世青旁边 小胖子愣了一下 啊 是那个女装大王 然后小胖子露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抢抢名女 抢到了女装大王 不知王世青发现这是个男娘会怎样 哈哈哈哈 果然 王世青大手游走 一番后 脸就绿了 他感觉有人在看他 转身看向隔壁 小胖子冲王世青竖起大拇指 王世青眼神阴影 他觉得自己受到摸打侮辱 他给了那几个混混一元一巴掌 然后拖着大波浪妹子朝舞台走去 一直走到边缘 单手抓着美女的脖子 将她提了起来 只要松手 那位美女将会掉落舞台 双头魔虎将会大快躲移 啊 那名美女惊恐地瞪大眼睛 两只脚不断扑腾 使劲去抓王世青的手 希望能起得联系 欢乐谷的守卫 已经知道王世青要做什么 这个副公子要把那名美女卫士 魔物 看清王世青的脸后 原本要去阻止的守卫停下了脚步 这位是副局长的儿子 要被喂魔物的女人 看起来只是普通镜 没必要扫了王世青雅兴 因为得罪不起 一些人欢呼起来 甚至还有人打口哨 他们觉得今晚来指了 他们只见过魔物吞噬决斗时 啥时候在这里见到有人投喂魔物啊 尤其要被投喂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猎气感这就来了 一部分客人眼神里露出惋惜 露出恨意 露出悲哀 在这纷乱世界 不知道多少人还能保留些善意 王世青为了展示自己战斗天赋觉醒者的身份 将大波浪美女高高举起 前排的高层客人们 再次爆发一阵恍惚 小胖子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僵着 这个傻逼在干什么 是疯了吗 王世青微微一笑 一副世界霸主的模样将美女丢到决斗场中 美女面色惨白 双目死灰 她看到决斗场上那只双头模糊贪婪的眼睛 就在此时 一道胖乎乎的残影划过决斗场上空 小胖子使用自己的天赋空气流动 消耗灵性 在空气中可以像在大海中一样游动 小胖子抱着美女落于决斗场中 长得不帅 但是姿势动作很酷 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 双头模糊舔了舔疗雅 买一送一 这是 郭队长 几名守卫看到了小胖子 亡魂大猫 双头模糊蓄力 朝着小胖子和美女狂奔略去 绞肉鸡 小胖子立声大喝 绞肉鸡如梦初醒 怒吼一声 闷起开山斧朝着双头模糊撞去 看客们发出阵阵惊呼 今晚的看点实在是太多了 在绞肉鸡的纠缠下 小胖子抓着美女的手 脸色阴沉地踏着阶梯朝上面走去 王氏清愣了一下 然后捂着肚子忍不住鸡笑起来 哈哈哈哈 郭少爷 英雄救美 你知不知道你怀里的是个人妖啊 言语中竟是言语 嘲笑 今晚书前的烦滥 在这一刻宣泄出来 那些看热闹的白山城高层们 亚裔给看了一眼大波浪美女 长得很漂亮 身段也好 在闪耀的酒吧灯光下更觉得妩媚 再看向美女的胸 平的 细看下来 有猴姐 高层们玩味地看着小胖子 他们开始脑不起来 局长和副局长家的儿子 为了一个美女争风释错 然而那个女人 竟然是男人扮的 副局长的儿子提前发现 恼羞成怒 要杀了美女 毫不知情的郭队长英雄救美 这样的闹剧 郭队长该怎样收场呢 小胖子黑着脸 一巴掌甩在王世青脸上 吃瓜群众们愣住了 王世青也猛了 捂着脸不可思议的 你为了个人要打我 小胖子反手又是一巴掌 怒骂 傻逼 你怎么敢在欢乐谷把人为魔物 你想毁了欢乐谷吗 欢乐谷是治安局局长建造 用来敛财 发现漠视压力的地方 在小胖子父亲的理念里 欢乐谷 一切都跟漠视之前的酒瓣一样 是白山城唯一的镜头 没有强权压迫 没有漠视危机 有的是跳舞蹦迪的酣醉 和勇士丝上魔物的热血 也正是欢乐谷的存在 想造反的人少 只要攒一些物资 就能体会漠视前的止醉精明 何必闹事 如果有权贵在欢乐谷 肆意欺误平民 甚至把平民为魔物 那欢乐谷的意义何在 可惜 王世青不懂小胖子的意思 他脸色痛红 女人一般尖叫起来 你凭什么打我 去你妈的吧 都是吃人的 老狼装什么小红帽 我爹是副局长 我还不能杀两个贱民了 你等等吧 我不会放过你的 王世青在这里丢尽了面子 放了句狠话就要走 站住 小胖子在身后叫了一声 王世青驻足 阴沉着脸 小胖子继续道 别忘了我们的赌注 你不给 我找你爹要 王世青冷哼一声 头也不回地离开决斗场 小胖子拉着美女的手 走回了座位 美女认出了梦兴 也认出了小胖子 短短一天 这个小胖子救了自己两回 美女知道小胖子的身份 无关大队长 威高权重 坐在座位上 低着头一言不发 梦兴微微笑着 看小胖子的眼神里有别样意味 小胖子怕梦兴误会自己喜欢几件 连忙解释 我不是看上他 我只是 梦兴抿了一口酒 你怕他被王世青当成宣泄点包袱 如果他第二天死了 全城都要知道 欢乐谷依旧是权贵的猎场 这里并不安全 届时 你父亲的心血复制一举 小胖子愣了一下 行哥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点没变 梦兴感叹一声 你倒是变了不少 梦兴话毙 倒了一杯酒递给大波浪 美女 温和道 压压惊 大波浪美女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谢谢 小胖子杂杂舌 声音也不像男的 大男人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梦兴微微跳眉 暗道 倒是有点气魄 经历了生死 又遇见了小胖子这个高高在上的权贵 常人怕是话都不会说 可是这位女装大王 很快就恢复了气色 并且不卑不亢 这跟白天那个哭唧唧的小白脸区别好大 如果不是灵性味道相同 梦兴都要怀疑自己认错人了 换了身女装 气质和性格都变了 小胖子偷偷打量美女 终于发现了咽喉不畏的侯解 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 郁闷地喝了一口酒 然后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大波浪 美女道 白沫 谢谢你救了我 两次 不客气 都是应该的 小胖子随口回答 其实平常小胖子跟平明说话不是这么和安 白沫实在太美了 女装后根本看不出是男的 就算知道不会跟白沫发生点什么 但是对于视觉动物的人类来说 还是有些别样感觉 这是潜藏在基因里的多巴胺决定的 白沫玩耳一笑 这一笑竟让小胖子脸红了起来 怕不是要掰弯了我 真尼玛 明明是穿女装的男人 可怎么都让人提不起讨厌的心思 小胖子点了一根烟 颇为惆怅道 你要是个妹子就好了 你说说你 当的爷们不好吗 穿这身衣服干啥 白沫嘎了一点酒 眼神黯淡 不是你们雇佣我做男长女郎吗 想吃饱饭 多做点事有什么不好吗 欢乐骨属于治安觉 这是全程皆知的事 梦兴没有说话 为白沫续上一杯酒 白沫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穿上这身衣服 我好像就不是我了 白天的我 一个人惊可欺的废物 患上这身体 起码算是一个美女 那些男人不会跟我大声说话 虽然白沫口中男人都是 一些误以为白沫是妹子 想睡 男女之中狩猎规则 和男人之间的生存法则 完全不一样 这身衣服就是白沫的一个面具 戴上它 可以隐藏内心深处的恐惧 也能让白沫多一些存在感 白沫今天两次差点死掉 也多喝了几杯 话多了起来 白沫盯着梦兴 说道 今天您问过往长白山 梦兴点了点头 如果你愿意跟我讲讲长白山的事 我会给你一笔钱 小胖子惊讶得看着梦兴 新爹 原来你来白山城是为了长白山 梦兴点了点头 白沫眼睛里压抑着震惊 小胖子是五官大队长 他竟然对梦兴这么恭敬 这个看起来阳光温和的青年 到底是什么身份 白沫摇摇头 我确实知道一些长白山的秘信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要钱 就当你们救了我的感恩吧 小胖子嘀咕着 明明是我救了你 关他什么事 梦兴瞪了小胖子一眼 对白沫道 好 请讲 说吧 又给白沫倒上一杯酒 我第一次穿上女装 是在三个月前 三个月来 我几乎都以女人的身份试认 社区中的劳动我很少参加 就怕被人发现我男扮女装 由于很少参加劳动 我每天获得的物资实在太少了 直到前几天 我饿得受不了 才会想着去一家窑子做苦力 白沫说完后自嘲地笑了笑 本来以为经常有治安官光顾的窑子 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想到第一次做悔 男人 就差点死在治安官手里 我之所以不敢以真面目视人 只因我三个月前去了一趟长白山 听到这儿 梦星知道 重头戏来了 长白山危险重重的同时 也有很大机遇 那里遂魔物聚集 但是盛产药材 在这个世界 大多数城市都像白山城这般 秩序崩坏 近些年魔物更加放肆 工厂是不存衣 尤其是白山城 水电都停止供应 工厂是一家也没有 工业厂子关闭会影响民生 但不影响生存 但是药厂关闭可就要了命了 一个感冒发烧就有可能让人死亡 不是所有城市都像南海城这发达的城市 医院还能正常运营 普通城市老百姓生病了 只能从药店买药治疗 不会有医生上门打电地的 白山城吗 药店里的药是用一点少一点 并且都在治安局手里统一分败 所以 长白山的药材 那都是救命的东西 哪怕是清热去火的蒲公英 也是堪比黄金的宝物 白沫为了钱 跟着一群走山人 冒险进了长白山 走山人们经验丰富 准备充足 也走了大狱 他们穿过重重魔物障岸 一个月时间竟走进了长白山中青地带 干翻盆 我们真的是乐风了 遍地都是草药 跟我关系最好的何大爷说 这些药材够我们是一年的了 白沫说到这时 脸上还有着喜色 紧接着 白沫 脸色就难看了起来 我们在那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往回赶 事情变得可怕起来 白沫抓起酒瓶子往嘴里关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回来的路上 也没发现什么魔物 但是同伴们一个接一个的失踪 先是刘小阿 然后是张正凯 三十人的队伍只剩下了十多个人 走山人们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发现有同伴失踪 跟白沫关系最好的何大爷是经验最老道的走山人 他决定 晚上不再休息 只管赶落 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休息 大家偶尔只能睡一小会儿 并且有半数人守夜 经历两个月的旅途终于结束 他们走出了长白山 回到了白山城 小胖子摸了摸后脑勺 你们当中有很强的觉醒者 白沫摇摇头 没有 战斗天赋觉醒者不愁吃喝 怎么会冒险进入长白山呢 小胖子胡一道 那不对劲啊 你们三十多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这么轻松从长白山走出来 白沫打了个哆嗦 到了抱身子 眼睛瞪得老大 因为 跟我一起回来的 包括何大爷 他们都不是人 真正的他们已经死了 这句话说的 让小胖子打了个哆嗦 胳膊上汗毛都竖起来了 妹子 不是 哥妈 你这是鬼故事吗 小胖子善笑着问道 白沫缓和了下情绪 继续道 开始我也没想太多 只以为我运气好 就该有只富贵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白沫和走山人们进了白山城 准备好份药材 白沫想着 自己能拿到一丁点药材也够了 结果 这些走山人基本上没有药药材 只是随意拿了一些 最后分到大部分药材的只有四个人 其中就包括白沫 一路艰辛不就是为了这点草药了 怎么最后大家都不要呢 白沫心中生意 拿着一株最珍贵的草药递给何大爷 跟他说起码把这株草药带走啊 可是 何大爷竟然不认识这株草药 这株草药可是何大爷亲手挖出来的 白沫察觉到何大爷的眼神不对劲 从何爱老牧变得 怨毒 凶光暗藏 白沫不知怎的 这些人的一个眼神 都会让自己寒毛指数 背后发凉 那眼神 不是人类该有的 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其实 三十个人等有十多个人 爱让无恙走出长白山 就是最大的诡异 如果这些走山人 不是人呢 白沫一想到自己跟着一群东西走了一个月 就毛骨悚然 正在白沫为自己这个想法而震惊时 何大爷发话 何大爷邀请大家找个地方吃饭 庆祝一下 跟何大爷他们吃饭 开什么玩笑 剩下那两个分道大量药材的走山人 也拒绝了何大爷的提 匆匆回小区了 白沫不敢耽搁 连草药都没拿多少 拼了命地往家跑 小胖子露出难看的笑容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 没护我吧 白沫斜眼看着小胖子 您是五官大队长 康子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白沫继续说着自己的遭遇 白沫原本以为自己安全了 那天去治安局 白沫要去把草药换成物资 却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 他看到了治安官押送犯人 白山城的规矩大家都知道 白山城只有即将死去的犯人 没有被拘有犯人 白沫想看看将死的犯人是什么样子时 骇然发现这犯人 就是当初分得大量草药的走山人 白沫觉得那名治安官也很眼熟 仔细分辨了下后 他头皮都炸 这治安官就是在长白山失踪的走山人之一 已经死了的人 竟然来到白山城当治安官 那名治安官发现了白沫在看他 露出了分外诡异的微笑 白沫把草药换了前后 一路狂奔回家 白沫平复好情绪后 总结出了三件事 那次从长白山回来的人 都被调包了 那些在长白山失踪的人 换了个身份回到了白山城 还有 还活着的走山人 真正的走山人 正在遭遇那些东西的追杀 就这样 为了活下去 我以另外一副面目识人 那些草药换的钱 让我不用工作也能活几个月 白沫说完后 小胖子脸色变得精彩起来 你是说 那些东西已经入侵 治安局了 梦兴摇摇头 不只是治安局 还有白山城 白山城 已经不知道混进了多少魔物 小胖子张了张嘴巴 简单地把话组成句子 这怎么可能了 那些魔物能变成人类 梦兴点了点头 没错 有一种魔物叫做伪装者 确实具备这种能力 接着 梦兴又陷入深思 如此说来 白山城早就被入侵了 魔物们准备了这么久 下一次攻城 一定会一举击垮白山城 小胖子猛逼站起身子 这 这太可怕了 我得立刻跟我爹讲这个事情 小胖子说着就要离开 行哥 你走吗 还是要再玩一回 当知道梦兴觉醒了战斗天赋后 小胖子完全不担心梦兴的安慰 开玩笑 这是我新爹 他要是觉醒了战斗天赋 整个白山城 谁能打得过他 梦兴摇摇头 你先回吧 小胖子点点头 我那台车留给你新歌 说完把钥匙递给梦兴 急匆匆得朝外面走去 小胖子离开后 梦兴的神色变了 没有了和小胖子嬉闹的哈哈样 变得沉稳 眼眸深邃 白眸察觉到梦兴情绪上的变化 声人勿尽 他不敢多说话 就安静地坐着 看着决斗场内的绞肉机 又剩一局 猜测着梦兴的身份 梦兴敲着二郎腿 看了一回绞肉机的战斗 没什么意思 这种程度的战斗在梦兴眼里 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梦兴看了一眼手表 算算时间 胖子应该走了 梦兴站起身 也准备离开 白眸乱了一下 想跟着梦兴走 但是害怕引起梦兴的反感 如果自己在他眼里 还是那个美女身份 他倒是能撒撒娇 让梦兴带自己离开 毕竟郭磊说过 王世青可能就在外面等自己 梦兴回眸瞥了一眼白眸 你不走 白眸脸上露出星星 立刻起身跟上了 梦兴 对 小弟问道 一个小弟回答道 确定 郭大队长自己一个人走了 身边没带人 王世青脸色一沉 你叫那胖子是吗 那名小弟立刻明白自己说错话 我说 郭大胖子 王世青冷哼了一声 没几天 这五官大队长的位置就是我的了 还郭大队长 呸 喜欢玩人妖的剑火 那名小弟连连称事 王世青望着欢乐谷门口 等着白眸出现 他因为白眸在郭磊身上吃了亏 收拾不了郭磊还收拾不了这死人妖 终于 他看到了两个人影 走出欢乐谷 一位穿着黑色缝衣 身姿挺拔 一位大波浪 穿着陆齐雪 白眸见到王世青后 脸色煞白 脚步停了下 下意识伸手抓了装孟新的意境 孟新打亮了下周围环境 大街上空荡荡的 没有路灯 只有欢乐谷的牌匾发出光亮 没什么人 也只有两名守卫在欢乐谷门口站着 孟新突然自嘲地笑了笑 这又不是南海 那个国家重视的大都市 自己何必这么拘谨 王世青带着几个小弟 不怀好一笛围了上岸 王世青看了看孟新 小子你是郭胖子朋友 怎么 以前没见过你 你住在哪 孟新嘴角扯出一某笑意 南海 王世青愣了一下 然后指着孟新就是一通大笑 南海 这傻逼说自己从南海来的 哈哈 你以为你是谁啊 南海到白山城 你知道多远吗 孟新笑意更甚 不知道为什么 王世青看到孟新的笑容 心头引发一阵恶寒 他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害怕 所以用怒骂来掩饰恐惧 神经病马 你笑 你满呢 别我揍他 几名混混脸上带着阴狠 摩拳擦掌朝孟新逼来 这些人都是战斗天赋觉醒者 几乎全是地界 白山城内 所有战斗职业觉醒者 要么加入治安局 能力差一点地进入小区自卫队 所以白山城除了混上编制的 都是普通人 或者生活天赋觉醒者 这些小弟是王世青赶在白山城 恒心无忌惯了的资本 白沫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他不知道自己被抓走后会遇到怎么境遇 王世青在白山城试出了名的乐把 据说曾有一个妹子不愿意去从他 竟直接被丢进欢乐谷地哥布林囚牢中 再见那妹子时 那妹子已经精神失常 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白沫这种身份 要经历的只会更过分 孟新面对那些个地界 动也不动 而王世青的那些手下全部僵住 脸上都挂满了恐惧 愿凭王世青怎么呼和他们 他们都像失去了新知识的 听不见也看不着 王世青亚然道 这是什么异能 催眠种类的异能 你还真是觉醒者 他见自己的手下全部被定住身心 误以为孟新是个辅助天赋 是笑一声 还是个罕见的辅助天赋 这就是你能嚣张的本钱吗 真是可笑 王世青从怀里拿出几颗蓝莓 超凡植物 一截野蓝莓 来自于阿拉德大陆 使用后可消除异常状态 王世青一把将野蓝莓含在嘴里 然后双手灌满灵性 朝着孟新冲去 辅助天赋是没有战斗能力的 只能给敌人施加异常状态 或者给队友施加增益状态 王世青想着 先把解除异常状态的野蓝莓含在嘴 然后迅速拿下孟新 那小子是郭胖子的朋友 自己弄不过小胖子 收拾下那小子也能解解气 正在王世青冲到孟新眼前 一拳扬起事 怪事发生了 那些小弟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恭敬地伸出双手 像是朝拜 王世青愣了一下 紧接着耳边传来哀嚎痛哭之声 那些声音来自于自己的小弟 王世青缓缓回过头 自己的那些小弟依然保持着那种状态 脸上的恐惧表情也没消失 甚至嘴巴也没张开 可是 这爱好痛哭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他等级不够 灵性不高 根本看不到自己小弟的灵魂正在被搏 只觉得 诡异万分 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汗毛直竖 很快 那些痛哭爱好声美了 他的小弟们也失去了生计 脑袋一沉大落了下去 王世青咽了咽唾沫 就不可能是辅助天佛了 一口气杀了这么多弟姐 真是什么诡异的天赋啊 最尴尬的是 自己做事 要打 孟兴的拳头还扬在空中 我也曾落下 你 我 都是误会 王世青露出难看的微笑 孟兴嘴角扯出一抹冰冷的糊涂 告诉我 你的超凡植物 哪里来的 当了我的吗 我不杀你 王世青收回了手 善笑两声 我劝你还是要冷静 今天我认灾 山水有相逢 后会有气 王世青不信 孟兴真敢对自己怎样 他可是副局长的儿子 在白山城市最顶级的权规之一 放了一句狠话 王世青转身就朝自己的车跑去 你再走一步 就会死 冰冷 不夹杂一丝感情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王世青感觉到了背后濃重的杀气 顿住脚步 回过身 鼓足勇气 小子 你杀了我几个小弟 我不追究啊 我劝你别太放肆 我爹是治安局副局长 连同你爹 我也会杀啊 孟兴不紧不乱地说道 王世青傻住了 回想起孟兴诡异的天赋 他还真不敢确定自己老爹是不孟兴的对手 他爹不像小胖子的老爹 小胖子老爹是个碧阶 而自己老爹只是个细节 现在能跟小胖子的老爹平分天下 全是仰仗着超凡植物 这混小子万一放火 还真是个事 除非家里那位大人能出手 王世青叹了一口气 你别杀我 我告诉你超凡植物怎么来的 孟兴沉默 等着王世青说话 王世青道 几个月前 我爸去了一趟长白山 在干饭板 有一个奇遇 他碰到一些会闪闪发光的种子 我爸把那些种子拿回家 种在地里 就长出了超凡植物 孟兴沉默 半想悠悠道 你觉得我是傻子吗 超凡植物怎么来的 他心里没数 从长白山捡来的 哈哈 开什么玩笑 王世青见孟兴不幸 急切道 真的 我不骗你 那片菜地就在家里 我带你去 我送你一些 你能拿多少 超凡植物就拿多少 王世青眼神里暗藏脚下 他心中暗道 只要这小子跟自己回了家 就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孟兴盯着王世青 眼神里充满失望 有点麻烦 不过也还好 孟兴伸出了手 紫色光滑流动 浑浑果实的力量 搜魂 王世青大感不妙 大声嚷嚷 我没骗你 真的 我 话没说完 浑浑果实的力量入侵王世青的脑海 王世青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瞳孔不住地往上翻 两名欢乐骨的首位见状大惊失色 干什么呢 他们是郭家的手下 见王世青又欺负人 也没法去管 他们已经用卫星电话通知了小胖子 等小胖子定夺 小胖子回答是不用管 后来他们看到王世青识别 也乐得看热闹 可现在不一样啊 王世青明显不对劲 要是王世青死了 事儿可就大了 孟兴贴了两名守卫一眼 两名守卫瞳孔猛地收缩 脸上攀满骇眼 站在原地洞也不敢动 这是孟兴对浑浑果实 开发的另一种异能 震慑 如果不是刚来时 看小胖子跟着两名守卫热情地打招呼 孟兴会掠夺这俩人的寿命 孟兴不愿意杀自家兄弟的手下 搜魂完成 王世青软踏踏地倒在地上 已经死了 孟兴正觉脑袋一阵剧烈疼痛 贸然将一个人的灵魂记忆 按在自己脑子里 还是吃不消 会开车吗 去治安局 孟兴额头冒出冷汗 把小胖子留给自己的钥匙递给白莫 小胖子给孟兴留了一台车 只是小胖子忘记了孟兴不会开车 幸好 白莫会开车 白莫搀扶着孟兴上了车 轰动油门 朝着治安局方向驶去 孟兴在车上消化着王世青的记忆 是安车上 孟兴捂着额头 脑子里全是王世青的记忆 今天跟哪个妹子睡 前天强暴了谁家媳妇 乱七八糟的 这人脑子就是个江湖 终于 孟兴理清了一条记忆 三个月前 王世青的父亲王大年突然神秘兮兮地回来 拿出了超凡植物 月光草 起初谁都不信 这月光草能帮助人快速恢复灵性 后来经过一连串的誓言 确定了月光草妙用 从那以后 王大年经常搜挂超凡物品 早出晚归 每次回来都能带一些超凡植物 王世青觉得 自己父亲像是用超凡物品兑换的超凡植物 直到有一天深夜 王世青睡得迷迷糊糊地去卫生间 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一幕 自己家里来了个陌生人 那陌生人穿着宽大黑袍 自己不可一世的副局长 父亲对他唯唯诺诺 卑躬屈膝 王世青知道 那黑袍人 就是提供自己家超凡植物的神秘园 父亲给了那黑袍人一个卫星电话 那之后二人只是电话联系 父亲也很少出门 孟兴皱紧眉头 王世青没见过那个神秘园的人 只知道那神秘园很强 现在猎人工会的猎人太多了 如果真有几个猎人 躲在白山城这种地方 意识之间很难抓住 孟兴脸色越发阴沉 月光草 土豆雷不像野草莓 大力水手的菠菜 可以伪装成什么秘质丹药 月光草和土豆雷现实 必然会引起波澜 这是炫扬工会的一种 工会规则公道上明确说明 这两种东西不能暴露在外人面前 到底是哪个猎人这么狂妄 竟敢违背自己的规矩 孟兴想过总有一天 自己不能掌控全部猎人行踪 做派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猎人工会成立到现在 也只有半年多时间 苏漫漫的线上应用 已经不能满足对猎人工会的掌控 线上应用只能针对南海城 这种超一线城市 白山城 这种该怎么办 查起来太麻烦 很容易惹出乱子 沃某果实 猎人还好 管束力度大 可那些丧失猎人呢 我应该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 都设置一个猎人工会的分会 会长 孟兴思索着 敲定猎人工会下一步计划 对于那名不守规矩的猎人 孟兴打算找到小胖子后 用卫星电话给苏漫漫去点 让他找出三个月前离开四海城所有猎人的名单 治安局 五楼 这里是治安局局长 郭百林的住所 整个五楼装修得跟五星级酒店似的 夜晚也是灯火通明 酒库 弹药库 制式武器库 等等都在这里 郭百林在这白山城就是土皇帝 治安局五楼就是这位局长的寝宫 小胖子急匆匆地闯进五楼 推开主卧大门 电 出大事了 郭百林手忙脚乱地关掉电脑 怒骂道 小兔崽子 你不知道敲门了 最说郭百林手速很快 但小胖子还是听到了电脑传来的阴迷之音 自从小胖子的母亲死在了魔物工程 郭百林再也没有一个女人 夜晚估计 只能打开电脑上的神秘网板 顾不得干大 小胖子快速道 爹 真出大事啊 白山城危险啊 已经有不少魔物入侵了 郭百林吓了一跳 立刻起身看向窗外 很安静 和往常一样 郭百林走到小胖子面前 照着后脑勺就是一下子 说什么胡话 小胖子赶紧把伪装者潜入白山城的事 告诉了郭百林 看 你是说有一群能伪装成人类的魔物 前进白山城 甚至治安局都有你说的伪装者 郭百林挺了一会儿 觉得匪夷所思 郑重问道 你听谁说的 小胖子不假思索道 白墨啊 郭百林皱了皱眉头 白墨 白墨是谁 小胖子道 一位女装大佬 郭百林一头雾水 女装大佬 那是个傻 小胖子嘴巴朝电脑绝了 去 就是人妖 明显不相信小胖子说的话 小胖子赶忙继续说道 你别不信啊 孟兴也这么说的 他说他见过伪装者 郭百林见小胖子如此认真 又稍微认真起来 孟兴 又是谁 小胖子想当然道 我同学啊 郭百林脸更黑了 这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跟家里人说 今天我们的作业是 玩三的小事 王者荣耀 然后家长表示怀疑 小朋友又说 你不信问孟兴啊 家长 孟兴 哪位啊 小朋友理智气壮 我同学啊 小胖子继续解释 语气急切 就是我在南海上学时候的同学 我跟你提过的啊 灵性三年测试 全省第一那个 没时间继续解释啊 快让全体五官跟我走 我今晚要彻查南海 郭百林的脸色越来越黑 最后化作一声叹息 摸了摸小胖子的脑袋 儿子啊 我知道你老妈去世 对你打击很大 你总想加固白山城内部防御 为白山城老百姓做点事出来 可是 现在的白山城 老百姓如同金公之鸟 不能随意打搅啊 小胖子沾了张嘴巴 不是 爹 你信我啊 不信你问孟兴吗 郭百林见儿子这么认真 眼神逐渐出现担忧之色 他破天荒地摸了摸小胖子脑袋 语气和爱 儿啊 也怪我平时对你太严厉了 过几天吧 等白山城安稳下来的 爹带你去地独 去南海 好好给你检查一下 小胖子不可知心地瞪大了双眼 你觉得我精神病 你觉得你没病吗 郭百林吹胡子瞪眼 这也怪不得郭百林 守护了多少年的白山城 你突然跟我讲马上就要被攻险啊 还是听一个人要和你高中同学说的 且不提这个事儿听得多么魔幻 你知不知道南海距离这里多远 这的战力多么强大的人 才能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你等着 等孟兴回来跟你说 小胖子急得直跺脚 就在这时 走廊传来怒骂声和推嗓声 王副局长 不行 你不能进 局长在休息 郭百林 你给我滚出来 郭百林 你妈的开门 一位矮粗的中年人一脚踹开主卧大门 这人正是治安局副局长 王大年 郭百林冷声问道 是你 大晚上来我这做什么 王大年的眼睛不断在屋里巡视 眼珠子不满血色 人呐 人呐 那小子去哪儿啊 郭百林皱眉 什么人 你媳妇泡我屋里头啊 王大年怒目原睁 别跟我打唤 我儿子死了 凶手给我交出来 郭百林愣了一下 不可思议地扭头看小胖子 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 你把王世青弄死了 小胖子眼猛啊 赶紧摇摇头 突然想到了孟兴 他们发生冲突倒是很有可能 新歌 这就把王世青弄死了 毕业这大半年来 小胖子在白山城也杀了不少人 第一次杀人他吐了三天三夜 他时常惆怅 因为自己已经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也想过 再次见到孟兴时 可能也不会有共同语言了 一个是杀法果断的五官大队长 一个是回家种地的农民 大家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为此 小胖子不止一次地惋惜 只是没想到 孟兴出手就杀了王世青 比自己狠 比自己绝 新歌牛逼 王大年指着郭柏林弄骂 别跟我装糊涂 欢乐骨 我有眼线 那凶手带着个女人 跟你好儿子是一起的 你今天不把他交出来 我们没完 王大年脑门知兔兔 半小时前 有人把消息传到了家 自己儿子竟然被人当街杀害 王大年把儿子带回家后 悲痛欲绝 然后就是极致愤怒 他要给儿子报仇 于是 深夜闯进治安局大楼 郭柏林倒着胳膊看王大年表演 倒着胳膊冷笑道 你到底要玩什么花样 你儿子身边有八名地界保镖 白山城 谁能那么轻松杀了你儿子 你想搬进治安局就直说 别搞这套 郭柏林一直提防着王大年 所以这些年王大年一直在自家别墅住 白山城分为两个派系 王大年一脉住在治安局外 郭柏林一脉住在治安局 上层之间流传着一句话 谁住进治安局 谁就能领导白山城 白山城治安局成了金兰殿 王大年坐在椅子上呼吱呼吱喘得起 满眼愿读道 今天不给我个说法 我必与你鱼死网破 我会动用我全城的力量 跟你拼命 郭柏林皱了皱眉 觉得王大年不像是说谎 于是招呼着警卫员去探查情况 不多话 警卫员回来 在郭柏林耳边而语几句 郭柏林脸色一鸣 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小胖子 警卫员说 杀了王世青和其身边打手的凶犯 是郭磊的朋友 王世青身边可有好几位地阶保护 说明自己儿子的朋友 起码是锡界 灵性也不会低 如果是锡界且灵性不低的高手 确实有能力从南海赶到白山城 郭柏林立刻起了稀才之心 这等青年才俊 加入自己的阵营 无异于如虎添翼 郭柏林拉着椅子坐在王大年身边 斟酌片刻 秦深问道 我大侄子真死了 王大年猛拍桌子 立声道 我会拿我儿子生死开玩笑不成 我今天带了十二名锡界过来 我像是开玩笑吗 你别想包庇凶手 今天不给我个说法 咱们就一块王丸 郭柏林砸爸下嘴 想着安慰一下他 毕竟 超凡植物在王大年手里 郭柏林拍的拍王大年肩膀 叹息道 老王啊 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懂 但是吧 老王你还年轻 能再生 王大年瞪圆了眼睛 你怎么不弄死你儿子 再生一个 郭柏林眨巴眨巴也 我没媳妇啊 不像你 前几天又娶了个十六岁女王 他见王大年保寒杀气得盯着自己 也知道自己说话唐突啊 郭柏林赶紧找补 老王啊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节哀啊 师兄 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跟我儿子似的 啥 师兄 就等于杀了我家磊子 你放心 这事儿交给我 我一定拿下真凶 给你个交代 我侄子的后事我也会管的 我让我家磊子从治安局 一路磕头到你家 给大侄子送行 话说的义正词言 不过郭柏林是要保下梦性 这都是王大年打哈哈 王大年怎么听不出来郭柏林的敷衍 他仰天深呼吸一口 紧接着一声怒合 巡逻队 走廊传来阵阵脚步声 很快十多名穿着交通治安服的治安官 站在了门口 他们是巡逻队 主要负责城内安定 个个都是戏剑 郭柏林脸色难看了起来 他手下的高手 基本都拍到了城墙 巩固城防 而王大年 则把强者留在身边 保护自己 或者用来争权夺势 郭柏林看不起王大年这种 把戏剑握在手心里的行为 这都漠视了 还想着尔虞我诈 有什么用 王大年总想当治安局局长 可是他抱着这种心态 能守住白山城吗 就算能 又能守住几天 也正是因为郭柏林更欣细城防 所以治安局留守的高手很少 只有一名警卫员是戏剑 这王大年要是真狗技挑强 郭柏林还真未必能拦住 因为郭柏林不敢轻易出手 自己出手 必然会让城外精通感知的魔物感觉到 万一自己消耗了太多灵性 魔物承续而入怎么办 况且 他还要保存灵性 用于地方王大年背后的神秘缘 再者 这些年和魔物争斗 身体暗积不少 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随意施展异门 郭柏林心中盘算了一阵 耐着性子哄王大年 老王啊 找凶手 先别急 给我点时间 咱们先把大侄子后事解决了吧 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行吗 王大年猛逼站起身 一脚把椅子踹碎 只是郭柏林的鼻子都狠狠道 谁要你那狗娘养的儿子 老子操你骂 老子儿子死了 管你要个凶手 有那么难吗 十二名巡逻馆纷纷亮出武器 郭柏林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他眼角闪烁着电弧 闭街强者的威压瞬间降临 王大年 我看你死了 儿子 跟你好好好说话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今天就明说 那个叫孟兴的小伙子握保了 你要是想要钱 要去 多好商量 我倒是要看看 在这白山城 我要保的人谁敢动 郭柏林这一番怒喝到真的是霸气侧楼 硬生生震住了十二名西街巡逻馆 其中一名巡逻馆咬着开口道 搁几个怕什么 郭柏林受过伤 未必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一起上 为大公子吧 道愁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郭柏林拿起桌子上还未来得急用的纸巾 朝着那人脸上丢去 什么 大公子 你们拿的是不是治安局公子 你们是治安官还是王家打手 我手下的优秀治安官都在城墙上跟魔物拼命 你们这些窝囊废只知道躲在他们庇佑下 在城里玩娘们 你有什么脸在治安局跟我大声狗叫 论刷嘴皮子 郭柏林这辈子没怕过谁 那名巡逻官一时雨色 兴兴地缩回脑袋 无地自容 就在这时 走廊传来脚步声 几个巡逻官看去 见两道人影栩栩走来 一位是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 另外一位是大波浪 穿着白色体恤的美女 一名西街巡逻官 立刻走到王大年身边而鱼几句 王大年眼睛里爆发出愤怒的火焰 此次盯着孟兴 气氛凝重 别了白沫巨大压力 白沫紧张地握住了拳头 坑在孟兴后面低着头 孟兴闲停漫步一般走到小胖子身边 为新电话借我拥有 这令人压抑的氛围 孟兴视而不见 对他来说 这两伙人的剑马母杖 不过是楼椅之间的虎视眈眈 郭柏林按道一声 好稳的小子 小胖子看了父亲一眼 啊 他就是我同学 孟兴这才反应过来 对着郭柏林尊敬等 叔叔好 别说郭柏林只是一个治安剧剧长 就算是乞丐 孟兴也会当成自己真正的长辈看待 因为小胖子是自己的好兄弟 兄弟的父亲 孟兴必须尊重 郭柏林颇为亚异的看了一眼孟兴 郭磊提过孟兴 全省灵性第一 七段灵性 只可惜是个农民天赋 能杀掉王氏庆及其保镖 应该又觉醒新天赋了 起码是个西界天赋 七段西界 嘖嘖嘖 在白山城 绝对是个顶级高手 这么年轻的高手 还这么懂礼貌 不叫不造的 郭柏林看孟兴真是越看越喜欢 他笑呵呵地点点头 好好好 小梦是吧 总听雷子提起你 好啊 好啊 年少有位 小胖子也每次知道 那可不 我新歌七段灵性 以后可比你有出息多了 郭柏林看小胖子是越看越烦 够了 王大年受不了了 他怒喝道 你们在干什么 都不想活了 是不是 郭柏林 凶手都在这 你还有什么话说 郭柏林本就是互独自的人 就冲 孟兴这句叔叔 他都不可能让王大年带走孟兴 他一步上前 冷声道 老王啊 有件事我不太懂 小梦是最近从南海赶到白山城的 他与王世青并无恩怨 如果不是王世青先对小梦动手 我不信小梦会主动招惹王世青 王大年不管这套 他刚欲发作 突然顿了下来 因为他脑海里出现一个词 南海 那位大人说过 南海来的人万万不能招惹 如果遇到南海来的高手 把头低下做人 否则谁都救不了他 王大年心头的怒火瞬间熄灭 他只勾勾地看着梦醒 对那位大人的话他不敢违背 因为 那将祸及满门 所有的怨恨 最终化作不甘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再调查一下 王大年咬咬牙 说完这句话后 镜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些巡逻官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看出对方眼睛里的清醒 谁都不愿意跟局长动手 他们赶紧跟着王大年走出治安局 郭柏林眯着眼睛 望着王大年的背影 据他对王大年的了解 这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眼神余光扫向梦醒 沙子之仇就这么不了了之 干了这么多年局长 郭柏林对微表情有很强观察力 他敏锐地发现 王大年听到南海这次后态度转变了 南海 南海究竟发生了什么 胖子 借我一个卫星电话 梦醒再次说道 啊 小胖子 呕了两声 走到老爹床头 拿起卫星电话递给了梦醒 梦醒看了看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看起来跟老人机一样 这里信号很弱 已经无法正常通讯了 也只有卫星电话才能正常通讯 梦醒道 谢啊 梦醒跟郭家父子打了个招呼 朝楼下走去 不过梦醒没有回房间 而是朝着治安局外走去 白山城 夜幕上 一道人影在快速飞行 寒风吹动黑色风衣 头发也随着风衣的节奏飘舞 梦醒脸上戴着哭泣鬼王面具 紧紧跟着王大年的车队 他在王世青的记忆中得知 那个矮粗的中年男人就是王大年 梦醒要顺着王大年的踪迹 找出白山城幕后的猎人 他倒是可以在治安局 直接把王大年杀 搜魂 但是 梦醒在乎自己的好兄弟 所以没有贸然下手 毕竟王大年是副局长 死在了治安局 这对白山城的局势和郭家父子一定有负面影响 况且 搜魂不久前用过一次 脑袋的撕裂感还未彻底消失 梦醒不确定 贸然再使用一次会发生什么 天空中 梦醒用卫星电话给苏漫漫打去 你好 电话那头是苏漫漫肃软的声音 查一下近几个月 有多少猎人离开四海城 苏漫漫精神一振 会长 会长您在哪 梦醒继续道 然后查一下那些猎人中 有多少失去了监听信号 这些失去监听信号的猎人 有谁手中队友大量超凡植物 苏漫漫闻言 不敢怠慢 手指灵活地在键盘上跳跃 立刻加起班来 还有什么什么会长 梦醒沉吟了一话 没事 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 苏漫漫回道 嗯 是 梦醒挂断电话 一路飞行到一处别墅 那栋别墅亮着灯光 在一片漆黑的白山城凤外显眼 别墅大厅现在是灵堂 王世青的尸体摆放在大厅中央 周围已经挂上了白布 一群年龄不同的女人跪在灵堂前 为王世青守灵 这些女人脸上并不悲伤 只有盲目 他们是王大年的女人 王世青脸色阴沉地走到灵堂 看着儿子的遗体 背从心来 两行老泪从眼角滑落 端端两个钟头 王世青年老了十岁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从贵妇的姿势中站起来 走向王世青 亲爷 楼上来了一位大人 这是跟着王世青醉酒的女人 大人 王世青立刻知道来人是谁了 连忙擦了擦眼泪 整理下衣装朝着二楼走去 进入主卧 之间 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人坐在床边 黑色长袍覆盖了她全身 连夜被帽都挡住 依稀可以看到脸上戴着面具 一位满脸惊恐的少女抓着被子 紧紧贴在墙边 她头发凌乱 赤身裸体 脸上戴着显眼红韵 这是王世青新取的新幻 这幅场景 很明显刚才这黑袍人对少女做了什么 老公 我他 呜呜 少女看到王世青来了 像是找到主心骨 哭哭啼啼起来 王世青脸上瞬间布满杀气 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 朝着床边走去 少女横横地盯着强暴自己的黑袍人 只等着老公为自己报仇 黑袍人则是饶有兴趣地盯着杀气腾腾的王大年 王世青扣动单机 哭 少女脑门多了一个血洞 他身子一软 倒在床上 王世青拍了拍裤腿 对着黑袍人跪下 大人 深夜至此 有何吩咐 黑袍人带着讥讽眼神 贴了一眼死去少女 这个少女很润 可惜没脑子 如果听话一些 配合一些 自己或许怜惜一番 带走 多玩两天 也能多活两天 这可是末世 拳头说了算 或者 你以为这是南海城 有一个轴得要死的铁灵在那维护治安 王世青怎么会傻乎乎觉得王大年会帮他报仇 黑袍人开口道 贵公子的死 我表示很遗憾 还希望你振作 不要沉浸悲痛中 话说得很好听 但是语气轻跳 自豪没有把丧子之痛的王大年放在眼里 王大年保持着贵子 低着头 谢谢大人 关心 黑袍人继续开口 这段时间 我们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也希望你保持住 王大年功声道 是 小的会做得更好 黑袍人站起身 夺不到王大年身前 记住 不要做出格的事情 我们暂时还不愿意跟郭百林发生冲突 所以 今晚的事我不希望再发生 黑袍人的语气已经是彻彻底底的警告 王大年并将冒出冷汗 他见识过这些人的手段 但 他咬牙道 那我儿子就白死了吗 黑袍人鼻子发出冷汗 只笑道 你知道杀掉你儿子的人是什么等级的觉醒者吗 那八名死去的低级 身上连一点伤痕都没 那个人很有可能是B姐 这种高手 你能应付 你应该感激自己今晚没贸然出手 否则郭百林和那个青年联手 你根本没机会给你儿子办后事 王大年缓缓抬起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黑袍人 那个来自南海的青年 竟然是B姐 那个青年跟郭家那小子关系匪浅 很有可能是郭家小子在南海读书时候的同学 王大年眼神蒙着一层阴霾 他有些后悔 后悔没花重金也把自己儿子送到南海读书 在一年前 母5还没有大规模进攻白山城时 白山城也是有高中的 教育局规定 当地城市的学生不可夸城读书 南海户籍的人 哪怕是平民去学生都可以上到高中 外城高层家的孩子都无法就读 学籍监测规格很严 如果想要夸城读书 需要打通的关系太多啊 曾经王大年嘲笑郭百林打肿脸充胖子 何必花费那么大代价 把儿子送到南海读书 现在王大年名大 郭家小胖子读的是书吗 他那是交朋友去了 南海诚教育资源是比白山城好不少 但王大年想的是 这书在哪读不是读在哪觉醒不是觉醒 王世青就算在白山城觉醒了垃圾天赋 不还有自己这个当副局长的店吗 现在想爱 悔恨不已 如果王世青也去南海读书 是不是也会有其他城市的朋友 会不会也有其他城市的天才俊杰 辅佐 黑袍人轻笑一声 开口问道 我倒是不清楚 你怎么脑子撞过来啊 怎么放下了仇恨 避免了冲突 当时 你已经把治安局包围了 不是吗 王大年耸动喉咙 因为 小的紧急大人教诲 他说 他说他来自南海 说这话时 王大年兢兢业业地观察着黑袍人的表情 果然 黑袍人浑身一颤 他不淡定了 黑袍人走回椅子边 冲冲坐下 喃喃道 来自南海 那些死去的人身上没有烧伤痕迹 应该不是他 王大年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 那青年是南海的哪位大人我 黑袍人摇摇头 不好说 王大年继续问道 南海避介 很多吗 他想爱 既然是避介 应该很好推断出身份 毕竟白山城可救郭百灵这么一位避介 黑袍人比翼地看了王大年一眼 井底之蛙 最后黑袍人继续道 在南海 避介算什么 南海是国际大都市 其中隐藏的多少龙蛇 谁说得清 光说南海城治安局就有四位避介大武官 况且南海还有神教 还有 说到最后 黑袍人说不下去了 神色也凝重了起来 我不确定 那个青年是不是来自那个组织 如果白山城出现了那个组织的人 真的麻烦啊 这段话一句塞一句地震撼人心 剧剧都如同千磅炸弹一般轰在王大年心脏上 每个城市的武装配比都是绝命 都由安管局调配 治安督察局监督 所以王大年并不知道南海城的武装情况 他想过 南海城治安局很强大 却没想到南海城治安局竟有四名避介 也没想到南海城会有这么不归治安局管控的高阶觉醒者 王大年从黑袍人字里行间的意思中猜得出来 南海城有一个恐怖的组织 其中也有很多避介 超凡势力 这四个字猛然出现在王大年脑海中 他不经心中感叹 白山城到底是个小地方 黑袍人站起身 颇为紧张 严密间是那个青年 如果他真的来自南海城内的组织 你我都要遭遇灭顶之灾 黑袍人说完后 急匆匆得朝门外走去 他要将白山城来了一位疑似猎人的消息告诉同伴 王大年立刻回应道 是 请大人放心 同时王大年心头像是压了一座大山 如果那青年背景恐怖 自己这仇是不是永远都不能报 该死 王大年一拳砸在地上 他女人很多 可儿子只有一个 好 我既然动不了你 我就弄死你身边的人 王大年和王世青 不愧是父子俩 一个德行 郭磊 白墨 这两个人上了王大年的必杀名单 郭家父子 王大年 早晚要收拾了 只是现在还需迎人 白墨 看起来只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女儿 不足微距 刚才据欢乐谷的人说 王世青和郭磊在决斗场发生过冲突 起火点就是白墨 据说自己儿子让白墨配酒 白墨不同意 差点被自己儿子杀了 郭磊救下了那女人 自己儿子之所以会死 也是想堵内的女人 没成想遭遇黑风一小子毒手 臭婊子 装什么纯洁 那小子和郭磊我收拾不了 我还收拾不了你了 我儿子喜欢你不是吗 那就让你给我儿子排葬 王大年满心怒火无数释放 只能把仇恨的目光放在白墨身上 可怜的白墨 为了躲避伪装者的追杀半座女人 没想到半成女人还要被权贵惦记 就在王大年要起身要派人找白墨时 大门突然被撞开 一道黑影如断线风筝一般从门口飞进来 虫众撞在卧室墙壁 王大年惊骇出声 大人 发生了 什么 那黑袍人 嘴角溢出鲜血 满面惊恐 手指颤抖地指着门来走啊 王大年望去 一股浓郁杀气扑面而来 一位带着哭泣鬼王面具的怪人 森森然地站在门口 夺步而来 王大年 看看鬼王面具人 又看看黑袍人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脸上都戴着面具 王大年不知道这时候应不应该帮黑袍人 梦兴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一步步走进屋内 站在那名黑袍人面前 黑袍人瞪圆眼睛 张大着嘴巴 急促地呼吸着 像是要渴死的鱼 面前这位哭泣鬼王面具人没有说话 单单在那站着 就给了黑袍人无穷的压迫感 王大年见情况不妙 低着头 弯着腰 小碎步走到二人面前 他脸上陪着笑 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少昂雾躁 少昂雾躁 黑袍人猛地看向王大年 住住口 梦兴轻贴了一眼王大年 一道青色火焰从王大年脚底升腾 没多大一会儿 王大年一只脚伤没了 火焰熄灭 他痛苦地勾搂摇 像是虾米似的 脸色苍白 好像血色全被抽走了一般 黑袍人急匆匆爬起来 跪倒在梦兴身前 会会长 哆哆嗦嗦地 话都说不明白 梦兴坐到椅子上 左臂胳膊肘竹在椅子大手上 撑着脸 一只脚青踩在黑袍人脑袋上 你认识我 黑袍人动也不敢动 未未见过 却 却 却拾得鬼王面具 梦兴贴了一眼床上的王大年 随意展露超凡之物 宣扬公会 你知道后果 梦兴脚上 力度加大 将黑袍人的脸冲中踩在地上 你们的昵称是什么 黑袍人身躯聚产 我 我们 梦兴嘴角微笑 眼神冰浪 不愿意出卖铜蛋吗 我欣赏你们的友情 梦兴手指轻点座椅大手 一道幽紫色的灵性 跟随着节奏 缓缓从指尖流出 浑浑果实 搜魂异能 这个猎人身上没有恶母果实的气息 是一位丧尸猎人 梦兴无法使用青莲地心火审讯他 搜魂虽会给自己带来痛楚 但这是最快的方式 当然 如果浑浑果实的力量能将其恐惧 能让他自动说出来知道的一切 梦兴也省得遭受一遍搜魂之痛 一晚上连续搜魂两个人 梦兴不确定 这对自己会不会有副作用 黑炮人感觉到了什么 浑身一颤 下意识地抬起头 他对上了梦兴那双冰冷的毛子 看到了诡异的紫色灵性 这位会长的手段在猎人公会都是传说 他满眼恐惧 嘴唇颤抖 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梦兴淡磨开口 我欣赏你们的友情 但 我讨厌鹰沟里的老鼠 我不大愿意为了一群老鼠老神提醒 最后一次机会 告诉我你们的逆程 你不会死得太过痛苦 擅自宣扬公会 后果你应当清楚 相信我 若我审讯你 你会祈祷死亡快点找上你 梦兴动用了浑浑果实的力量 梦兴的一举一动 都散发着邪恶 恐怖的味道 这种味道在他人眼里 就是恐惧 好似人类面对厉鬼的恐惧 黑炮人紧不住压力 耸动喉咙 我 我说 梦兴点动作业 搭手的手指顿了下来 等待黑炮人的发言 黑炮人大口喘息一阵 缓和了下情绪 正欲开口 突然 黑炮人眼神呆滞了起来 一缕鲜血从黑炮人嘴角溢出 梦兴皱紧了眉头 连忙查看黑炮人的情况 黑炮人已经死了 他再看向王大年 王大年也失去了生计 梦兴瞳孔缩了又缩 在自己眼皮底下把人杀 白山城没有信号 远离公会 等等一系列事情 让梦兴明大了 有一位极其熟悉猎人公会的家伙 正在背后操纵猎人 那个家伙也一定是一位猎人 梦兴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一股屈辱感从心头迸发 他嘴角扯出一抹阴森至极的弧度 喜欢猫捉老鼠的游戏 是吗 我陪你玩玩 梦兴突然侧脸扫尸房间 房间内有三具尸体和一个人 可是 房间有第五道陌生的灵性 梦兴眼中杀鸡绽放 窗帘 床 地板 沙发 瞬间燃烧起青色火焰 青色火焰燃烧速度很快 几乎一分钟 整个别墅都烧了起来 尖叫声 惊呼声 在一楼灵堂响彻 白山城 移出居民楼内 是几名黑袍人聚在一起 围绕着一位老者 那老人穿着紫色长袍 脸上戴着阎罗面具 胡须很长 阎罗面具老人突然瞪圆了眼睛 喷出一口心红的鲜血 是几名黑袍人惊呼一声 赶紧去查看老人的情况 先老 您怎么样 先老 您没事吧 阎罗面具老人大口喘息着 惊魂未定 哈 哈 还好 还好 差一点就完蛋了 一位黑袍人给阎罗面具老人倒了一杯水 但又问道 先老 刚才是怎么了 您受伤了 阎罗面具老人推开水杯 眼神里带着侥幸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我没死 我没死 你们猜我遇见了谁 一位黑袍人震惊道 难道 您遇到了郭百林 另外一名黑袍人咽了咽唾沫 郭百林在先老面前算什么东西 先老突然使用一能去杀玄鸟和王大年 一定是遇到了工会的高手 其余黑袍人瞪直了眼睛 什么 遇到了工会的人 把先老伤成这个样子 难道是高级猎人 我们 我们被发现啊 阎罗面具老人 眼睛中充实着狂喜 我 我遇到了会长 我遇到了会长 而我竟然还活着 天意 天意 这是老天留我一条命啊 黑袍人面露惊骇 甚至有的人直接贪染在地上 那如死灰 什么 会长来啊 会长发现了我们 会长亲自来找我们了 阎罗面具老人见众人吓成了这个样子 想用一声怒哼 稳定众人心神 没想到今又可出一口血 嗨嗨 我们这些臭鱼烂虾也陪会长亲自降临 哈哈 你们太看得起自己了 会长来白山城 应当是有要紧的事 只是偶然发现了我们 众多黑袍人听阎罗面具老人言语轻松 心情也舒缓了几分 一味黑袍人紧张道 可 会长那也是发现了我们了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阎罗面具老人白了那人一眼 慌 什么 会长竟离开南海来到白山城 说明有极为重要的事 你觉得我们比会长看重的事重要吗 他的重心不在我们身上 不过 我当着会长的面杀了玄鸟和王大年 势必触怒会长 我们要快点离开才是 否则 当真死无葬身之地 阎罗面具老人响起会长身上燃烧的青色火焰 推肚子就发抖 抽筋 白山城今晚注定无人入眠 城市的各个马路上 治安车在急事 红蓝景光闪烁 治安官尽数出动 封锁了每一个小区 一名名治安官冲到居民楼里 敲开了门 他们手里拿着照片 挨架比对 治安局还是有人才的 一位精通绘画天赋的觉醒者 根据白墨所说走山人的模样绘制了画像 虽然画像和本人样貌会有出入 但您杀错 不放过 当然 杀 这个字有些过 样貌唯有出入 则会用铁链捆绑 关进监狱 总而言之 请了 必须把那些走山人揪出来 一辆武装治安车停在一个小区 车门打开 全副武装的武官迅速占据最佳战斗位置 控制住整个小区 小胖子 郭磊推开门 他身穿治安局制服 面容严肃 白墨就跟在小胖子后面 天气很凉 白墨穿的还是在欢乐谷满场舞者的衣服 白墨打了寒战 小胖子看了白墨一眼 脱下治安官外套披在白墨身上 白墨身子一暖 压抑地看了一眼小胖子 小胖子有些不自然道 明天赶紧把你这假发和装卸了 看着别扭 总觉得你是妹子 白墨嫣然一笑 走吧 小胖子别过脸去 嗨 太可 真是太怪异了 走杀人的事你最好别骗我 否则我爹会扒了我的皮 我也会扒了你的皮 小胖子招了招手 是几名武官立刻跟着小胖子朝楼上跑去 咚咚咚 治安官巡查 一名武官敲门 里面迟迟没有动静 小胖子皱眉走到门前 激发天赋空气流动 只是片刻 小胖子怒喝道 出来 武官们会议 运足灵性 轰得一声暴力打开了大门 里面的味道让小胖子差点妥了出来 腐臭味和屎尿味夹杂在一起 刺激着众人鼻腔 借助手电筒的光 能看到房间内到处都是干涸血迹 小胖子眼睛一瞪 赶紧朝着卧室冲去 跟我来 治安官们纷纷跟着小胖子冲到卧室 只见卧室窗户 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正在拜护栏 钢铁做的护栏 竟然被那男人一根一根掰开 男人 已经失踪的走山人 小胖子瞪了白沫一眼 大姐 不 大哥 这还用你说 五官们立刻冲上前 和那男人站在一起 这些五官战力不错 又是以多打扫 很快将那男人制服 捆上了铁链 小胖子望着窗外的月亮 心有余悸 白山城竟然早早被入侵了 如果放任这些伪装者继续潜伏下去 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 白沫 你救了白山城 这时 小胖子电话响了起来 大队长 城中不止是几个伪装者 刚才小队在清理伪装者时 遭遇画像外的伪装者袭击 小胖子听到属下的汇报 脑中警铃大作 立刻给父亲打去电话 郭柏林让小胖子继续清理伪装者 然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小胖子清理魔物的方式很简单 五官大队分成十个小队 每个小队陪一名赶制天赋治安官 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搜查 将可疑的居民控制起来 宁可杀错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这种方式虽然惊老名众 但是很管用 此刻也顾不上那么多 仅仅一个小区 就有八只魔物在毫无防备中 被五官们抓走 甚至 有的魔物还伪装成女人 依偎在丈夫怀里睡觉 那女人认为自己暴露后 瞬间变身成为一只巨型唐狼魔物 被五官们当场击杀 民众得知魔物就生活在自己身边时 人心惶惶 不知多少人在今夜崩溃 郭柏林早已预料到民众的反应 但是目前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伪装者事件 立刻揪出伪装者 刻不容缓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对 我是郭磊 大队长 不好啊 东盛小区15号楼 有一只魔物头啊 郭磊闻言 面色凝重 你们立刻找到那只魔物 你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通知全体五官 加快清理速度 务必在天亮之前完成 挂断电话 郭磊又给郭柏林打去电话 陈生道 父亲 有一只魔物头啊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准备拉箱警报吧 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 搜查伪装者一定要小片区域进行 不可打草惊蛇 只要惊跑了一只魔物 那就有可能造成白山城的灭顶之灾 魔物们派伪装者进入白山城 无非是为了下一次魔物攻城时 伪装者们和城外魔物里应外合 那些魔物一定有和外界通骏的手段 万一外界魔物得知白山城内的五官 正在清扫伪装者 很有可能狗技跳墙 很有可能立刻进攻白山城 郭柏林听到儿子的报告后 眉头紧锁 白山城很大 如果一只魔物想藏起来 不出洞大量治安官很难找到 可现在 几乎全体治安官都在紧密进行清理伪装者的任务 调动紧密去寻找那只逃跑的魔物 那是愚蠢的行为 因为清理伪装者的行动开始后 绝对不能停止 郭柏林深深叹一口气 雷子 注意安全 说吧 挂断了电话 小胖子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很圆 他从小就喜欢星星月亮 如果没有魔物火了 自己一定会考大学 可能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吧 可是 没有 如果 可能也没有以后 白山城将经历一场最大的豪劫 很有可能伪装只为清理完 成万魔物先发动进攻 小胖子眼神暗淡 给孟星打了个电话 语气故作轻松 喂 星殿 忙着呢 嗨 没啥事 就是想起来你要去长白山不是吗 正好我有个事儿求你 我爹让王大年那老小子气得救济发作 帮我去长白山找点药呗 要不是治安局没那种药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这电话 白墓去过长白山不是吗 他说在外围见过那种药 辛苦你啊 新爹 我让白墓去欢乐谷等你 快点啊 今晚一定要找到 你也不想我没爹了吧 但孟星同意后 小胖子挂断了电话 他喃喃道 欢乐谷是白山城最安全的地方 比治安局都安全 就算魔物打进来 那边暂时也没事 紧接着 小胖子抓住白墓的衣衣 再也没了先前那种怜香惜玉 他恶狠狠道 白墓 老子求你隔世 带着我新哥去长白山安全的地方转一圈 别讲 我们今天清理伪装者的事 我新哥聪明 能想明白白山城要完蛋 你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 别他妈让新哥回白山城 白墓沉默了 他没有因为郭磊的无礼而生起 甚至 他钦佩郭磊 魔物攻城时 要是把孟星困在了白山城 孟星将会是小胖子抵抗魔物的助力 可小胖子生怕孟星陷入危险 竟编了个谎 让孟星离开白山城 孟星得知小胖子遇现会回来吗 一定会吧 否则怎么对得起小胖子这个话 这种友谊 在漠视之中 堪比日月星辰 白墓神色复杂地问道 你既然知道白山城要面临危机 为什么不趁机离开 你们有能力离开 你和局长都是国家任命官员 就算去了帝都避难 也没人会怪罪你们 小胖子比一地看了白墓一眼 白山城是我家 老子是白山城的武官大队长 你当我是王大年 那废物吗 白山城 五十八米高的城墙 宝金风霜 城墙上和墙角边 破洞的地方用水泥和铁丝网堵住 远远看去破破烂烂的 经得住打磨的 不管多差 耐向 也是结实得紧 正是夜色 文化的城卫官正要休息 上级突然传来命令 今晚城墙进入二级戒备状态 城卫官们面容严肃 这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备战状态 全部城卫官必须腰间挂墙 剑不离手 哪怕是在上厕所 一名城卫官队长刚接到命令不久 望远镜里就看到远处有无数星红的斑点 他瞳孔骤然收缩 扯着嗓子大喊 魔物来了 魔物工程 警报 警报 通讯官 警报 那些不规则的星红斑点 是魔物们的眼睛 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从白山城各处传来 郭百林亲自登上城墙 口中轻声自语 没想到这么快 他缓缓拔出历节 电话缠绕 高声道 兄弟们 白山城一年中经历了数十次魔物工程 这回 我们依旧会挺过去 干三 这些杂碎 郭百林的出现给了治安官们莫大的信心 只要他出现在城墙 所有治安官们的心都会被一面兼顾城墙保护 是 城卫官们齐声怒吓 战役立刻掉至顶峰状态 没人看到郭百林眼神中的那抹忧虑 城外魔物汹汹 城内还有伪装者铁士疗牙 郭磊带着一部分武官在城内搜查伪装者 如今在城墙上的只有白山城半数力量 就在此时 一群武官登上了城墙 加入了抵抗魔物的阵型中 郭百林抓住一名武官 压低声音 你们怎么来了 我不是下过命令 今夜你们要在城内巡魔 以防变故吗 你们队长了 伪装者狡猾 郭百林生怕有些伪装者蒙蔽了武官 没有被清理干净 所以郭百林下了命令 今晚一部分武官 主要任务是巡视城内各个小区 然外必先安内 万一城墙酣战激烈 城内突然爆发出伪装者危机 那白山城就危险了 那名武官赶紧回应道 郭决 郭队长带着巡逻官巡视城内 所以让我们上城抗魔 郭百林挑了挑眉 老王设得派巡逻官去跟魔物硬钢了 这老小子转性了 王大年掌管巡逻官 他从不让巡逻官参加任何战斗 这些巡逻官他要用在城坡之后 保护他逃往帝都的 王大年原本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利用黑袍人的力量干掉郭百林 当上治安局局长 然后再利用治安局全部力量网罗超凡物品 珍奇药物 用于兑换超凡植物 当城坡之后 拿着那些超凡植物去帝都 用超凡植物换取一番荣华富贵 只可惜 他还未完成第一步 就遇到了梦兴 那名武官回答道 据说巡逻官兄弟们说 王局家今天是火 王局烧死了 郭百林愣了一下 王大年是一名西剑 虽说灵性不高 但是也不至于被火焰烧死了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 出现在郭百林脑海中 白山城近些年来 唯一的变数就是他 加上梦兴跟小胖子交好 难道梦兴为了自己儿子 把王大年杀了 郭百林笑了起来 他还是看低了梦兴的能耐 全省灵性第一 如果不是因为某些潜规则的原因 梦兴不甘没被国家调用 郭百林不再多想 望向了愈来愈近的魔物诀 力声喝道 众火气 远程异能觉醒者 准备 各种老旧炮筒对准了魔物们 一些擅长远程异能的觉醒者 双手开始结音 一些治安官拔出撇枪 灵性运作下 子弹上附加了火系 兵器 各种能量 开火 长白山到白山城 原本有一条板油路 由于常年魔物剑塔 战火协议 这条板油路坑坑洼洼的 路边停着一台黑色越野车 玻璃能抗住穿甲弹 车身能防御火箭炮 轮子有加强改造的痕迹 可以在任何路段击持 山路 河流 如履平地 这台车价值不菲 在各国中 是总统的配置 这辆车的车牌是红色的 车牌号是四个数字 代表着编号 这是安管局的车辆 车内 坐着四个人 墨镜 有热像光补功能 可以在夜晚事务 这四位是安管局的人 职称为管理员 白山城市称不过今晚的 一位管理员看着无人机传来的图像 感叹道 另外一名光头管理员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那就使用备用方案吗 其余两名管理员不与儿童地点了点头 光头管理员 大下一个按钮 一台极有质感的笔记本电脑 从仪器盘内缓缓浮现 光头管理员戴上耳机 开口道 白山城即将沦陷 请求使用预备方案 焚魔计划 请允许乌鸦小组引爆长白山天赤火山 是火焰覆灭白山城内外魔物 笔记本上自动探出绿油油的汉子 白山城是否有民众 是否有治安官 光头管理员回答道 白山城治安局的安全等级为4 此次魔物工程 灾难等级6 白山城治安局无法处理此次事件 虽白山城内有大量民众和治安官 但最多撑一小时 不如趁长白山魔物大量出动的间隙 让我等顺利引爆长白山天赤火山 于此 长白山地带魔物将消除80%以上 那边沉默10秒钟 便给出了回复 允许启动坟膜计划 光头管理员摘下耳机 和上电脑 驾驶车辆朝长白山天赤方向驶去 安管局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 是国家最大的屏障和最后的防线 他们不在乎是否有无辜者死亡 他们只在乎安全管理任务是否能完成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安管局的管理员监视 他们不在乎城内政治问题 什么贪污腐败 豪强欺人 富卫夺权 这都与他们无关 只要这座城市的危险系数大于1 他们才会出手 比如 白山城的安全系数为4 这次魔物工程的灾难系数为6 危险系数等于2 安全局的管理员就会插手此事 当然 他们的方法可以是极端的 安管局的管理员出手后 第一任务目标是消灭魔物 敌国人 其次才是保护民众 在安管局的车辆离开不久 一辆治安局越野车便紧跟了上去 治安局越野车里坐的是白墨和孟兴 白墨在长白山外面转了才半小时 孟兴就发现了白墨的异常 尽管白墨想守口如瓶 但在孟兴的威压下还是道出了事情 孟兴要立刻赶回白山城 却意外发现了安管局的车辆 这个时候 孟兴警觉 别以为这跟马路上随便看到一辆车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种违和感 相当于你去海边捡到一只漂亮的海螺大回家 然后那个海螺变成姑娘 海螺姑娘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道 哈喽哈尼 啊 你哈赛尤 雅滅蝶 事出反常 必有要 在左右横梁下 孟兴给黄姐打去电话 让她立刻赶到白山城待命 如果情况紧急 务必要保下国家父子的性命 长白山天池火山 自民管理员各提着一个箱子行走在夜色下 四周孤寂 星光混沌 一名管理员突然说了一句 这里好安静 怎么连宠明也没有 他们都是觉醒者中的佼佼者 各个都是具备序列等级的小处 序列等级是安管局根据灵性 等级 素养等各个方面来判定的 能获得序列等级的 灵性和等级一定很强 就比如光头管理员队长 五段灵性 碧阶天赋 序列等级为二 其余队员序列等级为一 白山城的治安局局长 国百灵 灵性四段 碧阶天赋 身上有多处影迹 他在安管局的档案中 序列等级为一 安管局乌鸦小组中 一位序列等级为二 三位序列等级一 这种配置 就有足够的能力监管白山城 另外一名管理员说道 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强大的魔物 否则就算是冬天 怎么会安静到这种地步 这些人灵性失足 哪怕是冬眠中蛇虫的声音都掏不过耳朵 光头管理员双目发出一阵白马 四周情况尽收眼底 他思考片刻开口道 这里或许是魔物聚集地 由于魔物攻城 这里的魔物离开了 现在正是引爆 长带山天池火山的好机会 光头管理员认为 这里不可能有魔物 除非等级远超自己 能躲避自己一门的探查 一名管理员笑了笑说道 诸位别太明大啊 长带山的灾难等级并不够 不会有爱金魔物的 这里对我们来说 很安全 大家快些完成任务 我还想拍几张火山喷发的照片 给西夫看看 几位管理员也认同他的说法 这里如果危险等级很高 有爱金魔物存在 上都不会派他们乌鸦小组 监管白山城 如果这里有爱金魔物出现 白山城早就沦陷了 郭百灵还能坚持这么多年 管理员们开始布置 引爆火山的仪器 以及超防物品 那些高科技电子产品 和股票的超防物品 围绕着火山天池 组成了一个悬傲的阵法 四个人布置好了一切 双手结音 在这一刻 古老与现代在灵性的引动下 发挥着作用 长白山天池火山的运动 逐渐加剧 火山口中的温泉沸腾起来 喷勃大量水蒸汽 四名管理员并搅流出汗柱 坐在地上大口喘得粗气 一名管理员擦了擦汗 露出轻松的表情 总算完成了 法阵实在太消耗灵性了 另外一名管理员看了看四周树林 感叹道 长白山起码五十年 不会恢复元气 可惜啊 这老林 只要过十分钟 长白山天池火山将被引发 异常人为的天灾 将覆灭方圆百里 包括人类和魔物在内的一切声音 光透管理员费劲地站起身子 走吧 一会火山喷发很危险 就在这时 一向陡声 骂 长白山天池火山口中 传来一声古老且高昂的咆哮声 这声音是牛 是虎 自明管理员眼睛猛低瞪大 露出震惊之色 眼中焦点齐齐地聚集在 长白山天池火山口中 只见 长白山天池火山口中 雾气环绕中 一道巨大身影蜿蜒飞转 那东西在浓雾中浓浓的 看不清模样 只能看到像蛇 却有四肢 眼射痴心 底盆黑烟 秘密鸭如钢剑 亡暖爪如金钩 身体一派黑铃 如亡乱片钢炎气成 行动时 烟雾缠绕 光透管理员 双目发出白昼之光 看清了那东西模样 蛇身 虎掌 鹰掌 鹿角 兔眼 嘴边有两道长长的胡须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龙 一条黑龙 光透管理员浑身一颤 他可不会认为 这是神话传说中行云不语 保明风调雨顺的神龙 这是一只魔物 一只强大到离谱的魔物 黑龙瞬间窜上天空 在天空盘旋一阵后 落在火山口上 尽扣土人眼 人类 我本不屑出手 对付你们这般弱小的蜂蜜 但你们得寸进尺 竟敢毁掉我的洞服 黑龙的鼻孔盘出炙热黑烟 光透管理员惊骇地 看着那庞大的黑龙 背后汗毛炸起 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于这种恐怖巨物 这些管理员怕 谁能想到白山城 会有这么个东西存在 他们京剧的同时 京中也是充满疑惑 为什么白山城 能在这种东西的窥探下 存在这么久 黑龙像是没听出来 光透管理员 那句话只是惊呼而已 黑龙可能以为 光透管理员是 认真提问这个问题 询问自己的名讳 黑龙傲然开口 我 气涅图 傲慢之龙 黑天 气 气涅图 灾难灾难 等级疤 一名管理员 失声尖叫了起来 他的语气中 充满了绝望 这不说还好 一听到黑龙的自我介绍 四名管理员 近乎下滩在地 这些年他们 什么魔物没遇见过 就算遇到了爱剑魔物 他们也显向怀伤 然而听到 气涅图这个词毁 他们慌了 他们怕 甚至是绝望 那是世界上 最恐怖的几只魔物 谁都不知道 他们的具体等级 具体灵性 只知道 他们具备 堪称逆天的天赋 他们拥有近乎无限的灵性 安管局的普通管理员 遇到爱剑魔物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而遇到气涅图 那只能说是誓死无生 只有安管局那几位领导 能在气涅图的手中 全身而退 而他们这些管理员 还是算啊 傲慢之龙 黑天望了一眼 自己的居所 火山激将攀发 嗜血的双眼 冰冷的可怕 渺小的蝼蚁们 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我接受你